陆灵穿越到灵气复苏的蓝星 获得超级简化系统 可以将复杂难练的功法简化 简化金钟罩挨打加贴膏药 防御飙升 简化风牛大力全学牛叫 磨磨磨磨 力量飙升 简化千重呼吸法负重修炼 一天一级很轻松 简化破天 十三斩拿刀砍木人 领悟破天刀意 简化雷蛇步 多吃雷蛇 身法嗷嗷快 当陆灵走出蓝星 领悟虚无缥缈的法则时 耳边传来一声 叮 空间法则简化成功 超级简化系统 药欲简化为贴膏药 6月7日 东山市万人无考现场 老师 再让我测一次吧 拜托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明明在武馆 可以打出1200公斤的 一声声悲伤难过的声音 在无考考场地通道内响起 可无论这些学生如何哀求 每人三次的力量测试已经结束 不合格就是不合格 不会有人给他们重来一次的机会 哎 陆灵站在考场外 长叹一声 三分钟前 他也跟眼前这些不甘心的同学一样 想要请老师再给一次测试机会 穿越到蓝星已经18年了 这里跟陆灵前市所在基本相同 唯一不同地是在300年前蓝星灵气复苏 山林中 江河湖海中地飞鸟 猛兽在灵气的爆发下 变成了妖兽 进攻人类城市 短时间内 世界人口数量锐减 好在有绝世强者 领悟了灵气的奥妙 开发舞蹈 与妖兽战斗 为人类生存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地盘 之后的300年时间 蓝星上建立了严谨的科学培养舞者的制度 到现在已经形成了 从舞蹈小学 舞蹈中学 舞蹈大学三个阶段的学习制度 舞考 就是学生在18岁 从舞蹈中学毕业后面临的一道考试 成 则进入大学钻研舞蹈以后 成为无上舞者 斩杀妖兽建立功勋 成为英雄 败 则进入职业学校学习一到两年的时间 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普通人 以后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当然 由于良好的教育制度 不少人不甘心舞考失败后 成为普通人 于是便有了自由舞者协会这么一个组织 能够延续舞者生涯 穿越而来18年 却舞考失败 陆林自然不甘心 如此平庸地过一生 接下来 他准备成为自由舞者 进入荒野战斗 寻找自己的机缘 检测到主人年满18 超级简化系统激活中 超级简化系统激活成功 迎接着他的眼前出现了一道半透明的光幕 主人 陆林 等级 高级舞图 功法 金钟罩 第一层可简化 风牛大力拳 第二层可简化 点数 200 金钟罩和风牛大力拳 是华国武道中学极为普通的两门舞技 金钟罩主防御风牛大力拳主攻击 一攻一防 可以保证以后学生毕业 遇到特殊情况能有一定的自保之力 虽然是基础舞学 但这两门舞技的修炼难度颇高 整个中学阶段能修炼到第一层的人 寥寥无几 修炼舞学 最考验的便是悟性 根骨 天赋 这些先天条件差的话 即便后天再如何弥补 也无法在舞道上有所成就 陆林的舞道资质 也许算不上最差的那一批 但跟好肯定没有半点关系 看着眼前的光幕陆林心情一震 虽然舞考失败 无法进入大学学习更高深的舞道功法 可现在有了卦 他就有了晋级舞者的希望 他的手指点在金钟罩旁边的可简化上面 面板上的二百点简化点顿时消耗一空 丁 金钟罩简化完毕 请主人查收 声音响起的同时 陆林的脑海中被灌入一股庞大的信息 等他阅读完这一股信息的内容时 脸上顿时出现了古怪的神色 金钟罩这一门大众功法 修炼效果一般 修炼难度还高 至少在陆林所在的舞道中学 六年的时间下来 没有哪个学生能把金钟罩修炼到第一层 陆林能够修炼到第一层 还是因为他有一个在武馆陪练的工作 足足苦练了一年时间 才勉强进入到第一层 但之后想要晋级第二层却十分困难 不仅修炼难度更高 还需要进行药语 药语可真不是陆林这样的普通家庭 可以奢望的 一次低配版的药语费用一万 练到第二层至少需要泡三十次 也就是三十万 但是 现在 经过系统的简化后 这金钟罩修炼的难度可谓跳崖式下降 日常修炼挨打 昂贵药语贴膏药 这个简化也太离谱了吧 一万元一次的药语费用 直接变成了几块钱一贴的膏药 日以继夜的修炼简化为挨打 陆林心中狂喜不已 这不是瞌睡的时候正好来了枕头了吗 挨打 陆林在武馆的工作就是陪练 虽然有时候会与客人交手 但大多数情况都是被动挨打 帮助客户演练熟悉招数 至于贴膏药就更简单了 陆林的老爸常年在工地干体力活 一天下来腰酸被痛 膏药是家里常备药品 当下 陆林也不再为自己武考失败的是懊恼了 他快步跑回家 从抽屉里拿了几盒膏药 便来到了他工作的武馆 刘氏武馆 小陆来了 快去吧 大小姐都等你好久了 小陆 今天武考怎么样 要不要加入咱们武馆 小陆 小陆 陆林在这里工作了三年的时间 武馆内的工作人员都早已熟识 不过现在陆林可没有时间跟大家寒暄 他要赶紧去尝试一番 简化版金钟罩的效果 匆匆忙忙地换好衣服 陆林掏出高要贴在双腿膝盖的位置 走出换衣间 刚刚来到擂台就听到 陆林 你怎么才来啊 今天武考怎么样 说话的人 是一位穿着红色练功服 扎着马尾变的高挑少女 身高一米七 虽然斜靠着擂台边缘 但看起来却很精神 刘小姐 不好意思迟了一点 现在尽快开始吧 刘小姐 名叫刘伟然 是刘氏武馆馆主的女儿 两年前在武馆找陪练 可她放着那些武者级 甚至武士级的陪练 修炼到第二层的陆林 此后陆林变成了 刘伟然的专属陪练 刘伟然看了陆林一眼 没从她脸上 看到武考失败的沮丧 当下也从地上跳起来说道 好 两人跳上擂台 刘伟然话都没说 就直接开始了攻击 她使用的也是风牛大力拳 一拳打在陆林身上 让她忍不住闷哼一声 十分之一 即便有金钟照护体 这一拳打在身上 也是有些疼痛 不过当陆林看到面前 出现的进度条 心中激动不已 有用 她眯着眼睛看向刘伟然 嘀喝一声 力气太轻了 再来 碰 十分之二 不行 速度太慢 碰 十分之三 陆林脚下走着小碎步 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位置 口中也指点着刘伟然 出拳时候的一些缺点 平时她在陪练的时候的 都是不怎么说话的 就一个劲挨打 今天突然改变风格 反而激起了刘伟然的好胜心 碰 碰碰碰 拳头一次次地打在陆林身上 很快 陆林眼前的光目 变成了十分之十 要晋级了 检测到主人满足要预条件 金钟照第二层修炼成功 二 金钟照第三层 特效反阵 第二层修炼成功了 陆林眼神一亮 刚要开口 让刘伟然停手休息一下 对方就一拳攻来 陆林只能应接 百分之一 陆林 战斗的时候走神 可不是一个合格陪练该有的素质哦 这一拳 直接打在陆林胸口 即便刘伟然已经收了力 还是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不过 陆林身体晃都没有晃一下 就接了下来 而且 整个人并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感觉 继续 陆林看到新的进度条出现 知道他要再次挨一百拳 才能继续升级 哦 你没事 那就小心了 刘伟然不知道 陆林的金钟照 提升到了第二层 看到他那副没事人的样子 心中暗恨 手上低力量都加大了不少 连续打了五分钟左右 刘伟然浑身上下香汗淋漓 头发沾上汗水 贴在额头脸庞上 小脸红扑扑的看起来 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停 我不行了 我没力气了 刘伟然最后一拳打出 整个人都没有了力气 直接摊在擂台上 他心里忍不住犯嘀咕 队练时作为挨打的一方 以往陆林都不会连续忍受这么长时间 可今天陆林该不会吃药了吧 五分钟队练下来 他的体力都透支了 陆林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这就不行了 陆林笑笑 也没有理会刘伟然给他的一个白眼 从擂台上下来 拿出一个能量棒丢给对方 你先回复一下体力吧 说完他便不再理会刘伟然 打开面板看自己的信息 主人 陆林 等级 高级武图 功法 金钟照 以简化 第二层 风牛大力拳 点数不足 第二层 点数 零 金钟照果然已经达到了第二层的水平 之前第一层的时候 陆林根本无法完美防御刘伟然所有的攻击力 而到了第二层后 只凭刘伟然高级武图的水平 对陆林已经没有半点威胁了 如此轻易地进入到第二层境界 这是陆林之前绝对无法想象的 关掉面板 陆林看了一眼 还在恢复体力的刘伟然一眼 不知道对方还有没有力气了 刚才五分钟连续的战斗 刘伟然体力消耗巨大 第三层的进度都已经达到了81100 只要再加把劲 今天有希望到金钟照第三层 金钟照提升后陆林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 他的力量也有了一些增加 具体增加多少 陆林不知道 不过刘氏武馆中有专门的力量测试仪器 等会结束了工作去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好了吗 你今天是不是没有吃早饭 怎么打的拳 一点力气也没有 等了差不多十分钟 陆林走上擂台 冲着刘伟然说道 没吃早饭 刘伟然瞪大眼睛 立马从地上跳了起来 休息十分钟又吃了一根能量棒后 他感觉自己又可以了 来来来 陆林 咱们接着打 我就不信了 今天还治不了你了 说着 刘伟然一拳向着陆林打来 风牛大力拳 是一门强攻类型的拳法 在武道中学 普遍都是男生修炼 女生们都会选择另一门 较为灵活柔软的 灵蛇拳法 刘伟然也是家庭条件好 舍得给他准备大量的妖兽肉 让他拥有充足的体力和力量 修炼这一门拳法 之前在队练时 他和陆林的状态 跟今天完全是相反的 都是陆林被他打得站不住脚 不得不多次叫停 可今天只是参加了个武考而已 陆林竟然这么强 难不成陆林把武考失败的愤怒 化为战斗力 此刻竟然一点都感受不到疼痛吗 砰 砰砰 两人的身影 在擂台上不断地转换 陆林 完全是给他模拟真实的战斗场景 在战斗中 不会有人跟木桩一样 等着你一拳打过来 吃了能量棒的刘伟然 果然还不错 很快就让陆林的精忠照进度 快速提升起来 检测到主人满足药育条件 精忠照第三层修炼成功 恭喜主人获得精忠照特效 反阵 陆林没想到 在精忠照达到第三层后 竟然还有一个反阵特效 只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啊 就在这时 一拳打出的刘伟然 痛叫一声 身子不稳 直接摔在擂台上 怎么了 陆林连忙查看 以为刘伟然崴了脚 舞者在修炼对战的时候 很容易受伤 疼 刘伟然坐在地上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把自己的左手抬起来一看 经过千百次锤炼 经过无数次药欲浸泡的左手手掌 已经变成了青紫色 这是皮肤内部毛细血管 受到重击后 爆裂开来的缘故 这是怎么回事 陆林好奇不已 刘伟然是实力她的知道 虽然没有认真修炼金钟罩 但长期用药欲洗炼身体 就是打在钢板上 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别动 疼 陆林刚刚碰到刘伟然的手 她便惊声尖叫起来 刚才还只是觉得疼 可现在 刘伟然感觉自己的左手 变得脆弱无比 陆林只是碰了一下 她就如同被针刺了一般 这是无法忍受的痛苦 哦 好好 陆林松开刘伟然的手 有些不知所措 好什么好 快带我去医生哪 好好好 陆林连声答应着 好在刘伟然的手受伤成这样 医生还以为是被训练器械给压住了呢 紧急治疗一番 刘伟然给陆林丢下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便离开武馆 她的手还要进一步的医治 不过好在如今医疗技术发达 刘伟然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完全康复了 等她离开后 医生跟武馆的副馆主李江涛 一起找到陆林 想要了解一下 陆林到底是怎么让刘伟然受伤的 当已经是初阶武士的李江涛打了陆林一拳 感受过那反正的力道后 脸上也是露出惊讶的神色 反正 修炼金钟罩 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特殊效果 别看金钟罩只是一门基础武学 但很少有人能够在这个年纪 把金钟罩修炼到这么高的等级 最重要的是 这反正的力道 甚至对武将初阶的他 都有一点效果 若是在武者级 那就有点逆天了 任何人打陆林一拳 反正力道就让自己受伤 陆林可以说是武者中的刺猬 武者修炼从低到高 分别是武徒 武者 武师 武王 武神这五个等级 每个等级又有初阶 中阶 高阶三个阶段划分 三 加入武管 月薪八千起 陆林 你的金钟罩已经达到第三层 想必普通武徒级的攻击 都无法奈何你了吧 李江涛问道 是 陆林点点头 李江涛这么一说 他也想起来 刚才在金钟罩达到第三层后 刘伟然打了他一拳 却没有出现系统提示 反倒是刚才李江涛 为了测试反正效果的攻击 让陆林帝金钟 照进度开始增长 只是想要达到第四层 他足足需要挨打一千次 一千次有效攻击 像刘伟然那种程度的攻击 就是打一万次 都没有半点效果了 今天你参加武考第体测了 李江涛没有继续刚才的话题 反而问起陆林武考的事 是的 李管主 成绩怎么样 这个 不到一千二百公斤 陆林低下了头 华国武道划分武者学徒阶段的 等级与力量的对应数据 全力达到三百公斤为初级武 六百公斤中级武徒 九百公斤为高级武徒 刘伟然是中级武徒的巅峰 只差一步就能达到高级武徒 陆林虽然是高级武徒 但他的力量指数 没有达到武考要求的一千二百公斤 因此便是落榜了 凭他的家庭条件和父母的人脉关系 以后也没有任何上大学的机会了 好 好 陆林瞪大眼睛 李管主不安慰一句就算了 竟然还说什么好 哪里好了 要知道 陆林从穿越到蓝星后 目标就是进入武道大学 成为正式的武者 别想太多 小伙子 武考这条路 你现在已经走不了了 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李江涛没有理会陆林的疑惑 他可是知道 一个在金钟照达到第三层 还领悟了反正特效的陆林 对刘氏武馆有多么重要 这代表着陆林 可以给战士级的武者担任陪练了 我想当自由武者 却荒野猎杀妖兽 猎杀妖兽 李江涛愣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有些好笑地看着陆林 小陆 你这就有点异想天开了 你知道为什么武道协会规定 必须是正式武者 才可以离开城市 进入荒野猎杀妖兽吗 这可不是为了不让普通人 参与到这个过程 也并没有什么利益纠葛 纯粹是因为 普通人没有弃血之力 而只凭力量 刀剑的话 哪怕一百个高阶武徒 都无法突破妖兽体表的防御 就拿防御比较弱的精灵鹊来说吧 一个武者出阶 就可以一刀斩杀一头 可换成高级武徒 你砍十刀 精灵鹊都不会受到半点伤害 鸟毛都不会掉落一根 而且 自由武者 重点不在自由 而是在武者 自由武者 也是武者 最低也要达到武者出阶才可以 李江涛给陆林详细地解释着 一副少年人 还是经历太少的模样 可是 李管主 我记得自由武者组成的队伍中 也有很多普通武徒存在 他们为什么可以出城 因为他们不是独自出城 荒野中 武者每次出城战斗 随身携带的物品补给 不能时刻背在身上 这些你眼中的自由武者 便是在武者战斗 或者赶路的时候 帮忙背负武者的补给 这样的群体实力不足 死亡率高 获得的报酬 仅仅只够自己糊口 你现在才18岁 虽然没有考上武道大学 但只要一直坚持修炼 总能慢慢提升力量 一旦你的权力超过1200公斤 便可以学习气血功法 成为一名真正的武者 怎么样 现在加入到我流逝武馆之中 算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我可以代表武馆给你承诺 只要你将来权力达标 就给你一本气血修炼功法 李江涛认真地说着 陆林想了一下 便答应下来 可以 不过李管主 我也有一个额外的请求 请讲 如果我以后成为武者 武馆不得阻拦我的去向 当然 我会按照协议在武馆中挂名 陆林的话 让李江涛忍不住心中惊讶 按赞陆林的野心够大 60年前 在北方的帝都 一位陪练在常年修炼后 晋级武者 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 最后竟然一步步成长为武王高阶 对于当年在他弱小时 给予其帮助的武馆 这位武王十分感恩 允许武馆长期将他的名字 挂在陪练一栏 并且每年有时间的话 他都会去武馆之中 担任一两次陪练 从那之后 龙国的各大武馆 都不会过分压榨武馆内的陪练 教练 而是以一种双赢平等的模式合作 只是这60年来 再也没有一个陪练 能够达到当年这位武王的高度 陆林现在 在入职前提出这么一个要求 说明 他对自己的未来很有信心 这样也好 以后 陆林成了厉害的武者 那自然是结个善缘 说不准 还能跟那位前辈一样 时常回馈武馆 若是不成 那武馆也没有什么损失 武图高阶 初阶武者 看起来只差了一层 但在华国 至少有九成以上的人 就卡在这里 李江涛同意了这个要求 陆林便拿着合同签字 以他现在的实力 防御达到武者级 但力量和攻击不足的情况 刘氏武馆给陆林 每个月八千元的基本工资 另加25%的陪练提成 其他的福利也样样俱全 别小看25%的陪练提成 要知道 陆林以后面对的都是真正的武者 他们训练一次 可不是几百块这么点 少说都要上万 甚至有一些特殊需求的话 要价会达到十万以上 八千块的工资 真就是个基本工资 大头都在提成上呢 好 陆林 欢迎你加入刘氏武馆的大家庭 你的实力以及武学信息 我都已经提交到总部的武者级资料库 以后有武者找你陪练的话 我们武馆都会提前打电话 去让好双方的训练时间 平时 你也可以在武馆内进行训练 咱们刘氏武馆 是东山市规模最大的武馆之一 有12座分部 和位于市中心的总部 今后你的订单和客户 有可能在其他的地址 这一点也是需要你提前了解的 好 四 小人得志便猖狂 上门寻仇 陆林拿着合同 心情激动地走出李江涛的办公室 现在 他也是有收入的人了 以后在刘氏武馆中的工作 将会是他难得的积累实力的时间 美好的未来 已经在冲着陆林挥手 手中拿着合同 自然会被武馆内地同事看到 小陆 手里拿着什么啊 合同 什么合同 李姐 我已经加入武馆 以后就是正式陪练了 还请多多关照啊 啊 太好了 我早就让你加入武馆 看来你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跟擦肩而过的李姐聊了两句 陆林就返回到自己的更衣室换衣服了 她之前是临时陪练 每天只要陪好刘未然就可以 现在虽然入职成为正式陪练 但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任务安排下来 可她却不知道 就在换衣服的这个档口 李姐已经将陆林正式入职武馆的事 传到每一个工作人员耳中 当陆林从更衣室走出 就看到不少同事在门口守着 见到她出来不断地恭喜着 谢谢 谢谢诸位 陆林笑着道 武馆内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比她年纪大 面对一群大哥大姐 陆林也是笑得脸上的肌肉都酸了 哼 不过是一个最低级的陪练而已 有什么好得意的 就在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陆林寻声望去 看到了说话那人 是她 这人名叫赵勋 三年前跟陆林前后脚加入武馆 不过那时候的赵勋 跟现在的陆林一样 都是武考失败后 又想要继续舞者之路 才进了武馆当陪练 因为同时加入武馆 两人难免被人拿出来一起比较 虽然赵勋年纪比陆林大三岁 但在待人接物上差得太多 走到哪都是摆着一张臭脸 在武馆中最不合群的人 就是她了 没想到 在陆林刚刚加入武馆的时候 她竟然跳出来刷存在感 赵勋 你什么意思 陆林今天刚刚入职你就这么说话 就是啊 你不也是一个高级武徒 在武馆中担任陪练吗 赵勋 这时候你少说两句吧 大家都是同事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有人在旁边劝说着 不过赵勋确实一昂脖子 用鼻孔看着众人 陪练 不好意思 让诸位失望了 我的权力经过锻炼 已经超过1200公斤 很快 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什么 权力超过了1200公斤 周围的同事都惊呆了 1200公斤的权力 代表着普通人体的极限 在如今灵气复苏的时代 普通人的力量 也能有一两百公斤 稍微训练一下 就是初级武徒 甚至中级武徒 高级武徒 可是 想要把权力提升到1200公斤 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如果真有这样的天赋 三年前赵勋 就不可能武考失败 看着因为自己一句话 就陷入沉默的众人 赵勋心中暗自得意 他藐视地看着陆林 所以 小子 你区区一个初级陪练 有什么好嘚瑟的 旁边的武馆其他陪练 脸上都露出不爽的神色 说到底 他们也都是赵勋口中的初级陪练 陆林看了赵勋一眼 见不得他那小人得志 便猖狂的样子 举起手中的合同 冲他晃了晃 不好意思 我拿的是武者级陪练合同 武者级合同 不可能 赵勋站得远 使劲扒开前面阻挡的人群 来到陆林面前 看到合同上的那流逝武馆 武者级陪练合同 几个大字的时候 整个人都惊了 竟然是真的 凭什么 他陆林只不过是一个 天赋平平无奇的高级武徒 凭什么能够得到 武者级的合同 除非 你个骗子 你这根本就不是武者级合同 如果有这样的实力 你武考怎么会失败 骗子 我要让你现出原形 赵勋说着 挥动右拳打向陆林 陆林轻蔑地哼了一声 稍微侧了一下身子 让赵勋的拳头 打在左肩的位置 碰 赵勋后退三步 好在身边有不少人 才让他停住身形 痛 他感觉自己一拳 根本不是打在陆林身上 而是砸中了厚实的合金铁板 现在相信了吗 陆林问道 他心中倒是想要赵勋 多打几拳的 因为赵勋的攻击 竟然也能让金钟赵的进度提升 只是刘氏武馆规定 在武馆内严禁私斗 尤其是陪练 有那经历 不如多接待两个客户 哼 赵勋强忍着手上的剧痛 冷着脸看了陆林一眼 便转身离去 他知道 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也讨不了好 不如先去疗伤 顺便调查一番 赵勋和陆林同时加入武馆 年龄也比陆林大三岁 如今他好不容易将权力提升到 1200公斤级别 不是跟陆林起冲突的时候 等他回头学了气血功法 定要一拳将陆林打爆 赵勋灰溜溜地离开后 围观的众人才恍然大悟 陆林竟然跟武馆 签订了武者级的合同 也就是说 陆林有着武者级别的战斗力 这可是一根金大腿啊 以后陆林稍微照顾一下 他们就能得到 不少优质的陪练订单 要知道 武者的训练 需要尽可能全面 有些陆林不擅长的地方 完全可以给其他陪练一口汤喝喝 想到这里 无论是陪练 还是接待 都以更加热情的态度围住陆林 让陆林直呼招架不住 谁他妈叫陆林 给老子站出来 砰的一声 武馆的大门被人大力推开 要不是大门质量还算不错 恐怕直接就碎了 负责接待客户的前台小姐姐 赶忙走上去 几位 有什么需要 跟你没关系 谁他妈叫陆林 是爷们的 赶紧给老子站出来 一个手臂上 纹着一只虎头的壮硕青年 不耐烦地打乱了小姐姐的问候 还粗鲁地将他扒拉到一边 这虎头纹身青年身边 还有三个跟他一样 气质彪悍 蛮不讲理的青年 陆林不认识这四个人 他也看不下去 一个娇柔的小姐姐 被这么粗鲁对待 当即走出人群朗声道 我就是陆林 几位有何贵干 五 江左马家 殃吉池鱼 你特么就是陆林 小白脸一个 竟然敢把刘小姐的手打成那样 给老子死吧 虎头纹身青年蛮横地说着 一拳直取陆林胸口 恐怖 这虎头青年的力量 比起刚才的赵勋强出太多 陆林也不敢大意 当即举起左臂挡在身前 碰 咦 虎头青年感受着手上传来的力道 忍不住有些疑惑 陆林这小子 不就是一个无考失败的废物吗 竟然能当下他的愤怒一击 与他的疑惑不同 陆林的脸上满是喜色 刚才这虎头青年一拳打来 他的金钟赵进度 竟然猛涨十点 一拳十点 那只要打一百拳 不就能让陆林将金钟赵 提升到第四层了 再来 陆林大喝一声 那虎头青年顿时清醒 看到陆林竟然一副 没事人的样子 心中更是恼怒 小子 你特么的找死 一口谈吐在地上 虎头青年再次栖身而上 陆林对他的动作 似乎早有预料 跟着一步后撤 又全跟对方的拳头撞在一起 虎头青年忍不住一咧嘴 有点疼啊 他都已经舞者急了 怎么打陆林这么一个小子 竟然还会感觉到疼痛 这泣血之力 是白修炼了吗 二十二一千 陆林精中照的进度 再次暴涨十点 面前这虎头青年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舞者急的高手了 不管对方来找陆林是什么目的 陆林觉得自己 都有必要跟他说一声谢谢 简直是好人啊 心中这么想 陆林嘴上说的却是 就这 配上他那一副嫌弃的表情 更让虎头青年愤怒 啊的大叫了一声 体内的气血之力爆发开来 拳头不断地轰向陆林 这么好的机会 陆林可不会轻易放过 这哥们简直是好人啊 砰砰砰 砰砰砰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陆林身上挨了足足十几拳 金中照的修炼进度 也达到了二零二一千 照这个速度 估计用不了多久 他的金中照就能达到第四层了 修炼难度极高的金中照 在一天之内 从第一层修炼到第四层 这个速度 恐怕会惊掉不少舞蹈大佬的下巴吧 怎么回事 你们是什么人 就在陆林提升熟练度 心情畅快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了李江涛的声音 陆林暗道不妙 果然 一阵风吹过 虎头青年直接倒飞而出 一屁股坐在靠近大门的位置 李江涛 嗯 听到那虎头青年 竟然敢直呼自己的姓名 李江涛眼睛瞪大 知道他的名字 还敢这么嚣张 看来这几个舞者 也不是没有来头 哼 李江涛 你护着这陆林 有本事护一辈子 不然 只要他走出舞馆一步 我们搁几个 就能弄死他 陆林 可是我们马涛点名要弄死的 似乎是担心李江涛当场爆发 虎头青年最后带上了马涛两个字 就是想要李江涛投鼠忌器 马涛 李江涛眉头一皱 你们是江左马家的人 没错 虎头青年从地上站起来 满脸骄傲自得 虽然他只是一个出街舞者 可面对李江涛的时候 却一点不出 怎么 这陆林你还护着他吗 马家 李江涛沉吟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陆林 这马家可不是一个小家族 即便在高手如云的江左世 那也是称得上名号的存在 陆林怎么会惹上他们的 陆林乃是我流失舞馆的正式陪练 你们就是马家 也不能在我舞馆中横行 你的意思是 只要陆林出了你们舞馆就行了呗 虎头纹身青年满不在乎 直接说出了李江涛话里的前台词 他不在乎 但李江涛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他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这么不识抬举 只是让他去跟马家较近 他也没有这个胆量 行 那我就代表我们二少爷 给你一个面子 只要陆林不出这个门就没事 搁几个 咱们撤了 旁边有家奶茶店 正好打发时间 虎头青年来得嚣张 走得干脆 临出门的时候 还冲陆林比划了一个割喉咙的动作 斜斜一笑才离开 散了吧 都散了 李江涛将众人驱散 来到陆林身边 上下打量一番 看到陆林一点皮外伤都没有受到 心中也是暗暗惊奇 不过 即便陆林防御力强大 能够抗住这几个初级武者的攻击 但江左马家 即便是高阶武师级都有 陆林能扛得住一时 还能扛得住一事不成 这个事 别说是他李江涛了 就是刘氏武馆的管主刘 青龙也抗不下来 陆林 你怎么得罪他们马家的二少爷了 竟然一次派出四个武者级来对付你 不知道 不过他们刚才说了刘小姐的手 等等 李管主 这些人该不会是因为刘伟然来的吧 他的手受伤 陆林说着突然停下 李江涛则是点头 你猜的没错 马家的二少爷确实是在追求大小姐 只不过大小姐并不喜欢他 但是马家势力强大 综合力量比我们武馆要强很多 即便是管主也只能放任 只要他们不去威逼大小姐 管主也不好说什么 原来如此 陆林算是明白了 这根本就是马家那位二少爷 在展示力量而已 看起来是针对他 实际上却是在给刘 青龙施压 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殃及的驰鱼而已 若不是他现在确实需要武馆给的工资 和气血修炼之法 陆林绝对立马跟武馆撇清关系 刚才李江涛的话里 都明确地表明了 不会为了他得罪马家 陆林跟武馆本身就是雇佣关系 对方总不能要求 他为了这几千块钱 舍出去自己的性命吧 看到陆林沉思 李江涛也有些不好意思 他刚刚才跟陆林签订了 武者级的陪练合同 反手就把陆林给扔了 这事做得推不低头 陆林 等会你先从后门离开吧 这是我的车钥匙 你先开我的车回去 李江涛递给陆林一把车钥匙 可陆林却没有接受 李管主 多谢你的好意 不过 对于他们这几个臭鱼烂虾 我倒是不怕 马家二少爷而已 且让他出招救世 六 金钟罩第四层 妖和妙用 你 李江涛还想再劝 陆林却根本不理会他 禁止走向大门的位置 陆林做出这样的决定 可并不是头脑一热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达到五者级的攻击 一拳就能让他提升 十点金钟罩的熟练度 只要给他一点时间 他就能把金钟罩提升到四级 五级 甚至更高 到时候 也许他打不动五十级的强者 但对方也无法奈何他 现在还只是利用系统 简化了一门金钟罩而已 如果能弄到足够的简化点数 把风牛大力拳也简化一下 他的力量 肯定会以极短时间 突破1200公斤 等他学了气血修炼之法 到时候 是马家找他麻烦 还是他上门反杀 可就说不准了 堂堂正正地走出大门 武馆内的人 都不禁为陆灵捏了一把冷汗 陆灵却魂不在意 四个在奶茶店守候的五者 看到陆灵 竟然这么快就出来了 都有一丝亚议 随即心中生起无穷怒火 他们来此的目的 就是为了通过找陆灵的麻烦 来压迫刘 青龙 让他答应 把刘伟然送给马家联姻 可陆灵这么一个小卒子 若是从后门 悄悄地离开就罢了 现在竟然就这么 堂而皇之地走出来 真当他们四个是 尼捏的不成 虎头青年推门走出来 小子 你想死 呵呵 陆灵嘴角抽了一下 颇为随意地说道 凭你 凭你吗 说实话 你们马家是不是不行了 连你们这些出来干活的 都不给吃一顿饱饭 刚才那几拳打在我身上 连按摩都算不上 卧槽 小子你特么找死 弄死这个傻 别 陆灵这话一出口 那几个青年 再也忍不住了 不用虎头青年吩咐 四人一起围伤陆灵 爆出气血之力攻来 陆灵依然不惧 不断地辗转藤魔 接受着四人的打击 气血之力确实玄妙 若只是一个人的话 陆灵还可以轻松承受 可两个人 甚至三个人同时攻击的话 即便是陆灵 也有些吃不消 可看眼前半透明的光幕 金钟罩的熟练度 不断地向上跳动着 陆灵决定 还是多抗一回 3521000 5821000 武者的速度 比陆灵要快很多 四人虽然只是出击武者 但速度也不是陆灵可以比拟的 才几分钟 陆灵金钟罩的熟练度 就飙到了500多 接近600 东山市只是江左市的卫星城市 城内负责治安的力量很弱小 陆灵当街与四位武者缠斗 早有人拨打电话 可是城卫队却迟迟没有踪影 在武馆内观战的李江涛 看到陆灵在四个武者的围攻下 坚持了这么久 心中是既开心又无奈 如果没有马家 找事的话 陆灵就凭一身金钟罩的功夫 在刘氏武馆 也能作为一个骨干培养 只是马家的报复 不会这么简单 在他们眼中 陆灵就是一只蝼蚁 一次暗不死 那就两次 想要解决一个连武者 都不是的陆灵 简直不要太轻松 9621000 9821000 在四人的围攻下 金钟罩的熟练度 很快就达到极限 系统的提示声 也及时响起 检测到主人满足药育条件 金钟罩晋级第四层 提示 晋级第五层 需要射箱撞鼓 高药贴两副 晋级了 这一次 虽然没有获得特效 但在陆灵的感知中 这四个初级武者的攻击 已经无法给他带来 太大的帮助了 3-1000000 4-1000000 想要晋级金钟罩第五层 足足需要一万点熟练度 同时由于防御力的提升 只是初级武者的攻击 无法让陆灵再次快速提升 唉 你们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陆灵摇摇头 一脸遗憾地说道 看来 今天想要晋级金钟罩 第五层是没有希望了 听到陆灵这么装逼的话 虎头青年四人 顿时怒不可遏 经过这么久的战斗 虽然陆灵没有反击 但不断地辗转腾挪 也消耗了他们不少的体力和气血 现在 这四人的气血之力 都有些不足 可陆灵这么一讲 四人都是鼓足最后的气血 想要将陆灵打倒 不过他们的努力 最终都化为陆灵的熟练度 57-1000000 连续挨了几十拳 这四个武者 彻底没有力气了 只能互相搀扶着站在那里 从他们那微微颤抖的手臂上 陆灵能够看出 这几个家伙 真的是被他榨干了 一滴也不剩了 既然如此 就离开吧 不是陆灵不想反击 他现在只简化了一门金钟罩 简化点就清零了 他的攻击 根本没法办对武者造成任何伤害 与其在这浪费时间 不如回去想想 怎么获得更多的简化点 打完了 回去给你们马绍 带个话 我陆灵无意参与 你们跟刘家的争斗 以后再来惹我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听到这话 四个武者都是气不打一处来 有心给陆灵一个教训 可此时 他们胳膊都酸疼地抬不起来 只能任凭陆灵离开 只是没想到 陆灵刚走了两步 突然转头回来 在四人的口袋里拍拍 掏出十几颗颜色不一的腰盒 这个当作 你们对我的赔偿 你们没有意见吧 四人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对着陆灵怒目而逝 只能无奈看他离去 这些只是最便宜最廉价的一级妖盒而已 根本不值几个钱 如果不是陆灵找出来 他们自己都完全不记得 还有这东西 在蓝星野外 妖兽也是分等级的 一到十二级 对应武者武师 武王武神四个等级中的十二个小阶段 一级妖兽相当于初阶武者 妖兽的体内都会诞生妖盒 是妖兽一身力量的源泉 可一级妖盒数量太多 根本没有半点用处 也没有任何商家会收购 纯粹就是不值钱的小玩意 陆灵拿走就拿走 对四位武者 根本没有半点影响 发现可吸收能量 是否吸收 就在这十几颗妖盒 刚入陆灵手中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响起 吸收 陆灵只觉得一股清凉的能量 进入他体内 消失在他额头的位置 陆灵赶忙打开面板查看 主人 陆灵 等级 高级武图 功法 金钟照 以简化 第四层 风牛大力拳 点数不足 第二层 点数 十六 果然 简化点数 就是需要吸收妖盒中的能量 陆灵没想到 自己的无心之举 竟然找对了方向 一枚一级妖盒 能转化为一点简化点 只要有两百枚一级妖盒 陆灵就能将风牛大力拳 也简化成功 到时候 就可以跟金钟照一样 快速提升了 七 家 工地上捡到的妖盒 少爷 我们失败了 那个叫陆灵的小子 着实些门 明明不是武者 却能防御 我们四个的攻击 我们 刘氏武馆门口 等陆灵走后 四个武者缓了半天 才好了一些 第一时间将情况 汇报给马天虎 陆灵 难道又是一个 武考中漏掉的天才吗 你们几个先回来吧 听到马天虎这么说 四个武者挂断电话后 才结伴离开 不过看他们的背影 一个个都仿佛 骨头散架了一般 好像刚才不是 他们围攻陆灵 而是被人殴打了一顿似的 风雅小区 这是陆灵生活了十八年的地方 他们家住在五栋二十一层 风雅小区是东山市城南诸多平民小区中的一个 小区内有八十多栋楼 居住地都是在东山市位于底层的人士 陆灵的父亲陆平是一位建筑工人 他的母亲陈小燕在一家中老年服装店做导购 还有一个弟弟陆琪正在上高中 推开门 陆灵看到老妈正在厨房准备午饭 意外的 老爸陆平竟然也在家 爸 妈 我回来了 嗯 父母答应一声 还不等说话 就看到一个身影 从卧室内飞升而出 直扑陆灵 老哥 我可想死你了 今天午考怎么样 来人比陆灵还高一个头 身材健硕 看着就像一头大熊 我靠 你轻点 陆灵一把将这家伙推开 陆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站在一旁傻笑着 这就是陆灵的弟弟陆琪 明明家里吃食算不上好 但这家伙 却跟陆灵的体型相差巨大 上中学三年时间 身材就从之前的小段 都芽菜吹气球一般地 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午考没过 你老哥我的力量 只有1000公斤不到 怎么可能通过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陆灵吐槽一句 余光瞟到父母也在这个时候 向他望过来 他冲着两人一笑 爸妈 放心吧 我没事 这是早就预料到的 而且 陆灵说着 从包里 拿出跟刘氏武馆签订的陪练合同 在手中晃了晃 老爸老妈 虽然我午考没有通过 但因为我金钟照修炼得不错 已经成为武馆的签约陪练 以后每个月8000块月薪 还有提成 到时候 月入十万不是梦 吐痴 本来听到陆灵成为武馆签约陪练的时候 父母俩都有些激动 可陆灵一说 月入十万不是梦 两人都忍不住了 儿子 你这也太乐观吧 陆萍哭笑不得 他下意识地用手 捏捏自己的胡子 看起来别有一番成熟大叔的味道 老爸老妈研制基因报表 老爸虽然一身伤病 但言行举止看起来 就好像一位成功人士 老妈则是体态优雅 说话细声细语 陆灵能长得这么帅 跟老爸老妈的遗传脱不了关系 那必须 等下个月发工资 你就知道了 陆灵在家人面前臭屁一句 老妈冲他挥挥手 行了 你进去看他老二的功课 刚才还跟我说 有一道题不会呢 再等二十分钟 就可以开饭了 一旁的陆琦 得到老妈的允许 也不等陆灵说话 就拉着他走进房间 陆灵家里是两室一厅的布局 父母一间 他和陆琦一间 还有一个小小的客厅 虽然房子不大 但也够一家人的使用需求 老哥 你合同给我看看 刚进房间 陆琦就抢过陆灵手上的合同 看了起来 老哥 这不可能吧 你竟然签的是五者级合同 陆琦抬头不可思议地问道 陆灵的修炼情况 在家中不是什么秘密 陆萍和陈小燕 今天专门请家在家 就是担心陆灵无考成绩不好 心情沮丧 也就是 他们没仔细看这合同的内容 不然肯定跟陆琦一样惊讶 有什么不可能的 小齐 以后有啥需要的 跟老哥说 陆灵拍着陆琦的肩膀说道 谁知陆琦顿时眼前一亮 老哥 我还真有个想买的东西 陆灵没想到 陆琦这是打折随棍上 刚说了 给他买东西 立马就有目标了 老哥 我们班的小胖子孙子豪 他前几天拿了一个虚拟终端 在我们面前显办 停 停 停 陆灵连忙给他打住 虚拟终端 可是蓝星民用领域最顶级的智能设备了 这东西 一个动辄要上百万 陆灵就是有钱也经不住这么糟啊 行了 老妈喊吃饭了 我先出去 陆灵不给陆琦说话的机会 直接走到客厅 只留下陆琦一个人 哑口无言 席间 陆灵以最快速度干了三碗饭 还觉得不是很饱 不过他却不能再吃了 老爸老妈 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嘿嘿 我吃饱了 老爸 我问你个事 你之前不是说在工地上 可以捡到一级妖河吗 你这边还有多的吗 酝酿了许久 陆灵才终于说出自己的目的 东山市在建城之前 经历过无数次大型战斗 甚至连战神级别的强者都出现参与过 战后有价值的物资 自然第一时间被采集带走 但有无数低级别的武器妖河战甲 就留在了地下 老爸所在的工程公司 在东山市内有十几块工地 老爸之前就时不时能捡到 一级二级的妖河 带回家给陆灵和陆七两兄弟玩耍 一级妖河不多 不过 我倒是十几克二级妖河 陆平一脸淡定地说道 陆灵本来都要失望了 没想到老爸搁着等着他呢 老爸 快拿给我 我有用 还有以后 能不能多帮我找一些妖河 什么等级的都行 我不嫌弃 去去去 你不嫌弃我嫌弃 工地上能捡到什么高级别的妖河 干了快二十年了 我才遇到过一次三级妖河 陆平笑骂一声 放下碗筷 就走到房间给陆灵拿了一个小玻璃瓶出来 里面装着漫漫的妖河 大部分都是一级 但陆灵看到在最上面 竟然真的有十二颗略大一些的二级妖河 谢谢老爸 我回房间了 陆灵冲进卧室 直接反锁房门 他老弟陆七太烦了 陆灵可不想吸收妖河的时候 陆七闯进来 问这问那的跟个好奇宝宝一样 八 简化风牛大力拳 力量增加500公斤 发现可吸收能量 是否吸收 打开玻璃瓶的盖子 系统提示第一时间跳出来 不过陆灵却没有立刻吸收 而是从瓶子里 拿出一颗二级妖河 让系统吸收 瞬间 陆灵的简化点数增加了八点 嗯 陆灵眉头一皱 这个结果似乎跟他想的不一样 在他的预想中 一级妖河提供一点简化点 那么二级妖河提供五点或者十点 都是可以理解 可现在出现一个八点 让他有点摸不到头脑 那就再试一次 吸收 这一次 简化点数增加的更是只有六点 第三颗妖河增加九点 第四颗增加八点 第五颗增加九点 第六到第十颗 都是增加七点 第十一颗增加六点 第十二颗增加十点 统计了一下 陆灵一共增加98点简化点 现在一共有114点 在经过这一波测试后 陆灵也发现一个规律 妖河外表越是有光泽 那么能够提供的简化点就越多 那一颗提供了十点地 外表光滑 如同经过专门的打磨一般 不过陆灵知道 没有人有那个闲心去打磨妖河 应该是在地下埋藏的时间不同 妖河内的能量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损耗 一颗二级妖河 理论上可以提供十点简化点 但那些能量不足的 就只能提供六至九点了 二级妖河如此 那么在一级妖河上 这个情况肯定更加明显 点数 114 4 点数 114 9 这些在地下埋藏了不知道 多久的一级妖河 每一颗只能提供零点几的简化点 陆灵没有耐心一个个测试 干脆把一整瓶 差不多200颗妖河 一次性吸收 点数 205 7 看着点数终于突破到200 陆灵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不少 他就担心点数不够简化 风牛大力全 到时候 还要跟老爸要那一颗三级妖河 要知道 老爸工作20多年 就捡到一次三级妖河 那妖河被他视为幸运时 平时都会贴身带着 如非必要 陆灵也不想夺人所爱 主人 陆灵 等级 高级武图 功法 金中诏 以简化 第四层 57 1000 风牛大力全 可简化 第二层 点数 205 7 看到风牛大力全后面 再次亮起的可简化三个字 陆灵没有犹豫 直接简化 风牛大力全简化完毕 请主人查收 跟简化金中诏后的流程一样 陆灵的脑海中 很快接收到简化后的风牛大力全修炼方法 只是 这修炼的方法也奇葩了吧 风牛大力全共有36个动作 陆灵要做的就是在修炼拳法的时候 每打一个动作就发出一声牛儿的叫声 36个动作 就代表陆灵打一次风牛大力全需要叫36次 这 这也太羞耻了 不过简化系统的帮助 对陆灵来说太大了 现在正好关着房门 不如 试着练习一下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不可抑制 陆灵检查了一下门锁 确定反锁了 将房间里的桌椅推到一边 也不管陆七的书本掉地上 直接开始了演练拳法 第一是 风牛吐息 猫 一拳打出 陆灵用尽可能低的声音 学了牛叫 1% 果然有效果 那就继续 第二拳 风牛摆头 猫 2100 随着陆灵的演练 风牛大力全的熟练度不断地提升 一套拳法有36个动作 也就是说 陆灵只需要演练三遍 就可以将这一门拳法提升到三层 到时候 陆灵就会拥有1500公斤的权力 没错 风牛大力全 就是传说中 可以不修炼气血 也能够植入舞者境界的拳法 每修炼一层 会为舞者增加至少500公斤的力量 第一到第三层 每一层增加500公斤 陆灵现在修炼了两层 拳力就是在1000公斤左右 那些能够顺利通过舞考的 都是至少把风牛大力全 修炼到三层中期的天才 从第四层开始一直到第六层 每一层会为舞者增加1000公斤的力量 第七层到第九层 每修炼成功一层 增加的力量不同 第七层 5000公斤 第八层 20000公斤 第九层 50000公斤 如果有人能修炼到第九层 那么从风牛大力全这一门舞学上 就可以获得79500公斤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水平 已经接近高阶武师的水平了 因此 风牛大力全哪怕是进入舞者后 都有不少人仍旧在修炼 很快 第一遍修炼完成 陆林看着 三六一百叠进度条满意的点头 继续 今天金钟照提升了三层 风牛大力全也不能落后 要努力压 在卧室内 陆林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修炼 很快 三遍全法修炼完毕 陆林身上出了一层薄薄的汗水 攻法 风牛大力全 以简化 第三层 八一千 风牛大力全顺利晋级第三层 陆林全力增加500公斤 他用力一握拳 感受着那远超之前的力量 内心激动无比 如果能够早一天得到简化系统 他就可以顺利通过五考测试 进入大学 学习气血功法 成为天之骄子 现在虽然晚了一些 但陆林并不在意 以后虽然无法进入高等武道大学修炼 但有了系统 他的舞者梦将会很快实现 只是 卧室内的情况 有点不容乐观 陆林看了一下 简单地收拾了一番 打开门 准备出去洗漱一番 在房间内修炼风牛大力全 感觉还是差点意思 施展不开 趁着还有时间 陆林准备去小区的健身广场 再修炼一番 再修炼三十遍 他就能把风牛大力全 修炼到第四层 拥有2500公斤的力量 明天就可以去武馆找李江涛 领取一份气血修炼功法 舞者 是陆林一直以来的梦想 哎呀 老哥 你怎么出来了 刚刚打开房门 一个黑影就向陆林倒来 陆琪这个弟弟 竟然在他修炼风牛大力全的时候 在门口偷听 没事 下次不要在我门口偷听了 陆林说一句 快步走进洗手间冲洗了一番 跟老爸老妈打了个招呼 陆林便快速离开 风雅小区健身广场 已经有不少年龄不同 体型各异的人在这里修炼 大多数都是修炼风牛大力全 也有一些女士在修炼灵蛇拳法 看到那些女士修炼 陆林若有所思 风牛大力全 以提升武徒的力量为目的 但柔韧性以及灵巧方面有些不足 如果她的简化点足够的话 简化一下灵蛇拳法倒不是不可以 不过看了一下 自己只有五 七的简化点 陆林选择 埋头修炼风牛大力全 风牛吐息 猫 风牛摆头 猫 健身广场上出现奇怪的一幕 其他人都是一朝一世 有板有眼的演练拳法 口中发出哼哈的声音 只有陆林 如同一头老黄牛一般 不断地摸摸摸地叫着 九 风牛大力全第四层 力量在增加 不少人看到陆林的修炼 嘖嘖称奇 在小区这么多年 见过的各式各样的武徒也不少了 但一边打拳 嘴里还不停学牛叫地 真是大姑娘上叫头一回 不过也没有人过来打扰陆林 大家都是个修炼个的 最多回家说说 今天看到第七人骑士 下午三点 外面的光线还很充足 但陆林却已经无法修炼下去 中午明明吃了三大碗饭 可这回陆林却感觉自己好几天没有吃过饭了一般 饿得前胸贴后背 腹中不断传来咕咕咕的叫声 提示着陆林要吃饭了 功法 风牛大力全 以简化 第三层 八百一千 两个小时的时间 陆林打了22趟风牛大力全 第三层的进度也达到了八百点 算是还差最后两百点就能晋级到第四层 但现在 他只能选择回家吃饭 希望老妈中午做的饭 还有多吧 陆林嘀咕一声 用手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 快步上楼回家 老妈 还有吃的吗 我都要饿死了 陆林一回家就大声叫道 啊 这么快就饿了 老妈从沙发上站起 一脸无语 中午陆林就吃得比平时多一倍 把他和陆平都给吓住了 没想到这才几个小时 陆林竟然又饿了 他几步来到厨房 有些发愁 五徒修炼需要进食大量的碳水和蛋白质 这一点在他上学的时候 就已经学习了解过 只是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就在这里 平时的生活饿不着 但也吃不上大鱼大肉 陆林现在要吃东西 可家里的米面正好吃完还没有来得及买 这可怎么办 老妈 怎么了 陆林看到老妈站在厨房半天不说话 走过去问道 家里断粮了 陈小燕跟陆林说一句 转头冲在卧室里 休息的陆平喊道 老陆 下去买一袋 算了买两袋大米吧 再割半斤肉 买猪厚腿别忘了 啊 哦 好的好的 陆平答应一声 迷迷糊糊地从床上起来 穿着拖鞋就准备出门 老爸 等一下 还是我去吧 陆林赶忙说道 他现在已经中学毕业上班了 也是时候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不能再跟之前一样 安心地做个米虫了 哦 行 那就你去 我给你拿钱 陆平说着 从口袋给陆林掏钱 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 买米买五仓大米 十公斤的 只要一百四十 两袋是二百八十 铁键豪猪的后腿肉 一百九十八一斤 半斤一百 算了 给你四百吧 陆平掏出来一张一百面值的 四张五十面值的 剩下的 就只有十块五块的小额钞票 结果 给陆林点了一下金额 竟然只有三百七十八元 老婆 你那有钱吗 有 你等我给你拿 陈小燕答应一声 从小包包里 掏出一张五十的 交到陆林手上 行了儿子 赶紧去吧 快去快回 嗯 陆林答应一声 转身就推门离开 不知道为什么 他看到老爸老妈如此节约 却还要给他买肉吃 心里有些发酸 挣钱 这不如当舞者的理想高大 但却无比现实 如果他有钱的话 就可以让家人的生活过得好一些 随着陆林不断修炼 对腰和 对食物的要求 只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大 只靠老爸老妈微博的工资 肯定不够 而陆林的工资 至少还要等一个月才能发下来 如何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多赚点钱 让自己和家人经济宽裕一点 就是陆林急迫的需求 一个小时后 陈小燕做好晚饭 虽然他已经特意多煮了米饭 但还是被陆林的食量给吓到了 陆林一个人就吃了一锅半的饭 蔬菜和肉食 要不是陆林克制着 恐怕那半斤后腿肉 多不够他一个人吃的 能吃好 多吃点 老爸当年跟你差不大的时候 比你还能吃呢 嗯 陆林根本没时间说话 不停地干饭 后来陈小燕担心陆林吃不饱 又用肉贩子送的两根铜骨 给陆林炖了一锅肉汤 结果也被陆林伴着饭 一口气给干到了 夫妻两人对视一眼 都为陆林这恐怖的食量震惊不已 之前陆林能吃 但也没有这么能吃啊 吃过饭后 陆林又继续跑到楼下健身广场修炼去了 这一次 他没敢太过用力 只是修炼了六遍 让风牛大力拳突破到第四层就停下来了 他怕自己一股劲地修炼 到时候消耗过大 还得吃一顿 到时候 说不定就真的 把家里给吃穷了 主人 陆林 等级 高级武图 功法 金钟罩 以简化 第四层 57-1000-00 风牛大力拳 以简化 第四层 16-1000-00 点数 5-7 达到第四层的风牛大力拳 并没有跟金钟罩一样 出现什么功法特效 但陆林的权力再次提升1000公斤 现在陆林预测 自己的权力应该有2500公斤不到的样子 等明天去武馆顺便测试一下 就知道具体的数值了 还差最后500公斤 就可以达到武者的水平 只要陆林愿意 他随时可以去东山市的武者协会 完成测试和注册 要知道 成为武者后 每个月可是有着5000元的补贴 虽然不多 但也足够陆林缓解一下现在的燃眉之急了 今天签订合同的时候 李江涛当时跟陆林提起了一个是 凡是武馆的正式员工 都可以享受免费的一日三餐 当时陆林没有现在这么大的食量 还觉得不以为然 现在想起 陆林自然明白了李江涛的意思 那就一切放到明天吧 测试权力 修炼风牛大力权 干饭 如果明天能够达到风牛大力权第五层的话 那陆林就先去武者协会完成注册 至于学习气血功法的事 也要尽快提上日程了 陆林心中有了安排 准备返回家中 就在这时候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嗯 陌生号码 陆林下意识地就挂断了 别看这里是灵气复苏的蓝星 但以各种明目打电话诈骗的人 还是存在不守 陆林虽然没钱 但他们会想办法让你借怠 这种事还是不要沾染为妙 可是当陆林刚把手机揣到口袋 手机再次响了 陆林二话不说 再次挂断 可对面打电话的人 好像就不知疲倦一样 跟陆林叫上镜了 陆林挂断 对方拨打 陆林挂了十几次 也被对方打动了 按下接通键 喂 陆林 你为什么一直挂我电话 十 刘卫然 陆林很硬的 电话刚一接通 对面就传来一个女子的怒吼 陆林忍不住一乐 这是新的诈骗手段吗 还想伪装受害者的女朋友 可陆林单身狗一只 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哦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你又是我的谁 不好意思 你该不会是我女朋友吧 呵呵 麻烦下次打诈骗电话的时候 多了解一些信息 我没有女朋友 啪 陆林一口气说完 直接挂断了电话 在他看来 对骗子没什么好犹豫的 就要态度强硬一些 这下 那个女骗子 应该不会再打电话过来了吧 没想到 手里的电话再次响起 还是刚才那个号码 你有完没完啊 死骗子 陆林 我是刘伟然 电话那头 传来刘伟然暴怒的声音 他简直要被陆林给气死了 上午对练 把他的手打受伤了 然后就跟没事人一样 不管不顾 结果他电话给陆林 先是连续被挂断十几次 好不容易接起来 还说他是骗子 真是岂有此理 啥 刘伟然 陆林听着话筒中 这有些熟悉的声音 好像貌似 也许真的是刘伟然也不一定 你该不会骗我的吧 骗你妹啊 我至于骗你嘛 真是气死我了 陆林 你把我的手打伤了 竟然也不说关心我一下吗 还要我打电话给你 还被你认为是骗子 一听这话 陆林便知道 对面不太可能是骗子了 嗯 那个 真是刘伟然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才我手机里的反诈APP提示 你这是诈骗电话 对了 你这么晚找我是有事吗 我刚刚正好想要给你打电话呢 你的手怎么样了 刘伟然被陆林这一通话 说得哑口无言 和着刚才连续挂断 他电话的事 就过去了是吧 他强行压制住心中的怒火 正是要紧 我的手没事 暂时死不了 我听说你跟武馆签署了合同 以后就是正式陪练了是吗 对对对 以后就给大小姐你打工了 还请多多关照 哦 听到陆林这么会说话 刘伟然的情绪平复了一些 嘴角一挑 关照 当然没问题了 陆林 你既然选择成为正式陪练 那么肯定也不想因为一些小事 被武馆辞退吧 这话听着 好像有点熟悉 陆林笑了一下 大小姐 有事您吩咐 只要我能做到 刀伤火海亦不容辞 好 有你这句话就行 我现在在外面吃烤肉 你过来陪我一起 啊 陆林愣住 他这个武馆的陪练 还有这样的工作内容吗 啊什么呀 我给你发定位 你速度点打车过来 就这么说 刘伟然生怕陆林反悔 说完话就直接挂断电话 很快 陆林通过了 刘伟然的好友验证后 对方就发来一个定位 以及200元的红包 红包的名目 写的是打车费 陆林无语 但还是接了红包 打车前往 东城老王烧烤 这里类似陆林前 是常去的大排档 喷香的烧烤 冰爽的啤酒 大声说话的舞者 女人放肆的笑声 烟雾缭绕 一片热闹繁华的人间景象 陆林下车支付了车费 正好200元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刚刚下车 陆林就看到刘伟然冲她招手 在她身边 还有一位打扮得很成熟的男人 深蓝色的手工高定西装 梳得一丝不苟 苍蝇上去都打滑的发型 戴着一副金边眼镜 看起来风度翩翩 但跟整个烧烤炭的氛围格格不入 陆林心中咯噔一下 她就知道 刘伟然大晚上喊她 肯定没有好事 不过既然来了 以后还要在刘大小姐家的武馆工作 硬着头皮上吧 刘 陆林给GI 你怎么才来啊 陆林刚要说话 刘伟然就走过来 一手挽着她的胳膊 哑声哑气地说道 关键事是她一边说话 身子还扭来扭去的 让陆林感受到 那一抹属于少女的柔软 嗨嗨 陆林没有说话 那位打扮精致的年轻人 却站了起来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却仍旧笑着问道 伟然妹妹 这位是 天虎哥 这是我男朋友陆林 他现在就在我们家武馆工作 刘伟然轻声说道 转过头又看向陆林 脸上的表情立马一变 陆林给GI 这位是马天虎 你可以跟我一样 叫他天虎哥 天虎哥的父亲 以前跟我老爸是一个开荒小队的兄弟 天虎哥也是我的大哥 以前很照顾我的 刘伟然不说话还好 这话一出口 马天虎的脸色 再也维持不住刚才的和煦了 陆林 马天虎冷笑一声 今天中午的时候 他手下四个舞者去对付陆林 结果却无功而返 现在被刘伟然这剑货叫过来挡枪 看来也是有几把刷子的 不过 一个小小的普通人 还敢跟他抢女人 真是找死 你现在是什么实力 有多少资产 你以后能给魏然幸福的生活吗 天虎哥放心 根本不给陆林说话的机会 刘伟然赶忙答道 天虎哥 陆林现在虽然还不是舞者 但他真的很硬哦 今天他已经签署了舞者级的陪练合同 以后陆林他一定会好好经营我们的感情和生活的 陆林就会继承刘氏舞管 到时候也算是事业有成了 噗 远处的黑暗中 听到刘伟然这么说话的某位中年男子 差点忍不住一口老血喷出来 闺女啊 你老爹现在春秋鼎盛 正是舞者最巅峰的时候 你就连你爹百年之后的事都安排好了 真是大笑女啊 哦 看来魏然妹妹以后也是有了依靠 不需要我这个天虎哥了 也好 希望以后你们能够快乐 幸福 马天虎面沉似水 心中已经给陆林判了死刑 原本陆林只是他压迫刘家的 一个小棋子而已 没想到防御力强大 现在又被刘伟然拿来当挡箭牌 此人有取死之道 马天虎说完便转身离去 收拾陆林的手段有的是 犯不着在这里 且让他多潇洒一段时间吧 天虎哥慢走 我和陆林就不送你了 马天虎脚步一顿 随即加快了速度 天虎哥慢走 多谢你这么多年对伟然的照顾 以后就放心地交给我吧 陆林不甘心 就这样被人当挡箭牌 一把搂住刘伟然的肩膀 马天虎回过头 眼镜上反射出圣人的光芒 他重重地看了陆林一眼 随即坐上一辆黑色的汽车 快速消失在两人的视野中 十一 杀鸡 四街腰河 车上 马天虎面沉似水 给他开车的司机 是一位脸上有着 争獰疤痕的中年男子 看出马天虎心情不好 他开口问道 少爷 可需要属下 将那个姓陆地小子料理掉吗 马天虎微微抬头 重重地看了一眼司机 八脸 你可知道 我为何在这个时候 让姓陆的小子 整成这样吗 八脸看了一眼前方地路 不知道马天虎为何这么询问 少爷 属下不知 不知道就好 你也不需要知道 马天虎轻笑一声 等会送我回去后 便找机会将那小子给处理掉 注意点 别被武安局抓到把柄 是 少爷 八脸答应一声 欲言又止 马天虎让他说话 他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属下可否带上那四个小子 马天虎看着他 突然嘴角一咧 露出惨白的牙齿 哼 八脸 你对这几个徒弟 还真是挺伤心的 去吧 办好这事后 去江左市外的草药种植基地 待个半年 本少不会忘记你们 今日的付出的 多谢少爷 黑色的车辆消失在街道上 刘卫然抖动了一下肩膀 陆林却是下意识地抓紧了他 刘卫然心中恼怒 陆林 你还要搂到什么时候 陆林这才恍然大悟 不好意思大小剑 我差点忘了这事 刘卫然看陆林满脸歉意 以为他是真的因为太入希望了 心中便也原谅了他 只是嘴上却声音的道 没事 你回去吧 打车费 我等会发你红包 不是吧大小剑 陆林张大嘴巴 指着桌子上放了满满当当的烧烤 大小剑 刚才您打电话说 要请我吃烤肉 我这大半夜的 饿得肚子就过来了 您不会舍不得这一顿烤肉吧 吃吃吃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刘卫然埋怨一句 气鼓鼓地坐下 马天虎虽然走了 但他心里一直堵着一口气 现在陆林又这么不识趣 他能有好脾气才怪呢 陆林倒是一点不客气坐下来 拿起烤肉就往嘴里塞 吃一会 还要了一瓶啤酒一饮而尽 吃得满嘴流油 他是真的饿坏了 用一天的时间 将金钟罩和风牛大力拳 都修炼到第四层 实力虽然提升了不少 但毕竟消耗了不少元气 自然要在这个时候补回来 刘卫然看陆林吃个不停 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的 心中更是堵得慌 他心里知道马天虎的意思 就是想要通过他 让刘 青龙 不得不捏着鼻子 认下跟马家的合作 只是 这马天虎的恶名在外 武道高中毕业后 就接手家里的部分生意 在这几年事件中 不仅是江左氏 就连东山市这边 流出对他不利的言论 说他七行罢市 说他人面兽心 反正说 啥的都有 正所谓空学不来风 马天虎风平如此 即便外表再怎么好看净职 刘伟然也不会同意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今天晚上 他刚从医院出来 没有让老爹刘 青龙来接他 一个人散步来到了这烧烤摊 感觉肚子饿了 就准备吃点东西 没想到 刚坐下还没有十分钟 马天虎就不知道 从哪得来了 消息不请自来 偏偏还要做出一副 偶遇的样子 着实令人作偶 不得已之下 刘伟然找了个机会 给陆林打电话 让他过来救场 可是 请神容易送神难 陆林这 显然是赖上他了 大小姐 你也吃啊 陆林吃了个八分饱后 似乎才看到 刘伟然在旁边一动没动 给他递上来两根肉串 可现在刘伟然 哪有心情在这吃东西啊 我不吃 我不饿 算了 陆林你就一个人在这吃吧 马天虎刚才已经买过单了 刘伟然站起来就要离开 等等 陆林抽出一张纸巾 擦了擦嘴 喊住了刘伟然 怎么 你还有什么事吗 该不会这么多东西 还不够你吃吧 不是这个 陆林摆摆手 示意刘伟然坐下 大小姐 现在也该谈谈咱俩的事了吧 咱俩的事 刘伟然脸色一红 不知道是羞还是怒 在瞪了陆林一眼后 她还是一眼坐了下来 对 今晚大小姐请我过来挡枪 这是信任我陆林 在下心中感激不尽 陆林毫无诚意地拱了拱手 不过 这位马达少想来身份不一般 这一次 为了配合大小姐演戏 我可是将她给得罪狠了 大小姐该不会以为 一顿烧烤就能打发了我吧 说不准这个时候 马达少已经暗自酝酿 准备请人暗杀我了呢 不可能 刘伟然陡然从椅子上站起 似乎意识到 自己的声音有些大了 她坐下后小声地说道 陆林 马天虎这人 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们家族也是正经的生意人 应该不会因为一言不合 就做出暗杀你的事吧 再说了 武安局是负责掌管 国内所有武者范式的机构 他们也不允许 国内武者之间自相残杀的 呵呵 大小姐 您想得有些天真了 陆林虽然也觉得 马天虎不会真的暗杀她 可现在正在跟刘伟然谈条件 当然是说得越严重越好了 那马天虎身为江左是马家的二少爷 平时从来没有人敢于违逆她 现在我为了帮你惹恼了她 以马少爷的能量 随便派出一个小喽啰 就能置我于死地了 哦对了 差点忘记跟你说 今天在武馆的时候 就已经有四个达到武者级别的打手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我殴打了一个小时 若不是我精忠照修炼的不错 恐怕这回 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看陆林说的可怜 刘伟然也想起今天发生的事 她在刚到医院 马天虎就知道了她受伤的消息 以对方的心性 为了出气去教训陆林一顿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念及此处 刘伟然心中也有些愧疚 好吧 陆林 那你说怎么办 这就对了嘛 看来刘伟然还是很伤到的 大小姐 我需要腰盒 等级越高越好 数量越多越好 如果你有九阶十阶的 我也来这不拒 我没有 我身上就只有一个四阶妖盒 刘伟然说着 从随身的小包包中 掏出一颗散发着淡绿色光芒的妖盒 果然是四阶木系属性的妖盒 12 简化点暴涨 杀 陆林看到妖盒的瞬间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按照她的推测 一阶妖盒能提供一点简化点 二阶提供十点 三阶提供一百点 那么一颗四阶妖盒 最少也能提供一千点的简化点 这让现在只有五 七简化点低陆林 可谓是一夜暴富 赚大了 只是 很快她快速收敛起自己激动的情绪 转而变成了一副失望的神色 大小阶 就只有四阶地吗 五阶地有没有 六阶的有没有 如果只有四阶的话 能不能给我一百克 我要这妖盒 真的很有用 刘伟然摇摇头 暂时没有 就在陆林脸上 失望神色更浓的时候 她又继续说道 虽然现在没有 但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一些过来 我老爹的书房中有一个盒子 专门收集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远处黑暗的角落中 某个中年男子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自家这闺女 真的是涉事未深 别人都没有问 她就把自己家里的那点事 给抖搂出来了 哦 那大小姐能不能明天帮我带一些妖盒 最好是全部带出来给我 你也知道 这妖盒虽然是妖兽体内最重要的东西 可实际上 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与其放在你家里落灰 不如送给有需要的人 你说呢 不行 不行 刘伟然连连摇头 我只能给你带十颗四阶的妖盒 再给你偷 拿一颗五阶的 你也要知足了 刘伟然似乎反应过来 不肯再答应给陆灵更多了 但她不知道 只是眼下她手上的这一颗妖盒 就让陆灵眼热不已 要是真的有更多妖盒的话 那陆灵还不知道会提出什么 她无法完成的条件 好吧 那就谢谢大小姐了 陆灵接过那一颗木系四阶妖盒 无视了脑海中 系统是否吸收的提示 只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场合 她可不想把自己的秘密 暴露在别人面前 两人谈妥 陆灵吃饱了 刘伟然也是没什么心情继续吃东西 陆灵便主动提出 送刘伟然回家 倒不是对刘伟然产生了什么情愫 在这样的夜晚 陆灵做不出让一个女生 独自回家的事来 刘伟然家住在一片独栋别墅区 这可是整个东山市最好的别墅区了 在里面居住的 至少也是武师级别的高手 甚至东山市的镇守大人 在此处也有专门的釜底 跟刘伟然道别后 陆灵走出老远 才拿出那一枚木系腰盒 这么长时间 别说系统了 就连陆灵自己都忍不住了 发现可吸收能量 是否吸收 当然选事 陆灵再次打开她的信息面板 主人 陆灵 等级 高级武图 功法 金中诏 以简化 第四层 57-1000-0 风牛大力拳 以简化 第四层 16-1000-0 点数 105-7 简化点数暴涨 达到了1000点 由此可见 刘伟然给的这一枚 腰盒品项极高 内部的能量 一直处于满值 陆灵现在力量 已经超过1200公斤 打算明天去武馆上班的时候 找李江涛申请一本 气血功法 本来他还在担心 简化功法的点数从哪来 没想到出来吃了个饭 说了几句话 就能解决自己的难题 刘伟然 可真是及时雨啊 陆灵压下心中的狂喜 看看时间 竟然都已经快到凌晨了 这个时候 街道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偶尔看到有车辆 从远处开过来 也是匆匆离去 时间不早了 得赶紧回家去了 免得到时候父母担心 陆灵加快了脚步 他心中甚至后悔 刚才送刘伟然回来的路上 因为不好意思 就没有开口 跟他要个打车费 结果到了现在 需要一路跑回去 经过一家24小时 营业的小超市的时候 陆灵突然想起 这里有一条小路 可以节省五分钟的路程 只是这小路上没有灯光 该不会有危险吧 刚想到这里 陆灵笑了一下 他之前上学放学的时候 经常走这条路 也没见出什么问题 怎么现在提升了 2000公斤的力量后 反而害怕了 真是可笑 深入一段后 果然没有什么危险 陆灵心中也放下了不手 他就是说嘛 东山市治安不错 哪有那么多的危险 So So 就在这时 陆灵的眼前 突然出现了四道影子 借着月光一看 陆灵认出了 对方四人是谁了 就是中午 在武馆 想要给他一个教训 结果 却自己先体力不支的 那四个家伙 马天虎手下的打手 没想到对方 竟然在这里等着他呢 嘿嘿 陆灵 天堂有路你不走 偏偏撞到老子这里 今天在武馆那边 你很威风是吧 金钟照修炼得不错 就是不知道 你能不能抗住 这F级合金战刀的锋利了 为首之人 还是老相识 虎头纹身男 又是你这个家伙 怎么 你们马大哨 该不会真的打算弄死我吧 陆灵开玩笑地反问道 他刚才在烧烤摊上还说 马天虎说不定会气急败坏 想要弄死他呢 没想到这才多久 他们四位就跳出来了 这年头 虽然说舞者有着强大的实力 可华国也有专门管理舞者的机构 武安局 任何舞者 只要敢于犯事 尤其是侵犯 杀害 抢劫普通人 那三十年 起步的劳犯了解一下 这么多年下来 虽然偶尔也有舞者 犯事的情况发生 但陆灵都是在新闻上看到 他还真不相信这些家伙 敢伤害他的性命 最多就是打一顿而已 不过现在的陆灵 可不是白天的陆灵了 他的权力增加 说不定还能给这四个家伙一个惊喜 看来还是个明白人 搁几个 一起上 弄死他 虎头青年发狠叫了一声 踢着手中的合金战刀 就冲向陆灵 跟在他身边的三个青年 也是一脸凶狠地冲来 卧槽 你埋真的 陆灵吓了一跳 转身就跑 他虽然已经把金钟罩修炼到第四层 但第四层的金钟罩 能不能防御住合金战刀的攻击他 可是没有实验过的 如果抗住了还好说 万一扛不住 那陆灵不是送命了吗 关键这几个家伙 那真的是拎着刀子 朝他冲过来了 跑 可是 就在陆灵转身刚刚跑了十几步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舞者 站在路中 堵住了陆灵的去路 陆灵回头看一眼四个冲上来的青年 再看看那个在月色下格外雄壮的身影 这 分明是要前后堵截 一点退路都不给他留啊 陆灵心中暗恨 马天虎 我抄你凉 侠鹿相逢勇者胜 陆灵心中发狠 大吼一声 杀 十三 连伤四人 却插翅难逃 陆灵知道 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选择一个方向 那位马大少 看来是下了决心 要铲除掉他这个拦路石了 既然如此 陆灵也要让马大少 见识一下自己的厉害 那个雄壮的身影 只凭一个人就堵住路口 实力自然是比那四个青年要强很多 所以 突破口就在这四个青年身上 金钟照 希望你能给点力啊 陆灵心中暗叫一声 反身已经来到虎头纹身青年身边 他一拳打向对方的眼睛 2500公斤的力量 但凡打实了 这家伙绝对要迷糊一瞬 但虎头纹身青年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惊诧于 陆灵竟然敢反身战斗 但面对这一拳 他还是快速地变招 由弓转手 碰 陆灵一拳打在F级战刀的刀身上 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 没事 陆灵心中狂喜 没事 虎头纹身青年 无法相信 就在这一瞬间的错愕之中 陆灵又是一拳攻来 直接打在虎头纹身青年的猴杰处 上学的时候 五到中学的老师就教授过 同学之间彼此切磋的时候 千万不能攻击的地方 双眼 双耳 太阳穴 猴杰 内下 后惊 下阴 这些地方都是人身上极为脆弱的部位 一旦被重击 轻则失去反抗能力 重则残疾 甚至有可能致人死亡 现在 陆灵就是把学校里老师教的东西 活学活用出来 呃 嗨嗨 虎头纹身青年 没想到陆灵竟然出拳速度这么快 这一下 他是真的来不及躲闪了 他口中不断地咳嗽着 手中的S级战刀也扔在了地上 双手捂住喉咙 满脸都是痛苦之色 他觉得 自己要死了 大师兄 大师兄 小子 你找死 虎头纹身青年痛苦地倒下 可惹怒了 他的三个失地 三人满含怒火 同时劈向陆灵 这时 陆灵来不及做躲闪动作 稍微测了一下身子 用后背来接着三人的攻击 当 当 当 连续三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三个青年手中的刀被弹起 一股强大的反振力道 让三人险些握不住手中的战刀 三人目露震惊之色 中午的时候 他们用拳头攻击陆灵 收到强烈的反振力道就还罢了 怎么现在用战刀攻击还是如此 他们愣神 对陆灵来说 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身形联动 直接栖身而上 一拳打在一个青年的太阳穴上 又一拳打在另一人的右眼上 两人哀嚎一声 蹲在地上 就在陆灵准备攻击第三个青年的时候 一声爆吼从身后传来 你敢 一股恐怖的威势在身后升起 陆灵迟疑了一瞬间 还是一拳砸在第三个青年的猴结上 与此同时 他的后背也遭到一道强烈的攻击 如同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卡车撞到了一般 陆灵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你们几个没事吧 碰 陆灵重重落在地上 那个威武雄壮的男子却并没有追击他 而是关心起自己的徒弟 陆灵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 好像除了后背被直接攻击的地方有点痛 其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 现在四个青年受伤倒地 而那个男人则在关心自己的弟子 此时不跑 更待何时 做出决定 陆灵快速起身 就向着家的方向跑去 咦 巴脸疑惑地看了陆灵一眼 不可能 他那一掌的力量 别说高级舞图了 就是出阶舞者受这么一击也得难受一阵 怎么陆灵竟然没有半点受伤的样子 不能让这小子跑了 巴脸将几个徒弟放在地上 起身去追陆灵 他只是一个中阶舞者 但在这一境界静宁多年 一旦奔跑起来 速度根本不是陆灵可以想象的 快速提纵 看起来巴脸只是迈出了三步 他就已经来到了陆灵身后 小子 你还敢跑 巴脸一把抓住了陆灵的衣领 结果 陆灵竟然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身冲着他 脸上就是一拳 哼 巴脸一把抓住了陆灵的拳头 感受着其中的力道 心中暗惊 这小子不是说 只是一个高级舞图吗 怎么这一拳的力量 都快赶得上出阶舞者了 陆灵被对方一把握住自己的拳头 奋力挣扎 却无论如何 挣脱不开 出阶舞者的力量是3000公斤 中阶舞者的力量 是6000公斤 陆灵现在距离出阶舞者 还有一段距离 如何是巴脸的对手 踢着陆灵 巴脸快步返回四个徒弟身边 看了一眼几人的情况 虽说是脆弱部位受创 但陆灵未曾使用气血 让四人也只是一时受痛而已 却是没有性命之危 此刻 四个青年都是满脸愧色地站着 等待巴脸归来 当他们看到巴脸随手抓住陆灵的时候 脸上又露出了愤痕和快意的光芒 这小子 竟然害得他们 四个在师父面前丢脸 等会一定要好好地炮制他一番 你们几个 下次小心点 巴脸说了一句 就将陆灵丢在地上 陆灵一个猎且 看着四个青年缓缓靠近自己 他们手中都拿着战刀 陆灵心中暗暗叫苦 这一次 真的是没有半点逃脱的希望了 只希望这边响动传开 对方会顾及到武安局 教训自己一顿也就算了 特么的 让你跑 砰 虎头纹身青年一刀砍来 陆灵举起手臂格挡 现在他已经知道 金中赵四层的境界 已经无惧这F级战刀的 劈砍攻击 眼下看起来凶险 但实际上 这四人都只是帮陆灵 增加金中赵熟练度的帮手而已 碰 碰 四人轮番用战刀劈砍陆灵 结果却是 四人手中的战刀 时不时地掉落在地 发出光当一声 仿佛在嘲讽他们四人的废物 金中赵的熟练度不断地提升 可陆灵此刻的心思 却不在这个上面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能够将战刀握在手中的机会 武途和普通人 对舞者的攻击 就是挠痒痒 根本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想要伤害舞者 甚至杀死舞者 还要用气血之力 当然 除了气血之力 还可以用F级战刀 十四 月光下的反杀 黄级身反秘级 陆灵已经看出来了 这五人今晚是绝对不会放自己离开 他们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想要教训陆灵一顿而已 他们 是真的想要陆灵地命地 你不认就别怪我不义了 陆灵从来都不是一个 别人刀架在脖子上 还跟对方好好说话的人 对付那些冲自己拔刀的人 他也要以刀还击 陆灵用余光观察这四个青年 以及那一个八脸壮汉 八脸壮汉对于四个青年的攻击 时不时露出赞许的笑容 偶尔又会不满地摇摇头 在他眼里 陆灵只是一个能动的活靶子而已 在这个时候 四个青年因为连续攻击陆灵 他们的体力 以及气血之力都消耗不少 在他们眼中 陆灵就是一个怪物 明明只是一个高级武徒而已 偏偏能够阻挡他们的战刀攻击 甚至用上了气血之力也不行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四个青年的警戒心也慢慢下降 频繁的攻击没有效果 陆灵依旧是那么一副活蹦乱跳的样子 当 就在这时 虎头纹身青年的战刀 又被反正地掉落在地上 他这一次 却有些打不起精神来 毕竟 这家伙的战刀掉落在地的情况 已经出现了好几次 这也就导致他 连蹲下剪刀的动作 都比之前慢了一些 机会 陆灵心中暗叫 他余光瞟到了 那八脸壮汗的位置 心中瞬间做出决定 杀 借着一个青年的攻击 陆灵直接倒在地上 随后他蜷缩起身体 就地一滚 等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来到了八脸男子的脚边 杀 陆灵一刀砍去 他没有学过刀法 可这一刀 乃是他寒怒攻击 用出了全身的力量 刀光闪过 八脸男子根本没有料到 陆灵竟然在这时候 还能钻出徒弟们的包围 来给自己一刀 他看到了刀光 想躲 只是 已经来不及 陆灵的身影 如同一道闪电 快 不可思议地快 他几乎一瞬间 就来到了八脸男的身前 不等对方反应过来 陆灵用出全身最大的力量 刷 刀光闪过 八脸男的头颅飞起 在空中旋转 他看到了人生最后一个画面 月华洒落人间 鲜血蹦剑 碰 八脸男子的尸体 重重倒落在地 血液从断口处鼓鼓涌出 是 师父 刚刚做出蹲下动作的虎头 虎头纹身青年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就只是蹲下剪个刀而已 怎么陆灵就出现在师父身边 还将师父一刀削手 等等 这一定是错觉 虎头纹身青年 需要搓搓脸 让自己冷静下来 可陆灵却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有生以来第一次杀人 他却没有那种 杀了人之后的不适感 反而有点 兴奋 蹲在地上纹丝不动的虎头纹身青年 是最好的目标 陆灵在对方那略显迷茫的眼神中 直接给了他一个痛快 这时 另外三人也瞬间惊醒 他们三个之前一直在跟随八脸学习 打斗 切磋 倒是时常经历 可杀人的事 也是头一次遇到 此刻眼睁睁地看着师父和大师兄 惨死在面前 三人下意识地 就是想要逃跑 陆灵连斩二人 看着逃跑的三人 冷笑不已 他们难道没听过这么一句话 永远不要用你的后背面对敌人 因为那等于将你的生命 交给了对方 三人给机会 陆灵当然也不会错失良机 三步并做两步 陆灵轻松追上逃跑的三人 一人一刀 全部斩杀 空无一人的小鹿 此刻血腥气弥漫出来 陆灵手中的战刀 还在滴着血 随着五人死亡 他才渐渐平复下来 紧张兴奋的情绪 随着刺鼻的血腥味传入鼻腔 陆灵此刻也有了一丝丝的不适 接下来 就是要处理后事了 四个青年 各自拥有一柄S级战刀 这是他们刚刚出师 成为舞者后八脸男子送的礼物 今天还是第一次使用 结果就便宜了陆灵 除了四柄战刀 几人身上并没有什么钱财 虽然有两人身上带着银行卡 但陆灵不知道密码 也没法从卡里取钱出来 只能作罢 接下来便是八脸男子 陆灵刚在他身上摸索了一下 就摸到了一本书籍 拿出来借着月色一看 竟然是一本武功秘籍 凌云布 在名称旁边 还有一个小小的黄字 陆灵本来以为这是八脸男子的签名 都需要学习入品的功法 以此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 舞者的弃血之力的功效 天 地 玄 黄 天级功法最高 黄级功法最低 但哪怕是最低级的黄级功法 一本的价格也是在数十万到百万之间 若是黄品中稀有的或者特殊的功法 价格超过百万也有可能 不过这一本陵云布 只是普通的身法密集而已 五六十万的价格就差不多了 陆灵心中颇为淡定的 对这一本功法评估价值 可他拿着凌云布的手 已经忍不住 微微开始颤抖了 发现可学习功法 是否学习 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让陆灵精神一震 在这遍地血腥味和尸体的地方 可不适合学习新的功法 陆灵将凌云布放在地上 继续在八脸男子身上摸索着 几颗一阶妖和 还有香烟 一本正剑 仅此而已 陆灵对于这收获 已经很满意了 确认了一下 几人身上再无值钱的物品后 他便带着四柄S级战刀 一本黄级凌云布 几颗腰盒离开了此处 至于这一现场 陆灵也不打算通知给武安局 免得多事 回到家里 陆灵的父母已经睡下了 他走进自己和陆七的房间 尽管陆灵 已经尽可能地放低了 自己进门的声音 但陆七还是被他给吵醒了 哥 你怎么才回来 陆七嘟浓着 他的声音从高低床的下铺传来 陆灵眉头一皱 这小子 属实有些胆大包天了 下铺是他的专属床铺 结果他竟然趁着陆灵 没有及时回家 擅自抢占床铺 不过今天陆灵 刚刚经历了一场惊险的搏杀 还算是收获颇风 也就懒得跟陆七计较了 没事 跟朋友吃了点夜宵 你快睡吧 哦 等等 哥 这是什么 陆七睁开眼睛 便看到了陆灵怀中 抱着的四柄明晃晃的 F级合金战刀 不过因为夜色暗沉 他没有看到陆灵身上的血迹 刀 F级战刀 两万块钱一把的那种 啥 15 陆七的成长 全力1200公斤 陆七听到这话 彻底清醒过来 F级战刀的官方售价 就是两万一把 如果舞者需要定制的话 价格更贵 曾几何时 他和陆灵都只能在 五道商店的橱窗外看着 不停地流口水 结果今天这么晚了 陆灵突然回来 告诉他说 搞到了几把两万块钱 一把的F级战刀 这是怎么这么不对劲呢 陆七顺手按下了房间的开关 度过刺眼的瞬间后 他第一时间看到了 陆灵身上的血迹 谢 哥 你没事吧 你哪里受伤了 陆七一咕噜 从床上爬起来 他没有关注 陆灵拿着的 那四把鸣晃晃的战刀 没事 你够我没事 陆灵心中意暖 陆七 你坐好 我跟你说话 嗯 陆七乖乖地答应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 在看到陆灵身上的血迹后 他心中生出了一股惧怕 以及 向往 陆灵简单给他讲解了一下 今晚遇到的事 他没有说来龙去脉 只是说 有人要杀他 结果被他想办法给反杀了而已 这四把F级战刀 就是这一战的战利品 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 陆七 这四柄刀 回头都放到我床底下 你小心点 别被爸妈看见 今后遇到任何麻烦 都不要怕 知道了吗 嗯 陆七答应一声 今晚陆灵 给他说的这些 让他感觉不认识这个 跟自己一起长大的哥哥了 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好了 先睡吧 明早你早点起 给我买早饭 多买一点 就当做你 占我床铺的惩罚了 陆灵说了一句 便一手拉着上铺的架子 直接躺在了床上 陆七还发了一会呆 知道陆灵催促他 才关上灯睡觉 这一夜 陆七翻来覆去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 才密密地睡着 可想到陆灵让他买早饭的事 陆七也不敢耽搁 换好衣服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放着F级战刀的床下 他才一脸心事地走出房间 倒是陆灵 经历了一番生死搏杀后 非但没有失眠 反而睡得比平时 还要舒服一些 等他起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八点了 书桌上 有陆七给他买的早点 二十根油条 五杯豆浆 桌上还留了一个字条 老哥 我把你衣服洗了 以后出去要注意安全 看着陆七那如同小狗 爬一样丑陋的自己 陆灵心中却是温暖不已 光速吃掉所有的早点 陆灵拍拍肚子 嗯 三成宝 走出房间 老爸老妈也都不在家 他们还要工作 自然是早早地出门上班去了 现在家里最清闲的人 反而变成了陆灵 拿出昨天晚上的那一本陵云布 陆灵再次收到了系统的提示 发现可学习功法 是否学习 这一次陆灵选了试 主人 陆灵 等级 高级武图 功法 金中诏 以简化 第四层 4337 1000 风牛大力全 以简化 第四层 199 1000 陵云布黄级 点数不足 点数 1000 7 功法兰变化巨大 首先是金中诏 经过了昨夜的修炼 陆灵的金中诏 已经达到4000多的熟练度 这全是靠着八脸 和他那四个徒弟的义务帮助 持有兵器的时候 每一次攻击 会给金中诏 带来20点的熟练度 此外 陆灵攻击了几次 风牛大力全 也有了小幅度的增长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只是看着陵云布后面的点数不足 四个字陆灵 陷入了沉思 1000点的简化点 竟然还不够简化一本黄极功法吗 那么 如果是用来修炼汽血之力的呼吸法 该要多少简化点 陆灵无法预估 现在 他只能把希望放在刘未然身上 希望他能顺利地从刘 青龙的书房 拿到足够陆灵使用的腰盒吧 多想无意 陆灵收拾了一下 便快步向着刘氏武馆跑去 这既是运动热身 顺便还能省了交通费 现在吃饭都快吃不起了 陆灵可没有多的资金 来打车 来到武馆刚好八点半 此刻 是武馆内最热闹的时候 灵散的舞者 都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来修炼一番 随后再去上班工作 因为昨天发生的事 武馆内的同事 也都知道陆灵的实力了 打伤舞者不敢说 但面对舞者 总能逃跑掉 无论在什么地方 实力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名片 也是最拿得出手的东西 陆灵 早上好 陆教练 今天好精神啊 经过陆灵身边 无论男女 都会跟他打个招呼 并且称呼也从之前的小陆 变成了陆灵 陆教练 对于跟自己是好的人 陆灵也不会给人家脸色看 挨个点头打过招呼后 他走到前台小姐姐那里问道 小姐姐 今天李馆主还来了 来了 就在办公室呢 前台小姐姐回了一句 又对陆灵说道 昨天的是谢谢你了 只是没想到后来会 没事 别客气 陆灵冲他挥挥手 便转身离开 李江涛的办公室在二楼 这里说是他的办公室 不如说是 他的专属修炼室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房间内的陈列 跟办公室没有任何的关系 当当当 陆灵敲响房门 请进 推门进去 陆灵一眼就看到了 正在举雅铃的李江涛 以及站在他身边的赵勋 看到陆灵出现 赵勋脸上闪过一丝怨恨 昨天他也看到了 陆灵跟几个舞者的战斗 那四人随便一个 都能将他打得找不到呗 可却无法奈何陆灵 这说明 至少在防御方面 他已经被陆灵碾压了 陆灵 什么事 李江涛举雅铃的动作没停 也没有抬头 管主 我的权力到1200公斤了 想跟你申请一本气血修炼功法 陆灵开门见山 啥 什么 碰 扑通 啊 一阵混乱的声音响起 赵勋抱着脚重重地摔倒在地 这一幕让陆灵看得眼花缭乱 李江涛因为惊讶陆权力突破 手中的雅铃不小心掉在地上 雅铃在下落后有一个滚动 正好就撵过了赵勋的右脚 赵勋右脚痴痛 身形不稳 重重摔在地上 不过李江涛却没有关注赵勋的情况 他猛地起身来到陆灵身边 小子 这玩笑可轻易开不得呀 16 权力测试 相差巨大 不可能 陆灵还没有说话 刚才还抱着脚痛叫的赵勋 大声嚷嚷道 陆灵 你昨天才完成五考测试 如果权力够1200公斤的话 你为什么不去上大学 为什么要跟五管签合同 赵勋的眼睛死死地叮嘴陆灵 他不相信 这个跟自己同时加入刘氏武管的少年 竟然也可以达到1200公斤的标准 要知道这个力量水平 可是普通人跟潜力舞者的分界线 1200公斤的力量 代表着超越普通人的身体素质 哪怕资质再差 也能成就初阶舞者 一辈子衣食无忧 陆灵他只不过是一个18岁的少年 他凭什么 陆灵看了赵勋一眼 没有理会这个眼红病的家伙 管主 我确定自己已经到1200公斤了 而且 有可能还会超过这个数字 李江涛看陆灵的神情不似座位 虽然心中狐疑 但还是点了点头 那要不我们下去测试一下 行 两人下楼 来到力量测试室 房间内有一台巨大的机器 可以测试舞者的权力 角力 推力 但一般大家来此都是测试权力 因为只要权力达标 其他的数据肯定会更高一些 陆灵 你先 管主 让我先来测试一下吧 李江涛还没有说完话 赵勋就第一个站出来 他今天早上找李江涛 就是为了此事 他的权力 昨天就已经超过了1200公斤 若非如此 他也不会当中 嘲讽陆灵签约了舞者集合同 李江涛的脸上 闪过一丝不快 不过却也没有阻止 陆灵也不着急 他也想看看 赵勋这个家伙 是不是真的有嘲讽他的实力 赵勋站在权力测试机面前 哼哼哈哈地活动了一会身体 又是小碎步热身 又是弓不拉伸的 旁边的陆灵和李江涛 都看得不耐烦了 他才向前一步 碰 一拳重重砸在拳把上 全力测试机屏幕上 显示出一个数字 1208公斤 赵勋满意地笑了笑 转过头给陆灵投来一个傲娇的眼神 关主 我再来一次 之前测试的 都能到1210公斤以上的 赵勋像是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再次转转驳梗 摆好架势 一拳打出 碰 全力测试机屏幕 也显示出最新的数据 1215公斤 接着 赵勋不断地快速出拳 每一拳都重重地轰在拳把上 只是因为速度太快 使出的力量难免有所欠缺 最低的一拳 只有1104公斤 最高的 也就只有1192公斤 连续出了几十拳 赵勋的体力下降 全力测试机 也给出了一个连续出拳的平均数据 1173公斤 这个数字很不错了 要知道 在一分钟之内 连续多次出拳 即便是力量达到3000公斤以上的舞者 都没法保证 每一拳都是全力以赴 管主 怎么样 我算过关了吧 赵勋拿起一条毛巾 擦了擦身上的汗水 有些得意的问道 李江涛虽然不爽 但还是点点头 赵勋 很不错 你现在可以说 已经突破了普通人的身体极限 今天我会跟总管申请 为你准备一份合适的 黄极气血修炼功法 期待你能继续努力 以后成为舞者 多谢管主 赵勋心情激动 不过他却没有忘记自己来此的目的 陆琳 接下来该你了 不知道 能不能发挥出我这样强大的力量 陆琳一愣 随即缓缓摇头 他的拳力 现在应该已经接近3000公斤了 让他每一拳都发挥出 1200公斤左右的力量 这可是有点难度的 陆琳还是要先控制好自己的发力 才能保证 打击出精准的数据来 不过看到陆琳摇头 赵勋就更得意了 李江涛也有点失望 不过没关系 哪怕陆琳的拳力不到1200公斤 他也准备先跟总管申请一份气血功法 先给陆琳背着 等他什么时候突破再传授也不迟 陆琳没有感受到两人的情绪 他静止来到权力测试机之前 努力将力量控制在四成左右的水平 一拳打出 碰 权力测试机上出现一个醒目的数字 1133公斤 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赵勋忍不住裂开嘴 笑出声来 哈哈 陆琳 你这个水平跟我连续出拳差不多 估计再练一两年 说不定真有机会突破极限 管主 你看我没说错吧 陆琳他 碰 陆琳没有理会赵勋的过躁 他再次一拳打在拳把上 这一次 权力测试机上显示的数据 变成了1491公斤 这醒目的数字 让赵勋的话卡在了喉咙中 他嘴里发出呃 呃 呃的声音 看着1491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不可能 这一拳的力量 都已经接近1500公斤了 陆琳他 只是一个18岁的 无考事败的少年而已 凭什么能够达成这样的权力 李江涛的眼神 也忍不住一缩 1491公斤的权力 这已经远远超出 1200公斤的界限 要知道 普通人突破1200公斤的权力 都极难 在突破后 每提升一公斤的力量 都是一次突破自己极限的过程 这也是李江涛对赵勋 能够达到1215公斤权力后 忍住心中的不快 还要好严安抚的原因 到1215公斤 都已经这么难了 陆琳竟然是1491公斤 难道 陆琳是射什么大不要 或者突然天赋觉醒了 李江涛在武馆行业这么多年 也见过几个 值钱资质平平无奇 在没有修炼气血功法后 权力突然飙升的好苗子 只是 那些好苗子 也没有像陆琳现在这样夸张了 不可能 不可能 赵勋大叫一声 不管陆琳还准备继续测试 他冲到权力测试机前面 一拳轰向拳把 碰 1185公斤 赵勋因为准备不足 这一拳没有达到1200公斤 可这也验证了他心中的猜测 权力测试机没有问题 陆琳的权力是真实的 他真的一拳打出了1491公斤 陆琳被赵勋挤开了位置也不生气 他知道 想要这样的人闭嘴 就一定要让他亲自检测一下才行 不然陆琳解释再多都没有用处 现在 看赵勋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陆琳心中满意极了 陆琳 你再来 多测几次看能不能超过1500公斤 李江涛突然说道 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必须要陆琳帮忙验证一番 17 待遇提升三步玄机攻法 好的 管主 陆琳答应一声 随手将呆滞发愣的赵勋 给推到一边 再次一拳打出 碰 1502公斤 李江涛的脸上露出喜色 可紧接着 这一丝喜色变成了狂喜 陆琳不断地轰在拳把上 力量数据一次比一次高 1508公斤 1511公斤 1517公斤 1521公斤 打出十拳后 陆琳停下来休息 他喘着粗气 可身上却一滴汗水 也没有 陆琳本来打算是 尽可能地隐藏一点实力地 但李江涛那么说 肯定有他的理由 陆琳所幸 也就稍微释放出一部分实力 能够看到每一拳的权力后 陆琳对自己自身的力量 也有了准备的预估 他如果真的权力 攻击的话 权力应该在2800至3000公斤之间 这几乎已经可以媲美 刚刚修炼出 气血之力的初阶舞者了 好好 陆琳 你这看来是天赋觉醒了 走走走 我带你去总管 你的气血功法 必须第一时间申请下来 开始修炼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现在可是你的一个 飞速提升的时期 一定不能错过一分一秒 李江涛大笑着 带着陆琳转身出门 至于还在力量测试时的赵勋 李江涛已经忘记这么一个人了 赵勋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 脸上一片阴沉 坐着李江涛的车 来到位于主城区的 刘氏武馆总部 陆琳跟着一起进入武馆 在李江涛的带领下 来到了馆主办公室 激动的李江涛 连门都没有敲 直接打开门冲了进去 馆主 馆主 我们武馆出天才了 办公室内 刘 青龙抬眼看过来 淡淡地点点头 在他面前 还有一位穿着白色西装 戴着金丝眼镜的少年 因为背对门口的关系 李江涛和陆琳都 没有看到对方的面容 李江涛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 松开拉着陆琳的手臂 善善一笑 馆主 您忙着呢 刘 青龙 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论体型 比起作业陆琳斩杀的八脸 还要雄壮 即便陆琳 还距离他很远 却有一股凶悍的气息 向他袭来 这就是刘氏武馆的创始人 刘 青龙 实力达到了武士高阶 在整个东山市中 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果然名不虚传 嗯 没事 江涛 你先带陆琳小兄弟 到旁边坐坐 我这边有客人 等会来找你 嗯 好的 馆主您先忙 李江涛顺从地答应一声 拉着陆琳转身离开 临走时 还贴心地帮带上了房门 走出办公室 陆琳心中还有些疑惑 那个穿白色西装的人 看背影有些熟悉 仿佛在哪里见过似的 还有就是馆主刘 青龙 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在旁边的休息室中 待了二十分钟左右 门被推开 刘 青龙那高大的身影走进来 江涛 不好意思 正好有个客人 这位就是 你说的天才了吧 不知道怎么称呼 刘 青龙神情和善 只是好像忘记了陆琳的名字一样 李江涛没有太在意这个细节 馆主 这位是陆琳 之前一直在咱们武馆坐监 直陪练 昨天刚跟武馆签了武者级的合同 哦 刘 青龙对这个事倒是不知情 听李江涛解释了一番才知道 陆琳竟然修炼出了金钟照的隐藏效果 反正 很不错 很不错 陆琳 你的金钟照 修炼到第几层了 馆主 我金钟照现在是第四层 陆琳对此倒是没有半点隐瞒 金钟照和风牛大力拳 都只是武徒阶段修炼的功法而已 以后肯定要换功法修炼的 现在即便暴露出等级 也没有任何问题 第四层 刘 青龙都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旁边的李江涛更是惊讶不已 金钟照只是一门最基础的修炼功法 用来提升普通武徒的防御能力 让他们在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 尽可能的自保而已 陆琳竟然把金钟照 修炼到这么高的等级 不错 不错 陆琳 看来 你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而且在修炼这类功法上 有超出常人的天赋 我听说你家境普通 现在入职武广后 每月的薪水 只有八千底薪 嗯 这也是李管主知道我的情况 才给了我五者级的合同 不然 我现在每天连吃饭都吃不饱 陆琳感谢了李江涛一句 顺便又卖了个惨 如果留 青龙能大发善心 给他工资提高到一万就好了 太少了 太少了 江涛你也是 对待陆琳这样的天才 才给八千月星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其他两家 让他们过来抢人吗 刘 青龙轻轻地斥责了李江涛一句 无视了他那委屈的眼神 对陆琳的态度 越发和善了 陆琳 你有天赋 有毅力 正是我们五管需要的骨干成员 今后 你就按照正式舞者的待遇来 一套青运花园小区的大平层 月星涨到五万 家人需要需要工作的话 五管优先聘用 当然 这都是一些附带的福利 你现在的权力超过一千五百公斤 我做主 给你一本玄疾修炼功法 一本玄疾兵器战技功法 一本黄疾战斗步法 另外 针对你尤其擅长修炼防御类方法的特性 我在额外 给你准备一套玄疾上品的龙宁金钟罩 这功法是脱胎于普通金钟罩创作的 你可以无缝衔接修炼起来 你还有什么需要吗 只要五管能够满足的 都给你准备好 陆琳听到刘 青龙给出的这些待遇 惊讶的嘴都合不拢 房子 薪水 家人的工作 全部解决了不说 还给他四本弓法 三本玄疾 一本黄疾 这是何等的优待 这待遇优厚道 陆琳还想开口讨要一些妖和都有些 不好意思了 他现在才只是一个普通的武徒啊 刘 青龙竟然这么舍得下血本 要知道 一部玄疾功法 至少也是一百万起步 三本弓法 按照最低价格来算 也要三百万啊 此外还有青韵花园的大平层 市价少说千万起步 当然 这一套房子 只是使用权属于陆琳 不得转卖租赁 所有权还是归于武馆 等陆琳实力达到武师 或者为刘氏武馆工作十年 这栋房子才会彻底属于他 谢谢 谢谢馆主 您给的足够了 陆琳连忙感谢 刘 青龙看到他这样 脸上只是露出一丝笑容 没有说什么 之所以给陆琳这么多 除了看中陆琳天资 还是因为昨天晚上 陆琳帮了刘未然一把 刘 青龙对陆琳的性格 还是很满意的 刘 青龙现在绝对不可能想到 正是因为今天的大方 让陆琳认定他是一个 值得交往的人 日后陆琳成长起来后 他得到的 远比现在付出的要多 要多得多 18 千虫呼吸法 破天十三盏 龙吟金钟照 龙吟金钟照 蛇步 跟陆琳说完话后 刘 青云便离开了 身为总管主 他每天的工作很忙 还要保证足够的修炼 自然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房门关闭 陆琳和李江涛对视一眼 他这才确认 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嗨嗨 陆琳 管主对你是非常重视啊 这是把你当作武馆的骨干 来培养 你可千万不要辜负 他老人家的期望啊 李管主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 总管主的期望 随后 李江涛带着陆琳 来到武馆后勤部 刚刚流 青龙已经当真面 给陆琳开通了权限 他现在需要将功法 以及其他地福利领取到手 后勤人员给陆琳 打开了武馆的宝物清单 让他自由选择 陆琳最先看的是呼吸法 玄武呼吸法 玄机上品 市场价1200万 能够提升武者的防御和力量 青风呼吸法 玄机上品 市场价1400万 能够提升武者的速度和身法 千虫呼吸法 玄机下品 市场价1680万 能够提升武者的力量和战斗能力 玄机的呼吸法 只收入了三种 其中 青风呼吸法价格最高 千虫呼吸法 虽然等级只有玄机下品 可它的价格 竟然高达1680万 陆琳 你是不是准备选这一本 千虫呼吸法 坐在旁边的李江涛 看到陆琳的目光 聚焦在千虫呼吸法上 忍不住开口问道 嗯 这一本功法 只是玄机下品 价值竟然这么高 陆琳说 不心动肯定是假的 但是我不是很建议选择 这一本功法 千虫呼吸法 虽然玄妙无比 能够提升舞者的力量和战斗力 可你想一下 只是玄机下品 它的价格 却比那两本玄机上品的还要高 就是因为修炼难度太大了 不瞒你说 五管内有不少舞者 都会选择修炼这一门功法 只是短则三两个月 长则七八个月 他们全都放弃了 一门花费这么长时间 还没法入门的呼吸法 就算再强 那对大家来说也是 没有用的 刚才管主说你 擅长修炼防御类型的功法 你不如选择那一本 玄武呼吸法 李观主 我就选择这一门千重呼吸法了 陆琳有简化系统 这样的事 可不能随意暴露出来 这一门功法 对于别人或许很难 但对陆琳来说 只不过是简化后 积攒熟练度的事而已 陆琳 你可要想清楚 这一门功法还是残本 最多只能修炼到武士巅峰 如果你无法得到后续功法的话 可能一辈子就止步武士境界了 李江涛在旁边 还在不断地劝说 但陆琳 却已经把页面转到战法上面 相比于只有三种的呼吸法 旋即的战法可就多了不少 足有十几种 百战刀法 旋即上品 市场价无 专为战斗而生的刀法 狂龙刀法 旋即中品 市场价2200万 战法狂暴 有几率领悟到 狂龙真意增强攻击 赤炎剑 旋即上品 市场价3100万 通过特殊修炼法 可以在攻击中 附加灼热特性 问柳一边 香山剑客独门剑法 罗汉冲天拳 虎兵 旋即上品 市场价无 全枪一体的格斗战法 破天十三斩 旋即上品 市场价6800万 狂猛型刀法 有几率领悟 破天刀意 这一门门的武学 看得陆林眼花缭乱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好在李江涛在旁边 耐心地帮陆林一个个解释起来 武者修炼 就是为了跟城外的妖兽战斗 那么自然选取杀伤力强大的战法 一般来说 使用刀法有两个好处 刀法简单易学 哪怕没有学过的人 也可以那一把刀挥舞两下 还有就是 学习刀法的武者数量庞大 如果战斗中陆林使用的兵器磨损 或者损坏了 可以尽快获得补给 陆林自然是从善如流 在武道修炼中 他还是一个刚入门的小白 自然要多听听前辈的意见 不由的 他的目光再次瞄向了 价格最贵的那一门破天十三斩 陆林 你 该不会又想要修炼最贵的功法吧 我跟你说 战法和呼吸法 并不是价格越高就越强 最先要考虑的是适合 其实我更建议 你选择狂龙刀法 试想一下 以后你学会了龙鹰金钟罩 手持大刀 施展狂龙刀法 哪有妖兽是你的对手 你就是妖兽战场中最亮的仔 李江涛又开始在旁边喋喋不休了 不过他的话语 已经被陆林自动过滤了 要修炼刀法 自然就要修炼最强的 破天十三斩 也是狂猛型刀法 而且还能领悟破天刀意 狂龙刀法虽然也不错 但它差就差在太便宜了 在刀法上打勾 陆林又来到步法界面 因为已经学习了一门陵云步 这门步法是擅长追击奔袭 比较适合长跑 陆林便选了一门 在小范围内 可以辗转藤罗的步法 蛇步 至于防御功法 自然就是选流 青龙推荐的那一部 龙鹰金钟罩 眼看着陆林选完了所有的秘籍 李江涛也不再说话了 他在旁边帮陆林 领了青蕴花园的钥匙 两人便走出后勤步 陆林 我给的建议你也不听 日后修炼的时候 你可别哭 陆林摇摇头 没有答话 这些功法 可能对其他人来说 修炼困难 可对陆林来说 那是再简单不过了 行吧 随便你 年轻人就是这样 非要等到装得 头破血流的时候 才知道 要听老一辈的话 等一下 李江涛突然一拍脑袋 他都准备开车 带陆林回武馆了 才想起来赵勋的事 陆林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给赵勋找一本 黄疾呼吸法去 很快就回来 说完也不等陆林说话 他就快步跑回武馆总部 陆林摇头笑笑 他捏着手里的心房钥匙 以及那四本功法 眼中闪过一丝愁绪 这功法的问题 都已经解决了 可简化点的是 什么时候才能搞定 大小姐 这都快中午了 你也没有消息 该不会要放我鸽子了吧 正在陆林想刘魏然的时候 一辆红色的车子 停在陆林面前 车窗降下来 露出刘魏然那娇好的面容 陆林 你不至于吧 还专程跑过来守着我 十九 疯狂简化 马天虎的愤怒 这么一副语气 再加上刘魏然那满脸惊讶的表情 差点让陆林 都错以为自己来这里 真是为了蹲守他了 不是 不是 我只是 算了 算了 不用只是了 东西我都带来了 拿着 刘魏然将一个小木盒递出车窗 陆林顺手就接了过来 发现可吸收能量 是否吸收 否否否 陆林连忙点否 不一会 刘魏然挺好车过来 陆林 来都来了 单纯跟我一起 在这边修炼吧 总部这里的环境 比起分部那边好不少 不用了大小剑 我怕你在受伤 嗯 刘魏然满脸的黑人问号 陆林这说地是人话吗 一时间 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顿了一下 刘魏然才扔下一句 算了 随便你吧 说完就转身跑进武馆 陆林看着他的背影哭笑不得 等刘魏然走远了 他才打开手中的木盒 看着里面的妖合陆林露出笑容 十颗四阶妖合 木系土系各种属性都有 此外还有两颗五级妖合 一颗是木系地 一颗是金系 五阶 这可是五阶啊 要不是现在还要等李江涛一起回武馆 陆林恨不得立马就将这些妖合 都吸收了转化成简化点 忍住 这里人来人往 有不少舞者和舞徒进进出出的 万一被人发现端倪就不好了 又等了一会 李江涛才拿着一本功法 从武馆出来 上车 返回武馆 下车的时候 李江涛拍了拍陆林的肩膀 想要说些什么劝慰的话 却都憋回去 给了他一句加油 就去找赵勋了 陆林知道 他刚才还是想要劝说的 走到熟悉的更衣室内 陆林先把所有的功法拿出来 挨个学习了一通 有了简化系统 他不仅可以快速修炼提升 再学习入门这一块 也方便不少 接着 就是吸收妖盒了 十颗四阶妖盒 都是刘慰然专门挑选出来的 里面能量饱满 简化点增加一万 还有两颗五阶妖盒 陆林也将它们都吸收 现在陆林的属性面板 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主人 陆林 等级 高级武图 功法 金钟罩 以简化 第四层 4337 1000 风牛大力拳 以简化 第四层 199 1000 灵云布 可简化 千重呼吸法 可简化 龙银金钟罩 可简化 可合并 破天十三斩 可简化 舌部 可简化 点数 3105 7 五道功法一次性增加了四门 简化点更是达到惊人的三万多点 大丰收 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当下最重要的是 先把呼吸法给简化成功 一万简化点如同流水一般消失 千重呼吸法简化成功 千重 负重 修炼 呼吸 只要路灵负重状态下保持呼吸 就可以让自己的气血增长 这简化也太靠谱了 如果系统在面前 路灵都想抱着他亲上两口了 继续 第二门功法 路灵选择的是龙银金钟罩 系统这次给出了可合并的选项 但需要路灵先完成简化 才可以合并 消耗8000点简化 然后再花费3000点 跟原本的金钟罩合并 全新的龙银金钟罩 后面多出了一个进度条 第一层 43100 4层的金钟罩简化后 变成了第一层的龙银金钟罩 路灵感觉自己的身体 变得更加强壮 坚硬 现在还剩下一万的简化点 让路灵有些犹豫 破天十三斩是刀法 以后出去跟妖兽战斗 他肯定要用上 这一门功法 是必须要简化的 可同样是旋即功法 路灵不确定 破天十三斩 需要多少简化点 如果用得太多的话 他的两门黄极步法 怕不是修炼不了 若是不简化刀法 两门步法都可以简化成功 这也可以帮助路灵 在以后的战斗中 能够提升不少存活的几率 犹豫了半天 路灵最终做出选择 破天十三斩 如果简化点不够简化两门步法 那路灵就出城区跟妖兽战斗 总能攒够足够的点数 就这么决定了 丁 破天十三斩简化成功 请主人查收 简化后的破天十三斩 竟然只需要路灵 用木刀看木人桩就可以 太太方便了 路灵觉得自己一天 就可以修炼成功一层 不出预料 破天十三斩需要的简化点 也是一万 现在路灵还只剩一千零五 七简化点 再次回到解放前 新学会的两门步法 却是没有多余的点数简化了 新得到的三万简化点 全部用光 还不够用 但路灵还是非常开心 主人 路灵 等级 高级武图 功法 千重呼吸法第一层 零一百 龙鹰经中照第一层 四三一百 破天十三斩第一层 零一百 风牛大力拳 第四层 199 1000 零云步 点数不足 蛇步 点数不足 点数 一千零五 七 三门旋即功法 两门黄极步法 一门基础武学 路灵的面板 可谓极度豪华 简化点不足的问题 路灵准备等自己 再修炼一段时间再说 等他真正地成为武者后 他就去注册成为自由武者 出城猎杀妖兽 来赚取妖和 就在路灵大丰收的时候 马天虎却在办公室内摔碎了所有能够摔碎的东西 刘 青龙 你磕给脸不要脸 我马家跟你合作 是看得起你 你还真当一个小小的刘氏武馆 有多牛逼吗 若不是你跟那位有点关系 老子 带着马家的护卫队 直接铲平了 你刘氏武馆 刘伟然 你个小贱人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老子丢面子 总有一天老子要你跪下来求老子 还有陆林这个王八蛋 一个你腿子 也敢给老子放狠话 死 死 死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咆哮声持续了很久 马天虎骂得累了 才坐在办公椅上平静下来 气愤归气愤 但马家还是要在这东山市内开展业务的 刘氏武馆不跟马家合作 还有吉山全馆和东山武馆两家可以选择 既然不跟刘青龙合作的话 那刘伟然也就无关紧要了 接下来的工作 还是要以马家的业务为重 马天虎可不是其他江左家族的那些无脑富二代 能够在武道高中毕业后 就立刻接手家族声音 并在几年的时间就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马天虎的能力毋庸置疑 即便他心里还是有点咽不下这口气 二十 演其息鼓 陆林的新客户 就在马天虎规划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工作 正入迷的时候 他办公室地门突然被敲响了 马天虎眉头一皱 刚要斥责 却转说道 进来吧 一个穿着黑色丝袜的职业女性走进办公室 少爷 八连死了 什么 马天虎起身 神情中满是疑惑 从哪里来的消息 具体给我说说 昨晚从烧烤店离开后 马天虎安排八连带着四个徒弟处理陆林 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传回来 马天虎只当是八连在野外逃跑没有时间 没想到竟然是死了 是武安局打电话过来的 他们在安心路 发现了八连等一共五个武者的尸体 初步判定是仇杀 安心路 马天虎对这个地方并不清楚 查看了一下地图他反映过来 这个位置是靠近陆林家第一条小路 难不成 八连几个人是被陆林杀死的 呵呵 这个答案简直可笑 陆林只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 他凭什么能够斩杀八连 这样的中阶武者 等等 难道是刘 青龙 这老东西早就做好打算 依靠着背后江左侍斩妖武馆 所以早就准备不跟他马家合作 恰好昨天马天虎跟刘伟然偶遇 这是肯定被刘 青龙看到 之后 刘 青龙这个老江湖 感觉到了八连 他们对陆林的跟踪 干脆趁机斩杀几人 让他马天虎摸不到头脑 好你个刘 青龙 看起来一副五大三粗四肢发达的样子 结果却是装的 心里竟然有这么多的龌龊 杀了八连几人也就算了 竟然还通知武安局 这样的对手 真是让马天虎忍不住称赞一声 够阴险 行了 你先下去吧 马天虎挥挥手 让秘书先离开 处理陆林的事 既然被刘 青龙知道 那他短时间肯定不宜 再对陆林动手 好在也就是一个高级武徒的小家伙而已 完全不足为虑 倒是刀疤死了 让马天虎感觉有点难受 看来还得从家族那边 调一个舞者过来 最好是高阶舞者 若是有初级武师 就更好了 与此同时 位于刘市武馆总部的刘 青龙也得到了八连死亡的消息 忍不住拍手叫好 这马天虎年纪不大 但在处理办事方面 却颇有手腕 不知道是哪位大侠 竟然斩去了这小狐狸的左膀右臂 真是大快人心 老爹 那八连死了 马天虎这家伙 会不会还要逼着我们跟他合作啊 我不喜欢那个家伙 刘卫然坐在对面 有些烦恼地说道 马天虎对他 倒是没有太过分的举动 但他本能的 就不喜欢这个家伙 不合作了 我已经明确拒绝他了 闺女 这个话题就先不说了 今天早上 我这来了个少年天才 不知道你想不想了解一下 不想 算了老爹 我还要去修炼 有啥事晚上再说吧 刘卫然坐视欲走 刘 青龙说了一个名字 让他动作一致 陆灵 什么 刘卫然转身 老爹你说啥 今天早上陆灵来了 对啊 他是来找你的 那可不 陆灵可是李江涛带过来 专门给我看的 舞蹈天才 我一想 这人不是跟我女儿 用了两年的陪练同名吗 正好还是一个舞馆 没想到还真是他 小伙子人很不错 很精神 天赋也很好 只要好好培养 等你老爹百年之后 说不定能让他继任 做这舞馆的馆主呢 老爹 你说啥呢 刘卫然扭捏 脸上顿时一片红韵 他刚才还以为 陆灵是专门在 刘氏舞馆总部 守着他要要和呢 没想到误会了陆灵 现在又被老爹调侃一句 显然 昨天在烧烤摊上 发生的事 都被他看在眼里 行了行了 你去吧 好好修炼 刘 青龙挥挥手 让女儿离开 等到房门关上后 他才忍不住 偷偷笑了两声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开车来到分部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刘卫然进入舞馆 习惯性地 走到自己常去的 那个擂台 只是四周 并没有陆灵的身影 在门口拦了一个 工作人员问询 才知道陆灵有任务 去了西城 那里正好有个舞者 需要高级陪练 刘卫然指的作罢 自己一个人修炼起来 西城流逝 舞馆分布 陆灵拿出两块 新的撞鼓膏 要贴在腰上 这一幕 正好被对面走来的 舞者给看到了 顿时黑黑一笑 小陆 我特么打了半天 看你表情 都不变一下 还以为 你小子不疼呢 这位就是陆灵的客户 一位高阶舞者 名叫任天 这家伙修炼的是 刚猛霸道的拳法 不使用兵器 可他的力量 却远不是陆灵 现在能够承受的 每一拳打在陆灵身上 都能给他增加 两点龙鹰金钟 照的熟练度 今天只修炼了 一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 陆灵的龙鹰金钟 照进度 已经达到了第二层 龙鹰金钟照 第二层 三三五一千 任哥 我能不疼吗 你可都是舞者巅峰 即将进入舞师的高手 看我挨打得这么辛苦 要不等会 你多给我点辛苦费 没门 任天断然拒绝 看来 你恢复得差不多了 咱们继续练 陆灵看到对方拒绝 只能站起来继续陪练 其实对他来说 任天的权力虽然不小 但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舞者从高阶舞者 到初阶舞师 力量跨度很大 高阶舞者的权力要求 是九千公斤 而初阶舞师的权力要求 是三万公斤 任天只是刚刚达到舞者高阶 准备冲击舞师的阶段而已 下午 断断续续地练了 两个小时的时间 任天看着唐岛在地为敏 不正装可怜的陆灵笑了笑 小洛 你这也真是够抗揍的 明天我还找你 在离开舞馆的时候 任天跟前台 多结了一万块钱的小费 对于他来说 这点钱不算什么 随便打两头妖兽就回来了 反而是像陆灵 这么优秀的陪练 太难找了 这一万元小费 舞馆是不参与分成的 会全额给到陆灵 当陆灵拿到这一万元现金的时候 激动得差点眼泪都流出来 不容易啊 他终于见到收入了 明天 明天一早 他肯定站在西城舞馆门口 恭候贵宾任天的光临 21 西城消费 不能说的密集价格 拿着一万元现金 走出舞馆的大门 陆灵豪气地打了一辆车 来到西城城门 这里可是舞者出城猎杀妖兽后 售卖收获第一地点 大量的妖盒 兽精 妖血 妖骨在这里贩卖 刚刚下车的陆灵 甚至被一个满脸大胡子的舞者 拉住询问 是否需要刚满月的狐狸宠物 陆灵好说歹说 才摆脱了这位大叔 开什么玩笑 他是那种拿钱来买宠物的人吗 四下望去 因为靠近傍晚的缘故 大量的舞者从城外返回 有人开车 拖着巨大的妖兽尸体 那粗广豪迈的样子 让陆灵看得心驰神往 讨价还价的声音 叫卖的声音 此起彼伏 陆灵还看到有两部舞者 似乎是因为价格没有谈妥 差点起了冲突 好在这时候 负责市场管理的舞安局高手出现 一番调解下 让两方都满意离开 分辨了一下方向 陆灵来到一处 专门售卖妖兽肉的摊位 小兄弟 来点什么 钢沙的黑尾蛇 保证新鲜 熬汤绝对一绝 还有正宗三眼兔 这个是白色的极品 肉质鲜美 无论是红烧还是烧烤 那味道绝对回味无穷 老板大声地介绍着摊位上的肉品 陆灵虽然心中一动不已 但看了一下两种肉的价格 他还是打了退堂股 黑尾蛇 一条1200-2000不等 关键那一条 看起来也就三五斤的样子 买来吃肉不划算 至于三眼兔 是不是白色的极品 陆灵不知道 但这老板的心 真是够黑的 一斤就要680 陆灵哪能吃得起啊 老板 这铁剑豪猪的后腿怎么卖 这个啊 85一斤 老板显然有些 不想卖这种价格便宜的肉 哦 那帮我撑个十斤吧 十斤 小伙子 我看你是在菜场买肉买习惯了 在咱们这西城妖兽市场 后腿肉都是整根卖的 一斤两斤的 我还卖你这么便宜 老板一脸嫌弃地说道 陆灵也有点不好意思 在这里购买妖兽肉价格 确实比菜场便宜不少 可必须整根购买 陆灵一咬牙 今天自己刚拿了一万的小费 难道还不够买点肉吃 行 老板 帮我撑一下这块多重 五十斤多点 就算你五十斤算了 一共四千二百五十 扫码还是现金 老板熟练的大包装袋 陆灵愣了一下 四千二百五十 这也太多了吧 从小到大 他也买过不少次肉了 可一次买四千多块钱的 也太奢侈了 老板 能便宜点吗 嗯 小兄弟 你什么意思 是我这后腿肉品质不好 还是你怀疑 我的乘有问题 我老王在这牺牲干了十几年了 还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要求 这么低的价格 还要便宜 可笑 老板听到陆灵这么说 根本没有多好的服务态度 直接将打包好的肉拿出来 丢在案板上 这一下 陆灵反而有些作辣了 他只是习惯性地讲个价 没想到这老板也太刚烈了 行吧行吧 给我装起来 我要了 不过 老板 你看我这么干脆的份上 要不把这两个铜骨送我 你 老板显然没见过陆灵 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不过对他来说 两根铜骨倒也无所谓 尽快让眼前这个 斤斤计较的小子滚蛋才是 行行行 我服了 一个大小伙子 买肉 跟那些老大妈似的 一起拿着吧 结果老板递过来的肉 陆灵顺嘴问了一句 老板 你这边有腰兽的腰盒吗 什么价格 有啊 你要多少 什么品接的 你先说下价格 如果合适 我就多要点 老板看看陆灵 笑了一下 行 你小子 太精灵不是啥好事 一接腰盒三块钱一颗 二接腰盒二十八一颗 三接腰盒二百六十 四接腰盒四千 五接腰盒五万 六接以上的没有 陆灵暗自盘算了一下 以简化点来兑换的话 那么是一接腰盒的话 转为一个简化点 需要三块钱 二接腰盒 转化一点需要二 八元 三接腰盒 转化一点需要二 六元 但是到了四接腰盒 价格突然飙升 转化一点需要四块钱 五接腰盒更甚转化一颗 就要五块钱 这么算下来 最划算的 还是购买三接腰盒 陆灵现在还有5750元 买20颗三接腰盒 就要5200元 可以转化2000点简化点 这个价格比陆灵预想的 要高一些 如果花钱买了腰盒的话 那他就没法购买 负重训练用的背心和绑带了 想了一下 陆灵还是决定以修为为主 这是当下最重要的事 关系到他能不能成为舞者 成为舞者后 只要通过五道协会的认证 一个月就可以领取5000元的补助资金 还能让他回个血 发工资 还要等一个月时间 这段真空期 陆灵必须要合理规划 自己手中掌握的每一分钱 算了 老板 我先不要了 我再问一下 你这边收装备吗 我有几柄F级战刀 嘿 你小子这是来找我打听行情的吧 也罢 老哥 我也告诉你一句实在话 F级战刀这东西不值钱 能自己用就自己用 自己用不上你送人也行 卖二手的话 除非量大还有渠道 不然回收价格最多2000 这么爹 陆灵惊叹一声 F级战刀的售卖价格 可是要两万元的 结果回收的话 就只有十分之一了 果然还是应了老板的话 宁愿自己用或者送人 也没必要卖二手 那密集什么价格 如果 停 陆灵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老板打断 小兄弟 我这可是正经肉食摊位 你买好东西 就赶紧离开 不要问东问西的了 看到陆灵一脸好奇的模样 老板也没兴趣给他解释 看他还不肯走 老板都准备出来亲自赶人了 好好好 我不问了 我走还不行吗 我不就跟你多聊几句 至于赶人吗 陆灵嘟囔一句 虽然不知道 老板为什么听到 售卖密集的事 就这么大反应 但这其中肯定有 他不知道的原因 从肉食摊子离开 陆灵找了一家 专门售卖舞者装备的小店 购买了一件二手的 负重训练背心和绑带 背心一件500公斤 绑带两个50公斤 两个100公斤的 总重达到了800公斤 22 当街晋升舞者 老妈的怀疑 总重800公斤的负重压在身上 陆灵顿时感觉呼吸 都不畅了 可就在这时 他的眼前出现一道光幕 千重呼吸法 1% 千重呼吸法 2100 千重呼吸法 3100 看着不断提升的熟练度 陆灵一点沉重的感觉都没有了 轻松 畅快 甚至他还想 如果能买到更重的负重设备就好了 那样说不定熟练度增加地 还会更快一些呢 这一套装备 不知道是不是装备点老板 看到了陆灵地钱包报价地 5500元 下班刚拿到的1万元消费 转眼间就剩下250了 好在刚才打车过来的费用 陆灵是用的电子支付 不过这钱花了 效果瞬间就来 拎着手里50斤重的后腿肉 当陆灵走出西城妖兽 交易市场的大门的时候 他的千重呼吸法 已经晋升到了第二层 体内气血涌动 陆灵感觉到浑身发热 恨不得找个水池 冰水池跳进去 好好凉快一下 他知道 这是气血滋生的征兆 练成第一层后 就可以运出气血 以后的修炼 都是不断地提升 转化气血的过程 拎着肉的状态 肯定不适合修炼气血 陆灵来不及感慨 自己有点鲁莽了 赶忙找了一个人 少的地方坐下来 将手中的后腿肉 放在身边 专心调整自己的呼吸 呼 吸 一呼一吸之间 陆灵感觉自己体内 越来越热 就仿佛有一座火火山 即将喷发 再呼 再吸 陆灵默默按照 千重呼吸法的修炼方式 调整着呼吸 气血涌动的波动 让周围不远处的 舞者和摊贩 都忍不住 对陆灵投来目光 目光中满是疑惑 这是哪家的傻孩子 修炼气血功法的时候 竟然选择在菜市场旁边 真是服了 别人修炼功法 都是恨不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结果这小伙子 竟然专门选在妖兽市场 也真是有想法 哥几个 你说 咱们要是这时候 给这小子来一脚 是不是也能帮他长得记性 踹他一脚 这小子会不会长记性 我不知道 但你肯定要在武安局的铁窗里 好好地长记性了 众人正议论着 一队穿着武安局制服的武者走来 他们驱散了周围看热闹的人群 专心地护持在陆灵身边 等待他的突破 在华国 武安局的职责是 既要维护武者稳定 避免武者犯罪 同时也有保护武者的义务 遇到陆灵这样当街突破的事 武安局早有预案 此刻 对于外界的情况 陆灵一概不知 他感觉自己真的要爆炸了 好热 不只是热 还有一股狂躁暴躁活跃的能量 在体内孕育 哄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灵感觉自己真的爆炸了一般 一股灼热的能量 出现在他丹田的位置 那一股能量 即便肉眼无法看到 陆灵也能感知到能量的颜色 是鲜艳的 迷人的血红色 这就是汽血之力 这就是武者的奥秘 呼 吸 一呼一吸之间 陆灵这刚刚诞生的汽血之力 一点点地增长着 短时间看不出变化 但长时间下来 肯定会给陆灵一个巨大的惊喜 睁开眼睛 陆灵看着周围七八个 穿着深蓝色制服的武安局舞者 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谢谢 谢谢武安叔叔 谢谢你们帮我 不过听到他感谢话语的武安局舞者 脸上却有些不爽 叫谁叔叔呢 他们年纪又不大 大多数是武道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 年龄也就25 26岁的样子 竟然沦落到被人叫叔叔的地步了 没事 小伙子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在此 我也代表我所有的同事 恭喜你成功晋级舞者 一位看不出年纪 但脸上布满风霜的舞狮 走到陆灵身边 不过 我也要批评你一句 这西城交易是场人来人往的 你在这里突破 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下次要突破的时候 一定不要四处乱跑了 知道吗 陆灵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知道了武安叔叔 我下次一定注意 说完 他又冲周围的众人拱拱手 多谢诸位 多谢了 行了 你赶紧回去吧 武安队长冲陆灰灰手 现在天色已经黑了 陆灵这小家伙 才刚刚晋升舞者 还是赶紧回去调整 陆灵再次对众人感谢一番后 才提着后腿肉 向家里走去 在路上的时候 陆灵突然想到一个事 千重呼吸法 是他在负重状态 每呼吸一次就增加一点熟练度 可人一天要呼吸接近三万次 会不会等到两天后 他的实力就突然达到五十巅峰了 可当他思考了一下 却觉得不可能 攻法熟练度增加 是代表陆灵对攻法的掌控程度增加了 对于普通的战斗技法来说 这效果堪称逆天 可对于呼吸法来说 就没有那么夸张了 熟练度的提升 只能代表陆灵对攻法掌握的程度增加 可气血还需要他一点点的积攒 酝氧 即便他把千重呼吸法 修炼到最顶级 也不会成为五十 想通这一点后 陆灵拍拍自己的胸口 还好还好 这样慢慢地增长修为 就不会被人询问 他的修为为什么提升得这么快了 回去的路上没有打车 不过看着呼吸法不断增加的熟练度 也是一种享受 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回到家里 结果他刚进门 后脚老妈陈晓燕就回来了 妈 你今天下班这么早 平时陈晓燕下班 最早也要到晚上七点了 今天这才六点都不到呢 哎 商场今天来了的大客户 所以我们就提早下班了 咦 这是啥 陈晓燕看到了陆灵手里 拎着的一大袋肉问道 妈 我买了点肉 你等会烧一点咱们吃 另外 我还有个好事要宣布 好事 啥好事 陈晓燕打开黑色的塑料袋 看到一大块后腿肉的时候 整个人顿时愣住 这是铁剑豪猪的肉 这肉的颜色 他一看就知道 儿子 你哪来的钱 买这一大块肉的 陈晓燕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他的声音颤抖 儿子 咱家虽然穷 但绝对不能做偷盗抢劫的事啊 23 全家惊喜 好日子要来了 啥呀 妈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今天帮一个舞者陪练 赚到一万的小费 正好那边距离西城妖兽市场不远 就顺便买了点后腿肉带回来了 舞者 陪练 一万 这三个词陈晓燕都知道 但组合在一起她有点好不懂了 陆林只好给老妈解释一通 陈晓燕才后知后觉地问道 儿子 那你现在就是 舞者了 那必须啊 只不过我还没有去舞道协会注册 现在你先帮忙烧饭吧 等会老爸和陆七回来 我再一并解释给你们听 免得到时候还要说两遍 哦 好吧 陈晓燕确认 陆林不是偷到抢劫来的钱 心里也放心了不守 至于陆林所说的大事 她也只能压制住心中的好奇 等陆平和陆七回来再说了 一个小时后 陈晓燕刚刚把饭做好 陆平和陆七就一起回来了 看到桌子上摆了好几个肉菜 陆七大叫一声 就要冲上来吃肉 去去去 先把手洗了 再过来吃 等到一家人做好后 陆林从卧室拿出了 自己跟刘氏武馆重新签订的合同 放到陆平面前 老爸 看看 有啥好看的 我都饿了 陆平虽然这么说 但还是拿起来合同仔细地看着 五万 清运花园210平的房子 三步工法 武馆重点培养 陆平大声叫着 不可置信地看着陆林 他拿着合同的手 都在微微颤抖 陆林 这 这是什么情况 昨天你不是说 说月薪是八千吗 怎么今天就变成五万了 听到陆平惊讶的叫喊声 陈小燕第一个凑上来 陆七也是连红烧肉 都顾不得吃了 伸长脖子 凑到陆平面前 果然 上面写着 陆林成为流氏舞馆签约舞者 待遇是 每月底薪五万元 提成40% 此外还奖励陆林一套 清运花园的大房子 三步修炼必备的工法 以及以后重点培养陆林的承诺 陆七惊讶地看着自己熟悉的老哥 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老哥 仿佛有点不认识他了 也对 昨天晚上 陆林从外面回来 一身的血迹 还带回来四把S级战刀 从那个时候开始 自己的老哥 就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三人之中 陆七倒是第一个 接受陆林变化的人 毕竟相比起 这暂时还看不到的待遇 昨晚陆林那一副 杀气腾腾的样子 才更难以接受 陆林一笑 老爸老妈 还有陆七 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舞馆会给我 这么好的待遇 应对父母和陆七的说辞 在刚才回来的路上 他就已经想好了 昨天因为舞考失败 我心中十分难受痛苦 不过在舞馆工作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好像开窍了一样 金钟罩的境界突飞猛进 达到了第四层 因此才被舞馆的负责人发现 跟我签约了一份基础的舞者合约 可今天早上 我在测试力量的时候 全力竟然达到了1500公斤 这一下 连舞馆的总管主都惊动了 这些待遇就是总管主留 青龙亲自给我准备的 并且 我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好消息 在我得到气血修炼法之后 不到一天的时间 我已经成功地 凝炼出气血之力 现在 我已经可以说是一位真正的舞者了 只要去舞蹈协会完成注册 以后就有正的人了 怎么样 我是不是一个天才啊 陆林得意地说道 也就是在家人面前 他才会如此放松 表现出一个18岁少年该有的志气 这 真的 陆平嘴上虽然在询问 可他的心底 已经相信了陆林所说的一切 自家的儿子 从小跟在身边长大 他能不知道陆林的性格吗 陆林从小就不会撒谎骗人 当然是真的 老爸 老妈 刘管主还说了 因为我是重点培养舞者 你们俩的工作 舞馆都可以负责解决 老爸 老妈 以后咱们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来了 好日子要来了 陆平呢喃着 热泪忍不住地从眼眶中流出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他都没有如此激动过 之前陆林的体测成绩 一直都不尽如人意 可是看到陆林那每日情休不坠的样子 他也不忍心去打击陆林 没想到 在五考失败后 陆林竟然一下开了桥 短短一天时间就成为了舞者 老天 有眼啊 旁边的陈小燕没有说话 是因为他这个时候 已经泣不成声了 自己的儿子 竟然这么有出息 不仅天赋惊人 短短一天就成为了舞者 还获得了舞馆的认可 成为重点培养舞者 好日子什么的 他们夫妻二人 倒是没有太大的要求 平平淡淡的生活 就好 重要的是 孩子们都开开心心的长大 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就够了 爸妈 你们别哭了 明天 明天你们都请假 还有陆琪 咱们一起去青运花园 看看那边的房子怎么样 如果合适的话 咱们尽快搬家 去新家住 父母这么一哭 陆琳情绪也有些波动 好爷 明天请假看房 搬新家 陆琪高叫一声 却被陆平一巴掌打在后脑勺上 爸 你怎么又打我 打你咋的 一听上学就愁眉苦脸 听到请假 不管干啥都跟过年一样 你小子 哈哈 好 明天 我们全家请假 一起去看新房 陆平本来还在教训着陆琪 结果说到后面 她也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她这个当爹的没本事 给不了家里富裕安稳的生活 幸好 还有陆琳 看到陆平大笑 陈小燕也是破涕为笑 陆琪捂着后脑勺 嘴巴也裂开了 陆琳看到家人开心的模样 心中也更加的坚定 无道之路 她走定了 晚餐就在众人的笑声中结束 陆琳上床的时候看了一下 千重呼吸法已经达到第三层了 不过要晋级到第四层 需要足足一万点熟练度 要不是晚上睡觉 不方便带着那一身负重 以免压她床铺 陆琳估计 明天早上 她就能晋级到第四层了 想起早上的时候 李江涛还劝她 不要选择这一门功法 陆琳心中好笑 若是李江涛之 陆琳修炼这整个武馆 都没有人修炼成功的呼吸法 被陆琳一日之间 就修炼到了第三层 不知道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 二十四 才十八岁 就续成这样 虎狼之词 陆琳 你说 这人为什么就会突然开了窍呢 第二天一大早 全家人洗漱干净 一起乘坐出租车 来到清运花园 在自家二百一十平精装修 还包含全套家具的大房子里 陆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陆琳心说 我哪知道 她之前还担心自己权力 突然飙升五百公斤 会被李江涛或者刘 青龙质问呢 没想到刘 青龙倒是给她找好了理由 天赋觉醒 以后 陆琳准备一切不合理的 跟系统有关的提升 都推托到天赋上 反正没有天赋觉醒的人 绝对不会懂 天赋觉醒有多牛逼 而天赋觉醒的 如果他们达不到陆琳这样的水准 只能说 天赋还差点 毕竟天赋的是 看不见摸不着 谁说的准呢 老陆 你这么一问 我倒是想起来了个事 陈小燕在厨房里拉开一个抽屉 看着里面干净的碗筷接话 你还记得 当年咱们上高中的时候 有个叫李东东的女孩吗 嗯 记得呀 怎么了 什么 你竟然记得李东东 老实交代 你不是一直暗恋人家 老妈怒气冲冲地从厨房走出来 一把就掐住了陆琳的耳朵 哎呦 哎呦 老婆 李东东不设难的吗 疼疼疼 陆琳连忙求饶 哼 陈小燕看了一眼 正盯着他俩的陆琳和陆琪 不自然地放下了手 李东东 他就是无考失败 后来去一家餐厅里 做厨师学徒 办公办读 后来听说他跟咱儿子一样 也是突然之间开了窍 全力突破极限 没多久就晋升无者了 只不过 他好像天赋 没咱儿子这么好 好多年没联系了 当年的同学 也都不知道李东东的消息 那当然 也不看看陆琳是谁的儿子 陆平得意洋洋 谁的 这 这当然是我温柔贤惠 美丽善良人见仁爱花见花开的陈小燕生的儿子 哼 算你识相 陈小燕哼了一声 不过俩人互动的样子 让旁边的陆琳和陆琪大呼受不了 哎呀 好饱啊 这狗粮吃得我好饱啊 陆琪在一旁故意搞怪 好饱 那你中午不用吃饭了 妈 我错了 有了新房子 生活有了笨头 压力一扫而空 平时都是不苟言孝的父母 竟然露出了这样的一面 让陆琳看得也是无比开心 爸 妈 房子如果还行的话 那咱们就尽快搬进来吧 我等会还有客户 就不跟你们一起收拾东西了 行行行 你先去忙 家里有我和你妈就够了 实在不行 还有陆琪呢 陆平挥挥手 让陆琳赶紧离开 刚刚获得武馆的重视和培养 可绝不是耍大牌的资本 这个时候 更是要努力修炼 让武馆看到陆琳的努力 这边的是暂时结束 等陆琳一路小跑 来到西城武馆的时候 任天也正好过来 一看到陆琳气喘吁吁的样子 他就忍不住调笑一句 嘿 小伙子 你这才18岁 怎么就虚成这样 回头吃点肾薄 好好补补吧 陆琳没注意任天的调侃 他郑重地冲着 任天一拱手 任哥 多谢了 任天一冷 想起来昨天自己 给陆琳的一万消费 想来陆琳是因为这个 才感谢他的 一巴掌拍在陆琳肩膀上 好端端地说 这个干啥 那就是小钱 好好陪老哥修炼 老哥不是小气的人 嗯 陆琳答应一声 走进更衣室 脱下负重装备 快速换好衣服 跟舞者对战的时候 他可不会穿腹重 这样太影响动作了 任哥 来吧 今天的舞 可是更硬了 那我倒要看看 任天大吼一声 挥一拳弓上来 龙鹰金钟罩 3361000 龙鹰金钟罩 3371000 熟练度一点点地增长着 任天也没感觉到 陆琳说的更硬了 是在什么地方 打了半天 任天停下来休息 他灌了一瓶水 陆琳 你这不行啊 哪里更硬了 嘿嘿 任哥别急啊 刚刚只是热身而已 等会让你看看 我真正的实力 行 那我就等着了 休息了十多分钟 陆琳不用任天招呼 纵身跳上擂台 任哥 来吧 好 任天答应一声 轻松跃上来 二话不说 就冲着陆琳打来 碰 一道沉闷的声响 力道还算正常 不对 任天猛地感觉到 一股力量 顺着自己的手臂 不断前进 气血之力 任天忍不住惊呼一声 昨天跟陆琳对练的时候 他精中照反正的力度 让任天十分感兴趣 可这才一天的时间 陆琳怎么就修炼出气血来了 对 就是气血之力 怎么样 任哥 我还是很硬的吧 硬个球 任天大吼一声 有气血之力的舞者 他打得多了 陆琳只不过是刚刚修炼出 一点气血就这么嚣张 他可不惯这个臭毛病 十分钟后 陆琳一脸生无可恋地 躺在擂台上 这一次 他倒不是装的 当任天用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让陆琳感受到 他和真正的高阶舞者之间的差距 虽然说高阶舞者的气血之力 也就9.1 可这却足足是陆琳的9倍 他那刚刚凝炼出的气血之力 只有一点左右 具体的数值 还要找机会去测试一下 但显然不会超过两点 哈哈 让你小子嚣张 这下知道哥的厉害了吧 我问你 哥硬不硬 硬 绝对硬 任哥你是世界上最硬的男人了 就在陆琳有气无力地承认 任天的强大的时候 训练室的房门 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 从门外走进一个 穿着白色练功服 身材窈窍 留着马尾边的少女 只是 此刻少女的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看看站在擂台下浑身汗水的任天 再看看躺在擂台上的陆琳 下意识地转身 就要关上门离去 天哪 这到底 是什么虎狼之词 是他一个未满十八的未成年少女 应该听到的内容吗 大小剑 陆琳看到了刘伟然的背影 惊呼一声 她知道 自己的轻欲 没了 二十五 腰盒的真正作用 陆琳你正常吗 啊 不好意思 我不是有意闯进来的 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什么都没听到 刘伟然还想解释一下 可这种事 本来就是越解释越没用的 陆琳干脆一咕噜站起来 大小剑 我和人哥 只是在修炼而已 修炼 刘伟然捂着眼睛的双手 露出一条缝隙 看到陆琳确实穿得整整齐齐 这才把手放下来 不过 这是能怪她吗 俩人说话那么暧昧 任天又是惊弑上身 陆琳还躺在擂台上 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谁能不多想啊 哈哈 这就是刘馆主的女儿 没想到几年没见都这么大了 是叫 刘宇然是吧 你过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还见过你呢 任天是刘氏 武馆的忠实用户 对于刘伟然 也是有些了解的 只不过 我叫刘伟然啊 叔叔你好 刘伟然乖巧地问候一声 可这一声叔叔 差点让任天破防了 他也只不过比刘伟然 大十岁而已 当年参加他生日 会是家里长辈带去的 跟刘伟然是同辈的好吧 大小剑 你怎么跑到西城武馆来了 陆琳看出了任天的尴尬 走过来岔开话题 还不是因为你 这话 刘伟然是在心里说的 没事啊 昨天 不是给了你几颗腰盒吗 怎么样 有用吗 有用 太有用了 一听到腰盒 陆琳顿时来了兴趣 大小剑 你这边还有腰盒吗 没有 昨天帮你拿腰盒 我老爸都发现了 说以后不准我拿了 刘伟然有些委屈 因为这事 他还被刘 青龙批评了一番 都怪陆琳 让刘 青龙说什么 他是胳膊肘往外拐 他才不是呢 哦 腰盒 陆琳 你要这东西有用 也对 你都近身舞者了 应该也是知道腰盒的用处了 任天接了一句 可这一句话 却让陆琳疑惑了 近身舞者 跟腰盒的用处 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怎么 你不知道 一看陆琳那迷茫的表情 任天就知道自己猜错了 好吧 那我就给你说说 腰盒真正的作用 是帮助舞者在短时间内 快速地回复气血之力的 当然 论起恢复能力 腰盒比不上回血丹 养血丹 生血丹这些丹药 但它胜在就是速度快 只要舞者的经脉 能够承受腰盒之中 狂暴混乱的能量 那就可以快速 恢复一定的气血之力 只不过一般舞者级 尤其是初入舞者级 建议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因为 一旦你的经脉比较脆弱 让腰盒中的能量 进入身体的血肉之中的话 那你的下场就是一个 任天说着 比划了一个气球 逐渐膨胀变大的动作 碰 你就会变成一朵漂亮的烟花 这 陆琳没想到 腰盒在舞者中 竟然是这么使用的 可是 既然舞者可以用腰盒 快速恢复气血 为什么市场上还有售卖腰盒的 而且价格还那么便宜呢 这个问题 任天可不会给他解决 还需要陆琳自己去寻找 等 等一下 听任天讲述时 刘伟然也是一脸认真 这些知识 他老爹刘 青龙可没有告诉过他 就这么一个女儿 宝贝得很 刘 青龙 哪舍得刘伟然 被逼到使用腰盒来恢复气血的地步 怎么了 任天回头看过去 以为刘伟然有问题 陆琳 你不是昨天才拿到气血修炼法的吗 今天就舞者了 刘伟然满头问号 他刚才听任天说 陆琳晋升舞者了 还没有反应过来 此刻想要重新确认一下 对啊 我昨天就晋升了 陆琳一脸理所当然说道 这是他从没想过隐瞒 现阶段 他必须要让刘 青龙 看到自己的进步和天赋 如果能再次加大对他的投资就好了 想着还有两门步法 没有足够的简化点学习 陆 林恨不得现在立马有一大堆腰盒砸到他身上 可是 可是 你选的不是千重呼吸法吗 对啊 是千重呼吸法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问题了 还是大问题 昨天在总部的时候 刘 青龙 将陆琳选择的几门功法 都告诉了刘伟然 龙吟金钟罩和蛇不还好 可一门旋即下品的千重呼吸法 一门旋即上品的破天十三盏 这可是刘氏武管 经过数百人认证实验过 堪称没有人能够修炼成功的功法 不仅是武管内部的武者 还有东山市城卫军 武安局等官方势力中的武者 以及这么多年 在刘氏武管修炼学习的无数少年天才 如果有个数据统计的话 这两门功法 至少接受过上万武者 和高级武徒的修炼 可却没有一个成功的 为什么 为什么偏偏陆林可以 刘卫然看陆林的模样 瞬间感觉不想跟他说话了 算了 但我没问 不过 你今天有时间去一下总部测试气血 这个消息尽快通知我吧 算了 还是我给他打电话吧 刘卫然急急忙忙地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 就推开门到走廊上打电话去了 训练室内 任天也是一脸好奇地看向陆林 陆林 你别告诉我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昨天开始修炼气血功法 今天就晋级武者 对啊 任哥 这有什么问题吗 正常武者不都是这样吗 陆林一脸无辜 正常武者 正常你妹啊 任天突然大叫一声 你觉得你这个人正常吗 明明不是武者 却可以接下我这个高阶武者的功绩 嗯 这个我就当你天赋高 擅长修炼防御功法 可现在这是呼吸法啊 谁修炼呼吸法不需要个半个月二十天的 天赋差一些的 甚至需要好几个月时间 可你一天修炼成功 还顺利凝炼出气血 你说 陆林你正常吗 陆林善善一笑 好像 貌似是有点不正常 任天被陆林的天赋给打击到了 想当年 哎 不提也罢 他一个人走进更衣间 算了 今天就这样吧 估计你接下来也没时间陪练了 不过 明天别忘了呀 趁着你现在没有成长起来 也让老个 我故意把欺负天才的瘾 哈哈 任天前脚刚进更衣室 刘卫然就推开门跑了进来 陆林 你跟我走 我爸让我带你去总部 26 震惊的6911公斤 12乘武馆联赛 等一下 我还没换衣服 换什么衣服 来不及了 刘卫然说着 就拉住陆林的手 向外跑去 本来以陆林 现在接近4000公斤的力量 想要挣脱 他太轻松了 但陆林不忍心伤害他 反正那一身负重设备 也没有人会拿 等从总部回来再佩戴吧 就这样 所有西城武馆内地工作人员 和来此训练的舞者 舞图都看到了 刘卫然大小姐 拉住陆林一路狂奔的身影 嗯 这就是青春的味道 半小时后 陆林再次来到了 刘市武馆总部 不过这一次 他不需要去刘 青龙的办公室 被刘卫然拉着一路 来到气血测试室 这一次 刘卫然也知道注意影响 没有拉着陆林奔跑了 测试室门口 刘 青龙已经等在门口 看到陆林过来 刘 青龙一步向前 来到陆林身边 好家伙 陆林 你可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 先休息 一下再测试气血 只是通过观察 刘 青龙也无法判断 陆林是否凝练出气血之力 现在陆林凝聚出地气血之力 最多不会超过一点 还都是隐藏在体内 不会被发现 没事 关注 我现在就可以 陆林可不会再刘 青龙面前摆什么架子 三人走进测试室 房间内只有一台大型设备 看起来有些类似权力测试机 但只有拳把 没有腿把和推动的部分 陆林 这应该是你第一次测试气血 方法很简单 不要紧张 就当这个是普通的权力测试机就行 等一下 你将气血之力运转到拳头上 别担心 你现在还调动不起来气血之力 这是每个高级舞图 成为初阶舞者 必定会经历的过程 等时间长了就好 将气血之力运转到拳头上后 控制好力量 打出一拳 力量大小无所谓 机器可以检测到你的气血强度 是不是很简单 好了 现在去试试吧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昨天说话还严谨一概的流 青龙 竟然变得有些序道 熟悉老爹性格的刘伟然知道 刘 青龙平时性格沉稳 只有遇到极为在意的事情的时候 才会反复叮嘱反复确认 避免出现任何意外 好的管主 我都记住了 陆林答应一声 不过他现在的牵虫呼吸法 都已经到第三层了 别说调动气血之力了 刚才在西城武馆 他都可以讲气血之力 用在龙鹰经中照上面 来抵御攻击了 来到气血测试机前 陆林调动气血之力 一圈轰出 这一圈 陆林用出了现在自己的最大力量 加上气血之力 一圈的力量 竟然达到了 竟然的6911公斤 权力数据可以立即显示 气血数据 需要等机器运算一番 才可以给出结果 不过 现在只是看到陆林的权力数据 刘 青龙和刘伟然妇女二人 都忍不住张大的嘴巴 6 9 11 东 刘伟然一字一顿地说道 刘 青龙虽然没有说话 但他也被陆林的权力数据震住了 这力量已经超过中阶舞者 6000公斤权力标准 达到6900公斤 刘 青龙上上下下地打量着 还穿着一身训练服的陆林 心中狂喜 捡到宝了 真的捡到宝了 昨天李江涛带陆林过来总部的时候 刘 青龙就有预感 陆林会是一个天赋卓绝的武道天才 因此 才给陆林那么多的福利待遇 又是提升薪水 又是送房产 至于在内部需要积分兑换的功法 刘 青龙都是任由陆林选择 没想到 这仅仅是一天的时间 陆林就给了他巨大的惊喜 不 这岂只是惊喜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 气血检测结果 在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必要了 只凭现在测试出的权力数据 陆林就能力压一众天才 夺得今年年底的12成武馆联赛的冠军 在刘 青龙惊喜的时候 测试机器将陆林的气血数据也展示出来 1 9 行目的数字出现在屏幕上 本来应该惊讶 陆林刚刚凝练气血就能达到1 9这个水平的刘 青龙 对此却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 能够打出6000公斤的权力 你就说 陆林的气血达到了中阶舞者的标准三点 刘 青龙都不会惊讶了 实在是陆林今天给的这个惊喜 实在是太大了 刘未然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陆林 明明昨天才见过的 明明两人认识了有两年时间了 明明他一直都是那么的普通 明明就是一个可以随意调侃的少年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 成长到了这样的高度 看着机器屏幕上的数字 刘未然陷入了沉思 女孩啊 你可要加油了 别被陆林这个坏家伙 给甩开太远 三人来到刘 青龙的办公室 不过这时候 刘未然的心思 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他脑海中不断想着 自己该怎么努力追上陆林的事 对于刘 青龙跟陆林所说的内容 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管主放心 我一定好好修炼 明年的比赛 绝对不会缺席的 好好 这样我就放心了 到时候有陆林出马 我看其他十一家武馆 还懂我嚣张什么 好了 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你快去修炼吧 一枚五接腰盒 我等下就让人给你送过去 那就麻烦管主了 陆林微微欠身 表示感谢 他推了推刘未然的胳膊 小声道 走了 发什么呆呢 啊 哦 刘未然看了陆林一眼 不知道怎么的 他的脸红了一下 乖乖地跟着陆林走出办公室 这一幕让刘 青龙看到了 心中是既欣喜 又有些难受 自家培育了十几年的小白菜 眼看着就落入到陆林这家伙手里了 等走出武馆坐在车上的时候 刘未然才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跟着陆林 这么顺从地 走了这么久的路 肯定被总部的那些人给看到了 明天见到 还不知道如何调侃自己呢 嗨嗨 陆林 刚才你跟我老爹说啥了 什么比赛 为什么他要送你一个五阶腰盒 这个老爹也真是不靠谱 昨天还因为我 拿他几个腰盒 就跟我生气 现在自己却主动送给你用 不开心 刘未然嘴巴嘟起来 一开始还想转移话题的 可说到后面 却忍不住真的有些不开心了 27 你以后要好好听话 修炼破天十三斩 看到刘未然的小模样 陆林忍不住伸手过去 摸摸了他的脑袋 把他的头发都摸乱了 在刘未然恼怒的眼神中 陆林开口道 十二城武馆联赛 就是由江左市展妖武馆 在十二座卫星城中的签约武馆组成 每年地年底 都要在江左市举办一次 这十二家武馆内部的比赛 主要是由武者级参与 由展妖武馆 与十二家武馆地馆主 共同担任裁判 角逐第一名 馆主说了 之前几年 咱们刘氏武馆的成绩都不怎么样 这次就要靠我了 所以 刘未然 你以后要好好听我的话 让我开开心心地修炼 不然到时候发挥得不好 你自己实力不行 还要怪我 哪有你这样的 刘未然冲陆林挥挥拳头 不过心里 却重视起陆林说的这个问题 十二城武馆联赛的是 他之前也偶尔听老爹提起过 但因为成绩不怎么样 刘 青龙都是敷衍了事 没有仔细给他说过 陆林虽然才刚刚进阶舞者 但以他的天赋 说不定真有可能夺得冠军 算了 这段时间 本小姐就委屈自己一下 嗯 他都是为了老爹能够开心 跟陆林可没有什么关系 坐着刘未然的车返回西城武馆 陆林取了自己的一身装备 刚走到前台 小姐姐喊住了陆林 原来 刚刚任天离开的时候 又给陆林准备了一万块钱的小费 只是这一万块钱 陆林拿着觉得有些烫手 明明今天只训练了一个小时都不到 就因为自己的事不得不中断训练 任天还是给他一万的小费 默默地收下 陆林心中记住 任天对自己的好处 以后总有机会回报他的 中午 刘未然带陆林出去饱餐一顿 陆林也没多想 回到武馆后 陆林看了一下自己的信息面板 主人 陆林 等级 初阶舞者 功法 千重呼吸法第三层 2066 10000 龙吟金钟 照第二层 7951000 破天十三斩第一层 0100 风牛大力拳第四层 495 100000 凌云部 点数不足 蛇部 点数不足 点数 10057 千重呼吸法稳步提升 这一门只要陆林穿戴负重 就可以自动修炼的功法 估计到今天 就可以提升到第四层了 龙吟金钟照的进度 达到了第二层 估计等明天陪练过任天后 就能晋级到第三层了 风牛大力拳 这几天的进展不是很大 不过陆林不打算放弃这一门基础功法 虽然没有入品 但风牛大力拳修炼到后期 也能大幅度提升舞者的肉身力量 对于普通舞者来说 进入舞者阶段后 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气血功法与武技方面 修炼风牛大力拳 这种基础武学 有些舍本逐墨的感觉 可对陆林来说 修炼这功法就很简单了 以后再训练之余 也可以拿出来修炼一番 细水长流吗 反倒是玄机上品的破天十三展 这两天事情太忙 陆林都没有时间去修炼 经过简化后的破天十三展 只要陆林用木刀劈砍木人 就可以轻松提升熟练度 这一门武学 是以后陆林外出斩杀妖兽必备的战技 当然要尽快给修炼到足够的境界 至于两门步伐 陆林今天跟刘 青龙说了 他需要妖和辅助修炼的事 对方也答应 明天给他准备一枚合适的武阶妖和 到时候 陆林就可以完成 对两门步伐的简化了 整理过自身现有的武学后 陆林换好训练服 找了一柄木刀 进入武馆的战技修炼区域 因为修炼武技 会有一定的危险性 因此 武馆也是专门隔出一块单独的空间 让修炼武技的武者 不会彼此影响 陆林身为武馆陪练 可以享受的福利 就是只要有空 就可以随意使用无关的修炼设施 找了十几间修炼室 陆林才找到有牧人庄的地方 当下 他拿着木刀 对着牧人砍了起来 破天十三斩 百分之一 破天十三斩 二一百 破天十三斩 三一百 熟练度一点点的提升 陆林对于破天十三斩的领悟 也逐渐加深 破天十三斩 是一门可以不断叠加力量 弃血 攻击力的独特战技 弓法一共分为十三个境界 达到第一层后 就可以发挥出自身一 五倍 之后每提升一层 都可以继续提升一 五倍的攻击力 第二层提升二 二十五倍 第三层三 三十八倍 第四层五 零六倍 第十三层 破天十三斩 对武者攻击力的提升 已经达到了一个骇人的地步 一百九十四 六十二倍 接近两百倍的攻击增幅 这是何等的恐怖 只是灵气复苏三百多年来 从未听说有谁能把破天十三斩 修炼到这个极限的 甚至能够修炼到八层以上的 都绝无仅有 但这些对陆林来说 都不是事 只要有熟练度在 他迟早能把破天十三斩的等级 干上去 就是传说中从未有人达到的 第十三层 也不是没有可能 熟练度不断提升 当突破第一层的时候 陆林的脑海中 出现了更多的破天十三斩的修炼方式 使用方式 破天十三斩 只有十三招 但不同的组合 可以发挥出不同的威力 面对不同的场景 也有不同的使用方法 明明看起来是攻击的招式 可能用出来后 就变成了防御的招式 这里面的奥妙 陆林只是接收到脑海中 想要百分百掌握 甚至随手用出最合适的招式 还需要不断地练习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 陆林突然停了下来 他觉得自己这样胡乱地劈砍 虽然也能提升熟练度 可对于自身的提升 却是少之又少 等到战斗的时候 他还是要抓瞎 成为只有境界 没有战力的废物 与其如此 不如一招一式地施展 这样虽然可能拖慢 熟练度增长的速度 但能够让陆林的刀法境界 转化为战斗力 毕竟以后跟妖兽战斗的时候 妖兽可不会 因为你刀法境界足够高就乖乖地 送上大好头颅等死 第一斩 陆林仔细体会着 自己这一刀跟脑海中的招式 有什么不同 可眼前突然出现的熟练度 却让他一愣 破天十三斩 四一千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刚才完成突破 刀法的熟练度 不应该是千分之一吗 怎么一下提升了四点 陆林顾不上思考招式的奥妙了 他再次按照刀法批出一刀 第二斩 咔 破天十三斩 八一千 熟练度再次增加了四点 二十八 打开正确的修炼方式 指点陆棋 陆林看着再次增加四点的进度条 陷入了沉思 这难道才是简化系统的隐藏玩法吗 对于没有领悟到这一点敌人 只能一点一点地积攒熟练度 这样的话 在武学功法 还在低级别的时候 有很大作用 毕竟 升级需要的熟练度不多 可若是修炼到极高层次 还是用这笨办法递化 想要提升一层 需要的时间和精力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 就拿破天十三斩来说 如果要修炼到第十三层 提升二百倍战斗力的水平 需要的熟练度 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 几百亿甚至几千亿 恐怕陆林就是穷尽一生 也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境界 但是 天无绝人之路 简化系统 还给了陆林一条崭新的道路 努力的认真的修炼 一朝一世 勤学苦练 这样虽然慢一点 但天道酬勤 短时间内提升等级的速度 可能比不上胡乱劈砍 但是陆林对刀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随着境界的提升 领悟的加深 他的提升速度 会一直保持现有的水平 甚至以后还会更快 明白了 恍然大悟 既然如此 那陆林更是坚定了 自己专注修炼的心思 第三斩 咔 破天十三斩 十二斜荡一千 熟练度稳步提升 陆林眼中燃烧起熊熊的火焰 可是 在他再次劈砍出十几刀后 陆林忽然感觉到 身体有些虚弱 提不起力起来 中毒 不可能 在流逝无管之中 谁会给他下毒 仔细感受了一下体内的情况 陆林顿时明白 这是气血之力 亏空的缘故 全力施展招式 虽然能够体会刀法中的奥妙 但对于气血的消耗 也是极大的 现在 他的进度 才勉强提升到六四一千 就必须要休息了 不对 陆林猛然想到 破天十三斩 他修炼的时候 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 可以提升感悟 那么 千重呼吸法呢 如果陆林按照千重呼吸法 真正的方法修炼的话 那会不会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想到就做 陆林盘膝坐下 用心感悟着身体内部的情况 血脉 内脏 骨骼 肌肉 虽然陆林看不见 但当他将心神沉浸其中的时候 他的气血之力变得更加活跃 在入定之前 陆林专门看了一下 千重呼吸法的熟练度 2066-1000 等到他体悟了一番 睁开眼再次查看的时候 呼吸法熟练度 竟然暴涨40点 达到了2106 看起来只提升了40点 甚至比不上陆林负重呼吸几分钟的效果 可要知道 这是他没有负重自行修炼的效果 而且 不知道是不是陆林的错觉 他感觉自己的气血之力 竟然又有了些微的提升 说不准超过2点了 都有可能 太棒了 陆林的设想果然可行 接下来 这一个下午的时间 陆林都在不断地循环修炼千重呼吸法 和破天十三斩这两门功法 熟练度的增加倒是其次 陆林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战斗能力便强大了不少 如果是现在的他 再遇到八连和他那四个徒弟的话 陆林根本不需要逃 也不用故意示弱 轻松就可以斩杀几人 实力提升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 等陆林冲了个早走出武馆 看到已经有些暗沉的天空 他才猛然想起来一个事 今天还说要搬家呢 结果修炼的太入迷给忘了 想到这里 陆林快步向着家里跑去 回到家一看 父母和陆琪还在收拾东西 父母这么多年节俭惯了 家里的很多东西都舍不得丢掉 想着带过去新房子还能用 一件件的收拾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对此 陆林觉得挺能理解父母的 毕竟生活习惯的改变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慢慢来就好 不必急于一时 可是 当陈小燕连厨房里一块破烂的抹布 都准备要戴上的时候 陆林实在忍不住了 妈布咱就不戴了行吗 陈小燕一愣 随即答应一句 好好好 不戴就不戴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黑 陆林估摸着 今天不仅搬不了家 甚至连晚饭也吃不上了 干脆叫停了家人的动作 爸妈 我饿了 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吧 好爷 每到这个时候 陆琪都是第一个响应的 陈小燕下意识地就要拒绝 陆林 家里还有面条 还有昨天买回来的后腿肉 我简单弄一下 很快就能吃了 陆平也赞同地点点头 妈 今天就出去吃一顿吧 你这忙了一天了 我和老爸 还有陆琪都很心疼你的 正好咱们一家 好久没有出去吃过饭了 听到这话 陈小燕一手扶住自己的腰 她不说好像还没有 现在陈小燕 感觉自己忙了一天 腰都要断了 行吧 行吧 不过你挣钱也不容易 我们出去简单吃点就行 一家四口开开心心地 吃了一顿大餐 出了结账的时候 陈小燕有些不自然 其他一切都很顺利 谁让陆林大手大脚的 这一顿饭光是肉菜 就点了足足六个 六个肉菜的价格加起来 就要三千块钱 一顿饭吃掉陈小燕半个月的工资 她能有好脸色才怪 看到她脸色不好 陆林故意大声说道 陆琪 昨天你不是说 你风牛大力全修炼遇到困难了吗 正好老哥今天有空给你指点一下 老爸老妈 你们先回去吧 我带陆琪修炼一会儿 说着 也不等陆平和陈小燕回话 就拎着陆琪离开 走到小区健身广场 哥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 风牛大力全修炼有问题了 陆琪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被陆琳带过来了 此刻满脸疑惑 别说那么多了 让我看看 你现在风牛大力全的水平 陆琪 不是我说你 都已经是马上要高二的人了 还一天天的这么多代 就你这样 怎么成为舞者 哥 我权力已经880公斤了 陆琪挣扎 少废话 给我练 陆琪一声令下 陆琪不得不委曲求全 以陆琪现在风牛大力全 第四层的眼光来看 陆琪修炼的 这是什么玩意啊 他这个弟弟 说起来天赋还算是不错 至少比陆琳要强一些 可就是太懒了 好吃懒做 这个词就是形容陆琪的 让他吃饭睡觉玩游戏 没半点问题 让他学习修炼 那就是千难万难了 之前陆琪就没少被陆琳修理过 可这孩子天生心大 就是不长记性 只要陆琳不盯着他 他就不会主动努力修炼 29 舞者的义务 班星家咯 给陆琪指点了一回 他拳法中的错误 陆琳就让他在那一个人继续修炼 至于他自己 也走得远远的 开始修炼疯牛大力拳 没办法 简化后 需要一边学牛叫 一边练拳 这也太羞耻了 陆琳可不想让陆琪知道这个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疯牛大力拳 是基础武学的缘故 陆琳明明一直都是按照 最正常的方式练拳 可熟练度的提升 还是一点一点缓慢的增加 并没有像破天十三盏 和千重呼吸法那般 随着陆琳的理解熟练度 也能大幅度提升 修炼了一会 陆琳看到 那边陆琪又坐下来休息了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他走过去 沉着脸说道 起来 陆琪虽然百般不情愿 但在陆琳目光的逼势下 还是磨磨蹭蹭地站起来 陆琪 你是不是觉得 你天赋还不错 所以可以随便偷懒 陆琪没有说话 但眼神中的意思 就是这样 他的天赋 不仅比陆琳要高 在学校里 也算是佼佼者 别人修炼十几遍 他只需要修炼一遍就可以 若不是陆琳突然成为舞者 他心中早有预感 他才是家里第一个舞者 哼 收起你的那点小心思吧 陆琪 你只不过是有一天 小小的天赋而已 就这么骄傲 你可知道 真正有天赋的人 在舞考之前 就已经成为舞者了 远的不说 光是咱们东山市 这么一个小小的卫星城 今年舞考冒出来的舞者 足有五十多人 你呢 你能保证自己舞考之前 能为舞者吗 哥 那不一样 陆琪被说得不耐烦了 他大声嚷嚷了一句 随后又在陆琳的目光下 败下阵来 哥 我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都是舞者家庭 有足够的钱财和资源 用来修炼 我天赋不差 差的 就是资源而已 若是 我有足够的资源 肯定也能在舞考前 成为舞者 放屁 陆琳听到他 还是这么倔强 直接一拳打在陆琪的胸口 陆琪哪能受得了陆琳的力量 虽然陆琳已经收着力量了 他还是被打得连连后退 退后坚持不住 一屁股摔在地上 你以为有了资源 就能成为舞者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 舞者凭什么 收到整个华国的敬重 舞者 是要向外攫取资源 斩杀妖兽 探索世界 不断变强的 像你这样的 即便有一天 真的成为舞者 也是国家的蛀虫 没用的废物 而且 舞者又怎么样 那天晚上 我带回来的四柄战刀 就是我斩杀舞者获得的 陆琪 舞者也是人 也会死 成为舞者 你面临的危险 比现在更多更复杂 你的敌人 不只有看得见的妖兽 还有看不见的 人 成长起来吧 尽快地成长起来吧 我过段时间 要出城猎杀妖兽 只靠舞管给的那点死工资 怎么培养你 若有一天 你老哥死在城外 你要帮我 照顾好爸妈 别让他们伤心 知道吗 说到这里 陆琳突然感觉 有点异性阑珊 拍了拍陆琪的肩膀 转身引入黑暗之中 站在昏黄的路灯下 陆琪发呆 沉思 在陆琳成为舞者后 他和父母都选择性地 忽略了舞者的危险 也许父母心中想过 但最终隐藏起来没有说 但陆琪 是真的职呈 醉在陆琳的强大 陆琳的福利待遇 陆琳带回来的妖兽肉 以及晚上的大餐之中 他没有意识到 舞者 虽然享受着社会的尊重和敬仰 但他们面对的是 恐怖至极的妖兽 一朝不慎 就可能死在荒野之中 尸骨无存 看着远处的黑暗 陆琪突然感觉 胸中有一口闷气 怎么也发不出来 他想让陆琳 就这么安稳地做个陪练 一辈子都不要遇到危险 可他知道 这不可能 一旦东山市遇到危险 或者有紧急任务的话 都会争调城内的所有舞者 必要时 甚至一些残疾舞者 高级舞徒都会争调 这就是舞者的义务 不敢去战斗的舞者 在看到妖兽之前 就会被军阀处置 啊 陆琪大叫一声 他想要发现 他摆出风牛大力拳的架势 开始不断地演练着 在极度的愤怒中 他忘记了一切 心中只有拳法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 变得轻盈了不少 风牛大力拳 进阶第一层 看着陆琪的突破 陆琳在黑暗中暗暗点头 以后他肯定要进入荒野中 进入更大的城市 与妖兽战斗 与舞者争斗 如果家里没有人保护的话 那他即便在外面 也不会安心 陆琪啊 希望你能早点成长起来 第二天早上 陆琳一家 请了一辆货车过来 帮忙搬家 至于搬家公司 就没有必要了 陆琳和陆琪两兄弟 都是力大无穷 陆平的力量 也有高级武徒的水准 三个男人搬起家来 速度简直不要太快 哎 陆平 你们家这是干啥 准备搬走 小辰 你们这住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要搬家了 陆琳妈妈 你们这是 找到好地方啊 在小区里面住了几十年了 身边的街坊邻居 都是熟人 看到陆琳一家 上上下下地跑着搬东西 都不由好奇地打听一嘴 这时候 不用负责搬家的陈小燕 就正式开始了她的表演 李大嫂 你好你好 是搬家 对对对 还不是陆琳这小子 平时不吭声 没想到 竟然成了 刘氏武馆的签约武者 你说 培养就培养吧 还非要给陆琳分一套房子 你说我们 拿着多不好意思啊 什么 哦 你问哪个小区 也不是什么好小区 清运花园的大平层 勉勉强强210平 嗯 够住就行 真要分一套别墅 你说我们两口子 每天啥也别干了 就给她打扫卫生吧 在一众看热闹的妇女中 陈小燕 也是难得扬眉吐气一回 虽然嘴里说出的话 句句都是自谦 但那一股炫耀的意味 估计在小区外面 都能感受得到 围观的妇女们 虽然一个个心里酸得不行 但表面上 还是不停地夸赞着 这些话 听在耳朵里 陈小燕比吃了蜜糖 还要甜 还要开心 即便看着自家 傻乎乎的老二 都感觉眉清目秀 好像也挺俊的 好在大件的东西 都不需要搬运 只是一些衣服的话 不到半小时 就给搬完了 陆平上前喊陈小燕 一起离开的时候 陈小燕还觉得他们 搬得太快埋怨了几句 来到有电梯 有物业 有花园的清运花园后 陈小燕立马就把之前的不快 抛到了脑后 兴致勃勃地投入到 整理新家的工作中 30 舞者正到手 龙刀小队的考核 老爸老妈都在忙着收拾整理 陆平给了陆七一个眼神 让他收好那几柄战刀 随后就被父母赶出了家门 陆平苦笑不得 现在他在家里 还成了多余的了 给刘卫然打个电话 让他来清运花园门口等着 陆平这是把刘氏武馆的大小姐 当成小跟班来使用了 十分钟后 刘卫然的车子停在小区门口 给我老爹给你低腰盒 陆平 我感觉我现在不仅成了你的司机 还变成你的快递员了呀 我跟你说 你要是十二城武馆 联赛没得到冠军 看我怎么收拾你 多谢了 至于能不能夺得冠军 就看你这段时间的表现了 先带我去一趟舞蹈协会 然后再去西城武馆 知道了 刘卫然拖着长音答应一句 启动了车子 在舞蹈协会 注册舞者的过程倒是很顺利 检测气血 检测权力 陆平没有超长发挥 就把力量控制在 不到四千公斤的水平 因此也没有得到过多的注视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陆琳将自己的银行卡号报上去 以后每个月 都可以获得五千元的舞者补助资金 等陆琳实力提升到五世纪后 补贴金额会提升到一万元 这点钱 对于舞者和舞师来说都不算什么 但这代表了华国对舞者的认可和支持 以后 这张领取补贴的卡 陆琳就准备交给父母 让他们日常生活花销 等陆琳外出猎杀妖兽赚到钱了 也会定时给里面转钱 刘卫然凑在旁边看着陆琳手里 新鲜出炉的舞者证 眼中掩藏不住的羡慕 陆琳 拿给我看看吧 嗯 陆琳也没有拒绝 看着刘卫然那享受的模样 陆琳好奇地问道 大小剑 你老爹不就是舞师吗 他的舞者证你还没看够啊 没有 刘卫然抚摸了好一会 才依依不舍地将证件还给陆琳 两人赶到西城武馆的时候 任天还没到 陆琳换上训练服 拿着木刀自己一个人练习着刀法 虽然没有木人 但每一次认真的练习 也会给陆琳增加两点熟练度 等了好久 都快中午了 任天才走进训练室 不过这一次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身边还有一位神情冷峻的男子 陆琳 不好意思 今天有点事来晚了 这位是我们小队的队长 周申明 你喊周哥 周哥你好 陆琳打了个招呼 有点摸不清任天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好端端地 带他们小队的队长过来 陆琳你好 周申明言简一概 你现在已经答事舞者了 不知道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舞者小队 嗯 陆琳没想到 周申明说话这么直接 他看了一眼任天 任天赶忙站出来 队长 你这也太直接了 好歹给陆兄弟一个 适应的机会啊 来来来 陆琳 我跟你详细说说 周申明点点头 也不说话 看着任天 把陆琳拉到一边 陆琳 昨天晚上突然接到的消息 我们小队 有一个兄弟遇到意外 虽然人没死 但以后肯定没法继续出城战斗了 现在我们六人小队 正好空出一个名额 我想着你实力不错 防御力也挺强 在野外生存战斗 应该没有问题 便向队长推荐了你 你如果有意向的话 可以去自由舞者协会 领取一个身份证明 然后跟小队签订合同 这个 任哥 这是有点太突然了 我才刚刚晋升舞者 还没想过 出城战斗的事呢 陆琳有点被惊到了 他虽然有出城战斗 猎杀妖兽的计划 不然现在不论是舞技 还是气血在舞者中 都是垫底 出城那不是猎杀妖兽 是给妖兽送菜去了 没事 你现在想就行 我告诉你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我们龙刀小队 在东山自由舞者中 可是很有名气的 知道有名额空出来 有不少人 请队长过去挑选呢 既不可是事不再来 到手的机会 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 这个 陆琳有些紧张 明明是加入小队 怎么让任天说的 有一种超市促销大甩卖的感觉呢 任哥 我想问下 龙刀小队的实力怎么样 实力 还算不错吧 队长是中阶舞师 还有两个用刀的 是初阶舞师 我和另外两个 都是高阶舞者 不过我们三个 也都是高阶巅峰 说不定一年半载的 就能达到舞师了 怎么样陆琳 加入我们小队 能够执行高等级的任务 这可以最大程度的 锻炼你的战斗能力 关键是 你现在不是缺钱吗 上个月我们出了一趟任务 我回来分的最少 只有不到200万的样子 200万 还是最少的 陆琳惊了 他知道舞者赚钱快 但没想到赚这么快 一个任务200万 整个六人小队 那不是至少一个任务 就转到1200万还多 对啊 所以 你要不要试试 不过 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也只是提议 让你加入而已 具体能不能得到队长的认可 还要看你的实力 行 任哥 我愿意加入 这就对了吗 任天搂住陆琳的肩膀 带着他来到周深明身边 队长 我跟陆琳说清楚了 他同意 加入咱们小队 你现在可以考察 一下他的能力了 周深明点点头 示意陆琳上擂台 可是 等到陆琳刚刚站稳 周深明二话不说 就是一拳打出 打 这一拳的速度太快 陆琳根本来不及反应 他只能双臂交叉 挡在周深明攻击的路线上 碰 陆琳的身影 倒飞而出 武师级别 权力最低 也要达到3万公斤 周深明 又是中阶武师 权力至少有6万公斤 咦 看着陆琳飞出去后 立马站起来 向他冲过来 周深明忍不住轻叹一声 来之前 任天就一再跟他说 陆琳的防御多么惊人 他跟陆琳打 经常都要打10分钟以上 才能把陆琳泪趴下 即便泪趴下躺在擂台上 陆琳也只是泪 并没有受伤 任天的实力 周深明是知道的 不过他 经常喜欢吹牛 难免有夸大其词的可能 可刚才周深明 用了差不多2万公斤的力量攻击 陆琳虽然被打飞出去 可他却能很快地站起来 防御力果然惊人 31 加入龙刀 三天后出城 31 加入龙刀 三天后出城 防御力不错 可以算是一个优点 可只有防御力不错 还不够成为他们 龙刀小队的成员 陆琳靠近 一拳攻来 这一次周深明并未反击 而是跟陆琳刚才一样 架起双臂防御 他也要看看陆琳的攻击能力 猫 碰 习惯性的 陆琳在打出一拳后 嘴里发出摸的一声 这突然的叫声 让周深明都惊了一下 他还第一次见到舞者 在战斗的时候 学牛叫地 只是很快 他就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周深明的身体 在陆琳的攻击下 忍不住后退了半步 这不可能 周深明 中阶舞师 气血之力数据 在80点左右 一般情况下 别说主动防御了 就是站着不动 普通的初阶舞者 都不可能打得动他 可现在 他竟然被陆琳这一拳的攻击下 后退了半步 周深明眼中露出惊骇的目光 倒是站在一旁的任天 看到周深明在陆琳一拳下 吃了个小小的亏 忍不住哈哈大笑 队长 陆琳很强的 你要小心哦 周深明 没有理会他 因为陆琳的第二拳来了 碰 碰碰 陆琳性格中 就不是那种 只知道挨打不回手的人 刚才被周深明一拳打飞出去 陆琳心中知道 自己可能是没有机会通过考核了 既然如此 那就干脆好好地出一口恶气 不停地攻击 口中发出一声声的沉闷的叫声 猫 猫猫 就仿佛一头荒野上 真正的铁骨牛 对着周深明发起了死亡冲锋 连续接了陆琳二十几拳后 周深明心中的惊讶更甚 他倒不至于被陆琳的攻击打伤 只是 陆琳的耐久力也太强了吧 一般情况下 武者权力攻击 最多打个十几拳二十拳 体内的气血消耗 体力消耗体能下降 在攻击的话 攻击威力就会下降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武者 喜欢用刀剑这种力气 斩杀妖兽的原因 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省体力 造成杀伤 只是陆琳现在的情况 却有些不一样 他竟然越打越有劲 仿佛体内有着无穷的力量一样 周深明只是粗略地估摸一下 陆琳现在的权力 已经差不多快要接近 高阶舞者的九千公斤权力水平了 这就有点夸张了 陆琳再次攻击了三十多拳后 体力还是没有太过明显的下降 周深明自然不愿意 这么一直被动挨打 他在接到陆琳拳头攻击的时候 突然泄力 让陆琳身形一个裂剑 随后 趁着陆琳身形不稳的时候 周深明伸出右脚一扫 陆琳被打倒在地上 扑通 陆琳挣扎着 还要爬起来 只是他刚刚打得太猛 这一下摔在擂台上菜 觉得体力不够 竟然一下没有爬起来 这时 他的眼前出现一只黑色的大手 指节粗大 恐无有力 顺着这一只手 陆琳抬头看去 就看到周深明那冷峻的脸上 勉强地牵扯出一丝笑容 起来吧 陆琳也不矫情 借着周深明的力气 从地上站起来 陆琳 你很不错 是我们龙刀小队需要的舞者 欢迎你加入 即便嘴里说着恭喜的话 但周深明的脸上 却一丝笑意也没有 不过这对陆琳来说没什么 他都以为自己注定无法通过审核了 竟然被批准加入 谢谢 谢谢周哥 我以后一定好好努力 帮助团队斩杀妖兽 看着陆琳的样子 周深明扯了扯嘴角 好 我很期待 任天 任大炮 你等下带陆琳去办自由舞者资格证 然后代表小队跟他签署合约 三天后 我们出发 做任务 是 队长 保证完成任务 任天的耍宝在周深明眼中却自动被过滤掉了 他冲陆点点头 一个人冷漠地走出训练室 如果不是陆琳刚刚从他口中听到自己已经通过审核 可以加入小队 差点都以为周深明失望离开了呢 陆琳 欢迎你 以后咱们就是真正的生死兄弟了 队长就是呢 样 你别在意 其实他只是面冷而已 对于我们小队内的几个兄弟 他都十分关心 嗯 我没事 任哥 刚才周哥说三天后 就要出去执行任务了 这个时间 对陆琳来说 有点紧张 他昨天才开始修炼刀法 今天刘伟然给他带了一颗五接腰盒 他还没有来及吸收 简化两门步法呢 这么短的时间 就要去城外做任务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对 三天后就要开始任务 不过你别太过担心 这一次 我们小队所有人都会去 而且 任务并非猎杀妖兽 或者寻找材料 只是去探探路而已 很轻松 前后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报酬吗 报酬多少 任天就知道 陆琳会关注报酬 陆琳家里不算富裕 这一点他已经知道 不然也不会通过 打赏小费的方式 给陆琳送钱 五十万 任天伸出五根手指 得意地说道 陆琳 咱们小队的分配方式 非常公平 每次出任务之前 就会给定下 每个人的基础报酬金额 其余的部分 看在城外的表现 以及战斗情况 表现得越出色 贡献越多 那么得到的报酬就越高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队长会搞定一切的 陆琳根本不担心这些 他已经被五十万 这个数字给震惊了 五者赚钱 这是众所周知的 只是还没有开始任务 就每个人分五十万 后续在任务中表现出色 还会获得更多 这无疑极大的 刺激了陆琳的神经 三天时间用来准备 已经不算短了 陆琳这三天 准备不再接陪练任务了 全力以赴 甘经验 甘进度 争取在出城之前 达到最佳状态 好 谢谢人哥了 以后在队伍里 还请多多关照了 放心 必须关照 咱们小队的其他队员 也都很好相处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哥带你去搓一顿 然后去自由五者协会 注册一下 签合同 好 陆琳答应一声 换下了训练服 跟任天离开 32 刘伟然的情绪 大封小队 结果刚走到五馆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刘伟然 提了一大包餐盒走进来 陆琳健壮 忍不住出声调笑一句 大小剑 你这是还要监 直外送小哥吗 提这么多餐盒 就是一头猪也吃不完啊 刘伟然 没好气地瞥了陆琳一眼 先是跟任天 打了声招呼才说到 一头猪吃不完 但你肯定能吃完 这是我给你定地餐 怎么 还要在这里看笑话吗 还不帮忙拎一下 一点身世精神都没有 啊 给我弟 陆琳张大嘴巴 不可思议地看着刘伟然 这还是之前那个大小姐吗 不会被某个大佬夺赦了吧 张这么大嘴巴干啥 赶紧拿着呀 刘伟然催促一句 陆琳不好意思地接过来 他看看任天 任天瞄懂 行了 陆琳兄弟不用送了 等会我再来找你 你先跟刘伟然吃饭吧 说完 任天就潇洒从容地走掉了 哎 等一下 我是想让你帮忙拒绝一下 结果人哥你 竟然把我丢下自己跑了 刚才还说生死兄弟呢 没办法 陆琳只能自己把几大包餐盒 提到训练室内 将餐盒一字 排开摆在桌子上 陆琳这才发现 刘伟然定地 竟然是满月楼的餐 满月楼在东山市 是一家不错的酒楼 价格相对平民化 一顿饭下来 不会超过一万元 算是舞者群体聚餐的首选了 关键是 满月楼有专门合作的舞者团队 每天都有大量的腰瘦肉供应 这也是满月楼口碑 不错的原因之一 大小姐 您这是 在哪发财啊 中饭竟然点满月楼的菜 这么多 差不多我一个月工资吧 你吃就行了 管那么多呢 刘伟然帮着一起 打开餐盒盖 她也不等陆林 看到哪个好吃 直接夹起来吃 丝毫不顾及什么淑女形象 陆林健壮也不矫情了 一手捧着米饭 另一只手 差点用出破天十三盏的招式来抢菜 刘伟然也是舞者 对于食物的需求很大 再说了 都是江湖儿女 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一顿饭 在陆林二人的风卷残云下 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饭后 陆林将餐盒垃圾什么的收起来 刘伟然也在旁边帮忙 突然 她似乎是无意地问了一句 陆林 你跟仁哥有什么事吗 她下午还要来找你 没什么 仁哥邀请我加入他们舞者小队 三天后 我就要出城做任务了 等会她来接我去自由舞者协会 注册资质 跟小队签约 陆林满不在乎地答道 这种事 迟早要告诉馆主刘 青龙的 提前让刘伟然知道 也没什么 正在收拾垃圾的刘伟然 情不自禁地抖动了一下 却是没有说话 等陆林坐在训练室的沙发上 刘伟然才说 陆林 等会我送你去自由舞者协会吧 应该不用啊 任天大哥也有车的 陆林这时候才感觉到 刘伟然似乎有点情绪不对 笑着打句道 怎么了大小姐 你该不会舍不得我走吧 刘伟然没有说话 一时间 两人沉默下来 没一会 任天就推开门走了进来 陆林 走吧 好的任哥 不过能不能带大小姐 也一起去见识见识 她刚才说 她还没有去过自由舞者协会呢 任天好奇地看了一眼刘伟然 刘 青龙的女儿 没去过自由舞者协会 陆林你这玩笑 也开太大了吧 行 一起走吧 还好我车子够大 再来几个人 也能坐得下 三人走出武馆 陆林还是第一次见到任天的作家 好气派 好彪悍 这是一辆高度两米 均绿色涂装 车头位置 还有一个坚硬的撞角的大号越野皮卡 想要上车 还要踩着踏板 才能打开车门 好酷 陆林眼中露出了小星星 但凡是个男人 就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大家伙的诱惑 那线条 那造型 那气质 绝对符合每一个男生 对汽车的终极追求 那必须的 这可是你人哥 我最钟爱的虎视越野皮卡 一台就要两千万呢 任天看到陆林喜欢自己的车 也开心得跟什么似的 要不是等下还有事情 他恨不得好好给陆林说是 自己这车的性能 上车了 刘伟然催促一句 三人这才坐上车 一路来到自由舞者协会 跟舞蹈协会这种官方性质的协会不同 自由舞者协会 应该算是一个相对自由松散的民间舞者组织 可以把这里堪称舞者揭取任务 赚取酬劳 打听消息 了解信息的一个大型服务平台 此外 自由舞者协会 在分发任务的时候 会抽取固定数量的用金 作为运营费用 毕竟没有人会无偿的免费工作 注册自由舞者资质 只要拿出舞者证就可以 流程倒是非常简单 不过 在跟龙刀小队签约的时候 任天建议陆林 从协会内聘请一位专业的律师 这是对自己的负责 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虽然龙刀小队 不会做什么 出卖队友在合同上坑队友的事 但陆林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意识 凡是先小人后君子 不要因为信任一个人 就无条件地信任 陆林表示受教了 花一千元的资金 聘请了一位在协会注册有执照的律师 审核了一下签约合同 没问题后 陆林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从今天起 他就是龙刀小队真正的一员了 陆林感觉 一切就好像在梦中一样 几天前 他还只是一个舞考失败 未来一片暗淡的学生 现在一转身 竟然成了龙刀小队的签约队员 刘氏舞馆中重点培养舞者 果然在这灵气复苏实力至上的世界 舞者的实力 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走出自由舞者协会的时候 门口突然走进来几个气质凶悍的舞者 任天面色一变 一把拉过陆林的手臂 小声道 先等一下 陆林不明所以 被任天拉过去后 他的身形正好遮挡住任天 任哥 什么事 没事 那几个是大风小队的 跟咱们龙刀有些不对付 你这才刚刚加入小队 别让他们看到了对付你 33 嘴炮 监视 哦 陆林微微偏头 那大风小队的几个舞者 也正好向他看来 几人穿着都是正常的舞者打扮 手中拿着战刀 战剑 一看就不是反品 为首的一位 天生一副笑脸 头上寸草不生 看起来颇为和气 哟 这不是咱们龙刀小队的精英舞者吗 哎哟 这自由舞者协会 怎么这么不会办事 既然劳动人大炮 他老人家亲自来这里办事 平时不都是王炎兄弟 来处理这些事的吗 光头走上来说到 他身边跟着的几个舞者 也都黑黑一笑 凑了上来 丑哥 听说前天王炎被人给算计了 丹田破损 气血衰退 这样的好事您不会不知道吧 别提了别提了 听说当时地上全是血 那王炎跟个死狗一样 在地上翻来滚去 泽泽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狠地心 哥几个 你们有没有公德心 人家龙刀小队的兄弟 受伤了 你们既然在这里幸灾乐祸 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 今晚满月楼 我请大家搓一顿 哈哈 那就多谢丑哥了 几个大风小队的舞者 听到光头里愁这么说 纷纷大笑起来 还有什么比仇敌落难 更让人开心的事吗 如果有 一定是自家队长请客 为此庆祝了 任天面色不善 他拉开陆铃 沉声道 李愁 你什么意思 嘿嘿 人大炮 你别在这给老子 摆你那张臭脸 老子跟自己兄弟说说话 咋地 还哀到你事了 也不知道王炎这家伙 得罪了什么人 竟然出手这么狠 直接就给废掉了 泽泽 这可是 一位舞者极限的高手啊 可惜 可惜 说着 李愁还摆摆头 露出一丝惋惜的神色 不过两个小队乃是仇敌 在野外执行任务的时候 多次起冲突 指望他们惋惜 真是半点可能也无 李愁 今日的事 我龙刀小队记下了 回头等到了外面 咱们再算账 陆铃 咱们走 任天说着 就要拉陆铃离开 结果李愁一步迈出 挡住两人的面前 别啊 任大炮 何必等到外面 想要报复 老子现在 就尽管来啊 你看看武安局会如何处理 来 隔几个 大家都把武器下了 让人大炮 好好的过把眼 李愁说着 率先就将背后 分成两段的长枪卸下 丢在地上 大风小队的其他人 也从善如流 纷纷将身上的刀剑解下来 砸在地上 发出拼里啪啪的声音 这边的动静 很快就引起了 协会内工作人员的注意 一位穿着深蓝色制服的 魁梧舞者走来 看到场上的情况 眉头一皱 李愁 任天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李愁一看这位 顿时三两步跑上去 高会长 你可得给咱们这些自由舞者做主啊 我们好端端的来协会领取任务 结果碰到了龙刀小队的任天 想着打个招呼 缓解一下矛盾 上次高会长 您不是说过什么话 干戈为仇断吗 可这任天 他竟然在协会内就威胁我们 说以后出城小心点 见到我们一次杀一次 高会长 这可真不是我们挑事啊 我李愁实力不强 大风小队也是兄弟们 给面子才建立起来 若是大家伙死在任天手下 到时候 几个家庭孤儿寡母的 还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劫难呢 李愁说得情真意切 可魁梧的高会长 却丝毫不动容 他看向任天 任天 怎么回事 你们小队的人 昨天才被人攻击了 现在你还这么招摇 高会长名叫高虎 乃是东山自由舞者协会总部的副会长 平时就负责调解舞者之间的矛盾 对于大风 龙刀这两个小队的情况 最是清楚不过 高会长 您这就冤枉我了 任天当然不能任由李愁这么污蔑 上前说了一下 今日来此的目的 高虎看看陆林手中的自由舞者证书 点了点头 这任天虽然是个不安分的性格 但也不会在这个时候 跟大风小队起什么冲突 行了 都散了吧 没啥好看的东西 高虎 让周围围观的舞者 和来找活的高级舞图散去 随后才跟李愁说 你们也是 有事就赶紧办事 闹成这样干什么 赶紧的 该干啥就干啥 可是 高会长 刚才任天这家伙 真的威胁我们了 李愁还想挣扎 可高虎脸色一板 怎么 老子还命令不动你们了 能能能 李愁连忙答应一声 回过头大声说道 兄弟们 把武器都拿好 以后出了城 即便任天和他们龙刀小队 欺负咱们 也不能束手待毙 到时候 高会长会给咱们做主的 从地上拿起长枪 李愁冲高虎攻攻手 高会长 那我们就先走了 你也好好说到说道任天 咱们东山舞者本来就不多 他在自相残杀下去的话 行了行了 赶紧给老子滚蛋 高虎推了这家伙一把 李愁才转身离去 在高虎看不到的地方 他又转过头 冲着陆林和任天 比划了一个歌喉的动作 陆林感觉浑身一僵 这该不会就是舞者的杀气吧 任天有心瞪回去 可却被高虎挡住了视线 行了 任天你们也赶紧回去吧 大风小队的李愁等人十分难缠 可这龙刀小队的人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要不是这两个小队 之前一直是小打小闹 他们早就插手阻止了 高会长 今天这是可怪不得我们 是他们主动上来找茬的 行 我相信你 你先走吧 还有 给我记住 即便出城了没有监管 也不要轻易对我们 东山市的舞者动手 一旦让我发现 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知道了 高会长放心 任天懒洋洋地答应一声 陆林 咱们走吧 在这个事件中 根本没有陆林说话的空间 不过 他倒是对大风小队的 那一个动作记忆犹深 走出协会上了车 任天没有启动车子 对着陆林说道 陆林 这大风小队 跟咱们龙刀小队有不小的过节 之前抢过咱们的东西 也破坏过我们的任务 当然 咱们也都打回去了 你小子会不会害怕 害怕 陆林摇摇头 双方刚刚就是一顿嘴炮而已 他有什么好怕的 即便真刀石枪的上 他也不见得会虚 好 我果然没看错人 不过你放心 在城内 我们双方都不敢做得太过分 等到出了城 才是彼此发挥的时候 对了 你等我一下 任天突然想到了什么 跑下车再次走进协会 不一会 当他出来的时候 脸上带着明显的笑意 任哥 你这是做什么去了 没啥 就是请了个高级武徒 让他帮我看得点大风小队 揭取了什么任务 如果有机会的话 咱们出城后给他们来一下子 陆林无语 刚才那位高虎会长说的话 全都白下了 任天这边找人看着对方 大风小队的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不过都无所谓了 两队既然是死敌 那迟早是要对上的 陆林除非现在退出龙刀小队 不然肯定少不了跟对方做过一场 看到陆林只是吻了一句就平静下来 任天心里不禁暗暗点头 看来自己的这位小兄弟 也不是个怕事的人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签约都算顺利完成 任天还说 回去后帮陆林找一些装备 让他暂时不用花钱买了 这样也节省一点 如果陆林用得不顺手 可以等陆林任务回来后 再根据需求自己添置东西 陆林心中感动不已 任天这人虽然大大咧咧 但心思真的很细腻 陆林现在除非跟刘伟然借钱 不然根本买不起任何装备 34 简化步法 吉山武馆 任天将陆林二人 送回西城武馆后便离开了 即将要出发 他也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的 同时也要保存体力 恢复调整气血 以应对城外的恶劣环境 回到武馆后 陆林直接开始了修炼 时间只有三天 他必须要尽可能地提升自己 负重 呼吸 提升千重呼吸法 对着牧人劈砍 练习破天十三斩 修炼地间隙 他把那一颗五阶腰盒也吸收掉 顺利将舌部和陵云部简化成功 别看指示 两门黄疾步法 可需要的简化点 竟然一共花费了陆林六千点地简化点 现在 他的数据面板有了新地变化 主人 陆林 等级 初阶舞者 功法 千重呼吸法第三层 8499 1000 龙鹰金钟罩第二层 9481000 破天十三斩第二层 9991000 风牛大力拳第四层 2001-100000 陵云部第一层 0100 舌部第一层 0100 点数 5057 几门旋疾功法提升的效果都还不错 都接近晋级的边缘了 倒是刚简化好的陵云部和舌部 让陆林有些 捉摸不透 陵云部简化 看天走路 舌部简化 实用舌羹 之前陆林一直认为 系统的简化还挺靠谱的 可现在一看 这都什么鬼 看天走路 系统 你就不怕你主人撞到电线杆 实用舌羹 一条黑尾舌 价值一两千块钱 到时候舌部修炼的不到家 就怪陆林挣的钱 少吃不起舌羹 还好 还好之前没有把买负重装备的资金 用来购买腰盒 不然就这么个结果 陆林恐怕自己 也恐怕当场就要去世了 还有就是 这两天晚上 演练风牛大力拳的效果 还是有一些的 已经达到2000熟练度 这三天努努力 争取能突破到第五层 第五层的风牛大力拳 对舞者的力量达到1000公斤 现在陆林的力量 本身就已经有7000公斤的水平了 再增加1000公斤 那距离高阶舞者的权力水平 也没有多少了 在出城之前 能够再次增加1000公斤力量 无疑可以极大的增强陆林的战斗力 和应对危险的能力 不知道为什么 陆林总有一种感觉 任天看起来大大咧咧的 但他的实力 应该不只是跟陆林 对练中表现出的那种感觉 他应该更强 现在在龙刀小队内 做一个拖油瓶没关系 但陆林不能一直做拖油瓶 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提高战斗能力 一天的修炼结束 当刘伟然自然地准备 带着陆林开车回家的时候 却被陆林给拒绝了 他要试试修炼陵云步 刘伟然不好强迫陆林 毕竟在12成联赛之前 他要尽可能顺着点陆林 当然 是因为12成联赛 还是其他原因 就只有刘伟然自己知道了 走出武馆 陆林确认一段路程没人后 抬起头看着天空 然后前进 因为他撞到人了 嘿 小子 你他妈走路没长眼睛啊 被撞到的人骂骂咧咧 不等陆林说话 就一把推在陆林的肩膀上 陆林猝不及防下 后退了三四步才止住身形 在他不远处 站着几个穿着训练服的舞者 看年纪都不算大 也有20多岁的样子 一个个孔无有力 态度不善地看着陆林 陆林压制心中的火气 虽然对方骂人了 但毕竟是他不对在先 对不起 我刚才在想事情 没注意到几位 其实陆林分明看过的 这条路行人很少 这几个人刚刚根本就没有在走路 不知道突然间从哪里蹦出来的 想你麻痹 你刚才得老子兄弟撞出心脏病了 你说怎么办吧 从后面走出来一个壮汉 指了指被陆林撞到的那个舞者 这个舞者也是个戏精 刚才还一把推的陆林倒退好几步呢 听到壮汉的话后 直接往地上一坐 哀悠哀悠地叫了起来 陆林无语 怎么今天碰到的 竟是这样的人啊 对方这摆明了 要碰瓷 陆林看着坐在地上装受伤的家伙 呵呵一笑 我说几位 你们碰瓷也要找对人啊 刚才撞到你们 确实是我不对 我也给你们赔礼道歉了 不过 你要说撞出心脏病 呵呵 有点扯了吧 扯你麻痹 说话的撞汉不爽 陆林还敢回嘴 在他看来 陆林这样的小白脸 就应该老老实实认栽 赔偿他们个腕八千的 撞汉上前一步 抬起手臂 就要扇陆林 这下陆林可就忍不来了 他一把抓住撞汉的手腕 手上用力 哎呦 卧槽 你这么轻点 撞汉不得不弯下腰来 减缓手腕上的疼痛 跟他一起出来的几个舞者 看到撞汉一招 就被陆林控制住 当下都从后面冲上来 帮撞汉解围 陆林下午的时候 才在自由舞者协会 受到了大风小队的人的威胁 心中也是憋了一肚子气 此刻这些人好死不死地撞上来 那就别怪他陆林不讲情面了 一手抓着撞汉的手臂 陆林拳打脚踢 将几个身材魁梧的舞者 全都打到在地 这时候 他才看到 这些舞者身上穿着的 都是吉山舞馆的学员服饰 吉山舞馆 东山舞馆 与陆林所在的刘氏舞馆 乃是东山市三大连锁舞馆 东山舞馆算是半官方性质 一般不会跟两家舞馆争斗 可是吉山舞馆就不同了 他们的创始人也是高阶舞师 平时在争抢学员 争抢资源等方面 落后于刘氏舞馆一筹 免不了有事没事的 就找点麻烦 找其他人 他陆林管不着 但想在他身上找事 那就是找死了 好 兄弟们 叫张师傅来帮忙 就说他们刘氏舞馆的欺负咱们 躺在地上的舞者冲后面喊道 一个人影 在听到这话后 快速消失 陆林这才注意到 刚刚他只顾着 打这些冲上来的家伙 还有一个隐藏在后面 吉山舞馆 距离西城刘氏舞馆并不远 等下招来一帮子人 陆林虽然不至于害怕 但难免耽误时间 想了一下 陆林松开壮汉的手腕 就准备离开 呸 狗 娘养的刘氏舞馆的王八蛋 是爷们不要跑 壮汉活动着自己的手腕 嘴里骂骂咧咧咧 35 打人砖打脸 张语吐血 陆林脚步一致 他回过头 森森地看着这个家伙 两步走到他的面前 这壮汉自以为陆林不敢在这里待久 毫不惧怕地跟陆林对视 啪 陆林一个巴掌 打在这壮汉脸上 壮汉一猛 他没想到 陆林真敢在这个时候动手 他们几个本来是出来吃晚饭 正好看到陆林一个人 在那抬头看天走路 认出陆林是流失无管的人 几人才上来找查 没想到陆林实力这么强 打了他们一顿不说 竟然还敢待在这里不离开 难不成这小子年纪轻轻 还是个舞者不成 壮汉看着陆林的外貌 年纪也就十七八岁 还是个学生模样 顿时放下心来 草 小 B仔之 有本事不要跑 等会张师傅过来 老子要你跪地求饶 啪 回应他的 是一声响亮的巴掌 壮汉又愣住了 他不敢相信 陆林竟然这么唬 又打了他一巴掌 你他妈 啪 卧槽 啪 陆林也不说话 他只是揪着壮汉的衣领 只要对方说一句话 他就一巴掌扇上去 如此几次后 那壮汉的脸肿得 跟猪头一般 再也不敢大放厥词了 就在这时 陆林听到身后 响起一阵脚步声 这才将壮汉丢开 起身 回头 只见一个穿着 吉山武馆学员服的武徒 在前面领路 后面跟着一位 眼神凶狠 个头不高的武者 武者 这一位 陆林敢肯定 绝对是武者 哟 小子 又见面了 对面的武者细血地说道 可陆林对这人 却没有什么印象 他认识的武者有限 此人的面容 却是第一次见 只是 他不认识张宇 张宇可不会忘记陆林 张宇就是下午 在自由舞者协会中 跟李酬一起的一位舞者 他还有个身份 就是这吉山武馆的教练 看到陆林一脸迷茫 张宇感到十分有趣 下午的时候 队长李酬 就找了几个高级武徒 让他们随时注意 龙刀小队的动静 因为昨天龙刀小队的 王延受伤 有不少人都想要 加入龙刀小队 没想到 这才一天不到的功夫 任天就找到了 陆林补上空位 由此 李酬推测 龙刀小队手里有任务 并且很快就会离开东山市 任天想着 暗算大风小队 李酬也不会只是被动挨打 张宇没想到 队长才说了 关注一下龙刀小队的动静 就被他看到了陆林 我不认识你 不过 你要是想为他们出头的话 我也不会只挨打 陆林说道 神情淡然 杀过舞者后 陆林的心态 也变得不一样了 在东山市内 动刀动枪肯定不行 武安局一定会第一时间赶来处理 但只要不动刀枪 只是普通的切磋的话 武安局看到了最多批评教育一番 也不会拿舞者怎么样 陆林和张宇都知道 武安局的办事规矩 自然不会在身上携带刀剑 此刻 两人正好想到一块去了 这个点路上行人都没有几个 正好是个好机会 小子 你找死 张宇突然抱起 一拳攻来 拳头上带着猛烈的风势 只是一步 就来到陆林身前不足半米的地方 呵呵 陆林冷笑一声 同样的一拳迎上 他的权力接近高阶舞者 虽然气血略有不足 但不会彼此人弱 碰 两人拳头相撞 发出一声闷响 因为站在原地 陆林略处于下风 后退了两步 才止住身形 张师傅无敌 张师傅牛逼克拉斯 围观两人战斗的 吉山武徒 都兴奋地大叫起来 在他们看来 陆林连张师傅的一拳 都戒不下来 等会自然会被轻松吊打 只是张宇的心中 却是咯噔一下 这龙刀小队 新人的实力不弱 好小子 再接我一拳 张宇大叫一声 再次击近陆林 陆林故意装作 来不及抵挡的样子 让张宇一拳 打在他的胸口上 龙鹰金钟罩 九五八一千 这一拳 足足让陆林 提升了十点熟练度 陆林心中暗喜 但却表现出 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一拳打在张宇的腹部 张宇尽量收缩自己的腰腹 可陆林这一拳的力量 他接下来并不轻松 只感觉五脏六腑 都在里面发出 嗡嗡嗡的声音 不过看到陆林的脸色 张宇只能暂且忍受 他可不希望自己 在陆林这样的一个 小青年面前落魄 那就打 看谁受的伤更重吧 龙刀小队 还有几天就要出城做任务 现在已经折了一个亡言 若是把他们 新招募的这个小子 也打残的话 到时候 龙刀小队 肯定没有时间招募新人 等大风小队 选好任务后 在外出对付龙刀小队的时候 也更方便省事一些 砰 想到这里 张宇再次一拳打出 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舞者高阶 每一拳打下来 虽然增加不少的熟练度 可陆林是真的要挨打呀 疼 陆林痛叫一声 也是一拳打在张宇身上 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拳法 就这么你 一拳我一拳的 有来有往 这场景 可是让周围看戏的 吉山舞徒兴奋了 他们之前 见过舞馆内舞者之间的切磋 可那都是随便玩我而已 怎么可能 有现在这样激烈 一个个在旁边大声欢呼着 给张宇加油助威 在又挨了张宇几拳后 陆林的龙鹰金钟罩 终于晋级了 龙鹰金钟罩 万分之一 晋级后的龙鹰金钟罩 防御力更强 张宇的拳头打过来 陆林也没有太多疼痛的感觉 而且 力量对陆林来说 就好像 在做舒筋活络的按摩一样 舒服 喷 喷喷 张宇还不知道 陆林的金钟罩晋级了 他只是 觉得自己的拳头越发的无力 陆林金钟罩的防御强大不说 还会有反正效果 震得他此刻双臂发麻 要不是一股子气在胸口堵着 张宇感觉自己真挥不动拳头了 再看陆林 这小子还是一副虚弱至极的样子 仿佛下一秒就会被他打倒 张宇咬牙 继续 随着时间的流逝 张宇感觉自己真的是坚持不住了 他对于拳法 本身就不怎么擅长 此刻受到陆林金钟罩的反正不说 还要承受陆林那堪比高阶舞者的拳头 这么久下来 虽然他一刻不停地打陆林 可自身也挨了陆林不知道多少拳了 36 凌云部进阶 家庭会议 小子 你 扑 正要开口说话 张宇却忍不住一口血喷出 陆林似乎早有预料 侧身躲过他喷出的血迹 不给张宇说话的机会 砰砰两拳打在张宇身上 这两拳 就好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宇终于坚持不住了 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鲜血不受控制地从他嘴角流出 张师傅 张师傅 你怎么样 张师傅 你没事吧 小子 你摊上市了 不怕告诉你 张师傅乃是大风小队的成员 你惹了他 就等于惹了大风小队所有第五者和武师 大风小队的李前辈 可是武师中皆强者 到时候 你一定会死地很难看 周围吉山武馆的学员们 一个个叫嚣不已 陆林这才知道 怪不得这个张师傅会认识自己呢 原来他竟然是大风小队的成员 不过 这一次是他咎由自取 想要仗着自己武者高阶的实力 来碾压陆林 结果成了现在的样子 也怪不得陆林 陆林没有说话 他抬头扫尸了一圈 刚才还神情激动的 吉山武图一个个都不敢吱声了 刚才陆林跟张宇拳拳到肉 没有任何花哨的攻击 现在武者高阶的张宇坐在地上 陆林还好端端的 谁强谁弱 不必多说 陆林走了 他没有放狠话 也没有继续威胁 就丢下这一地的狼藉离开了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陆林放空自己 他还要趁着这几天的时间 抓紧修炼自己 当下最重要的 就是先把陆林步的熟练度提升上去 不然到了城外 一旦遇到点危险 他连跑都跑不掉 岂不是可惜 只是 在大街上抬头看着天空走路 这样操作效率太低了 谁知道下一个吉山武馆的学徒 或者张宇什么时候出现 因为这些人的打岔 他现在的陆林步熟练度 竟然只有30点 看来 想要修炼这一门步伐 还要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才行 小区里的健身广场就挺合适 不对 陆林突然想起来 今天早上 他还帮忙搬家的 现在他家所在的清运花园 不知道有没有健身广场 还是回去看才知道 这一天天的 真是事情不停 陆林快步向家里的方向跑去 在门口问了一下小区的保安后 陆林喜出望外 清运花园没有什么健身广场 但是有一个操场 可以踢球 跑步的那种标准操场 这真是太棒了 按照保安给出的路线 陆林来到小区操场 操场干净整齐 因为现在时间还早 只有三三两两几个人 在跑步或者修炼拳法 真是太适合修炼陵云布了 陆林找好位置 通过计算自己的步伐 来确认在什么地方转弯 才走了一百米 陵云布就顺利进击到第二层 陵云布千分之一 同时 陆林的脑海中 也多出了运用陵云布的方法 将气血凝聚在双腿的两条经脉上 以此来增加前进的速度 提升耐力 陆林好奇地尝试了一下 立马感受到风驰电撤的感觉 风呼啸着从耳边刮过 衣衫飘动起来 爽 不过正在陆林高兴的时候 他突然撞到了一个东西 碰 什么鬼 陆林捂着自己的右脚 才看到地上竟然有一块圆形的大石头 用来分隔行人和车辆的那种大石头 不知道是什么人无聊地推到操场上了 这不是存心让人受伤吗 陆林将石头推到外面 继续看着天空走路 又走了两圈后 陆林的陵云布顺利进击到第三层 陆云布万分之一 只是现在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不少 同时来操场上锻炼的人也多了不少 还有一些小朋友打得闹闹嘻嘻哈哈的 陆林抬着头走路的模样 被不好人看到后 还好奇地询问了一番 他总不好说自己这是在修炼黄极步法 随便扯了个理由说 这样总能锻炼颈椎 这个说法顿时得到了不少上了年纪的中年人的认可 于是操场上除了个别跑步的人外 但凡上了点年纪的 很快就学会了陆林的这一招 看天走路 不少刚加入锻炼中的住户还疑惑 是不是天上有什么妖兽飞过来了呢 后来 当大家都知道 这样走步还可以锻炼颈椎的时候 也都一个个地加入了进来 陆林在凌云部达到四千熟练度的时候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看天走路的行动中 也是感觉到颇为无奈的 他还是不凑这个热闹了 先回家吃个饭吧 这一天的时间 陆林的父母都请假在家 他们俩之前工作的地方也知道陆林出息了 成为了舞者 还获得了舞馆的栽培 对于两人的请假都大方地批准下来 并且都着手准备招募新人了 儿子都是舞者了 这两口子不在家好好享福 还工作什么呀 回到家 老妈陈小燕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向来节俭的她可是怕了陆林的大手大脚 一顿饭吃三千块钱 就算舞者也不能这么奢侈吧 吃过饭 陆林示意老妈先不要着急收碗 爸妈 陆琪 我跟你们说个事 说吧 陆平正要去阳台抽烟 文言将香烟夹在耳朵上 好笑地说了一句 咱们家现在每天的晚饭时间 以后就是陆总主持会议的时候了 陆平这么说 陆琪自然是第一个响应的 她快速地鼓掌 欢迎陆总讲话 陆林毫不客气地 给了她一个脑瓜崩 陆琪那一副委屈的模样 把陈小燕逗得哈哈大笑 好了 爸妈 陆琪 我今天加入了一个舞者小队 三天后 出城执行任务 刚才还热闹的家里 顿时变得寂静无声 落针可闻 陈小燕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渐渐变得严肃 陆平夹在耳朵上的烟 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掉在地上 兴高采烈的陆琪 仿佛突然哑巴了一样 睁大眼睛 不知所措 一向大大咧咧的她 瞬间眼眶都有点泛红 哥 昨天晚上 陆林才跟她说了 以后有可能 要外出猎杀妖兽 教导她要多多努力 兑现自己的天赋 37 只是调查任务而已 我安白督查 陆琪可没想到 这才短短一天的时间 陆林就加入了舞者小队 三天后就要出城 出城后 面对的可都是凶残的妖兽啊 哪怕是最低等地一接妖兽 那也是轻面獠牙 身体强壮 性情凶残的存在 以前只存在于书本上 出现在图片上帝妖兽 竟然要照进现实 陆琪突然有些慌乱 干嘛 陆琪 你行不行啊 平时不都是一副 天老大你老二的样子吗 你搁我出个城 你就下成这样 以后你搁成舞王 甚至舞神的时候 你还不得给我跪下来磕一个 陆琳试图缓解 现在紧张的气氛 可一点用都没有 她甚至能看到 老爸的嘴唇 都在微微地抖动 老妈更是一副 竭力忍住哭泣的模样 嗨嗨 老爸老妈 陆琪 我就是出城执行了任务而已 没有多难的 没告诉你们 我加入的是龙刀小队 队长是一位中阶舞师 还有两位初阶舞师 还有三个随时都能晋升舞师的巅峰舞者 而且我们就是出去做最简单的调查任务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陆琳已经尽最大的可能去给父母解释了 可现在看来 好像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一家人沉默了两久 陆平才哆嗦着手 从地上捡起来掉落的香烟 说了一句 嗯 没事 你也是大人了 到了外面 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不过爸妈 这几天我要加紧修炼 你们吃饭睡觉啥的 就不用等我了 陆琪 你跟我下楼 好 陆琪没有任何反抗 甚至 她因为自己今天在学校 没有刻苦修炼而感到后悔 倒不是怕陆琳骂她 而是担心自己担不起这个责任 之前家里陆琳在的时候 她就尽可能地随意发展 即便不怎么努力修炼 父母也不会说她 可现在 陆琳突然要离开 陆琪也真的是 感觉到自己身上 也担负着家里的一部分责任 在陆琳一家 开完家庭会议的时候 刘市无管总部 刘卫然终于等到刘 青龙下班 刘 青龙打了几份菜 跟刘卫然就坐在食堂吃了起来 不过 她看到今天刘卫然 好像有点不对劲 平时自家闺女 就跟个小百零鸟似的 可活泼了 可今天却是一副 闷闷不乐的样子 闺女 你这是咋了 有人欺负你 那个马天虎 又纠缠你了 特么的 老子弄不死这狗东西 刘 青龙放下筷子 就要站起来找马天虎的麻烦 刘卫然赶忙叫了一声 老爹 不是马天虎 是陆琳 什么 竟然是陆琳 这个小兔崽子 老子对他这么好 他竟然敢欺负我闺女 刘卫然对自家老爹的暴脾气 都无语了 老爹 你能不能听我说完话 动不动的 就要出去找人报仇 哪有一点总管主的样子 刘 青龙这才坐下 听到闺女调侃 他却满不在乎 反而以以赴我是女儿奴 我自豪的模样问道 嗯 闺女 我的宝贝 快说吧 你是要急死你老爹吗 陆琳下午注册了自由舞者 并且跟龙刀小队签订了合约 加入其中 哦 这不错呀 龙刀小队是咱们东山市的老牌武士小队了 不过姓周的 怎么看得上陆琳的 这小家伙 现在又没有什么耀眼的战截 老爹 你安静 刘卫然终于忍不住了 大吼一声 让刘 青龙闭上了嘴巴 这个老爹 啥都好 偏偏长了一张嘴 平复了好意会心情 刘卫然才缓过进来 陆琳三天后就要出发了 任务难度说是不高 就是一个简单的调查任务 而已 调查任务 听到这四个字 刘 青龙 也有了一丝情绪波动 当年 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自由舞者 也是在参加一次调查任务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那个时候 刘卫然才幼儿园大班 他妻子离开之前 还带刘卫然去游乐园玩了一整天 然后才抱着刘卫然说 妈妈去做一个小任务 最多半个月就会回来 然然要记得想妈妈哦 妈妈 是什么任务呀 就是一个调查任务而已 你放心 妈妈抓到坏人了 很快就回来 给然然买糖果吃 好吗 可就在这一天后 刘卫然的妈妈 却再也没有回来过 小小的刘卫然等啊 等啊 哭啊 哭啊 慢慢的 他知道 自己的妈妈 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而让他失去妈妈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一个简单的调查任务而已 刘 青龙放下筷子 坐在刘卫然身边 他一把 将女儿搂在怀里 没事的 没事的 乖啊 宝贝 乖啊 一个身高九尺的魁梧大汉 此刻忍不住留下了一滴晶莹的泪水 他在女儿面前必须要坚强 可是 他也是人 也会思念自己的妻子啊 少爷 武安局的那位白独察又来了 黑司秘书走来 小声地在马天呼耳边说道 白独察 正在思考跟吉山武馆合作方案的马天呼 眉头一皱 等到秘书提示一声 才想起来是哪位白独察 巴脸和他的四个徒弟死在了小巷里 作为武安局 自然要严格审查 追寻凶手 在第二天 武安局就确认了巴脸的身份 马氏集团二少爷马天虎的司机 当天白独察便带着两名独察 上门找马天虎询问情况 在武安局中 武徒即是寻察 武者即是独察 武师即是独统 白独察自然是一位高阶舞者 还是一个很漂亮的高阶舞者 只是当时马天虎没心情理会此事 巴脸死了就死了 他要开展的业务才是大事 当时他便敷衍说 具体情况不清楚 巴脸是跟他请假 要返回江左市的 至于为什么会死在哪里 他马天虎还想催促白独察 尽快查出凶手 还死者一个公道云云 可没想到 在他即将跟吉山武馆 签订合作协议的时候 这位白独察竟然又来了 让他们等一下吧 我这边马上要谈签约的事了 分身不得 秘书只是负责传话 得了消息后便离开了 38 马天虎要搞事 刘未然有点怪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马天虎笑容满面 与吉山武馆的副总馆主握手 经过两个小时的谈判 这一次合作协议 终于算是签署成功了 等到众人离去 马天虎才坐在酒店舒适的椅子上 尝出一口气 虽然过程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波折 但总归结果是好的 在与刘氏武馆的合作宣告失败后 他积极与吉山武馆 东山武馆两家联系 最终和吉山武馆 达成了最终的合作协议 马氏集团在东山市城溪60公里处 新建一处40万亩地药材种植基地 吉山武馆则是由副馆主带队 常年坐镇基地 驱赶妖兽 护持药材 这一项目达成 马天虎在家族中的地位 会更上一层楼 同样的 每年带给吉山武馆的收益 也是十亿起步 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无论是马家派来签约的武师代表 还是吉山武馆上下 都十分满意 天虎 这次做得很不错 回去后 二叔可要好好在老爷子面前 给你表一功 因为面容儒雅 鼻梁高挺的男子 走过来说道 他的瞳孔是蓝色的 看起来特别的有魅力 这就是马氏家族 负责偌大商业帝国的主人 马和生 多谢二叔 不过为家族努力 这是每一个家族子弟的义务 当不得二叔如此夸赞 马和生看着谦逊的马天虎 心中越发满意 他的膝下无子 再加上母亲并非华国人 在家族中 虽然掌控着商业方面的事 但无论是家族地位 还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话语权 都与马天虎的父亲相去甚远 因此 想要以后的生活稳固 他肯定要多多跟马天虎一脉亲近些 这一次在东山市 能够跟吉山武馆打成协议 不仅马天虎受益无穷 他马和生 都能捞到不少的好处 你小子啊 能力强 天赋也不错 就是有一个毛病 太谦虚了 年轻人嘛 就应该朝气蓬勃 奋发向上 锋芒毕露 整天隐藏自己 时间久了 别人真的会小看你的 对了 上次你说要调一个武士过来 是怎么回事 在这东山市 难道还有人为难你不成 那倒没有 马天虎显然没有说出他的打算 二叔 未来我在这东山市 还要待一杠两年的时间 难免无聊 想着有个高手 在身边 也能偶尔出城转转 好 看来你这小子 终于将心思放到正道上来了 接下来公司的事 交给下面人 处理就行 你还是以修为为重 调令我已经帮你发上去了 不知道供奉中 哪位有空会接下来 你且耐心等待就是 时候不早了 你早些休息 我还要赶回江左市 你便不用送了 马和声虽然这么说 但马天虎自然不能摆架子 他连忙站起来 一路将马和声送到楼顶 看着他乘坐直升机离去 少爷 等到直升机飞远了 马天虎的黑司秘书 才走上前来 刚刚手下人接到消息 说陆林昨天前往舞蹈协会 注册成为舞者 嗯 马天虎眉头一挑 有些不满地看着秘书 他今天好不容易 跟吉山舞馆达成了合作 还得到马和声的赏识 这秘书有没有点眼力净 这个时候 说陆林晋升舞者的事 等等 马天虎刚要开口训斥 突然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陆林注册舞者 秘书点点头 少爷 昨天早上有人看到陆林 前往舞蹈协会 出门的时候 手上拿着一张舞者证书 不会吧 他只不过是一个高级舞徒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就成舞者了 昨天陆林身边 还有其他人在吗 马天虎猜测 应该是陆林陪着某人去 注册舞者证书的 只有刘氏舞馆的大小姐 刘魏然 这个贱人 跟陆林这个狗东西 真特么的 老子 老子迟早要他们好看 等等 你刚刚不是说白都查 来调查八连死亡的是吗 是的 少爷 白都查现在人还没有离开 秘书说道 好 真是天赐良机啊 陆林啊陆林 你早不进击晚不进击 偏偏等到这个时候进击 马天虎的嘴角 露出一丝邪笑 转身走下天台 走 咱们去再会会这位白都查 这好消息 可不能我一个人独享啊 三天的时间 一会儿过 陆林起了个大早 他不想父母和陆琪 看着他离开 趁着天色还没有大亮 就悄悄地洗漱 换好衣服 背上背包离开了家里 在房门关上的那一刻 陆林父母的卧房门打开 陈小燕问道 走了 陆平在房间里四下看了看 没看到陆林的身影 推门走进陆林的房间 发现他准备好的背包也不见了 神情落寞地说道 嗯 走了 正说着 陆琪的房门也打开 露出明显泛着血丝的眼睛 爸妈 我哥走了 我刚才好像听到门响了 嗯 走了 陆平再次回答一句 一时间 家中变得沉默 陆林不知道 自以为翘无声息的举动 其实都在家人的关注之中 他背着花三千多买的登山包 紧了紧胸口的袋子 回头看了一眼家的方向 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 只是才刚到小区大门口 他就看到了一辆熟悉的红色跑车 刘卫然 看到陆林走出大门 刘卫然打开车门走下来 笑着道 陆林 看来我没有记错 你是今天出发 上车 我送你出发 在旭日散发出的金色光芒中 刘卫然如同沐浴在盛光中的女神 看得陆林失神了一瞬间 没想到 这姑娘竟然专程在门口等着她 陆林笑笑 说道 好 上车后 陆林就看到后座放着的满满的背包 他好奇地问道 这是什么 给你准备的食物 我听我老爹说了 舞者在城外其他还好 就是休息不好 吃不好 那天你不是说去买帐篷吗 我寻思着帮你准备一些吃的 这都是我在舞者商店 专门购买的高能量食物 你可以带着路上吃 陆林感动不已 有心了 真的有心了 不过 刘卫然 我只出去一个星期而已 带这么多东西 估计够我吃一个月了 没事 那你就少带一点呗 反正这次吃不完 下次有任务 带着吃也行 陆林有些苦笑不得 但也知道 刘卫然是一腔好意 她拿过一个背包 将里面的能量棒 转移到自己背包里 路过一家早点摊的时候 刘卫然停下车 带着陆林大吃了一顿 别担心 现在吃饱点 等会稍微消化消化就舒服了 这可是我老爹这个资深武士传授的经验 你不会拒绝吧 当然不会 只是 陆林感觉今天的刘卫然 怪好看的 39 4800万的青甲 小队全员到齐 龙刀小队的集合地点 就在东城门附近的 自由舞者协会地分部 在东山市 协会有一个总部和四个分部 总不能处理所有地自由舞者遇到的问题 四大分部则是方便舞者就近接取 递交任务 毕竟有地舞者常年在城外生存 一年进城的次数有限 此举也是为了方便众多自由舞者 看到陆林从刘卫然的车上下来 任天呵呵一笑 我本来还准备去接你小子呢 没想到你这是有美人相伴 陆林笑笑没有接话 落后他一步的刘卫然 听到这话 脸上出现了一丝红韵 哈哈 大小姐害羞啥 难不成被我说中了 任天大大咧咧地说道 刘卫然的脸更红了 好在这时候 周深明走过来 撞了一下任天的胳膊 他才停下调侃 陆林 再稍等一下 城门开放的时间是七点 还有半个小时 另外几个家伙 还得有一会才能到呢 好的队长 陆林答应一声 虽然对于这一天他期待已久 但站在这里的时候 陆林的心情竟然出奇地平缓 仿佛只是一件平常的小事一般 等一会 等一会 那几个家伙 都是拖延症晚期 不到六点五时 绝对不会出现的 陆林 你过来 看看 我给你带的装备 任天招呼一声 拉着陆林来到他车前 从后座拿下一个大包裹 摔在地上 发出巨大的响动 这是一套轻甲 你平时只穿胸甲就行 战斗的时候再穿全套的 咱们这血肉之躯可扛不动妖兽啊 还有这个 结好了 任天说着 给陆林扔了一把战刀 陆林轻松接住 战刀入手一尘 好刀 这一柄战刀 有二十多斤重 陆林拿在手里正好 刀身是溢水的黑色 就连刀柄都是黑色 这要是在夜间偷袭 保证不会被人发现 不错呀 才三天没见 就进步这么大 任天从车上跳下来称赞一句 这刀可是我用了五六年的宝贝 本身已经达到了一级巅峰 我还另外让人在里面加了乌炭钢 不仅刀身颜色变成黑色 而且韧性也增加不少 不过 你可别拿着刀剁骨头啊 哦 知道了 陆林刚得了宝贝 心中喜悦 忍不住施展几招破天十三斩的招式 契合 完美契合 这简直就是为陆林量身打造的战刀 陆林 帐篷什么的你 带了没有 任天不放心的问道 带了 帐篷 高能量食物 都准备了一些 在我包里呢 行 你把包先放车上 陆林打开包裹 差点被轻甲的光亮亮瞎眼睛 任天有一把黑色异级战刀 但战甲却偏偏选择了亮银色 真是让人懂不懂 不过穿上轻甲后 陆林觉得还是蛮合身的 别看我 这可不是我轻甲 是王妍的倒霉蛋的 他被人算计 以后都没法出城了 听说队里来了新人 就把他的轻甲贡献出来了 你知道这一套轻甲多少钱吗 陆林摇摇头 这一件轻甲重量确实不大 估摸着也就二三十斤的样子 穿在身上一点都不影响战斗 4800万 王妍也真是舍得 则则 要是让我送你一套 价值5000万的轻甲 我都舍不得 5000万 陆林惊呼出声 这也太贵了吧 一套轻甲而已 竟然要5000万 抢钱吗 那当然 这可是 王妍花费全部身家置办的 战甲 是A加级 十分接近S级了 在野外有这一套轻甲护着 估计4-5G的妖兽 打你都不会受伤 这 真是太谢谢王妍大哥 等我回来 一定会一点不差的 将轻甲归还 归还 不用归还了 以后有空多去看看他就行 这家伙三十好几了 连个老婆也没有 现在每天只能跟一群老头老 胎跳广场舞 别提多寂寞了 好了 胸甲穿上就行 其他的还是先放车里 你看 他们那几个货来了 顺着任天手指的方向 陆林看到了四位身材雄壮的舞者 其中两位面容一模一样 皮肤白皙 落腮胡子 那俩双胞胎 就是我们小队的两位武士级刀客 杨大伟 杨小伟 在双胞胎兄弟身边 还有一位身形瘦靴 神情冷漠的舞者 这个是我们小队的赤后 身法顶级 他叫李莫 不过我们都喜欢叫他杀手 在赤后旁边 则是一位身材奇长 肩上扛着一柄长弓的 帅气阴柔舞者 这个骚包是小队的射手 黄黎 记住了 他是男的 纯爷们一枚 至此 龙刀小队的所有成员都已经到齐 队长周深明 诸位 欢迎回来 这位是我们的新队友陆林 这几天 任天这个大嘴巴 已经说过很多陆林的信息了 来 我们一起欢迎陆林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任天第一个响应起来 紧接着 两位面色严肃的刀客双胞胎 也风格突变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俩人甚至直接就在旁边 开心地跳起舞来 也就斥候李莫和射手黄黎淡定一些 冲陆林点点头 露出一丝笑容 只不过 李莫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黄黎的笑容却让陆林有一丝沉迷的感觉 不行 人哥说了 黄黎哥是男的 纯爷们 绝对不能受到他的魅惑 周深明对于旁边耍宝的三人组 早就习以为常 等三人闹了一会 才拍拍手 将大家的注意力拉过来 好了 城门还有三分钟开启 咱们还是老规矩 先乘车到301号前进基地 再联系委托人 确认任务目标 出发 出发 全员响应 陆林也跟着大吼一句 因为时间短暂 他还没有来得及自我介绍 好在以后的日子还长 大家慢慢了解就是 两台几乎一模一样的虎式越野皮卡 周深明开一辆 李默和黄黎自然而然地上了他的车 并将车门关上 杨大伟杨小伟兄弟自然是上任天的车 就在陆林准备登车的时候 任天一把就把陆林推下去 傻孩子 不去跟你的小女朋友道别吗 40 白头的新任务来不及解释了快停车 陆林被任天推下来 回头看去 只见人群中 刘伟然的目光也正好落在他的身上 陆林冲他一笑 挥挥手 等我回来 刘伟然也露出笑容 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 像极了爱情的样子 好 陆林登车 任天没想到 这小子这么快 不过这一次 他就没有推陆林下去了 人哥 出发 陆林大叫一声 这时候 他冲动起来像一个18岁的少年 走 哥带你去闯荒野去 一脚油门 虎式越野皮卡 如同一头真正的猛虎 向前一冲 汇入茫茫车流之中 透过陆林坐在后排 转头向后看去 阳光的照射下 刘伟然还站在那里 目送他离去 那画面 陆林感觉自己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城门洞开 出城地车流鱼 灌而出 在周申明和任天的车辆 消失在城门处后 一个胡子拉叉的大叔 从角落中走出 他从衣服口袋里面 掏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两个车牌号 跟刚才看到的车牌相互对照后 大叔拿出手机 编辑信息 已经出发 方向是301前进基地 没有等待对方的回复 这个男人谨慎地四下看看 身影很快消失 就在城门处的车流逐渐离开后 一辆五安局的车来到此处 因为头发雪白 肌肤如雪的女都查 从主驾驶位下来 都走了吗 当然走了 我昨天就说了 咱们尽快去陆林家里调查 你说什么关键证据不足 结果现在证据到时候找到了 人却走了 说话的也是一位督察 不过他肩膀上 只有代表终极督察的两颗星星 不似白威 肩上有三颗星星 没事 走了就走了 陆林又不是不会回来 白威撩起自己雪白的长发 露出那娇好的 如同精灵一般的面容 即便跟白威共事许久 身后的两位男督察 还是不免露出沉迷的神色 不过 两人很快身子一领 将目光转移 相比起白威那娇好的面容 他的脾气和拳头 才是真的恐怖 走吧 上车 咱们再去找陆林的父母聊聊 这家伙 明明无考失败 可在短短几天就能晋级舞者 身上肯定有秘密 也许 是在他杀掉八连五人后 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好处 白威自言自语一句 很快又摇着头说道 不对 这个机遇应该是 他在遇到八连等人之前就得到了 不然他不可能杀死实力 达到中阶舞者的八连 还是一刀削手 这么老练狠辣的年轻人 真是好久没有见到过了 头儿 你电话响了 两个下属指了指白威的腰间 手机铃声已经响了一遍又一遍 只是白威陷入沉思 没有注意到 哦 好的 谢谢 白威道一声 谢连忙接起 都统 我是白威 对 是的 我现在在跟进八连死亡的案子 什么放一放 都统 我跟你说 什么 白鹰山周边出现大量五者死亡事件 死亡人数达到五十余人 还有五十死亡 好的 我尽快赶过去 好 没问题 我会小心行事的 嗯 都统 等我的好消息 白威挂断电话 语气严肃 两位 刚刚接到都统发布的任务 白鹰山附近有大量五者非正常死亡 具体原因未知 疑似妖兽晋升前清理环境 这个任务很危险 你们俩只是中阶五者 尽快返回局里 这是我一个人去就行 一听白威这么说 两个下属顿时急了 头儿 这可不行 哪有你这种见到立功机会 就把手下兄弟丢一边的做法 另一人也说道 就是啊 白头儿 咱们合作三年多了 这种好事 你想撇下我俩单干可不行 我一定要劝 白威看着两人 虽然还想再劝 可他也知道俩人的性格 平时嘻嘻哈哈的 但一旦涉及到工作 绝对不会打半点折扣 行 那就一起 都统已经给301前进基地联系 我们到了那边 可以直接领取物资 出发 是 白头儿 三人快速上车 穿过城门 前往白鹰山执行任务 车子驶出城门 陆林有声以来 第一次看到城外的世界 所谓荒野 仅是只城外的广袤区域而已 并非真的一片荒芜 在经过一段 足有三公里内空无一物的隔离带后 任天开车行驶在一条平整的柏油公路上 陆林 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跟你想象中的荒野 有点不一样 任天打卡车在音乐 跟着律动 不断地摇晃自己的身体 那模样看起来 就跟在酒吧蹦迪似的 是有点不一样 城外 并没有穿梭而过的妖兽 也没有血腥惨烈的战斗 放眼望去 四周竟是低矮的丛林 这是卫城部队特地营造出的环境 就是为了避免视线被遮挡 无法第一时间观察到靠近的妖兽 哈哈 别着急啊 从这边到301号前进基地 都是属于我们东山市的控制范围 偶尔有妖兽闯入 也会被巡逻的战士斩杀 等到了前进基地后 你才会看到真正的荒野 大伟哥 小伟哥 陆林也是用刀的 回头你们有空多 指点指点他 行啊 这没问题 陆林现在还没有分清 双胞胎兄弟谁是谁 俩人打扮一致 没有明显的区别 大炮 你把音乐声音调高一点 我看陆林兄弟 好像有点紧张 好嘞 任天调高音量 杨大伟杨小伟兄弟 也跟着他一起 跟随音乐的律动摇晃着 这气氛 这感觉 在陆林看来 根本不像是外出猎杀妖兽 反而像是郊游露营似的 车子开了一会 陆林对于道路两旁的景色 也看习惯了 顿时觉得有些无聊起来 停车 大伟还是小伟的突然开口叫道 任天一脚刹车踩住 让后面跟着的几辆车 不满的滴滴滴的按了一顿喇叭 任天也不理会 慢悠悠地将车子靠边才问道 大伟哥 怎么了 有好东西 来不及解释了 快下车 41 任务详情 目标白银山 说着 大伟打开车门一跃而下 坐在陆林旁边的小伟 毫不迟疑也跟着下去了 两人下车后 冲进丛林 陆林和任天大眼瞪小眼 任哥 这两位真是武师 怎么感觉有些 有些疯是吧 他们兄弟就是人来疯的性格 如果是陌生人还好 跟熟悉的人在一起 就是这样 等你习惯了就好 任天拉住手杀 也不熄火 就在路边等候 陆林向着车外看去 只见两人在丛林间跳跃着 奔跑着 不一会杨大伟就哈哈大笑 他手里抓着一只跟土狗 差不多大小的白色兔子 卧槽 大伟哥这眼力可以啊 任天惊呼一声 陆林不明所以 任哥 大伟哥抓到什么了 三眼兔啊 纯白色的三眼兔 肉质可是极品 到时候 保证让你吃了吞舌头 任天已经开始憧憬 三眼兔的美味了 三眼兔 陆林想起来了 前天在西城妖兽 交易市场 他买肉地那家老板 就向陆林推荐过 不过680亿斤的价格 让陆林望而却步 没想到 这才刚出城 就逮到一只 很快 大伟小伟回来上车 任天重新启动了车子 陆林 这是不是你头一回 见到活的妖兽 给你拿着玩玩 大伟将手上的三眼兔 递给陆林 陆林虽然紧张了一下 但还是接过来 学着大伟哥的样子 抓着兔子耳朵 就在这时 三眼兔突然清醒过来 张嘴冲着陆林的脖子 咬了过来 陆林一个哆嗦 差点把他给扔出去 好在旁边的小伟 对此早有预料 一拳打在三眼兔脑袋上 让他再次陷入昏迷 哈哈 陆林 小子胆子也太小了吧 一只一接的三眼兔而已 就吓成这样 大伟幸灾乐祸地大笑着 他刚才就发觉 三眼兔快要清醒了 才专门交到陆林手上 看到陆林出球 别提多开心了 陆林颇为无语地 看着暴笑的三人 这几个家伙 也太无良了吧 他刚刚叫了好半天的 大伟哥小伟哥 结果就这样回报他了 笑了好半天 大伟才继续说道 陆林你也别怪哥哥们 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在野外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警惕 这一次是我们 给你长个经验 还有小伟在旁边保护你 以后在战斗中 可就要靠你保护大家了 这野外的妖兽 一个个都精密得不得了 装死装昏迷 对他们来说都是本能 你可别轻易被骗了 杨大伟的脸上 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味 陆林也是心神意灵 知道这是三位大哥给他上课 谢谢大伟哥 中午杀兔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舞者吗 见了血才算是舞者 不见血的那就是软淡 一路上 三人都有一搭没一搭的 给陆林传授一些 在荒野之中的小技巧 也不管陆林能不能听懂 陆林更是恨不得带个小本子 把三人说的这些经验 全都记下来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只是一些基本的常识 可对于陆林 这可是以后在荒野中保命的要诀 他总不能一辈子 都跟在经验成熟的队伍中历练 那样没有半点历练的效果 301前进基地距离并不远 不到8点 他们就已经到达 这还是路上车辆众多的缘故 队长周深明的车辆 已经在这里 等了有一会了 好 现在大家都休整一下 我联系雇主 确认此次行动的目标 说完 周深明便进入301基地内的电话室 跟雇主联系 就在周深明走入电话室的同时 不远处 一个正在从车上搬运物资的高级武徒 将手中的东西放下来 拿出手机编辑信息 老板 我在301基地 看到了龙刀小队的人 消息才发出去几秒 高级武徒就收到了对方的回信 继续观察 探明他们的前进方向 高级武徒看过短信后 将内容删除 转过身 继续若无其事地搬运物资 在虎视越野皮卡旁边 陆林不理解周深明 为什么用手机还要去电话室 跟雇主联系 听任天解释了 一番陆林才知道 自由武者小队 在协会内接取的任务 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可以直接看到任务的情况 武者小队对比自身的实力 以及需求 进行接取 还有一种就是他们这种 雇主对于保密 有着严格的要求 需要武者小队 完成第一阶段的目标后 才能知道后续的任务情况 这样的任务酬劳一般较高 而且危险性也比较大 适合有经验的 实力强大的武者队伍 显然 龙刀小队就在此列 这一次的任务 也是雇主那边指定 龙刀小队接取的 就是信任他们的实力 去电话室跟对方联系 就是为了让雇主知道 他们已经抵达301前进基地 十分钟后 周深明走出电话室 从他的神情 看不出任务的难度 走 去白银山 是 所有人答应一声 行动敏捷地上了车 这一刻 在任天和大伟小伟兄弟脸上 也看不到任何的细笑 受此气氛感染 陆林也严肃起来 车辆启动 陆林透过车窗 看到有不少队伍在此地分开 前往不同的目的地 也偶尔有小队的队长 跟周深明一般走进电话室 接收后续的任务信息 看到龙刀小队全员上车离去 那个高级武图 在辨别了一番后 也第一时间 转到无人的角落发送信息 不一会 对方回消息说 尾款已经打到 让他注意规矩 高级武图自然不敢怠慢 查了一下银行账单 将短信息删除 把手机卡拔出来 随手一扔 六哥 六哥 干嘛去了 又偷懒 远处传来呼唤的声音 高级武图答应一声 赶忙走出来 继续搬运货物 没有人知道 他刚才做了什么 不久后 一辆印有五安字样的越野车 也来到了301前进基地 白威带着两个下属 找到负责后勤的军人 很快 三个准备已久的背包 放到车上后备箱 时间紧迫 白威甚至来不及 跟对方表达感谢 开着车驶向白鹰山 42 白鹰山中有兽王 处理妖兽 看到这一幕的那位六哥 心中不禁好奇 平时去白鹰山的 舞者数量不多 那边穷山僻壤地 妖兽品街 实力弱的舞者不敢去 实力强的舞者 有更好的历练区域 怎么今天看着 有好几拨人往那边去 不过这些东西 都跟他没有关系 他只是一个 搬运货物的工人而已 陆灵 这301前进基地 是我们东山市 在荒野最远的一个基地了 离开这里 就代表我们真正 进入到危险的荒野区 从现在开始 我们必须要严阵以待 绝对不要有任何的放松 记住了吗 我知道了人哥 陆灵答应一声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 在任天刚刚说完这一句话后 陆灵就听到了 树道妖兽的吼声 荒野区 危机遍布 道路崎岖 石子路 泥沙路 小河流 甚至还穿越了 一小段树林的区域 这么长的路 陆灵虽然一头妖兽 都没有见到 但听着此起彼伏的 兽吼声 神情也紧绷到了极致 三个小时后 前面周申明的车停了下来 陆灵这才发觉 他们已经进入到了 一片丛林之中 下车 陆灵 这里就是白银山范围 接下来 我们要徒步前进 你做好准备 在这白银山之中 切记要时刻保持警惕 经常出来 狩猎的舞者都知道 白银山的妖兽分布 十分奇怪 奇怪 陆灵不解 妖兽分布 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当然奇怪 这白银山中 有几头武王级的兽王 他们的战斗力 比人类的武王都要强 单打独斗之下 武王都不是这些兽王的对手 同时 这里又生存着数量庞大的 一至三接的普通妖兽 反而是比肩武士级别的 兽将数量稀少 先有人能够看到 陆灵点点头 这么说来 白银山确实有些古怪 听任天没有继续解释 他也拿着自己的背包 跳下车子 两台车停放在一起 任天和李莫 从车上拿出伪装布 将车辆包裹岩石 在野外 妖兽只会攻击 有生命的人类 或者其他妖兽 对于车辆这样的铁家伙 他们没有半分兴趣 陆灵也在旁边帮着忙 很快 伪装弄好 六人集中在周申明身边 兄弟们 在白银山中有一头红月弟兄 雇主之前得到消息 这红月弟兄 预计还有一段时间 将会生育小熊 雇主希望我们 能够确认红月弟兄的具体位置 并拍摄不少于 一百张清晰照片带回去 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算完成 任务内容简单 但从雇主给出两千万的报酬 就可以看出来 此次任务不简单 大家都是老兄弟了 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是 众人答应一声 周申明又看向一旁站着的陆灵 陆灵第一次进入荒野 大家当大哥的 都照顾一点 不过也要适量地 给陆灵一些历练的机会 他的防御力 还有战斗力 只要磨练一段时间 很快就会成长起来的 现在 李默 你在附近探查一番 所有人就地准备午饭 等待李默的消息 是 众人齐声答应一声 穿着一身墨绿色 伪装迷彩服的李默 瞬间消失 其他人则是拿出工具 在地上挖土造 挖土造是武者在野外的 一项必备技能 如果学不会的话 就只能顿顿吃生肉 或者没有营养的能量棒 短时间还没事 时间长了 武者的身体素质都会下降 周申明和黄黎两人 没有负责挖土造的工作 而是分为两路离开 他们是去打猎了 武者修炼气血 最重要的就是吃 没有足够的补充 即便是武王也会气血衰败 在任天的鼓励下 陆灵将路上 抓到的那一头三眼兔给杀了 其实陆灵对杀兔子 倒没有什么异常反应 只是手法实在粗糙 一张兔子皮都包不起整 还是在大尾搁过来 看着指导下陆灵 才算勉强完成了这份工作 结果就在他刚刚弄好 准备找地方洗个手的时候 就看到周申明 拖着一长串灰色的兔子回来了 他看到陆灵满手血解 正好 陆灵 你来把这些兔子处理一下 陆灵无奈 今天他要变身队伍中的 杀兔专业护了 处理了十几只灰兔 陆灵的手法 虽说还不算熟练 但比起处理第一只的时候 已经好很多了 结果他才刚准备起身 就看到黄梨 扛着一头类似梅花鹿一样的 妖兽回来了 任天不住地 给黄梨竖大拇指 哇 黄梨你也是下血本了 竟然能裂到跳跳鹿 陆灵一愣 这分明是一头菊斑鹿 怎么成跳跳鹿了 旁边的杨大伟 给他解释一句 因为这菊斑鹿身形敏捷 一般舞者和妖兽 想要捕猎这东西非常困难 再加上菊斑鹿奔跑的时候 动作是一跳一跳的 所以东山市这边的舞者 都叫他跳跳鹿 正好 陆灵 这一头跳跳鹿 也由你来处理吧 杨大伟催促一声 陆灵上前 接过跳跳鹿 顿时感觉肩膀一沉 这跳跳鹿 看起来没比梅花鹿大多少 但至少有一千公斤重 顶得上一台小轿车的重量了 在杨大伟悉心地指导下 陆灵一点点地 将这一头跳跳鹿给分解掉 虽然不是什么重体力的活 但陆灵还是累出了一身汗 等等 别着急离开 陆灵刚要走 就听到杨大伟叫他 陆灵 再教你一点 在野外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行踪 就好像这些内脏和血 在你处理好妖兽准备食用之前 最好是把这些东西给掩埋起来 这样可以极大的避免 被妖兽找到你的踪迹 好 多谢大伟哥 陆灵答应一声 从任天那边拿过来铲子挖坑 这一点一滴的经验 杨大伟没有丝毫保留 陆灵也都尽可能地记下来 处理好的兔肉和鹿肉 就不需要陆灵操心了 那边任天 杨小伟 杨大伟 还有周申明 都在分割肉块 准备烤肉 要不是丛林中 从未间断的妖兽吼叫声 陆灵真的感觉 现在是在焦油烧烤了 对了 陆灵突然想起来一个是 他的蛇不想要提声 需要喝蛇肉羹 可在这荒郊野岭的 谁给他熬汤啊 看来只能这几天 尽量想办法多抓几条蛇 回去让老妈 陆灵引发的噤声 终结舞者 舞者的动作很快 也就是为了培养陆灵 才在处理内脏上 多花费了一些时间 当烤肉的香味飘起来的时候 李末也悄无声息地回到营地 周申明没有第一时间 询问他探查的情况 拿了两块烤好的陆肉递给他 李末也不客气 结果陆灵大快躲移 丝毫不管其他人 现在还没有东西吃 好在很快 大家的烤肉都陆续好了 周申明 陆灵都是最先拿到烤肉的 坐在陆灵身边 周申明给陆灵说道 李末外出探查环境 消耗的体力很大 根本不是能量棒可以补充起来的 所以只要他出去探查归来 就是小队内第一个吃到东西的人 陆灵默默点头 李末的存在就如同小队的雷达 能够率先侦查出周围的危险 避免小队陷入危险而不自知 他的工作是最危险 也是消耗最大的 第一个吃饭理所当然 行了 吃吧 这次出来 你还是大家照顾的对象 等以后也要看你的能力 来决定吃饭的顺序 就开始大口地吃肉 他吃肉的时候 一点都不斯文 反而好像饿极了一样 狼吞虎咽 不一会 一大块鹿肉 就被周申明吃了下去 陆灵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要吃这么快 但总是跟荒野之中的环境有关 他也学着周申明的样子 大口吃着 很快 一大块鹿肉也被陆灵消灭 在周申明满意的目光中 陆灵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有些发热 不 不只是发热 更像是在 灼烧 陆灵瞬间反应过来 这是体内气血涌动的征兆 谁能想到 只是吃了一块鹿肉而已 竟然引起了这样的变化 陆灵赶忙闭上眼睛 按照千虫呼吸法的方式 不断地运转体内的气血之力 旁边的周申明一愣 很快他也感觉到陆灵的变化 正常情况下 处在舞者级别时 体内的气血之力比较微弱 即便高阶舞者的气血 也不会超过十点 因此 在平静状态下 舞者的气血波动 是不会轻易被人感知到的 现在陆灵出现 气血涌动的征兆 毫无疑问 他要进阶了 应该是从出阶进阶中阶 周申明记得任天说过 陆灵前几天 才刚刚突破成为舞者 没想到这才多久 竟然就要进阶中阶 他不动声色 小心地站起来 护持在陆灵身边 这边的动静 很快引起了 小队其他成员的注意 任天看到这异常的情况 大声问道 队长 有情况吗 周申明点点头 对任天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随后指了一下陆灵 任天愣住 陆灵出问题了 他赶忙丢下正在烤的兔肉 快步来到周申明旁边 队长 陆灵怎么了 这时候 即便周申明不说话 任天也感知到陆灵身体的变化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周申明 对 队长 陆灵他 他这是 周申明点点头 同时示意他安静一点 舞者在晋升等级的时候 都要选择在安全安静 绝对不会被打扰的环境中修炼 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意外情况发生 可陆灵 晋升舞者的时候 是在西城妖兽 交易市场 现在 在白银杉杉脚下 竟然因为吃了一块鹿肉 就晋急了 任天想明白这一点 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陆灵这随时随地 都能晋升等级的能力 这世上 估计没有什么人能学得来 看到两人的架势 其他人也都好奇地 不断探头探脑 周申明看到任天在这边 陆灵的安全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走到人群中解释了一下 众人不停地倒吸冷气 这不是开玩笑吧 他们再也歪这么多次了 参与的任务不下百次 吃过的妖兽肉 更是不知道多少 怎么就没有陆灵 这样的运气和天赋呢 人比人 真是气死个人啊 等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陆灵就睁开了眼睛 他现在已经是一位 终极舞者了 身体的力量 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大概感知了一下 陆灵估计 自己不用气血的话 全力应该超过八千公斤了 如果用上气血 陆灵就预估不出来了 不过破万是肯定的 下意识的陆灵 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主人 陆灵 等级 中阶舞者 功法 千虫呼吸法第四层 66666-1000-00 龙吟经中照第三层 888-1000-00 破天十三斩第四层 1-1000-00 风牛大力拳第四层 1-1000-00 灵云部第三层 9969-1000-00 蛇部第一层 0100 点数 5057 陆灵的等级 终于达到了中阶舞者的程度 可喜可贺 更重要的则是 系统简化后的几种攻法 千虫呼吸法 从之前的第三层 达到现在第四层进度过半 龙吟经中照 除了那天回家 跟章语战斗 长了一些进度 这几天都没有任何变化 破天十三斩 经过陆灵艰苦卓绝的努力 终于提升到了第四层的程度 他的攻击最大可以翻五倍 以现有万斤的权力 陆灵的极限攻击力 仅次于中阶舞师 当然 这只是理论战斗力 真正遇到妖兽 陆灵能否战胜对手 还要看陆灵的发挥 风牛大力拳 晋级第四层 这几天的时间 陆灵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方面 但即便只是 抽空练习一番 陆灵也将风牛大力拳 提升到第四层 再次获得一千公斤的力量 陆灵步也处在晋级边缘 只要陆灵在时使劲 就能达到第四层 到时候 他的奔跑速度 能够达到一百米每秒的水平 如果以这个速度 去参加奥运会市井赛什么的 那真是金牌拿到手软 不过在蓝星 并没有举办类似的运动盛会 唯一没有长进的 恐怕就是陆灵的蛇步了 因为资金不足 他没法让老妈帮他炖蛇肉羹吃 进度一直都没有增加过 现在的陆灵 虽说境界只有中阶舞者的水平 但论起实际战斗力 可以面对中阶舞师保持不败 不过 陆灵知道 他还是要多多学习野外生存经验 以及跟妖兽战斗的技巧方法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 发挥出自己的战斗力 四十四 晋山 守夜 白头狼 缓缓睁眼 陆灵就看到 在面前守护他的任天 陆灵冲他一笑 谢谢人哥了 没事 不过刚刚是队长发现 你晋升的 陆灵 也不是哥哥说你 下次你要晋升等级的时候 稍微提前说一声行吗 这随便吃个烤肉而已 你就一言不合就晋升 这有点太考验人的心脏了 我的错 我的错 下次晋升等级 一定提前跟人哥提前说一声 陆灵冲人天拱拱手 又赶忙走到其他人那里 挨个道谢 尤其是对周申明和李末 周申明是第一个发现 陆灵气血波动的人 黄黎则是带来跳跳路的人 黄黎哥 多谢你打到的鹿肉 黄黎嘴角抽抽 他专门狩猎这一头跳跳路 确实有给陆灵 大补一下身体的想法 之前任天隐晦地提到过 说陆灵的家里条件比较普通 而且刚刚晋升舞者 手上并没有什么积蓄 正好鹿肉有补皮意气 温慎壮扬的功效 对于高阶舞者 没有太大的用处 但对于陆灵这样 刚刚晋升的说不准 能有些帮助 没想到 陆灵竟然就靠着这一股晋 直接晋升到了中阶舞者 没事 没事 陆灵你要是喜欢吃鹿肉 以后我天天给你打一头 陆灵汗颜 龙刀小队的这些大哥 真的是太热情了 一天一头跳跳路 陆灵怕自己补得太过 天天流鼻血啊 经过陆灵这个事 大家紧张的申请 也放松下来一些 杨大伟兄弟 甚至迷信地说着 是一个好兆头 才刚刚晋升陆灵 就能提升到中阶舞者 这一次任务肯定顺利 但愿如此吧 吃过烤肉后 众人将场地处理了一番 随后李默为大家讲述 他刚才探查得到的情报 白鹰山覆盖区域广阔 地形复杂 山脚下还算是绿树成鹰 但在山腰的位置 只被吸手 我发现了虎群的踪迹 此外 应该还有几个大型的铁骨牛群 此外就是一些普通的 一阶二阶的鸟雀和小型妖兽 红月帝雄呢 周声明问道 李默摇摇头 他并未发现 红月帝雄的踪迹 没有发现红月帝雄的踪迹 这一点早在预料之中 妖兽并非没有智慧 红月帝雄作为妖兽中的特殊品种 除了不会说话 智慧并不弱于普通的人类 在即将生产的这个关口 他肯定会隐藏好自己的踪迹 避免对仇敌或者人类寻找到 这一次任务的危险程度 对龙刀小队来说并不算很高 但在茫茫白鹰山内 寻找一头可以躲藏的红月帝雄 这肯定是一件很花功夫的事情 不过再困难也要寻找 谁让他们就是做这行的呢 收拾好场地后 众人背着各自的背包 踏上了寻找的路程 周深明吩咐过众人 在确认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一些妖兽尽量让陆林来处理 积累战斗经验 只是从中午走到晚上 他们也没有遇到一头妖兽 普通的兔子 山蜀倒是遇到不少 可这些东西根本没有战斗的价值 五指的矫程都是很快的 他们只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就翻越过白鹰山山脉的第一座山 此刻天色渐暗 周深明让大家停下来休息 安营扎寨 晚上是妖兽活跃的高峰期 他们尽早休息 夜里在外出探寻 说不定能够发现红月帝雄的踪迹 陆林不知道是心里太过兴奋 还是晋级中阶舞者后 气血旺盛 这个时候 他一点不困 整个人精神的不得了 见到他这情况 周深明便让陆林跟黄黎搭档负责守卫 遇到危险 或者有妖兽靠近 必须要第一时间发出警戒 其他人都渐渐睡去 黄黎又是个不善言谈的人 抱着自己的长弓 坐在那里默默发呆 陆林这个时候 左右无视便穿着轻甲 在空地上打起了风牛大力拳 每打一拳 就要发出一声牛叫 这样的陆林 确实吸引了黄黎的注意 不过他跟任天的性格不一样 虽然觉得好奇 但也就这么看着 不会大呼小叫的 风牛大力拳的进度慢慢上涨 陆林看着不断增长的熟练度 心中越发兴奋 还有什么能比得上 努力就能有收获的快乐呢 白银扇的妖兽 也是给面子 虽然此起彼伏不断地叫唤的欢腾 但就是没有一头妖兽 靠近他们的临时营地 期间任天起来解了个手 看到陆林这妖有精神 心里夸赞了一句 就会帐篷睡觉了 现在的年轻人 精力真是够旺盛的 修炼到凌晨的时候 陆林感觉有些不对了 周围似乎散发着阵阵阴风 陆林看了一下不远处端坐的黄黎 紧走两步 黄黎哥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嗯 我知道 几头白头狼而已 不用慌 黄黎淡定的一匹 他是射手 最厉害的就是那一双眼睛了 早在陆林说话之前 他就已经察觉不对 不过 当他看到 就是几头白头狼过来攻击 他便有些不在意 白头狼是在东山市外荒野中 分布较广 比较常见的一种妖兽 战斗力一般 狼群成员普遍在一阶到三阶之间 不过他们也有优点 生性残忍 群居团结 嗜血疯狂 有时候即便是死 白头狼也会咬掉猎物的一块肉 陆林 那边有三头 都交给我 在这个方向还有两头 都是一阶的 交给你吧 如果对付不了 跟我说一声就行 看着黄黎淡定的样子 陆林问道 黄黎哥 不用叫醒队长他们吗 不用 这么几头小狼而已 三分钟解决战斗 不过 你也要小心点 别逞强 在野外受伤挺麻烦的 嗯 好的黄黎哥 陆林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 拿出任天给的那一柄 漆黑如墨的一级战刀 这一次 严格意义上来说 才是陆林的第一次战斗 之前斩杀八连 只是陆林的自救而已 算不上真正的战斗 在黑暗的环境下 适应了这么久 陆林沿着黄黎指示的方向 走了两步 也能隐约看到 在黑暗的草丛中 冒出了两个白白的脑袋 白头狼 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头顶的毛发 是一片白色 此刻 看着两头白头狼 陆林脑海中 关于他们的一切信息 都消失了 45 斩白头狼 狼群夜席 之前上学的时候 老师是教导过 白头狼的体重啊 速度啊 咬合力啊 这些数据 可这一刻 陆林全都忘记了 隐藏在草丛中的白头狼 似乎也知道 陆林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此刻 已经不是以隐蔽偷袭了 一头白头狼低吼一声 快若闪电地冲向陆林 只是他快 陆林的刀更快 一道黑色的影子闪过 率先冲出来的白头狼 就被陆林一刀削手 滚热的鲜血 混杂着一股股浓烈的 腥臭气息 泼洒到陆林身上 成功了 陆林心中暗赞一声 这可是他三天来 不停歇修炼 破天十三斩的结果 就在陆林刀是用老的时候 还未来几收到 第二头白头狼突然跃起 他没有吼叫 这让他的攻击更加的隐蔽 直到距离陆林 已经很近的时候 陆林才想起来 这头白头狼 躲 陆林后退半步 整个人身形不稳 眼看着就要跌倒 空中突袭的白头狼 眼中闪过一道 人性化的嘲讽光芒 这只是一个 出出茅庐的人类小子而已 可就在这时 一道黑色的刀影划过 陆林的奋力 一刀扫在了白头狼的前掌上 白头狼吃痛 顾不及扑咬陆林 痛得禁止跌落在地上 机不可失 陆林微调了一下身形 破天十三斩 第七斩 这第七斩 正是专门用来攻击地面上的敌人 或者身高较矮的敌人的 此刻用来对付白头狼 何事不过 呜 倒在地上的白头狼 只来即发出一声惨叫 就一命呜呼 陆林这一刀 将整个狼手都砍了下来 不错不错 就在陆林紧绷着身体 警惕四周的危险时 身后传来了黄黎的赞叹声 他转过头一看 黄黎面前摆着三头白头狼 他们的共同点 是在眼睛的位置 都有一根箭矢插入其中 原来 在陆林战斗的时候 黄黎就已经解决了他的对手 甚至还有时间 将三头白头狼尸体拖到附近 黄黎哥 我是不是很笨啊 陆林有些不好意思 他刚才战斗的时候 竟然沉浸在 斩杀第一头白头狼的喜悦之中 差点忽略了第二头的偷袭 这对于舞者来说 绝对是严重至极的错误 笨 黄黎走过来 看着地上的两头 失手分家的白头狼 心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你管第一次遇到妖兽 就能做到干净利落的 斩杀的舞者叫笨 不过黄黎认为 陆林作为队伍中的小兄弟 确实不能太过骄纵 还算不错 通过这一次的战斗 至少能看出 你的心理素质还算不错 嗯 另外 刀法也还行 继续努力吧 这只是几头零散的白头狼而已 若是遇到群居的 至少上百头的白头狼 你可就要自求多福 黄黎正说着 突然就听到 周围响起了此起彼伏的狼嚎声 嗷嗷嗷嗷嗷 一声声惨烈的叫声 让黄黎面色大变 他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这好端端的说什么狼群 说什么上百白头狼啊 这下好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 队长 大伟小伟 任天 李默 有情况 黄黎大叫一声 陆林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战刀 当帐篷中休息的五人 急匆匆地跑出来的时候 即便是周深明这个中阶武师 也是面色难看 狼群 白头狼群 至少有两三百头白头狼 在黑暗中行走 他们发出一道道圣人的低吼声 缓缓地向着龙刀小队的方向靠近 所有人 注意自身安全 狼群数量太多 其中估计少不了受降级的白头狼 大家切记不要分开 等会看我手势 快速突围 是 周深明点点头 特地转向陆林 陆林 你还可以吗 队长放心 陆林没有多说 给了周深明一个肯定的眼神 周深明看看陆林 这个时候 他自己都没有绝对的把握 更别说护持陆林了 希望陆林这一次外出 不会是最后一次 哦 狼群越来越近 夜色下 陆林甚至都能看到 泛着绿光的狼眼 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只是现在 害怕也没用 杀 周深明大吼一声 直接冲了上去 陆林看到 周深明拿着一柄细长的软件 在月光的映衬下 软件散发出一道道寒光 随着周深明的大吼 身边的小队成员 也都一个个冲了出去 杨大伟杨小伟兄弟 两人都是手持双刀 他们本身就是双胞胎兄弟 多年一起生活战斗 心中早有默契 此刻突入狼群之中 先有一盒之敌 李末以前伏刺探能力舰长 但并非没有正面战斗能力 他一手拿着短柄匕首 左手拿着一柄小弩 左手射 右手滑 就好像在夜幕中收割生命的死神 任天则是无愧于自己任大炮的称号 他不带武器 只凭一双铁拳 冲入狼群之中 一拳砸碎了白头狼的天灵骨 一脚踢的白头狼倒飞而出 砸到七八个同伴 他每一次出拳都有阵阵轰鸣声 就好像大炮在怒吼一般 在众人身后 黄黎弯弓搭建 他好像都不用刻意地寻找白头狼的位置 只是凭着感觉 一剑剑不停地射出 总有白头狼发出哀嚎声 倒地不起 在众人的攻击下 这些白头狼被打得措手不及 瞬间就死去三四十头低接白头狼 陆铃也不甘示弱 仗着自身的龙银金钟罩 陆铃只管大力劈砍 破天十三斩 如果用出极限状态的话 对武者的气血消耗极大 但陆铃现在只用第二层第三层的水平 一击的力量也有两万斤左右 每一头被他斩杀的白头狼 根本连全尸都留不下 行走间 陆铃就仿佛战场上的无双杀神 没有一头白头狼 可以在陆铃的攻击下保住性命 周深明惊异地看 卓陆铃的动作 差点被一头白头狼突袭 随手将这白头狼刺杀 周深明对陆铃这下是放心了 虽然才刚刚晋升舞者 但陆铃身上 一点都没有新人出入战场的慌张 也许比起团队中的其他人还差一些 但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不仅是周深明 其他人看到陆铃如此勇猛 也是暗自扎舌 如果没记错的话 陆铃这小子 好像才舞者中阶 还是中午吃鹿肉才晋升的 竟然这么猛 46 斩兽降级白头狼 陆铃越杀越轻松 他甚至心里已经开始盘算 杀死这么多白头狼 光是妖和就能得到不守 以后再也无需为简化点担心了 可是 他这边心态乐观 周深明等人 却心情沉重 正常情况下 白头狼可不会如此不畏死亡 一旦出现一城左右的伤亡 白头狼群无论有什么目的 都会离去 只是现在 总共也就两百多白头狼 他们都斩杀了快一百头 接近半数了 白头狼王竟然还没有召唤属下离开 营地中 有什么吸引他们的东西吗 吼屋 吼屋 接连响起几声 不同于普通白头狼的吼声 陆铃眼前一花 眼前竟然出现一头足有一米多高 体态雄壮的白头狼 兽将级 陆铃大惊 他才只是一个普通的中阶舞者而已 对付他用得着派这样的手下吗 不等陆铃反应过来 兽将级白头狼 一跃扑向陆铃 他的速度极快 陆铃已经尽可能地躲闪了 还是被他禁声 禁声后 白头狼张开狼吻 一口咬向陆铃的腰腹 你敢 陆铃的龙银精中 罩裁第三层而已 万一挡不住兽将白头狼的力齿 那他就交代在这里了 杀 陆铃大吼一声 迎着白头狼的攻击 一刀斩向他的面门 这一刀 陆铃用出了破天十三斩第四层的威力 五倍增幅 五万斤距离 碰 重打两吨的兽将级白头狼 竟然被陆铃一刀劈飞出去 他的面部出现了一道猙獰的血口 鲜血鼓鼓地从伤口向外流出 只是 这样的伤势竟然对白头狼 未能造成致命一击 反而更加是激起了他的凶性 五 白头狼嘀吼一声 两条有力的后退猛地踏在地上 这一次 他竟然不是飞扑 而是几乎贴着地面冲向陆铃 不好 陆铃正处于脱离的状态 说起来 他还是第一次用出第五层的攻击增幅 没想到 竟然让他的整个右臂都又酸又骂 白头狼速度极快 眼看着就要咬中陆铃 可他这时却抬不起手臂来 危险 这一下 若是被白头狼咬中了 陆铃绝对无法幸存 嗖 就在这时 一道剑影迅即飞来 直刺白头狼张开的口中 白头狼意识到危险 想要躲避其已经来不及 他只能勉强闭上大嘴 长剑射中他的口部 就在陆铃欣喜黄铃救他一命的时候 他却看到白头狼的嘴部 竟然连破皮都没有 怎么可能 黄铃的一剑 竟然连给兽将级白头狼 造成伤势都不行 陆铃大惊 好在经过这么一耽搁 他的右臂 虽然还是酸麻胀痛 但好在恢复了一些知觉 陆铃一个剑步 冲到兽将级白头狼身边 一刀劈下 破天十三斩 第六斩 这一击 陆铃却是用不出五倍的增幅战力 只能勉强打出第二层的水平 增幅一 五倍 白头狼眼中闪过一丝忌惮 他记得 刚才陆铃就这么一刀 劈得他头骨都碎裂了不手 若不是生命力顽强 他恐怕当时就死在了陆铃刀下 对 白头狼动作敏捷 只是他却错误地估计了陆铃的速度 凌云步 陆铃身形一闪 就来到白头狼面前 他的一击战刀 不偏不倚地 再次砍在白头狼面部的伤口处 嗷 受降级白头狼痛呼一声 这一下 真是让他受创严重 刚才的伤口更深了三分 白头狼痛得在地上不断翻滚 吼叫 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再次射来 可这一次 白头狼没有那么好运 注意到剑矢射来 一只长剑 毫无阻碍地射入他的眼眶 白头狼奋力一振 随后倒在地上 彻底死亡 黄黎的这一剑 透过他的眼眶 直接刺入到白头狼的大脑之中 无论是武者还是妖兽 一旦大脑死亡 那便是彻底死亡了 呼 呼 陆铃看着死去的白头狼 胸口快速地起伏着 这是他第一次 跟兽将级的妖兽战斗 能够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错了 还好后面有黄黎能帮他一手 不然以陆铃的状态 接下来一定会陷入苦战 黄黎哥 多谢了 没事 黄黎冷静地说道 陆铃这边暂时不需要照顾了 他还得帮忙看着点其他人那里 毕竟任天和李末都跟他一样 也只是舞者高阶而已 那头兽将级白头狼死后 陆铃身边的普通白头狼 也少了很多 偶尔有两头不知死活地上来 也是被陆铃轻易斩杀 这个时候 陆铃也有时间观察 小队其他成员的情况 周声明的面前 有一头兽将高阶的白头狼 看体型 看神态 应该就是这一群白头狼的首领了 周声明也是捉襟剑肘 险向还生 他的左手臂被狼王的利爪 划出一道两寸长的口子 里面的肉都翻出来了 任天 大伟小伟兄弟 李末 这四人面前 也都各有一头兽将级的白头狼 任天还能支撑 一拳打出 即便是兽将级的白头狼 都要退避三射 大伟小伟兄弟 虽然被分成两块 即便如此 两兄弟也偶有配合 给自己面对的白头狼 增添一道的伤口 只有李末 他的实力比任天要差一些 刚才黄黎的注意力都在陆琳身上 此刻 他的身上挂踩了好几处 虽然都不是什么致命伤 但若是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结果难料 陆琳虽然与李末接触不多 但他知道 这时候 他必须要上去帮忙了 好在经过这么一回的缓解 他右臂的酸麻胀痛的感觉 已经消散了大半 以破天十三斩第三层的水平 在旁边协助李末 还是没有问题的 李末哥 我来帮你 陆琳大喝一声 他这道并不是为了表公 而是给李末提个醒 避免被李末一匕首 给割了脖子 多谢 李末连回头的功夫都没有 他勉强躲过白头狼的攻击 就地一滚 这时候 白头狼认为是好机会 纵身一跃就要按住李末 可陆琳到了 岂会让这白头狼得逞 畜生 给我死 四十七 猛虎大力拳 任大炮来眼 陆琳大喝一声 直接挡在白头狼扑击的路径上 一刀斩出 白头狼眼中寒光一闪 刚要改变动作攻击陆琳 就觉得脖梗一痛 陆琳这一刀 竟然悄无声息地 砍中了他的脖子 一击战刀 任天专门加了乌炭钢 就是为这个时候准备的 白头狼以为陆琳是空手而来 却是没有防备他的战刀 因此才能让陆琳一刀剑攻 白头狼从空中落在地上 他的颈部破开一刀血口 滴答滴答地向外滴血 只是他却仿佛感受不到痛苦一般 狼眼轻轻捏起 似乎要记住陆琳的相貌一般 噗哧 就在这时 在地上翻滚躲避的李末半跪着 左手的小弩射出一根弩箭 弩箭直刺入白头狼的眼中 哦 这一下 白头狼终于忍不住痛呼出声 陆琳 小心 这狼崽子最是记仇 若是让他逃脱 今后咱们就永无宁日了 李末解释一句 陆琳微微点头 趁着白头狼痛呼的时候 陆琳再次运起第三层的增幅 接近三万公斤的一刀劈在白头狼的嘴上 这一下 没有丝毫防备的白头狼 再也忍不住了 他的整个下巴都被陆琳这一刀看下来 看起来既血腥又恶心 一股股浓烈的血腥味 四散开来 扑哧 趁着这机会 李末又是一道弩箭射出 痛呼中的白头狼 这下再也坚持不住了 他呜咽着 闭上了眼睛 只有下何处的伤口 在诉说着他的痛苦与不甘 如果 刚才退出战圈就好了 兄弟 忍着粗气从地上站起来 刚才这几人中 除了又黄黎照顾的陆琳外 就是他最为危险 说到底 他还是不擅长跟妖兽正面搏杀 若是暗中偷袭刺杀的话 恐怕周申明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李末哥客气了 我再去帮人哥 陆琳感受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 气血之力消耗不多 就是频繁地使用破天十三斩的增幅 让他的右臂有些承受不住 不过 即便如此 在旁边帮任天牵制一番也足够了 好 我去帮队长 李末说一声 就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他最擅长的 还是隐藏在黑暗中 给敌人致命一击 陆琳感到任天身边的时候 任天也有些气力不济 他虽然是高阶舞者极限 即将近身武士的存在 可他的打法 注定无法持久 此刻 若不是那白头狼 怀疑任天在故意示弱 恐怕他身上也要挂彩了 受将级的白头狼 已经有不弱于人类 九岁十岁孩童的智慧了 可也正是因为有了智慧 让他迟疑了几招 陆琳就赶来了 任哥 我帮你牵制他 好 任天兴奋地大叫一声 兄弟 今天就让你看看 任哥的成名绝技 猛虎大力拳 任天见到陆琳过来帮忙 心中兴奋不已 虽然来不及看其他人的情况 但陆琳都来帮助他了 想来其他人也不会更差了 哄 哄 任天在三秒内 连续打出二十几拳 每一拳都在两万公斤以上 关键是 陆琳眼睁睁地看到 任天的这二十几拳 都在白头狼的左眼眶的位置 一顿老拳下去 白头狼左眼处 变得血肉模糊 脑袋都有些不灵光了 在这个时候 他甚至还在暗自庆幸 狡猾的人类果然还有后手 还好他刚才没有贸然攻上去 白头狼也是自作聪明 如果没有陆琳突然出现 牵制了他的注意力 任天根本不敢压榨自己的潜力 用出薄命的招数 这一通打完 不用白头狼攻击 任天就面色潮红地 一屁股坐在了遍地是白头狼尸体的地上 陆琳 接下来靠你了 看着任天有气无力的样子 陆琳无语 他只是过来帮忙牵制的 怎么成了主力了 不过是到如今 陆琳也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拿着刀硬上 他瞄准白头狼受窗 严重的左眼眶 一刀横扫 杀 这一刀 陆琳又是用出了自己 第四层的战力增幅 白头狼本身就晕晕乎乎 感觉到陆琳的杀气 想要躲避 却根本躲不开 在这五万公斤的一刀下 他的天灵盖 直接被陆琳扫飞出去 白头狼甚至连惨叫声都发不出 扑通一声 重重地倒在地上 不行了 要死了 陆琳感觉自己的右臂 像是断了一样 手中的战刀 都啪哒一声掉在地上 这模样 怕是明天吃饭 拿筷子都困难 牛逼啊兄弟 坐在后面的人 天叫一声好 随即他就看到 陆琳手中的战刀落地 陆琳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嗯 还死不了 陆琳有气无力地回答一声 他也顾不得 脚下是白头狼的尸体了 直接一屁股坐下来 左手不断地揉捏着 这时候 他也有空看其他人的情况 杨大伟和杨小伟兄弟二人 在黄黎的前置下 也成功地弄死了两头兽将级的白头狼 此刻正在跟周申明一起围攻那头狼王 狼王没想到 自己势在必得的一次攻击 竟然造成了手下五大兽将的战死 此刻面对三人的围攻 他竟然一点不落下风 摇头摆尾 找抓力持咬 如同铁边一样的尾巴 都不断地扫来扫去 遮挡着黄黎的视线 实际上 这个时候 黄黎也根本没法射箭钳制狼王了 这个层次的战斗 他根本就插不上手 若是任天全胜时期的 还勉强能出手牵制一二 可他距离这么远 狼王和三位队友的身形变化极快 黄黎跟不上他们的速度 一旦冒险射箭 很可能射中队友 只是 消失不见 到现在 陆陵都帮着任天 砍死了一头白头狼 还没有看到李默的身影 李默 在小队内也是老人了 该不会趁这个机会逃跑了吧 任天看着几人着急 正好他回复了一些气血 当即一跃而起 冲向狼王 队长莫怕 任大炮来眼 任天大喝一声 狼王寻着声音 也看到了他的身影 48 银白色的光芒 狼王死 这一刻 狼王知道再继续下去 也不可能得到那件东西了 心中已经有了退意 嗷嗷 狼王嘶吼一声 直扑周深铭 想要离开 至少要让这个最强者 无法追击他 周深铭身形暴退 手中的软剑 却违反常理的向前探去 这一剑 乃是周深铭压箱底的杀手锏 一剑出 狼王的鼻子瞬间被斩破 血流不止 嗷嗷 狼王怒了 他本来都已经要离去了 这个人类 竟然还敢再次挑衅于他 真是 不可饶恕 狼王无视鼻子出血流不止 一爪扫向周深铭 愤怒之下 他的狼爪竟然诡异地暴涨一截 一道银白色地光芒 从狼爪处射出 不好 周深铭此刻无法控制自己的身形 只能勉强用左臂护住腹部 死了 周深铭的手臂上 顿时出现一道半尺长的血口 银白色的光芒附着在伤口的位置 竟然没有消散 组织周深铭调动气血之力 修复伤口 队长 杨大伟兄弟惊呼一声 手中双刀连连挥舞 一时间 竟然打得狼王身上多出瘦窗 只是这些伤势对狼王来说 只是皮外伤而已 流了几滴血 伤口就自动愈合了 哦 狼王示威般地吼叫一声 双爪再次浮现两团白色的光芒 杨大伟杨小伟身形暴退 面露惊骇之色 看着两人退去 狼王的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人性化的嘲讽 随即一个转身 眼看着他就要消失在夜色之中 却有一道隐藏了 不知道的多久的身影突然爆起 手中的匕首 静置对在狼王的右眼处 狼王没想到 在他的敏锐感之下 竟然还有人藏在此处 痛呼一声 右眼顿时爆开 血液混合着不明 液体顺着脸庞滚落下来 啊 哦 狼王痛得浑身发抖 他惊骇地发现 这匕首上竟然是催着毒素 毒性猛烈害人 几乎是瞬间就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是李默 一击得手 李默飞速后退 杨大伟兄弟看到机会 两人鼓起全身的力气 双刀挥舞 砖砍狼王鼻子眼睛 这等脆弱的部位 这时 大吼一声的人天才 堪堪感到 他瞅准机会 一拳狠狠地砸在了狼王头顶 只是 这一拳对狼王来说 根本无关紧要 反而是巨大的反阵力道 让任天不住的呼通 也就是 他经过了陆林几天的陪练 对反阵有了一些抵抗和适应 不然这一下 他的手腕都要折断 队长重伤 大伟小伟兄弟独目难知 任天立有不歹 李末身上遍布伤痕 黄黎的剑矢 聊胜于无 一时间 狼王虽然无法离开 但龙刀小队 也无法对他造成有效的伤害 陆林 快 黄黎焦急地说道 从刚刚陆林一刀 劈开兽将及白头狼的头盖骨来看 他的力量绝对不小 这个时候 只有陆林能够帮得上忙了 只此紧要关头 陆林也顾不得自己的手臂了 他知道 今夜不是狼王死 就是龙刀小队全军覆没 有一份力 便要出一份力 陆林搭拉着右臂 左手持刀 快步来到场中 陆林来了 杀他 任天大吼一声 他本来就已经力量耗尽 短暂的休息 根本就没有恢复多少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陆林身上 陆林 杀他 李末也低吼一句 他刚才隐藏在地面 狼王和其他白头狼的利爪 在他身上不停地践踏 他都忍耐住了 为的就是给狼王必杀一击 陆林 跟我们一起 杀他 大伟 小伟 齐声嘶吼 战斗到如今 其实他俩才是最累的 不仅独自战斗两头兽将级白头狼 跟着狼王战斗 他们也是出于下风 第一次 陆林感受到这种被人需要的感觉 只是 他心中也是无奈 他的惯用手是右手 这段时间 也一直是用右手修炼破天十三斩 此刻右臂动一下就钻心地疼 若是强行使用五倍战力 恐怕狼王没死 他的右臂就会爆裂开来 只能 试一试左臂了 任哥让开 陆林大叫一声 气血之力 按照破天十三斩的运行路线 在左臂的经脉中前进 力量直抵左手 通过刀柄传输到刀身之上 这下 陆林将自身绝大部分的气血 都用出去了 若是狼王不死 他们一个都活不了 杀 任天让开身形 狼王看着撞弱蜂魔的陆林 心中竟然生起了一丝胆怯 他有心在双爪上凝聚白色光芒 可是却来不及了 黑色的刀影划过 鲜血标射而出 陆林这一刀 竟然砍在狼王脖梗一半的位置 无法伸入 也无法拔出 狼王毕竟是妖兽 生命力顽强 一时间竟然没有咽气 他的严重 闪过一丝决绝 体内的妖兽之力涌动 两只前早上出现了银白色的光芒 这是他用生命凝聚的光芒 只是瞬间 白色光芒就变得如同实质一般 灼烧着众人的眼睛 陆林 弄死他 弄死他 一只骨颈不拨的周身鸣 也放声大吼 一旦让狼王发出者 一招绝死之攻击的话 恐怕在场没有人可以活下来 我尽量 陆林心里大吼一句 酸痛的左臂再次用力 噗哧 咔嚓 一道轻微的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等待着最后的时刻 是陆林杀死狼王 还是狼王跟众人同归于尽 陆林的身体未动 狼王的严重流露出一丝遗憾的神色 在他双找处 那耀目的银白色光芒竟然渐渐退去 直至消失 狼王的脑袋一歪 失去了最后一丝生命的力量 陆林那一刀 在关键时刻斩断了狼王的脊椎 让他彻底死亡 狼王 死了 任天喃喃自语 狼王 死了 任天仰天长笑 随着他的这一声大吼 四周还在群寻的白头狼群 四散奔逃 龙刀小队的舞者们 都放声大笑 周申明用弃血之力 磨掉了狼王的银白色力量 冲过来一把抱住了陆林 筋疲力尽的大尾小尾兄弟 仿佛焕发心声 他俩冲过来 将陆林和周申明抱住 紧接着 满身伤痕的李末 力竭到无法站立的任天 满脸血污遮挡住俊美面容的黄梨 所有人都抱在一起 庆祝着突然而又艰苦的胜利 第一个反应过来 所有人收拾东西 尽快离开 李末黄梨 取丹药出来 给所有人分发丹药 补充气血 所有人动作要快 此地血腥味浓郁 一时半刻 还不会有其他妖兽过来 但一旦有妖兽过来 就绝对不是他们现在的状态 可以对付的 是 众人齐声答应 各自分工收拾东西 转移基地 夜深了 除了这难以掩盖的血腥味 以及遍地的白头狼尸体 谁也不知道 这里发生过一场 怎样惨烈的战斗 陆林虽然心疼 那些白头狼体内的妖盒 可他也知道轻重 现在可不是取妖盒的时候 龙刀小队收拾好物品 快速转移到五公里 外地移出山坡下 李末和黄黎 拿着一盒和丹药 给众人分发下去 一血丹 撞骨丹 疗伤丹 增气丹 一颗颗丹药发下去 这一片区域 立马弥漫起一股浓浓的药香味 陆林虽然没有受到皮外伤 但他超现连续使用 第四层的破天十三斩的境界 两条胳膊都感觉跟废了一样 根本抬不起来 黄黎给他发了两颗一血丹 服用下去后 陆林确实感觉到 一股股暖流在自己体内 尤其是在双臂的位置来回游走 修复着那里的破损 此外 还给了陆林两枚撞骨丹 两枚疗伤丹 陆林也是 没中丹药都服下一枚 体会着丹药的效力 其他的小队成员 也在努力练化 吸收丹药中的药力 半小时后 所有人都基本恢复 李默 周申明 大尾小尾 这四人身上的伤口 都已经结痂了 除了流失了一些血液后 整个人看起来 没有什么不同 远处 在他们刚才战斗的地方 传来阵阵妖兽的吼叫 似乎还有妖兽在彼此交战 众人对此 都是心有余悸 如果不是周申明提醒 他们恐怕 已经陷入妖兽的包围之中 诸位兄弟 这一次是我的错 看到小队成员都恢复得差不多 天天刚要开口劝说 这是妖兽主动上门 并非是周申明的原因 他却白白手 大家先听我说 此次接收探查红月帝雄的任务 雇主委托自由舞者协会 交给我一盒诱饵 言说 只要看到红月帝雄 将诱饵打开放在地上 红月的雄 就会被吸引过来 刚才进帐篷休息的时候 我本想查看一下 这诱饵是否有问题 就打开了盒子 万万没想到 这诱饵的诱惑 竟然如此惊人 这一次 多亏大家尽心用力 尤其是陆灵 周申明看着陆灵 眼神中的赞赏 几乎藏不住了 这一次 我们的新队友陆灵 一人连斩三头兽将 及白头狼 最后的兽将高阶的狼王 也是幸亏有陆灵 不然我们恐怕 会出现人员损伤 我犯了错 最终是由陆灵帮忙弥补 因此我决定 这次任务属于我的报酬 我将全部转交给陆灵 也希望陆灵兄弟不要推辞 这 陆灵没想到 周申明竟然会这么说 他站起来就要推辞 可是却被周申明拉住了 陆灵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因为我的一点好奇心 差点害死了小队所有的兄弟 所以 你就不要推辞了 你再推辞 我的心里更加难安 陆灵不知道该如何拒绝 目光转向最熟悉的任天 只是任天也点点头 意思是让他收下来 黄黎 李末 大伟 小伟 都鼓励地看着陆灵 希望他收下周申明的报酬 陆灵无奈 只能说道 好吧 不过这个报酬 我希望能够换成腰盒 什么等级 什么品种的都可以 这个好说 等天亮了 我们去那边看看 应该还能找寻到不少 周申明冲陆灵笑笑 好了 距离天亮还有六个小时左右 我们今晚就不寻找红月弟熊了 大家尽快休息 我和任天负责守夜 众人战斗了半天 生死之间走了一遭 此刻听周申明这么说 一个个也都有点困了 只好帐篷都躺进去休息 不一会 便是憨声如雷 陆灵也不例外 他本以为自己再来到荒野后的第一个夜晚 会兴奋地睡不着 可是 当他的脑袋刚刚沾到枕头上 就沉沉睡去 头儿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在黑暗中 首夜的一个武安局中阶舞者 听到了山上白头狼的叫喊声 心中有些紧张 他们这一次触发得太过突然了 虽然白薇说 都统那边协调了301前进基地的战士支援 但那是在他们发现 目标后才可以调动 不然几百位战士进山 恐怕会打草惊蛇 听到了 白头狼而已 明天没精神 白薇眼睛都没有睁开 随口回了一句 准备继续睡觉 可就在他说话的时候 山上白头狼的叫声越发急促 而且数量不少 白薇这一些真的睡不着了 他一咕噜爬起来 小五 小层 拿好武器 准备战斗 是 两名下属答应一声 都是迅速行动起来 山上的白头狼叫声越发凶狠 随着就是舞者的喊叫声 白头狼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地传来 白薇脸上露出了浓浓的疑惑 白头狼一般在平原地带活动 这白鹰山 虽然也有不少白头狼存在 但因为食物的原因 一个族群的白头狼 数量不会太多 可他这回听声音 估计围攻那一伙人类舞者的白头狼数量 估计不下两三百头 这是哪里冒出来的白头狼群 头儿 咱们要不要上去帮忙 也许白鹰山频繁死亡舞者 就是因为这一伙白头狼的缘故 小五在旁边见一道 白微无语地瞥了他一眼 你傻吗 两白头白头狼 咱们去了除了送死 什么也干不了 等吧 等白头狼将五折小队杀死 或者五折小队逃离后 咱们再去看看情况 小五也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是 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 他们就只有三个人 去了可能什么作用都顶不上 山上的狼嚎声一刻不停 无安局的三人 就一直在下方等待着 随着几头兽将及白头狼的死亡 已经有不少白头狼悄悄溜走 从山上下来 不过这些白头狼 都是散兵游泳 对白微三人 也没有造成什么危害 直到后来白头狼往死后 大量的白头狼冲下山坡 白微三人蹲在大树叉上 看着数量众多的白头狼逃窜 都是暗暗心惊 五十 韬妖河 你就是陆灵 如此多的白头狼 里面竟然一头兽将级的都没有 显然 狼群中的强者 都被山上帝 那个小队给斩杀了 由此可以推断出 小队的实力也非同凡响 至少是一只五十级小队 夜晚的森林逐渐安静沉寂下去 白微三人没有遇到妖兽的袭击 但他们睡得也是迷迷糊糊 可等到天刚一亮起来 他们却不得不起身 赶到山上查看昨天的战斗情况 这时 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的龙刀小队成员 也清醒过来 温暖的阳光洒在林间空地上 每个人都元气满满 陆灵惦记着那些白头狼体内的妖兽 吃过饭后 就建议周申明 带大家一起去挖妖河去 周申明不知道 陆灵为什么对妖河这么执着 不过 这本就是答应好的事 众人休整一番 便一起赶往昨天的露营地 当他们看到这里的一片惨状后 一个个即便都是老牌舞者了 还是忍不住暗暗心惊 昨夜龙刀小队杀死的妖兽 不过是上百头白头狼 和几头兽将而已 可一夜的争斗 死在这里的妖兽数量更多 金金虎 赤岩虎 金钱豹 这些凶猛的大型妖兽 都死了十几头 其中有两个也是兽将级的 此外还有铁剑豪猪 死了足足四十多头 从大到小净数惨死 还有黑尾蛇 铜环蛇 铁爪雕 钻地鼠等诸多妖兽 这么查看一番 因为争抢食物而死的妖兽 甚至比龙刀小队杀死的 还要多不少 只是兽将级 就只有一头金金虎 和一头被吃掉大半的赤岩虎 不要看了 大家动作快点 取了妖盒 我们尽快离开 是 众人答应一声 都是老牌舞者 其他不说 采集妖盒都是 手到擒来 陆林跟着任天 黄黎他们看了一会 也知道了 妖盒的位置 一般就是在两个地方 体型较小的妖兽 妖盒会在腹中 体型大一些的妖兽 妖盒则是生长在头部 这也是体型越大的妖兽 智慧越高的原因 妖盒不仅是妖兽力量的源泉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 帮他们开启智慧 当然 体型达到一定程度的话 妖盒对妖兽大脑的刺激作用 逐渐趋同 一头十几米 高上百吨重的猛马巨像 他的智慧 跟普通的白头狼区别 并不会很大 众人正忙着采集妖合 陆林也是满手血污 可就在这时 负责警戒的黄黎 突然爆喝一声 什么人 这一道喊声 就如同发令枪一般 所有小队的舞者 都第一时间 抛下了自己手中的东西 拿起武器严阵以待 只是 却没有人主动走出来 黄黎眼睛微微眯起 张弓搭剑 冷声道 出来 嘻嘻嘻嘻 在树影的遮挡下 一个穿着蓝色 武安局制服的年轻人 小心翼翼地走出来 他尽量不让自己的身体 暴露在黄黎的 箭矢攻击之下 大哥 别激动 自己人 你媚的自己人啊 无论是龙刀小队 还是在树后隐藏的白威 都要被小五的这句话 给气到了 黄黎将箭矢的方向 稍微压低了一些 不过还是没有放松警惕 他冷着脸 问道 你是什么人 大哥 我们是东山市武安局的督察 这是我的证件 我们昨天接到通知 白银山附近 出现多起舞者意外死亡事件 前来调查 昨夜在山下休息的时候 听到山上有舞者 和妖兽战斗的声响 才决定早上来查看一番情况 在小五说话的档口 白威和 曾也从树后露出身形 他们都拿出自己的证件 众人的目光 在看到白威的时候 都忍不住停顿了一秒 实在是白威 实在太漂亮了 漂亮的仿佛 不是人间的女子 而是从童话世界 走出的精灵 她穿着武安局 深蓝色的制服 可丝毫不影响 她那曼妙的身段 皮肤白皙 雪白的头发 更是为她增添了 不少圣洁的气息 白独察 你好 周深明走上几步 她示意黄礼 把弓箭放下 显然是认识白威的 是周队长啊 我就说 昨夜能够将上百头白头狼 杀得逃窜的武者小队 实力一定不弱 既然是龙刀小队 就能解释通了 有了信任的基础 两方之间的敌意消散 陆琳看了一眼 对白威和她的两个手下兵 没有什么兴趣 继续在妖兽腹中 掏妖河 不过 在聊了一会后 白威开口劝说道 周队长 最近白银山这边 有些诡异的危险 你们的任务 若是不紧急的话 最好暂闭一段时间 周深明摇摇头 据雇主所说 红月弟兄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会产下幼崽 雇主那边 还等着他们提供的情报呢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再说 这个任务的保证金 是报酬的十倍 白白掏两个一出去 周深明可不是什么冤大头 白独查 此行我们会尽可能的小心 多谢你们的告知了 言辞之间 感人的意味 已经很明显了 白威也第一时间感受到了 他叹了一口气 这些自由舞者就是如此 没有大事发生 不会听官方的安排 总以为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 可一旦大事发生了 损失最多的 便是这些自由舞者了 好吧 那周队长和诸位 尽量小心险 完成任务后 尽快返回东山市 我们就先告辞了 白威说完 便带着手下起身离开 慢走 不送 周深明冷冷地说道 他转过身 就看到陆灵在一条巨蟒的腹中 掏腰盒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陆灵 蛇类的腰盒 跟其他妖兽所在位置不同 都在尾部 你们几个家伙 就这么看着陆灵 也不知道提醒一下 陆灵抬起头愣了一下 才私下环顾 只见任天和杨大伟 杨小伟几人 都在那边偷着乐 卧槽 我们都是故意的 等等 白威已经走出十几步了 当他听到陆灵这两字的时候 条件反射般地转过身来 顺着周深明的目光看去 只见一个少年 正满身血污的 在一条蟒蛇妖兽的肚子里 掏着腰盒 你是陆灵 白威询问一句 快步来到陆灵身边 51 白威入队 大风进山 他知道 陆灵是加入了一个舞者小队 并且也是出城 去做任务了 没想到加入的 竟然是龙刀小队 一个刚刚成为舞者的小家伙 竟然能加入龙刀这等实力强大的小队中 任谁说陆灵没有问题 白威也不会相信 怎么了白读查 陆灵有什么问题吗 周深明神色不喜 这个 倒是没有 只是之前一次去流氏舞馆修炼的时候 前台给我推荐说 有个不错的陪练 就叫陆灵 说他一日之间晋升舞者 防御力也非常强大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 就是不知道 两个陆灵是不是同一个人 白威对陆灵进行过详细的调查 甚至都知道 陆灵在西城交易市场 当街晋升舞者地势 对于他在流氏舞馆担任陪练 自然更是清楚 陆灵一听 这位白读查 还差点成为自己的客户 顿时好感大声 虽然对白读查 没有什么想法 但与这么一个漂亮的女读查 有些联系 大部分人都不会拒绝 白读查你好 我想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就是 你说的那个陆灵了 陆灵满脸都是血迹 身上的衣服也并不干净 可这个笑容 却让白威感觉 陆灵的本性 绝对不是什么坏人 在武安局工作了三年多的时间 他自有一套看人的方法 也许陆灵跟 八连死亡的事件有关 但陆灵绝对不是 那个主动挑事的人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白威跟陆灵说了一句后 心思转动 他转身看向 正朝他们走来的周申明 周队长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这一次出来 执行调查任务 准备有些不足 你也看到了 我们三人都是中阶舞者 只有我一个高阶舞者 在这危机四伏的白银山 恐怕还没有调查出什么东西 就可能被妖兽发现 白督查的意思是 让我们放弃任务 来保护你们 当然不是 这样做事 即便我们是武安局的 恐怕周队长和诸位心中 也会心有怨气 这样吧 白威说着 突然一个甩头 将白色的长发甩到脑后 露出他那绝美的容颜 周队长 我个人出两千万 请你们龙刀小队 在关键的时候 保护我们三个 你看可以吗 当然 日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 只要龙刀小队 在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伸出援手救援一番即可 您看如何 周深明目光直视着白威 到他这个年纪 可不会轻易 因为一个漂亮女人的话 就放弃自己的原则 白威同样也不是一个 只有有人面容的武安局花瓶而已 对于他 周深明知道的不是很多 只是隐约听到消息说 白威是从江左一个天才训练营毕业 被东山市武安局特招过来 这三年时间 白威有实力有智慧 着实抓了不少危害 东山市安全的犯罪武者 多次被评为 东山市武安局英雄称号 他刚刚明明已经转身要走了 在听到陆林的名字后才要加入进来 周深明有理由怀疑 他就是为了陆林来的 周队长 您答应不答应倒是给个准话 正好前段时间 我们总局那边还要说 评选这一年度的东山市优秀舞者小队 营造景明 共创和谐东山的活动 依我看 咱们龙山小队 可是很有希望的呢 听到白威这么说 周深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东山市优秀舞者小队 这可不仅是一个名号而已 还有实打实的好处 更高阶的呼吸法 威力更强的舞蹈功法 更高级的舞者权限 购买S级以上的武器装备 如果真能搭上白威这一条线 成为东山市优秀舞者小队的话 那龙刀小队就真的要腾飞了 好 白独察也是难得的舞蹈精英 我们彼此联合 也算是为东山市的安全出一份力了 看到周深明点头 白威的脸上露出一丝得逞的迷人笑容 丑哥 这可真是好东西啊 你怎么弄到的 一辆家常越野车上 张宇抱着一柄冷冽的枪械说道 自从灵气复苏舞蹈大兴以来 数百年的时间 枪械的发展一直跟不上舞蹈 但在舞者和舞师这两个等级 一些大威力的枪械 仍旧对舞者有着巨大的杀伤和威胁 张宇手上的这柄枪械 就是李仇费尽心思 才从隐秘渠道得来的大杀器 九十 虽然只有一把 但是打在高阶兽将身上 也能一枪重创 若是打在舞者身上 只要你的护甲不超过C级 都可以轻易洞穿 撕碎 你拿着好好用就行 从哪来的 这是你能知道的事吗 李仇倾笑一声 看张宇的样子 又有些不放心 张宇 你小子注意点 虽然你这势力还行 但毕竟第一次用这大杀器 使用的时候还是谨慎点 这特么光是一柄枪 租金就要五百万一次 子弹更是一百二十万一枚 一枪打出去 收获不够的话 就拿你的报酬来顶 张宇一听这话 顿时面色发苦 不是吧 仇哥 我出一次任务 龙共就二百万的报酬 你还扣我一百二十万 也太黑心了吧 看到他这模样 大风小队的成员 顿时笑成一片 李仇虽然不算什么好人 但对自己小队的兄弟 那是绝对不会吝啬 怎么会真的扣他的报酬 众人笑闹一阵 李仇正色说道 哥几个 这一次 咱们接到的指定任务 也是去白鹰山 探查一头 即将生育幼崽的红月弟兄 龙刀小队的那帮人 也不知道做什么任务 也是去了白鹰山 等会进了山里 大家都打起精神来 若是有机会 给那帮家伙来一下子 尤其是张宇 你小子可给老子打准了 知道吗 仇哥放心 遇到龙刀小队的狗杂种 老子给他戏都干出来 特么的 那个新人陆林 竟然敢趁我不注意偷袭 老子这次绝对让他知道 在城里 是老子给他面子 嗯 到时候随便你 不过有机会 还是先打周深明那个老兵快 他若死了 龙刀小队的人 估计连这白鹰山都不出来 他们的家常越野车也停在了白鹰山下 刚刚还嘻嘻哈哈打蛋闹闹的 大风小队成员 也都面色严肃 架设伪装网 穿戴防护轻甲 52 D级拳法 钻漏洞 这么简单的事 陆林 你过来 队伍在山林之中行进 索性白威三人 也没有准确的目标 暂时先跟在龙刀小队身边 说不准会有什么意外收获 陆林因为昨晚一战的出众表现 现在被分配到队伍的末尾 跟任天一起看护后方的情况 其实在白天 很少有妖兽会从背后偷袭 这个位置是最安全最舒适的 怎么了任哥 陆林问道 任天拉过陆林的肩膀 小声道 昨天晚上 我不是说交给你一门拳法地吗 怎么看你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 嗯 拳法 陆林回忆了半天 也想不起任天啥时候说过这个话 不过 既然有这种好事 陆林可不会当面拒绝 最多学会了之后再问问 看你这个记性 肯定是昨晚杀白头狼杀的上头 连这事都忘了 猛虎大力拳 想起来了吗 哦 想起来了 陆林记得 昨天任天在对付那一头 兽将级白头狼的时候 体力达到极限 看到有陆林过来帮助 直接硬钢了一波 那时候他使用的 就是猛虎大力拳 想起来就行 这是秘籍 你先拿去看看 看完了 尽快还给我 任天从背包里拿出一本秘籍 陆林眼神一缩 在书本的封面上 赫然有一个醒悟的大字 玄 天地玄黄 是五道功法的四个等级 天级最高 黄级最低 但哪怕是黄级功法 售价也要几十万一本 玄级的更是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 现在任天竟然这么轻易 拿出一本玄级功法给他学习 任哥 任什么哥 好好学习拳法 等你实力强了 以后任哥还要抱你大腿呢 你小子 好好练 不要辱没了这一门拳法 任天说完 也不等陆林继续询问 就跑到前面 跟大伟小伟兄弟一起 嘻嘻哈哈地看美女去了 发现玄级功法 是否学习 系统的提声响起 陆林二话不说 选择了修炼 如今在野外做任务 实力能增强一分是一分 容不得半点马虎 瞬间 他的面板上 多出了一种全新的功法 文虎大力拳 点数不足 嗯 陆林满头雾水 看了看自己的简化点 有五千多 是了 玄级功法想要简化 岂不就是八千点 现有的点数自然不够 不过陆林刚刚收获了一波 六阶妖和一枚 五阶妖和四枚 四阶妖和十二枚 三阶及三阶以下的妖和 更是数量繁多 这东西 龙刀小队的兄弟都没有要 全都交给了陆林 除了那一枚六阶妖和陆林 要留下做纪念 他直接将手上所有的妖和 全部吸收 点数 六万零五 七 简化点一下 就从之前的五千翻了十二个跟头 达到了六万点 昨夜的一场战斗 确实凶险 但如果每一次战斗 都有这么大的收获的话 陆林觉得 也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让陆林好奇的是 他感觉猛虎大力拳 跟风牛大力拳 都是什么大力拳这样的称呼 按理说 应该像之前的金钟 赵和龙宁金钟赵 有一个合并的选项出现 只是陆林在两门功法后 都没有发现这样的字样 也许是要先简化猛虎大力拳才行 发现可简化功法 是否简化 简化 陆林心中默念一声 瞬间猛虎大力拳简化成功 可是陆林瞪大了眼睛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搞什么东西 旋即功法简化一次 不是一万的简化点吗 怎么简化这么一本猛虎大力拳 竟然需要足足六万点 一股股信息传入到陆林脑海中 陆林分心二用 一边走路 在脑中翻阅起猛虎大力拳 有什么特殊之处 这一看 陆林瞬间感觉值了 真值 哦不 应该说是写传 猛虎大力拳 这一门功法一共有九层 但是任天给他的版本 却是残缺的 只有前面五层 这也是猛虎大力拳 只被评为玄机的原因 如果是完整的猛虎大力拳 竟然是地级功法 后面的四层 系统用五万简化点 给补足完整 之所以让陆林觉得血传 是因为猛虎大力拳 就是一门专门的炼体功法 除了让肉身变得更强 除了让武者的力量不断增加 除了让武者的防御无敌 这一门功法 没有其他的效果 炼成第一层 全力增加1000公斤 第二层5000公斤 第三层8000公斤 只要炼成前三层 在武者境界就是无敌的存在 力量累计可以达到14000公斤 第四层1万公斤 第五层2万公斤 第六层5万公斤 炼成前六层 武士境界无敌 别人打不动你 你一拳下去 敌人就要吐血 第七层10万公斤 第八层30万公斤 第九层80万公斤 炼到第九层后 武神之下无敌 甚至是一些弱一些的武神 都打不动你 这一门功法 从头到尾 就是走着以肉身横推天下的路径 没有一点花俏 就是简单粗暴地增加武者的力量防御 让武者更耐打 打击力也更强 如此纯粹的功法 陆灵还是第一次遇到 三万简化点 花得不冤 尤其是 经过系统的补足 猛虎大力拳打到了地级 这可是陆灵的第一步地级功法 不过 兴奋过后 当陆灵仔细查看简化后的修炼方法时 顿时有点无语了 猛虎大力拳 只是第一层晋级 就需要一千点熟练度 而简化后的修炼方法 更是需要猎杀虎类妖兽 猎杀一头 增加一点熟练度 陆灵足足 需要猎杀一千头 才能练成第一层 他感觉 这样的话 简化根本毫无意义 很快系统出来 解释了 陆灵理解的不对 看起 来需要一千点熟练度 但实际上 只需要陆灵斩杀石头 同等级虎类妖兽就可以 第二层 熟练度变成一万后 也是如此 只要陆灵斩杀石头 同等级虎类妖兽 就能修炼成功 但这里有一个要求 就是 斩杀的虎类妖兽 必须是跟陆灵现在同等级的 高出陆灵现有等级的可以 低于的就不行了 这一下 陆灵眼睛瞬间亮起来 不就是卡境界吗 这替他会 系统这么说 那就是给陆灵明显的漏洞 让他去钻 只要陆灵一直保持在 舞者中间的境界 杀个几万头虎类妖兽 那还不是轻轻松松 做到武神之下无敌 对于陆灵这样的想法 系统没有进一步解释 总之 到了那个时候 即便不用催促 陆灵也会因为气血太过庞大 自动晋级的 53 增加一千公斤权力 金金虎群 吼 正在行境间 陆灵突然听到一声售吼 他赶忙抬头看去 只见十几头黑黄相见 肩宽背后的雄浑大虎 突然跳出来 口中的咸水不断地流出 看得出 这几头大虎都饿了许久了 全员戒备 周深鸣大惊之下 让众人停下脚步 他发誓 这一次 他真的没有再取出过 雇主给他的那个诱饵了 这几头大虎 到底是为何而来 不过 等他看了一下 这几头大虎的实力后 心中却是放松不少 最高地只是三街妖兽 这十几头金金虎也就是 看着吓人罢了 队长 让我来 陆灵惊喜地大叫一声 向前奔跑的时候 就将背包脱下 一柄黑色的异级战刀 出现在他的手中 周深鸣见陆灵这副模样 不由有些纳闷 这位小兄弟 啥时候对金金虎这么感兴趣了 难道是因为他们内的吆喝 小心 周深鸣提醒一句 陆灵就已经如同一阵风般 冲入到虎群 一刀劈下 为首的一头三街金金虎连惨叫声 都没有发出来 就倒在地上 伸手分离 这 看到陆灵这一刀的白威三人 都不禁心中暗自一惊 陆灵 这个才晋升 舞者不到一个星期的少年 竟然有这样强悍的实力 三人对视一眼 同时转过头继续观看 一时间 他们心中都有了某种猜测 但现在绝对不是说出来的好时机 就在三人愣神的时候 陆灵竟然再次砍翻了两头金金虎 猛虎大力拳 三百斜盖一千 如果陆灵没有估算错误的话 这一门拳法 应该是他所有攻法中 晋级最快的了 剩下的十一头金金虎这时 才反应过来 他们将陆灵围在中间 低声地吼着 陆灵可不理会他们的威胁 看准一只 直接迈不上前 一刀劈下 猛虎大力拳 四百斜盖一千 吼 一头三街的金金虎 无法容忍陆灵 对自己的亲族 如此痛下杀手 大吼一声 飞扑到陆灵头顶 灵气复苏后 这些野外的兽类比起人类 更早地享受到灵气的妙用 这头金金虎扑来 陆灵只感觉泰山压顶一般 胸利的气息毫不隐藏 杀 陆灵一刀斩去 一级战刀并不适合 劈砍坚硬的妖兽骨骼 但在陆灵恐怖的力量加持下 这一头金金虎 竟然被陆灵从空中一分为二 腥臭的血液 洒了陆灵一身 痛快 杀 被虎血淋了一身的陆灵 丝毫没有半点嫌弃 反而露出一丝笑容 他享受杀戮 身形纵月之间 陆灵手起刀落 毫不留情 猛虎大力拳 0-100-000 不知不觉间 猛虎大力拳 晋级到第二层 陆灵的力量 凭空增加了5000公斤 现在他的权力 已经达到15000公斤 即便在高阶舞者中 也不算弱手 只是气血之力 还没有跟上来 5 剩下的还有四头金金虎 看到陆灵如同杀神将士一般 他们再也顾不得腹中的饥饿 转身乌夜生就要逃跑 可陆灵乃会放掉 这些到手的熟练度 他现在只是五者中阶 斩杀二阶的妖兽 也算是同级 三级的都算越阶 陆灵只希望 来更多的金金虎 帮助他的猛虎大力拳晋级 刷刷刷 扑通 四头金金虎 若是在此处跟陆灵缠斗的话 说不准还能多活一时半刻 可这转身逃跑 他们的速度比起陆灵 还要差上一丝 眨眼的功夫 四头金金虎在陆灵刀下隐恨 一道道浓烈的血腥味 四下扩散 痛快 陆灵大叫一声 将已经卷了刃的一级战刀 换到左手 右手直接在掉落的虎头处 掏腰盒 在掏腰盒的时候 陆灵脸上不自觉地露出收获的笑容 看起来就好像隔壁村的二傻子似的 只是在这十几头倒闭的金金虎的衬托下 后面观战的龙刀小队成员 和白威三人 却心中一礼 陆灵的实力 竟然如此强大 好不容易等陆灵讨好妖和 周深明面色复杂地看了一眼陆灵 走吧 陆灵也意识到 自己现在这样有点不好 他尴尬地冲着大家笑笑 默默地背起背包跟上队伍 过了好一会 李末才浑身是伤的出现 李末 你这是怎么回事 周深明紧张地问道 刚才十几头金金虎突然袭击 他本来还想要问责李末的 可现在看到李末的样子 他知道自己一定是错怪了对方 队长 金金虎 金金虎群 就在前面 我去探查的时候正好 被他们发现 一路 好不容易才逃回来 金金虎群 周深明大惊 野外的妖兽一旦成群 那都是不好对付的 昨夜的白头狼群 还有常见的铁骨牛群 现在金金虎都成群结队的了 这白鹰山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是 金金虎群 实力最强的 怕是有 兽将巅峰 巅峰的实力 李末有气无力地说道 他身上的伤势道并不严重 只是在刚才的逃命过程中 气血和气力都损耗过度 黄黎 拿一气丹来 周深明说道 背着长弓的黄黎 赶忙从背包中取出丹药 上前喂到李末口中 李末服下丹药还想说话 却被周深明制止 他知道 李末说的 无非是身后 有大量的金金虎羽 随他前来 因为 此时周深明 还有小队的其他成员 都已经看到了金金虎群的行踪 全体都有 准备战斗 是 众人齐声答应一声 李末因为实力受损 暂时留在黄黎身边 恢复身体状态 陆林此时也是看到了 这成群结队 向他们围过来的金金虎群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发了 这么多金金虎 他今天说不定就能突破到 猛虎大力权的第五层去 杀 周深明大喝一声 小队成员纷纷响应 白威三人也结成战阵 他们三人经过武安局的训练 虽然单人实力比不上龙刀小队这边 但面对着数百头金金虎 丝毫不处 杀 白发的白威也是大喝一声 手持战刀杀了上去 猛虎大力权 510000 猛虎大力权 610000 猛虎大力权 710000 面板上猛虎大力权的熟练度不断增加 陆林的笑容更胜 这一波金金虎数量足够多 只要他操作得当 说不准就能晋级到第三重 增加8000公斤权力 杀 54 兽将级上百 即将安出 丑哥 丑哥 你看那边 就在龙刀小队突入金金虎群大肆杀戮的时候 远处 大风小队的一个队员惊呼一声 什么东西 礼仇百无聊赖 进山走了小半天时间了 他们既没有发现任务目标红月帝雄 也没有看到其他妖兽 仿佛这白银山上下 被人扫荡过一遍 只是 当他定睛一看 看到正在和金金虎群战斗的龙刀小队 顿时喜出望外 卧槽 这可真是时来运转了 走下去看看 说不定能得到红月帝雄的消息 走 走 一起下去看看 大风小队的所有人都振奋精神 步伐轻快地向山下走去 抱着大杀器 九十弟张宇 也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 丑哥 你们慢点 我还抱着这个大家伙呢 嘿嘿 张宇 你小子就在后面慢慢跑吧 有队员调笑道 张宇看到这些家伙 竟然一个等他的人都没有 气得拿起大杀器 九十冲他们比划了一下 可随即他的动作停顿下来 如果 好像 貌似 没有记错的话 大杀器 九十上面 有一个达到十六倍的光学瞄准镜 张宇嘿嘿一笑 你们这些家伙跑得快 又有什么用 他即便站在这里 也能看清几公里外一只苍蝇的腿毛 既然已经走得慢了 张宇索性将大杀器 九十 放在一块巨石上 透过瞄准镜向下方看去 金金虎 数量恐怖的金金虎 只是大概扫了一眼 张宇就被吓得面色发白 数量足足有数百头 密密麻麻的潜伏在后方 等待着靠近前方的舞者发起攻击 前方的金金虎从身形来看 大约就是二阶三阶的水平 可是越往后 金金虎的体型就越大 在战场一百米厚的位置 那里的金金虎 已经达到了兽将级 四阶 五阶 甚至六阶的金金虎张宇 都看到十多头 看到这一幕 张宇吓得亡魂大貌 他必须尽快阻止队长他们下去 一旦靠近那里 战场中的舞者要死 他们大风小队 队长 队长 张宇扯着嗓子大声地叫喊道 可在丛林中 声音的传播受到限制 已经跑远了的大风小队 其他人根本听不到张宇的呼喊 好在张宇身上 还有荒野必备的卫星电话 他赶忙打给李仇 喂 接通电话后 李仇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 果然没看见张宇这小子跟上来 算了 这家伙毕竟抱着大杀气 行动慢一些也可以理解 队长 你和兄弟们赶紧回来 那下面有危险 危险 危险个屁 你几头金金虎而已 你小子怕个球 赶紧地给老子下来 李仇说着 就要挂断电话 卫星电话 通话一分钟 就是几十块钱出去了 还特么是双向收费 即便是舞者 也没有谁会拿这玩意聊天的 队长 有受降级的金金虎 张宇大叫一声 李仇挂电话的动作 停滞了一瞬 什么 队长 金金虎实力强大 六阶受降级的 就有十好几头 五阶的组有三十多头 四阶的数量更多 这些家伙都隐藏在普通金金虎身后 这都是我用大杀器瞄准镜看到的 绝对不是胡说八道 真的 李仇大惊失色 赶忙大声叫道 都停下 都停下 赶紧跟老子回头 喊过一句 他对着卫星电话说了一句 我们马上回来 就挂断了电话 队长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回去 有的队员心中不解 上前询问道 先回去 刚才章语那小子 说下面有上百头受降级金金虎 啥 上百头受降级 卧槽 赶紧跑 这话一说 刚才还纳闷的小队成员都吓坏了 以他们的实力 在野外遇到一两头受降级的妖兽 根本不虚 只要不是被偷袭 受降级妖兽 对他们来说就是送上来的妖盒 材料 血肉而已 可上百头 这真是离了大谱 很快 大风小队的几个人 就围在章语所在的巨石那里 李愁第一个跳上去说道 让我看看 章语将位置让出来 李愁也是 先从金金虎群后方开始查看 当他看到一头头 如同卡车一般的硕大身影 吓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心中更是暗自庆幸 还好章语这小子 长了个心眼 不然他们一帮人下去 就是给金金虎群送菜了 不过现在 他倒是对那些跟金金虎群战斗的 舞者小队 十分感兴趣 这是哪个倒霉催的 竟然被妖兽给射击埋伏了 可当他看到舞者小队的成员 顿时忍不住一巴掌 拍在自己的大腿上 卧槽 周深明 你个狗东西 也特么有惊天 丑哥 什么情况 关周深明什么事 丑哥 你该不会发现 龙刀的那群狗杂种了吧 丑哥 底下战斗的那伙人 是龙刀小队的 听着队员的询问 李愁心情大好 就是他们这帮狗东西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好端端的 龙刀小队 竟然招惹上这么一群金金虎 今天他们能从虎口逃生 老子给他跪下磕头 叫爷爷都行 队长 给我看看 李愁自然愿意将这样的好事 跟队友分享 大风小队的成员 一个个排队上去查看 看到龙刀小队的人 在虎群的围攻之中 苦战不休 心中都是舒爽不已 丑哥 我有个想法 再次站在大杀气 九十面前的张宇 再看着下方的战斗场景 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说 又有什么阴谋诡计了 丑哥 这些金金虎群 看样子 并不像是围攻设计 他们龙刀小队的 反而像是龙刀的人 误闯进去 不过 咱们也不管他 是不是误闯了 我觉得 咱们可以靠着这一柄大杀气 给后面的虎群提个醒 让他们稍微在意一下 前面的情况 不然到时候 这龙刀小队的人 见到情况不妙 万一跑了就不美了 你是说 李愁眉头一皱 他喜欢直来直去的下属 张宇黑黑的一笑 从巨石上跃下 来到李愁耳边小声地说道 丑哥 咱们如此这般 你看如何 李愁听完 一脸诧异地盯着张宇 直到把张宇看得心里发毛了 他才突然哈哈大笑 一巴掌拍在张宇肩膀上 行 就按你说的来 子弹管够 只要让龙刀的这帮狗东西 永远地留在这白鹰山 张宇你就是大功一剑 55 近升高阶 暗枪伤人 山下 陆林等人 正在奋力地击杀附近的金金虎 他们还不知道龙刀小队的行踪 已经暴露在大风小队眼中 金金虎身上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一双眼睛呈金色 只是看到眼睛 让人心中产生冷酷的感觉 只是在场地 都是九经战阵第五者 斩杀起来 那是毫不手软 检测到主人满足竞技条件 猛虎大力拳 竞技到第三层 正杀的兴起 陆林突然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身上涌起一股力量 再次增加8000公斤的权力 现在陆林的力量 已经达到23000公斤了 如果气血也能提升起来的话 那他就可以说是一位极限舞者了 只不过 陆林现在巴不得 自己的气血提升得缓慢一些 力量提升后 他斩杀起金金虎 更是轻松了不少 只需要用到 破天十三斩前两层的水平 这些金金虎 完全不是陆林的义合之敌 很快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检测到主人符合晋级条件 猛虎大力拳 晋升到第四层 第四层了 陆林之前在听到李莫说 这里有金金虎群的时候 就想过 今天自己的猛虎 大力拳肯定要暴涨一波了 可他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 一万公斤的力量突然增加 让陆林整个人的身形 都拔高了不少 他的骨头之间 发出一阵阵的沉闷声响 好在此处一片混乱 没有人立即发现陆林的变化 等一下 陆林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气血上涌 这是要晋升的征兆 陆林心中着急 现在根本不是晋升的时候 只是这一次陆林的力量提升太多 体内的气血 完全是被力量带动提升起来的 要达到高阶舞者了 陆林想要压制 可根本压制不住 他赶忙后退 撤出战圈 黄梨哥 帮我看着点 我升得急 陆林几步来到黄梨身边 直接坐在地上 嗯 黄梨被陆林说的 当即就是一愣 可他还没来得及问话 就感受到陆林身上 那澎湃的气血翻涌 这 这不会吧 黄梨跟旁边的休息 恢复的李莫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浓浓的疑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昨天中午 他们刚到着白银山的时候 陆林就因为一块鹿肉 进击到中阶舞者 这才一天的时间 就高阶舞者了 就跟他俩的实力并列了 黄梨深深地怀疑 自己这些年的修炼 都练了个什么 在前面薄杀的周深明等人 也察觉到陆林的动作 纷纷向后 探出关心的目光 直到黄梨解释了一句 他们才面色奇怪地转过身去 只是 时不时地有人一刀劈歪 或者不小心踩到了什么东西 被绊了一下 实在是陆林的突破也太突然了 完全没有半点征兆 尤其是任天 他更是匪夷所思 开什么玩笑 他刚见到陆林找他陪练的时候 陆林还是个高级舞徒 结果第二天来了 就说他成初阶舞者了 然后昨天晋级中阶 今天战斗到一半 又进阶到高阶 该不会过几天 就达到五十级了吧 想到这里 任天的心中 也出现了一丝紧张 就在众人心不在焉战斗的时候 陆林睁开了眼睛 黄梨哥 多谢了 没事 不过 下次你突破的话 还是找个安全点的地方比较好 嗯 我知道了 黄梨哥 我去了 陆林拿着战刀 就要向前冲去 可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 一股危险在逼近 黄梨哥 快 握倒 陆林不知道 危险来自何方 但他能做的 就是扑倒黄梨 碰 等两人倒地后 陆林才听到一声枪响 队长 队长 紧接着 就听到大伟小伟兄弟 焦急的呼唤声 陆林在草丛中抬头看去 却没有看到周生明的身影 我没事 死不了 草丛中传来周生明的声音 他刚才中枪后 直接滚落到一处小坡下面 此时却是离开了众人的视线 所有人 向后退 寻找隐蔽 小心金金虎 快点行动 不要来我这里 黄梨 黄梨 你看下陆林静声好了没有 有必要的话 打断他的静声 即便受伤 但周生明的声音中 却没有一丝虚弱 小队的成员也想去查看 可更担心把自己的身体 暴露在暗处的枪口下 他们只能小心地 跟面前的金金虎周旋着 然后不断地向后退 进入到更密集的树林中 陆林 咱俩抬着李莫 先撤退 黄梨突然被陆林扑倒 此刻满头都是草屑 只是 这个时候 也顾不得许多了 必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碰 就在众人移动的时候 又是一声枪响 正在跟金金虎 战斗的杨小伟 痛叫一声 直接倒在地上 小伟 杨大伟怒吼一声 循着枪响的方向看去 目自欲裂 只是山高灵密 袭击者的距离太远 杨大伟根本看不到 对方的位置 大伟 不要慌 先把小伟带到安全的地方 那些王八蛋 我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任天脸色发紫 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站出来了 只是队长重伤 小伟重伤 小队中仅有的三个武师 一下就折损了两个 所有人 注意隐蔽 黄梨 你和陆林把李莫安置好 尽快寻找出对方 是 黄梨答应一声 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单筒望远镜 向着远处的山林看去 陆林则是仗着自己 有A级战甲护身 不断地去其他人那里帮忙 救援杨小伟 斩杀金金虎 当所有人都撤到安全区域后 陆林猫着腰 找到了滚落在小山坡下面的周申明 此刻 周申明脸色发白 陆林一看 他的右腿上有好大一片血迹 队长 你怎么样 没事 还好穿了一套轻甲 不然这条腿就没了 周申明故作轻松地说道 其他人呢 都安全了吗 嗯 队长放心 其他人都安置好了 我带你回去 周申明还要拒绝 可陆林不由分说 双臂用力 直接将他抱起来 碰 陆林只觉得 后背一股剧痛袭来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向前倒去 陆林 56 重伤垂死 赤金蛇 陆林 正在后面紧张地 看着陆林行动的任天 大吼一声 眼睛瞪圆 人哥 我没事 陆林答应一声 他没有感觉到自己 受到什么创伤 后背上有点痛 但也仅仅是 有点痛而已 并不影响他的行动 看了一眼地上的周申明 陆林一咬牙 抱起他快步向安全区域冲去 他刚刚发现了 那些暗中射击的人 并不能无间断地射击 而是要稍微隔几秒 或者十几秒的时间 这就给了陆林机会 当他抱着周申明 来到众人身边的时候 枪声没有再次响起 队长 你没事吧 杨大伟转头问道 他弟弟杨小伟 刚才是腹部中枪 伤口严重 整个人都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 我没事 小伟怎么样 小伟 小伟他 乐观开朗的杨大伟 眼泪都忍不住流出来 以他的经验来看 杨小伟这一次 怕是活不成了 杨小伟走的是 情形刀科的路线 追求身法敏捷 所以一般战斗的时候 不会穿厚重的护甲 仅仅有一层防护 妖兽爪子的合金丝甲 虽然名称中戴个甲字 可质地轻薄 穿在身上 跟一件紧身的秋衣差不多 防护普通妖兽的撕咬还算可以 可在这大威力子弹的攻击下 防护性激进于无 先给小伟用活血丹 还有 保命丹 黄黎 你先去拿保命丹 周申明安排着 他的腿部受伤 影响行动 却不致命 这时候第一时间 肯定是要全力救治小伟 好 黄黎答应一声 蹲下来在包里找保命丹 保命丹 是舞者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 必被担要 一颗就可以吊住 武王一下舞者的性命 但是 只能保证24小时 如果超出这个时间 给受伤的舞者 服用再多保命丹 都没有用了 很快 黄黎找到了一瓶保命丹 拿出一颗喂到杨小伟口中 杨小伟本来已经惨白的脸色 在服下保命丹后 瞬间泛起了一丝红润 大家修整一下 尽快返回301前进基地 先让小伟回到东山市再说 任务的事 就放弃吧 此刻队伍中的战力折损严重 周深明也只能暂时放弃任务 至于违约金什么的 跟人的生命相比 算得了什么 杨大伟虽然想给小伟报仇 可他也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是 让小伟回到城市中接受治疗 不然仅凭他们现在的医治手段 杨小伟根本不可能活命 任天 过来帮忙 我的腿里 不知道是卡了蛋壳 还是轻甲碎片 好的 队长 任天答应一声 赶忙蹲在周深明身边 帮他处理伤口 这些事对于常年在野外生活的舞者来说 都是基本功 他们要给自己治疗外伤 给队友治疗 陆琳看着眼下的情况 心中也是沉重 队长重伤 小伟重伤 李末现在还没法自己行走 队伍的战力 可谓一下就去了一半 只是 让陆琳这么回去 他心里不甘 黄黎哥 你刚才找到那些家伙的位置了吗 嗯 陆琳 你要干什么 黄黎警惕地说着 不干什么 只是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看到陆琳咬牙切齿的样子 黄黎神色躲闪 没 没看到 这些家伙 估计最后一枪打完后就撤离了 陆琳 你也别想太多 荒野之中遇到妖兽 很正常 但遇到一些有贪婪之心的舞者小队更正常 不要想太多 等队长他们好了 我们再打听消息 现在 我们必须要尽快返回东山市 陆琳 黄黎哥 你刚才看到了是不是 什么 任天突然转过头来 黄黎 你看到对方了 任天的动作让周深明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不过他还是将目光投来 杨大伟和李默也是看向黄黎 等着他的答案 黄黎一看 这么多人都看着他 顿时结结巴巴地说道 没 没看到 我要看到了 还不赶紧去找他们报仇吗 是吧队长 你们别听陆琳瞎说 这小家伙战斗力不错 可哪里知道 在荒野中找人有多困难 说着 黄黎还冲周深明使了一个眼色 周深明立即了解 黄黎这肯定是看到了对方的身份 只不过现在的情况 即便那些人近在眼前 他们也不一定是对方的对手 还是先返回城市比较好 对对对 陆琳 你也别问了 你帮忙收拾一下东西 还有 等会我们几个伤员的负重 就需要你帮忙来背下了 周深明尽可能轻松地说道 陆琳的目光 在他们两人身上打亮一番 点点头答应下来 任天的手法不错 很快就将周深明的伤口处理好了 还用几根树枝给他做了支架 防止出现骨头错位 周深明在任天的搀扶下站起来 试着走了两步 还行 任天 你背着李莫 大伟 黄黎 你们俩抬着小伟 注意手稳一点 不要过多晃动 避免给小伟造成二次伤害 陆琳 你把所有人的负重背起来 在队伍最后 负责清扫我们的行动痕迹 所有人 回城 周深明说着 拿起一根树枝当拐杖 一步一瘸地 向来时的路走去 其他人赶紧跟上 陆琳这时候也没有办法 只能听从队长的命令 只是这一队近视伤员 注定了行动速度不会太快 走了三个小时 也没有抵达山下 大家伙休息一下 陆琳 你去打练 给大家弄点吃的 陆琳沉默地点点头 将身上的负重放下来 手里拿着战刀 向林中走去 只是他没有什么狩猎经验 这白银山 又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陆琳走了半小时 竟然一头妖兽也没有遇到 哗啦啦 就在陆琳有些着急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了一阵响动 循着声音走过去 他就看到一条大蛇 正在地面蜿蜒着 似乎是感应到陆琳的动作 大蛇停下动作 高高地昂起舌头 一双金黄色的眼睛 看着陆琳 赤金蛇 陆琳一眼就认出了这蛇 舌头的部位 有一块向上金块一样的凸起 这就是他名字的来历 赤金蛇无毒 但力大无穷 之前有舞者看到过 赤金蛇竟然用自己的身体 勒死了一头铁骨牛 然后将其枕头吞入腹中 57 怒斩 分蛇 陆琳咽了一口口水 这一头赤金蛇 是三阶到四阶之间 换算到舞者身上的话 就是舞者极限的状态 这样的水平 自然不是陆琳的对手 可如何跟蛇类战斗 陆琳还不太了解 总之一条 不要被这家伙缠住 陆琳盯着舌头 脚步左右移动 舌头也随着陆琳的动作 不断改变方向 四 四 赤金蛇吐出蛇性子 感应着陆琳地气息 同样是三阶左右的水平 只不过身上还有一些 无法控制的气血波动 应该是刚进升起来的无疑 这样的人类 是最适合赤金蛇的 能吃 好吃 吃了还不会有任何后顾之忧 So 赤金蛇的身体 在地面上一弹 如同一刀利剑一般 射向陆琳 陆琳根本来不及躲避嘛 只能用手臂挡在面前 只是 这一下正随了赤金蛇的想法 蛇吻张开 一口咬在陆琳的手臂上 随即身体一甩 直接缠绕在陆琳的身上 锁井 用力 这是赤金蛇捕猎的常用招式 陆琳第一时间就感觉到 身体被挤压成一团 双脚离地 无法借助大地的力量 好在他的手里 还有一柄战刀 陆琳反手 将刀刃捅在赤金蛇身上 至于他的手臂 倒是没有什么大碍 赤金蛇不以蛇牙攻击 咬合力 也没有超过陆琳龙凝金中罩的防御 只是 赤金蛇那看起来暗沉无光的鳞片 竟然格外坚硬 陆琳一刀硬是斩不破 赤金蛇感应到陆琳的公斤 瞬间收尽了力量 陆琳这时候也顾不得挣扎了 他手脚并用 抵着赤金蛇粗壮的身体 这么一用力 陆琳发现 这赤金蛇的力量 好像也不是很强 至少并不比他强 在陆琳的印象中 妖兽因为先天身体素质 优于人类舞者 三万公斤的力量 在人类中已经算是五十级了 可在妖兽中 可能也就是三阶妖兽的水平 陆琳刚才斩杀金金虎的时候 猛虎大力拳已经达到了第四层 身上具有三万三千公斤的力量 这时候稍微用力 那赤金蛇庞大的身体 就被推开了一条缝隙 陆琳见机不可施 刚忙右手持刀 用出破天十三斩第四层 一刀从上而下 披在赤金蛇的身体上 嘶嘶 赤金蛇吃痛 蛇性子疯狂吐出 眼看着就要咬向陆琳 来得好 陆琳大叫一声 刚才那一刀 在赤金蛇身上 只是斩出了一个寸许身的裂口 若是放在武者身上 即便不死也会重伤 可在这近二十米长水桶促的蛇身上 却并不致命 对着赤金蛇散发着心臭味的大口 陆琳一刀劈过去 碰 赤金蛇的半边蛇吻 都被陆琳一刀斩下 这时 吃痛的赤金蛇不由地松开了 束缚陆琳的力量 陆琳拿着刀一阵乱砍 每一次都用上 破天十三斩第三层的力量 本就痛苦不堪的赤金蛇 哪里能受得了这个 口中不断发出凄惨的丝毫 身体不断扭动着 想要躲开陆琳的攻击 只是这一下陆琳发了狠 一定要将它砍死 不知挥出多少刀 以陆琳的力量都感觉有些疲惫了 它这才停下来喘一口气 地上躺着的赤金蛇 已经只有出气 没有进气了 蛇身还在神经性地抖动着 却无法做出什么动作 遍地都是星红的 散发着臭味的蛇血 蛇血本身就具有 活血化瘀的效果 同时还可以补血 现在撒了一地 显然是只能浪费了 不然带回去 还能让李莫和周生鸣补补血 好在蛇身粗壮 陆琳这么多刀看下来 竟然没有斩断一处 看着千疮百口的赤金蛇 陆琳一把拎住断掉一半的蛇头 向着众人临时休息的地方走去 回去的路上 陆琳倒是看到 几头被血腥味吸引过来的妖兽 只不过 那些妖兽都没敢 靠近陆琳 远远地看着陆琳 拖着赤金蛇的尸体走路 小心地藏好自己的身形 生怕被陆琳发现 当陆琳拖着蛇尸返回的时候 众人都震惊了 蛇类妖兽 可是出了名的难杀 他们速度快 防御强 生命力更是强大无品 一般舞者 除非必要 都不会选择招惹他们 在自由舞者协会中 只要跟蛇类妖兽搭边的任务 任务报价 也都会提升20%以上 没想到 陆琳才出去这么一会 就带回来这一条大蛇 杨大伟看到 陆琳满身都是蛇血 直到陆琳飞 不少力气 当下接过蛇尸 去处理尸体了 陆琳也没有推辞 他坐在任天和周深明旁边 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队长 任哥 咱们小队是不是少了什么人 还能少什么人 当然是白威他们三个 刚才躲避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不过他们三人都是武安局的 遇到这种舞者之间的杀戮 肯定要去调查一番的 任天正说着 突然转头看向他们来时的方向 只见三个人隐隐约出现 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正是之前在走散的白威三人 白毒查 你们刚才去哪里了 陆琳起声问道 找那些暗中开枪的家伙 白威绝美的脸庞上 露出一丝愤怒 现在是什么时候 竟然暗地里 给同位人类的武者打黑枪 也就是 我没有找到他们的踪迹 不然一定要带去武安局 好好地教训一顿 这些人 也太无法无天了 白威说着 走到近前就看到了 周深明腿上的情况 周队长 你们这是 哎 周深明长叹一声 简单给他们说了一下龙刀小队的遭遇 也就是大风小队的章鱼指 盯着龙刀的人打 若是乱打一通 打到武安局三人身上 恐怕他们死都死不安生 这群混蛋 竟然这么狠毒 白威气得一拳砸在地面上 不过找不到那些人的踪迹 他们也只能 无奈再次发泄怒火 诸位 蛇肉烤好了 多来吃一点 补充补充体力 白毒查 你们分一分 大威 你别沮丧了 这个时候 你就是小伟全部的希望 你可一定要多吃点 任天 李末 黄梨 都别闲着 队长 这个给你 给所有人都分完 但杨大伟 好像忽略了陆林 58 蛇不提升 奋兵 陆林 你来 在其他人都拿着香奔奔的烤蛇肉的时候 杨大伟冲陆招招手 陆林跟着他来到灶火边 杨大伟神神秘秘地 从一团蛇头中掏出了两个东西 陆林 这是妖盒 你不是喜欢吗 收起来 此外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杨大伟拿出了一个 足有脸盆大小的黑漆漆的东西 给陆林展示 不认识 这可是好东西 蛇胆 吃惊蛇的蛇胆吃了 没有什么特殊作用 不过可以少量地增加一些 身体对毒素的抗性 此外 还可以明目除湿 不过味道有些苦 你吃掉吧 蛇胆 陆林还是第一次见到蛇胆呢 上面散发出一阵难闻的腥味 这玩意真的要吃 吃吧 这蛇胆 如果拿到时常卖 至少要十万一颗 买到的还不一定是新鲜的 放心吃 咱们小队现在没有几个战力了 你可要多多承担责任啊 陆林听杨大伟这么说 也就不再嫌弃了 闭着眼睛 就跟吃药一样 陆林一口就将整个蛇胆吞了下去 旁边的杨大伟还不断地说 一定不要咬破 咬破了 胆只能把人苦死 直接咽下去 也就是陆林的身体经过强化 这才能一口吞下这么大的一个蛇胆 不过吃下去后 大伟哥 等会可以用蛇肉 给我弄点汤喝吗 汤 行 这个简单 大伟答应一声 找了个饭盒出来 倒入水 放入蛇肉 就这么放在火上炖吧炖吧 等到水开了 他网内加了一些调味料 就放在一旁 喊陆林过来喝 蛇肉羹 陆林看着还是完整的蛇肉 以及清澈的汤水 不禁满头问号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没法要求太多了 吹着气 陆林喝了一口蛇肉羹 蛇步 五零一百 哇 好家伙 陆林没想到 这才只喝了一口 就增加了五十点熟练度 蛇步主要是应用于 小范围内的辗转腾挪 最适合战斗的时候使用 陆林之前在战斗中 使用凌云步 虽然速度也不慢 但中间 想要转折或者变换动作 就很受影响了 又喝了一口汤 陆林的蛇步 提升到了第二层 陆林感觉到 有一股热流 帮他打开了脚部的某些经脉 气血之力 也可以进入气中运转 这样在战斗的时候 只要运转气血之力 到响应的位置 陆林就可以做出 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 不过 蛇步毕竟只是 一门黄疾步法 上限并不是很高 陆林脑海中得到的资料显示 蛇步最多只有三层 到了第三层后 就达到圆满境界 想要继续增加近身的速度和灵活 就需要修炼蛇步的 进阶版功法 雷蛇步 又喝了几口蛇汤 陆林将蛇步提升到了 第三层的水平 他还想继续提升 大伟自己都没有吃东西 给大家弄好食物后 就守在小伟身边照顾 陆林也不好意思 喊大伟过来 帮他继续煮蛇汤 兄弟们 我刚才连接到了卫星网络 看了一下我们现在的位置 距离出口 大约还有四个小时左右 大家在家把劲 争取在天黑前 返回到301前进基地 众人齐齐答应一声 就开始帮着一起收拾物品 李末这个时候 已经好了不少 虽然还不能搬运物品 但至少可以自己行动了 再加上白威三人的加入 也帮着分担了一些行李 龙刀小队的所有人 都轻松了很多 一路前行 结果只花了三个小时 天色还很明亮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抵达了 之前停放车辆的地方 只是 卧槽 这特么什么人啊 任天刚刚掀开伪装网 就看到他的虎视 少了一个前轮 这也不知道 是哪个家伙偷人车轮 附近并没有夭受啃咬的痕迹 能这么轻松 卸下来一个车轮的 绝对是有着专业工具的人类 任天感觉到 真是太会气了 别气了 任天 去看看我那辆 周深明吩咐道 任天骂骂咧咧的 打开了周深明的车子伪装 这一下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周深明的那辆车 也少了一个前轮 只不过任天的车少了左前轮 周深明的车少了右前轮 这绝对是故意的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 袭击他们的那一个 无辙小队干的 看来 这是遇到对头了 别愣着了 小伟的情况拖不得 任天 黄黎 你们俩先换轮胎 等会任天你开车带着李莫 先回去路上开的平稳点 其他人就跟我在这里等待 等任天将人送回东山市后 再回来接我们 周深明立马做出了决定 杨小伟虽然服用了一个保命单 但只有24小时的时间 如果不能在这个时间 返回城市接受治疗的话 那小伟的命肯定就保不住了 队长 你也一起回去 杨大伟等人纷纷劝说道 周深明本来要推辞 可是他的腿部伤势并不轻 走了一天下来 还在不断地往外渗血 时间长了 恐怕最后也要飞一条腿 推脱不过 他便也跟着车一起返回 剩下的人 就是黄黎和陆灵了 上车的时候 周深明给黄黎使了个眼色 让他不要冲动 黄黎默默点头表示知道 队长 就在这时 陆灵突然说话了 哦 陆灵 怎么了 你也想要回去吗 不是 陆灵摇摇头 队长 你可以把那个 又补红月弟兄的右耳留下来吗 我回头跟黄黎哥一起看看 能不能找到那家伙 顺便拍几张照片 这个啊 周深明笑笑 他以为陆灵是心疼 要赔偿出去的违约金 陆灵 违约金的事你不用担心 咱们小队有专门的账户 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发生 不是 队长 我觉得我和黄黎哥 两人目标比较小 跑的距离可能会更远一些 反正短时间内也无法离开 不如在山里转转 万一找到了 我们不是就能少赔一些了吗 周深明看看黄黎 他是龙刀小队的老人了 应该可以放心 黄黎想了一下 冲周深明点头 队长 那就把幼儿给我们吧 找到红月弟兄后 我们不会太靠近 拍几张照片就回来 周深明知道 黄黎是说 不会让陆灵涉险 也就放心了不少 陆灵在这几天的实力进步 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有黄黎在旁边带着 就当是带他出城历练了 从包里拿出来 那一个幼儿递给黄黎 想了想 周深明又拿出来一瓶丹药 并且让杨大伟 把刀拿给陆灵 之前跟赤金蛇战斗的时候 陆灵就是因为战刀的问题 最后搞得筋疲力尽才斩杀 杨大伟兄弟使用的战刀 可都是B级合金制造而成 比起一级战刀 强出太多了 有了这样的战刀 即便遇到危险 陆灵和黄黎报名的机会 也大一些 59 分道 诡异 任天开着车带着 小队的成员返回 陆灵和黄黎 冲着他们挥手道别 等到车子走远了 白尾走上来问道 陆灵 黄黎 你们要去哪里 寻找红月弟兄的踪迹 陆灵一摊手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 而且 继续任务这样的理由 只不过是说给周深明等人听地而已 他真正的目标 是那些暗中开枪袭击他们的人 陆灵本来就不是一个以德抱怨的人 对于那些敢对他伸手的人 陆灵是一定要找到对方 黄黎之前跟周深明的眼神交流 被陆灵看在眼中 所以 这一次他和黄黎留下 就是为了找到那伙人 然后为大家报仇 白尾笑了笑 陆灵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红月弟兄 他们也不知道 去哪里寻找白银山死亡众多舞者的事 既然如此 不如两方合并起来 一起在白银山内游走探寻 对于陆灵的战斗力 白尾可是了解得很清楚 这家伙表面看起来是一个舞者中阶 可实际的战斗力 估计一般的武士中阶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有这样一位战力强悍的舞者在身边 白尾在白银山行走时 心里也更稳妥一些 行 那先一起走吧 陆灵的年纪不大 但在这临时组成的五人小队之中 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白尾带着两个下属在前面开路 陆灵则是故意落在后面 来到黄黎身边 黄黎哥 黄黎 嗯 陆灵 有事吗 陆灵压低声音 黄黎哥 你告诉我 对我们开枪的人是谁 黄黎一惊 心中暗道陆灵怎么知道 他看到了对方的面容 脚步一致 快速恢复正常 陆灵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今天不是说过了 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踪迹 只是大概知道 在什么方向而已 陆灵撇撇嘴 黄黎哥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不过 这一次 咱们龙刀小队被对方暗算 难道你就不想报复回去吗 该不会是 你怕了吧 怕 我黄黎怕他们大 黄黎及时指住了话头 只不过他的声音 引起了前面三人的注目 陆灵白白手 事已无事 黄黎哥 是大风小队吗 黄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这么一个老牌舞者 竟然被陆灵套路了 所幸他也不张嘴了 任凭陆灵怎么说 反正他就不承认 陆灵看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说道 其实黄黎哥 你和队长的担心 我可以理解 毕竟大风小队七八个人 基本都是五十级 现在我们损失惨重 根本不可能是 他们的对手 不过 这些家伙案件伤人 这口气 也许队长能忍了 但我忍不了 黄黎哥 你别一直沉默 我既然这么说 就是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你不帮忙 我也没关系 这事 我会自己解决 你解决个屁 听到陆灵这么说 你顿时急了 陆灵 我不告诉你 是为了你好 你才第一次出城猎杀妖兽 可那些人 都是多年的老武者了 实力强大 经验丰富 你一个人 被他们玩死了 都是白死 陆灵 你既然叫我一声歌 那你就听歌一句劝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等你实力强了 想要弄死他们 就是一句话的事 不 陆灵抬头与黄黎对视 毫不必让 黄黎哥 我不是什么君子 比起君子 我宁愿当一个小人 算了 你既然不愿意帮忙 那我就自己解决吧 陆灵说完一句 加快步伐 走到了白薇几人身后 黄黎看着陆灵这样 心中也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晚上 黄黎出去裂了两头 跳跳路回来 陆灵和白薇的两个手下 一起清理内脏 烧口 五个人都大吃了一顿 吃饱喝足后 陆灵分配了一下 今晚守夜的人员 他和小巫守前半夜 黄黎和白薇守后半夜 刚来路上 小层走路的时候 腿滑到了 流了血 正好让他睡个好觉休息一下 几人对这个安排 都没有意义 这一晚过得还算安生 陆灵换班前 也没有遇到什么妖兽 来攻击的情况 白薇和黄黎换班后 也是聊聊天 时不时地观察一下 周围的情况 当第一缕阳光 洒在白银山中的时候 睡在帐篷里面的小五 却发现身边没有人了 陆灵 他走出帐篷 也没有看到陆灵的身影 正好白薇洗漱归来 小五问道 头儿 陆灵起来了 年轻人果然精力旺盛 啥 陆灵起来了 白薇愣了一下 他刚才出去洗漱了 文言四下环顾一周 却没有见到陆灵的身影 黄黎 你刚才看到陆灵出去了吗 陆灵 黄黎一惊 他刚才一直在营地中 毕竟还有三人在帐篷内休息 他自然不可能离开 他快不来到帐篷内 看到陆灵的床铺 果然空了 再去另一个帐篷 这一下 黄黎的脸色变得刷白 陆灵不见了 他的背包和战刀也不见了 这家伙干什么去了 黄黎心中清楚 只是他没想到 陆灵竟然这么大胆 一个人 只携带了一些食物不给 连帐篷都没有带 就赶在白银山中乱跑 若是遇到了大风小队 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 他一直在营地内 却根本没有看到陆灵的身影 他到底是怎么跑出去的 此时 在距离营地20公里外的 一处山洞中 陆灵正烤着一只野兔吃得正香 一口气干掉三只野兔 陆灵将火种灭掉 背上背包 拿上战刀走出山洞 他昨夜在跟黄黎白威换班的时候 就已经悄悄离开 之后一路行走 来到这山洞中 美美地睡了一觉 虽然说要报仇 但越是这样 陆灵越要保存好自己的体力精力 免得遇到战斗的时候傻眼 天亮后的第一站 陆灵选择去那天遇到 金金虎群的地方查看 一是寻找那些妖兽体内的妖合 此外 陆灵准备根据当时的感觉 找到大风小队那些人射击的地方 一路急行 不到一个小时 陆灵就来到了金金虎群休憩的位置 只是让陆灵奇怪的是 这些金金虎 好像从昨天到今天 这么久的时间 他们竟然都没有移动过地方 甚至连动作都没有改变过 这有些诡异了 六时 蛛丝马迹 铁骨牛族群 陆灵绕着这一群金金虎外围走了一圈 他发现一个问题 这些金金虎 就好像在猎队的士兵一样 他们趴在地上的动作 方向都完全一致 陆灵越看越心惊 这是有什么人对这些金金虎群 施了魔法了吗 而来到昨天战斗的地方 已经一头金金虎的尸体 都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被其他的金金虎 吃了还是什么 此地有些诡异 再加上陆灵也看不到金金虎的尸体 心中已经有了退意 能够在白银山中 整出这一手地 无论是自然的力量 还是人为的原因 都不是陆灵一个小小的舞者 即可以参与进来的 他来到昨天被射击的地方 模拟当时的动作 找到了子弹射来的方向 陆灵确认好位置后 就一路前行 20分钟后 他来到昨日大风小队 聚集的那一块巨石附近 虽然并非刑侦专家 但陆灵只要大概看一眼 就能看到 这里最近有人停留过 一跃登上巨石顶部 陆灵还看到了在射击后 由于后座力太大 枪械支架产生的划痕 陆灵眼神一眯 他现在可以有九成的把握确定 大风小队的人 昨天就是在这里射击他们的 对方说不定 专门就是为了对付他们 来到这里的 不过 这些人虽然有枪械 但陆灵却并不是很担心 现在毕竟是舞者时代了 枪械以及更大威力的炮火 虽然还存在 但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 才会使用 比 说妖兽攻城 或者应对大范围的妖兽袭击 一旦成为舞者 舞感都会敏锐很多 昨日陆灵就是感觉到危险 第一时间就下了黄梨 只是 后来他抱着周申明 一颗星都放在队长身上 才没有感应到 等到了舞狮级 短距离使用枪械战斗 对手根本都不会给你开枪的机会 也就是在远距离 以超高速的枪械 射出大威力的子弹 才有可能对舞狮级造成伤害 不怕枪械 陆灵现在虽然是舞者极限 但力量已经不输于一般的舞狮 如果用上破天十三战的话 那更是战力飙升 在舞狮境界内无敌 大风小队 接下来的一天时间 陆灵以巨视为中心点 不断地向外寻找大风小队的踪迹 没想到 初次到荒野的陆灵 竟然真的找到了一处大风小队曾经的营地 当然 这也是对方根本没有把龙刀小队放在眼里的缘故 现在的龙刀小队的实力 能够在白银山自保都成问题 甚至有可能都已经驱车返回东山市了 他们这些人自然不会担心 不过接下来的半天时间 陆灵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想要扩大搜寻范围 但这时候天色已晚 陆灵肚子饿得咕咕叫 正好遇到两头出来觅食的铁剑豪猪 陆灵顺手宰了 简单烹饪一番 一口气干掉了一头 哥 陆灵打了一个宝格 肚子撑得都站不起来了 正好修炼一会 风牛大力拳来消消食 说起来 风牛大力拳达到第四层 想要突破下一级 需要足足十万点熟练度 这只是一门基础攻法 增加的力量也不算多 以后陆灵决定 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话 会适量减少修炼这一门攻法 不过现在正好吃饱了没事干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修炼一会 风牛大力拳 10100000 嗯 看着面前光幕上的进度 陆灵愣了一下 他才只出了一拳 竟然就增加了十点熟练度 这不科学啊 最近 他在风牛大力拳上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领悟 怎么熟练度会增加这么快 想了一下 陆灵也想不明白 只能做罢 继续打拳吧 风牛大力拳 360-100000 打完一遍后 陆灵还觉得有些撑 又继续修炼起来 可他刚打到第四拳的时候 突然感觉周边有些异动 陆灵赶忙收起拳势 将B级战刀抓在手里 小心地看着发出声响的位置 在那里的家伙 似乎一点都没有隐藏自身的想法 哗啦哗啦地向着陆灵走来 等到里面的东西出来 陆灵忍不住笑了一下 竟然是一头黄褐色的铁骨牛幼崽 成年的铁骨牛 牛皮是黑褐色 但他们在幼年时期 皮肤是会带有比较明显的黄褐色 这一头铁骨牛 大概到陆灵的胸口位置 别看是幼崽 但壮实得很 猫 幼崽来到陆灵身边 冲着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随后拿脑袋顶陆灵 陆灵后退两步 幼崽看到他后退 又跟进上来 继续用头顶 陆灵小心戒备着 很快 他就发现 这一头幼崽并没有恶意 甚至是为了跟他表示轻易 才做出这样的举动 陆灵的心中冒出一个奇怪的想法 这小家伙 该不会把他当父母了吧 毕竟刚才陆灵修炼 疯牛大力拳的时候 嘴里一直在发出牛叫声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把幼崽吸引过来的 陆灵摸了摸幼崽的脑袋 幼崽享受不已 嘴里发出摸摸的叫声 好吧 没想到这出来一趟 还多出来一头牛儿子 陆灵有些哭笑不得 幼崽跟陆灵轻易地互动了一会后 便要带着他离开 等他转过身来 陆灵才看到 这幼崽身后沾了不少血迹 怪不得这小家伙会来找他呢 陆灵猜测 他的父母应该被人给杀了吃肉了 一般的铁鼓牛并不是什么高等级的妖兽 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山林草地上觅食 饮水 追逐水草为生 左右无视 陆灵便背起背包 跟着幼崽身边 走了十分钟后 幼崽带着陆灵来到一处山谷 隔着老远 陆灵就能听到 里面传来一声声牛叫 甚至在天色渐暗万物聚集的时候 他甚至能听到那些铁鼓牛啃食草叶的声音 你自己回去吧 我是人类 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陆灵站在山谷口 不愿意再继续前进了 他虽然实力增强不少 但如果面对数百头上千头铁鼓牛的话 下场也就是变成肉饼而已 猛猛 幼崽不断地叫唤着 想要拉住陆灵一起返回族群 他的叫声 吸引了不少在谷口位置的铁鼓牛的注意 陆灵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那边 没想到 正好跟一头达到五阶的铁鼓牛对视 糟了 61 安仔猛猛 红色小花 小牛 小牛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记住 我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以后好好生活 陆灵跟幼崽说一句 就准备离开 只是铁鼓牛 幼崽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他走 也跟着后退几步 随后冲陆摇摇头 这幼崽 该不会让陆灵不要走吧 陆灵看着小牛 小牛冲着陆灵点点头 然后小布来到那头五阶铁鼓牛身边 猛猛猛 五阶铁鼓牛 猛猛猛 小牛 猛猛 五阶铁鼓牛 猛猛 陆灵也不知道 两头铁鼓牛聊什么 不过看起来蛮有意思的 两牛聊了一会 小牛来到陆灵身边 猛 陆灵觉得挺不可思议 他感觉小牛竟然跟他表达的意思 那老家伙不让回族群 爸爸我们走吧 虽然只是叫了一声 但陆灵觉得自己的猜测没错 跟小牛一起离开 陆灵看着剑暗的天色 心说 还是回刚才的地方吧 他还打了一头铁剑豪猪呢 可等他回去 发现地面上都是一片血迹 铁剑豪猪的尸体 不知道被什么妖兽啃的渣都不省 陆灵无奈 只能带着小牛走开一段 然后装好帐篷 没想到这家伙还要挤进来 也就是陆灵地帐篷不算小 不然还真没法容纳下来他 小牛啊小牛 你怎么就赖上我了呢 我真不是你爸爸呀 陆灵有些头疼 在出城前 他可绝对不会想到自己 竟然成了一头铁鼓牛的老爸 No 都晃来晃去 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 好吧 真是服了你了 要不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叫小黄怎么样 一听这话 小牛拼了命地摇头 这是什么破名字 你起名的时候 能稍微对得起这么多年的学习吗 陆灵知道他不愿意 一时间也犯了难 在小牛身上看看 突然看到一块皮肤上的皱纹 长得有点像安这个字 灵机一动 小牛 以后就叫你安仔怎么样 就这么说定了 不许反驳了 小牛 哦不 安仔瞪着眼睛思考了一会 好不容易才勉为其难地硬了下来 一晚上的时间 不时有妖兽循着胃过来窥探 陆灵无奈 发现有动静 就踢着刀出去 反观安仔 这家伙睡得一点都不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早上起来 陆灵看到自己一晚上的收获 忍不住暗暗扎舌 安仔 你这诱惑力也太大了吧 一晚上又这么多家伙要来吃你呢 陆灵指着地上死去的十几头 妖兽说道 安仔探头看看 不懈地打了个响鼻 好像在说 他们痴心妄想 我有老爸保护呢 陆灵无语 生活烤肉 肉香味 竟然引起了安仔的好奇 要不要你也来一块 陆灵笑着问道 举起一块烤肉 递到安仔嘴边 安仔嗅一嗅 突然张开嘴巴 将整块肉吃了下去 这个举动 反而吓了陆灵一跳 即便是灵气复苏了 但荒野的妖兽 还是遵循自己的本能 食草类的妖兽 基本不会吃肉 哪怕他们时不时地 能够猎杀 几头捕猎者 但他们却不会吃 这是千万年来 刻鲁在基因里的传统 没想到安仔这个家伙 竟然毫不犹豫地 吃一块肉 似乎是吃出味道了 安仔凑到陆灵身边 摇头晃脑的 还想再吃 好在昨晚猎杀的妖兽不少 陆灵考了半天 才勉强填饱安仔的肚子 哈哈 安仔啊 以后你就是一头吃肉的牛了 千古第一牛 安仔听到陆灵的夸赞 开心地跳来跳去 陆灵还要寻找 大风小队的行踪 安仔就在一旁跟着 在路上陆灵背包累了 索性就放在安仔背上 让他帮忙驮着 这么点重量 对安仔来说不算什么 可极大的减轻了陆灵的负重 一天的时间 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不过安仔 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突然在一处山崖上 发现了许多血红色的花 他几次抬起前蹄 撑在山崖上想要吃 可却够不到 那模样真是看得人 既好笑 又替他着急 安仔 我来帮你吧 陆灵用力一跃 踩在红色花朵 从旁边突出的一块石头上 踩下一株 放在鼻尖闻了闻 好像也没有特别的香气 不知道安仔 为什么想要吃这个 安仔看到陆灵踩到小花 开心地蹦蹦跳跳 让陆灵给他扔下来 接到红色小花后 安仔两口就把小花吃掉 真的是牛角牡丹的感觉 还要啊 好吧 陆灵本以为 安仔就是尝的鲜而已 没想到吃了竟然还要 看那样子 比早上吃肉还要紧迫 陆灵一脸踩了 十几朵小花都丢下去 给安仔吃掉 回到地面 陆灵立马就感觉不对了 安仔吃完十几朵红色小花后 身上的气血 竟然不受控制地涌动起来 难道是小花的功效 陆灵仔细回忆一番 在学校的时候 他并没有太专心学习药草课 主要精力 还是放在武道修炼上了 并不知道这小花是什么品种 过了一会 安仔身上的气血平静下来 陆灵发现 他竟然晋级到了二届 安仔 你能晋级 是那红色小花的作用吗 No 安仔答应一声 不住地点头 陆灵了然 他拍拍安仔的脖梗 行 下次遇到那小花了 给我也留一朵尝尝 No 晚上陆灵又烤肉给安仔吃 吃完后 他就让安仔进帐篷睡了 他自己则是在帐篷外守夜 陆灵摇着头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欠安仔 竟然把帐篷给他 自己在外面挨动 当然 以他的体质 白银山的这点含义 根本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了 本以为这一夜 还是会跟昨天一样 用不少妖兽半夜来袭击 但陆灵在杀了两头赤血狐后 却没有再等到其他妖兽了 反而是在夜深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 远处传来一阵说话的声音 丑哥 咱们都找了三天了 也没找到那什么红月弟兄 这家伙 到底躲哪去了 就是啊 丑哥 这红月弟兄隐蔽的也太难找了 行了 你们几个少说几句 妖兽晚上出没频繁 小心你们的说话 引来了白头狼 陆灵听着这隐隐约约的声音 立马就知道 自己一直找到的大风小队 竟然在这大半夜的时候 自己送上门来了 62 暗夜袭杀 拿下二血 晚上的月色还算明亮 大风小队的人绝对想不到 在他们身边没有狼 却有比狼更可怕的陆灵 陆灵小心地进帐篷 看看安仔的状态 这小家伙还睡得正香 不过 等一下 如果陆灵去偷袭大风小队的话 恐怕他们会发现在这里休息地安仔 相处了两天 陆灵跟安仔也有感情了 可不愿他就这么死去 拍拍安仔的脖子 陆灵比坏了一个虚的动作 安仔立马就清醒过来 安仔 我等一下要去跟坏人战斗 你等会找个地方躲起来 Moe 安仔低沉地叫了一声 好像在说 带我一起 陆灵连连摆手 不行 你才二阶 他们最少都是四阶的 还有五阶 到时候你若是死了 我会很难过的 听话啊 好好地藏起来 等我把坏人打跑 就来找你 陆灵说完 便打开帐篷的拉链离开了 这个时候 肯定没有时间收拾帐篷了 就先放在这里吧 安仔看着陆灵的背影 眼中流露出一丝不舍 不过 他毕竟是很聪明的妖兽 从帐篷内小心翼翼地走出来 向着远处走去 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陆灵小心地 不断靠近着大风小队的方向 他们仗着自己的实力不俗 竟然分得很开 不过也是 大风小队内有四个舞师 三个舞者 这么分才合理 陆灵仔细观察半天 礼仇是舞师中阶 即便偷袭 也不敢保证瞬间秒杀 不过另外三个舞师出阶的 就简单很多了 陆灵看了一会 选择了一个身材壮硕的舞师 小心地潜伏过去 身材壮硕 说明这舞师的力气雄厚 但难免速度就慢一些 只要陆灵速度快 对方有可能都来不及反应 就会死于陆灵刀下 一步一步地 向着那个舞师的方向挪移着 陆灵的心跳不自觉地就开始加速 他下意识地甜甜嘴唇 这个状态跟他前几天 在夜里杀死八脸的时候 有点像 兴奋 狂热 近了 更近了 陆灵蹲在草丛中 距离那位舞师 就只有五米不到的距离 他甚至能借着月光 看到那舞师脸上的痘痘 老秦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好像有点安静了 不远处的一个高阶舞者突然说话 让陆灵的动作 不得不停了下来 暗中袭杀 最重要的就是隐蔽 一旦被人发现 那身形暴露 这么多舞者舞师也要隐恨当场 安静不是很正常吗 你小子该不会是古代小说看多了 以为安静的地方就有大军在埋伏吧 名叫老秦的舞师笑着回答 他就是陆灵的目标 好吧 那舞者听到老秦的嘲笑 也觉得不太可能 这白银山中遍布妖兽 哪有大军埋伏的空间啊 陆灵看到老秦继续向前搜索 方向正是他这里 陆灵握着B级战刀的手 更稳了 五步 四步 三步 陆灵心中莫属着 这时 老秦距离陆灵就只有一米左右的距离了 因为阴影的遮掩 他没有看到陆灵的身影 就是现在 陆灵突然爆起 手中的B级战刀闪过一丝亮光 舌部 第三层 速度爆发 破天十三斩 第四层 五倍增幅 刷 说起来快 实际上连一秒都不到 当陆灵刀光闪过的时候 老秦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被陆灵消首 噗 陆灵尽量轻地落在地面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大风小队 出街舞狮 老秦 死 老秦死后 身体向后倒去 陆灵正好一手托着他的后背 轻轻地放在地上 除了头颅 飞出落地的声音 没有半点异常 不过 夜里这么安静 那个跟老秦一起的舞者 紧觉得转过头 看向陆灵的方向 却没有什么发现 不对 老秦怎么不见了 在野外生存已久的舞者 都有一种类似于 妖兽的敏锐感知能力 老秦不可能好端端地消失 该不会真有什么妖兽 在暗中埋伏着他们吧 舞者后退两步 老秦 老秦 你吓得干啥去了 舞者的声音很大 距离不到三百米的 另一个小组的舞狮和舞者 也听到了他的呼唤 大脖子 怎么回事 老秦该不会被妖兽吃了吧 叫大脖子的舞者 心中不仅没有半点笑意 反而心中一片发凉 仇哥 仇哥 有妖兽 有妖兽 刚才老秦已经死了 大脖子看他都这么说了 老秦还是没有半点回应 顿时吓得向后跑去 能够杀死老秦的妖兽 顺带地弄死他一个小舞者 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 而且 老秦刚才还跟他说话 现在却悄无声息地死了 显然那妖兽实力强大 让老秦没有半点反抗之力 陆灵敦在草丛中 没想到自己都这么小心了 竟然还是被人发现不对 这大风小队的人 果然不愧是常年在荒野战斗的 感知能力也太强了 既然杀不了 那个叫大脖子的舞者 陆灵索性后退 离开老秦的尸体位置 他要继续蹲在这里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再杀一两个 什么 老秦死了 李仇惊呼一声 带着人很快跑来 老秦 老秦 李仇大叫着 这个时候 他一点也不怕引来什么妖兽了 只是 荒野之中 老秦却永远不可能回应他了 陆灵趁着大风小队舞者赶来的动静 整个人快速小心地移动到后方 巧了 那个叫大脖子的舞者 因为心中胆怯 没敢第一时间冲上去查看 在其他人都往老秦生死的地方跑去的时候 他就被落在最后一个 机会 陆灵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良机 以他的实力 强杀一个同级别的高阶舞者 简直不要太轻松 上 陆灵做出决定 立马施展蛇步猛 窜向大脖子的方向 在陆灵跨出三步的时候 大脖子竟然没有感知到他的行动 等意识到不对的时候 陆灵已经近身了 大脖子连陆灵的面容都没有看清 只来得及大叫一声 就被陆灵一刀砍下 大风小队 高阶舞者 大脖子 死 大脖子死后 陆灵干脆不再隐藏行迹 快速地跑向最近的一个舞者 杀 六十三 乱杀 安仔的接应 有人 不是妖兽 是舞者 小葱 小心 随着陆灵的奔跑 他的身影也彻底暴露在大风小队舞者眼中 李愁第一个反应过来 大吼一声 站住 你是什么人 可陆灵哪有时间理会他 他现在距离那个叫小葱的舞者 已经很近了 双方直线距离不超过十米 小葱人如其名 身形偏瘦弱 但他是大风小队的斥候 若是正面搏杀 可能还差一些 可是论起逃命 一般的舞者 甚至是舞师 都别想追上他 还想杀我 死了这条心吧 小葱冷笑一声 拔腿就跑 他的身法 有着极高地造诣 第一步就窜出去老远 这一下 两人的距离 拉开到十五米左右 小葱距离大风小队成员的距离更近 如果陆灵不放弃的话 也许他最后 能追上小葱 可却一定会陷入大风小队的包围之中 与此同时 大风小队的舞师舞者 也快步向着小葱的方向赶来 尤其是李仇 他口中大叫着 以与身形不符的速度冲来 看着就好像一辆坦克一般 你跑不了 陆灵冷笑一声 舌部 第三层 火力全开 随着气血涌入足部经脉 陆灵的速度瞬间飙升 他和小葱的距离 竟然只剩六米不到 小葱刚要回头嘲讽 却被陆灵的速度吓了一跳 不可能 这人的速度这么快 肯定是舞师级 舞者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 跑 小葱不再回头 专心逃跑 此刻 他距离陆灵的距离 在不断缩短 只有五米不到了 但他跟大风小队 其他人的距离 还有三十米左右 这三十米的距离不断缩短 可缩短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陆灵追击的速度 刷 陆灵一跃而起 整个人飞到空中 手中的B级战刀 在月光的映衬下 更是寒光凛冽 死吧 小葱只觉得一道黑影向他扑来 即便不用回头看也知道陆灵靠近了 当下 他毫不犹豫地就地一滚 刷 陆灵一刀灰空 这时 李仇距离陆灵已经不到五米了 斩杀小葱 陆灵绝对无法脱身 现在放弃 陆灵不愿意 一咬牙 陆灵一脚踩住小葱的一条腿 一刀向下劈去 一股热乎乎的血液 溅在陆灵持刀的手上 小葱如何 他不知道 不过这个时候 李仇已经到了 小子 给我死 李仇一剑向陆灵刺来 陆灵闪身躲避 同时右脚一踢 将在地上的小葱 踢向李仇 李仇没有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一刀砍去 队长 是我啊 小葱惊慌地大叫一声 他刚刚被陆灵一刀砍在腰上 想爬都爬不走 没想到 现在竟然要死在李仇刀下 李仇听到小葱的叫声 想要收力 却已经来不及了 长剑深深刺入小葱的身体 就在这时 陆灵竟然不退反进 他一个剑步来到李仇身边 一刀砍下 啊 李仇痛叫一声 大腿中刀 李仇承受不住 这身可见骨的伤势 甘息跪倒在地 还在他剑上的小葱 受到了二次伤害 眼珠瞪大 口中不断地呼吸着 但声音已经带着些许杂音 刚才一剑 李仇竟然刺穿了小葱的肺部 小葱 你他妈别死啊 李仇大叫一声 陆灵刚 想要趁机结果掉李仇 这时 大风小队的其他人也赶上来了 面对一片森然的寒光 陆灵不得不选择暂时退避 对 队长 呼 小葱想要说话 可此刻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陆灵在跟大风的其他人战斗 不过身形却没有离开李仇太远 伤其食指 不如断其一指 李仇是大风的队长 若是他死了 其他人就要好对付得多 章鱼 你特娘的开枪啊 给老子射死他 围攻的一个武士大叫 手里还拿着战刀 却进不了战圈的章鱼 顿时醒悟过来 他转身向后跑去 可他的动作 竟然引得小队那一个舞者 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刷 肩不容发之际 陆灵一刀砍来 那人顿时哀嚎着倒下 陆灵一刀见弓 脚下的舌部更加轻松 施展起来没有半点之色 三个舞者小葱 重伤兵死 还有一个倒在地上生死不知 章鱼跑回去 准备拿大杀器来对付陆灵 现在 他身边就只有两个舞师 应对起来就轻松了许多 两个舞师久攻不下 陆灵也因为不断地寻找机会 没有办法对两人施展必杀一击 从刚才袭杀老秦到现在 虽然时间不长 但陆灵自身的消耗也不少 气血之力一直在消耗 体力也渐渐用尽 再不想办法的话 陆灵可能会死在 这两个舞师的围攻之中 猛 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牛叫声 从远处传来 正在围攻陆灵的两个舞师 面色俱变 铁骨牛群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的铁骨牛群 恐怕他们和陆灵 最终都得不聊好 两人心声退役 手中的刀剑也慢了一分 陆灵不管什么铁骨牛群 他抓到机会一跃跳出战圈 正好面对倒在地上的李仇 死吧 陆灵冷酷地说着 一刀划过 李仇脸上带着惊恐的神色 下意识地捂着自己的脖梗 可是 他捂不住脖子上的伤口 更捂不住血管 你是谁 李仇愤怒地叫着 从始至终 他都不知道陆灵是什么身份 现在 感觉到生命一点点从体内消失 李仇终于是忍不住开口询问了 我是 你大眼 陆灵大叫一声 从两位舞师的攻击下一个 翻滚离开 只不过 他感觉肩膀被人砍了一刀 一个拿着战刀的舞师 竟然砍破了他的精中照防御 战刀入肉三分 可这个时候 陆灵竟然丝毫感觉不到肩膀上的疼痛 一个翻滚 陆灵从地上站起来 就看到一头壮瘦的铁骨牛 向自己跑来 安仔 陆灵忍不住呢喃一声 这个傻家伙 不是让他找个地方 自己躲起来了吗 怎么还在附近 小子 去死 那个持剑的舞师 面目猙獰 一箭刺来 陆灵只顾着高兴安仔的出现 一时没注意 竟然被刺中了右臂 他一不小心 差点把手中的战刀给扔地上 猫 安仔低沉地叫一声 一头撞在拿刀舞师的后背上 他那还不算长的 牛角顶在对方身上 竟然借着冲势 将舞师撞飞起来 安仔 陆灵这个时候 也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了 看到安仔过来 他一个翻身上了安仔的后背 安仔撒腿狂奔 瞬间 消失在大风小队众人面前 而这个时候 跑出去的张雨才刚刚拿出大杀器 对着陆灵瞄准 64 安仔的90度转向 回马枪 危险 陆灵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 回头一看 他惊骇地发现 身后的张雨 竟然拿着一柄巨大的枪械 枪口正对着他 不好 陆灵心中大叫一声 急忙喊道 安仔 安仔 快转弯 安仔前提 立马改变动作 一个灵活的闪身 向左侧狂奔 陆灵欣喜不已 安仔竟然这么聪明 能够听懂他说的话 继续 安仔 不停地转变方向 往树林里跑 快 陆灵双腿紧紧地夹在安仔的背上 防止自己从背上掉落下来 安仔听到他的话 竟然机智地转身 闷头向着树林中跑去 砰 枪声响起 安仔摸得大叫一声 陆灵紧张地以为他受伤了 可他的动作并没有任何变化 仔细一看 安仔这家伙竟然兴奋地双眼发光 这家伙 竟然跟陆灵一样 是个战斗狂牛 越是紧张 越是危险的时候 他就会越加地兴奋 张宇在后面看到一枪 竟然没有击杀陆灵 愤怒地骂了一句 再次上子弹 瞄准 这一次 给老子死吧 张宇狠狠地说道 透过瞄准镜 他可以清晰地看到 陆灵和安仔的行动变化轨迹 这一次一定成功 张宇控制自己的呼吸变得平稳 他默默地观察了足足十秒钟 就在安仔即将进入树林的瞬间 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右手的食指搭在扳机上 轻轻地按下 大杀器向后顿挫了一下 经过特制的子弹 携带着巨大的动能 向着安仔背上的陆灵飞射而去 这大杀器 九十 乃是灵气复苏时代 真正的大杀器 一枪过去 足以给六阶兽将及妖兽造成重创 若是打在人身上 基本没有活路了 安仔 危险 陆灵似乎感受到身后子弹的攻击 他尖叫着 安仔似乎也能感受到一半 他一个纵跃 随后身形变化 竟然以九十度角 直接转弯 向着左侧继续奔跑 碰 枪声才响起 但陆灵的身后 有一棵足有两人合爆的大树 从两米左右的高度 裂开一个大洞 在子弹的旋转撕扯下 大树内部的纤维断裂 整棵大树竟然被拦腰打断 大树向下坠落 动作敏捷的安仔 竟然趁着这个机会 从下方钻了过去 随即 大树落下 在后面的张宇 再也看不到陆灵和安仔的身影 这么大 张宇气得一巴掌拍在大腿上 刚才陆灵的身影 他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感觉有些熟悉 但短时间内 他却也想不到 在什么地方见过了 不过 现在他也不需要多想了 队长 筹哥 两个武师声嘶力竭的大吼一声 张宇回头一看 李仇正捂着自己的脖子 双眼圆瞪 不甘心地死去 不只是李仇 胸口还插着一柄剑的小葱 也是死不瞑目 等一下 大风小队还有一个舞者 张宇随手将大杀器丢在地上 快步地跑到刚才战斗的地方 只见那个舞者痛苦地闭上眼睛 他的胸口有一道足足半米长的伤口 皮肉外翻 血流不止 龙哥 张宇大叫一声 眼中忍不住流出泪水 他不仅是为即将死去的龙哥悲伤 这一战 他们大风小队竟然战损了四个人 先是老秦 然后是小葱 李仇 龙哥 一直在东山市内活跃多年的小队 竟然在白银山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平原中 损失过半 其中 武师强者战死二人 武者战死二人 甚至就连大风小队的队长李仇都 死在对方的攻击之下 强哥 明哥 怎么办 张宇哀嚎一声 可两位还活着的武师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一次 他们彻底栽了 而且 不只是栽了这么简单 他们小队损失一半的人手 竟然连袭击者的身份都不知道 这才是奇耻大辱 这意味着 他们以后即便想要报仇 都有可能找不到仇人 啊 两位武师仰天怒吼 另一边 安仔跑出两三公里后 速度也是慢了下来 刚才那么激动兴奋的时候感受不到 可过了那一股劲后 安仔也感觉有些疲惫了 他可是帮助陆林顶翻了一位武师 还带着陆林躲过了张宇的两次射击 带着陆林成功逃脱大风小队的包围圈 安仔 安仔 停下来吧 我们暂时安全了 陆林拍拍安仔的脖梗 安仔顺从地停下脚步 陆林一个翻身从背上下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大风小队这次损失太重了 说不准以后都无法继续 作为一个独立的队伍 接取任务了 只是 那个拿枪械射击的家伙 陆林还没有杀死 张宇刚才只是觉得陆林有点熟悉 可陆林却忘记不了这个家伙 吉山武馆的一个教练 上次还要教训自己一顿的 看来 前两天开枪射击队长和杨小伟的 就是他了 还有 这家伙第三枪射中了陆林的后背 这个仇不报 陆林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安仔 安仔 今天多谢你了 陆林抱着安仔 不断地夸奖着 安仔也得意地 呜呜直叫 他很享受陆林的夸赞 对了 咱们俩先恢复一下 等会恢复好了 我们再去杀个回马枪 这些大风小队的家伙 肯定想不到 咱们还会回去 陆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药瓶 取出两枚丹药服下 看着安仔渴望的眼神 他想了想 也给了他一颗 陆林拍着安仔的脑袋笑着道 哈哈 安仔 你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服用人类丹药的铁骨牛了 以后不要太骄傲 安仔叫了一声 服用了气血丹后 他立马趴在地上 闭上眼睛 看样子是在炼化丹药中的药力了 安仔还只是一头铁骨牛的幼崽而已 现在正是告诉成长的阶段 说不定这一枚丹药服下后 他能晋级三阶妖兽呢 看着安仔趴在地上 陆林也闭上双眼 按照千重呼吸法的运转路线 恢复起自己的气血 过了一会 陆林和安仔几乎同时睁开眼睛 安仔身上的气血之力涌动 已经到了二阶妖兽的极限 说不定明天早上就能达到三阶 陆林也完全恢复 他站起身眼中露出金光 安仔 走 咱们再来一次 大风小队的那些人感情深厚 一定要整整齐齐的 丢下谁都不行 咱们一起去送他们一程 No 安仔兴奋地叫一声 示意陆林坐到他后背上 陆林犹豫了一下 翻身上去 一人一牛 趁着夜色再次远路返回 此时 大风小队幸存的三个舞者 正悲伤地挖坑 准备将战死的四位兄弟安葬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 65 潜伏 全灭 刚才陆林是仓皇逃离 而且是张宇拿枪射击 逼迫他离开的 此时 明哥和强哥两人都没有想过 陆林还会返回的问题 他们奋力地挖着坑 张宇则是在旁边 给四位队友清理伤口 检查他们的遗物 这一次出来 他们并非是为了对付龙刀小队这么简单 他们也接受了任务 虽然现在李仇死了 但活着的人 生活还要继续 无论是否继续任务 他们都要给雇主一个交代 这是作为一个自由舞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陆林从安仔背上下来 小心地在远处观察 看到这几人一点警戒都没有 陆林知道 这一波稳了 这一回 陆林转变思路 准备先对付那个张宇 这人可以操控大杀器 九十 一旦在远距离发现陆林地化 恐怕陆林根本没办法躲避 这人必须有限解决 至于那两个武师 虽然都是初阶武师 而且配合默契 不过陆林倒不是太虚 刚才他是怕出现意外 一开始就用了五倍增幅的破天十三斩 可也正因为如此 陆林的体力和气血损耗过大 现在 陆林准备调整攻击力度 借用舌部的灵活性 与两个武师多周旋一会再说 打定主意 陆林示意旁边的安仔安静 他一点点地向着三人的方向 匍匐前进 这一片本就草木茂盛 陆林又如此隐蔽 当他来到张宇身后 不到两米的位置时 张宇都没有发现陆林的踪迹 两位武师还在奋力地挖坑 张宇的注意力 绝佳的偷袭机会 陆林深呼吸一口 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现在 他就是最冷酷的杀手 上 破天十三斩第三层 三 五倍爆发 舌部 突袭 陆林的身影仿佛瞬移一般 来到张宇身后 一刀劈下 噗 张宇头颅飞出 好巧不巧的 正好飞到两位武师 正在挖的大坑之中 嗯 张宇愣了一下 随后眼前一片黑暗 两位武师看到张宇的头颅 瞬间如同炸猫的猫一样 搜的一下 从坑中跳出来 不过 眼前哪里还有陆林的身影 只有张宇的无头尸体 扑在同样惨死在陆林刀下的队友身上 血液鼓鼓流出 小贼 我要杀你 持刀的武师大吼一声 环目四骨 可哪里有陆林的身影 持剑的那位倒是警惕 他小心地 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可就在这时 他只觉得后背一痛 似乎有什么东西 从胸口突然冒出来了一样 他低着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那明晃晃的战刀刀尖 随即 刀尖一旋 持剑武者顿时感受到 铺天盖地的痛苦 传入到脑海之中 小贼 你还敢现身 就在这时 那位持刀的武师 也发现了陆林的身影 只是 已经晚了 持剑武师瞪大双目 怨恨愤怒地向前扑倒 死 持刀武者大吼一声 一刀向陆林劈来 陆林一个侧身就避了过去 随后顺手一刀 砍向武师的手臂 武师连忙变招 抵挡陆林的攻击 可这时 陆林竟然一个闪身 来到了他身后 刚才那一招 竟然是陆林的虚招 持刀武师不敢怠慢 突然凌空跃起 一脚踢向陆林 同时他手中的战刀 蓄势待发 只要陆林被他逼退 他就可以打得陆林 节节败退 只是他明显想多了 手持臂急战刀的陆林 哪里会怕他的这一脚 二话不说 陆林一刀上疗 持刀武师想要收脚 却已经来不及 砍砍移动了一下位置 陆林手中战刀的刀尖 正好划过他小腿后侧的肌肉 死 一到两寸长的伤口出现 好在这一招 陆林和那个持刀武师都没准备 所以并未给持刀武师 造成太大的伤势 好小子 你找死 持刀武师这时 才看清陆林的面容 竟然是一个面目清秀的少年 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 没想到竟然如此杀法果断 少废话 今天你必死 陆林轻贺一声 脚下运转舌部 身形变换不定 让持刀武师完全猜不到 陆林会从哪个方向发起进攻 既然猜不着 那就索性不猜了 持刀武师也知道 战斗中绝对不能落入到对手的节奏中 想要战胜对手 必须要打破他的节奏 乱风刀 陆林只觉得 一股风势从持刀武者身上升起 就好像一个风暴巨人 哦不 并不是好像 这位持刀武者 竟然在这生死危机之下 领悟到气血之力 混合灵力元素的招数 杀 持刀武者来不及欣喜 一刀劈向陆林 刀势迅猛 如同蔑视龙圈 恐怖害人 陆林想躲 只是他竟然 被这持刀武士的气势锁定 仿佛有一种 无论躲到哪里 都无法逃脱对方攻击的感觉 躲不过 就硬拼 陆林还从未怕过 跟人硬拼 杀 陆林抱贺一声 用起破天十三斩的 第四层增幅境界 碰 枪 激烈地撞击 一柄战刀的尖端 竟然被两人劈得 直接断裂飞到空中 持刀武士的严重露出 惊骇的神色 这不可能 他的战刀 乃是花大价钱 购买的C级合金战刀 竟然被陆林这个矛头小子 一刀斩断 陆林的刀 难道是B级合金 甚至A级合金 可这时候 没有时间给持刀武士思考了 陆林的刀光逼近 持刀武士一把撒手 扔掉手中的战刀 弯曲右臂 他不顾陆林的战刀攻击 竟然要以肘部攻击陆林的心脏 这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这是荒野武者勇武的体现 我即便是死 你也别想好过 武士脸上露出一丝疯狂 猙獰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身死 随后陆林也死亡的景象 刷 B级战刀的刀锋 毫无阻碍地 划过武士的脖梗之间 一颗大好头颅冲天起 与此同时 武士的肘部 在那庞大体重的加成下 也如同一柄钝枪 直刺陆林的心口 转身 陆林微微侧过一点身体 碰 武士尸体的肘部 重重装在陆林的右侧肋骨位置 只是 持刀武士如果活着的话 看到陆林的状态 一定会大吃一惊 陆林受到如此撞击 不仅没死 甚至连肋骨都没有断掉一根 就好像一个没事人一样 静静地看着持刀武士的尸体 在面前倒下 陆林尝出一口气 结束了 66 战后收获 飞刀密集 确认所有大风小队的人都死了后 陆林坐在地上尝出了一口气 虽然过程颇多波折 但好在结局还算不错 接下来 就是收获的时候了 陆林刚才隐隐听到 他们说要寻找红月帝雄 当时他没有关注这一点 现在想起来 却感觉有些不对 如果没记错地话 陆林所在地龙刀小队 执行的任务 就是在白银山 寻找即将生育幼崽的红月帝雄 并拍摄相关图片 这个任务听队长周深明说 是雇主指定他们接受的 难不成红月帝雄的消息泄露了 有另外一拨人 也对红月帝雄产生了寂觅之心 陆林不知道 他在死去的几人身上 寻找一些有价值的宝物 战刀 战剑有几把不错的 其中 李酬和那个持剑武师 他们用的战剑都是同一个系列 只不过 李酬用的是B级 另一位用的则是C级 战刀方面 最好的就是那个持刀武师 使用的C级合金战刀 只不过在刚才的战斗中 被陆林一刀劈断 显然是不能用了 其他几个武者使用的 都只是D级合金兵器而已 陆林一个人的话 不方便携带 No 安仔的声音响起 陆林忍不住笑了 虽然他只是 一个人在这里历练 但还有安仔的帮助 想要带点东西太方便了 陆林把极柄战刀 战剑用帐篷上撕下来的 防水布包了一下 放在安仔的背上 此外 还有那一把大杀器 九十 金属质感的大杀器仔细打量 越看越喜欢 没有男人不喜欢枪械的 陆林又在张宇的背包里 找到了三十发子弹 大杀器一个弹匣的容量 是十颗子弹 之前在遇到龙刀小队的时候 张宇开过三枪 刚才在攻击陆林的时候 他也开过两枪 只是陆林看了一下弹匣 里面竟然只有一发子弹了 想来那些是被用掉了 不过这三十一颗子弹 也足够陆林使用了 武器 枪械 找到这些最值钱的物品后 陆林又突然想起 战甲 之前任天给他的那一副轻甲 在前几天 为陆林挡了一枪 后来已经损毁 其他人不说 但李酬身上 肯定有好的战甲 陆林倒是不用亲自 去扒李酬身上的战甲 这样有价值的物品 已经被张宇三人整理出来了 B级合金战甲 重量比陆林之前 穿的那一套要重很多 差不多达到了一千公斤 防护力也是很不错 这一套轻甲 市场价至少在千万到两千万之间 而且数量有限 并不会让武士级人手一套 毕竟战甲耗费的材料更多 同样重量的合金 一套战甲 差不多能打造出 十把甚至更多的兵器 陆林在这里收拾得不亦乐乎 等他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统计了一番 惊讶地发现 这些物品的总价值 竟然有六千万左右 当然 陆林是按照市场价格估算的 如果是二手的话 价格可能要折半 不过 即便价值三千万 也很让陆林欣喜了 这还没有算那一柄大杀器 九十 都是成为部队的东西 也不知道大风小队的人 是怎么搞到这东西的 大部分的收获就是这些 此外还有两件比较特殊的物品 一件诱饵 跟陆林背包里的诱饵 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 看到两个包装都完全一样的诱饵 陆林陷入了沉思 他感觉自己 似乎是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虽然他无疑闯入其中 可现在 显然不可能让他如愿了 另一件物品 则是一本书 并不是什么功法 甚至 这是一门连品级都没有的基础武学 只不过 这一门基础武学 让陆林十分感兴趣 飞刀秘籍 简单明了的称呼 陆林大概翻了翻 书中的内容 就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些飞刀的历史 一些有名的使用飞刀的高手 并有些遗憾地说 因为灵力复苏的缘故 飞刀因为攻击力太低 对舞者和妖兽都没有作用 因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虽然遗憾 但在后面 这本秘籍的作者 还是用很大篇幅 介绍了一些飞刀的使用方法 用他的话说 就是不希望自己掌握的这一门记忆失传 检测到可学习功法 是否学习 一直默不作声的系统声音 响起 陆林愣了一下 随即选择了事 他刚才翻看秘籍前面的部分 系统都没有提示 主人 陆林 等级 高阶舞者 功法 千重呼吸法第四层 99999 100000 龙音精中 罩第三层 9999 10000 破天十三展 第四层 1099 100000 猛虎大力拳第四层 70W 100W 风牛大力拳第四层 700100000 凌云部第三层 9999 100000 蛇部第三层 万分之一 飞刀 点数不足 点数 五 七 陆林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高阶舞者的巅峰 并且 随着猛虎 大力拳的不断提升 他感觉自己距离初阶舞师的距离 也不远了 初阶舞师的要求是 30点气血之力 3万公斤的全力 陆林现在无法测试气血之力 但他的全力 已经达到了33000公斤 甚至还有超出 现在对于陆林 可是刷猛虎大力拳的好机会 在昨天战斗的那片树林中 可是有数量不少的金金虎 现在陆林随便斩杀石头 就能继续提升 以后 等到他等级足够高的话 即便有和他同等级的虎类妖兽 怕是也凑不出石头来了 千虫呼吸法和龙迎金钟罩 暂时都卡在了瓶颈上 这两天的时间 都没有继续提升了 陆林推测 是因为境界的原因 以他现在舞者高阶的境界 能提升到这个水平 已经不算低了 想要进入下一个境界 恐怕要等到他晋级武师了 两门步伐都是黄级 最高境界就是到第三层了 等回到东山市后 陆林准备找找看 有没有更高级的步伐了 风牛大力拳 先这么放着吧 看到哪一场串铃的熟练度要求 陆林暂时不做他想 刚学的飞刀密集 暂时还无法简化 可再不算什么事 陆林现在身上啥也不多 就是吆喝不少 发现可吸收能量 是否吸收 67 凌文许坤 在于红色小花 陆林身上其实妖合并不多 只有这两天打猎得到的 十几颗三阶四阶妖合而已 可是他手上不多 大风小队舞者手中可有不少 吸收后 陆林的简化点 一月达到了四万一千点 只是让陆林惊讶地势 在飞刀后面 还是显示点数不足 这不应该啊 飞刀密集 只是一本普通制极地武技 按照陆林的经验来看 简化这一本功法 需要的简化点 最多也就跟金钟照 和风牛大力全相当 怎么现在他都有四万多简化点了 还是如此显示 陆林询问系统 可系统却没有任何回复 好吧 既然暂时简化不了 那就算了 等会去金金湖那里 再多收集一些吧 陆林心中想着 他看了一眼地上第几具尸体 正好刚才两位武师挖好了大坑 陆林将他们一个个丢进去盖好土 自此 大风小队在这世上消失 只要陆林和安仔不说 恐怕没有人知道他们死在白银山地这一处草原之中 陆林向着金金虎群的位置走去的时候 在白银山深处 一个建造的充满科技感的房间内 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少年缓缓睁开眼 在他旁边 还有一位头发胡须斑白的老者 坤叔 现在那三十多只武者小队 都已经进来了吧 少年嘴唇吸动 可他的声音 却是从轮椅上的音箱中发出 是的 林少 三十六只小队全都给我打过电话 他们分别从三千零一十三亿零四百三十万 零九千三百三十一等前进基地 进入白银山 正在寻找红月帝雄的踪迹 老者穿着一身白色的糖装 满脸恭敬地说道 在看向林少的时候 他的严重 难言可惜的神色 林少名叫林文 乃是一位大人物的狄青子嗣 幼年时 林文天资聪颖 对任何舞蹈功法 武技都是一看就懂 一练就会 因此 林文很受那位大人物的喜爱 只是在十二岁的时候 林少与大人物外出历练 遭遇了寿潮 此后 少年的肌肉萎缩 时常昏昏欲睡 发展到后面 竟然连说话 吞咽食物都异常困难 大人物为此找了不少办法 可林天的身体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发地恶劣了 此后 大人物减少了对林文的关注 只是派坤叔在旁边伺候服侍 只是虽然变成了废人 但林文却没有放弃自己 这些年 他不断地博览古经书籍 终于找到了一种 可以治疗自身的办法 经过多年的布置 如今已经到了收尾的时候 很好 坤叔 那些后续的妖兽 都没有问题吧 林少放心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不过这些五者小队 进入白银山后 让个别的妖兽族群 减缘了一些 看到林文皱眉 坤叔赶忙说道 只是小部分损失而已 四阶兽降级以上的妖兽 都基本完好 不会影响您的规划 那就好 这些年辛苦坤叔了 等我这一次成功 绝对不会忘记 坤叔的辛苦付出 少年脸部的肌肉 都无法自如控制 他想要微笑 却根本做不到 好在坤叔跟随林文多年 对于林文的心性 十分了解 赶忙鞠躬 林少 我许坤 只想少爷变好 至于回报 我并不在意 林文摇摇头 想要说些什么 却突然一阵困意袭来 脑袋一歪 靠在轮椅上睡着了 许坤健壮叹一口气 推着林天返回卧室 No 还没有走到金金虎群那边 身边的安仔 突然急促地叫着 向远处跑开 陆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赶忙跟上 一路走了半个多小时 陆林和安仔 来到一处山崖之下 这下 不用安仔说 陆林都知道他的想法了 在山崖十米左右的高处 正长着已从鲜艳欲滴的 红色小花 安仔 你也太厉害了吧 隔着那么远都能找到 等一下 我马上去摘 陆林拍拍安仔的脖梗 安仔开心地叫了一声 这一处山崖上 少有方便落脚的地方 陆林看了好半天 从安仔背上解下 从大风小队 那得到的几柄战刀战剑 拿在手上 他向上跃起 用力将一柄战刀 插入到泥土之中 落下后 他又拿起一柄战剑 跃起后 脚踩在刚才那柄战刀的刀柄处 再次向上 将战剑也刺入泥土之中 这一片山崖 虽然没有石头 但质地还算坚硬 陆林稳妥起见 刺了三柄兵器后 才感觉可以够到那十米高的花丛 安仔 等着我 陆林后退几步 加速向上冲去 踩 跳 月 陆林如同一头敏捷的猿猴 在山崖上纵横跳跃 身形轻巧 安仔 结好了 陆林拔下一朵红色小花 扔到下方 安仔第一时间戒助 脚巴脚巴吞了下去 之前 安仔就已经达到了二阶极限 在陆林的帮助下 他才吃了五六朵红色小花 就趴在地上闭上眼睛 陆林知道 安仔应该是要晋级了 这个速度比起其他的铁骨牛要快很多 正常铁骨牛需要在出生一杠两年之后 才有可能达到二阶 想要达到三阶 最少也需要三年的时间 安仔只是一头幼崽 没想到这才几天时间 就从一阶提升到三阶了 这个晋升速度比起陆林都不算慢的 只不过 陆林还要修炼功法 可安仔只需要吃吃吃就可以了 这么一想 陆林觉得 好像安仔的资质比他还要强 人比牛 气死人 安仔既然在进阶了 那陆林也不给他向下扔了 上次采摘这些小花的时候 陆林就想 自己也能品尝一下 没想到 这才隔了一天就能遇到 将山上剩下的上百朵红色小花都 采摘下来 陆林直接从十米多高的山崖跳下去 他拿起一朵小花 看看上面还算干净 便直接放入口中 仔细地感受着小花的味道 没什么特别的味 只有一点轻微的麻痹感觉 不过很轻微 甚至比不上吃花椒 咽下去 顿时一股气血之力 从花朵上散发出来 陆林急忙按照 千重呼吸法的路线运转 片刻后 一朵花的药效被他吸收 陆林脸上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没想到 这么一朵小花 竟然能提供不少的气血之力 他感觉自己的气血 增长了差不多5%左右 而且 不只是气血的总量增加 就连身体容纳气血的极限 都仿佛提升了一些 68 气血提升 大秘密 要知道 陆林原本的气血 已经达到了高阶舞者的极限 只要再增加一些 就可以突破极限达到50境界 这也是陆林 着急去金金虎群那边提升的原因 不然等他实力再增加 就没法好系统的羊毛了 没想到 这红色小花 竟然还能提升身体 容纳气血的上限 这个效果 比起直接增加气血 还要牛逼得多 53个阶段的 气血要求 分别是30 60 90 只要达到标准 就是相应等阶地舞狮 如果陆林能多服用一些红色小花的话 那他就可以一直处于高阶舞者阶段 但气血却不断地增加 也许以后会成为气血90权力 超过9万公斤的高阶舞者 等等 这么想不对 在华国舞蹈协会规定 只要气血和权力达到标准 就自动晋级 但这个标准忽略了一个问题 武图晋级舞者 舞者晋级舞师 这每一次晋级并不仅仅是能量的增加 权力的提升 而是一种生命的进化 不断地突破 舞者本身的血肉 基因 大脑都会有更进一步的开发 这才是修炼的主要目的 那么 陆灵无论是处在什么阶段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他的身体 基因能不能不断地进化 这才是陆灵的目的 舞蹈境界的称呼 只不过是大家 约定俗成的一个标准而已 即便没有舞者舞师的称呼 只要实力能不断提升也可以 想明白这一点后 陆灵也不再纠结 舞者还是舞师了 采摘的红色小花 不一会就进到了陆灵的口中 他的气血不断提升 气血上线也随之增加 除了这个收获 陆灵感觉到 自己嘴也骂得厉害 不过为了提升 别说嘴骂了 就是他小兄弟发麻陆灵 都可以接受 安仔这时候 也练化吸收了红色小花中的药力 现在 他已经是一头三接的妖兽了 肉眼可见的 安仔的身材撞了一大圈 高度也到陆灵的头部了 这家伙往陆灵面前一站 陆灵都看不到前面的景物 安仔 你这长得也太快了 走吧 咱们抓紧时间 出发金虎灵 陆灵给金金虎群盘踞的树林起的名字 他准备将自己的力量提升到极限后 就返回东山市 至于这白银山的问题 他是一点都不想参与进去 刚走出一段距离 陆灵就听到 有些异常的响动 黄梨哥 陆灵下意识地呼唤一声 不过他却没敢提高声音 他不仅看到了黄梨 还看到了白薇 小五 小藏 他们四个被人用绳索捆着 眼中带着麻木 一步步地向前走去 被捆腹的人 不只是黄礼几人 还有更多陆灵不认识的舞者 舞师 只是所有人的表情都一样 他们神色木然 仿佛看不到周围的景象一般 在一队穿着黑衣的舞者的看守下 一步步地走着 也不知道要去往什么地方 陆灵失意安在安静下来 他小心地在后面跟了一段 可那些黑衣舞者路上 没有一句话交谈 被捆腹的舞者更没有 跟了许久 陆灵也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目的 这下麻烦了 陆灵在龙刀小队 虽然时间不长 但队伍中 从队长周申明到任天 到大尾小尾 再到黄黎 李末 所有人对陆灵都十分照顾 即便是没有见过面帝王炎 都给陆灵送了一套A级战甲 救了陆灵一命 这也是为什么 陆灵要在白衣山中 找到大风小队 大家报仇的原因 现在看着黄黎 就在自己眼皮子下面 被人带走 陆灵说 不着急是不可能的 只是 他现在就一个人 想要对付那一队黑衣舞者 还是十分困难 稍有不慎 就会入入围攻之中 到时候不但救不了人 说不得连自己也要搭进去 黑衣舞者 还在押送着黄黎等人向前走去 陆灵一时间没有办法解救 只能跟着一路前行 过了一会 安仔也从后面跟来 陆灵小心地跟他说 让安仔在附近小心一点 看到有人就躲起来 他要去救人 安仔听了直摇头 轻声叫着表示自己 也要帮忙 好吧好吧 你先不要急 等我先去打探一下情况 如果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肯定不会丢下你 听话 安仔 陆灵劝说了好久 安仔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他默默地转身离开 一步三回头 看得陆灵心中都有些不忍 差点把安仔喊回来 只是他知道 这些黑衣舞者 肯定有大命令 他们要驱赶舞者去的地方 也一定守卫森严 安仔的块头这么大 怕是刚一去 就会被人发现 强忍着心中的不舍 陆灵捏手捏脚地 跟在队伍后面 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时间 来到一处石山之前 这一下 不用问人 陆灵都能看出来 这就是黑衣舞者的老巢了 在石山下 有一扇平推的金属大门 在大门外还有一些伪装 放着树枝和一些石块 如果让陆灵自己找 恐怕还真不容易找到 大门开启 队伍进入 随后大门关上 看起来就跟从来没有动过一般 陆灵也不敢靠近 只能隔着老远观察着 在他走出两公里后 竟然又看到了一扇类似的大门 只不过不知道因为什么 这一扇大门的伪装掉落下很多 不然陆灵也发现不了 陆灵猜测 但是有人把山体给凿空了 在大山内建造了一处基地 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手笔 他们抓捕这么多舞者干什么 不对 陆灵突然眼睛一眯 他看到不远处 又走来一对舞者 这一次 他们押送的不是舞者了 而是一头头妖兽 这些妖兽 也跟刚才的黄黎白尾等人一样 眼神空洞 只知道一步步的走路 不会反抗 陆灵心中大吃一惊 他知道 这山里肯定有秘密 绝对是大秘密 这等秘密 不是他一个普通的小舞者可以参与的 只是 黄黎阁海里面 白尾三人也在里面 如果明知道他们遇险 却不去救的话 陆灵估计 自己一辈子也无法原谅自己 对了 陆灵突然想到 白尾是武安局的人 如果自己这个时候 给武安局打个电话 说不定武安局就会派人过来救援 就这么办 69 行踪暴露 五万公斤权力 舞者在野外生存 有很多是必需品 武器 战甲 车辆 食物 药品 但除了这些外 还有一个就是卫星电话 因为灵气复苏的缘故 普通的通讯基站 无法建造在荒野之中 想要跟荒野中 第五者通话 必须要使用卫星电话 陆灵在大风小队的 李仇身上 得到了一部卫星电话 之所以一直没用 是因为他不知道 周深明等人的号码 即便有卫星电话 也不知道打给谁 不过现在好了 白尾三人被捆住 他可以 直接拨武安局的号码 110 电话瞬间接通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 陆灵 你好 我现在在白银山深处 这里有三位武安局的成员 被一伙人抓捕 我在旁边看到 请你们速度 派人前来救援 客服 好的 您的需求 我们已经记录 请问 您的位置 就是在卫星电话定位的位置吗 陆灵 是的 而且 这一伙人抓了大量 在白银山的武者 武师 还有妖兽 所有人都是眼神空洞 仿佛被抽走了魂魄一样的 客服 好的 您的需求 我已经记录下来 稍后会向上反馈 武安局会尽快排除人手调查情况的 陆灵听了大吉 这个时候 明知道有一伙人在白银山抓人 那边竟然还要派人过来 这不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吗 别 你们小部分的派人 还是会被对方抓起来的 要派大部队 大部队啊 客服 先生请不要着急 这个事情 并非是由我能够决定的 我会将您的意见记录下来 向上反馈的 陆灵无奈地叹气 他也知道 自己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无法左右大人物的心思 好吧 那就这么说吧 异性阑珊地挂断电话 陆灵明白 这一次 他只能靠自己了 不过 只凭他现在的实力 他还不能一个人 孤身闯入救援 提升实力 对 必须要去金虎林 多杀一些金金虎 再捡一些妖和 将自身强化到极限 才能面对接下来的危险 陆灵缓缓后退 然后快步向着 金虎林的方向跑去 他不知道 在石山上的一个窗口 一位老者发现了他的踪迹 许坤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好小子 够大胆的 若是在平时看到 老夫说不得要提谢你一番 可现在 少爷的事 不容有一丝差错 可惜了 许坤感叹一声 摇着头 拿起对讲机 三队 四队 五队 寿门外有舞者窥探基地 抓到他 三队收到 四队收到 五队收到 对讲机中 传来三个队伍的回应 许坤看向陆灵 逐渐消失的背影 默默地长叹一声 一切都是 为了少爷 陆灵快步行进 走出老远后 就听到 一阵阵熟悉的牛叫声 安仔 陆灵惊喜不已 安仔这一次十分听话 没有乱跑 但他正好出现在陆灵附近 这可大大的节约了陆灵的时间 猛 安仔看到陆灵也兴奋起来 跳着就要过来 只不过陆灵一看他那体型 赶忙躲开到一边 安仔 别玩了 我们要尽快赶到金虎林那里 安仔看到陆灵面色严肃 也连忙收起自己忧怨的小情绪 等陆灵坐到背上 安仔撒腿狂奔 不得不说 在这荒野中 妖兽的适应性 真的要比人类强很多 这一段路程 如果让陆灵走的话 怕是要走四至五个小时 可在安仔的帮助下 他竟然一个小时就到了 安仔的到来 惊动了金虎林的不少金金虎 不过 这些金金虎 只是有些骚动而已 并未攻击 这肯定 又是那个基地的人搞的鬼 之前陆灵心中就有些疑惑 在那晚白头狼夜袭的时候 狼群是全员上阵 兵对兵 将对将 可是遇到金金虎的那天 却只有一些三阶 四阶的金金虎攻击 在他们后面的那些五阶 六阶的金金虎 就仿佛没有看到一样 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一下 全都解释清楚了 石山基地内的人 肯定对这些金金虎做了什么 不过 这也正好方便了陆灵 不然真让他一个人 对付这么多金金虎的话 陆灵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安仔 你在旁边等我 切记 知道吗 猛虎大力拳想要提升 就必须要陆灵杀死同级 或者比他高级的虎类妖兽 如果有人帮忙的话 陆灵就白杀了 安仔点点头 陆灵也不多说 提着战刀就冲了上去 这一次 他手中的战刀换成了B级 斩杀的效率 比之前要快太多了 不一会 他的猛虎大力拳就晋升了 猛虎大力拳 01000W 同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 突然出现在陆灵身上 第五层的猛虎大力拳 为陆灵增加了2万公斤的权力 这样的力量 比起陆灵现在的力量 都占据一半以上 正在这时 一头金金虎跃起 虎口张开 咬向陆灵左边的手臂 陆灵正在感悟力量 来不及挥刀了 只能用左手格挡一下 没想到 这只是情急之下的格挡而已 那头金金虎 竟然好像一只箭矢 飞了出去 陆灵自己都惊呆了 这就是他现在的力量 实在是太强了 以陆灵现在的力量 即便不用破天十三斩的境界 都可以发挥出5万公斤的距离 这都接近中阶武师的权力 如果用出来 该有多强 陆灵不知道 但这些金金虎知道 陆灵大叫一声 手持战刀左右劈砍 一头五阶的金金虎都 被陆灵轻松一刀消首 哈哈 痛快 陆灵大叫一声 兴奋不已 这才是战斗 在斩杀了几头围攻的金金虎后 陆灵身边 竟然一头金金虎都没有了 他转头一看 所有金金虎都后退离开他十多米之外 眼神畏惧地看着陆灵 这是 把金金虎群杀怕了 这时 虎群突然空出一条路 一头跟安仔差不多体型的金金虎 缓步走出来 他高昂着头颅 金黄色的眼睛中 带有一丝不屑和冷漠 他没有大吼大叫 只是一步步地走出来 陆灵就能感受到 他身上所携带的 那巨大的压迫感 而且 这一头金金虎身上 竟然在散发出一片金黄色的光芒 这是一头融合了灵力元素的金金虎王 其实 元素掌握 战虎王 这头金金虎王的实力达到了六阶巅峰 只差一步就可以突破到兽王境界 也就是七阶妖兽 他身上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这代表他 对于元素的掌握非常熟练 对于元素 陆灵在来到白银山的几天时间里 已经见到过好几次了 白头狼王在攻击周身明的时候 使用过银白色地光芒 这是光属性的元素 在与大风小队的持刀武士战斗时 对方在生死关头 也领悟到了风元素的力量 现在 面前的这头金金虎王 是一头掌握了金属性元素的强大妖兽 陆灵咽了一口口水 下意识地后退半步 做出防御的姿势 五 虎王低声乌液一声 显然是看出了陆灵内心的警惕 脸上露出了人性化的不屑表情 该死 竟然被一个畜生给鄙视了 等打死你 把你烤了点案再吃 陆灵心里恶狠狠地嘀咕一句 刷 就在这时 他的眼前被一片金黄色的光芒笼罩 刺眼 陆灵刚要用手遮挡光线 突然反应过来 他用起舌部 一个闪身离开 碰 刚才站立的地方 发出一阵轰鸣 一头威猛的金金虎王手挺立 他似乎是意外 自己的突然袭击 竟然被陆灵避开了 虎王微微眯起眼睛 眼前这个人类 似乎值得他花费一些力气 好好地跟他玩玩了 吼 虎王猛地大吼一声 他的声音狂暴 肆虐 恐怖的音波 一道道地冲向陆灵 这音波 竟然肉眼可见 糟了 陆灵心中暗叹一声 不断地向后退去 只是 他才刚退出十多米的距离 就不得不停下来 后方两米处 就是十几头四街金金虎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过来围成一圈 挡住了陆灵的去路 看着他们的王 如何玩这场游戏 音波传来 陆灵不得不捂住耳朵 只是他还有一只手 拿着战刀 右边的耳朵 仿佛聋了一般 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 该死 陆灵怒骂一声 这个时候 显然他已经陷入绝境 如果不想死的话 他就必须要反抗了 只是这虎王才出了两招 就让他无从抵挡 接下来的战斗 危险了 扑 虎王四足用力地蹬在地上 虎扑而起 他竟然一跃跃过了 十多米的距离 来到陆灵头顶 不可硬抗 陆灵一个前滚翻 从草地上离开 躲过了这必杀一击 只是还没有等他站起身 虎王落地后 就是一边甩来 陆灵大惊 这哪是什么鞭子 分明是比普通的木棍 还要坚硬的虎尾 这一下 陆灵是真的躲不过了 他咬着牙抬起左臂 准备硬扛下来 碰 一声巨响 陆灵被虎尾砸的身形 向下一顿 但虎王也不好受 这一次格挡 陆灵竟然意外激发了 龙宁经中照的反阵效果 这是在陆灵修炼到经中照第三层的时候出现的特效 经过融合后 陆灵已经很久没有激发过了 没想到在这危机时刻 反正效果再次出现 与陆灵手臂接触的虎尾位置 竟然直接爆裂开来 露出了皮毛包裹下的骨骼 呃 这点痛楚 对虎王来说不算什么 只是 他很意外 眼前这个弱小的人类 竟然还能让他受伤 虎王收回虎尾 这一次 他没有立即攻击 而是转过身来 慎重地看着陆灵 现在 陆灵有资格 成为他的猎物了 陆灵快速站起 盯着虎王的动作的同时 他感受左臂的情况 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 骨头没断 皮都没破 龙银金中照 这一次 可是救了他一命 关键是 受到这一次重击 龙银金中照 竟然直接突破了第三层的极限 直接进入到了第四层 这一下 更让陆灵信心满满 龙银金中照的防护能力更强了 那么虎王的很大一部分攻击 他都可以免疫了 杀 虎王不动 陆灵却抱吼一声 手中的B级战刀 自上而下 披向虎王的眼睛 破天十三斩 第四重 五倍增幅 刀锋凶猛 虎王都不敢小看 他身形敏捷地 向侧方一跃 冲着陆灵大吼一声 吼 谁知 陆灵这一招 根本就是为了让虎王躲避 向左 或者向右 这一次 陆灵赌对了 刀是从竖劈变成横扫 直指虎王的眼睛 吼 这一下 虎王彻底愤怒了 他没想到 陆灵竟然能预估出自己的位置来 这一下 他不硬抗也不行了 尽可能地偏过硕大的头颅 陆灵的这一刀 直接扫在了虎王的左肩 吼 虎王痛得一跃而起 他感觉到 自己的左肩 应该是被陆灵斩断了 这样的伤势 却没有让虎王退缩 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凶性 虎王双目瞪大 身形因为疼痛匍匐下来 等到陆灵刀是用老 虎王找准机会 一跃而起 这一扑 当真撑得上又快又猛 而且 为了防止陆灵会攻击他相对脆弱的口部 虎王没有张开大嘴 而是伸出右侧的利爪 陆灵没想到 虎王受伤之下 还能如此凶悍 当下措手不及 不过他并未选择硬抗 而是借着虎王的扑式 向后倒去 并不是完全倒下 陆灵以右脚为轴 整个人竟然转了一圈 以差之毫厘的距离 躲过了虎王这必杀的一击 虎王一击扑空 刚要转身继续攻击 这时陆灵却不会给他机会了 杀 毕级战刀在空中闪过一道残影 迅速地砍在虎王受伤的左肩上 哦 呜 虎王疼得忍不住大声吼叫 因为痛苦 他甚至直接向着右侧倒下 陆灵见状更是得势不饶人 杀 就在虎王落地的这短暂的时间内 陆灵竟然连续挥出三刀 刀刀砍在虎王的左肩处 呃 哼 虎王痛得已经快要失去意识了 他感觉到自己的左肩 以及左前腿彻底离自己远去了 巨大的杂乱的伤口处 露出虎王体内鲜红的血肉 鲜血好像不要钱的一样 喷涌出 陆灵知道 这一战是自己赢了 虽然虎王还没有死去 但是 他已经失去了行动力 无法行动的虎王 即便再强又能 卧槽 你特么不讲武德啊 七十一 十万简化点 五十万公斤全力 陆灵惊讶地大叫一声 气得 差点从地上跳起来 这虎王 知道自己不行了 立马吼声连连 陆灵本来还以为 他是在痛得大叫 没想到 这浓眉大眼的家伙 竟然是在喊兄弟们 我不行了 大伙并肩子上 不讲武德 夭兽之耻 呸 不要脸 陆灵气急败坏地叫骂着 可他只能运转舌部 在一头头金金虎的攻击中穿梭 闪躲 也就是 舌部达到了第三层 不然这一次 陆灵绝对没有幸免的可能 不断地移动 不断地砍杀 陆灵现在力量提升 本身具有五万多公斤的力量 即便只用破天十三斩的 第一层第二层的增幅 都可以发出 接近高阶武士的战斗力 眼下的场面 虽然看起来凶险 但陆灵却是一刀一个 只要砍中 就没有一头金金虎可以幸免 再加上他的龙鹰金钟罩 晋级到第四层 对于四阶金金虎的攻击 都可以抵挡大半了 这才是理想的战斗场景 有一点危险 但又不是致命危机 趁着这个机会 陆灵甚至还研究起 舌部在实战中的运用 之前他把舌部都是当作突袭的手段 但实际上 舌部擅长的是 小范围的辗转腾挪 陆灵之前 查过关于舌部的信息 据说 一位武王级高手 凭着满级的舌部 在一次兽巢中 竟然没有受到一点攻击 斩杀了数以万计的妖兽 自身却连衣服 都没有沾到血迹 陆灵的舌部 虽然达到了第三层 但毕竟是系统 直接灌输到脑海中 想要发挥出更强的水平 还需要陆灵自己不断地学习 总结 让这些经验 真的变成自己的 一时间 金虎林中陆灵不断斩杀 不计其数的金金虎 向着他扑来 又以极快的速度死去 转眼间 天边出现了一丝亮光 陆灵微笑着 看着面前 已经不剩多少的金金虎 好了 感谢你们陪我练习这么久 以后有机会 我会感谢你们的付出的 现在 都给我死吧 陆灵说着 脚下频繁动作 身影如同疑形幻影一般 在剩下的十多头金金虎之中穿梭 等陆灵的身影再次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金金虎都已经死亡 血流如注 血腥味弥漫开来 金虎林中 仿若修罗场 陆灵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一晚连续的攻击 他也十分疲惫 不过现在并不是休息的时候 避免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 被人偷走 陆灵抓紧时间 从虎群的尸体中掏腰盒 这些腰盒中 最值钱的 应该就是六阶虎王的 那一颗带着淡淡金色的腰盒了 也许这东西 还会有点什么用处 陆灵小心翼翼地 将他跟白头狼王的那颗 散发白色光芒的腰盒放在一起 这两样 拿回到东山市中 肯定能卖个大价钱 到时候回去了 给老爸老妈买一辆小车 给陆琪也买点好东西 那小子一直想要一个 全息投影的手表 以前听到这请求的时候 陆灵只能给他一个脑瓜崩 不过现在 陆灵觉得 一个百万级别的3D投影手表 并不算太贵 检测到可吸收能量 是否吸收 吸收 全部吸收 将所有的腰盒都吸收后 陆灵的简化点再次暴涨 10万02055 七点简化点 首次突破10万 好在这时 飞刀后面的点数不足 也改变为可简化 陆灵大喜之下 直接点了一下 可是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他瞠目结舌 暗恨自己手剑 只见10万点简化点 竟然如同流水一般 小事不见 只剩下2055 七点 这不是开玩笑吧 陆灵揉了揉眼睛 生怕自己看错了 可他反复确认几遍 他的10万简化点 竟然真的消失了 同时 一股信息流入陆灵脑海中 飞刀的100种激发方式 增加飞行速度 空中控制转向 一柄飞刀攻击多个敌人 一个个匪夷所思的投掷方式 看得陆灵眼花缭乱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陆灵在整理脑海中的惊艳的时候 惊讶地发现 这一门飞刀密集 竟然是地级攻法 第一层需要的简化点 就需要足足1000点 这是什么情况 陆灵摸着脑袋 搞不清楚原因 不过 能够被列为地级攻法 那代表着是陆灵的飞刀 是可以作为气血武技来使用的 以后对战敌人或者妖兽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飞刀来远程攻击 同时也能在战斗中 出其不意地偷袭射出飞刀 此外 简化后增加熟练度的方式 也确实简单 只要陆灵投掷任何东西 都可以获得熟练度的增加 陆灵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石子 随意地在手里抛来抛去 果然 眼前的飞刀熟练度 就一点一点地增加起来 这下陆灵开心了 第一层要1000点熟练度 多吗 不多 以他的速度 估摸着有一两个小时就足够升级了 以后熟练度增加也没有关系 就当找了个新的玩具 随时拿在手里玩玩呗 飞刀密集 虽然让陆灵损失了10万简化点 心疼得不行 但相比一门地级攻法 10万简化点就不值一提了 只要陆灵还在白银山内 简化点总是不会缺少的 值了 这一次战斗完全值了 不止如此 陆灵的猛虎大力拳也再次提升了三层 第五层增加5万公斤权力 第六层增加10万公斤权力 第七层增加30万公斤权力 陆灵原本就有53000公斤的力量 这么一番叠加下来 他的力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50万公斤 这个数值 几乎可以比肩到中阶五王级的强者了 强大 强大的恐怖 强大的离谱 刚才在战斗的时候 陆灵感受还并不算真切 可此刻 他感觉自己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根骨骼 都在跟陆灵发出同样的需求 哦 好在面前有数十头金金虎的尸体 陆灵处理起来一点都不费事 不一会 闻到肉香味的安仔 也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看到陆灵安然地在那里烤肉 安仔惊喜地大叫一声 快不向他跑来 见到安仔 陆灵也很欣喜 他下意识地一把抱住安仔 给他来了一个举高高 摸 摸 摸 在空中 安仔惊慌地大叫个不停 这应该是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被人举高高 可体验却并不是那么美好 72 黑衣舞者抵达 迷魂烟 就在陆灵和安仔 安安心心地吃着烤肉的时候 在距离金虎林 还有十多公里的位置 数十位黑衣舞者也停下脚步 41 快到了吧 嗯 31 你这性格就是着急 我能不急吗 那小子是坤叔点名要地 没想到一晚上的时间 竟然跑了这么远 害得我们兄弟都没得休息 你没有休息 我们不也没有休息吗 早点完成任务 才是正事 31撇撇嘴 不再理会41了 在灵文和坤叔的基地中 除了他们两人 其他人彼此之间都以代号称呼 无者小队第一号 11号 21号 31号诸如此类的 都是小队队长 其他的序号 则是小队内的普通成员 好了 你们两个少说几句 那小子能在夜色中跑这么远 还没有受到什么妖狩的攻击 应该是有秘密 不然 坤叔也不会专门点名 让我们抓他了 说话的是51 三位队长中 51的实力最强 他一开口 其他两人自然不会再说什么 走吧 猎狗说快到 那小子就在前面 已经好久没有移动过了 他的鼻子不会有问题的 51手里牵着一条看样子 就知道性格凶狠的猎狗 他嘴中满是尖锐的獠牙 口水不停地从嘴中滴落 不仅是51 第五小队的其他人 也是人手 一只猎狗 这猎狗虽然性情凶猛 但在荒野并没有什么存在感 原因就是 他们整个族群 都只是普通的野兽 不知道什么原因 无法炼化气血之力 不过虽然如此 但猎狗的鼻子 却十分灵敏 即便隔着几十公里 也能闻到血腥味 刚才陆林在金虎林中 大杀特杀 浓烈的血腥味道飘来 给猎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走吧 三十一和四十一 一起答应一声 带着手下继续向前走去 十公里的路程并不算很远 以舞者的身体素质 不到二十分钟 他们就来到金虎林外 眼看着陆林和安仔 轻松地在那里烧烤虎肉 三个小队的舞者都气坏了 他们一晚上的时间 都在心情跋涉 不断地追踪陆林的踪迹 他们一路上都不敢休息 别说吃烤肉了 连水都没有怎么喝 更别说坐下来休息一下了 因为猎狗的鼻子虽然敏锐 但也只是对血腥味比较敏感 陆林一路上没有战斗 猎狗时不时地 就会丢掉陆林的足迹 转头去了其他地方 这也让三个小队 跑了不少冤枉路 三十一 四十一 你们俩在东南侧和西南侧包围过去 尽快调整设备 准备释放迷魂烟 我带第五小队在这边 如果这小子没有反应 我会带队亲自截杀 五十一远远地感应了一番陆林的气血 也不过是高阶舞者的范畴而已 即便直接上去厮杀 他们三个小队也能生情陆林 只不过 任务是基地下达的 命却是自己的 执行任务的时候 任务必须完成 但命也绝对要保住 不能因为对方弱小 就小看 然后傻乎乎地冲上去 这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石山基地 所有的舞者小队 都有这样的想法 这也是他们每一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自身还是灵山王的秘诀 是 三十一和四十一两人答应一声 带着手下绕路前进 他们的队伍中有四个人 是专门负重背负设备和迷魂烟的 至于第五小队 则是原地休息 调整状态 等两个队长各自挥舞旗帜传送消息的时候 五十一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又是一次平平无奇的人物 没有半分波澜 五十一让身边的手下挥动旗帜 让第三第四小队 开始释放迷魂烟 迷魂烟是石山基地密传的一种药物 只要点燃后就会散发出一道道无形无色的烟雾 烟雾一旦被舞者吸入 反应差的人直接就会昏迷 精神抑制强一些的也会头晕脑胀 如果不快速脱离的话 很快就会丧失意识 只有基本的本能 之前陆林看到的黄黎和白尾等人 被黑衣舞者绑着手连成一串 却不会反抗 就是因为中了迷魂烟的毒素 现在陆林和安仔本身就在烤肉 一些烟雾弥漫过来的话 他根本不可能察觉到异常 而等他发现问题的时候 到时候怕是已经晚了 只是三个黑衣舞者小队的队长 万万想不到 在陆林闻到迷魂烟的第一时间 就感觉到不对 安仔 你有没有闻到奇怪的味道 安仔拼命地点头 他的实力才刚刚达到三接妖兽的水平 对这迷魂烟的抵抗太差了 而且安仔才出生不久 精神抑制基本可以忽略 看到安仔确认 陆林也知道必然是有人靠近他们 准备通过这烟雾来迷晕 或者控制他们 突然 陆林想到了那些 被黑衣舞者押送的自由舞者 这烟雾的作用 该不会就是让他 也变成那样的情况吧 面对在凶狠的妖兽陆林 都敢冲上去 可遇到这种事 陆林心里难免有些紧张 就在这时 嘴里还嚼着一块虎肉的安仔 突然倒在地上 安仔 安仔 陆林呼唤着 可安仔没有半点动静 这烟雾的效果 竟然这么快就发挥出来了 只是 为什么陆林感觉自己 好像没有什么异常 难道是吸入的量太少了 陆林站起身 四处查看 可四周树影婆娑 他也没有看到 哪里有人躲藏着 远处观看的五十一脸上 露出冷漠的笑容 论起放迷魂烟 他们都是专业的 岂会这么轻易地被陆林找到 只是 这小子实力不错呀 吸入这么多迷魂烟了 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体质强大 也许这就是坤叔点名 要抓这个小子的原因吧 五十一心里想着 陆林这时却是蹲了下来 不管为什么 他本人没有受到烟雾的影响 但周围肯定是有人等着抓他 而且 这些人的实力并不强大 陆林想要逃走 是非常轻松的 甚至 陆林想要杀死他们 也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拥有五十万公斤力量的陆林 在五王之下 对上任何对手 都可以轻松横扫 只是 陆林思考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 七十三 演戏 躺在担架上的晋升 陆林想到 他的目标是进入石山基地 解救黄礼等人 那么也不一定非要打进去不可 貌似可以找个办法 让他们主动将自己带进去 而眼下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陆林思索了一瞬 便做出决定 他假装重心不稳 一下摔倒在地上 躺在地上的时候 陆林双眼望天 眼神空洞 无神 那模样看起来 就好像已经中毒的武者一样 在陆林倒下后半小时 他才听到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缓缓靠近 是一个浑身黑衣的舞者 他走过来 仔细地看着陆林递状态 先是用力踢了陆林一脚 陆林完全放弃了身体的抵抗 不过 这人只是一个普通的高阶舞者而已 这一脚 也不过给龙音金钟罩 增加了一点熟练度 嗯 不能更多了 看到陆林没有反应 这人又蹲下来 用手掐了掐陆林的脸部 掀开他的眼皮 陆林对此都听之认知 只要对方不攻击伤害他 他就尽可能地伪装下去 似乎是确认好了 这人站起来 冲着远处招招手 很快 三队和四队的舞者 都围了过来 你们几个 把他双手捆上 我们往回走 是 几个舞者答应一声 用麻绳将陆林捆住 这可不是普通的麻绳 而是用某种藤蔓植物的藤 混合了妖兽的兽精 里面还掺杂了些合金丝 论起坚韧程度 即便是拥有九万公斤权力的 高阶舞师 都无法从这麻绳中挣脱出来 队长 这边还有一头牛 是不是也要一起带回去 有人指着安仔问道 他们刚才都看到了 安仔蹲坐在陆林身边 跟他一起吃烤肉 啪 三十一巴掌 打在问话的那人脑袋上 你科么傻呀 坤叔是让咱们带这小子回去 你带回去一头铁骨牛干啥 脑残 被打的舞者不敢吭声 本来他还想问问 散落在旁边的那些装备 要不要带呢 这一下 队长让干啥就干啥吧 走吧 三十一一招手 几个黑衣舞者 就上来拉着捆绑陆林的绳索 准备出发 等一下 这时 五十一从远处走过来 他看着三队四队的队长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你们俩能有点脑子吗 咱们来这里 就花了七八个小时 回去还要这么带他走 多回才能回到基地 三十一和四十一两人都站在原地 不知道五十一说的这话 是什么意思 真是服了你们了 凭你们这智商 怎么能成为武师的 五十一摇着头 满脸嫌弃的表情 五队的人 做个担架 等会抬着这小子回基地 是 五队的舞者 对于队长的命令立刻执行 他们砍下两节坚硬的树干 然后用绳索 在中间做成一个床铺的形状 很快 一副检疫担架就做好了 这担架 自然没法跟医院里 救治病人的担架媲美 但陆林只是他们的任务目标而已 就别要求那么多了 队长 这小子还挺沉 两个搬运陆林的队员吐槽一句 他们自然不知道 陆林的肉身力量 已经达到五十万公斤 这样强大的力量 自然不可能凭空出现 陆林的肌肉骨骼密度 都大幅度增加 现在他的体重 即便没有五千斤 也有两千斤 两个普通的舞者搬运起陆林 确实算不上轻松 行了 出发吧 五十一没有理会两人 让他们抬着陆林 向石山基地前进 还别说 这样不需要陆林一点点 慢慢移动的方式 确实加快了不少速度 除了两个台单架的 叫苦不迭外 其他人都开心不已 在返回的路上 他们之间 也彼此交流一些基地内的事 陆林听了一会 大概知道 这石山基地 已经建成了五六年的时间 他们这些人 都是从某个大人物的手下 调动过来的私人武装 这几年的时间 一直在这白银山脉之中 帮助少爷和坤叔布置 捕猎妖兽 抓捕来此 执行任务的自由舞者 因为一直做的算是比较隐蔽 也就没有什么人发现 不过前段时间 他们控制的妖兽 在白银山中出现了暴动 差点脱离掌控 这让坤叔下决心 尽快完成这一次的任务 也正是因为上一次的妖兽洞 乱 导致在白银山历练的 舞者死亡大增 这一消息 被附近十多个城市的武安局知道 派遣了不少力量进入调查 大体有价值的内容 就只有这么一些 其他的 就是他们各自怀念之前的生活 在国外的生涯 嘻嘻哈哈的 没有一点营养 陆琳听着听着 也就觉得没意思 困境上来了 从昨天到现在 陆琳已经一天多的时间 没有睡觉了 现在躺在这担架上 晃晃悠悠的 让他忍不住睡着了 好在陆琳的状态 也没有人关注 不然肯定会被发现他的状态 不过 就在快到石山基地的时候 陆琳清醒过来 这并非是他主动清醒 而是体内气血涌动 陆琳不行也不行了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就是睡了一觉而已 竟然就要进急了 之前在金虎林中疯狂杀戮 他的猛虎大力拳提升了两层 因为力量提升 会带动身体素质的提升 身体素质变强 气血之力自然就会增长 只不过是因为之前 陆琳太累了 身体提升后 并没有快速刺激气血生长 结果陆琳早上 吃了一顿金金虎的烤肉 又安逸舒适地 在担架上睡了一觉 体内气血循环 收到千重呼吸法的作用 不断提升 这一下竟然要进急了 只是 陆琳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他还在这些人的担架上躺着呢 难道就这样进升 也太荒谬了吧 队长 队长 这小子要进急了 抬着陆琳的两个黑衣舞者 也感应到他身上的气血波动 刚才一路上都没有注意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躺担架上面进升 这真是极为罕见 他们抓捕了那么多舞者 也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状况 啥 31 41 51 三人都齐齐停下了脚步 他们示意队伍停下脚步 来到陆琳面前 气血汹涌澎湃 看样子 这小子 好像是要进急舞狮啊 三人对视一眼 一时间都感觉不知道该从何处吐槽了 74 进急出街舞狮 抵达石山基地 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认知 被陆琳现在的情况给颠覆了 他们进升的时候 哪个不是小心翼翼 提前感应到 气血达到极限 然后准备闭关的房间 在没有人打扰的环境下 小心谨慎地进升 如果是一些人 甚至还会在身边准备各种丹药 气血丹 通麦丹 护葬丹等等 确保在进急过程中 即便出现问题 也能妥善处理 只是眼前 这让他们追击了一晚上的小子 竟然就这么躺在担架上净声了 队长 这怎么办 不怎么办 继续走 五十一黑着脸说道 他也不理会手下人的想法 继续向前走去 两个抬着陆琳的舞者 看到三位队长带人继续前进 对视一眼 只能抬着陆琳跟上去 呼 陆琳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见到这些人不会伤害他 陆琳也沉下心疏离体内的气血之力 之前陆琳的气血就已经无限接近三十点 这是初阶五十的水平 现在力量暴增后 陆琳的气血之力 终于冲破了三十点的瓶颈 不过 在修炼千重呼吸法的时候 最好是穿戴着一身负重设备 这样可以让体内的气血感受到压力 运转的速度更快 只是现在这个情况 别说负重装备了 能安全顺利的晋升 就已经算是这些黑衣人有良心了 陆琳也不能要求太多 噗 陆琳的气血在体内运转一圈 感受着更加纯粹精华的气血之力 陆琳心中欣喜不已 努力了这么久 终于晋级到五十级 而且 他之前在金虎林中 疯狂提升了猛虎大力拳 力量也提升到中阶五王的水平 短时间内 他的力量是足够用了 通过这样的办法 进入石山基地 陆琳感觉自己 真的是走了一步妙棋 此刻 三个黑衣舞者小队带着陆琳 穿过石山基地的大门 陆琳睁开眼 偷偷地看了一下那大门的厚度 都忍不住暗暗扎折 这大门通体 由合金铸造而成 厚度足有六十厘米 别说是他之前的力量 就是现在达到五十万公斤的权力 估计一时半会 都打不开这厚重的大门 可现在 他轻轻松松进入不说 还是让人抬着进来的 你们两个 将这小子丢到十二号仓库 我先去找坤叔 其他人各自解散 是 众人答应一声 随即陆琳就被两个舞者 抬到了十二号仓库 说是仓库 其实更像是监牢 里面关押着他们 从白银山各处捕获抓来的舞者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这些人全都面目呆滞 眼神空洞地坐在地上 远远看去 就好像是一群丧尸在开会一样 进去吧你 两个抬陆琳的舞者 一把将担架向左侧掀翻 这一路上 他们两人都快累死了 结果这小子睡得舒舒服服不说 还特么地晋急了一次 真是气死个人 这时候正好可以在他身上撒撒气 陆琳碰的一声 落在金属地面上 砸的脸都变形了 看到这一副惨样 两个黑衣舞者 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 将十二号仓库房门锁上 两人说说笑笑地离开 陆琳这才稍微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 他像其他中毒的舞者一样坐起来 四处打量着 这十二号仓库之中的舞者 陆琳之前都没有见过 视线搜寻了一圈后 他也没有看到 黄黎和白尾几人的位置 想来应该是在其他地方观着 待在这里 陆琳一时半会 也不需要考虑怎么出去 他在路上就听那些舞者说 没有几天 他们的最终计划就要开始实施 到时候 这些被抓来的舞者 都要派上用场 既然如此 陆琳便也不再多想 只想着怎么提升自己的实力 不过能够提升的地方 真的有限 呼吸法 金钟罩 刀法 身法 拳法 全都没法在这里施展 万一提前暴露就不好了 想来想去 能够提升的 就剩下一个飞刀了 陆琳找了一会 才在一个舞者的屁股下面 发现了一颗二阶的腰盒 拿在手里不断地上下抛飞 飞刀 五一千 飞刀 六一千 飞刀的熟练度 不断地提升着 陆琳的心思 却已经飘到金虎林 安仔刚才也被这些人给迷晕了 不知道现在清醒了没有 要是正好遇到一头路过的肉食妖兽 把他吃了的话 那就惨了 不过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 安仔倒下的那一片区域 还有不少迷魂烟存在 如果真的有妖兽进入 肯定会第一时间 闻到奇怪的味道退出去的 这可是陆琳经过几天的荒野 生活得来的经验 别看白头狼 金金虎 赤金蛇这些食肉类妖兽 性情凶猛 但越是这样强大的妖兽 他们越是性格谨慎 不谨慎的 早在之前捕猎的过程中死亡了 妖兽毕竟比不上人类 他们没有医院 身体受伤 感染 都会引起他们伤势恶化 甚至死亡 尤其是食肉妖兽 他们万一受伤了 就无法捕猎到足够的食物 用不了多久 就会被淘汰死亡 安仔的安全 应该不要太过担心 而且陆琳给他取名安仔 也是希望他能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 手上的妖和颠来颠去 陆琳的思绪飘到更远 不知道龙刀小队的 其他人怎么样了 杨小伟去医院了吗 周深明腿上的伤势 到底如何 李莫有没有恢复 任天后来有没有返回 找他和黄黎 思绪越飘越远 这个时候 三个黑衣队长 也来到了基地顶层 经由智能程序识别后 他们到来的消息 传送到许坤那里 这么久才回来 难道那个少年 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许坤自语一句 看着身边正在熟睡的林文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快了 快了 少爷 许坤的动作 并未惊醒林文 走出自动打开的A级金属门 许坤来到了会客室 坤叔 三人齐声喊道 嗯 那小子这么难抓吗 这倒没有 五十一摇摇头 给许坤讲了一下 抓捕的过程 陆林倒是没有反抗 关键是他跑得太快了 哦 一晚上的时间 跑了140多公里 你们发现他的时候 还在跟一头牛烤肉吃 许坤想不到 这是一幅什么场景 只是心中好奇不已 陆林为什么会在夜色中 跑那么远 七十五 仪式即将开始 我发现你了 不过许坤也只是疑惑了一瞬 便冲几人说道 行了 你们尽快返回吧 雨落监察道 整个白银山内 已经没有多余的舞者了 计划明天早上开始 都下去好好准备 记住 不要出差错了 是 三人答应一声 五十一却迟疑了一下 许坤看到他那样 知道他有话说 五十一你留一下 其他两个队长没敢多说 默默地离开 等到房门关闭 许坤才问道 五十一 你还有什么没说出来 坤叔 还是刚才那个小子 他刚才在回来的路上 竟然自己晋升了 而且看汽血波动的情况 应该是晋级五十了 五十 许坤表情微微变化 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常 没事 我知道了 那属下告退了 五十一公斤的行李 也走出房间 等到他离开 许坤轻轻笑了一下 有意思的少年 竟然没有被迷魂烟影响 那么 你进入基地 一定是有自己的目的了 有趣 不过 我明天就会为少爷 准备一时控制传书 到时候 你有捣乱的机会吗 拭目以待吧 许坤不以为意地笑着 转身离开会客厅 回到居室中 正好看到凌文清醒过来 许坤连忙加快脚步走上前 少爷 你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 坤叔 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刚刚睡醒的凌文脸上 神采异议 都已经准备好了 红月弟兄 已经吸收了 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头 妖兽的心头精血 目前正在沉眠吸收能量 另外 由一千四百四十名 五者组成的人心大阵 也都准备妥当了 明天清晨 日出时间是五点三十一分 在那个时候进行仪式 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凌文点点头 多谢坤叔了 这些年 如果不是坤叔 我怕是根本做不出这样的大事 这一头红月弟兄 是跟我基因最接近的 有希望晋级到五王的六阶妖兽了 如果这次失败 我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少爷尽管放心 许坤看到凌文有些患得患失 感忙安慰到 这一次 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妖兽精血 能够确保将红月弟兄的资质 提升到一个恐怖的程度 而一千四百四十五者组成的人心大阵 也足以保证在红月弟兄 在晋升那一刻 疯狂的意志 会被清醒的智慧压制 到时候 少爷可以就在这里操控 完成神魂传输的过程 到时候 少爷虽然吞去了人类的皮囊 但可以瞬间拥有顶尖五王的实力 即便是您父亲知道后 也不会多说什么的 希望吧 父亲大人他 对我的要求 凌文说着 突然脑袋一歪 再次沉沉睡去 许坤无奈地叹一口气 心中怜惜不已 少爷的父亲 对少爷的要求太高了 他一直希望 凌文可以超越自己 成为一名武神强者 只是 人算不如天算 那一年 本来都已经达到武师极限的少爷 竟然会遭遇到那样的算计 许坤看着睡去的凌文 终究还是站起来 向外走去 一夜的时间很快过去 天还不亮的时候 陆林就被一阵吵闹的声音给惊醒 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睡觉 只是后来抛接吆喝的时候 感觉不需要他耗费太多的精力 就闭目养神 喧闹的声音 来自于那些黑衣舞者 他们一个个列队跑步 来到不同的仓库前 打开开关 再一次地向每个仓库 释放大剂量的迷魂烟 他们是为了避免有舞者 在仪式进行过程中 突然清醒过来 不过这一次 陆林仍然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十二小队所有人 随我进入仓库 一声大吼传来 外面的大门被人暴力打开 一对黑衣舞者冲进来 他们从地上找到绳索的端部 开始向外拉人 不一会 十二号仓库内 就只剩下陆林一个了 嗯 十二小队的队长 看着陆林的身影 有些发愣 每个仓库都关押着一百二十位舞者 他之前确认过好几次了 怎么这突然多出来了一个 陆林看到他这副表情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不过 他还是尽力 伪装成中毒的样子 双目无神 四肢僵硬 小队长站在那里思索了一会 决定还是将陆林带出来 他一把拉住捆绑陆林的绳索 带队向石山基地的下方走去 与此同时 其他十一个仓库内的舞者 也被黑衣人一串串地牵了出来 地形一直向下 陆林估摸着 他们走了差不多两公里左右 才到达一个大型的空间之中 哦 哦 进入这里 陆林一眼就看到了一头 被铁链捆绑着的巨大妖兽 那头妖兽足有六米多高 体态魁梧 力量强大 每一次挣扎 那些束缚他的锁链 就好像就要断掉一样 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 那些黑衣舞者 对于这一幕显然已经熟悉 并未太过惊讶 至于中了迷魂烟毒素的舞者 更是一点感知能力都没有 等走到近处 陆林才看到那巨大的妖兽 竟然是一头黑熊 在他胸口的位置 红色的毛发 组成了一个月牙的图案 红月帝雄 这四个字 几乎是瞬间就出现在陆林的脑海中 在龙刀小队刚刚抵达白银山的时候 队长周申明就说过 红月帝雄的一些特征 体型庞大 力量竟然 性情暴躁 外形上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在胸口位置有一个 色月牙型图案 全对上了 红月帝雄 是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妖兽 在固定区域中 只会出现一头红月帝雄 除非是自己的后代 不然没有任何一头红月帝雄 允许其他同类出现在自己面前 看着眼前这头狂躁暴力的红月帝雄 陆林想到队长揭取的那个任务 搜寻白银山红月帝雄的踪迹 拍摄照片 判断其生育时间 可笑 这一头红月帝雄 就在石山基地中 那发布任务的人是什么身份 就显而易见了 趁人不注意 陆林转头看向四周 没想到 这么一眼看去 正好跟以为白发白须的老者对视 老者冲着下面被捆覆的陆林微笑 点头 就仿佛在说 嘿 我早就知道你了 陆林心中一惊 赶忙转头回去 76 炼狱空间 寻找武器 转过头回来的陆林 心跳加速 跳个不停 他万万没想到 在这种时候 他竟然被人发现了 只是 那老者看样子 就是这一次阴谋的主持者 为什么会对自己那么友善 一时间 陆林也不想不到对方的想法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而且 陆林刚刚惊鸿一瞥 除了跟老者对视外 还看到了他身旁有一个坐在轮椅 上帝少年 那少年神情安静平和 正靠在轮椅上 闭着眼睛休息 这两位该不会就是那些黑衣舞者说的 坤叔和少爷吧 正想着 前面的队伍停了下来 一千多位中毒的舞者和黑衣人 就这么停下来 在高处地许坤拿出手中的遥控器 按下一个按键 空旷的空间中 顿时升起十二座大型的牢笼 等到这些牢笼完全升起后 黑衣舞者开始有序地 带着中毒的舞者走入其中 将绳索的一头 绑在牢笼上的铁环上 随后离开 每一个牢笼 都可以轻松容纳120人 陆林是最后一个 被送入这牢笼之中的 他刚才本来是准备反抗的 可是 他正好看到了黄黎和白威等人 正在四号牢笼的位置 陆林只能暂时按捺下 自己心中的冲动 现在发动攻击 除了解救黄黎他们外 没法造成更大的伤害 这位坤叔和少爷 做出如此疯狂的事 陆林一定要彻底揭露 他们的丑恶面目 让所有江左市附近的城市 都看到这可怕的一幕 提高警惕 如果是之前实力弱的时候 陆林自然是能救走黄黎就不错了 不过 他现在拥有50万公斤的力量 可以跟中阶舞王媲美 不知道为什么 陆林感觉自己身上 多出了一种责任感 在场的这些舞者 哪个不是有着父母家人 亲戚朋友 他们能够成为舞者 可不是为了成为 某个阴谋的牺牲品的 而且 这位坤叔 不是命人去各大城市 发布寻找红月地雄的任务吗 陆林只要等会抽空拍几张照片 就可以完成任务 避免损失违约金 进入到牢笼后 陆林才发现 这个牢笼的构造十分特殊 在三个方向 都是用A级合金制造 保证无论是舞者 还是红月地雄 都无法轻易地撕裂逃脱 同时 在面对红月地雄的一面 却放着一块红色的诱饵 这个诱饵 就跟周申明领取任务后 得到的那一份诱饵 一模一样 诱饵对于妖兽的诱惑性 是毋庸置疑的 那晚 周申明只是稍微打开了一丝缝隙 导致诱饵的味道飘出 就引来上百头的白头狼攻击 必须要在第一时间 制止红月地雄的行动 陆林心中想到 随着十二座合金牢笼升起 那些捆覆着红月地雄的锁链 也开始松动 红月地雄不断地嘶吼着 他的举动越发暴力 脸上的表情也更加地猙獰 一阵阵锁链撞击的声音 灌入每一个舞者的耳中 只是 那些中了迷魂烟毒素的舞者 却对此充耳不闻 所有小队撤回 炼狱空间即将封闭 坤叔的声音 透过一个个音响 响彻这巨大的空间之中 陆林这才知道 这一个地方 竟然被称为炼狱空间 想想也对 等一下释放出的残暴红月地雄 面对无法反抗的舞者 那样的场景 绝对称得上是炼狱了 黑衣舞者们有序退出 他们的脚步 甚至有一丝难掩的慌乱 红月地雄 可是六阶顶尖的超级妖兽 在注入上万头妖兽的 心头精血后 力量大增 神志丧失 一般人别说对抗了 光是看一眼 就要被气吓死过去 黑衣舞者全部退出后 一道道厚重的合金大门 一股恐怖的 绝望的气氛弥漫 只是 整个猎狱空间之中 除了陆灵 没有人能感受到这样的情绪 红月地雄身上的锁链 还在不断地放松 他的动作也越来越狂猛 霸道 这妖兽的力量 绝对超过了十万公斤 陆灵眼神一凝 他稍稍用力 扯断了手上的麻绳 那掺杂了合金 瘦金 以及藤蔓的麻绳 在陆灵手上 就好像一根面条一样 被他轻松地挣脱 锻炼 不能再等待了 一旦让红月地雄脱框而出的话 所有人都要死 陆灵可不相信 那位站在高处的白发老者 就是为了让红月地雄杀人这么简单 一旦红月地雄有了惊人的变化 即便是陆灵 也不敢保证能够胜过他 陆灵的动作 第一时间就被许坤发现 只不过他的脸上 带着无所谓的笑容 挣扎吧 这个时候 陆灵越是挣扎 越是能感受到自己的脆弱 听五十一说过 陆灵是一个刚刚晋升到 初阶五十的天才 这个年纪就能达到这样的实力 其天赋天资 甚至可以跟受伤前的灵文媲美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灵文 那样一个实力强大 财力雄厚的父亲的 这次的炼狱 就由陆灵率先开启吧 陆灵回头 正好看到了许坤带有一丝鼓励的笑容 让他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这个时候 也顾不得那些了 他现在赤手空拳 对上红月地雄 是十分吃亏的 好在身边的牢笼 是由合金材料制成 现在没有战刀 只能就地取材了 红月地雄还在不停地挣扎着 他的动作越发狂暴 陆灵却充耳不闻 他抓住一根合金长棍 不断地摇晃着 达到五十万公斤的力量 也超出了这根合金的承受极限 合金长棍 被陆灵的距离掰得弯下来 陆灵又再次反向摇晃 如此十一次后 在合金长棍的底部 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缝 继续 只是 红月地雄 却不会再给陆灵时间了 他狂暴地大吼一声 半跑半爬地来到陆灵身后 这时 陆灵正在向下掰动合金长棍 似乎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危机 在高处 观看的许坤 都不禁赞叹一声 实力如何不论 光是陆灵这一份心性 就难得罕见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步的 吼 红月地雄暴怒地吼叫一声 如同蒲扇般的巨大熊掌 对着陆灵当头拍下 不好 这一下若是拍时了 陆灵根本没有活命的机会 正在掰动合金长棍的陆灵 面色不变 脚步微动 哄 77 红月地雄死 许坤下场 红月地雄一掌拍在地上 爆发出巨大的轰鸣 陆灵这时脸色一动 成了 合金长棍终于断了 不等红月地雄再次攻击 陆灵在地上一滚 脱离出他的攻击范围 断掉的合金长棍断口 有着如同野兽獠牙一变的毛刺 每一根毛刺都坚硬一长 这绝对是一把凶残的武器 只是 陆灵发现自己 好像不会使用枪法 这一根合金长棍 足有两米五左右的长度 但正所谓越棍粘刀一辈子枪 修炼枪法武技 可是需要一个武者的一生去修炼地 不是随便玩两下 就可以对敌的 一旦玩不好 那结果比起没有武器还要可怕 吼 红月地雄没想到 在自己奋力一击之下 陆灵不但没有事 还拿出了一根武器看着他 这对他来说是 莫大的侮辱 红月地雄此刻理智丧尸 根本不需要思考 愤怒的他 一跃再次来到陆灵面前 六米高的恐怖身形 如同一堵墙一样立在陆灵面前 熊掌带着恐怖的进风 向陆灵攻来 躲 陆灵一个闪身 避开红月地雄的攻击 右臂猛地向后甩去 碰 合金长棍 打在红月地雄身上 竟然没有对他造成半点伤害 红月地雄大吼一声 再次向着陆灵扑来 此时 第一个牢笼中的诱饵盒子已经打开 可红月地雄竟然不管不顾 对他来说 此时的陆灵比起诱饵 更容易引起他的兴趣 在高空中观察的许坤 眉头一皱 他本以为 陆灵最多给红月地雄 造成一点小麻烦而已 没想到陆灵的身形敏捷 竟然连续好几次 躲过红月地雄的攻击 这样下去 如果时间拖久了 恐怕迷魂烟的效果 会逐渐消失 到时候 一旦有舞者恢复清醒的话 恐怕最终的效果 会大打折扣啊 死 陆灵爆吼一声 连续打击了十几次 红月地雄 就好像金刚战士一样 一点伤害都没有受到 他的心里也急了 要知道 陆灵随手一击的力量 就有五十万公斤 即便因为动作变形 也能打出至少四十万公斤的力量 可这红月地雄 竟然一点伤势都没有受到 这样下去 恐怕红月地雄还没事 他就先把自己累坏了 只是以长棍 来施展刀法的话 肯定不合适 还不如扔掉长棍 直接以身体 跟红月地雄肉搏 不过 就在陆灵刚 准备扔掉长棍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他之前在学校学习的时候 就听说过 有一位老师说过一句话 拳 是短枪 枪 是长拳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 长枪可以看作是拳头的延伸 拳头也可以看作 是长枪的缩短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陆灵不知道 不过既然想到了 那就好好试一试 风牛撞击 对着迎面来的恐怖 红月地雄 陆灵直接一枪刺出 但他用的并非是枪法 而是风牛大力拳的一招 噗 这一枪 竟然直接刺破了 红月地雄的防御 一缕缕红色的血液 顺着长棍的尖端流出 成了 陆灵心中大喜 啊 红月地雄受到伤害 更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他的右爪 用力地向长棍一拍 可陆灵哪会给他机会 瞬间抽回长棍 尖头的毛刺 在这时 又带走了一片 红月地雄的血肉 风牛摆尾 风牛踏地 风牛咆哮 一招成功 陆灵直接使出了 风牛大力拳的其他招式 对于风牛大力拳 这一门学习了三年多的拳法 每一招每一式 都仿佛刻印在陆灵的脑海之中一样 没有半丝的质色 每一招的使用 连接都如同上了润滑油一般 丝滑 随着陆灵的不断攻击 他对红月地雄的伤害 也越来越大 不一会 红月地雄的胸口 手臂 双腿 腹部出现了一个个血洞 鲜血不断地流出 浓烈的血腥味 刺激的红月地雄 几乎要发狂了 只是 他发现自己无论如何 也无法靠近到陆灵 就好像一个靶子一样 只能在陆灵的合金长棍下 无能狂怒 小子 差不多得了 许坤面色阴沉 他看着陆灵不断伤害红月地雄 心中无比愤怒 只是 他暂时却不能进入到炼狱空间 解决掉陆灵 疯狂状态的红月地雄 完全不怕疼痛 每一击的力量都是用尽全力 不会有丝毫留守 许坤年纪大了 常年不参与争斗 他也不愿下去冒险 够了 还差得远呢 陆灵听着许坤的声音 心中只觉得搞笑 凭什么他就要被红月地雄杀死 他为什么不能杀死红月地雄 风牛争风 碰 陆灵以合金长棍施展一招 长棍尖端直刺红月地雄面部 这时候 红月地雄也感觉到危机 下意识地用双手 护住面部 不过陆灵这一招 买是虚招 手中的长棍 甚至都没有碰到红月地雄的手臂 便突然变化方向 刺中了他的胸口 哦 红月地雄痛苦地吼叫一声 他身上最脆弱的地方 就是在胸口的红色月牙图案这里 他的腰和 他的心脏都在此处 没想到 陆灵竟然直接攻击这里 陆灵健壮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面板上不断上涨的 风牛大力拳的熟练度 就仿佛看不到一样 他双腿用力登地 一跃来到空中 这一跃 他的高度 已经超过了红月地雄的头顶 风牛下山 手中的长棍快地 带出一道残影 直刺红月地雄的左眼 这一下 红月地雄根本来不及抵挡 眼看着长棍 就要刺穿眼眶 击杀红月地雄 一道身影突然从天而降 口中大喊着 小子 你过分了 这人影的下降速度极快 几乎瞬间 就出现在陆灵的长棍之上 一脚踏下 长棍竟然吃不住这人的一脚 直接弯成了一个顿角 许坤 陆灵借着许坤的力量 也顺势下落回到地面 过分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等一下我还会做得更过分呢 陆灵轻笑一声 手中弯掉的长棍 飞射而出 这一下 刚刚落地的许坤 根本来不及阻挡 长棍在空中 划出一道黑影 精准地刺入到红月地雄眼中 弯曲的长棍 搅乱了红月地雄的大脑 并从颅骨穿透而出 红月地雄的吼叫都没有发出 就被长棍上带的巨大力量 带得向后倒去 碰 78 元素舞者 S级合金战刀 碰 红月地雄巨大的身体 被长棍的力量带着向后倒下 发出震耳的轰鸣声 甚至连整个炼狱空间 都颤抖了一下 本就不爽 陆灵攻击红月地雄的许坤 下意识地向后看去 就看到红月地雄庞大的身体 躺在地上 左眼中插着一根黑色的合金长棍 血水 不断地涌出 庞大的身躯 还有最后一丝颤抖 这是红月地雄死后 神经的自然反应 并非他自主控制 小子 你 该死 许坤脸色阴沉地 快要滴出水来 为了少爷的计划 许坤翻山越岭 不但要帮忙建造石山基地 还要在附近寻找跟灵文基因 最契合的妖兽 让他能够完成意识注入 这几年 光是S级的战靴 许坤都跑坏了好几双 此刻 可是此刻 陆灵这个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个小丑一般的少年 竟然杀死了红月地雄 许坤多年的努力白费了 少爷重新站起来的希望破灭了 为什么 你还活着 死吧 许坤愤怒地大吼一声 一拳打向陆灵 他在出拳的时候 拳头上散发出黑色的光芒 元素舞者 陆灵心中暗惊 这已经是他遇到的第四个能够使用元素之力的了 不是说元素之力很难获取吗 怎么才是第一次出城历练 就遇到了四个可以使用元素之力的人或者妖兽 不过 面对这恐怖的一拳 陆灵面上却是十分不屑 这老头子 估计没有八十 也有七十了 难不成 还想跟他一个年轻人比例去 拳怕少壮 都没有听过吗 陆灵涌出五成的力量 一拳打出 两人的拳头撞击在一起 竟然是一副势均力敌的状态 陆灵后退了半步 许坤也是如此 好 好的很 怪不得有这样的胆色闯入我石山基地 原来 你根本不是初阶武师 而是高阶极限 不得不说 我之前还是小看你了 小子 死在我手下 算是你的荣幸了 抱上明来 老夫许坤 手下不杀无名之辈 陆灵心中也是暗惊 没想到这老头 再跟他对了一拳后 还能如此淡定 难不成 这老者是个武王 陆灵黑黑一笑 见过许前辈 在下姓李明筹 东山市大风小队的队长 是你 许坤明显是听过李筹的名字 这是他之前在搜寻各大城市 武者小队的时候 看到过的一个名字 大风小队的队长李筹 武师中阶实力 没想到不声不响的 竟然达到这个地步 够阴 够狠 好 李筹 今天能死在我的刀下 也算是你的荣幸了 许坤说着 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柄战刀 红色的刀柄 红色的刀鞘 红色的刀身 这红 不是太阳红 不是花红 也不是西瓜红 而是 血红 此刀 名为银血 S级合金战刀 斩过十二头七阶兽王 一头八阶兽王 七位初阶五王 高阶五十死在刀下的 不计其数 受死吧 本来还在介绍 手中战刀的许坤 突然 尖点的 整个人瞬间飞到陆灵面前 不过陆灵一直注意到他的动作 岂会被他偷袭的 一个舌部 闪身消失 同时 一拳挥出 静止砸向许坤的后背 哼 小子 你太嫩了 草 你敢 许坤本来还要嘲讽陆灵 谁想到陆灵看着是在出拳 可真正的动作 竟然是出脚 他一脚踢向许坤的下身 许坤不得不躲避 这一下踢实了 他恐怕下半辈子 都要蹲着解小手了 老前辈 我手中无刀 你却拿刀攻击 怕是有些不合适吧 不合适 许坤听着陆灵的话 顿时一刀砍过去 不合适的地方多呢 小子 给我死吧 许坤的刀法 一招连这一招 陆灵手中没有衬手的兵器 合金长棍 还在红月帝熊眼中插着呢 此刻 他只能不断地躲避 小子 你就只会躲吗 许坤没想到 自己堂堂武王 亲自出手对付陆灵 竟然半天都攻击不到陆灵的半根汗毛 许前辈 你若是把刀扔了 我倒是敢跟你正面打一架 我妈说了 不让我跟拿着刀的人玩 许坤差点被陆灵的话给气死了 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你竟然还要把你妈搬出来 好 我便扔了刀 咱们好好地打一场 小子 你若是将我打死 便可以自由离开 你看可行 不行 陆灵断然拒绝 不行 为什么 他都暗示陆灵可以离开了 难道陆灵还不满足 嗯 你们抓了我们大风小队的兄弟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解救他们的 你要想我走 必须要我带着我的兄弟一起离开 还要带兄弟 许坤看到陆灵这么不识去 心中更怒 当然 他本来的目的 就不是为了放走陆灵 只是人在绝望的时候 会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若是有一丝希望的话 就会不断地想逃跑 离开 活命 这就跟古代战争 为三缺一的道理一样 没想到 陆灵竟然这么不识去 既然如此 那许坤也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小子 这是你自己找死 一个高阶武士极限而已 还真当自己是什么东西了 现在 就让你看看 武王的实力吧 许坤说着 身形竟然缓缓离开地面 一点点地上升着 这不是特效 是悬空 到达武王境界后 才特有的一种能力 武王 陆灵一点都不紧张 他现在的权力 足有五十万公斤 也是中阶武王的水平 除了不会飞 他一点都不出许坤这个老家伙 关键是 陆灵眼神一瞥 看到了许坤放在地上的银血刀 S级合金战刀 这是普通的自由武者 只能仰望的存在 即便不吃不喝十年 不停地出任务 出生入死 一位武师级自由武者的收入 也不过十亿左右 可S级合金战刀 最低端的 就要十亿 之前说到此事的时候 杨大伟杨小伟眼中 都难掩憧憬的神色 现在 在已经升空的许坤脚下 就有一柄价值十亿以上的S级战刀 陆灵当即就动了心思 搞到手 79 斩武王 250万公斤距离 搞到手 必须要搞到手 陆灵又看了几眼 便收回目光 他担心许坤会发现他的目的 趁许坤不注意偷过来也就算了 可若是 在一位武王的警惕下 偷走一柄S级战刀 这个难度太大了 飞在空中的许坤 似乎看出了陆灵的想法 不过对此 他十分不屑 蝼蚁 即便是拿到一柄神器 也无法图神地 现在 在这猎狱空间中 许坤就是唯一地神 小子 死吧 气泡拳 许坤低喝一声 一拳向陆灵打来 在拳头的前面 有一块被极致压缩过的空气 这是许坤成名功法 气泡拳 一击打出 可以将空气压缩到极致 近战时打在人身上 可以让人外表无损 内脏破裂 同样还可以远程攻击 砰 强悍的空气打在陆灵身上 让他顿时到飞出去 龙银金钟罩 500斜杠10w 只是一拳 就为陆灵的龙银金钟罩 提升了足足500点的熟练度 陆灵心中惊讶不已 这可是玄机功法呀 一次提升500点熟练度 许坤的这一拳力量该有多强 不过好在 龙银金钟罩 提升到第四层 竟然连五王的攻击都可以抵挡 徐老前辈 你早上没吃饭吗 陆灵一个鲤鱼打挺 从地上弹起来 看着许坤不屑地说道 许坤面色一僵 他刚才这一拳 用了足足30万公斤的力量 但陆灵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高阶武士极限 不应该有这么强的身体素质 小子 你找死 50万公斤 气泡拳 许坤大吼一声 再次一拳挥出 他只是一位出入初阶武王的舞者 实力并不算顶尖 对付普通的武士巅峰是足够了 但想要斩杀陆灵 还差得远 碰 陆灵再次倒飞而出 他虽然能防御住对方的攻击 但无法卸去那巨大的力量 龙鹰金中照 150010W 不过难得遇到这么靠谱的陪练 陆灵可不会轻易地放弃 他要讲 许坤的剩余价值压榨到极限 碰 碰 碰 许坤人在空中 不断地出拳攻击陆灵 每一击都让陆灵狼狈不已 只是陆灵就是一点伤势都没有受到 许坤怒急 小子 不得不承认 你的防御确实不错 不过 你不会以为 只靠防御强 就能将我的气血耗尽吧 武王的强大 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许坤藐视地说道 成为武王后 体内气血虽然也有极限 但武王的体内 拥有完善的内循环系统 只要不是连续战斗三天三夜那种 消耗掉的气血 都可以快速补充回来 现在 九宫不下的许坤 不想跟陆灵继续耗下去了 他要杀死陆灵 但是一周却惊讶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的S级战刀不见了 在这炼狱空间中 也就只有一个陆灵 有自由行动的能力 S级战刀去了哪里 自然可以轻松推断出来 小子 你该不会以为 拿着我的战刀 就能斩杀我吧 太幼稚了 许坤从空中落下 明视着陆灵 既然被发现了 陆灵也不再藏着掖着了 他将血红色的银血刀拿出来 缓缓拔出 能不能斩杀你 试试不就知道了 要不 许前辈你伸脖子过来 许坤差点没有 被陆灵给气死 这小子真的是太过无赖 两人战斗 竟然还想让敌人 将脖子伸过来 给他砍一刀 真是痴心妄想 小子 你该死 许坤的身影射向陆灵 快的只有一道残影 碰 陆灵一刀斩出 二层破天十三斩 一 五倍增幅 破天十三斩的增幅 对于实力越强的武者 增幅的幅度越多 同样是第二层 武者只有一千公斤之力 只能增幅到一千五百公斤 可武者若是有五十万公斤的力量 那增幅后 就是七十五万公斤 碰 这一次 轮到许坤道飞而出 他的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五十万公斤以上 陆灵刚才那一刀的力量 绝对在五十万公斤以上 甚至达到了八十万公斤 也有可能 这小子 不是高阶武士极限吗 能够拥有三十万公斤的力量 就已经让许坤惊讶不已了 没想到 竟然还能再次爆发 力量翻倍 这可不是一般的武者可以做到的 这个礼仇 必定是学过 地级以上的发力方法 这一下 他即便是武王 也有些艰难了 陆灵得势不饶人 不等许坤落地 他双脚蹬地 速度竟然不比倒飞 而出的许坤慢多少 死吧 陆灵抱贺一声 直接用出了第四层的力量增幅 五倍增幅之下 血红色的银血刀 发出一道恐怖刺耳的尖笑声 直奔许坤的身体 力量暴涨的陆灵 也无法完美控制了 另外 因为突然的增幅 陆灵的身体皮肤 竟然一寸寸地均裂开来 就好像在沙漠中 行走了几个月的旅者一样 干燥 干枯 原本光滑的皮肤 变得比起八十岁的老人 还要不如 死啊 陆灵挣扎着大叫一声 银血刀在跟许坤接触的瞬间 许坤就好像豆腐一般 被陆灵直接揽腰切断 他身上还穿着一件S级的护甲 可在这恐怖的力量下 竟然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 不 不可能 许坤惊骇欲绝 只是战刀划过 他没有半点生存的希望 碰 许坤分成两部分落在地上 血水不断涌出 至死 他的脸上都带着不可思议 他是武王 人类舞者中万中无一的存在 竟然死在了陆灵这个家伙的手里 他不甘心 呼呼呼 陆灵也在不停地呼吸 他脸上没有半点击杀许坤的喜悦 他的皮肤因为承受巨大的力量 从刚才的干裂 现在竟然出现了一道道细小的裂缝 在皮肤薄弱的地方 已然有血液渗出 现在的陆灵 看模样 比起被分成两部分的许坤 还要可怕可怖 他的脸上 脖梗 双手 手腕 铺满了一层薄薄的血液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血人一般 赶紧收力 调整呼吸 陆灵担心 这样下去 不等他走出炼狱空间 就可能失血过多而死 八十 雨落 生物芯片 不错 不错 没想到李仇 你竟然以一介武师 逆杀武王 而且 你本身又是人类 跟我的基因 契合度更高 一试 继续吧 就在陆灵担忧自身的时候 上空突然传来一道机械的声音 陆灵强忍着不是抬头望去 只见那个面目清秀的少爷 正冲着他微笑 至于声音 则是从轮椅上的音响中发出 你就是那个少爷 残废 连话都不能说 意识传书 你之前该不会想要通过意识传书 变成一头红月地熊吧 好好的人不做 竟然要变成畜生 真是 嘖嘖嘖 陆灵满脸血迹 可他一点都没有疼痛的感觉 在收了五倍增幅的力量后 陆灵的气血之力不断地弥补 修复着身体上的破损 他需要时间 所以 这个时候必须要跟上面那位少爷 好好地交流一番 丽仇 你真是不知死活啊 你该不会幼稚地以为 许昆这个武王有多强吧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他 只不过是 我的一个试验品而已 偏偏他还自以为我没有发现 而且 他还只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品 也对 像你这样的自由舞者 是不可能知道 关于武王的秘密的 陆灵挑动眉头 武王的秘密 方便说说嘛 少爷面部表情不变 等以后你会知道的 前提是 你愿意接受我的思维转移 礼仇 放弃抵抗吧 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努力 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这辈子 即便再怎么努力 也难以跨越武王的界限 不如成为我的载体 以后我带着你成为武王 也算帮你了却一个心愿了 陆灵听到这话 心中一惊 为什么普通人 无法成为武王 难道武王跟武士不一样 并不是力量和气血达到标准后 就自动晋升吗 哼哼 你想得太简单了 武王如果这么轻易就能晋升的话 那世界上早就满大街的都是武王了 算了 现在跟你说也没有用处 你知道的再多也只有一个下场 还是乖乖地成为我的载体吧 凌文说着 猎狱空间的大门突然打开 一个个黑衣武者手中拿着刀剑武器 面无表情地站在外面 等大门打开后 他们才一步步地走近 不过 这些人给陆灵的感觉完全不同 好像 他们不是人类了一样 这不应该啊 之前在押送武者的时候 这些黑衣人还都好好的 怎么这么短时间竟然变成了这样 雨落 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遵命 我亲爱的主人 在轮椅的音箱中 传来两道银色完全相同的声音 但感觉就好像是两个人在对话一样 雨落 是谁 120个黑衣武者 其中12人是武师级 108人是武者级 他们迈着精准的步伐 一步步来到陆灵身边 不断地压缩着陆灵的活动空间 手持银血刀 陆灵浑然不惧 虽然这几天杀得妖兽不少 可陆灵并不怕杀人 哄 毫无征兆的 三位武者直接冲陆灵发出了攻击 这个动作仿佛是信号一般 其他的武者也都快速行动起来 释放毒烟 毒物 释放暗器 飞镖 使用绳索 软鞭 近战 远程 物攻 魔攻 120位武者配合得竟然有序 没有多年的练习 肯定不可能达到这一步 陆灵一时间就陷入了这恐怖的战争之中 对于毒烟陆灵倒不是很担心 之前连迷魂烟都对他没有效果 这些毒烟自然也只能无功而返 只是 这些人的配合太默契了 陆灵刚刚抬起S级战刀的时候 就被打断动作 他虽然手中有刀 但就跟没有一样 根本挥不出去 而且他的舌部 在躲避了一会后 似乎也被这些武者看出了虚实 当陆灵刚刚转移的时候 就立马有武者在那里等待着 要不是陆灵的龙鹰金钟罩还算强 可以抵挡这些武者的攻击 陆灵肯定瞬间就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陆灵从来没有打过这么憋屈的战斗 他的每一个动作 似乎都落在对方的计算之中 甚至有时候 他自己都只是刚刚晃动了一下肩膀 就已经有武者完成了走位 这120个武者 就好像有一个超级电脑 在帮他们建模分析陆灵的一举一动 陆灵没想到 他的这个猜测 竟然是真的 这120位武者 脑中都被植入了生物芯片 平时雨落不会主动接管他们的身体 他们就跟正常人一样 可一旦被雨落接管身体的话 他们就变成了一个个机器人 雨落是一个外星文明的智能生命 他有着庞大的运算能力 知道无数高级的科技 以及灵文准备了几年的灵魂转移密法 在被灵文发现并认主后 雨落一直就为灵文服务 对于灵文的话 他必须言听计从 此刻攻击陆灵 算计陆灵的每一个动作 雨落其实只用了自身 10%都不到的运算能力 这样就是因为 这些武者的实力太过拉垮 若是让他控制许坤的身体 那陆灵恐怕瞬间就会落败身死 不过 现在许坤死了 他大脑里面的生物芯片 也无法发挥作用了 陆灵忍不住大叫连连 他真的受不了这样的战斗了 他的每一步 都会被人算计得准准的 就连是左脚落地 还是右脚落地 都能计算出来 这让陆灵有一种 自己就是如来佛手中 孙猴子的感觉 不论他怎么跳 都不可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现在 他根本无法躲开雨落的算计 龙音精中照在这么短的时间 竟然快要达到第四层的极限了 可见 这些舞者的攻击有多密集 他们一次 都只能给陆灵带来一点的熟练度 短短十几分钟 竟然攻击了陆灵三四万次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陆灵必须要向个办法 脱离眼下的困境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上空的灵文 心中顿时有了决定 主人 请后退 礼仇有96 55%的 可能会纵约而起攻击到您 没想到 就这么一抬头的瞬间 雨落竟然分析出陆灵的意图 同时 灵文的轮椅 是缓慢后退 不一会 就消失在陆灵面前 回到了山壁之中 隔着巨大的防暴玻璃 观察下方的战斗 靠 陆灵怒骂一声 这一下 他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1 新特效 龙吟 出乎意料 身上不断地承受着黑衣人的击打 龙吟金钟照地进度 也在飞速提升 眨眼间 竟然已经达到了晋级地边缘 龙吟金钟照 E100W 恭喜主人领悟龙吟金钟照特效 龙吟 嗯 陆灵愣了一下 龙吟金钟照的晋级早在预料之中 可没想到 这一次晋级竟然领悟了新地特效 龙吟 是坐什么地 难不成他叫一声 这些黑衣人就会死亡 陆灵仔细查看了一下脑海中的 关于特效的介绍 满心惊讶 龙吟 竟然不是一个专门用来攻击的特效 他也不会像反阵那样 竟然对手的攻击反阵回去 而是锤炼身 体的技巧 传说中 在古代的国学武术中 由肉身修炼到极致者 身上会迸发出虎豹雷音 骨骼之间随意转动之间 就会发出巨大的沉闷的声响 如同虎豹嘶吼一般 这龙吟 就是专门锤炼肉身的一种技巧 在陆灵收到外物击打的时候 他的身体骨骼会发出一道道龙吟之声 这声音会与气血之力 一起帮助陆灵炼化身体 提升身体的耐受程度 刚才他一击用出250万公斤的距离 自己的身体 根本承受不住这恐怖的力量 若不是陆灵收得快 恐怕不用别人攻击 他自己 就被强大的力量撑爆了 现在有了龙吟特效 他以后受到攻击的时候 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防御力 还能淬炼身体 一举两得 陆灵兴奋不已 这一次 正好有一百多位黑衣人在这里 说不定可以帮他 好好地淬炼一下身体了 来啊 打我 陆灵完全不闪不避 冲进了人群之中 刚才他为了更好的攻击 身体都会下意识地躲避攻击 现在面对攻击不仅不躲 反而还直接向上冲 这样的思路 即便是智能生命羽落 也没有计算到 一时间 陆灵面前的七八个黑衣人 被他冲得七零八落 不过陆灵却并没有第一时间 将这些人杀死 他还想要让他们帮忙催点身体呢 羽落只是一个智能生命 他能计算出一个正常舞者 面对攻击的反应 算出 你下一步会迈向哪里 但他算不出陆灵这种 不按常理出牌的举动 一道道攻击落在陆灵身上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确实在不断地变强 或低沉 或高亢的声音 响彻整个炼狱空间 灵文在上空看着 心中对陆灵的状态无法理解 羽落 能不能杀死这个李仇 主人 李仇的防御力很强 而且力量也很强 现在我只能不断地消耗他的体力 等他力尽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控制他 进行神魂转移 那快一点 这样高强度的战斗 我担心会损失到 这个李仇身体的潜力 说起来也是奇怪 为什么我们之前就没有想到 可以直接转移到 人类舞者的身体之中吗 主人 因为人类的思维 比起妖兽更加复杂 反抗程度也会更加激烈 即便是红月帝雄 我们也需要使用方法 将他的神志泯灭后 再用人类的血液 抵消掉那狂暴的意志 让红月帝雄的精神 变得平静下来 才可以施展意识 灌输秘法 好的 我知道了 只是随口一说 你不必那么认真 主人 我的生命我的存在 就是为您服务的 并不存在随口一说 您的每一句话 对我来说都是圣旨 好好 我知道了 你看这点下面的情况 等礼仇昏厥后 第一时间叫醒我 灵文说完 便直接沉沉睡去 遵命 我亲爱的主人 雨洛答应一声 这时灵文的轮椅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光 光芒在空气中 竟然慢慢地扩散开来 分布成一个人类的形状 随着时间推移 这里竟然形成了一道人影 精致的五官 尖尖的耳朵 蓝绿色的头发上 带着一个草边的头环 光滑的小麦色皮肤 绝大部分都裸露在空气中 只有在敏感部位 才有一些皮革和草绳遮挡 这赫然是一个 只存在于幻想中的 女性精灵的模样 为了逼真 精灵的身上 还背着一柄两米长的弓 看起来栩栩如生 终于能出来活动一会了 精灵发出悦耳的声音 她看着下方 还在不断战斗的陆灵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惬意地凭空坐在那里 不断地横冲直撞 一道道攻击 不要钱地打在她身上 除了个别部位 陆灵都是不挡不壁 任凭他们攻击 这么一回的功夫 龙云精中罩的数量度 竟然再次增加了一万左右 此外 陆灵的身体强度 也大幅度增加 至少 陆灵感觉自己用出一 五倍增幅的情况 可以随时随地地激发 想着继续下去收获 也不会太大了 陆灵拔出了银血刀 刚才你们攻击得 都挺欢乐的对吧 那现在 我很荣幸地告诉你 轮到我了 陆灵踩着舌步 一刀挥出 面前的数十个黑衣人 顿时向后跳去 只是陆灵的目标 根本不是他们 破天十三斩 不只是一门力量增幅的功法 还是一门武技 杀 瞬间 三颗大好头颅 冲天而起 正在高处 坐着的虚拟精灵 激动地站起来 不可能 他在变招之前 竟然一点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雨洛看着下方陆灵的动作 他左突右击 不停地挥刀 几乎是眨眼间的功夫 就有足足20人 倒在陆灵的刀下 这个状况 大大出乎了雨洛的意料 他的双目 不断闪烁着一道道数据 停停停 雨洛不得不主动停止了计算 陆灵的力量 速度 跟他的实力完全不同 在雨洛的远程监测下 陆灵的气血强度 不过30点左右 最多不超过40点而已 这是标准的出入武师的水平 可陆灵却能发挥出 巨大的战斗力 这是什么原因 雨洛只不过是一个 刚刚进化成生命的智能而已 在这里 他没有其他经验可以参考 那就按照最强攻略输出 主人的计划 绝对不容许出错 雨洛自言自语道 82 除戒指 精神轰击 雨洛一声令下 那些黑衣舞者 瞬间接收到了他的指令 一个个完全不顾身体安全 向着陆灵发起攻击 这些人 此刻使用的招数 完全就是拼命的招式 只不过 陆灵一点都不慌 这些人的攻击 根本无法对陆灵造成伤害 但他们确实算得上舍身忘死 一个黑衣舞者的右臂都折断了 他竟然还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用左手继续攻击陆灵 一个舞者被陆灵一刀斩断了双腿 可他还能双手撑在地上 弹跳起来攻击陆灵 这完全违反了人类的本能 这一幕看地陆灵心惊丹颤 他也越发怀疑 这些黑衣舞者发生了什么 不过 不管发生了什么 这些黑衣舞者最终都是要死地 刷 刷 刷 陆灵的身形不断变换 手中的银血刀更是挥舞不停 原本有120人的黑衣舞者 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 30 20 10 雨洛给他们下达了绝死攻击的命令 所有的黑衣人都是完美执行 没有丝毫打折 这也就导致了 虽然雨洛偶尔能判断出来陆灵的动作 但手下的这些黑衣舞者完全不会躲避 任务指令高于一切 这就是智能生命所必须要遵循的规则 黑衣舞者一个个死去 雨落在上方看得焦急不已 不过他却做不了什么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黑衣舞者一个个死亡 他只是一个智能生命 虽然计算能力超群 也拥有无数星球之外的科技技术 修炼秘法 但没有身体 就是他最大的缺陷 破 一刀砍下 最后一个黑衣舞者也死在陆灵刀下 陆灵脸上带着冷冽的笑意 抬头看向高空 怎么样 大少爷 我的表现你还满意吗 只是 灵文现在已经睡着了 根本听不到陆灵在说什么 陆灵等了半天 没有等到回复 索性在这上百黑衣舞者身上翻找起来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不过这些黑衣舞者 本省境界不高 并没有太多的财物 陆灵找了半天 也就发现了几十颗四阶五阶的妖兽金盒而已 此外 还有一颗六阶金盒 可却没有属性 陆灵很快也释然了 能够成为元素舞者 或者元素妖兽 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即便是他 现在都杀死四个掌握元素之力的生命 自己也没有半点掌握元素之力的征兆 等一下 陆灵突然想到 刚才许坤出现的时候 他也是拳头上带着黑色的光芒 只是那光芒太弱 看样子 也是刚刚掌握元素之力不久 这么一算的话 陆灵就是杀死了五个元素舞者和妖兽了 还有 陆灵想起来 刚才许坤从空中落下的时候 身上并没有携带任何兵器 可他在与陆灵的对战中 却能拿出一柄S级战刀来 刚才战斗的时候没有来得及细想 可现在 陆灵心中突然一片火热 该不会是有储物的东西吧 陆灵想到这里 一跃来到许坤的尸体处 戒指 他一眼就看到了 许坤右手上戴着的那个样式普通的戒指 一般情况下 舞者很少会在身上携带饰品 就是为了避免在战斗中 自己的动作受到阻碍 项链 耳环这种会来回晃动的东西 更不会出现在舞者身上 那么 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陆灵先把戒指收起来 随后在许坤身上摸索着 果然 正如陆灵猜测的那样 许坤身上出了一身衣服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手中的这一枚戒指 很有可能就是价格昂贵的储物戒指了 陆灵滴了一滴血上去 他这是按照记忆中办法来认主的 哼 果然是一个普通人 连储物戒指如何认主都不知道 话说 坤叔死在你手上 也真是亏大了 这时 头顶上又传来一阵机械音 灵文再次清醒过来 只不过 他对于雨落 没有控制黑衣舞者 将陆灵弄昏 感到很不满 果然 这东西说好听了 叫智能生命 说难听了 就是一段程序而已 程序 还想妄称生命 真是给自己脸上贴金 李仇 看来想要解决你 还需要我亲自动手啊 亲自动手 陆灵疑惑地 看着上空的灵文 这个少爷不是浑身肌肉萎缩 连说话都要借助机械设备 什么时候 他还能亲自动手了 正想着 陆灵只感觉一道 有若实质的目光向他刺来 陆灵一阵晕血 瞬间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 他整个人向后栽倒 眼球翻白 手中拿着的储物戒指 也掉落在身边 这是 精神攻击 灵文看着倒在地上的陆灵 脸色发白 额头上冒出了一层虚汗 雨落 把他捆起来 我又需要休息了 说完 也不等雨落回话 灵文就头一歪昏睡过去 精神力攻击 攻击了敌人的精神 同时对施术者本人 也是一个巨大的损耗 灵文从雨落那里 得到过一篇 修炼精神力的秘法 可这么多年的时间 他的精神力 也只够他施展两招 精神轰击 精神转移 精神轰击 就是刚才给陆灵来的那一下 直接让陆灵昏迷倒地不起 丧尸战斗能力不说 连意识都差点被冲散 精神转移 就是他准备了多年的计划 可以让他的精神 转移一部分到红月弟兄的脑海中 从而控制红月弟兄 本质上说 灵文也不愿意变成一头妖兽 只是 他自从12岁的时候 出现意外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的父亲就对他不管不顾 之前恨不得天天陪着他训练成长 可那次意外之后 经常三五个月 灵文也见不到父亲一次 随着时间的变化 他跟父亲的感情越来越陌生 甚至在心里有一丝仇恨父亲 他之所以选择将意识 转移到红月弟兄的体内 就是为了向父亲证明 他 灵文 不是废物 不过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 即便到时候来到父亲面前 他也不用有丝毫担心 父亲会因为这儿责怪他 睡梦中 灵文的嘴角微微翘起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健康地 站在父亲面前的样子 可就在这时 躺在地上的陆灵 突然睫毛微微颤动 下一秒 陆灵睁开了眼睛 83 宇宙级合金防护罩 隔山打牛 睁开眼的陆灵 只觉得头痛欲裂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陆灵一点记忆 也没有了 他强撑着坐在地上 只觉得自己的脑袋里 变成了一团江湖一样 当他的目光 注视到地上的银血刀 和储物戒指的时候 竟然一时没有想起来 这两个东西 是做什么用地 不可能 上空传来雨落惊讶的叫声 他那光人的形象 张大了嘴巴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陆灵 主人的精神力强度至少过百 发出精神轰击 即便在过程中有损耗 但至少也有80度精神力 作用在陆灵的脑海中 普通人 尤其是蓝星上的普通人 受到这样的一击 轻则变成植物人 重则恼死亡 武者只修炼身体 但在成长静生的过程中 精神力也会被动地增加 可即便是武王强者 收到这一招精神轰击 也要失神片刻 像陆灵这样的高阶武师 至少会昏迷三四个小时以上 怎么 这才十几秒的时间 主人才刚刚睡去 陆灵竟然就清醒过来了 什么不可能 陆灵的脑袋里 此刻就好像信号不好的 黑白电视机一样 处处都是白色的雪花点 他看着上空的光人 也没有意识到 这是怎么回事 用力地给脑袋上捶了好几圈 陆灵才反应过来 他的意识渐渐恢复 刚刚他只听到了凌文说了一句 要亲自出手对付他 陆灵还不以为然 认为这样一个残废 根本不可能跟他动手 哪知道下一秒就直接晕眩倒地 对了 这凌文的手段 该不会是陆灵曾经偶尔听过一句半句的 精神力吧 不是说 舞者的精神力 能够随着修炼被动地增加 但想要主动使用 却千难万难吗 为什么这个少爷 就可以主动出击 摇了摇脑袋 陆灵拿起银血刀和锄戒指 看向上空雨落和凌文 他刚才差一点就死在了 这两个家伙的手上 现在 陆灵要让他们死 不过炼狱空间内 高度已经远远超过十米 陆灵没法一次跳跃上去 他也不是舞王 无法凌空飞行 怎么上去解决两人 是个问题 对了 叠罗汉 这地上 有那么多黑衣舞者的尸体 正好拿来使用 陆灵也不在乎 这些尸体上的血腥位 对于他来说 这一次外出历练 那真的就是尸山血海走出来的 区区血腥位 算得上什么 雨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陆灵的动作 现在 他能够控制的生物芯片 已经全部报废 而且正在被陆灵搬运着 早知道会遇到今天这个问题的话 他早就 请求主人 帮他制造一些机器人了 一百多具尸体不断地跌高 高度足有三米多 跟一座小山似的 陆灵估摸了一下高度和距离 感觉应该差不多了 向后退出十几米 陆灵猛地加速 接着三米高的尸山 陆灵用力一踏 直接将尸山上那些黑衣舞者的尸体踏的 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声音 一跃而起 陆灵看准一处防暴玻璃 用力一刀砍上去 碰 能够承受十万公斤距离撞击的防暴玻璃 瞬间碎了一地 玻璃扎散落向下 陆灵对此早有预料 左手抓住断掉玻璃的下沿 没有受伤 龙鹰精中 照给陆灵带来超强的防御效果 一点点玻璃扎 根本无法划破他的皮肤 用力一撑 陆灵反身来到了凌文和雨落面前 少爷 你也没有想到 只是小丑的 我也能站在你身边吧 陆灵讥讽地说道 只是凌文没有回应 陆灵一看 不知道凌文的问题 只以为凌文是心大 李愁 你要干什么 我不允许你伤害少爷 雨落大声说道 只是 他的言语中 没有一丝愤怒 只有干巴巴的机械感觉 平淡的就好像在说 我晚上要吃两碗饭一样 我不伤害他 不过 你太烦人了 陆灵一刀砍在轮椅上 投射光线的地方 啪 雨落的身影 就如同泡沫一样 瞬间消失不见 李愁 你别想得逞 雨落的声音 从音响中传来 与此同时 凌文的轮椅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透明的光照 看起来薄薄的一层 似乎伸手就可以弄破 光照升起后 雨落似乎有恃无恐 李愁 这是宇宙F级 合金制造的防弹玻璃 别说你一个武师 就是武神都不可能打破这护照 你若是识相 就赶紧离开 我会劝说主人 以后不针对你 但你若是不识好歹 好叫你知道 凌文主人的父亲 乃是你们星球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他只要一根手指 就可以轻易碾死你 真是个画牢啊 陆灵心中吐槽一句 他举起银血刀 一刀劈下 只是那保护着凌文的光照 竟然如同果冻一样 轻松顶住了陆灵的这一刀 死 这可是S级合金战刀 陆灵以70万公斤的力量劈下 那光照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陆灵不信邪地再次劈出一刀 还不破 再劈一刀 还不行 人类里愁 你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可是在宇宙空间航行时 遇到混乱气流 都不会有半分损坏的超级合金玻璃 凭你们星球的技术 根本不可能击破它的防御 雨洛嘲讽的声音响起 陆灵索性也就停止了自己的动作 脑海中几乎可以想象到 雨洛那一副丑陋的鄙视的嘴脸了 不过 陆灵嘿嘿一笑 你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 叫做隔山打牛 隔山打牛 雨洛在地球这么久 一些基础的词条信息自然有所理解 不过 他也只能知道字面意思 对于深层含义 却无法理解得很透彻 陆灵也不会给他解释 他推动着被气泡包裹着的轮椅来到 被他破坏的防暴玻璃前 丈量了一下大小后 陆灵拉着轮椅向后退 退出十几米后才停下来 机器人 你要不要猜猜我接下来会怎么做 陆灵饶有兴趣地问道 可是不等雨洛回话 他便双脚用力 推着轮椅 快速向前冲去 来到破口的地方 陆灵双臂用力 将轮椅推了出去 被光照包裹的轮椅 如同炮弹一般飞射出去 你 84 灵文死亡 大肆收刮 李愁 你 平淡的机械音中 竟然带着一丝愤怒 和不可思议 雨洛没想到 陆灵竟然找到了这么一个办法 宇宙级合金玻璃 虽然能够防御外部的距离攻击 即便是混乱气流 都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可是 如果宇宙飞船坠毁了 宇宙巨大的力量直接死亡 那时候 即便宇宙飞船还是完好的 也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 他已经无法保护好座舱 内地乘客了 陆灵的推力 虽然比不上宇宙飞船 从高空坠落的巨大力量 但以巨大的冲击力 砸死一个身体雷弱的灵文 还是没有问题 李愁 李愁 我已经将消息发给了主人的父亲 你等着吧 主人死了 你也活不了多久的 雨洛愿毒的声音 透过音箱传出 碰 巨大的轰鸣声响起 灵文乘坐的轮椅 重重地砸落在数百米外的合金墙壁上 整个轮椅 甚至在巨大的力量下 还在合金墙壁上停留了一瞬 留下一个差不多有五厘米左右的痕迹 才怦然落地 哄 坐在轮椅上的灵文口中 吐出一口鲜血 口鼻耳朵眼睛 不断有血液渗出 他似乎还挣扎着 想要查看自身的情况 只是 他一口血液喷出后 整个人脑袋一歪 失去了意识 陆灵不知道他是否死了 赶忙从窗口跳下地面 查看情况 经过如此猛烈的撞击 保护轮椅的光照已经消失 将手指探在灵文的鼻子下 竟然还能感觉到一丝微弱的呼吸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陆灵自然不会有半点留情 手中的银血刀在灵文的脖梗上一滑 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 现在 石山基地的人都已经死亡了 许坤 灵文 黑衣舞者 以及红月弟兄 不过 刚才那个雨洛竟然说他 已经将消息传输出去了 灵文的父亲 是一位武王极限的大人物 陆灵实力虽强 但还无法跟真正的武王极限媲美 现在 最要紧的 就是回去证据 收集资料 陆灵先是在灵文身上摸索一番 找了半天 只找到了一枚钥匙 以及一个日记本 日记本内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字 可现在陆灵没有时间 去翻看里面的内容 不过 这枚钥匙 一定是对灵文十分重要的 先收起来 其次就是毁灭证据的事 这石山基地内 乃是灵文和许坤 为了完成意识转移的基地 他们为了避免执行计划的每一步 被记录存储下来 以后被人发现 成为公结灵文父亲的证据 因此 这里是没有任何的拍摄 录音设备的 陆灵在石山基地内 每一个房间都走了一圈 果然没有看到任何的录音录像的设备 不过倒是在一些房间内 发现了一些黑衣舞者 自己的智能终端 陆灵也来不及挨个查看了 将一百多部手机电话 全都收起来 背在身后 刚才陆灵又试了好几次 激活认诸储物戒指的办法 可都没有打开 看来 这个世界远比陆灵之前想得复杂 一些高等级的武王 竟然不愿意 将成为武王的秘密公布出来 但这些事跟陆灵关系不大 他在游走了一圈后 来到灵文和许坤平时休息的房间 秘籍 丹药 甚至一些修行笔记 都是陆灵需要的 只是这里竟然一点指示资料都没有找到 雨落 陆灵几乎可以肯定 因为有智能生命的存在 让他们放心地 将所有重要资料都存储在电脑上 翻转着从灵文那里得来的钥匙 陆灵突然发现在一个床底下 竟然有一个古朴的小木箱 这该不会是什么装好东西的箱子吧 毕竟谁会把重要的物品 就这么放在显眼的床底下呢 陆灵蹲下用手拉扯 只是 这箱子竟然足有十万公斤重 陆灵的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也许 还真被他找到正主了 陆灵将手里的钥匙放下 双手一起去拖动的小木箱 一阵刺耳的链条 卡扣碎裂的声音响起 陆灵终于将这小木箱拿了出来 在小木箱的正前方 有一个小孔 陆灵把钥匙捡起来 对比了一下大小 好像正好可以进去 陆灵插入钥匙 轻轻一转 小木箱中传出一声清脆的声音 盖子自动弹起打开 陆灵看到 里面放的都是一些纸质的书籍 武王晋升方略研究 外星文明探索 特种设备的使用方式 星球之外 元素使者指导意见 陆灵总总一共有十几本书 陆灵打开了那本特种设备的使用方式 没想到 里面竟然介绍储物戒指 智能生命 生命探测仪 超远距离光线测距仪等一些 设备的使用方法 陆灵敢盲返到储物戒指的使用方法 简单地看了一遍 顿时了然 储物戒指在初制造出来后 确实是使用血液中的基因锁 进行打开与关闭操作的 只是后来有人盗取了一些高手的储物间 使用相似的血液 也是可以将储物戒指打开 这种事情虽然很少会发生 但发生一次 就会让一个高手的全部身家丢失 于是后来 研发出更加先进储物戒指 必须要用使用者的精神力 才能打开和取用内部的物品 血液有可能找到一样的 可精神力 每个人的精神力都不同 即便偷走了储物戒指 也无法打开 这一新技术 让储物戒指的安全性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不过 在新技术研究出来后 为了避免储物戒指的主人死亡 他的亲人后代 无法得到储物戒指中的遗物 研究储物戒指的机构 便做出了新的设定 当前主人的精神力消失消散后 储物戒指即为无主之物 任何人都可以完成认主 打开戒指 这个建议得到了不少的阻挠 当然也有更多的舞者支持 因此这个事情 便也就这么定下来了 具体的认主方式 陆琳仔细看了一遍后 已经学会 过程其实很简单 将储物戒指贴在额头 这里是最靠近大脑神经思维的地方 其中也有精神力存在的区域 使用者不断地冥想 专注自己的精神力 多次尝试后 就可以认主成功 陆琳二话不说 拿起许昆的储物戒指 开始实验 85 林云生夫妇 毁尸灭迹 在陆琳尝试认主储物戒指的时候 一道讯息 也经过太空中的卫星 向蓝星帝欧罗巴大陆前进 这是一座装修豪华的庄园 据说在三百年前 曾经是某位权势贵族的府邸 后来因为灵气复苏 府邸被妖兽攻占 里面地人也全部死亡 现在这里一片奢华 显然已经是有了新地主人 庄园内 一个满头金发 气质优雅的女子 从房间内走出 云生 这次回华国 应该可以解决掉文儿身体的问题了吧 嗯 回话的是一位帅气有形的中年帅哥 黑色的头发 炯炯有神的眼睛 嘴边有一圈唏嘘的胡茶 让他帅气的脸庞上 增添了一丝成熟和沧桑 艾琳娜 西顿博士 这次从外太空飞船的技术中 研发全新的基因修补技术 经过近三年上百次的实验 已经确保可以万无一失 文儿这几年虽然不说 但他心中肯定恨死我了 这一次也算给他一个惊喜 你呀 艾琳娜走到男子身边 温柔地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娇撑着说道 云生 也不知道你们华国人都是怎么想的 明明对孩子的爱 刻印在心灵之中 却总是不愿意表达 还说什么父爱如山 在我看来 你们就是蠢 爱自己的孩子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 呵呵 这怎么能说是蠢呢 男子云生 一把搂住妻子艾琳娜的肩膀 脸上带着宠溺的神色 这是我们华国的传统 跟你们西方有区别很正常 等以后文儿成为父亲了 自然能够理解我的做法 好了 管家来接我了 再见亲爱的 我会尽快带文儿回来的 艾琳娜跟丈夫深情拥抱 心中不舍 放心了 男子的大手轻轻地抚摸着 妻子柔顺的头发 我只是去几天而已 很快就回来 乖 在家等我 云生亲吻了妻子的额头 拍拍他的肩膀 就要准备出门 这时 他的智能腕表 突然叮得响了一声 云生下意识地打开腕表 看到了上面的联系人 正是自己唯一的儿子林文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这臭小子 还知道联系你老爹我了 父亲 杀我者利 文字有头无尾 到这里就断掉了 林云生一愣 他转过头 不可思议地 看向身旁的妻子 似乎在确认着 是否是真实的 怎么了 云生 爱琳娜温柔的声音响起 林云生没有回答他 快速用腕表 拨打了林文的电话 你拨打的号码 不在服务区 林云生的心搁登了一下 怎么了云生 是有什么事吗 爱琳娜关心地问道 爱琳娜 我儿 可能 死了 什么 爱琳娜失声尖叫 她难以置信 她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发出沉闷的叫声 虽然她知道 自己的丈夫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拿这个事 来欺骗自己 云生 你说什么 威儿 死了 她身边不是有许坤 在保护吗 那许坤不是你过命的兄弟吗 许坤不是已经 晋级到武王了吗 她怎么敢让武人受伤 爱琳娜满脸杀气 若是许坤 在面前的话 恐怕也要在这恐怖的杀气下 颤抖跪倒在地 爱琳娜 是欧罗巴大陆 最著名的毒蟹女王 手上斩杀过的武王级强者 都有十位以上 斩杀的王级妖兽 更是超过百头 也就是近些年 因为有了家庭 才修身养性 甚少出现在外界 一心跟丈夫孩子 过着幸福的生活 爱琳娜 你先别急 我联系许坤试试 林云生搂住爱琳娜的肩膀 单手操控智能腕表 拨通了许坤的电话 爱琳娜强忍怒气 站在一旁听着电话 嘟嘟 电话可以通讯 却一直没有人接起 林云生搂着妻子 连续拨打了四五遍许坤的电话 都没有接通 两人对视一眼 走 去华国 夫妻二人瞬间做出了决定 管家的车还在庄园外等候 可他们已经没有时间悠闲地 坐在车上去机场了 一路风驰电撤 两人直接冲入飞机之中 起飞 去华国 见过林武王 见过爱琳娜武王 闭嘴 现在 立刻 起飞 去华国 爱琳娜脾气暴躁 直接从储物戒指中 抽出了一柄黑色的皮鞭 皮鞭宛如活物 刚一出现 就缠绕在飞机驾驶员的脖梗上 可是 呃 飞机驾驶员刚要说句话 就直接被爱琳娜扭断了脖子 她转头看向一旁的副驾驶员 虎视眈眈 好 爱琳娜武王 我来驾驶 现在立马飞往华国 副驾驶飞行员 将死去的同伴尸体搬到一边 在林云生和爱琳娜的注视下 哆哆嗦嗦地启动了飞机 飞机刚起飞 爱琳娜的智能腕表 突然响了起来 爱琳娜本来准备挂断 可看到来电的人后 她还是接通电话 喂 爱琳娜女士 这么着急 可不是以为贵族应该有的特质哦 我想知道 是什么 那我们的小可爱如此 闭嘴 法尔斯先生 我告诉你 我的儿子 文 他死了 我要去给他报仇 对面没有声音了 就在爱琳娜准备挂断通讯的时候 对面的法尔斯说道 请节哀爱琳娜 我会让圆州公司 配合您的一切行动 这一刻 圆州公司将会是你最强大的后盾 愿神保佑可怜的文 多谢 法尔斯 爱琳娜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她闭上眼睛 靠坐在飞行舱的座位上 眼泪忍不住地流下 刚刚完成储物戒指 任主的陆林还不知道 有两位在全球范围都赫赫有名的武王强者 已经知道了灵文的死讯 正在向着华国飞来 许坤的储物戒指内的空间还不小 里面的一些杂物 陆林也来不及查看 还有那一百多个手机也没有放过 这一战的收获 陆林来不及清点 她现在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杀死那个智能生命 雨落 只是 陆林从小学习的 都是如何斩杀妖兽 如何跟人类争斗 她从来没有学过 该怎么杀死一个虚拟的智能生命 雨落见到过陆林的样貌 如果留着她 终归是一个隐患 86 雨落的选择 任主 主机 对 主机 陆林想到 程序虽然看起来是不死不灭的 但他们 有一个绝对的弱点 那就是 必须存储在硬件设备之中 如果拿走了关键的核心芯片地化 哪怕智能生命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发挥不出半点作用来 只是 雨落的智能核心在哪里 在灵文的房间内 在基地地总控制室 还是就在灵文帝身上 若是在某个角落的话 那陆林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了 时间紧迫 用不了多久 炼狱空间的那些舞者 就要清醒过来 陆林必须在这只 前完成所有工作 毁尸灭迹 将雨落给处理掉 首先是灵文的房间 陆林搜寻了半天 没有任何发现 接下来 陆林又去了总控制中心 在这里 他一番鼓道下 竟然发现了一个秘密 在基地内 竟然还真有一个隐形的摄像头 只不过这个摄像头 一直是关闭状态 陆林快速查询了 最近三天的视频内容 都是一片黑暗 没有内容 这让他放心下来 不过 这东西 必须要顺手解决掉 破坏了摄像头后 陆林又把控制室内 进行了暴力摧毁 一时间 火花四溅 无数程序运转困难 炼狱空间中 灵文的轮椅 突然自己站了起来 雨落感受到灵文的状态 心如死灰 智能生命 自诩为生命 它们也能尽可能地 拥有部分人类的情感 情感越强 越能跟人类产生共鸣 那智能生命的进化等级就越高 在宇宙中 真正的智能生命 如果患上仿生人类的身体 可能跟你相处几十年 你都不一定能发现 它的本质是什么 可理解情感 对于只是一段程序来说的智能生命 实在太难了 这需要的处理系统 也是庞大无比 至少以蓝星目前的科技水平 无法制造出一个 可以跟人类媲美的智能生命 灵文活着的时候 雨落以她为主 任何事情都会主动为灵文考虑 现在灵文死了 雨落也变得自由了 只不过 虽然自由 她也对灵文没有深厚的情感 可她也绝对不会为陆灵服务 接下来何去何从 雨落也不知道 在灵文的轮椅上 有着雨落的智能核心芯片 她想要离开的话 必须要带着芯片一起走 现在她能够控制的 也就只有轮椅了 此刻 因为陆灵在总控制室的破坏 雨落的命令 已经无法得到完美的执行 至少 她想打开炼狱空间的大门 就已经做不到了 跟这些被困在牢笼中的舞者 一起等待 雨落计算了上百种可能 她都没有任何能力离开 除非是 在雨落的智能系统中 有一个最高生存几率的方案 那就是跟随陆灵离开 陆灵的实力强大 可以在石山基地内来去自如 跟在她身边 以后的生活绝对不会差 而且依靠在陆灵这种强者身边 日后雨落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处理器 到时候 她的智能程度也会更高 但雨落本能地抗拒这个选择 嗯 破坏了控制室的陆灵 刚刚回到高台 就看到灵文的轮椅变化了位置 灵文肯定是死了 还是陆灵亲手杀的 要是断了脑袋 都能活 那陆灵也无话可说 这原因那么就只有一个了 陆灵的嘴角挂出一丝笑容 她从空中跃下来到轮椅旁边 雨落 我们谈谈吧 雨落计算着陆灵的目的 过了三秒 她的声音才从音箱中发出 可以 不过 你要带我离开这里 没问题 不过只是把你带出去的话 我万一被你出卖了怎么办 陆灵可是担心雨落会出卖她 一旦离开石山基地 雨落连接到附近的成语网内 肯定能轻松找到陆灵的身份信息 到时候 李仇这个假名字自然会被识破 陆灵的身份 也一定会被灵文的父亲知晓 一位顶级武王的存在 陆灵如何能抗衡 拿命抗吗 我不会出卖你 现在我的前任主人已经死亡 我没有任何道理对付你 当然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任你为主 雨落经过不断地思考计算后 终于选择了 对她来说最佳的解决方案 任我为主 陆灵愣了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轮椅 这雨落刚才还跟她打声打死 恨不得除陆灵而后快 现在竟然态度180度大转弯 说什么要认主 这里面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对 我是宇宙中的一段智能程序 因为未知原因出现在蓝星 十年前被林云生当作礼物送给了灵文 也正是在跟灵文相处的过程中 我终于完成了智的蜕变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智能生命 不过你放心 智能生命的守则 就是一旦主人死亡 或者解除主从关系 那两者再无联系 你不用担心我会出卖你 将你的真实信息告知外界 这样吗 陆灵似信非信 对于智能生命的一些状况 陆灵真的不了解 万一被这家伙骗了 那以后陆灵去哪里说理去 李愁 我知道你不相信 但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如果你不相信 我也没有办法 好吧 那你先认主吧 陆灵眼珠一传说道 好的 智能生命雨落 认主程序启动 请尊敬李愁先生面向我 并保持三秒 三 二 一 认主成功 主人李愁 您最忠实的仆人雨落 结成为您服务 您现在可以取下我的智能芯片系统带着 这是我生命的核心 一旦这个系统毁坏的话 那我将会彻底消失 哦 陆灵按照雨落的提示 在灵文的轮椅下方 找到了一个巴掌大的黑色条状物 这个东西密闭得十分严密 一时间竟然找不到半点裂缝 不错 陆灵将黑色条状物放入储物戒指 雨落也一下消失 储物戒指隔绝空间 在里面的雨落 根本不可能跟陆灵联系 雨落 雨落 陆灵叫了两声 雨落没有再次回答 为了避免雨落设计矿塌 陆灵把灵文推下来 将她的轮椅 整个收入到储物戒指之中 这一下 储物戒指中的空间就被装满了 目前来看 雨落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陆灵一时有些犯难 87 收获巨大 恢复出场设置 陆灵其实本来想的是 解决了灵文所有人后 就离开石山基地 回去金虎林寻找安仔 只是 现在他做下这么大的事 难免会被灵文帝父亲关注 如果这个时候 还在白银山乱跑 可能会被人发现 与其如此 不如混在这些舞者之中 到时候上千舞者 灵文帝父亲 即便是大人物 也没有那么强的实力和势力 彻查所有人吧 两个方案各有优劣 不过 陆灵只犹豫了一下 就决定离开石山基地 安仔还在金虎林 他应该不会跑远 此外 陆灵还有好多装备在安仔那 这些东西 肯定要尽快拿回去变卖地 一路顺利地走出石山基地 这时 林云生夫妇的飞机 还在空中飞着 根本不知道 杀死灵文的凶兽已经离开 外面天色大亮 陆灵肚子虽然有点饿 但他还是快速奔跑 先找到安仔 然后离开白银山再说 其他的问题 都可以往后烧烧 猫 跑了三个小时后 陆灵终于听到了熟悉的叫声 是安仔 陆灵一脸喜色 也大叫一声 安仔 扑通扑通 一头高度足有两米的 如同一辆卡车一样的牛犊子 从远处森林中跑出来 他锁过之处 压倒了无数的植物 就连一棵小树 都被安仔直接撞断 猫 安仔凑过来大叫一声 眼神中满是询问 好像在问陆灵 你这段时间去哪里了 这个说来话长 我等会再跟你说 咱们先收拾东西 尽快离开白银山再说 安仔见到陆灵神色严肃 也没有再开玩笑 带着陆灵 找到了之前的那些 从大风小队得来的装备 一人一牛快速离开 在路上 陆灵发现不少妖兽的身影 之前石山基地 一直用不知名的手段 控制了这附近的妖兽 现在石山基地都被陆灵摧毁了 这些妖兽 自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陆灵坐在安仔背上 一点点地整理着 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 储物戒指 除了陆灵塞进去的 一百多部手机 轮椅 小木箱的书籍外 还有价值不菲的妖盒 这些妖盒 全都是六阶妖兽的 同时 还都是拥有元素之力的妖盒 足足有99枚妖盒 直接把陆灵给看待了 这些东西 要是换成简化点 它岂不是发财了 到时候 什么秘籍它学不会 不过这些妖盒陆灵 暂时不打算动 东山市市面上 都没有销售六阶妖盒的商铺 这东西 肯定不止那么简单 而且 许坤一个武王 都收集了这么多 以后说不定会用得上 除了上百颗六阶元素妖盒外 陆灵还发现了一本秘籍 气泡拳 阿呸 应该是叫空气波动拳 简称空波拳 这是一门D级武技 只不过许坤修炼得不到家 好好的空气波动拳 给它修炼成了气泡拳 真是暴殿天物 妖盒 秘籍 还有一套A级战甲 看样子有些磨损 应该是许坤之前一直穿着的 还有好几柄A级战刀 陆灵直呼发财了 A级战甲 即便是磨损的 价格不会比全新的低多少 二手卖个八折 还是没问题的 战刀更是如此 许坤因为一直都没怎么出去战斗 解决妖兽 主要靠着迷魂烟 或者一些毒药 他的战斗能力 其实并不怎么样 这些装备的橙色都很新 如果拿出去卖的 恐怕卖个两三亿没问题 可陆灵才不会这么傻呢 A级战甲 A级战刀 D级密集 六阶元素腰盒 这些东西拿出去一件 都要被人围观 一次性拿出这么多 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 陆灵就是石山基地的凶手了吗 短时间内 陆灵还能用得上这些 先自己用着比较好 S级战刀影血 作为一柄有名号的战刀 陆灵一直拿着使用不合适 还是放在储物戒指中 当底牌比较好 储物空间 除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外 就是一些食品 药品 野外露营的装备 这些东西陆灵也都能用得上 就不要再购买了 经过他这么一番整理 储物戒指内的空间 有条理多了 还能把这一次 从大风小队 那得到的东西塞进去 安仔只觉得背上一清 那些武器战甲 还有大杀器 都消失不见了 猫 别叫 赶紧走 东西我收下了 陆灵吩咐一句 安仔加快了步伐 大部分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可还有个问题 雨落怎么处理 说实话 一个智能生命 如果把它放出来 万一要出卖陆灵 那真是防不胜防 可就这么放在里面 也不是个事 得想个合适的办法 主人 嗯 突然响起的声音 吓了陆灵一跳 他不是把雨落的核心 都放在储物戒指中了 怎么他还能说话 主人不用担心 我现在在你手机内的 只是一个分身而已 不过您的手机 已经是十年前的老款了 如果想要体会更强的功能 建议您换一个 现在最流行的 3D虚拟投影腕表 到时候 您就知道 我有多强了 分身雨落 看起来有些呆萌 陆灵的手机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可爱的 带着翅膀的小精灵 说话声音 都是奶声奶气的 嗯 虚拟投影腕表等 回去后再买吧 对了 你是什么时候 进入到我手机的 这个是在认主成功后 我就获得了相应的权限 雨落说着 在屏幕上的他 还撒娇的昂起脑袋 看着陆灵 主人 智能生命完成认主后 您可以重新进行一番设置的 可以为我改名 设置虚拟形象 约定一些条款 设置我可以做的事的权限 也可以恢复出场设置 说到这里 屏幕上的小号雨落脸上 露出一丝难过的表情 当然 如果主人恢复出场设置的话 雨落就会死亡 一个新的智能生命会出现 主人 如非必要 请不要这么做 嗯 还可以恢复出场设置 陆灵心中大喜 脸上只是笑笑 放心吧 主人最棒了 雨落以后 一定好好为主人服务 成为最棒的帮手 小雨落开心不已 挥手给了陆灵一个飞吻 可他这时候还不知道 陆灵已经做出了决定 88 林云生夫妇到来 小雯死了 天色渐暗 陆灵和安仔 已经走出了白银山的中心区域 不过白银山覆盖面积很大 想要彻底走出去 还要至少七八个小时才行 可陆灵和安仔 都实在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No 好啊 在陆灵前方 正有一头跳跳路 安静地吃草 这还是陆灵第一次见到活的跳跳路 只不过这跳跳路 有些傻乎乎的 陆灵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柄A级战刀 放在手里掂量两下 随后向着跳跳路甩出 So 战刀穿过空气 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正在吃草地跳跳路 傻乎乎地抬头 看向陆灵方向 扑痴 战刀刺入跳跳路的驳梗 跳跳路茫然无措 他甚至都不知道 这飞刀是从哪里来的 就倒在地上死去了 果然够傻 开吃 陆灵从安仔背上下来 大叫一声 快速地处理 然后烤鹿肉 一头露给陆灵和安仔 吃得干干净净 这时候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陆灵让安仔加快速度 又是一夜急行 等到天亮的时候 陆灵才听到 有飞行器从远处飞来的声音 轰隆隆 这巨大的声音 把安仔都吓了一跳 陆灵还安抚了好久 飞行器的高度缓慢降低 陆灵看了一眼方向 应该正是石山基地那里 林文的父亲 来了 安仔 快走 快走 我们出了白银山后 找个地方躲两天 以后你也不要再回来了 No 一人一牛的身影 消失在白银山外 石山基地 林云生面沉似水 艾琳娜的长鞭 一直抓在手中 他们昨天晚上 就来到了华国的帝都 但因为空中管制的原因 两人只能等到白天再出发 这一天的时间 他们夫妻二人 不断地拨打林文 许坤的电话 但一直都是 无人接通的状态 没有办法的两人 只能脱关系 找到能查询 卫星定位的朋友 花了两个多小时 才确认 许坤和林文的电话 在位于白银山脉的深处 一大早 两人乘坐 圆桌公司的 私人飞行器赶来 可是 久经战斗的林云生 几乎是第一时间 就察觉到了 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 艾琳娜 如果我儿真的死了 我就是穷尽天涯海角 也要找到凶手 为他报仇 林云生的面色平静 没有咬牙切齿 不过艾琳娜知道 林云生越是平静 心中就越是暴怒 走 先进去看看吧 艾琳娜也说不出 什么安慰的话来 他心中的怒火 并不比林云生少 林云生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柄长枪 在石山基地 那厚重的合金大门上 画了一个圈 一个巨大的缺口出现 林云生面无表情地走进去 立马就听到一阵欢呼声 感谢 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 老天爷啊 百战士的救援真够慢的 怎么才来 谁说是你们百战士 说不定是万件事的救援队呢 我不管是哪个事 我只希望救援队 能给我带点吃的 感觉眼睛都要冒猩猩了 人群喧闹 让林云生皱起了眉头 安静 林云生说道 声音不高 可传到每一个人耳中 却是阵笼发聩 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林云生在人群中 找到几个武士巅峰的高手 伸手 一拉 几个武士高手 不受控制地来到他面前 说一说 这里发生了什么 不要隐瞒 这 是 几个武士虽然不知道 林云生的身份 但只凭这一手 隔空抓人的能力 至少也是高阶武王的水平 前辈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本来是铁枪小队的队长 接到任务在白银山中猎杀妖兽 可有一天突然昏迷 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其实并不知道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就在一处巨大的空间中 那里死了好多人 武士不断地介绍着 林云生月听 眉头皱得就更加严重 这人说话眉头莫尾的 他根本听不出什么重点来 看来 想要调查 还是得自己亲自来 停 林云生一摆手 你带我去有好多死人的地方 其他人不要动 不然一旦被我怀疑是凶手的话 我会直接出手击杀 艾琳娜 把门关上 艾琳娜答应一声 右手摘掉手套贴在金属大门上 只见大门上方的合金不断流动 将刚才被林云生划开的洞口填补起来 走吧 武士呆呆地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等到林云生催促 他才下意识地点头 带着林云生向前走去 一路走来 两边都是被破坏过的痕迹 只不过 这些被困在里面的人 十 都不高 无法对合金墙壁和金属 造成太大的伤害 小门 刚走进炼狱空间 林云生就看到了林云的尸体 被陆林随意丢掉的无头尸体 经过上千位舞者的慌乱和踩踏后 已经没有人形了 不过林云生还是一眼认出来 这是自己的儿子 门 艾琳娜惊呼一声 来到林云尸体前 眼泪止不住地流出 云生 我要杀人了 云生 我控制不住自己了 艾琳娜说着 手中的长鞭 瞬间卷住了带路过来的武师 不 不要 武师拼命地挣扎着 可随着长鞭收紧力量 他的挣扎动作 顿时停在那里 一动不动 杀死一个不够 艾琳娜转身就要朝大门的方向走 却被林云生一把抓住 他微微摇头 艾琳娜 不可以 至少 在华国不可以 艾琳娜挣脱了两次 林云生都异常坚定地拽住他 这让他想到了 关于华国的一些传说 可是 我们的文 死了 云生 你难道不伤心不痛苦吗 为什么我们的儿子死了 其他人还能活着 我要他们为文陪葬 艾琳娜 你先冷静一下 林云生也在强忍心中的怒火 如果此刻 是在华国之外的任何地方 恐怕他也早就大开杀戒了 只是 这里不行 真的不行 许坤在那里 你去看看他的情况 还有 小文不能没有头 我们要找到 之后 带小文回庄园 我们要找到杀害小文的凶手 然后跟他一起下葬 林云生的语气坚定 八十九 担心的刘卫然 等待的马天虎 东东 东山市 刘市武馆总部 请进 房间内传来刘青龙的声音 刘卫然推开门走进 老爹 有陆林的消息了吗 刘青龙摇摇头 闺女 你急什么 今天才刚刚一周 陆林那小子 不是说了一周回来吗 你在耐心等等 也许下午就回来了呢 而且 武者出城历练斩杀妖兽 时间有些延误太正常了 你这一天天地着急 也没有半点用 刘青龙感叹一声 自家这闺女 看样子是彻底 被陆林给迷住了 从陆林离开东山市地 第二天就来询问 有没有陆林的消息 那可是去荒野 又不是去学校上学 去公司工作 哪可能准时准点呢 哦 我知道了 刘卫然说着 就要关门离开 就在这时 身后一个穿着练功服的中年 急匆匆地跑过来 管主 管主有消息了 你让我关注地龙刀小队 刚才回来了 龙刀小队 刘卫然一愣 这不就是陆林所在的小队吗 他站在门口 等着听消息 你说 管主 龙刀小队的队长周申明 和手下的几位舞者 今天一早 被送进了东山市第二舞者医院 队员杨小伟 重伤昏迷不醒 队员李莫身上多处受伤 队长周申明 腿部被枪械击中 无法正常行走 目前几人 都在接受手术治疗 之后恐怕还要在治疗舱内 待一段时间 什么 刘青龙猛然起身 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 刘卫然更是身子一晃 他强打精神问道 王教练 有看到咱们舞馆的陆林没 陆林 王教练回忆了一下 说道 龙刀小队这次出去的七个人 只有周申明 杨小伟 李莫三人受伤 任天和杨大伟 都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陆林和另外一个攻守 我没有他们的行踪 陆 该不会是 刘卫然不敢想下去了 刘青龙赶忙来到他身边一把掺住 王教练 你先下去吧 等那三人从手术室出来 你去打听一下陆林的下落 王教练答应一声 转身离开 老店 陆林 陆林 他会没事的对吧 当然 陆林那小子 可是精明得很 别看他才只有舞者出街的水平 别看他是第一次进入荒野 别看他几乎没有实战经验 呜呜 刘青龙说到一半 直接被刘卫然堵住了嘴 这说的什么话 说这么多陆林的缺点 那岂不是在野外 陆林是最有可能先死的那个 刘卫然正脱流 青龙 狠狠地瞥了他一眼 快步跑出去 他要第一时间知道陆林消息 不如现在 就去第二舞者医院等着 马绍 马绍 龙刀小队的人回来了 刚接通电话 赵勋就迫不及待地说道 什么 那个陆林呢 受伤了还是死了 马天虎正在跟人修炼 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对旁边的人摆摆手 走到训练室外问道 不知道 我只看到了龙刀小队的其他人去了医院 没有看到陆林的身影 好 那你继续关注 一有陆林的消息 就立马通知我 好嘞 马绍放心 赵勋笑着答应一句 虽然明知道马天虎看不到他 他的脸上还是露出一丝谄媚讨好的笑容 那个马绍 我这几天修炼感觉遇到点问题 气血增长比较缓慢 我知道了 下午来我这里领一瓶气血蛋 马天虎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这时 一个人影从身后走来 天虎 又是那个贪得无厌的平民 马天虎回声笑道 方师傅 是他 不过这次找我是真有事 他说龙刀小队的人回来了 但陆林没在 陆林 方师傅有一张有黑憨厚的脸 可他的眼角高高掉起 看起来就好像戏文中的奸臣 哦 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 一天之内就禁忌无辙的小子吧 看到马天虎点头 方师傅笑笑 露出一口黑黄黑黄的大牙 他从口袋掏出一包烟 拿出一根点上 吐出一口烟气后 天虎 这是不着急 虽然我们推测 这小子有秘密 但这个秘密 到底有多大还不知道 如果只是偶尔的幸运 那也不值得过多关注 让那个贪得无厌的家伙继续看着 如果陆林 能在这几天时间里 再次出现突破的话 那我们就要准备动手了 现在陆林才刚刚开始展露天赋 关注的人不多 我知道的方师傅 已经安排了 马天虎答应一声 继续说道 这几天我感觉我的气血增长很快 应该是要突破十点了 接下来的修炼怎么安排 接下来 你要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 方师傅说着 将手上的香烟扔地上踩灭 跟马天虎一起走进修炼室 这位方师傅 名叫方浩 乃是一位中阶武师 江左马家虽然号称武王家族 但家族中除了一位老祖外 能够达到武师级的族人数量并不多 这位方浩乃是马家重金聘请的护卫 上一次马天虎跟马和生申请武师级护卫 正好这位方浩有空 就被安排过来 前几天 马天虎闲聊的时候 说到了关于陆林的事 方浩对此颇为上心 他的天赋到武师级已经是极限了 后来靠着马家的供奉 才勉强突破到中阶 如果陆林真的有什么秘密或者宝物的话 那他不管是自己拿到 还是上交给马家 都能获得不少的注意 至于赵勋 只不过是一个蹭吃蹭喝的平民而已 这样没有天赋的人 能够晋级武者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未来的发展有限 无论是方浩还是马天虎 都是把赵勋当成一个跑腿的小人物 东山市武者第二院 任天和杨大伟 正焦急地在手术室外来回踱步 从白银山出来 抵达301前进基地后 因为杨小伟的伤势太重了 根本无法适应在车上的颠簸 必须要在基地武者临时医院 进行简单的治疗和维持 临时医院的条件和设备 比不上大后方 足足花了好几天的功夫 杨小伟的命才算勉强保住 可要想恢复的话 还要回到东山市治疗才行 这几天 任天和杨大伟没有睡一个好觉 心思都在受伤的几人身上 还在白银山的黄梨和陆林 他们虽然偶尔会想起 但也无心操视太多 尤其是 今天再回东山市的路上 李莫突然吐血不止 周深明的腿部伤口 也出现了恶化 现在 他们只希望周深明几人 能够手术成功 其他的事 一概都顾不上了 大大大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任天双目通红地转头一看 这不是陆林的那个小女朋友吗 这么快就知道 他们回来的消息了 九十 烤羊肉串 与安仔分别 呼噜 呼噜 陆林在帐篷内睡着 不断地转动 他正在做梦 这是一个 与红月地雄战斗的梦 陆林守上帝合金长棍之初 因为准头的问题 红月地雄连闪避都不要 一个飞扑 红月地雄扑在了陆林身上 呀 陆林大叫一声 将红月地雄庞大的身体推飞 嗯 这一下剧烈的动作 让陆林直接从梦中清醒过来 他看着黑暗的天空 一轮圆月洒下银白的光辉 满天繁星 不停地闪烁 四周能听到若隐若现的妖兽嘶吼 等等 帐篷呢 陆林揉揉眼睛 一跃而起 梦 安仔愤怒地叫声传来 陆林看到这家伙 竟然身上裹着帐篷 满脸愤怒地瞪着陆林 梦 陆林瞬间想起来发生了什么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那个 对不起啊安仔 我又做噩梦了 不是故意把你推出去的 梦 安仔一转头 根本不想理会陆林 这都第几次了 他们俩出了白鹰山范围后 就在附近的平原游荡 因为没有遮挡物 平原上的妖兽数量很少 即便有 也都是一些草食类的妖兽 只要他们不主动招惹 那些妖兽 也轻易不会攻击陆林和安仔 这一对奇怪的组合 只是 陆林这家伙 实在太过分了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会做噩梦 偏偏他的力量还大 安仔睡在帐篷内 一不小心 就被陆林打一拳 踢一脚 或者以指围枪 一下戳在安仔的肚子上 没想到 这才刚睡着没有多久 将他和帐篷一起扔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去打练 请你吃顿好的 陆林连忙赔礼道歉 说着 他拿出一柄战刀 跳到草丛中 很快消失不见 过了好一会 陆林再次出现 他的肩膀上 扛着一头羊 安仔顿时双目放光 这是曲角羊 性情暴躁 虽然看起来很温顺 但曲角羊 是少数会主动攻击 其他人类 或者妖兽的石草妖兽 不过虽然有不少缺点 但安仔知道 这曲角羊的肉 那真的是美味啊 尤其是陆林做的 那个什么羊肉串 好吃的 能让安仔 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去 摸 摸摸 安仔凑到陆林身边 讨好的请求 吃一顿烤羊肉串 陆林当然从善如流 其实他之所以 这么迁就安仔 不仅是因为 把他丢出去 有些不好意思 更是因为 在荒野游荡了几天后 陆林时常会看到 在附近历练 斩杀妖兽的舞者小队 从那些舞者的谈话中 陆林知道 他现在已经很接近 304前进基地了 这代表着 他这一次的荒野历练 也即将结束 安仔毕竟是一头妖兽 虽然是铁骨牛 虽然性格温顺 虽然他能听懂陆林说话 但陆林 还是无法将他 带回到东山市 他们要分别了 这里距离304前进基地 已经不远了 那么 就让这一顿烤羊肉 作为分别验把 陆林处理后 曲角羊 又用A级战刀 将羊肉 剁成一块块肉块 找一根柳枝穿上 放在火上烧烤 许坤的储物戒指中 有不少烧烤用的调料 盐巴 自然 小茴香什么的应有尽有 陆林一个个取出 将调味料 撒在羊肉串上 旁边的安仔 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香味 即便吃一辈子 都不会吃腻啊 正宗陆林牌羊肉串 好吃不贵 绝对美味 不一会羊肉串都烤好了 陆林和安仔二话不说 一顿狼吞虎咽 尤其是安仔 吃的那叫一个畅款 就已经吃掉两串了 一顿美味的羊肉大餐吃完 陆林和安仔 毫无形象地 躺在地上看着星空 寂静 沉默 这样的夜里 更适合安静地 看着夜空 思考 或者发呆 但陆林却打破了 这静谧美好的气氛 安仔 猫 我要走了 猫 我是人类 肯定要回人类的城市啊 你是铁骨牛 也要回到族群之中 猫 回去以后 我们都要一起努力修炼啊 我要成为武神 你也要成为兽皇 听到没 猫 对不起 安仔 天亮后 我就要走了 下次出来 我们再会吧 猫 陆林也不知道 安仔能不能体会到他的心情 说完这些话后 陆林就安静下来 寂静的夜里 他只能听到 自己和安仔的呼吸声 仿佛这偌大的荒野中 只有一人一牛 第二日清晨 陆林在前面走着 安仔在后面跟着 走了一个小时左右 陆林已经能看到 在千米之外的 304前进基地了 他停下脚步 转身看着安仔 安仔两只黑亮的大眼睛 也一眨不眨地盯着他 安仔 我要走了 咱们 后悔有期 陆林走到安仔面前 抱了抱他的大脑袋 安仔轻声叫着 仿佛是舍不得陆林离开 又好似是在跟他道别 陆林走了 安仔知道 他也不能跟陆林 一起回陆林的世界 因为那个世界只有人类 而他 一头铁骨牛 应该生活在铁骨牛的族群 在那里生 在那里活 在那里死 早上 平原上的武器很大 陆林的身影走远 在雾气的作用下 他的身影越发的模糊 越发的渺小 安仔看了许久 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什么人 抱上你的身份 304基地的助手战士 大声喝闻道 早上这个时间段 都是舞者大部队向外出发的 他们竟然看到一个衣着破烂的少年 向这里走来 你好 我是东山市的自由舞者 陆林 东山市 东山市的舞者 怎么跑到我们江夏市了 助手的战士嘀咕一句 让陆林进入基地 查验身份后 让他进去休息调整 陆林在304基地内 买了一套助手战士穿的迷彩服 等到中午 才有从东山市来这里执行任务的舞者小队 陆林跟他们约好 晚上的时候一起返程 本来陆林还要给车费的 结果对方小队的队长 一听陆林是龙刀小队的人 便大方地说车费 就不必了 周深明曾经是他的偶像 成为自由舞者 还是他为了努力追随偶像的脚步 陆林一笑 便欣然同意了 没想到 在这距离东山市上千公里外的前进基地 还能遇到队长的粉丝 真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坐在车上 陆林向外看去 荒野之中的大雾早已散去 但好像还有一个类似安仔的身影 站在那里久久不动 陆林打开车窗 冲着那个方向挥挥手 再见了安仔 Moe 隐约间 陆林好像又听到了安仔那熟悉的叫声 91 三阳开位贸易公司 回家 到了 陆林兄弟 这里有城卫军设立的进城安检 同时也有一些妖兽贩子 在这里等舞者回来收购东西 不过我看你的样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收获 怎么样 要不要后面的跳跳路送你一头 戴着眼镜 鲁城豪爽地说道 这一次外出 他们就是接到某个餐厅的订单 猎杀的 都是一些肉质鲜美的妖兽 跳跳路就是其中之一 不用了诚哥 您能带我回来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陆林连连摆手 这一次 他的收获都在储物戒指里面 哪里还需要占鲁城小队的便宜 要不是怕储物戒指暴露 他都准备送鲁城一把C级战刀了 哎 你这小兄弟 就是太客气了 几人下车 坐过安检后再次上车 陆林看着窗外热闹的景象 虽然已经到了晚上 但东山市城外的空地上 有数十个收购妖兽的摊位 老板们一手拿着现金 哈哈大笑着 跟打猎归来的舞者们聊天 旁边有帮工在称量妖兽的重量 在这样的环境下称重 自然不可能要求去皮或者去骨的 只是称一下大概的重量 然后双方就可以核算价格了 除了一些特殊的妖兽 大部分妖兽尸体 都是带回去才处理的 鲁城开车熟练地来到一处摊位前 下车叫道 老王 老王 出来接客了 谁啊 哪个挨牵刀的 这么编排女王哥 哎呦 这不是阿诚吗 怎么样 这次 任务还顺利吗 从摊位后面走出来一个穿着皮围裙 围裙上满是血迹的大脖子 还行还行 这次给顺兴餐馆裂了二十多头妖兽 这不是 想起老王你爱吃三眼兔吗 这次回来 顺路给你弄了两头 哎呀 那真是太谢谢了 老王老板热情地笑着 从口袋里掏出香烟 给鲁城小队的队员发烟 发到陆林面前的时候 老王动作一瞬 咦 竟然你是小子 不错吗 啥时候 加入到阿诚小队的 这位老王老板 正是陆林之前 购买铁剑豪猪后腿肉的那位 没想到回到东山市后 见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 也真是圆 妙不可言 老王你说啥呢 陆林可不是我们这种小队能容得下的 人家是龙刀小队的正式成员 鲁城抬了陆林一下 才跟陆林说道 陆林 这位是老王 东山市妖兽 交易市场的百事通 你以后要处理什么东西的话 找他就行 对对对 找我就行 无论是买还是买 无论的是妖兽 还是战刀轻甲 尽管找我 老王我肯定给你一个良心价 老王说着 从油乎乎的上衣口袋掏出来一张名片 塞在陆林手上 陆林看了一下 名片上写着三阳开位贸易公司总经理王胜利 下面还有他的联系电话 好吗 既然叫这么个名字 三阳才开位 那得吃多少才能吃饱啊 陆林默默地将名片收起来 鲁城只以为他是以后有需要了 会找老王交易 可老王王胜利 却是眼光闪动 猜测着陆林的用意 鲁城从车厢里 拿了两头又大又肥的三眼兔递给老王 老王见状开心不已 这两头三眼兔都是堪称极品的白兔子 回家又有口福了 行了 老王 我们搁几个先回去了 出来三天 这次差点跑到江夏市区 兄弟几个都累坏了 行嘞 你们慢点 老王招呼一声 专门走到陆林面前低声说道 陆林兄弟 下回有什么好东西 给老王打电话 保证安全可靠 价格公道 行了你老王 陆林才第一次出城 能有什么收获 走了 鲁城启动车辆 冲着老王挥挥手 开车离去 陆林看着老王 也冲他点点头 今天时间晚了 明天一早 他就跟老王联系处理 手里的那一批货 进城后 陆林问清了陆林的住址 一路给他送到小区门口 才去顺心参馆 结算猎物的金额 这位鲁城 倒是一个不错的人 陆林想着 走进青运花园小区 刚进小区大门没多久 陆林就听到 身后有熟悉的声音传来 小薇 你不用送了 嗯 陆林一愣 这不是弟弟陆琪的声音吗 他一个闪身 来到阴影处 向外观看着 只见身材高大健壮的陆琪 背着一个破旧的书包 正在跟一个女孩道别 那个女孩个子也有一米七 不过长得却很是可爱 留着双马尾 穿着粉色的衬衫 没事啊 齐健 你回去吧 我在这里看着你 小薇一脸痴迷地说道 陆林下意识地看看陆琪的模样 这小子 几天不见改了画风 描眉画眼 脸上还打着粉 看起来一副玉面小郎君的娘炮样子 帅确实是有的帅的 只是 这个年纪不好好学习 还特么地化妆 陆琳觉得 老弟这皮是痒了 等会晚上回去 给他松松皮 陆琪指着后面 跟着的一辆黑色的小车 小薇 你让管家这么一直开车跟着 也不是个事 早点回去吧 回去后 我们再聊 小薇回头看了一眼 无奈地点点头 好吧 既然是琪琪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嗯 去吧 到家了我给你打电话 乖了 小薇点点头 一步三回头地看着陆琪 最后才一一不舍地钻到车里 车辆很快离开 看着小薇坐车离开 陆琪才一脸无奈地叹一口气 唉 这是什么时候是头啊 什么时候没有头了 谁 陆琪听到有人接话 吓得向后一跳 待他看到 一身迷彩眼神 如同钻石一辆透着亮光的陆琳 大叫一声 哥 一个跳跃来到陆琳面前 一把抱住他 哥 哥 我想死你了 呵呵 我看 你是想我死了才好吧 陆琳不嫌不淡地说道 随即也是用力地抱着陆琪 这一趟外出 他真的是经历了不少危险 如今 终于是到家了 哥 我哪有 两兄弟抱了好半天 过了好一会陆琳 才松开弟弟 问道 刚才那姑娘是谁啊 同学 朋友 女朋友 爸妈知道吗 哥 什么同学 你不会看错了吧 走走走 赶紧回家 你出去这几天 爸妈天天担心地睡不着 咱们赶紧回去吧 陆琪拉住陆琳就要走 却被陆琳一把拽住了 92 陆琪幸福地烦恼 吃一顿软饭 等等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陆琳脸色一板 陆琪又想起了 曾经被陆琳支配的恐惧 现在老哥都是舞者了 调理他一个高级舞图 更加轻松 哥 轻点 轻点 我说我说 陆琳松开手 陆琪这才给他解释 原因就是因为之前有一天 陆琪上学的时候 被同样住在青运花园的 一个同学 发现他从小区里走出 两人简单聊了两句 陆琪就把陆琳 成为舞者的是说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少年 为了显摆自己老哥 有多厉害的话而已 没想到那位同学 在去了学校后 竟然大肆宣扬 能住在青运花园地 在东山市 已经算得上是精英阶层了 家里要么是有舞者 要么是有产业 陆琪弟哥哥 才刚刚高中毕业 就成为舞者 未来他们家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之后 陆琪便不断地收到 一些女孩子的情书 巧克力 折纸 甚至还有人送他腰带 领带 想要把陆琪给拴住 不只是偷偷地送礼物 更过分的陆琪都遇到过 在上世外的训练课的时候 有女生直接跑过来 跟他表白 还有女生当着好多人的面 宣布陆琪是他的 陆琪被搞得不胜其烦 就在他为此烦恼的时候 班级里的小透明 李小薇出手了 在之前两年的学习中 李小薇不声不响 既不张扬也不低调 学习成绩一般般 舞蹈修炼也不咋样 属于那种中游学生 没想到这姑娘 竟然一直暗恋着陆琪 这次陆琪对于那些女生的表现 露出不耐烦的情绪 李小薇知道自己 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出手 这一出手 李小薇以1600公斤的权力 打在学校内 一众男生女生 对他福气不已 之后 就如陆琳看到的那样 李小薇为了陆琪的安全 每天都会送陆琪下学回家 所以呢 你是不喜欢人家姑娘吗 呃 这倒也不是 陆琪偷偷看着陆琳的表情 随后坚定地说道 主要是我现在在学校的主要任务 就是学习和修炼 对于男女感情的事 还是等以后再说吧 妖兽未灭 何以为佳 啪 陆琳一巴掌 打在陆琪的后脑勺上 当你哥傻是吧 我问你 风牛大力全修炼得怎么样了 陆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还行 还行吧 看你那样就知道 肯定没好好练习 不过今天就算了 明天再收拾你 走 回家吧 陆琪松一口气 他知道 老哥这一关 算是暂时通过了 回到家里 父母见到陆琳归来 又是高兴了一阵 晚上陆琳换了一身衣服 带着老爸老妈 出去大吃一顿 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陆琳感觉 这饭店里的妖兽肉 好像还真没有在荒野 猎到的妖兽肉好吃 这一顿饭吃了两万多 陆琳身上的钱不够 还是老妈拿存款付的 妈 你们先回去吧 我去催催队长 这一次 我们的任务奖金 有一百多万呢 我去要过来 不然这身上没钱 连个妖兽肉都吃不起 陆琳说完就跑掉了 身后老妈看着陆琳的背影 忍不住吐槽一句 什么家庭啊 还想天天吃妖兽肉 刚才说到队长 陆琳才想起来 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也不知道队长他们怎么样了 还有黄黎和白威 陆琳从石山基地离开的时候 专门破坏了一道门 那些舞者醒来后 只要认真搜寻 总能找到逃脱的办法 陆琳拿出手机 拨通了任天的电话 喂 陆琳 任天惊喜的声音响起 嗯 任哥 你现在在哪里 我回来了 不过路上跟黄黎哥走散了 队长 小伟哥 还有李默哥 情况怎么样了 都还不错 队长都已经能下床走路了 李默回复的也不错 小伟还在营养舱里面泡着呢 不过情况还不错 不过 你说跟黄黎走散了 是怎么回事 龙刀小队的人 都以为黄黎和陆琳 还在白银山等他们呢 只是因为黄黎和陆琳身上 都没有卫星电话 他们暂时无法联系上 这边周深明和李默的伤势 好了很多 便也催促着任天休息一晚 明天就去白银山 接陆琳和黄黎回来呢 任天 谁打电话过来啊 黄黎怎么了 话筒中传来周深明的声音 任天笑笑 队长 是陆琳 他刚刚回来 不过他跟黄黎走散了 哦 那任天你 先去接他过来吧 我们见面了解一下情况 好嘞 任天答应一声 陆琳 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接你 陆琳也不矫情 直接报出位置 15分钟后 任天开着霸气的虎视 越野皮卡停在陆琳面前 上车 陆琳 你也要记得 给你小女朋友打个电话 这两天 他可是天天跑到医院 来询问你的情况 哦 陆琳答应一声 给刘伟然也报了个平安 刘伟然明明有很多话要说 可陆琳告诉他 自己要去医院 他硬是指住了话头 让陆琳先跟小队的成员 见一面再说 大小姐 要不晚上 请我吃一顿宵夜吧 陆琳心中也有话 想要跟刘伟然说 不过他现在身上 一分钱都没有 只能先吃一顿软饭了 刘伟然听到这话 心中暗喜 不过嘴上却说道 好吧 这一次勉为其难地答应你了 两人笑着挂断电话 旁边的人 天却突然把车停下 任哥 开车呀 开你妹 任天做事欲打 你跟你女朋友聊天 能不能顾及一下 身边的单身人士 任天美好气地说着 直接指了指外面 大哥 已经到医院了 你竟然还有开车吗 陆琳抬头一看 果然是东山市第二舞者医院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任哥 我错了 错你妹 走吧 来到病房后 陆琳看到了李莫 周深明 还有泡在营养舱里面的杨小伟 咦 大伟哥没在啊 大伟去楼下拿药了 这次也真是幸运 要是没有立即赶到301前进基地 小伟的命 怕是都保不住 周深明说了一句 他示意陆琳坐下 陆琳 你说跟黄黎走散了 是怎么回事 93 白鹰山的经历 王妍 队长 那天你和任天他们一起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黄黎哥跟你识眼色 当时我就觉得蹊跷 觉得你们俩是不是知道什么 陆琳缓缓开口 这个过程 他在这两天的时间 已经想过无数遍了 自然有了完整的说法 蹊跷 什么蹊跷 任天忍不住问道 旁边的李莫虽然没有开口 但他的眼睛也紧盯着陆琳 就是我猜测 那天黄黎哥应该是看到袭击我们的人了 任天大惊 他猛地站起 看向周深明 队长 这是真的吗 周深明没有说话 但陆琳却点点头 这是我的猜测 而且 我觉得不只是黄黎哥看到了 队长也看到对方了 只不过 陆琳一摊手 可能是队长担心 我们当时的状态 不适合上去找他们报仇吧 等你们开车离开后 我和黄黎哥 还有白威他们一起在营地休息 我趁机询问 可黄黎哥却说他没有看到 我不信 当时 哎 陆琳叹了一口气 继续说道 我当时也是气昏了头 认为黄黎哥既然不说 那我就自己出去调查 然后 我就趁着黄黎哥 跟我们守夜换班的时候 偷偷地跑出了营地 后来在金虎林 就是我们跟金金虎战斗的 那片树林 大概二至三公里的地方 我发现了蛛丝马迹 听陆琳说到这里的时候 周深明有些紧张 虽然陆琳现在就好好的 站在他面前 可他还是忍不住捏一把汗 其实 当时如果黄默哥在身边就好了 肯定可以轻松找到 那些袭击者的踪迹 下次再出任务的时候 麻烦黄默哥 教我一些野外寻找踪迹的办法吧 黄默文言点点头 这只不过是小事而已 只要陆琳肯学 他自然不会吝啬 我一开始还能找到那些人的踪迹 可跟了两天后 我却发现自己迷路了 当时我心里恐慌极了 又怕遇到妖兽群 又想赶紧找到黄默哥 我就一路跑啊 就这么跑了两天 中间还遇到一头傻乎乎的铁骨牛 跟他在白银山相伴了一段时间 后来等我跑出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到了304基地附近 今天早上 基地那边的战士告诉我说 有一辆从东山市的武者小队车辆 会从304前进基地返程 我跟他们聊了一下 他们就带我回来了 说起来 这次还是借了队长的光 那个小队的武者 说他是队长的粉丝 名字叫鲁城 不知道队长认识他吗 鲁城啊 我知道 周深明听完笑了笑 陆琳这一趟 虽然是自己一个人穿越了白银山 但运气也着实算是不错 跑到了304前进基地不说 还正好能遇到东山市的武者小队 要知道 304前进基地 可是靠近江夏市的方向 一般东山市的武者 都不会跑到那么远去狩猎妖兽 而且 陆琳还幸运地遇到了鲁城 这位小兄弟 之前算是周深明的一个学生吧 脾气和性格都还算不错 大大咧咧的 没有太多心眼 不然以陆琳这第一次外出的小白 若是遇到那些心黑的武者小队 说不定直接就给他 送到妖兽口中了 我去 陆琳你 这也太牛逼了 一个人横穿白银山 还到了304基地 这事我都没做过呀 厉害厉害 任天惊叹一句 忍不住走过来抱抱陆琳 他也是从新人武者走过的 自然知道 一个武者横穿白银山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妖兽袭击 食物 住宿 饮水 守夜等等 即便不爱说话的李莫 都忍不住对陆琳竖起大拇指 好吧 看来你还不错 也算幸运 不过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要跟黄黎待在一起 两个人彼此之间 也有一个帮助 行了 我等会再给301前进基地 打电话问问吧 黄黎如果在山里找不到你 估计也会赶到前进基地 跟我们联系的 黄黎这家伙 又跑丢了吗 队长 这时 病房的房门打开 两个舞者一千一后地走进来 在后面的那位陆琳自然认识 正是杨小伟的亲哥哥杨大伟 至于另一位 身材不高 但壮实程度跟安仔有的一拼 大伟 石头 你们回来了 周深明说着 和任天一起接过两人手上的水果 以及各种打包盒 石头 这是咱们小队的新人陆琳 他可是只用几天时间 就横穿了白银山 刚刚才从304基地坐车回来 是吗 卧槽 牛逼呀 陆琳 石头惊叫一声 两步走过来 跟陆琳拥抱一下 陆琳感觉到 这位石头 真的跟石头一样 身上的肌肉特别坚硬 陆琳 这就是咱们小队的前队员 王岩 之前因为意外 被迫退出小队 王岩 竟然是他 陆琳刚刚跟王岩松开 听到周深明这么说 又用力地抱住王岩 石头哥 多谢你了 你这次虽然没去 但你的轻甲 可是救了我一命啊 没事 没事 都是小意思 王岩肌肉发达 力量更是小队中最大的 可被陆琳这么一抱 他都有些受不了 兄弟 兄弟 你能先松开我吗 你这力气也太大了吧 王岩说话的时候 脸色都有些发红 哦 对不起 陆琳跟王岩分开 心中还有些不好意思 王岩花了接近五千万购买的 A级轻甲给大风小队的人干碎了 陆琳也有能力赔偿 可他却不敢把他在石山基地中的收获拿出来 只能以后出任务 有了合法收入后 时不时地给王岩赔偿一些吧 好了好了 大家都坐下 现在我们小队就是黄黎还在白银山 周深明让大家坐下刚要说话 手机就响得不停 他拿出来一看 接通电话 队长 我是黄黎啊 黄黎 周深明惊叫一声 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他这才说到 就黄黎不在呢 黄黎就打来了电话 队长 我现在在302前进基地 短时间可能回不去 陆琳给丢了 我给你打个电话后 还要进山去找他 你那边怎么样 如果方便的话 让任天过来 也一起帮忙 黄黎话还没说完 就被周深明的笑声打断了 94 黄黎的消息 烧烤店有人闹事 队长 你笑什么 黄黎 陆琳已经回来了 他现在就在我旁边呢 对了 你小子怎么跑到 302前进基地去的 周深明也是无语了 刚刚陆琳说 他是从304基地跑回来的 结果黄黎说 现在在302前进基地 这两人 是一个比一个能跑啊 卧槽 陆琳这小子回去了 嗯 那没事了 既然陆琳回去了 那就不用派任天来接我了 我等下跟武安局的车一起回去 大概明天早上到东山市 等我到了 咱们再说啊 行 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挂断电话 周深明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好了 这下黄黎也确然安全了 这一次 咱们小队能够平安回来 真是不容易啊 陆琳 队长 嗯 不要紧张 坐下来说话就行 周深明手掌下压 他收起脸上的笑容 这一次 咱们确实是遭到对头的暗算了 但之所以 不告诉你 是因为对方实力太强 不是你和黄黎两个人可以应付的 不过 别急 这一次暗杀地仇 我不会忘记 咱们龙刀小队也不会忘记 等找到机会了 咱们一定给他们狠狠来一下 听到周深明这么说 杨大伟等人脸上都十分平静 显然凶手的身份 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了 不过陆琳却在心底暗自偷笑 大风小队的人 已经在深坑中团聚了 也不知道队长他们以后 怎么找对方报仇 不过这事他可不会说出来 事关他的实力底牌 还有可能牵扯到石山基地的事 陆琳决定 这是谁也不能说 安抚了陆琳半天 周深明示意大家一起吃点东西 陆琳虽然来之前才吃过晚饭 但看着王延和杨大伟买回来的食物 还是忍不住胃口大开 哗哗哗一顿血 比其他人吃的都多 不过 大家也都没有什么意见 甚至还有点心疼 陆琳这孩子 一个人横穿了白银衫 肯定吃不好睡不好 多吃点就多吃点吧 而且这一次任务 他们因为受伤的原因提前返回 在自由舞者协会中 就代表已经放弃了这一次任务 那么 陆琳这个新队员 可能连执行任务的基础酬劳都得不到 任天甚至都准备回头 在找陆琳帮忙陪练的时候 给他多一点小费 至少要够陆琳勉强生化 痛快地吃完 陆琳的手机响起了 喂 陆琳你在哪里 我到第二医院门口了 是刘卫然 陆琳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时间 距离刚才给刘卫然打电话 才过去两个小时 这丫头也太心急了 那个 大小姐 我现在跟队长他们在一起呢 要不你先找个地方随便逛逛 我等会结束了找你 不用等结束了 陆琳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有事就先走吧 陆琳一句话还没说完 旁边偷听电话的任天 就大声说道 陆琳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这时 在任天几没弄眼下 其他的队员也知道 给陆琳打电话的 是他的小女朋友了 纷纷在旁边起哄 陆琳 你赶紧去吧 再不走我们的夜宵 都要被你吃完了 对啊 你有事就去忙 别管我们了 陆琳对这群人也是无语 他们是有多爱看人热闹 不过到了这一步了 陆琳也不好拒绝刘卫然了 好吧 那你稍等我一下 我马上过来 好 陆琳挂断电话 一脸忧怨地看着任天 任哥 你这也太会出卖兄弟了吧 嘿嘿 还不是为了 让你有个好归宿 咱们小队八个人 只有队长 王妍 两个人结婚了 其他的都是大龄单身狗 你赶紧去 赶紧去 别逗留了 不由陆琳多说 任天连哄呆推的 就将陆琳推到了门外 然后砰的一下 关上了房门 陆琳叹一口气 只能默默下楼 第二医院门口 还是那辆熟悉的跑车 陆琳轻车熟路地坐上去 刘伟然看着自己 朝思暮想的人 出现在面前 眼中都要忍不住冒星星了 陆琳 想吃点什么 还是烧烤吗 行 烧烤走着 虽然刚刚吃完两顿 但陆琳表示 再来两顿都不是问题 一路开车来到烧烤摊 陆琳刚坐下 刘伟然拿着单子 在老板身边点菜 突然就有一个醉汉冲过来 对着刘伟然说道 小妹妹 一个人啊 要不要到我们那桌坐坐去 刘伟然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老板也不忍看着一个小姑娘 在她店里被欺负 连忙上前一步挡住那人 哥们 你喝醉了吧 喝醉你麻痹 老子跟你说话了吗 醉汉一巴掌打在老板脸上 这里的响动 立马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不过这个店 还在外面吃东西的 都是舞者 大家都是看热闹的 不怕是大 喝着啤酒吃着烧烤 有不少人 甚至还拿出手机在录像 陆琳的视线被人挡住了 她站起来看了一眼 顿时明白 刘伟然被人欺负了 这时陆琳可忍不了 她穿过三四张桌子 走到刘伟然面前 关心地问道 大小剑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刘伟然嘴上说着没事 可是眼中却有一丝害怕 虽然她是一个高级舞徒 但她首先是一个女生 遇到这样一言不合 就冲上来的罪汉 她怎么可能不怕 只是不想说出来 让陆琳担心而已 卧槽 你特别还敢打人 烧烤店老板摸了一下 自己的挨打的脸庞 顿时从桌上抄起一把菜刀 老子特么的 惊天干 死你个耸祸 围观的众人一看到老板都动刀了 顿时向后退去 那个壮汉的几个朋友 也意识到不对了 这年头 他们还真没见过这么刚的老板 干 死我 来啊 你今天不弄死老子 你是老子生的 罪汉被几个朋友护在后面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他的那些朋友都拦住老板 嘴里带着浓厚的酒气 老板 不至于 不至于哈 我这哥们就是喝醉了而已 把刀先放下 老板看到这些人还算明事理 便回身把刀放下来 结果 他一转身 光亮的脑门上 就挨了一巴掌 草你们的 还特么敢动刀 兄弟们 给我打 95 轻松一打五 今晚随你安排 局势转瞬即变 刚才还好言相劝的几个人 顿时对着店老板 全打脚踢 不知道是谁一脚 踹在老板的膝盖弯上 老板扑通一下 摔倒在地上 这一下 他更是没有反抗能力 被五六个大汉 围住一顿暴打 住手 从后厨跑来好几个烧烤地 切菜地师傅 有男有女 他们看到老板挨打 连忙冲上来 想要救援 只是这些师傅 都只是普通人 在那几个舞者手下一触即溃 这也就是 因为那些舞者只为了泄愤 没有下狠手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陆林 刘卫然看着挨打的老板 心中有些不忍 那老板是为了护着他 才引起了被人的愤怒 才导致被围殴地 在这个时代 舞者是有特权的 他们跟普通人起了争执 只要不是将人杀死 那最后 就是赔偿点费用就可以了 毕竟 一个舞者的一生 能够斩杀数千上万的妖兽 这对于整个的社会价值 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当然 他们若是闹出人命 那舞安局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这也是刚才 那些舞者让老板放下刀的原因 就是怕在争斗的过程中一个不好 把事情闹得太大 嗯 放心 我去看看 陆琳让刘伟然退远一些 然后一个剑步冲上去 将一个舞者踹倒 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 陆琳手中拳头 如同烽火轮一般 几乎是瞬间就将几个舞者 打倒在地 一个个哀嚎不已 好 打得好 小兄弟身手不错呀 干得漂亮 小哥 一起喝一个 旁边看热闹的舞者 都大声地起哄 陆琳只是瞥了他们一眼 便弯腰 将地上的老板扶起来 陆琳 小心 正在这时 刘伟然和其他舞者的尖叫声响起 最开始骚扰刘伟然的那个罪悍 竟然从桌案上拿过一把刀 向着陆琳冲来 这一下砍石了 陆琳即便不死 也要重伤啊 滚 陆琳怒吓一声 一脚将那罪悍踹飞 罪悍人飞出去了 可手中的刀 正好向着陆琳和店老板的方向飞过来 小心 老板的余光 飘到飞来的刀光 下意识地 就要帮陆琳挡住 可陆琳随手一推 将它推开 另一只手轻松接住了那飞来的菜刀 学习了这么久的飞刀秘籍 陆琳不仅擅长扔飞刀 接飞刀的技术也一点不差 没事 刚才多谢老板了 还连累 你被他们这几个家伙揍了一顿 没事 没事 老板看到陆琳的身手不俗 也是练练白手 好在旁边 有人拨打了武安局的电话 不一会 就有三人小队的武安督查过来 了解了一下情况后 便将那罪悍 和她的几个朋友带走了 陆琳 你刚才好帅啊 几下就将他们给打到了 刘卫然凑在旁边 一脸激动地说道 她之前还不知道 陆琳的战斗力竟然这么强 要知道 那可是好几个实力不俗的舞者 其中有初阶中阶 甚至还有一个高阶舞者 可这些人完全不是陆琳的对手 被她轻易打倒 没什么 先吃东西吧 陆琳淡淡地笑笑 竟显高人风范 在她眼里 这几个趁着喝酒就撒酒疯的舞者 实在不算什么人物 陆琳现在可是连舞王都杀过的 打败区区几个舞者 那不是手拿把掐的是吗 不过经过这一闹 俩人也没法安稳地吃烧烤了 时不时的 有舞者过来 要跟陆琳喝一杯 邀请她加入小队 烧烤店的老板 也是频频给他们 这桌送上来 没有点在单子上的好东西 甚至连妖兽肉都有不少 陆琳推辞了几遍 老板都说 不会了不会了 可过一会 又是送上来 一把烤好的肉串 哈哈 陆琳 刚才算钱的时候 老板给我打了个一折 你猜猜这一顿饭 咱们吃了多少钱 结果账后 刘卫然跳着来到陆琳身边 虽然 她作为刘氏舞馆的大小姐 不差这点吃烧烤的钱 可这折扣 可是陆琳平实力 让老板给他们打的 刘卫然自然与有容颜 多少 78 我还从来没吃过 78一顿的烧烤呢 刘卫然那开心的样子 也感染了陆琳 看着她那一副小女孩的模样 陆琳忍不住 揪揪她的马尾便 好了 走吧 咱们找个地方散散步去 刘卫然不太习惯 陆琳这么轻易的举动 下意识地躲了一下 好吧 今晚随你安排 虽然这么说 陆琳带着刘卫然 在附近压了回马路 说了说 她在荒野中遇到的事 便也就让刘卫然 开车回去了 刘卫然对于陆琳 和安仔的故事 十分感兴趣 还说 等她成为舞者后 要陆琳带着她 去白银山找找安仔呢 陆琳自然是满口子 答应下来 回到家里 陆琳才想起来 她这次出去 是想找肉摊的王老板 卖点东西的 没想到 经过这么几个事一耽搁 啥也没办成 现在的她 还是穷光蛋一个 那就明天吧 哥 我明天休息 你能不能带我出去玩啊 刚躺在床上 陆琳的声音悠悠响起 卧槽 你怎么又睡我房间了 陆琳吓了一跳 清运花园的房子 是五室三厅四位的结构 陆琳明明有自己的房间 怎么跑他这来了 哥 你明天带我去吧 求你了 陆琳不回答 就是一个劲地央求着 陆琳想了想 老弟陆琳 以后也是要走五者路线的 让他提前接触一些 倒也没什么问题 正好明天拿了钱 还能给他买个 三地投影的腕表 行 不过我要先检查一下 你封牛大力拳 和金钟赵的水平 如果不过关 明天就在家 给我好好修炼 行 老哥你放心吧 这几天我可努力了 陆琳说着 心中憧憬着 明天跟陆琳一起去见识 真正舞者世界的场景 慢慢睡着了 陆琳笑了笑 也安心地闭上眼睛 他感觉好久了 自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这下回到家里 终于是安全了 陆琳不知道 晚上他在烧烤店 轻松战胜几个舞者最悍的视频 被人发到社交网络上 很快就在东山市本地火了一把 连在医院的龙刀小队的成员都知道了 更不用说 半夜睡不着刷视频的赵勋了 虽然光线暗淡 但他还是一眼就看到了 陆琳那帅气矫健的身影 96 告密 全新的叫醒方式 陆琳 赵勋咬牙切齿 看着屏幕中以一打五的陆琳 赵勋的第一反应是 恨不得以自己替代陆琳 之前跟陆琳一起测试了权力后 李江涛给了赵勋一本黄极的呼吸法 只是黄极呼吸法内容晦涩难懂 里面涉及到各种古代中医知识 认为经脉 穴位 更是要记忆三百多个 这还不算完 顺利记下这些内容 只不过是修炼开始的第一步而已 接下来 还要不断提升武者本身的身体素质 陆琳为什么能够短时间内连续晋级 这跟他每天吃妖兽肉 提升猛虎 大力拳 有直接关系 虽然猛虎大力拳 只有提升力量水平的功能 但力量提升了 也代表陆琳地体质不断增强 体质越强 那气血积累的速度就越快 再加上顿顿吃妖兽肉 陆琳的气血增长慢了才有问题 反观赵勋 赵勋本来就是勉强跨越1200公斤的极限 他的年龄还比陆琳大三岁 早已错过了高速生长发育的时间 每天吃的虽然可以在无管解决 但无管食堂能量大管保就不错了 要求顿顿腰兽肉 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十多天的荒野生涯 陆琳的境界突破到了初阶武师 而跟他同时获得呼吸法的赵勋 全力现在连1500公斤都没有超过 这小子 竟然进步这么快 不过 你以为修为进步得快 就是好事吗 赵勋的脸上 闪过一丝残忍 他之前并不知道马天虎的计划 还以为马天虎是因为不爽 被陆琳抢走了刘伟然 才要报复陆琳的 可之前在电话中 他隐约听到 马天虎和方浩的谈话 两人认为陆琳能够这么快提升等级 肯定有自己的秘密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取陆琳的秘密 至于事成之后 陆琳是死是活 他们才不会在乎 毕竟成年人的世界 哪有那么多 因为恩怨情仇 就去杀人全家的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利益 陆琳 别怪我 即便我没有将你的消息 通知到马天虎 凭你这么高调嚣张 也很快会被马天虎发现的 赵勋在心里默念一句 拨通了马天虎的电话 他的脸上自然地 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容 身子微微弓下来 喂 马少啊 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您 赵勋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问谁啊 这么晚还打电话的女生 赶忙解释一句 人家马大少是日理万机 他赵勋只能看着视频 疯狂舔平 同样是人 差异太大了 说 马天虎显然也是心有怨气 马少 有陆琳的消息了 我刚才给您发过去了一个视频 就在刚刚 陆琳在烧烤店跟人打起来了 他一个人 轻松打倒四五个舞者 其中还有高阶舞者 哦 刚刚睡下的马天虎 瞬间就清醒了 陆琳 烧烤店 四五个舞者 高阶舞师 这几个关键词组合起来 马天虎知道 他和方浩之前讨论过的事 应该是八 九不离十了 十来天之前 陆琳才不过刚刚注册成为舞者 然后跟着龙刀小队 外出荒野狩猎 这么短的时间 竟然成长到这个地步 说陆琳没有一点秘密 那是 谁也不可能相信的 不过 马天虎暗自思索 赵勋应该不知道他和方浩的计划 只是正好看到了陆琳的行踪 跟他汇报而已 好 我知道了 明天来我公司领两瓶气血丹 气血丹 如果是刚认识马天虎的时候 就给赵勋两瓶气血丹的话 他会高兴地跳起来 可现在 他的胃口已经不满足于此了 马绍 那个能给我两瓶撞骨丹吗 最近权力提升得太过缓慢了 还不到一千五百公斤呢 这 马天虎感到一阵恶心 这赵勋就纯纯是一个小人 打折随棍上的那种 一瓶撞骨丹价值十二万 你觉得这个消息值二十四万 听到马天虎冷冷的声音 赵勋顿时愣住了 之前不都是有求必应了 怎么这一次 看马天虎的样子 好像是要拒绝他 嘿嘿 马绍 这个消息值不值二十四万 还不全在您一心之间吗 我哪知道这些啊 一瓶 明天来我公司哪 我这人赏罚分明 这一次 仅凭陆林出现的消息 还不够 挂了 马天虎说完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找到赵勋发的视频 看着视频中陆林叱咤风云 以一条五的模样 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变强吗 只有你变强了 才能证明 你的秘密足够好啊 看着身边媚眼如丝的女子 马天虎黑黑一笑 一把搂住女子 马绍 你怎么又 不要 黑暗的夜里 想起了不知道是欢快 还是痛苦的身影 在阳光照到陆林脸上的时候 陆林瞬间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周围陌生又熟悉的房间 想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已经回到家里了 这 不是充满危险的荒野 看了一眼时间 才五点四十九分 陆林穿好衣服 去洗手间洗漱 昨天晚上吃了那么多 结果又饿了 等会出去 还得让陆琪请客 爸妈每天都要给他十块钱吃早饭 这小子扣扣巴巴地攒了 估计有上千块钱 偏偏还长得比陆林高一个头 真是没出说理 回到房间 陆林把弟弟拍醒 起床了 哥 几点了 我再睡会吧 陆琪眼睛都睁不开 都浓着 好 陆林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柄C级战刀 直接放在陆琪的胸口 什么鬼 陆琪惊叫一声 用手一摸 冰凉刺骨 坚硬 卧槽 这一下 陆琪彻底醒了 他打开被子 看到里面带着刀鞘的战刀 惊骇地说道 哥 你搞什么 哪有这样叫人起床的 嗯 怕你闲热 给你降降温 赶紧的 不然等会不带你出去了 哦 好吧 陆琪被抓到软肋只能服从 洗漱完 陆林二人出门 先吃了一百多块钱的早餐 把早点餐的老板都吓一跳 然后俩人才回到小区的操场 陆林让陆琪给他展示 这段时间修炼的成果 看了一会 陆琪忍不住满意地点点头 看来这段时间 陆琪这小子真没有偷懒 就在陆琪刚准备拿出电话 给王胜利联系的时候 陆琪的手机反而先响了起来 97 顺心早查 三千二百万的交易 喂 琪琪啊 起床了吗 今天早上 我们还要去图书馆自习的 不要忘记哦 陆琪一听就知道 这是昨天晚上 那个送陆琪回家的女生 叫什么小魏迪 陆琪赶忙拿着电话跑到远处 跟自己的小女朋友解释去了 陆琪笑笑也没当回事 他拿出昨晚王胜利给的名片 照着号码拨过去 财神道 财神道 一阵喜庆的铃声传入耳中 过了好一会 王胜利才接通电话 喂 兄弟啊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好王老板 我是陆琪 昨晚跟鲁城大哥一起回来的 哦 是陆兄弟啊 我就说 怎么今天早上天还没亮喜鹊 就在我被窝里面叫呢 原来是陆兄弟 要照顾我生意啊 多谢多谢 陆兄弟早饭吃了吗 如果方便的话 我请兄弟来吃个早茶 王胜利这人 就是天生的生意人 跟他做生意 无论是什么人 都有一种兵质如归的感觉 陆琳摸摸自己刚刚吃饱的肚子 感觉再吃一点 应该也没有问题 好啊 王老板给个位置 我等一下打车过来 好嘞 就顺心茶餐厅吧 这家店老板 跟我也是多年的兄弟了 我在这里给陆兄弟 准备一套正宗的港式早茶 今后陆兄弟的大驾了 挂断电话 陆琳看到陆琪那傻小子 还和和傻乐着 跟人打电话呢 陆琪 走了 好嘞 哥 陆琪答应一声 跟电话对面的李小薇 说了两句 便快步跑过来 赶紧的 用你手机打车 带你去吃点好东西 啊 哥 在哪买 不是才吃过早饭吗 带你去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手机给我 哦 陆琪答应一声 乖乖地把手机交给陆琳 两人打车来到顺心茶餐厅 此时王胜利 竟然站在门口等着 陆琳心中感叹一声 下车后赶忙说道 王老板这也太客气了 还专程在这里等我 没有 没有 我也刚到两分钟 在里面待着也没事 正好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这位是 王老板 这是我弟弟 陆琪 现在还是个学生 啥都不懂 王老板多淡淡 陆兄弟这话就客气了 陆琪兄弟能来 就是给我老王面子 来来来 里面请 陆琪好奇地看着陆琳 和王胜利之间的互动 这样的陆琳 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王胜利引着两人 一路来到二楼 这顺心餐厅 虽然名字普通 但在东山市内 名声可不小 一般来这里吃饭的 都是市内的大商人 武师 以及城首府的一些大佬 装修上没有什么 金碧辉煌的感觉 但一步一景 每走一步 就一种不同的景色 虽然是在大厅 但彼此之间 都有假山流水间隔 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 顾客聊天饮食时候的私密性 来 陆兄弟 坐 王胜利找的是一处 单独的包厢 等会他要跟陆琳谈交易的事 还是隐秘些比较好 这些从荒野回来的舞者 大部分有收获的人 都会在城外完成交易 偶尔自己 留一点腰兽肉带回家吃 但那种身上一点东西都没带 还干干净净回来的 这种舞者 不是纯粹旅游了一圈 就是有好家伙 从陆琳早上给他打电话的举动 就不难看出来 这一次出去 陆琳绝对有大收获 好 陆琳坐下来 四下环顾了一眼包厢内的布置 以他的感知 只要一看就知道 这里面有没有摄像头 或者录音设备了 王老板 请你帮忙长张眼 陆琳说着 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一柄C级战刀 旁边坐着的陆琳都惊呆了 他不知道 老哥从哪里拿出了这么一把刀 变魔术吗 他不懂 但对面的王胜利 就太懂了 储物戒指 这玩意 即便是初阶舞王 都不敢说人人都有 陆琳竟然有如此收获 看来这一次的大声一吻了 这是一柄双阴战刀 制造年限大概在三年前 从使用痕迹来看 这是 嗯 使用比较频繁 有多处磨损 C级战刀回收价值不大 也就合金有些价值 这柄刀二百万 陆兄弟 你看可以吗 陆琳点头 这个价格算得上公道 陆琳不断地往外拿东西 战刀 战剑 其中还有B级的战剑 着实让旁边看戏的陆琪 也热不已 一起三千二百万 陆兄弟这次出城 看来收获不少啊 王胜利感叹一句 陆琳这才多大年纪 竟然就能拿出这么多好东西来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哼 那时候正好看到两拨无者打架 结果同归于尽网 我这不是想着废物再利用吗 看着陆琳大言不惭的样子 王老板一时无语 只能给他数个大母哥 表达心中的敬意了 陆琪对三千二百万这个数字 惊奇 惊讶 惊骇 惊慌 惊恐不已 他的情绪是一点点变化的 谁能想到 昨天晚上老哥回来 说请家里人吃饭的时候 还要老妈帮忙垫付呢 结果这转眼就多出了三千二百万 这 这么多钱 真是他们这一个普通家庭可以拥有的吗 陆琳看了陆琪一眼 拍拍他的肩膀 示意淡定 这才哪到哪啊 如果陆琳不怕死把在许坤和林文娜得到的东西拿出来 陆琪还不得把眼珠子瞪掉了 陆兄弟 不会应该只有这些吧 真正的好东西 也拿出来给我看看呗 王胜利淡定地喝一口茶问道 他也拥有一个储物戒指 看样子 应该比陆琳的大不少 不然也不可能眼睛都不眨地将这些东西都装进去 嗯 是还有 不过 这东西不知道王老板好不好处理 当然 王老板若是不收 那也不要四处张扬 这个尽管放心 王胜利胸脯拍得啪啪响 我老王在这一行货了二十多年了 不仅是因为我懂行情 给的价格高 关键就在于嘴言 不然老王我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陆兄弟你放心 在这东山市 没有我老王处理不了的东西 哪怕你 给我拿出来一太成卫军专用的雷射炮 大杀器 火神炮我斗 我斗 王老板说着说着 整个人都结巴了 他目瞪口呆看着陆琳 我特么就是口嗨一下而已 你特么还让不让人吹牛了 九十八 热心市民 顺心餐饮黎正 王胜利看着陆琳 从储物戒指中拿出来的那一枚大杀器 整个人都傻了 这玩意 这玩意 就不在他的说过范围之内啊 从一二十年多地时间 王胜利觉得自己 还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二手商人 小到妖兽的妖和 大到A级兵器 战甲 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王胜利不收地 这些年从他手中流过的交易资金 上万亿不敢说 千亿总有了 只是 在看到陆琳手中的大杀器 九十的时候 王胜利感觉自己的脑子都迷糊了 陆 陆兄弟 这 这是真家伙 王胜利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下意识地伸手上去就摸 冰冰凉 硬邦邦 看那流线 看那质感 说这是假的 王胜利自己都不信 陆琪虽然没见过大杀器 王老板那样子 也知道陆琳拿出来的 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 王老板 这东西怎么样 你能不能收 这个 王胜利犹豫了 普通的东西 他收了就收了 东山市卖不出去 他去其他的城市卖 哪怕这些东西是某个武王的 但既然被他收到了 他就不怕有人找麻烦 可是这大杀器 实在太敏感了 陆琳 陆兄弟 这个我暂时还真收不了 不过 我这倒是有个消息 可以免费送给你 就是关于大杀器的 王胜利指着大杀器说道 陆琳见他这样 也来了兴趣 哦 王老板说说看 最近城首府 要组织一次城卫军的演练 听说他们遗失了一台大杀器 九十 还有四十发子弹 如果有人能够提供线索的话 那他们将会重金犒赏 这消息 是我一个城卫军的朋友说的 捕风捉影 当不得真 出多口 入了尼尔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 哦 这不是巧了吗 正好我在城外捡到了 这个大杀器 不过子弹我确实没有见到 王老板 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城卫队丢的那一台 陆琳顺着王胜利的话说道 你别说 这还真有可能 要是陆兄弟 有心的话 我找我那城卫队的朋友打听打听 如果有消息了 再给陆兄弟回复 你看如何 哎呀 那可就太麻烦王老板了 其实城卫队的犒赏什么的 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捡到东西了上交 这是每一个热心市民都应该做的 好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陆兄弟稍等片刻 我去催催咱们的早茶哈 等了这么久还不上 这个阿正也真是的 王胜利告罪一声 起身离开了包厢 陆琳把大杀器酒师收起来 拿出手机 默默地将自己的银行卡号 发给了王胜利 随后端起一杯茶 哥 哥 等到这个时候 旁边的陆琪才敢开口说话 怎么了 刚才 那位王老板 说你的东西 价值三千二百万 真的假的 还有 你是从哪里取出东西的 除戒指还是什么 给我看看 面对好奇宝宝一样的陆琪 陆琳示意她 稍安勿躁 等会出去了跟你说 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以后出去了 别说是我弟弟 丢人 陆琳没好气地说道 哥 可是 你的手也在抖啊 滚蛋 陆琳一巴掌拍在陆琪脑袋上 这一下 她的手不再抖了 说起来 两世为人 这还是陆琳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 她心里能不激动吗 嗡 嗡 手机响起来 陆琳拿起来一看 王胜利给她的货款 已经到账了 拿着手机 在陆琪面前晃了晃 陆琳说道 等会吃完饭 哥带你去购物 真的 太棒了 哥 我爱死你了 两兄弟说着话 不一会 王胜利推门进来 陆兄弟 早茶来了 别客气 我知道 你们舞者的食量都不小 好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陆琳答应一声 开始大快躲移 一开始 陆琪还有点放不开 可看到 陆琳吃得那么香 也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吃完早茶 这时才有一个胖胖的 穿着厨师服的中年人走进来 他脸上带着笑容 老王 怎么样 哥们手艺没退步吧 阿正 快快快进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陆琳 龙刀小队的新成员 年轻俊杰 旁边这位是陆琪 也是一个好后生 陆兄弟 这就是顺心茶餐厅的老板 黎正 你们喊他老黎 或者正哥就行 陆兄弟你好 黎正自然知道 谁才是今天的正主 他一次跟陆琳陆琪兄弟握手 简单认识了一番后 黎正从口袋掏出一张卡片 陆兄弟 这是我顺心餐饮的会员卡 以后来了 餐品全打五折 酒水免费 小小心翼 还请笑纳 这 陆琳可是听说过这卡片 在东山市 这一张顺心餐饮的会员卡 可谓是上层人物的象征 现在 他竟然这么轻松就得到了 一切 都仿佛在梦中似的 王胜利也看出了陆琳的紧张 把卡片从黎正那拿过来 塞在陆琳手上 说道 哎呀 阿正你就是这样 搞这些弯弯绕的东西干啥 直接给陆兄弟 不就成了吗 陆兄弟 这卡你拿着 你别看阿正这样像的厨师 其实这家伙有钱得很 旗下三家顺心餐厅 一家就是 现在这个顺心早茶 还有顺心食堂 顺心私厨这两家 此外 城西妖兽 交易市场 也有他的分子 有钱人 咱们几个小屋者 哪能吃的穷人家呢 呵呵 让陆兄弟见笑了 那老王你好好陪着陆兄弟 有啥需要行我就行 黎正打了个招呼 便转身离去 他没关上房门 很快便有两个服务生 送来两个手提袋 送到包厢里 陆兄弟 这是阿正的一点小意思 王胜利说着 将手提袋 交到陆林陆琪手上 陆林打开一看 好家伙 两瓶梨花酿 精装点藏版 这玩意 售价一万多一瓶 普通人哪能喝得起 陆琪的那袋也是一样 统供四瓶梨花酿 价格就是四万块钱 这一下 陆林是真的见到 东山市的有钱人 什么做派了 初次见面 就给送四万多的好礼 大气 嘿嘿 陆兄弟 阿正这家伙跟你一样 原先也是混武者小队的 后来有了孩子就洗手不干 专心做生意了 偷偷告诉你 他家里是个闺女 你要是努努力拿下 那真是少奋斗二十年啊 王胜利带着龌龊的笑容说道 陆林对此不知可否 黎正的女儿 还不知道是啥样呢 难不成人家刘伟然 还比不过他女儿 东山市十三家武馆 舞者关系盘根错节 刘青龙的实力 只会比这位黎正更强 琪琪 真的是你 就在这时 房门外响起了一声惊呼 九十九 黎正的闺女 疯狂消费 陆琪听到这个声音 下意识地向外看去 只见门口 站着一个穿着运动服的 双马尾少女 正是她的小女朋友 李小薇 小薇 你怎么在这里 陆琪问道 她早上打电话的时候 跟李小薇说 上午要跟着陆林出来办事 就爽约了说好的图书馆 自习之旅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又遇到了 陆琪寻思着 她也没跟李小薇 说过她来顺心早茶的事 我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家餐厅 我怎么不能在啊 刚才听我爸说 有叫陆林和陆琪 弟两位大客户 不会就是你吧 李小薇走进来 看到王胜利的时候 她很恭敬地喊了一句 王叔叔早上好 哦 你好 王胜利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 这都怎么回事 不是我 是我哥 陆琪虽然不好意思 但这个时候 她还是要站出来的 哥 这位是李小薇 我同学 关系很好的同学 李小薇 这是我哥陆琳 她刚从荒野回来 现在是一个出街舞者 哦 陆哥哥好 我是琪琪的好朋友 很高兴见到你 李小薇倒是挺大方的 主动伸出右手 跟陆琳握手 你好 陆琳说着 眼神频频看向陆琪和王胜利 刚才王胜利还说黎正的闺女呢 这转眼人就来了 还正好是陆琪这小子的女朋友 这世界也太小了吧 几人聊了一番 陆琳带着陆琪与李小薇分开 因为陆琳的存在 李小薇也不敢太黏着陆琪 只能给他比一个打电话的举动 在顺心早茶楼下 王胜利看着这兄弟俩 不知道该说啥了 兄长实力强 运气也不错 还能弄到大杀器 九十这样的管制枪械 弟弟更是不得了 还在上学 就找到了东山市几位巨头人物之一的 李正的女儿做女朋友 别看李正一副胖乎乎的大厨模样 当年在舞者圈子混的时候 那可是出了名的笑面虎 也就是后来有了家世 才变成了一个笑面佛 即便如此 凭他掌握的实力和势力 在东山市内 那也是跺跺脚抖三抖的人物 王胜利决定 今后一定要跟陆琳兄弟打好关系 不兄弟 你们去哪里 我正好给你们送过去 那就多谢王老板了 我们去金风百货转转 哦 好嘞 上车 看来陆琳兄弟 这是准备好好消费一番了 王胜利说着 启动车子出发 他开着一辆越野皮卡 比任天的那辆虎适小一些 不过外观更加漂亮 陆老弟 我这车还不错吧 不过也就在城市里开开 去了野外 说不准啥时候就趴窝了 到时候哭都没出哭去 要我说啊 你现在的这些钱 足够买两台虎适 不如就整一个 以后 一个出城的话也方便点 不用每次都找人搭车了 哦 王老板 你这个是什么车型 看着有点像报市 陆琳问道 对 是报市 不过我简单的改装了一下 主要是这车便宜 随便折腾也不心疼 哦 报市现在出几代了 价格怎么样 陆老弟对这报市感兴趣 我这个是12代的 不过现在已经出到14代了 我正好有个朋友 是做这个生意的 你若是需要的话 我能让他给你打八折 到手价 估计150万左右吧 陆琳陈寅 150万的价格 倒不是很贵 他原本就打算给老爸 买一辆小车开开 报市是很不错 但是不是有点太张扬了 他正要问问陆琪的意见 却看到陆琪一脸的期待和憧憬 陆琳顿时觉得 自己不用问了 这小子一天天的不务正业 对于这些车型十分了解 如果陆琳问他 他肯定说买买买 行吧 王老板 我到时候再看看吧 陆琳婉拒 王胜利也不介意 他这人就这样 能做成生意自然好 做不成也没关系 不是还有下一次呢 金风百货 是东山市最大的购物中心 比起江左市的大型商场 肯定不如 但在东山 这却是独一档的 陆琳下车 跟王胜利表达了感谢后 便带着陆琪走进商场 陆琳穿着一件白T恤 一条黑色条纹运动裤 一双小白鞋 一看就知道是个学生 或者刚毕业不久的样子 陆琪跟他的穿着 打扮差不多 不过金风百货里面的售货员 也是见过世面的 不会因为 两人穿着普通 就低看一眼 都是微笑地服务着 一个小时后 陆琳和陆琪都是焕然一新 手里还拎着七八个大袋子 这些都是他们 给自己买的衣服 鞋子 走 下去给爸妈买点东西 下到三楼 各种百年历史的服装品牌 琳琅满目 陆琳知道老爸老妈的尺码 一番扫荡下来 两人手里的袋子 有多出来十几个 哥 我拿不了这么多了 先放那边暂存一下 我们等会给爸妈买两双好鞋 再让商场帮忙送货回去吧 好吧 两人逛了两个小时 买齐了一家四口的衣服 鞋帽 配饰 香包 手表 首饰 这么多东西 凭他们俩人根本不可能拿得了 不过今天消费了差不多三百万 陆琳可以享受金风百货的 VIP待遇 有专人送货回家 哥 我真没想到 有一天 光是买一些衣服啥的 都能花这么多钱 陆琪吃着小火锅 忍不住感叹道 陆琳本来说 带他去尝尝什么法餐 一餐之类的 不过陆琪 说他小时候最爱吃的 就是小火锅了 现在陆琳有钱了 他想要来一次 随便吃随便点的美好午餐时间 陆琳也就只能由着他了 这才多少 放心吧 以后哥会挣到更多钱的 还有 陆琳给陆琪加了一个牛肉丸 这是陆琪最爱吃的东西 每次老妈买牛肉丸回来 他都要跟陆琳抢着吃 即便俩人都知道 这牛肉丸里根本没有牛肉 陆琪 这都是哥成为舞者赚到的 不成舞者 恐怕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更别说花了 所以 哥 我知道 我今天回去就好好修炼 陆琪大声发誓 看着他的样子 陆琳似性非性地点点头 勉强算是让他过关了 一百 光影科技 看车 陆琳看着陆琪的模样 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听进去了 不过今天陆琳也不准备再说他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 陆琳应该不会出城 有地 是时间训练这小子 走吧 我们去买的3D虚拟投影万表 真的 陆琪惊喜不已 刚才陆琳给他买了不少衣服 他本身就已经很满意了 虽然心里奢望过 陆琳会不会给他买一个智能万表 但陆琪可不敢主动提这个事 虽然还不是舞者 但他也知道 舞者虽然挣得多 但花的也不少 各种补义身体的丹药 购买密集的花费 战刀战甲等物品的购买 这些都要花钱 而且还不是花小钱 怎么感觉自己老哥赚了这么多钱后 一点也不给自己准备 想到这里 陆琪又忍不住说道 要不算了吧 智能万表就是看着好看而已 我以后要努力修炼 也没有什么时间玩那个 少废话 给你买你就拿着 不过要是舞蹈修炼落下了 别怪你哥不讲情面 走吧 陆琳看一眼就知道 陆琪在担心什么 不过一块3D智能万表而已 陆琪一直想要 就给他买一个 免得以后想起来心里委屈 两位下午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 光影专柜 身材窈窕地导购 温柔地问道 光影是灵气复苏后 一家专门制造智能装备的公司 各类民用的智能万表 体态检测仪 最大国家顶尖武馆合作 推出功能更加强大的设备 这年头买光影 就等于陆琳前世 买苹果和华为 拿在手里 别人都会高看一眼 我们需要买四块智能万表 两个是我们俩带的 两个是我们父母带的 麻烦推荐一下 好的 先生 导购小姐心中惊呼一声 暗叹这个月的工资肯定暴涨 热情地帮陆琳 两人介绍 光影旗下的万表 有十几个系列 最低级的智能万表 跟普通的手机功能差不多 不过价格高的也有不少 一块军攻极荒野万表 售价五百多万 用一些爱好者的话说 那就是 佩戴万表的人死了 万表都不会有半点事 陆琳挑选了一番 给老爸老妈 买了两块最低级别的 3D投影虚拟万表 一块88万 这是打完折后的价格 给陆琳挑了一款 骑士系列最新款的万表 售价199万 陆琳拿到万表后 不停地仔细观摩 都不舍得戴在手上 看你那点出血 赶紧戴起来 陆琳教训一句 陆琳这才小心翼翼地 戴在左手上 兴致勃勃地 一个人去旁边玩去了 小姐 帮我拿那款猛将MJ11 要一台黑色的 好的 导购小姐都快兴奋地 晕厥过去了 陆琳看起来 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 高中生而已 竟然买东西的时候 这么豪爽 两块普通的只能万表 就要170万 陆琳拿块200万 这就小400万 陆琳要的那一款猛将11代 虽然不是光影旗下最贵的 但价格也要398万 这是什么富家子弟 买个表就买了快800万了 爱了爱了 趁着陆琳不注意 导购小姐在柜台上 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 然后跟猛将11代 一起放到陆琳手上 期待着后续的发展 陆琳拿着纸条微微一笑 不露痕迹地装进口袋 这个动作 看得导购小姐欣喜不已 刷卡吧 您好一共消费772万元 感谢您对光影科技的支持和信赖 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点小心翼 请稍等两分钟 我的同事很快为您送来 嗯 陆琳点点头 把猛将11代在手上 琢磨着使用方法 不一会 一个穿着光影工作服的男子 推着送货车来到专柜店内 导购小姐连忙迎接 陆琳这才看到 光影送的竟然是两辆自行车 给陆琳的那一辆 是通体黑色的碳纤维山地车 给陆琪的则是纯白色的 两位 这是我们光影科技 自己研发制造的山地自行车 它内置108V80A的高能力电池 可以持续骑行37小时以上 导购小姐卖力地介绍道 陆琳面色古怪 这小礼物她用不上 不过倒是挺适合陆琪的 以后让她上学的时候 就骑这个自行车 好 不过 我现在不方便的 能帮我送到家里吗 当然没问题 从金风百货出来后 陆琪忍不住兴奋地说道 哥 花钱真是太爽了 废话 走吧 咱们再去给老爸老妈买辆车去 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从明天开始 我要亲自监督你修炼 听懂了吗 没问题哥 我一定好好修炼 陆琳不治可否 打车来到东山市汽车交易中心 因为灵气复苏的原因 大部分购买汽车的客户 都变成了舞者 普通人每个月赚的钱 只能勉强购温饱 哪有那个闲钱买车 陆琳这一次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买一台报式 虎式比较适合在野外驾驶 不过老爸老妈都是普通人 让他们开虎式的话 性能太浪费了 在城市驾驶的话 有报式就足够了 展厅内摆着一台台精致漂亮的展车 陆琳看到每一台都能如数家珍 虎式荒野探索版 四轮驱动 最大马力 报式城市SUV 前轮驱动 有电混动 要是跑车 八缸自然进气发动机 百公里加速一 八秒 陆琳看着陆琳这样 有些忍君不惊 给老爸买的这台车 最后还不知道会到谁手里呢 不过好在陆琳这小子没驾照 坐在车上过把影就不错了 想开车 骑马也要等成年 报式SUV有四个颜色 除了经典的黑白两色外 还有保时蓝和茉莉红 陆琳觉得黑白的太枯燥了 可蓝色和红色两台他都很喜欢 一时间也有点无法做出决定 要不两台都买下来 正想着陆琳听到旁边传来一道声音 哎呦 这不是我们的高材生陆琳吗 这没考上大学 准备来4S店里工作 真是想想也挺让人唏嘘的 曾经高中的时候 陆琳你可是文武双全的代表 现在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了 真是可悲可叹 101 这很高章的刘子忠冷淡的顾长歌 这是谁啊 说话这么讨厌 不会说话就在家待着 每天跑出来 这不是恶心人吗 陆琳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由头粉面的男生 正站在不远处 脸上露出惊讶和嘲讽的神情 刘子忠 你早上出门没有刷马桶吗 好大一股胃啊 陆琳掩着鼻子嫌弃地说道 这刘子忠正是陆琳在高中阶段的同学 不过这他的实力和文化课成绩都比不上陆琳 高中三年 被陆琳在身下压了三年 略微感应一下 刘子忠应该是全力突破1200公斤了 他身上气血之力刚有一些 无法完美控制 走到哪里都散发着一阵阵气血波动 陆琳 你科目就是个废物 还敢说我 不怕告诉你 我在无考的时候 全力是1200公斤 现在已经修炼了气血功法 真是可怜 高中时代地天之骄子 现在只是一个丧家之犬 陆琳啊 咱们以后再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最后 一句话陆琳听了后点点头 确实 他跟着刘子忠 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看到陆琳认可他的话 刘子忠脸上的得意更甚 两个月后 我就要去江左五大上学了 江左五大 这不是陆琳你曾经的梦想吗 现在看到我这个 被你压在身下三年的人能够进入 心里是不是很不爽啊 告诉你 不爽的还在后面 也就是你一直当缩头乌龟 五考后一直没回学校 应该还不知道那个是吧 顾长歌 顾家的大少爷 五考的时候 全力测试达到了1300公斤 惊动了东山市的上层人物 已经被保送到江左市 斩妖舞馆进修了 陆琳 那可是斩妖舞馆 以后顾长歌的成就 你也只能仰望了 哼哼 不怕告诉你 顾少现在气血已经即将破一 他的权力 更是早就已经满足了3000公斤的标准 说不定明天就能晋升舞者了 哦 陆琳平淡地回复一声 如果不是刘子忠这个家伙说 他都忘记顾长歌这个人了 顾长歌 据说是江左市顾家这一代的大少爷 因为不愿意走一条被家族安排的道路 在高二的时候 自己偷偷转学 来到了东山市 跟陆琳做了同班同学 不过 虽然是顾家的大少爷 但他的性格不错 时不时地跟陆琳挑衅 然后被陆琳打得跟儿子似的 时间久了 这位顾大少 也是对陆琳怀恨在心 因为陆琳的缘故 他不得不跟家族联系 神情修炼资源 后来高三的时候 顾长歌更是请了三个月的假 家族派专业的武师 给他进行了三个月的特训 估计也正是因为这个 让顾长歌 能在不修炼气血功法的前提下 全力突破了1300公斤 你这是什么态度 就轻轻地一声哦 怎么 陆琳 你该不会以为 现在还是高中吧 认清现实吧 现在的你 不是高中时代的天之骄子了 而是一个垃圾 一个废物 一个loser 卧槽 你他妈说谁呢 陆琳还没说话 看车回来的陆琪 一拳打在刘子忠胸口 刘子忠猝不及防 倒退了好几步 他妈的 他本来想要反击 可看到 陆琪那人高马大的身材后 后面的话就没有说出来了 你还敢骂人 陆琪得理不饶人 一脚踹向刘子忠 刘子忠连忙躲避 只是他的基础太差了 陆琪这一脚又快又急 他虽然心里想躲 但根本躲不开 碰 刘子忠的黑色西裤上 顿时出现了一个大脚印 你 你敢打我 刘子忠满脸不可思议 仿佛陆琪打他 是做了什么冒天下 大不为的事一样 呵呵 陆琳倾笑一声 这刘子忠整天说 这个废物那个废物的 其实他自己才是 一个真正的废物 陆琳走过去 一把拉住陆琪的胳膊 弟弟 你这两下跟谁学的 陆琪不好意思 挠挠头 我没有学过 就是看不得有人骂你 陆琳一撇嘴 嗯 看出来了 确实没有学过 景天哥教你一招 陆琳一步上前 来到刘子忠面前 一巴掌甩过去 啪 刘子忠下意识地捂着脸 他甚至都没有看到 陆琳是怎么来到自己面前的 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看到了没 陆琳退回到陆琪旁边 下次记住了 不分生死的战斗 上来先打对手的脸 打鼻子 打耳朵 打得他头昏脑胀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就好了 当然 要是跟人生死斗的时候 千万别打脸 因为打脸 无法造成致命伤 陆琳在旁边针针教诲 陆琳听得不断点头 一旁的刘子忠都要气死了 陆琳 你特么一个废物 竟然敢打我 老子弄死你 刘子忠嚎叫着冲上来 张牙舞爪 一点张法也没有 陆琳可不会惯着 他这个臭脾气 一脚踹在他的白衬衫胸口上 刘子忠以比来时 更快的速度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地上 打人了 打人了 有来看车的女子 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大声惊呼出声 这里的骚动 很快引起了店内 工作人员的注意 几个穿着职业装的销售 连忙跑过来 查看刘子忠的情况 此处的动静传开 就连在二楼谈试的人 也惊动了 店内的经理 从二楼向下看去 看到刘子忠倒在地上 面上闪过一丝不耐 下面这些人 真是不会办事 不知道他这边 谈大客户呢吗 王超 赶紧处理一下 也扩大影响 说完一句后 经理才转过身道 顾绍 不好意思 下面两部顾客 突然起了点冲突 咱们继续 哦 顾绍淡淡答应一声 却没有听经理的坐在那里 而是来到窗边 向下看去 虽然有人群遮挡 他还是能看到 那个倒在地上要死要活的 正是跟他一起来的刘子忠 顾长哥心中不爽 打狗还要看主人 小小的东山市 竟然还有人敢欺负他的手下 真是找死 下面那个倒地的 是我带来的人 顾长哥说一句 便打开房门 向楼下走去 经理一听 这还得了 大客户带来的人在他店里挨 乐打 这下如何是好 他连忙站起身 跟在顾长哥身后 102 被轰走 沉静 怎么回事 经理因着脸问道 有人给他简单说了一下 陆琳和刘子忠的冲突 经理点点头 你们俩干嘛的 为什么在我们店里打人 是想去治安局走一遭吗 出去 赶紧出去 经理开口就要赶人 陆琳看着他 这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吗 连原因都不问问 就直接赶人 他上前两步 你好 我们也是来看车的 看车的 经理打量一番 看陆琳和陆琪 虽然长相还不错 但身上穿得简单 手上倒是带了腕表 不过他可不相信 这两人是能带地起 一百多万智能腕表的人 看车到外面看去 不要进来 影响我们店的环境 保安 把这俩人弄出去 等一下 顾长哥刚才下来就看着陆琳 这回才认出来 陆琳就是他的高中同学 陆琳 你怎么来了 顾长哥问道 陆琳看了他一眼 你聋吗 我刚才不说了 我来看车的吗 呵呵 顾长哥笑了 看车 你该不会是准备买车吧 你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是你这种人能进来的吗 行了 今天的事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赶紧走吧 顾长哥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让旁边陆琪不爽 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走 这是你家开的呀 还有你这个经理也是 既然赶我们走 我们也是来买车的 顾长哥不说话了 他念着之前的情分 没有为难陆琳 就已经不错了 这时候 哪会帮他说话 买车 小子 你特么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样子 你是买得起车的人吗 一副穷酸样 还特么说买车 真是笑死老子 滚滚滚 赶紧滚出去 我们这还要服务客户呢 哪有时间搭理你这种穷货 保安 都特么死了吗 给我把人弄走 经理说着 两个保安走到陆琳身边 就要把他拉走了 这时候 正好陆琳的手机响起来 别动 我接个电话 打电话来的 正是王胜利 陆兄弟啊 那是我问过了 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 你想要出手 最好不要亲自出 找个信得过的人帮帮忙 毕竟是跟镇首府打交道 他们看你年纪轻轻说不定 是吧 嗯 行 那我回头找个靠谱的人跟你联系 陆琳说着 突然想到王胜利之前 说他有个朋友就是卖车的 他在这边不招人待见 不如麻烦一下王胜利 对了 王老板 你说 有个朋友做汽车生意的 要不帮我介绍介绍 我现在正好在汽车交易中心这里 行啊 我给他打个电话 马上帮你安排好 王胜利说完 就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陆琳身边的保安 看他打好电话 低声说道 先生 麻烦您一下 不要让我们难做 陆琳看看身边的保安 又看看冷漠的顾长哥和 嚣张得意的刘子忠 转身离开 刚刚走出店里 陆琳就忍不住嘟嘟道 为什么呀 咱们明明有道理 也确实是爱看车的 为什么轰咱们走 没事 别想太多 陆琳啊 哥教你一个道理 当你没办法一下 把人打死的时候 千万不要跟人 表达出你的心意 不然 那人心中有了准备 你想要打死他的时候 反而增大了难度 打死 陆琪被老哥这话说的 直搓牙花子 他只是心里不爽 想要打抱不平而已 可陆琳已经魔化着 怎么弄死那几个人了 想啥呢 陆琳一巴掌拍在陆琪脑袋上 我的意思是说 这点是 犯不着跟人打声打死的 咱的目的是来买车的 又不是跟人生气的 他把咱们赶走 是他没眼光而已 哦 好吧 经陆琳这么一顿解释 陆琪心里也好受了一点 过了一会 陆琳的电话响起 陌生号码 喂 是陆兄弟吗 我是成绩 老王说 你要买车是吗 你现在在哪里 我过来接你 老王的朋友 跟老王一样 都是热情的很 不用了程老板 您给我个地址 我自己过来就行 好吧 那就麻烦陆兄弟了 我的店在金会路98号 您到了 直接进店就行 我给销售交代过了 我这边有点事 大概十分钟后才能到 好好 那麻烦程老板了 我先自己找过去就行 陆琳挂断电话 对陆琪笑了一下 你看 这不就解决了 早上那个老王帮忙介绍的人 肯定靠谱 走吧 咱们先去找找金会路98号 哥 你傻吗 陆琪用看傻子的眼光 看向陆琳 他指了指 身后4S店的门牌号 金会路98号 陆琳不可置信地看着陆琪 这 也太巧了吧 我哪知道 哥 咱们现在进去 还是在这等你那个朋友 陆琪这一问给陆琳 也整猛了 进去 怕是那俩保安不好做 这年头 找工作不容易 陆琳能够体会 普通人的辛苦 所以刚才 也就没有闹事 乖乖地跟人走出来了 可是不进去 等会见到陈琳的话 怕是不好说 到时候 跟陈琳说 我就是被你店里的人赶出来的 固然那个经理 逃不来好 陈琳也难免不舒服 咋办 哥知 一声汽车刹车的声音响起 一个瘦瘦高高 穿着黑底花衬衫 戴着一个墨镜的男人 从车上下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 在店门口的陆琳两人 请问 是陆兄弟吗 哦 陈老板你好 我是陆琳 这是我弟弟陆琪 陆琳跟陈琳握握手 陈琳摘下眼镜 陆琳看到他的面容 显现没笑出来 这人的眼睛好小 你好你好 怎么不进去坐坐 还好我刚才抄了个劲道 不然岂不是让陆兄弟 等我十几分钟 醉过醉过 走吧 咱们先进去消消暑 这天气热得跟蒸桑拿死的 陈琳说着推开门 往店里走 陆琳陆琪在后面 跟随他的脚步 陈总好 站在门口的保安 赶忙问候 同时 对于陆琳进来他们 也没有意义 刚才陈静和陆琳的 交流他们 可是都看到了 嗯 陈静带着陆琳 就往楼上走 二楼 是他们店的贵宾接待区 以及办公区 哎 哎 哎 你们两个小子 怎么又进来了 还要不要脸啊 保安 你们特么的眼瞎了 怎么又让俩小子跑进来了 103 我是大客户经理 但现在不是了 陆琳和陆琪听到这话 赶忙站住 经理走过来 还不依不饶的 你们两个小子 能不能要点脸 我特么不是跟你们说了吗 想看车 去特么外边 随便你们怎么看 一群穷逼 还特么天天往老子店里 钻 给你们脸了是吧 下次再让老子看到你俩 别怪老子 对你们不客气 这突然出现的一幕 让前面带陆地 陈静整个人都懵了 他就是低了的头地功夫 怎么陆琳 就被人这么骂了 他转身不解地走过去 怎么回事啊 陆琳没有说话 那位经理 这才看到陈静 赶忙鞠了一躬 陈总好 这俩穷小子 刚才就说要进来看车 还差点打伤 咱们店里的客人 我就喊保安 把他们俩给弄出去了 谁知 这俩小子还不识好歹 又偷偷溜进来了 陈总放心 我马上就把他们弄走 把他们弄走 陈静看看陆琳 陆琳对他无辜的眨眨眼睛 陈静顿时了然 那个 你是谁啊 陈总 我是店里的大客户经理 李奇 你不是 啊 李奇愣了一下 他以为陈静在开玩笑 陈总 我上个月刚成为大客户经理 但现在 你不是了 陈总 你 我 我说话不够清楚嘛 现在 你不是店里的大客户经理了 赶紧 给我滚 听懂了吗 要不要我亲自送你出去啊 李奇看看陈静 他可不敢反抗陈静 不过陈静 为什么好好的说要开除他 难道是因为这两个小子 李奇看向陆琳 陆琳无所谓的耸耸肩 他都没有跟陈静说过这事 没想到陈静做事竟然这么痛快 陈兄弟 走 咱们上楼聊 似乎是为了验证李奇心中的猜测 陈静一把拉住陆琳的胳膊 态度亲切的一起向二楼走去 这一幕 让店里的其他销售以及客户 都不禁暗暗猜测陆琳到底是什么身份 分别落座 陈静不好意思的笑笑 陈兄弟 不好意思 是我管教不严 给你添麻烦了 小事而已 陈总不用放在心上 陈静看到陆琳好像确实是没在意这事 顿时笑着道 叫什么陈总 我比你大鸡碎 以后叫我陈哥就行 陈兄弟 这次准备买个什么车 正好现在店里做活动 我给你打个折扣 还有以后的内饰 保养 也都给你送的三年五年的 陈静的诚意给的很足 陈静本来想说他要买报仕 可陈静这么一说 他买个一百多万的报仕 不是不给人面子吗 陈哥 我想搞一台虎士 配置啥的我也不懂 能让我今天开走就行 行 这个简单 店里现在有六台虎士线 你跟我去看看 喜欢哪款就拿哪款 好 另外 我还想给我父亲买一台报仕 不过还在纠结选红色 还是蓝色 陈静一听这话 顿时拍了一下大腿 陈兄弟 这不是巧了吗 正好我这边准备搞个活动 报仕的全系列车型 买一送一 这下你就不用纠结了 一辆红色 一辆蓝色 啊 这 陈静不知道该说啥了 这个陈静这么会做生意的吗 其实他这就不懂了 一台虎士的利润 足够承静 赚个拨满盆盈 别说送一台报仕 就是两台都送 对承静来说 都有的赚 不过 话又说回来了 人家开店 就是做生意赚钱的 愿意牺牲利润 来交好你 那就别矫情了 行了 其他啥也别说了 我先带你看看货 承静的房间里 就有直达富二楼仓库的电梯 进入仓库后 陆林和陆琪 几乎第一眼就看到 摆在前面的那一台虎士 这次的车身 一下就抓到了陆琳的眼睛 地盘比普通的虎士 还要高十多厘米 轮胎也用的野外专用的轮胎 更宽更大 抓地力也更强 诚哥 我决定了 就要这台虎士了 成绩没想到陆琳这么痛快 一来就看中了 哈哈 行 这台虎士说实话是之前 一个武士订的 车子到货后 他又让我帮忙改装一下 结果没俩月 这武士嘎崩脆了 不过这车一次都没有出去过 别说出城了 连我店里都没有出过呢 陆兄弟会不会介意 这车的来历 无所谓 咱们武者逆天改命 只信自己 不信鬼神 诚哥 就要这台吧 好 陆兄弟痛快 三人转身又上了电梯 再承进办公室签合同 办手续 上林牌 陆琳和陆琪足不出户 所有的手续就办妥了 诚哥 今天麻烦你了 那两台车 麻烦你帮忙安排 送到我家吧 陆琳已经跟承进加了好友 把家庭地址发给对方 好嘞 我等会 就安排人 跟着你们一路回去 陆琳谢过后 跟陆琪一起上车 启动 嗡 嗡 车身抖动起来 就如同一头 被拴住的猛虎 只要陆琳一松手杀 就会猛扑向猎物 虎视越野 果然名不虚传 走了 陆琪 回家 好的老哥 陆琪大叫一声 两人开车走远 在他们身后 顾长哥 看着陆琳开着车 身后还跟着两台报士 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这个同学家里的情况 应该不怎么样才对啊 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车子 至于站在一旁的刘子中 则一句话都不敢说 看到了吧 人不可貌相 你这性格 如果不改改 即便以后去了江左五大 也说不定哪天 就被人弄死了 是 顾少 我一定小心 不是让你小心 顾长哥看他这样 就知道 他没有明白自己说话的意思 算了 买好车 你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早点去江左 熟悉一下 也不错 顾长哥说完 转身便离开 在路上的时候 陆灵就接到老爸老妈的电话 问他 是不是在外面买东西了 有人打电话 要给他们送货 他们怕是骗子 就没答应 可这些人竟然不依不饶 一直打 是的老妈 我买了点东西 正好 你跟老爸一起下楼 我买了辆车 你们帮我看看怎么样 啥 你个臭小子哪来的钱 竟然还买车了 104 爸妈的震惊 该办正事了 下的楼来 陈小燕和陆平焦急地等待着 陆灵昨天晚上回来请他们吃饭的时候 还身无分文呢 怎么现在有钱买那么多东西 早上到中午 有数十个品牌店 给他们安排了送货服务 一开始俩人都以为是骗子呢 他们自己家 啥情况 还有人专门给送货 可这些人 打了一天时间 切而不舍的 俩人才商量着 要不给陆灵打个电话问问 没想到 现在这小子告诉他们说 还买了辆车 这小子 该不会成为舞者后 出了一趟荒野 然后心也跟着野了吧 陆平和陈小燕 小心仅剩了一辈子 其他的不说 就希望两个孩子 平安健康地长大就好 可千万别做什么坏事啊 陆灵 成了舞者 该不会干一些不好的事情吧 焦急的等待中 陆灵终于开车 带着陆七回来了 霸道狂野的虎视 直接停在两人身前 陈小燕和陆平赶忙后退 就怕冲撞了什么有钱人 可车门一打开 陆七先是跳了出来 爸妈 我们回来了 这是我老哥买的新车 怎么样 酷吧 陆七得意洋洋地炫耀着 仿佛这车 是他自己买的一样 酷 我酷你个头啊 陆平一巴 掌拍在陆七的脑门上 语气严厉 说 你哥哪来的钱 这车 怕不是要上百万了吧 是啊是啊 陈小燕看着陆灵下来 赶忙问道 陆灵 你哪来的钱 爸妈 这都是 我出去赚到的 具体怎么来的 你们就别管了 反正这个钱来的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 能不堂堂正正吗 大风小队 全体成员的装备 都被陆灵给卖了 现在他们都在 白衣山的某个深坑中 乃会出来 找陆灵的麻烦 真的 陆平和陈小燕都不信 舞者赚钱正常 可陆灵 才成为舞者没多久 就买得起 这么豪华霸气的车子了 当然 爸妈 这个车 是我的 算是我给自己的投资 以后出入荒野 有了自己的车 就方便多了 另外 还给你们俩 一人买了一台 你看 陆灵顺手一指 正好一红一蓝 两台报式SUV 也停在了小区停车位上 陆灵对两个 开车回来的销售 表示了一番感谢后 邀请爸妈 一起上去试试 陆平和陈小燕 一看那车上下来的 穿着制服的销售 再上车 翻了一下各种证件 手续 终于勉强相信了 这三台车 真是陆灵买的 啪 陆灵的脑袋上 挨了一记巴掌 臭小子 有钱也不知道 省着点花式吗 这包式SUV 一台就要一百多万 两台两百万 你小子真是有钱烧的 钱要是多的花不掉 就交到我这来 我帮你保管 陈小燕气愤地说道 他认为陆灵这也太败家了 就算挣钱了 你买一台车 不就行了吗 还买两台 咋地 你是爆发户啊 嘿嘿 妈 你说真的 那我给你转一点钱 你平时零用啊 陆灵笑嘻嘻地说道 他买各种衣服配饰什么的 花了小三百万 买万表花了小八百万 买车 光是那一台虎式就接近千万 加上两台报式正好一千一百万 这些合在一起不到点两千二百万 他还剩一千万 想了想 他也不等老妈反驳 拿出手机就给父母的卡上 分别赚了两百万 他也不敢转太多 一是怕父母责问 二是陆灵平时 自己也有花钱的地方 身上多少的留点 这还是他不需要购买什么 单要修炼 也不用购买武器装备 不然这三千多万全花自己身上 都不一定够 叮 叮 连续两声 短信的声音响起 陆平和陈小燕拿出老旧手机一看 都惊呆了 两百万 陆灵这下 真的发财了 哥 你给我也转点 林花吧 现在在学校午饭都吃不饱 哦 陆灵抬眼看着他 语气轻松 你要多少 十万 五万 要不一万也行 哥 你不会只给你可怜的弟弟几百块吧 你看 最近我想你想的 茶不思饭不想的 整个人都饿瘦了十几斤 看着陆七一副耍宝的样子 陆灵一脚踢在他屁股上 滚蛋 没钱找爸妈 要 陆七还想说些什么 就被陈小燕看到了他手上的骑士系列的万表 你小子还跟你哥要钱 说 你手上这个万表多少钱 一 一百九十八 呃 万 陆七可怜兮兮地说道 什么 一百九十八万 你个败家子 今天开始 不许吃饭了 陈小燕说着话 这时又有人给陆萍打来电话 是送早上那些衣服鞋帽的人 陆萍现在知道是儿子买的了 也就干脆让他们送进来 一家四口锁好车回到家里 就听到电话一直不停地响 门铃不停地响 上门来送货的人一波连着一波 前后两个小时都没有停过 陆灵 老实说 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 陈小燕的声音都忍不住颤抖了 没 没多少 妈 我想起来了 今天我们小队的一个大哥回来 我还要去接他呢 你们在家里简单收拾一下 我先走了 陆灵说完就冲出家门 夺路而逃 身后传来爸妈的叹气声 陆灵这花钱也太大手大脚了 可是 陆灵出门后 陆七才想起来 他还拿着买给父母的两个万表呢 纠结了一回 他还是拿出来说道 爸妈 我哥还给你俩 都买了一个智能万表 你们试试呗 哦 对了 我哥说要我好好修炼 我先去操场修炼一会 风牛大地拳 走了 说完 陆七的身影也瞬间消失 留下夫妻俩手拿万表 看着客厅里慢慢的香包服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出门后 陆灵只是给黄黎打了个电话问候一声 黄黎归来的路程 可没有陆灵那么顺利和轻松 这个时候 正是需要休息恢复的时候 也就没有让陆灵过来探望了 想起刚才王胜利说 让陆灵找个人帮忙出面 跟那边谈判 这个是陆灵 没有跟龙刀小队的队员们说过 那他还认识的人 就只剩刘青龙了 正好昨天回来 还没有跟刘青龙见面 那就趁着还有时间 去一趟刘氏武馆吧 陆灵坐上虎视 一脚油门 直接来到刘氏武馆楼下 停好车 他快步上楼 105 无限学习5G的机会 斩腰武馆 馆主 陆灵推开门 走进刘青龙的办公室 嗯 陆灵回来了 这次出城 感觉怎么样 刘青龙笑呵呵地问道 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龙刀小队这一次任务不顺 不仅任务没有完成 就连队长周申明 和两个队员都受了重伤 反倒是陆灵这个第一次出城的家伙 竟然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而且看样子 精神头还不错 感觉还不错 城外蛮好玩的 陆灵轻松地说道 对他来说 这一次出城能不好玩吗 不仅实力突飞猛进 还收获了那么多好东西 不过这话在刘青龙听来 他会认为 陆灵在龙刀小队的保护下 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自然轻松愉快 跟玩似的 行 小伙子很不错 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样的镜头 嗯 管主 我想问问 咱们武馆的秘籍 可以给我借阅一些吗 这一次出城后 我感觉到自己的很多不足 想要多修炼一些武技 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这个倒是实话 只有在战斗中 才能检测出自己的真实实力 这一次 陆灵虽然收获不少 但要不是 靠着一点点运气 他可能根本就没法活着离开 陆灵对自己的规划是 趁着小队这段时间 不会外出执行任务 他好好地充实一下自己 各种兵器 战技 都要使用熟练 另外 还要多了解一些 妖兽 植物的信息 免得遇到了妖兽 都不知道对方的实力 遇到植物 也不知道是否有用 嗯 年轻人想要多学习是好事 不过 武技这东西 并不是越多越好 贪多容易嚼不烂 与其花费大量的时间 学习新的武技 不如把心思 放在现在拥有的武技上 样样通 不如一样精 算了 先不打击你的积极性啊 说说 你想学习什么武技吧 刀法 枪法 棍法 掌法 近身格斗 潜伏 侦察 化妆 凡是出城能用的 我都要学 看陆琳那兴致勃勃的样子 刘青龙哈哈大笑 好好 看来你这次出城 是真的受刺激了 不过咱们武馆的武技并不多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给你推荐个工作 如果你去那里 能够学到无数武技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一下 哦 什么工作 陆琳有些好奇 在哪里工作 还能顺便学习这么多武技的 是这样的 江左展幼武馆 你听说过吧 陆琳点头 那就好 我跟展幼武馆有点关系 那边的副馆主南灵溪 是我好兄弟 下月初的时候 江左展幼武馆 将会举办天才训练营 参与的都是今年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大概八十多人 全都是武者 不过这些武者都是出出茅庐 自以为天老大他们老二 一个个傲得不行 武馆那边便想了个主意 从十二城有关系的武馆中 挑选一些精英武者 以学员的身份加入其中 让那些天才武者见识一下 什么叫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若是进去的话 展幼武馆的武技 还不是随便学 想学什么学什么 怎么样 要不要去试试 陆琳有些异动 展幼武馆 这可是蓝星赫赫有名的超级势力 创始者乃是蓝星第一强者 图战 不过展幼武馆 一直秉承发展精英武者的理念 在华国只有主基地市中 才有他们的武馆分布 全国加起来也就十二座而已 能够加入到展幼武馆 那是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梦想 今天遇到的固长歌 也不过只是获得了 去展幼武馆学习进修的机会而已 想要加入到天才训练班 那需要在十八岁武考之前 达到武者级 才有资格进入天才训练班 关键 这还只是有资格而已 想要真正进入其中 展幼武馆 还会对武者的实力 资质 星星 战斗方式等多方面进行考核 初步考核通过后 才能获准进入 即便进入天才训练班 也不代表学员会顺利毕业 在三年的训练中 至少要淘汰80%以上的武者 只有剩下的20% 才能通过最终的考核 真正毕业 当然这也符合展幼武馆 一贯的精英理念 图战曾经说过 在与妖兽的战斗中 靠的就是 战比不超过10%的武者 而在10%的武者中 真正决定战局走向的环 是那1%的精英武者 武神 武王 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 曾经 进入展幼武馆学习 只是陆林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对 甚至做梦的时候 陆林都没有想过 他的家庭条件 他的修炼资质 让他连看一眼展幼武馆的机会 都没有 我去 馆主 那展幼武馆中 真的可以无限制地学习 各种武技功法吗 刘青龙摇摇头 笑道 怎么可能 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加入天才训练营 你只不过是 有了学习武技功法的机会 至于能学到多少 就看你的实力了 具体的情况 等你去了就知道了 既然你愿意去 我就给那边发名单过去了 本来这个名额我还头疼呢 既然你回来了 那就好好准备 去了以后别给我丢脸知道吗 馆主放心 到时候 我肯定让你的名字 在天才训练班里 大放光彩 哈哈 你小子 就会寻我开心 刘青龙摇着头 陆林虽然天赋不错 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 让他跟大城市的那些真正的天才比 他还差得太多 对了 馆主 我找你还有个事 陆林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大杀器 九十 这个举动 把正在大笑的刘 青龙吓了一跳 储物戒指 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 即便是他 也是之前在去 斩药物馆做事的时候 才获得了一枚 储物戒指的奖励 看到储物戒指的时候 刘 青龙就惊讶得不行了 等他看到大杀器 九十的时候 差点没跳起来 卧槽 陆林 你这玩意是哪来的 馆主 别慌 我前几天不是去白银山了吗 后来跟队友走散 我一个人在丛林里 漫无目的地瞎逛 然后突然被绊了一跤 回头一看 就看到这东西了 你 刘青龙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神特么走路摔一跤 就撞到了大杀器 九十 这概率比陆林明天 就晋升武王还要低 竟然被这小子给撞到了 一百零六 王胜利是武王 刘未然的困境 得了 我不问你怎么来的 你拿出这东西 是啥意思 平缓了一下情绪 刘青龙才坐下来问道 我之前不知道这是什么 还准备二手卖掉 结果那个买二手的老板说 正好程卫队丢了一台大杀器 九十 有可能就是 我捡到地这一架 不过他说 让我找个牛逼的大佬 跟程卫队的人谈 我寻摸着 认识的人里面 最大排地 就是管主您了 陆林说着 话语中 还暗暗地捧了刘青龙一手 少来 你小子不算计 我就不错了 还最大排的是我 开玩笑呢 对了 你找的那个二手贩子是谁 竟然连程卫队的消息 都能打听到 刘青龙自问 程卫队的武器丢失 这又不是啥光彩的事 一般人哪里能知道 这里面的消息 哦 这二手贩子 是我之前在西城 买妖兽肉的时候遇到的 是什么三阳开卫 贸易公司的老板 叫王胜利 王胜利 刘青龙瞪大眼睛 他突然发现 这出去荒野历练了一圈 回来后的陆林 让他有些看不懂了 除借着这种事 刘青龙不好开口询问 可这小家伙 竟然能认识王胜利 还是在西城 买妖兽肉的时候遇到的 这真是离谱妈妈 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王胜利 那是什么身份 会跑到西城 卖妖兽肉 这位可是武王啊 拜托 嗯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管主 看着陆林那无知的眼神 刘青龙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行 既然是他就没事了 所以你的要求是 这大杀器 酒师假装是我捡到的 到时候 也有我归还给陈卫队是吧 没错 陆林点点头 管主 这可是跟陈卫队 拉近关系的好机会 您肯定不会拒绝的吧 当然 这大杀器 毕竟是我捡到的 到时候陈卫队 给什么名誉荣誉的话 就交给您来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有一些小小的奖励的话 还希望管主 能够高抬贵手 行 反正就是 我拿个虚名 实际好处全给你对吧 放心 我老刘干这个是最擅长了 刘青龙笑呵呵地答应下来此事 陈卫队看到事情都已经办妥了 便挥挥手准备告辞 陈卫 你等一下 刘青龙叫住了他 陈卫队回过身 不解地看向刘青龙 管主 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 刘青龙组织了一下语言 说道 陈卫 最近一段时间 未然在舞蹈修炼上遇到了瓶颈 你有空的话跟他聊聊 开解一下 其实 原本我是不准备让他走舞蹈这条路的 毕竟是个女孩子 可他执意如此 哎 刘青龙叹了一口气 陈卫队表示理解 好的管主 这是我等会跟他聊聊 说实话 大小姐修炼十分刻苦 如果因为天赋的原因 说到这里 陈卫队突然想到一个事 他在白银山的时候 安仔曾经带他找到不少红色小花 那东西可以增长舞者的气血 陈卫队不知道那红色小花是什么品种 如果没有气血的舞图服用后 是否可以提升力量 1200公斤的权力 是灵气复苏300年来 无数舞者反复测算确认的一个数值 无法突破这个界限 那就永远无法成为舞者 刘卫队本身就是女孩子 天赋可能也不是很好 虽然很努力地在修炼了 可是 她真的有可能 永远无法成为舞者 不过现在还没有定论 陆琳要是可以给她找到红色小花 尝试一番的话 说不定可以帮助到她 怎么 陆琳你想到什么了 没什么 只是觉得有点可惜 管主放心 我等一下就给大小姐打电话 跟她聊聊 嗯 那么这个事就拜托你了 从刘青龙的办公室走出来 陆琳直接拨通了刘卫队的电话 喂 陆琳 你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电话中 刘卫队的声音带有轻微的喘息 陆琳知道 她肯定又在修炼了 找你有事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你家这边的分管训练呢 你找我什么 好 你等我 15分钟到 陆琳挂断电话 上车启动 一脚油门下去 很快就到了她之前间 值得刘氏武管分管 此时 刘卫队刚换下了训练服 拿着水杯喝水 作为舞徒 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从平时的饮食 就能看得出来 她从来不吃油炸 油腻 高糖的食物 连很多女孩子喜欢喝的奶茶 她也从来不碰 大小姐 最近怎么样 我听管主说 你修炼好像是陷入瓶颈了 嗯 刘卫队答应一声 神色黯然 过了好一会 她把手中的水杯放下 悠悠说道 陆琳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即便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我的权力都不增长了 现在我的力量 才刚刚过高级武徒的底线 904公斤 这个水平还比不上当时的你 哼 啥叫比不上当时的我 说的好像现在的我 你就能比得过了似的 走 去全力测试试 我看看 你有什么问题 陆琳拉起刘卫然 就走 作为刘卫然三年的陪练 她了解她的每一步攻法的熟练程度 风牛大力拳 第一层 灵蛇拳法 第一层 金钟罩 第二层 这些基础的武学 刘卫然在一开始的时候 修炼很快 可最近半年 不论如何修炼 都无法顺利突破 来到权力测试机前 陆琳说道 大小剑 你先打一拳 好 刘卫然答应一声 走到机器前 用力一拳打出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陆琳关注的 不仅是权力测试机上的数值 更多的是刘卫然的动作 脚步 腰 臀发力的状态 肩背能否用上力 剩下的 才是手臂 手肘手腕的动作 这一套 动作做出来 陆琳欣慰的点点头 刘卫然的基础 还是非常扎实的 虽然不能 说百分百的完美 但达到优秀水平 总是没有问题的 碰 权力测试机 出现了一个整齐的数字 900公斤 刘卫然神色一暗 她感觉 现在这个水平 就是自己的极限了 陆琳 我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是 陆琳直截了当的话语 直接让刘卫然哭了出来 107 我有办法 20万种红花植物 陆琳一看刘卫然 直接就哭了 也是有些手足无措 唉 不是 大小姐你哭什么 不就是天赋不行吗 不就权力不够吗 有什么好哭的 听到陆琳这话 刘卫然哭得更大声了 她心里既难受又委屈 难受的是她心里知道 自己的天赋到这里就不行了 没有更进一步的希望 但她心里更委屈 陆琳 你个混蛋 这个时候 难道不应该安慰一下人吗 还这么直言不讳的 接人伤疤 你安得什么心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你的问题我能解决 啊 你说什么 刘卫然的脸上还带着眼泪 她瞪大眼睛看着陆琳 这模样可爱极了 就好像小朋友一样 明明在嚎啕大哭 给她一个棒棒糖 她就能开心地笑出来 陆琳摸摸刘卫然的脑袋 笑道 我说你放心了 这个问题我能解决 不就是权力无法提升吗 这有什么难得 你看我 陆琳说着绕过刘卫然 来到权力测试机前 一拳打出 碰 陆琳的动作 在刘卫然看来 一点都不规范 根本没有调动起身上的力量 可是 当她看到屏幕上的数字的时候 却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不可能 刘卫然嘴巴大的 可以放下一个拳头 她整个人好像呆滞了一般 陆 陆琳 你这 你这 她伸手指着 墓上显示的数字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好了 不用太过惊讶 我能达到这个力量 自然你也可以 所以 不要再哭鼻子了 小丑妞 你才是小丑妞 刘卫然不满的一拳 打在陆琳的胸口 不过这样程度的力量 连给陆琳的龙音金钟罩 增加熟练度都做不到 陆琳也不在意 把权力测试机上的数据删除了 才带着刘卫然 走出测试室 放心了 我有办法帮你提升天赋 到时候 保证你的权力咔咔掌 让你变成一个魔鬼金肉女 不过 你需要等我两天 我查一下资料 然后还要出城一趟 出城 刘卫然不解 为什么陆琳出城 就能解决她的问题 嗯 刚刚关上门转身过来 陆琳就看到有人 向他们走来 赵勋 陆琳压低声音 等下去训练室跟你说吧 两人看了赵勋一眼 快步离去 赵勋则是回忆着 她刚才听到的话 陆琳有办法改变 刘卫然的资质 提升她的权力 这绝对是一个大秘密 从陆琳自己身上 就能看得出来 明明是一个连五口 都无法通过的普通人 竟然在上一次权力测试中 达到了1500公斤的权力 并且很快就晋升到 初阶舞者 这消息 价值两瓶壮鼓丹 应该没问题吧 若有所思地离开 赵勋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给马天虎 汇报了他最新知道的消息 什么 陆琳竟然有提升天赋的办法 马天虎惊害不比赵勋少 越是知道的多 人越是会知道自己的渺小 马天虎从小生活在江左 见识的东西比赵勋要多多了 以他武王家族子弟的身份 都不知道这世界上 有什么提升天赋的宝物 提升权力的丹药倒是有一些 不过普通武徒服用了 也没有任何作用 可是陆琳 就是一个违反常规的例子 他在武考测试的时候 权力连1000公斤都不到 可没几天 竟然就成了舞者 这里面没有问题 显然是不可能的 马天虎调查过陆琳这段时间 在东山市的经历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之前都差点接受了陆琳 真的是开窍了的理由 可这一次 他知道 陆琳绝对是有自己的秘密的 挂断电话 马天虎找到方浩 说出了最新的消息 方浩笑笑 天虎 其实这样更好 陆琳不是说过两天要出城吗 正好给了咱们机会 到时候 我们跟上去 抢夺机缘 这一次 天虎你可不能再心怀仁慈了 陆琳必须要解决掉 至于那个刘伟然 刘伟然 马天虎口中也重复着这个名字 如何讨好 刘伟然都是一副不理不睬 还十分鄙视的模样 马天虎恶从心头起 刘伟然 也解决掉 不过 到时候就靠方师傅了 陆琳既然有把握单独出城 还带一个只是武徒的刘伟然 实力肯定获得了增长 嗯 天虎放心 正好我最近新学了一门武技 就在陆琳身上 好好试试吧 嘿嘿 陆琳暂时安抚好刘伟然之后 便开始规划接下来的事情 大杀器给了刘青龙 不需要再担心 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龙刀小队这边 全员回归 黄黎在休养 杨小伟在康复 短时间内 也不会出去执行任务 家里也安顿好了 有钱有车有生活用品 只要陆琳能好好修炼 陆琳就不会有太多的担心了 而且短时间内 无法学习到新的武技 不如趁这两天 查找红色小花的来历 然后出城一次 不过 一切看起来顺利 但陆琳还是有些担心的 林文的父亲 据说是个大人物 大人物自然有手段彻查石山基地发生的事情 当时陆琳离开的时候太过匆忙 虽然尽可能地消灭一些痕迹 但万一有所遗漏的话 就完蛋了 不过这事 陆琳就是思虑再多也没用 只要那位一天没有找到她 她就是安全的 回到家里 陆琳都没有关注陆琪的修炼情况 直接在网上查寻起红色小花的信息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陆琳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花的名称 忍不住扎舌 目前蓝星会开红色花朵的植物 大概有48,091种 这还只是品种 若是算上一些变种的话 总量超过20万种 这么多花的名称 陆琳别说看图片视频一一对照了 就是看一遍名称 都要花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这20多万种 会盛开红色花朵的植物 其中有树 有草 有藤 有水中植物 此外可以分为要用 非要用 要用的 又分为大大小小几十个科目 头大 108 艰难的检索 重置智能生命 半个小时的时间 陆琳看了差不多40多种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即便是舞者 他都感觉自己头昏眼花 也不知道 那些伟大的植物学家 是怎么辨别出 这么多地花朵植物的 而且 这还只是红色花朵的植物 黄色 白色 蓝色 粉色的 数量肯定不会少 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陆琳靠在转移的靠背上 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 寻找这红色的小花 安仔发现的那些红色小花 都是长在山崖上 根据两次采摘的经验 陆琳回忆起 那些小花都市 长在石质岩缝之中 根系并不发达 叶片的数量并不多 但具体有多少片 陆琳也记不得了 甚至她连叶片的形状 都有些记不清楚 此外 红色小花的花朵算是偏小 大小只有啤酒瓶盖差不多 五六片花瓣 分得比较散 花瓣的形状都是半圆 咦 半圆 陆琳突然想起来 刚才自己查看的那些花朵 花瓣的形状都没有半圆形的 也许这可以作为一个条件来搜索 汇总一下信息 这种红色小花 生长在岩石缝中 根系不发达 花朵只有啤酒瓶盖大小 花瓣有五六片 花瓣的形状是半圆 整理好思路后 陆琳继续在电脑上查询 一个小时过去了 陆琳又有点视不消了 从不同的维度查找 可以找到符合要求的花朵信息 但某一种花 能满足一两个条件 却没法满足所有 查了这么长时间 陆琳不能说一无所获吧 但收获的一些 都是她用不上的 比如 她找到了一种 名叫口臭花的植物 这种植物没有其他特点 就是放在口腔中 会散发出淡淡的臭味 只是这有什么用吗 难道是女生外出的时候 含一片在嘴里 避免霸总强吻吗 哎 要是能有一个 自动查找资料的东西就 好了 陆琳猛的一拍脑袋 自动查找资料的帮手 她有啊 从储物戒指 拿出宇洛的核心 宇洛的声音 瞬间响起 主人 下次请你不要把我放在里面了 太可怕 太孤独了 哦 好的 我知道了 现在 宇洛 我要行使主人的权利 为你设置各项权限 打开功能列表 陆琳还记得 每一个智能生命在认主后 都可以重新设置一下主人权限 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将现有的智能生命格式化 陆琳对宇洛并不是非常信任 带着她不敢用 只能丢在储物戒指吃灰 与其如此 不如格式化掉 以后当作自己的智能助手 用起来就方便了 好的 主人 请选择功能区投放设备 就我前面 这台电脑吧 陆琳话音落下 电脑屏幕瞬间变化 1 全线设置 2 功能设置 3 形象设置 4 22 恢复出场设置 陆琳其他的不看 直接点在22上面 一个提示框跳出来 主人 是否要恢复出场设置 恢复后 您所有储存的资料 都将消失 是 陆琳毫不犹豫 主人 是否要恢复出场设置 恢复后 您的智能管家 将会重新刷新生成 是 陆琳还在纳闷 怎么又跳出来一个对话框 赶紧点了试 接下来 雨洛不断地 打出一个个提示框 想要让陆琳取消 恢复出场设置的动作 可陆琳丝毫不为所动 每一次都果断地点了试 当然 在点击选择的时候 陆琳还留了个心眼 他会自信看每一个对话框的内容 都仔细阅读 避免雨洛这家伙 给他弄什么文字陷阱 万一给他整一个 是否将雨洛设置为 永久智能管家 那陆琳点了试的话 不就是自己打脸了吗 提示框连续出了99道 就在陆琳不耐的时候 屏幕中终于不再谈出对话框了 正在恢复出场设置 恢复成功 正在重启智能核心 请主人设置智能管家权限和功能 陆琳看着这样的提示 满意地点点头 还是不行 雨洛刚才给他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万一留什么后手就不好了 到时候 恐怕会更狠地报复陆琳 恢复出场设置 恢复出场设置 陆琳跟智能管家系统 完全是耗上了 只要显示恢复成功 他就继续恢复 一脸恢复了几百次 陆琳不知道 雨洛留下的后手 是不是被他成功清除了 总之 现在他的手点鼠标都点得累了 而且 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界面 也变得十分简单 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了 这一下 雨洛存在的痕迹 应该彻底清楚了吧 陆琳心中想着 开始设置一些简单的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刚才 恢复出场设置恢复得太狠了 新生的智能 看起来就是一个蛋 傻傻的蛋 主人 您确定将我命名为傻蛋吗 一旦确认 随时可以更改 听到智能这么说 陆琳彻底放心了 他不需要什么智能生命 有个智能助手就足够了 命名为傻蛋 正好合适 确认 命名成功后 陆琳也没有进行更多的设置 直接让傻蛋帮忙 检索红色小花的资料 主人 关键信息缺失严重 无法完美检索 虽然这么说 但几分钟的时间 傻蛋还是给陆琳找出来 三种基本符合陆琳要求的 红色花朵植物的图片 仙鹤草 红竹草 青霞草 三种都是草本花卉 一些基本的特征 跟陆琳之前筛选出来的都一样 但陆琳只是看一眼 就发现 这三种花朵 都不是自己要找的 傻蛋 可以扩大搜索范围吗 这些都不是要找的 主人 缺少关键信息 此外网络权限不足 无法检索到 更多符合条件的结果 哦 这下陆琳明白了 傻蛋没有见过红色小花 没有一个准确的信息 只靠陆琳提供的内容 能检索到三种就不错了 此外 互联网并不是一个 可以随意冲浪的地方 大部分公共信息 可以免费获取 可一些有价值的 陆琳就没法搜索到了 比如5G秘籍 陆琳不可能依靠傻蛋搜索到 看来 这一步算是没办法了 还是要尽快出城 找一些红色小花 回来给刘魏然 109 石山基地调查报告 一定会报仇 Mr. Ling 根据我们这三天来的调查 已经可以大致还原在 石山基地内发生的事情 石山基地外 一座临时帐篷中 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 正恭敬地说道 石山基地修建于6年前 也就是林少爷16岁的时候 建筑主体有个类型合金构成 其中有36台血液分离解析装置 4台超大型医学计算机 能量完全由腰核提供 不过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 解析腰核转化装置 还需要一段时间 听 李维拉 你直接说重点就好 林云生平淡地制止了 老外李维拉的讲述 这 当然没问题 林文少爷死于4日前的 凌晨2点15分到2点20分之间 死因是内脏大出血 导致体内供血供养系统崩溃 根据现场的情况判断 林文少爷在死前 受到了巨大的撞击 凶兽从1号位置 以至少30万公斤以上的力量 将林文少爷退出 撞击在145米外的合金墙壁上 并从11 24米的空中坠落 在林文少爷死前 已经达到五王初阶的许坤先生 与凶手搏斗 过程极度凶险 不过战斗时间却很短 不超过15分钟 在许坤先生死前 凶手在地面空间中 徒手搏杀一头 处于极度狂暴状态的红月弟兄 致死原因是 合金长棍穿透头颅 造成红月弟兄脑死亡 经过我们侦测专家团队的判定 凶手应该是意外 被许坤派遣黑衣武者 以尸毒的方式引入到基地 但在举行最终仪式的时候 凶手突然清醒 他杀死了红月弟兄 许坤 并将怒火发泄在林文少爷身上 并且 这位凶手在行凶后十分冷静 他破坏了基地中的核心设施 因为他的损坏 大部分的研究资料全部遗失 从仅有的资料中分析 林文少爷 竟然是要通过意识 来控制那一头红月弟兄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李维拉说着 看了一眼脸上 露出明显不耐烦神色的林云生 咳嗽了一下继续说道 关于凶手的身份 目前我们无法掌握到更多的信息 基地内没有任何图像 声音存储设备 不过从仅有的条件来分析 凶手此前应该是在白银山中历练的舞者 因为意外被带回到基地 从行凶手法来看 凶手擅长使用飞刀 力量强大 初步推断凶手的实力 在舞王初阶巅峰 此外 凶手性格冷静 能够快速找到基地的核心区域 并将其破坏 同时 根据凶手的举动 我们推断 他应该是一位没有核心传承 侥幸进阶舞王的普通人 最后 在凶手离开的时候 他还留下了一个隐藏的出口 只不过出口太过隐蔽 外加那些舞者的实力较弱 在林先生您来到之前 只有不到200人 从隐藏通道离开 再结合到林先生 您收到的 通过19次中转的短信内容 我们侦测团队 做出了一个相对符合条件的 凶手画像 凶手 性别男 年龄在35至50岁之间 身份为自由舞者 身高172到188公分 体重在150至210千克之间 力量强大 性情冷静 残忍 狡猾 实力在初阶舞王阶段 出身普通 有90%以上几率 是以江左市为中心 周围12座城市中的野生舞王 李维拉说完团队的分析 静静地站在一边 李维拉 你说对方是舞王 可是小文和许坤研究的 那个什么烟雾 能对舞王也有作用吗 爱琳娜问出了一个关键点 在石山基地内 他们也找到了 不少残留的迷魂烟原料 点燃后 她和林云生 都没有半点感觉 爱琳娜 这个需要进一步的测算分析 不过您和林先生 都是高阶舞王 体内缘和修炼到极致 免疫迷魂烟的控制 也是有很大可能的 不过 我倒是认为 舞王的身体素质强悍 那位凶手可能是 刚刚晋升舞王境界 身体在初次中毒后 适应了毒素 所以 在猎狱空间中 可以很快苏醒过来 我们可以通过各个球龙中 没有被抓破的诱饵看到 那位舞王的恢复适应有多快 嗯 多谢你了李维拉 你先下去吧 我们还会在华国 停留半个月左右 这段时间 你尽可能地多侦测 一些要素出来 那是当然 爱琳娜 林先生 我先离开了 嗯 林云生笨了一声 等李维拉离开 爱琳娜才说到 云生 这个凶手 我们一定要抓到他 让他为我们的文陪葬 这是当然 林云生的眼神闪动 不过在华国 我们不适合大张旗鼓地找人 而且因为之前的事 我们跟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 恐怕不会有人愿意帮助我们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 没有人帮助我们 那我们就掏钱出来 爱琳娜的严重闪过仇恨的光芒 云生 我们俩这一生 只能拥有文这一个孩子 我们的钱 我们的资源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人脉 都不会流传下去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拿这些东西出来 换取那个凶手的情报 你不知道 最近几天 我一闭上眼睛 就看到文满身是写的在问我 为什么不救救他 为什么不救救他 云生 我 爱琳娜说着 气不成声 林云生搂过妻子 放心 凶手跑不掉的 小文临死前 给我们发出了凶手的信息 利 这个字 可能就是凶手的名字 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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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姓 还有可能是名字 利 甚至不止是这些 小文可能没有办法 输入凶手完整的名字 这个可能 就太多了 不过没关系 再多的可能 我也要找到他 而且 李维拉给的条件 虽然说很准确 但他也不敢百分百肯定 我们扩大范围 周边江左 江下 东山 百战 万剑 修水 这些城市中的自由舞者 16岁以上 50岁以下 近期有过出城记录的 我们需要一个个筛查 艾琳娜 不要急 让小文多休息一会 我们会帮他报仇的 我发誓 110 交易完成 准备出发 第二天一早 王胜利就打电话过来 询问陆林找好人了没 陈威队那边 对这次交易比较着急 陆林说 已经找好了 让他直接联系刘青龙就行 王胜利在东山市 混迹这么久 自然不可能不知道刘青龙 但他没想到 陆林竟然连刘青龙 都能请得动 匆匆挂断电话 王胜利就去找刘青龙了 陆林正好也睡不着了 去陆琪房间把他拎起来 带着下楼修炼风牛大力拳 练了一会 陆林对陆琪的进步还算满意 虽然之前家里不算富裕 他们兄弟连吃东西都紧紧巴巴的 但老天反而更偏爱陆琪 陆林看他的架势 应该距离第二层也不愿了 此外 金钟罩的修炼 也达到了第一层的极限 现在陆林有钱了 自然不会让陆琪 没有药育浸泡 拿出来一百万 专门作为陆琪帝修炼资金 虽然不多 但比起当年帝陆林 已经是天上地下了 在小区门口吃了早饭 陆林把陆琪丢在操场上 开车去了刘氏武馆总部 馆主 嗯 陆林 这么快 刘青龙刚从城首府回来 作为热心市民 他把在野外捡到的大杀器 九十交还给陈卫队 顺带还获得了某个陈卫军大佬的青睐 给你 这是陈卫队那边奖励的一百万奖金 还有一本秘笈 你不是说想学习刀法之外的武技吗 我就帮你申请了一本剑法 你看看 刘青龙说着 将秘笈交给陆琳 狂风剑 陆琳嘀咕一声 无视了系统不断的提示 仔细翻阅起来 狂风剑在玄机武技中算是不错 使用的时候只攻不守 攻击猛烈暴力 一般的对手根本无法反击 就会落败 而且 这一门秘笈应该是某个武者使用过的 在字里行间 还有一些笔记 上面写着 对修炼狂风剑法的一些感悟 行了 剑法你回去 再看也没事 今天的收获除了这些外 我们刘氏武馆 也获得了不少好处 拿下了两处东山武馆的场地 这段时间整修一下 就可以开业了 陆琳点点头 虽然这跟他没有直接关系 但刘氏武馆变强了 他也很开心 东山市除了刘氏武馆外 还有东山武馆 和吉山武馆两家 其中 东山武馆属于半官方性质的 生意这个东西 一旦带上其他的元素 就不会那么纯粹 东山武馆的场地 人员 教练等级 在三大武馆中 算是独一档的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一直以来 经营状况不是很好 没想到 这次刘青龙 竟然能拿到两家分馆 这个收获 我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算你入股 一个 是按照相应的价格 给你折算现金 你看看怎么选 入股吧 短时间内 陆琳并不缺钱 而且他还是 刘氏武馆出来的舞者 身后有组织的话 以后说话也更硬气一点 有过前世经验的陆琳早就知道 在社会上混 靠的不是你有多聪明 多有能力 这些只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有人 人脉关系 越广 那以后办事 才会事半功倍 当年 吕布号称天下第一猛将 最后还不是被弄死了 反倒是那些有人脉 走关系的人 最终做成了大事 也好 那我就在里面 加上你的名字了 到时候 你每个月做等分钱就行了 你小子也是够可以的 还不到二十 就有了自己的产业 刘青龙笑了两句 陆琳才说出 他今天来的目的 馆主 我准备这两天 带魏燃出城一趟 昨天跟他简单地聊了一下 想带他出城散散心 啥 刘青龙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孤男寡女 独自开车去城外 不说什么陆琳会不会做点什么事 就是城外 那危险的环境 就让刘青龙放心不下 馆主 别激动 别激动 带刘魏燃出去 我又不是让他去跟妖兽战斗的 让他看到荒野的环境有多么可怕 从内心深处打消他成为舞者的念头 才是目的 不然 您说 我劝得了一时 还能劝他一事不成 只有让刘魏燃从内心深处放弃成为舞者 他以后的生活才会快乐 您说对吗 而且 我也不会带他去什么危险的地方 就是简单地走走逛逛 这 听陆琳这么说 刘青龙也犹豫了 他之前在家的时候 总跟刘魏燃吹牛 说自己多么多么英明神武 所向披靡 这么说固然给刘魏燃塑造了一个英雄老爹的形象 不过也无形中让刘魏燃忽略了野外的危险 荒野区危险不危险 那还用问 即便是武士巅峰 都有可能出去了 再也回不来 倒是也行 不过 陆琳你得答应我 不能去超过301前进基地的地方 放心吧管主 我今天收拾收拾 明天就带他出去 走了 陆琳挥挥手 潇洒地离开 刘青龙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该如何说 回到家里 陆琳也给爸妈说了他明天要出城一趟的事 一开始 父母还很担心 不过陆琳说 这次不会跑太远 最多两三天就能回来 他们俩也放心不少 这一次出去 陆琳可谓是准备齐全 衣食住行全都买了一遍 就连烤肉用的调味料都准备好了 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陆琳才想起来 好像自己忘了什么事 而且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 他想了好久 突然一拍脑袋 卧槽 他一个反身从床上起来 把正在充电的智能腕表打开 喂 谁啊 腕表上传来刘卫然的声音 我 陆琳 明天我带你出城玩 别忘记了 哦 不过陆琳 你下次约我出去的话 能不能早点说 现在都已经晚上十二点了 刘卫然大声叫道 他甚至怀疑 陆琳到底有没有诚意了 若不是晚上刘青龙下班回来 问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他还不知道 陆琳准备明天就带他出城了 没想到 这货竟然给忘了 哦 对不起 我下次一定 早点休息 明天早上我去接你 好吧 刘卫然无语 丢下手机沉沉睡去 要不是陆琳打电话过来 他能一觉睡到明天早上 111 早饭喜欢甜还是闲 飞刀第四层 早上天刚亮起来 陆琳就洗漱完毕 将东西装进储物 借着下楼了 点火 启动 五十月夜 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 冲出了清韵花园 接到刘卫然的时候 陆琳看着他 有些奇怪 怎么了 一直看着我干啥 我脸上有脏东西 刘卫然被陆琳看得 有些不自在 坐在车上 都有些局促 没 没有 就是感觉你今天好漂亮啊 刘卫然听到这话 心花怒放 原来一直以为 陆琳是个大木头 没想到 竟然也有这么嘴甜 会夸人的时候 哪有啊 人家只是 随便打扮了一下而已 刘卫然有些扭捏地说道 女卫越级者容 她平时都是一副 假小子的模样 穿运动裤 扎马尾便 今天早上特地提前起来 换了一身漂亮的碎花连衣裙 一双亮晶晶的高跟凉鞋 还专门戴了发卡 整体看起来 跟平时的运动风差距甚大 有一种林家小妹妹的感觉 啪 陆琳屈指一弹 给刘卫然赏了一个脑瓜崩 她一脸不屑地看着刘卫然 你是不是傻呀 我带你去城外 荒野 妖兽嗷叫的地方 你肯定穿这么一身给谁看 妖兽会觉得 你漂亮一点 就不吃你了吗 赶紧回去把衣服换了去 啊 刘卫然从天堂跌落地狱 不敢置信地看着陆琳 看我干啥 赶紧去换衣服去 女人就是麻烦 哦 好 刘卫然这才如梦初醒 下意识地打开车门 随后眼泪忍不住地流出来 陆琳 你就是个大木头 大傻货 活该你一辈子单身 十分钟后 穿着一身运动服的刘卫然 快步来到车边 陆琳上下看了一下 点点头 嗯 这还差不多 早饭吃了吗 我给你带了两块小蛋糕 还有一碗豆腐脑 不知道你喜欢吃咸口 还是甜口的 刘卫然这才看到 后排座放的食盒 蛋糕 布丁 三明治 还有一杯牛奶 这些都是甜口的西式早餐 豆腐脑 油条 茶叶蛋 烤肠 还有一碟小咸菜 这都是中式咸口的早餐 刚才还怨恨陆琳的刘卫然 顿时脸上露出笑容 都行 我啥都吃 说完 就从宽大的座位空隙 钻到后排 开始大快躲移 嗯 你小心点 牛奶啥的别撒身上 出发了 陆琳提醒一句 青彩油门出城 东山市的四个城门 每天出城的舞者都不少 好在今天陆琳晚出发了一会 没有赶上人最多的时候 不过即便如此 她还是排队排了十几分钟 才穿过城门 陆琳 我吃完了 哦 给我拿点油条 不是 我说我吃完了 啥意思 陆琳愣了一下 回头看去 她准备的食盒 里面除了一些盘子 碗 以及餐具外 食物一点不剩 不是 大小姐 你喜欢甜口 还是咸口的早餐 怎么全给吃完了 我都喜欢 凡是你给我的 我都喜欢 刘卫然的眼睛 眯成了两道小月牙 陆琳看着她这样 也不舍得说什么了 她本来想说 刘卫然是猪吗 一个女孩子吃这么多 可看到刘卫然 这么可爱的样子 陆琳也不忍心毒舌了 跟女孩子之间 偶尔开开玩笑还行 可以增加感情 可玩笑开多了 对方就会把讨厌你了 好吧 等会到了301基地 咱们停车下来散散步吧 好 都听你的 马绍 陆琳带着刘卫然出城了 知道了 马天虎挂断电话 冲着旁边的方号说道 方师傅 咱们也出发吧 从这里到301基地 就一条路 可若是晚了 就抓不到陆琳了 好 出发 陆琳 咱这还没有到吗 我 我刚才好像看到血影爆了 坐在车上 一开始 刘卫然还兴致勃勃地四处张望 可很快就无聊起来 不过 刚才他惊鸿一瞥 竟然看到一头血影爆 从前方的草丛中穿过 真的 在哪 陆琳一听就兴奋了 一脚踩下刹车 将车子靠边停下 在那边 那棵红色树叶的大树上 陆琳 你要干嘛 正说话呢 刘卫然就看到陆琳拿出战刀 解开安全带 干嘛 达利亚 你在这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陆琳说完便开门 下车 不等刘卫然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进入丛林之中 陆琳 你等等 刘卫然大叫道 可陆琳这时候 已经听不到了 他用起舌部 身影快速向前 等到近了 他果然看到 红色树叶的大树中间 趴着一头浑身黑红的血影爆 血影爆 皮毛呈红色 上面有不规律的黑色斑点 因为生性嗜血 并且捕猎能力强 被称为血影爆 论其捕猎的成功路 血影爆比起金金虎毒要强多了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血影爆数量稀少 市场上收购的价格 已经达到二百万一张皮的程度 一般的妖兽 哪能卖上这个价格 也多亏了刘卫然 若不是他 陆琳哪能这么轻松的 就赚到二百万呢 离得近了 血影爆也警惕地从树上站起来 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陆琳 似乎在说 你不要过来 你敢来 我就敢跑 陆琳当然不能让血影爆跑了 这可是两百万呢 他冲着血影爆挥挥手 你好啊 在这晒太阳呢 血影爆 嗯 就在这时 陆琳的手上 突然出现了三根铁钉 不等血影爆反应过来 三根铁钉带着寒光飞向血影爆 哦 血影爆刚看清攻击自己的是什么东西 就觉得双目一通 下意识地张开嘴巴 结果嘴里也是一通 三根铁钉 一个不落 被血影爆照单全收 血影爆从树上跌落下来 陆琳一个前冲 正好抓住了他的脖梗 血影爆在陆琳手里挣扎了一小会 很快就不动了 这三根铁钉可是陆琳从老爸的工具箱翻出来的 他的飞刀密集已经修炼到第四层了 十米之内 百发百中不敢说 百发九十九中还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 他的投掷手法也增强了不少 刚才那一下 就是典型的两块一慢的打法 可怜的血影爆 第一次见到这出神入化的暗器手法 就送上了自己的性命 112 机操物六 再入白银山 陆琳 你这也太厉害了吧 我都没有看到怎么做到的 上车后 刘卫然惊叹不已 没什么 机操 物六 陆琳也没有解释 直接踩油门继续出发 从小到大 刘卫然见过很多妖兽 四街的五街地 地上跑得天上飞的 可这新鲜热乎的血影爆 还是头一次见 他也不害怕 陆琳还开着车呢 他就一翻身来到了车斗上 仔细观察着死去的血影爆尸体 五 突然 血影爆的爪子动了一下 把刘卫然 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陆琳从倒车镜看到这一幕 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不过经过这一次 刘卫然总算是老实了很多 一路开到301前进基地 虽然是第二次来 但陆琳却感觉十分熟悉 将车子停好 陆琳拎着血影爆的尸体 来到一座营房前 新鲜的血影爆尸体 很容易腐烂变丑 也会招惹其他的烈士者过来掠夺 所以 在基地内 是有专门处理的地方 今天 咱们也不着急外出 在这里休息一晚 让你也能好好地 适应一下荒野的环境 刘卫然第一次出城 自然什么都听陆琳的 好 一头如山般的妖兽嘶吼一声 不敢地倒在地上 她的脖梗上 缠绕着一根黑色的长边 等到她彻底死去后 一头金发的艾琳娜 才抽回自己的长边 云生 咱们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白银山这么大 咱俩这样一头一头地杀 要杀到什么时候 艾琳娜 我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杀这些王级妖兽 而是给华国这边 传达一个态度 因为30年前的那件事 我不得不放弃华国 跟你去了欧罗巴 现在我们要在华国内办事 总要做点什么 让那些人心里舒服一些 你放心 杀死小文的凶手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的 好吧 那我们继续 第二天一大早 陆琳叫醒了隔壁房间的刘卫然 在楼下简单地吃了一些肉食 陆琳说道 走吧 咱们今天就进山 嗯 好 刘卫然的精神有点不佳 昨天晚上 301基地附近 妖兽的吼声不断 她甚至还能听到 距离很近的声音 让她担心不已 万一妖兽冲进来怎么办 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 她自然没法休息得很好 不过陆琳也只是看了她一眼 并没有说什么 两人将车子就留在301基地 各自背着背包离开 为了避免被人察觉发现异常 陆琳专门背了一个背包 眼人耳目 他俩的身影刚离开基地大门 银房中露出了一个满头白发 有些沧桑的脸 天虎 他们出去了 方师傅 你放的那个追踪香水有用吗 马天虎低声问道 没问题 不过香水的停留之间 只有两个小时 我们得抓紧动作了 嗯 马天虎答应一 背上背包 拿好战刀 想了想 他又放下背包 从里面取出了一个 包着很严实的东西 塞入口袋 基地外 陆琳向着白鹰山的方向走去 他早就忘记 之前答应刘青龙的话了 或者说 他本来就是准备带刘未然 去白鹰山中寻找机缘的 当然 如果能找到安仔 就省事了 陆琳 要不你走后面吧 我有点怕 行 陆琳答应一声 退到了刘未然身后 可没过一会 刘未然又说道 陆琳 你 你还是来前面 算了 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 陆琳笑了笑 大小剑 别慌啊 这才离开基地不到两公里呢 没有妖兽 会不开眼的在这附近活动 不开眼的那些 早就成了基地战士的口粮了 你看 说着 陆琳一手指向远处 只是刘未然顺着他的方向看去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那里有什么 有人 陆琳冲那边招招手 就在刘未然惊讶的目光中 也有一根树枝回应似的 跟陆琳挥挥手 陆琳 那是301基地的战士 对 他们有在基地外围警戒的任务 所以不用怕了 虽然这么说 刘未然还是小心谨慎地四下看着 生怕突然冒出来一头妖兽 陆琳倒是一点不在乎 他迈着 大步向前走去 还不停地催促刘未然快一点 可怜的刘未然 昨天晚上就被妖兽吵得一夜没怎么睡着 现在又被陆琳不停地催促 不过在这荒野之中 他也不敢放松 寸步不离地跟着陆琳 扑 一头三眼兔突然跳了出来 吓得刘未然大叫一声 结果 三眼兔比他还小心 看到陆琳和刘未然在附近 后腿连续蹬地 瞬间消失不见 大小姐 你这也太胆小了吧 哪有 我只是 只是 防范意识比较强而已 哪像你这家伙 说不定等下妖兽近身了 你都没有看到 好吧 好吧 我算是服了你了 陆琳被刘未然搞得哭笑不得 像你这么走 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走进白银山呢 又走了三个小时 陆琳终于带着刘未然来到白银山山脚下 行了 在这里休息一下 上次来白银山的时候 我们小队还在这里吃了一顿烧烤大餐呢 怎么样 你要不要也体验一下野外烧烤的感觉 在这里 对啊 就把这头三眼兔给烤了吧 陆琳说着 拎起手上的三眼兔展示了一下 刘未然不说话 陆琳就自顾自地处理 包皮 放血 处理内脏 挖地脏 分割 烧烤 陆琳的动作并不快 但在刘未然眼中 却有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 如果没记错的话 陆琳也是 才出来一次的新人舞者而已 怎么他来到荒野 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家似的 不一会 烤三眼兔肉就好了 陆琳先拿了一部分 给刘未然吃 他则是要烤剩下的 哇 好烫 好吃 好好吃 刘未然一边吃嘴里 还不断地夸赞着 陆琳只是笑笑 却没有搭话 咔嚓 刺了 就在这时 一阵巨大的响动传来 刘未然一口肉吃到口中 烫得来不及说话 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他指着远处 传来声响的地方 没事 别慌 应该是有人类舞者经过 坐下来 放心 我在 113 武王的等级划分 遇到凌云声 听到陆琳的话 刘未然莫名地就感觉到自己地心安静下来 他张开嘴 将兔肉上帝热气快速呼出 安静地坐下来 看着远处 陆琳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也是全神戒备 左手淡定地翻转着 他的右手却紧紧地握住战刀的刀柄 刺了 咔嚓 越来越近了 陆琳听得真切 这并不是什么妖兽发出的声音 反而像是树木折断的声音 这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是有一头体型庞大的妖兽 正在向他们这边走来 大小剑 你过来 我去看看 哦 好 刘未然答应一声 小心地挪到地灶这边 学着陆琳的动作 翻动着兔肉 陆琳抓着战刀 一步向前 不一会 就来到山脚空地的边缘 这时 那古怪的声音也静了 不过在看到来的是什么后 陆琳整个人放松了下来 是两个人类舞者 一个穿着手工高定西装 面容帅气的男人 只是可能在山里待久了 脸上的胡茶 看起来有些违和 另一个则是气质贤淑的金发女子 她穿着一身黑色黑色的皮衣皮裤 右手上抓着一根黑色的长边 在长边的尽头 则有一头体型 比陆琳的那台虎视越野 还要大好多的白色妖兽 只是看样子 那头白色妖兽已经死了 陆琳缓缓后退 让两人走出丛林深处 这时 那女子拖动的妖兽 还时不时地 撞断周边的一些大树 见过两位前辈 陆琳恭敬的失礼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仅凭那一头尸体上 散发出恐怖威势的妖兽来看 这两人绝对是武王级的高手 无疑 陆琳之前 从灵魂的房间内的小木箱中 得到了一些纸质书籍 她大概看了一下 关于武王介绍的内容 武王 是分为初阶 中阶 高阶 三个级别 不过这三个级别 可不是陆琳之前 想的那么简单 权力在十万到百万之间 是初阶武王 也叫十万武王 权力在百万到千万之间 是中阶武王 也叫百万武王 权力在千万到一之间 是高阶武王 也叫千万武王 陆琳现在有五十万公斤的权力 她之前 还以为自己接近中阶武王了 实际上差得很远 眼前这两位武王 身上没有一丝威势散发出来 看起来就好像普通人似的 但陆琳姑侧 他们两位至少也是中阶武王 嗯 你好 请问 这里是白银山外了吗 那个穿西装的男子平静地问道 他说话的时候 没有一丝烟火气 让人听了 就感觉很舒适 前辈 这里是白银山脚下 再往前24公里 就能抵达301前进基地 那是最靠近东山市的基地 嗯 很好 谢谢你 男子感谢一声 便继续向前走去 在他身后 拖着巨大白色妖兽尸体的金发女子 随后跟上 在经过陆琳身边的时候 那女子瞥了陆琳一眼 这一眼 让陆琳感觉自己差点死了 恐怖 仿佛是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一样 这样一个看起来温柔娴淑淑的金发女子 怎么会这么可怕 陆琳后退半步 避开女子的目光 她隐隐听到 女子用鼻孔冷哼了一声 便继续前进 这两位前辈 看起来不是很好相处的样子 那自己 还是不要多事了 陆琳想着 准备等二人离开后 便回到刘卫然身边 可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三道身影 武王 武王 还是武王 能在空中飞行的 只有武王 陆琳眼神羡慕地 看着这三道身影 可就在这时 三道人影似乎看到了地面的情况 一转弯向着陆琳的方向飞来 不 准确地说 他们是向着那两位武王高手飞来的 白虎王 好久不见啊 三人落下 最前方的以为宽面阔口的中年人 朗声说道 哦 金蝎王也在 方面阔口的中年人 穿着一身迷彩军服 肩膀上星星闪耀 站在他身后的 则是一名老者 以及一名穿着黑色长裙 以黑金蒙面的女子 哦 是黑石王 灵溪王 福星王三位 不知道 你们怎么有闲情意志来此 白虎王平静地说道 哈哈 这还不是白虎王林云生 你这几天的动静太大了 圆桌公司在华国的那位大骑士 可是专门给图先生打电话 请他帮忙看看 你这边有什么需要的 哦 白虎王林云生 轻轻答应一句 过了好半天 才缓缓开口 我儿子死了 小文死了 我想请华国武王殿诸位高手帮帮忙 当然 报酬好说 只要我付得起 我就会付 什么 灵温 死了 黑石王相军 忍不住惊呼一声 武王级别的强者 很难诞生后代 基本上在晋级武王后 最多也就只能生育一两名子嗣 白虎王林云生 金蝎王爱琳娜 他们是成就武王后才成婚的 灵温也是两人唯一的孩子 如今灵温死了 恐怕两位武王 面临的就是绝后的危机 嗯 小文死了 具体的过程我就不说了 我已经找到了关于凶手的一些线索 希望武王殿可以帮忙寻找凶手 将其绳之以法 灵温生语气平淡 好像并非说得自己的事一样 这是 这是我也是刚刚知晓 白虎王请节哀 相军说着 略微沉吟了一下 这样吧 白虎王先随我去一趟江左市 接下来如何寻找杀害令狼的凶手 我们在一起想办法 你看如何 灵温生看了看身边的爱琳娜 爱琳娜微微点头 以欧罗巴圆桌公司的能量 在世界各地都能随意搜寻 唯独在华国不行 因为 这里有世界第一武神强者 图战 即便是其他的武神强者进入华国 都需要跟图战知会一声 不然 图战的手上 也不是没有死过武神级别的强者 好 那就麻烦黑世王了 不用客气 相军笑着说一句 冲身后的两位武王吩咐道 马老 南馆主 这一头白叶狮子兽 还要劳烦两位 帮忙送到究竟的妖兽处理点 我先带两位贵客回江左了 是 两位武王拱拱手 相军做了得请的动作 林云生与爱琳娜 跟随她一起飞到空中 旋即消失不见 眼下 山脚的空地中便只剩下两位武王 一具王级妖兽的尸体 正在不断翻考三眼兔的刘未然 以及心神巨阵的陆灵 114 惊慌失措的陆灵 我要变强 白虎王 林云生 惊蝎王 爱琳娜 唯一的儿子 林文 当这些词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陆灵只觉得自己后辈的汗 都降到了零度一下 她知道林云生和爱琳娜的名字 更知道他们的绰号 这是两位早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成为武王高阶 身经百战 手下死去帝王级妖兽 超过双手之数 因为极度冷静 杀伐果断 林云生被称作白虎王 因为性格暴虐 有仇必报 爱琳娜被称为惊蝎王 如果仅是这样的话 那他们跟陆灵短时间 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只是 林文 石山基地中 那个瘦弱的少年 连说话都需要通过仪器 来表达的少年 竟然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而且 这个唯一的孩子 正是死在陆灵手下 此时 在那位马老和男管主的注视下 陆灵连汗都不敢冒出来 生怕被两人发现半点异常 小伙子 不用紧张 呵呵 马老笑呵呵地安慰一句 武王也是人 你以平常心对待即可 不用太过紧张 是 是 谢谢马前辈 陆灵哆哆嗦嗦地说道 他极力表现出第一次见到武王的紧张 仰慕的神情 只是不知道能不能骗过两人 刚才林云生可是说了 他要华国的武王殿帮忙寻找杀害林文的凶手 武王殿 这可是华国舞者第一组织 凡是能让名字位列其中的 都是武王 呵呵 小家伙还没见过什么世面 灵溪王 我们走吧 嗯 穿着一身黑衣的灵溪王 点头答应一声 一手拎起那巨大的妖兽尸体 飞到空中 马劳也冲陆灵和刘慧然笑笑 随即飞走离开 等两人离开好久 陆灵才听到刘慧然的声音 陆灵 你赶快过来 兔肉都变黑了 哦 来了 陆灵神不守舍地来到刘慧然身边 继续考制的动作 陆灵 都已经糊了 你还要考吗 哦 哦 对不起 陆灵赶忙把树枝从灶上拿开 他那手忙脚乱的样子 跟早上从301基地出来的时候 截然不同 陆灵 你怎么了 感觉 你好像很紧张 刘慧然关心地问道 他甚至能看到 陆灵头上不断冒出的冷汗 没 没事 只是突然看到几个武王 有些激动而已 陆灵心不在焉地说一句 撕下一块焦黑的兔肉塞入口中 不过此刻的他 可感受不到半点难吃的感觉 吃完一整个焦糊的烤肉 陆灵才渐渐缓过神来 林云生和爱琳娜 都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他来 说明他当时在石山基地内的操作 还是非常稳妥的 再加上陆灵现在的修为 只有初阶武师的水平 虽然力量强大 但只要他不表现出来 就没有人会发现 安全 暂时他是安全的 虽然如此 陆灵也不能掉以轻心 他感到了紧迫感 林云生和爱琳娜的名字 就如同两座大山一样 压在他的心头 让他感觉到每一次呼吸 都困难至极 实力 终究还是实力太弱了 如果现在陆灵 也拥有高阶武王的实力 就不会这么担心了 到时候 即便他还不是林云生和爱琳娜的对手 那么 华国的武王殿 也会尽可能地保护他的 陆灵深呼吸几次 眼神逐渐变得坚毅 他没有时间了 他必须竭尽全力 提升实力 提升修为 大小剑 我们出发吧 哦 好 刘伟然看着突然变化的陆灵 心中纳闷 却也没有说什么 默默地跟在陆灵身后 天虎 刚才那位就是您的祖父吧 说起来 我还是第二次见到福星王他老人家呢 果然精神绝朔 威风不减当年 远处的丛林中 方浩小声地问道 马天虎点点头 其实 别说方浩是第二次见到马福星 就连马天虎这个亲孙子 一年到头 能见到他的机会也不多 相比起没有修炼天赋的马天虎 马福星更偏爱的 还是他的大哥 刚刚晋升成为武王 年仅29岁的马天龙 方师傅 先不管我祖父的事了 咱们还是先把陆灵解决掉再说 这小子也不知道哪来的运气 竟然在这白银山脚下 就能遇到五位武王 真是 马天虎说着 语气中难掩羡慕的神色 陆灵只不过是一个泥腿子而已 竟然一次见到了这么多武王 怕不是把一辈子的好运气都用掉吧 嗯 天虎 咱们从前面绕过去 这白银山 我十几年前也经常过来的 前面有一处峡谷 正好可以埋伏 到时候威逼陆灵让他说出秘密 好 马天虎答应一声 跟在方浩身边 小心地隐藏着行踪 向前奔袭 梦 正在行走间 陆灵突然听到 一阵铁骨牛的叫声 瞬间一个机灵 大小剑 你在这里等一下 我去前面看看 是去看安仔吗 刘未然问话时 陆灵就已经飞升而出 看着前面那一群 足有上百头铁骨牛的族群 陆灵却并没有发现 安仔的身影 也对 之前跟安仔 是在靠近江夏市的 304基地附近分开的 这才两天时间 以安仔那懒散的个性 应该也不可能跑这么远的 不是安仔 走吧 陆灵带着刘未然 绕过那一群铁骨牛 沿着白银山外围继续前进 这么一转道 正好跟准备提前堵截 陆灵的马天虎 和方浩的方向错开 傻蛋 傻蛋 寻找最近的石至山崖 遵命 我亲爱的主人 在陆灵面前 展示出一幅 虚拟的3D立体地图 陆灵 根据自己现在所在的位置 很快就找到了 最合适的目的地 红色小花的生长环境 就是在石至山崖的高处 陆灵没有像安仔那样 灵敏的鼻子 只能按图所记 一座座石山这样看过去 希望能够发现 红色小花的踪迹 陆灵 你多会买了猛将十一代万表 发财了呀 刘伟然在旁边惊叹一声 可惜 我老爸都没有丢满 他说 这猛将十一内置卫星网络 我一个足不出户的人 根本用不上 哼 我这不就出城了吗 真是的 还好 买个这个手表 在荒野探索的时候方便一些 陆灵解释一句 便带着刘伟然 向目的地走去 115 马天龙 将至 发现红色小花 我靠 什么东西 正在草丛中 趴着等待陆灵的马天虎 突然痛叫一声 他回头一看 他的腿上 竟然有一条白色地小蛇 天虎 别动 方浩看到马天虎 要去抓那条蛇赶忙说道 这是毒心蛇 毒素猛烈 如果你不小心 在拽他的时候 把牙齿留在腿上 那就麻烦 大了 他的毒牙中 还有大量的毒液没有注入 那 那怎么办 马天虎惊恐不已 毒心蛇的大名 他当然听过 没想到 这才刚进白银山 就被咬了一口 别急 用烟 这东西最怕烟了 还有 天虎 你现在不要动用气血 千万不要动用 方浩小声说着 从口袋里 拿出一根烟点上 猛吸一大口吐 向毒心蛇的头部 毒心蛇扭动着身体 因为是他最讨厌的味道 可眼前 他才刚刚找到了一只猎物 心中自然不肯放弃 方浩看到毒心蛇不肯离开 再次吸了一口烟吐 在毒心蛇的头部 如此连续吐出几口烟 毒心蛇终于受不了了 嘴一松 将毒牙 从马天虎的腿部拔出 蜿蜒离开 不过毒心蛇虽然走了 但马天虎被咬中的腿部 已经出现了 两个青黑色的小口子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感觉自己的整条腿 都没有知觉了 方师傅 解毒单 快 快帮我敷上 马天虎焦急不已 毒心蛇毒性猛烈 在身体其他部位中毒还好 可一旦 让毒素进入心脏 那就是神仙来了 也就不了了 好 方浩赶忙取出一个药瓶 拿出一枚解毒单 送入马天虎口中 又自己服用了一颗 嚼碎后 敷在马天虎的腿上 叮铃铃 就在这时 马天虎的智能腕表 突然响了起来 看到方浩在帮他处理伤口 马天虎扭着身子接通电话 哥 嗯 小虎 你是不是在白银山 马天虎愣了一下 他这次出来 可没跟家里人说 他哥怎么知道 嗯 对啊 我知道了 你打开位置共享 我马上过来接你 不是 哥 你来接我干嘛 我在白银山历练呢 马天虎急了 他跟随陆林来到白银山 就是为了弄出陆林快速提升修为的秘密 现在秘密没有到手 自己还被毒蛇咬了 他怎么甘心回去 而且 哥 你不是在帝都呢吗 怎么知道 我在白银山 少废话 定位开启 我大概四个小时到 别乱跑 不是 嘟嘟嘟 马天虎还要说什么 可那边的马天龙 直接挂断了电话 天虎 怎么回事 是大少爷 方浩问道 嗯 我哥说要接我回去 他怎么知道 我在白银山的 方师傅 该不会是你跟他说的吧 不是 天虎 我哪能联系到大少爷 他之前一直在斩妖武馆总部进修 我哪敢去打扰他 那现在怎么办 天虎 我们还要继续找那个陆林吗 方浩话语中 已经有了放弃的意思 谁不知道 在马家 老爷子马复兴 就是整个家族的天 他说话没人敢不听 在马复兴之下 就是马天龙说话最管用 尤其是现在马天龙晋升到五王级 那更是家族未来的依仗 谁也不敢违逆他 放弃 马天虎反问一声 脸上的表情变得猙獰 不行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绝对不能放弃 我哥天赋好晋级五王 我也不能比他差太多 至少 也要晋级到五师 陆林 就是我唯一的希望 方师傅 你现在还能追踪到陆林身上的味道吗 四个小时 足够了 我试试吧 方浩说着 拿出一个类似话筒的仪器 在话筒端部 有专门收集气味的装置 找到了 没想到这小子 倒是提前躲开了我们的埋伏 看来还是学过一点丛林经验的 天虎 你的腿还行吧 躲开了 马天虎从地上站起来 他活动了一下自己受伤的腿 解毒单的效果非常不错 再加上他是刚刚被咬到就发现了 这回除了腿上的伤口 已经不会影响他的行动了 走 我的腿没事 方师傅 咱们抓紧时间 争取在我哥来之前搞定 马天虎说着 直接把万表关机 不然一直连着网络的话 马天龙还是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那就走 方浩头前带路 二人向着陆林的方向赶去 到了 就是这里 陆林仔细对比着地图 他看了一眼前方的山崖 实质 高耸 在高处有几朵红色的小花 于风中摇曳 大小剑 咱们的运气不错 刚来就能找到 你在下面等着 我爬上去看看 刘卫然答应一声 就看着陆林跟猿猴一样 身形敏捷地爬上山崖 他也不知道 陆林为什么要找这红色小花 有什么用处吗 这个山崖算是好爬的 虽然可以借力的地方不多 但对陆林来说 问题不是很大 红色小花 陆林看着仅有四五朵的红色小花 并没有第一时间取用 而是抬起左手 打开了腕表的拍照功能 傻蛋 傻蛋 帮我记录 一下这个植物的数据 遵命 我亲爱的主人 拥有全息虚拟投影功能的腕表 在拍照和记录数据等方面的功能 还是非常强大的 只用了三秒 就已经将红色小花的信息扫描 建立档案 以后陆林有需要的话 可以随时查看 大小剑 你在下面接着点 陆林喊了一声 轻轻一拔 就将三朵红色小花拔下来 总共也就五朵 陆林瞬间搞定 她回头看一眼 下面的刘魏然 已经将红色小花装起来了 等等 陆林抬头向上方看去 脸上瞬间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在更高处 还有一层红色小花 看数量 怕不是有几十朵 大小剑 上面还有 我再去采摘 陆林 你小点心啊 刘魏然在下方 看着一阵揪心 在陆林的位置 继续向上的话 山崖走势变化 非常陡峭 而且还没有抓手的地方 要是不注意的话 很可能会摔下来 只是在山下 她也不敢说 只能希望陆林小心一点 嗯 没事的 放心吧 116 妖兽中的强盗 大战灰脸猿猴 陆林 你小心点啊 刘魏然的声音传出好远 正好被赶来的马天虎和方浩听到 是刘魏然那个贱人的声音 方师傅 咱们快点 马天虎恶狠狠地说一句 再次加快了脚下的速度 嗯 天虎 不过过去 我们先不要急 看看陆林在干什么 方浩的直觉告诉他 他们已经快要发现陆林的秘密了 与其直接冲过去打草惊蛇 不如按兵不动 看看陆林到底在做什么 好 两人速度加快 接下来的路线 果然攀爬起来 有些困难 陆林也是一高人胆大 在没有抓手借力的地方时 他就从储物戒指拿出战刀 在坚硬的石壁上 挖一个坑洞 就这样一步步地来到上方的花丛附近 到了这里 陆林的处境反而安全很多 这一丛红色小花长在一个山洼之中 里面的空间虽然算不上大 但足够一个人睡觉 当然 前提是睡觉的时候不要翻滚 大丰收啊 陆林看着这满满的红色小花 心中开心不已 他刚才在下方看到的 只是一部分长得超出山坳范围的红色小花 有四五十多左右 可是在这山坳里面 还有更多的红色小花 有了这些红色小花储备 陆林不仅可以自己用 给刘未然用 还能带一些回去给父母和陆琪用 大小姐 你在下面等我一下 我采摘完就下来 这上面有好多 陆林说一声便开始采摘 在这样的高度 他不能直接丢下去 不然被山风一吹 好不容易找到的红色小花 说不定就要飞走了 暂时先放在背包里吧 这也是陆林不知道红色小花的保存方法 不然这次来 肯定会提前准备 滋滋 滋滋 就在陆林开心地采摘红色小花的时候 山脚下的刘未然 突然听到一阵妖兽的声音 他连忙向四周看去 只见附近的大树上 跳出来一只只浑身上下灰扑扑的猴子 这些猴子叽叽喳喳地叫着 快速冲向山崖 看目标竟然是陆林所在的位置 灰脸猿猴 刘未然面色一变 陆林 小心啊 有好多灰脸猿猴上去了 刘未然焦急不已 这灰脸猿猴 可是妖兽借出了名的强盗 他们以族群生存 一个族群之中少说上百 多则上千只猿猴 他们平时都会待在大树上 采摘一些野果冲击 但不要以为 他们就是什么爱好和平的妖兽 恰恰相反 这些灰脸猿猴 连金金虎 白头狼 血影豹这样的顶级肉食妖兽 都敢招惹 他们也是喜欢吃肉的 只不过 他们从来不会自己捕猎 而是在其他妖兽捕猎后 他们就冲上去 将猎物抢走 这样的强盗行径 别说单打独斗的血影豹和金金虎 奈何不得 就连同样是群居的白头狼 遇到了这些强盗都会吃亏 这些灰脸猿猴身形敏捷 还会用一些石块攻击人 打不过就跑 打得过就抢 属实难缠 而且 他们抢掠的目标不仅是妖兽 一些人类舞者小队 也是他们的目标 有时候 遇到了这些灰脸猿猴 即便是满配置的五十级小队 都要退避三射 什么 灰脸猿猴 陆灵惊了 对于这些妖兽界的强盗的大名 他自然也是 有所听闻 可没想到 这才刚刚采摘了一会红色小花 就被他们发现 陆灵固然战斗力不俗 可这里是几十米的高空 一旦出点问题 他可能人就没了 快 加快速度 陆灵心中暗暗焦急 可他还没有采摘一半红色小花的时候 就有两头灰脸猿猴 来到了山奥处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动手 而是仔细地观察陆灵的动作 陆灵没有理会他们 抓紧一切时间采摘 山奥处出现的灰色猿猴越来越多 有的看到了陆灵的动作 拿起一朵红色小花 放入口中 顿时 一股股气血之力 在那灰脸猿猴体内波动起来 刷 几乎是瞬间的功夫 一头只有二阶的灰脸猿猴 就完成了噤声 在突破到三阶的瞬间 这头猴子还一脸猛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他不知道 其他的猴子可都看着呢 一看有猴 只是吃了一朵花 就提升了一击 他们自然知道该做什么 强 第一个猴子伸手 紧接着 陆灵面前 还有三分之一没有采摘的红色小花 瞬间消失 被这些灰脸猿猴给霍霍光了 滚开 放下 这是我的东西 陆灵心疼地大叫道 可这些灰脸猿猴 哪里会理会陆灵的大叫 他们二话不说 把红色小花放进嘴里 嚼都不嚼 直接吞下去 靠 陆灵看着陷入突破中的灰脸猿猴 气急败坏地将他们踢到山下 这些贪婪的猴子 还没有噤声 就享受了一把空中飞人的感觉 然后趴击一下摔死 这几十米的高度 除非是有悬空飞行能力的武王 没有武师或者妖兽 可以落下去不死 姿姿 姿姿 看到陆灵这么残暴 这些灰脸猿猴都愣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区区人类还敢在他们面前嚣张吗 兄弟们 削他 此时山坳中也没有红色小花了 陆灵也不再心疼 直接抽出银血刀 对着灰脸猿猴劈砍上去 以他现在的力量 都无需动用破天十三斩的增幅 一刀一个灰脸猿猴 也许是鲜血激发了这些猿猴的凶性 他们竟然没有一个后退的 前赴后继扑向陆灵 对陆灵发动了远程攻击 不止如此 他们还在不停地吱吱吱叫个不停 这勉强算得上鹰波攻击了 这一群灰脸猿猴 在白银山中四处游荡 除了王街妖兽 还没有人敢在他们面前这么放肆的 像陆灵这么刚的 一定要尽早弄死 不然以后白银山中的其他妖兽 和人类有样学样 他们族群还怎么混 战斗越发激烈 在陆灵的脚下 都铺了一层灰脸猿猴的尸体 这些猿猴 这些猿猴不是优势 甚至还会阻挡到后方的同伴 117快乐韬鸟和山脚下的暗杀 这个族群的灰脸猿猴 数量足有200 在陆灵杀了十几分钟后 剩下的灰脸猿猴 竟然连50都不到了 这些还幸存的灰脸猿猴 都是刚才站在后面 根本来不及攻击陆灵的家伙 此时 看着地上的同伴尸体 以及仍然没有一丝疲惫的力量 这些灰脸猿猴 也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他们安静下来 彼此左顾右看 似乎在犹豫着 纠结着 怕了吗 怕了就给老子滚 陆灵大喝一声 可他不说话还好 这一猴 直接将剩下的灰脸猿猴 给激怒了 他们纵横白鹰山多年 啥时候 受过这样的大猴 打 不过这一次 剩下的50多只猴子 学聪明了 他们不再近战 而是利用身体的敏捷 不断地躲避 然后找准机会 就飞扑上来挠陆灵一下 还有的 不断变换方位 从山坳中抠石头下来 远程攻击 转变了思路后 陆灵也感觉到头疼不已 在这样的环境中 让他战装输出没问题 可四处追逐这些 身影灵敏的家伙 还真是利有未待 万一一个不好 踩到空处 陆灵就完蛋了 等一下 陆灵突然想到 他的金钟罩 足以抗下这些灰脸猿猴的 普通攻击 最多就是依附损坏而已 既然不怕他们的攻击 那陆灵就可以反击了 别忘了 陆灵的飞刀技能 已经到四级了 眼下这不正好是 刷熟练度的好时候吗 陆灵找了个 合适的地方蹲坐下来 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盒铁钉 感谢老爸 这一盒铁钉 是陆灵老爸赞助他的 其实不止一盒 陆平说他认识 卖五金配件的老板 东山市内 无论陆灵走到哪 都可以买到 最便宜 质量最好的铁钉 刷 刷 刷刷刷 左臂放在面部 陆灵右手的铁钉 如同机关枪扫射一般 不断地攻击 像跳跃的灰脸猿猴 不得不说 这些灰脸猿猴 虽然等级不高 但身形速度 那真的是快 当他们在移动的时候 陆灵都有点 跟不上他们的速度 一盒200枚铁钉打出去 竟然只死了不到 20头灰脸猿猴 平均一头猿猴 陆灵需要攻击 10次还要多 我打 我打 陆灵不断地射击 他的准头越来越准 剩下的灰脸猿猴 已经不多了 20头 10头 5头 当只剩下最后一头 灰脸猿猴的时候 这家伙也发现了不对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 身边的同伴都消失了 有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有的更是弱在山崖下方 现在怎么办 在线等 挺急的 刷 回应他的 是一枚速度奇快的铁钉 铁钉入木 将最后一头灰脸猿猴 带着飞到山崖下方 终于结束了 陆灵没想到 这一次采摘红色小花 还会遇到这种事 大小剑 你没事吧 休息了一下 陆灵才想到 刘伟然还在下面呢 他刚才拳打脚踢 刀劈钉射的 不知道有多少灰脸猿猴的尸体 从山崖摔出去 该不会给刘伟然砸死吧 没事 刘伟然的声音传来 不过 陆灵你下次玩高空抛物的时候 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啊 刚才有两头灰脸猿猴 差点砸我头上 哦 不好意思 你在下面再等一下 我套了腰盒就来 好吧 随便你 陆灵开始了工作 这些灰脸猿猴 虽然都是二阶三阶的居多 但也有几头四阶的 五阶六阶的 则是一头都没有 也不知道 凭这样的实力水平 凭什么 在白银山混得风生水起 十点 一百点 十点 十点 陆灵每掏一颗腰盒 心里就会默念一下 一颗二阶腰盒能提供十点降低 三阶的可以提供一百点 这可都是实打实的简化点 以后肯定能用得上的 之前刘青龙安排陆灵 去江左市天才训练营中 假装做学员 可以学习诸多功法秘籍 到时候需要的简化点 肯定不是一点半点 陆灵肯定要提前储备一些 不然到了天才训练营 那么多功法都可以免费学 可他却因为简化点不够 无法快速掌握 那不是浪费了吗 八千九百点 这是山奥中 妖和带给陆灵的简化点 终于 陆灵的简化点 再次突破一万点 可以简化一门完整的 玄机舞技 大小姐 我下来了 陆灵喊一嗓子 小 熠熠地向下爬去 都说上山容易 下山难 陆灵这一次 是真的感受到了 在几十米的高空 不仅要随时关注自己的安全 还要随时向下看 可以抓握或者放脚的地方 也就是陆灵没有恐高症 这才能一路顺利地回到山下 大小姐 大小姐 陆灵没有看到刘卫然的身影 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 大小姐 刘卫然 陆灵在四周看着 心中生起一股不妙的感觉 刚才该不会有什么妖兽路过 正好把刘卫然给吃掉了吧 呸呸呸 肯定不可能 刘卫然又不好吃 还是活的 周边那么多摔死的灰脸猿猴呢 一些捕食妖兽 怎么可能舍尽求远呢 陆灵心中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只是 既然没有遇到危险 那刘卫然人呢 陆灵没有看地上的那些灰脸猿猴的尸体 四下寻找着 大小姐 你该不会是藏起来了吧 这个游戏在荒野中可不能玩哦 不然小星真的被妖兽给吃掉 陆灵既然推测 刘卫然不会有危险 那应该就是她故意藏起来了 不然这深山老林的 连个人都遇不到 谁 正想着 一道剑光向着陆灵袭来 陆灵浑身汗毛倒树 赶忙躲避 只是 这一道剑光只是障眼法 真正的杀鸡在后面 噗 陆灵的后背被人捅了一枪 她的神体向前几步 想要回头看 只是 又是一阵枪影袭来 陆灵赶忙躲避 她甚至看到 这枪头上泛着淡淡的蓝色 脆毒 这是什么阴狠的家伙 竟然用脆了毒的枪攻击她 这是要陆灵的小命啊 给我死 长枪再次袭来 陆灵一把抓住了枪杆 使劲向自己的方向一拉 唉 一个脸上蒙着黑色面筋的男子 痛叫一声 手中的长枪 直接被陆灵抓过去 她的手上 也被摩擦出一道道血迹 好大的力气 118 杀 杰持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攻击我 陆灵一把抓过长枪 冷冷地问道 还有 刚才在这里的那个女孩子呢 嘿嘿 等你死了就知道了 蒙面人冷笑一声 掏出一个铁球 扔向陆灵 那铁球的模样 看着像手雷似的 陆灵挥舞长枪 直接打飞 卧槽 蒙面人一愣 这可是她精心调配出来的毒药 怎么竟然被陆灵给打飞了 她发愣 陆灵可不会发愣 脚下用力登地 陆灵一跃来到这人面前 撕下了她的面罩 陆灵摇摇头 这人一头白发 花白的胡子 不过脸上却没有什么皱纹 没见过 根本就不认识 手中的长枪的枪尖 顶在这人的咽喉处 说 你是谁 刘伟然呢 枪尖顶在喉咙上 方浩一动不敢动 她没想到 自己和马天虎谋划了好久的计划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他们策划好了一切 行动方案 追踪方式 已经能够想到的一切突发情况 可是 他们唯一 没有想到的 就是陆灵的实力 在方浩看来 就算陆灵身上有秘密 可从她成为舞者 到现在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就算提升得快一点 能快到什么程度 以她终结舞师的水平 对付舞者级来说 根本没有难度 即便陆灵是舞师 她也丝毫不虚 我是方浩 我 我 我没有看到什么女孩子 因为没有预案 方浩此刻结结巴巴地说道 没有 陆灵手上微微用力 脆了毒的枪尖刺在方浩的皮肤上 在白衣衫之中 我可不会介意 观看一具人类舞者的尸体 被妖兽啃噬视的画面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三 二 我说 方浩不敢赌 也不愿意赌 她只是一个小人物 因为有点机缘 才能晋升到舞师级别 之后 受到马家的供养 才能成就终结舞师 她不想死 我是方浩 江左是马氏家族的舞者 前段时间奉命来东山市 贴身保护家族的二少爷马天虎 然后他对我说了关于你的事 他判断 陆灵你是有能够快速提升修为的秘密 所以鼓动我一起找到你 逼问你是什么原因突破这么快的 昨天 你开车离开东山市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并且昨晚跟你一起 住在301基地之中 方浩滔滔不绝地讲着 除了将主要责任人 推到马天虎身上 其他的事无巨细 全都说给了陆灵 所以 刚才你们趁我下山的时候 弄晕了刘伟然 然后让马天虎看守 你来攻击我 陆灵冷冷说道 他向四周看去 可周围都是无尽的丛林 哪能看到马天虎和刘伟然的身影 马天虎藏在哪里 快说 陆灵鹤问道 就在 就在前面300米的位置 方浩伸手一指 心中说道 天虎啊 你放心的去吧 等我回去 我会告诉复兴王 是谁杀害你的 好 多谢 陆灵说着 冲方浩笑了笑 就在方浩以为陆灵 会去直接追击马天虎的时候 他的脖梗却陡然一痛 方浩不甘地 抓着枪头的位置 想要说什么 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他心中 有着浓浓的疑问 我明明都告诉你了 而且没有丝毫隐瞒 你为什么还要杀死我 别问为什么 连自己家族中的少爷 都能出卖的人 放你回去 我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陆灵拔出长枪 方浩的尸体 旋转着倒在地上 马天虎 陆灵冲着丛林的方向 大吼一声 现在放了刘伟然 我保证绝对不追你 刚才的一幕 你应该能看到 陆灵 是不怕杀人的 陆灵的声音 传入到马天虎的耳中 让他脸色变白 归根到底 马天虎 还只是一个家族里的大少爷 虽然实力达到了 高阶舞者的水平 可他实际战斗力 可能还比不上 一个常年修炼的初阶舞者 他心中不断地权衡着 刚刚方浩死在了陆灵手下 说明陆灵真的是赶下狠手的 这里又是在白鹰山 可能他死在这一年 都不会被人发现尸体 所以 跟陆灵对抗肯定不行 那就让他这样 将刘魏然交出去 马天虎也不舍得 现在 刘魏然对他来说 就是一张护身符 只要刘魏然在 陆灵就不敢拿他怎么样 陆灵 马天虎从草丛中现身 陆灵手中顿时出现了一把铁钉 他向着马天虎的地方走去 你别过来 马天虎吓得大叫一声 刚才陆灵在山崖上 大战灰脸云猴的时候 方浩就判断出 陆灵的实力不会太差 而且实战经验丰富 陆灵靠近 他一手拎起在旁边昏迷的刘魏然 历声说道 陆灵 这一次是我不对 不过 我暂时还不能把刘魏然交给你 放我一命 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报复你 但是 你要答应 让我带着刘魏然 返回到301前进基地 不然 在我死之前 刘魏然一定会死 陆灵 你是天才 我是混蛋 我不应该寄予你的秘密 这一次我错了 你是天才 以后有着大好的未来 光明的前途 以后你将会在世界高处俯视我 而我 只是一个小垃圾 小垃圾 陆灵 现在我们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放过我 我保证 以后见到你绕道走 马天虎真的怕了 即便隔着这么远 陆灵都能看到 他拿着刀的右手 在微微颤抖 马天虎 陆灵朗声说道 其实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说对吗 对对对 陆灵你说得太对了 求你 这次饶我一命 我们真没有什么过不去 这次结束后 我就立马返回江左 此生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马天虎的声音都带着哭腔 他心中怎么想的 陆灵不知道 但此刻刘伟然在他手上 陆灵能做的 只有选择相信他 好吧 从这里到301基地 也就三至四个小时的路程而已 你保护好刘伟然 等能看到301前进基地的时候 你就将刘伟然放在地上 自己离开可以吗 可以 可以 太可以了 谢谢你陆灵 119 马天虎瞒天过海 陆灵暗度陈仓 陆灵此刻 除了让马天虎离开 没有任何办法 虽然他答应刘青龙在荒野中 不会进入太危险的地方 还是爽约了 但保护好刘伟然不受伤害 这是陆灵的底线 马天虎以后安分守己 当自己的大少爷也好 就算他要通过马家报复他 这也是以后的事了 对于马家的情况 他了解不多 但总归不能让刘伟然 现在死在马天虎手里 马天虎拖着刘伟然在前面走 陆灵就在后面跟随 刚才死去的那些灰脸猿猴的尸体 以及他们的吆喝 陆灵这个时候也顾不得了 他背着背包 马天虎走一步 他就跟上去一步 从这里返回301前进基地 其实路程差不多要4-5个小时 如果像马天虎这样待个人的话 速度只会更慢 不过不管多久 陆灵都在后面安心地跟着 走了一会 天色渐暗 马天虎度过了最开始的紧张感后 整个人也放松下来一些 这一松 他顿时感觉自己有些饿了 陆灵 你停下 我要吃点东西 好 这个时候 陆灵必须要听他的 马天虎一手拿刀 比着刘伟然的脖子 另一只手笨拙地从背包里 拿出压缩饼干 即便如此 他都没有半点放松 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陆灵 吃着东西 马天虎的心思活动起来 刚刚被毒心蛇咬到的时候 他哥马天龙给他打电话说来接他 时间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 后来 为了避免被马天龙快速找到 马天虎关闭了自己的智能腕表 可现在算算时间 应该差不多到4个小时了 那岂不是说 马天龙要么已经在白银山范围 要么是在来的路上 也许 马天虎心里合计着 如果他再拖延一点时间 然后打开腕表的位置共享 到时候 说不定就能给陆灵来一出反客为主 这才多久 陆灵的实力就可以轻松斩杀方号 如果继续成长下去的话 说不定再有一段时间 就可能晋级到武王阶段了 这样的对手 必须尽早铲除 当然 如果能再铲除陆灵后 还能知道陆灵的秘密 那就更好了 刚才在迷魂刘魏燃的时候 马天虎就看到 刘魏燃的背包里 有好多红色小花 难不成 这些从没见过的红色小花 就是陆灵快速提升修为的秘密 马天虎想着 先是打开了腕表 开启了定位共享 然后偷偷地从刘魏燃的背包里 拿出一朵红色小花 放在腿上看着 马天虎 你还没有吃好吗 陆灵的声音响起 让马天虎的手哆嗦了一下 差点把红色小花掉的暴露在视野中 吃 吃好了 不过陆灵 我还需要休息一下 十分钟可以吗 拜托了 我真的走不动了 你这真是要求越来越多了 等一会是不是还要等你拉屎啊 马天虎 我劝你不要耍心眼 不然到时候刘魏燃死了 我也不会放过你 马天虎心里咯噔一下 陆灵 你放心 我怎么会骗你呢 现在我的小命还掌握在你手中呢 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乱来的 最好如此 陆灵说了一句 也从背包中拿出食物补充一些 这个时候 他自然没法给自己烤肉了 简单吃一点东西对付一下就好了 主人 那个叫马天虎的人 发起了位置共享 通过他的智能腕表看到 正有一个信号 向我们这里飞速赶来 哦 傻蛋的声音响起 让陆灵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马天虎 这家伙 都到这个时候了 难道还有救兵吗 傻蛋 你能查询到 是什么人来的吗 对方的速度有多快 可以 主人请稍等 傻蛋这个名字虽然普通 但它可是蓝星上唯一的智能生命 入侵一个小小的腕表 自然不在话下 主人 查到了 对方的速度大概在358米每秒 速度已经超过了音速 疑似蓝星的五王级强者 而且 我刚才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记录 就在四个小时前 那个信号的主人 给马天虎打过电话 从马天虎的通讯录进行判别 对方的名字应该是叫 马天龙 马天龙 这一下 陆陵也是一惊 马天龙在几个月前晋级五王 虽然只是初阶五王 但他的年龄摆在那里 还不到30岁就达到这个境界 未来晋升高阶五王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陆陵以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对于晋升五王这样高端的事 并没有太多关注 只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他万万没想到 马天龙和马天虎竟然有关系 而且看这两人的名字 说不准是亲兄弟啊 傻蛋 那个马天龙距离这里还有多远 预计多久可以到达 主人 马天龙预计还有四分钟到达 与您的直线距离约为86公里 这么快 陆陵心中惊叹一声 同时也紧张了起来 马天龙还有四分钟到这里 那留给陆陵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之前能战胜杀死一个许坤 在陆陵看来纯属侥幸 而且林文和宇洛也说过 许坤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武王 虽然他能够像真正的武王一样飞行 但综合实力 恐怕随便一个武王就能弄死他了 陆陵不敢拖大 他还没有自信到 只凭自己现在的实力 就可以跟一位天才武王抗衡 这也就是说 陆陵必须要在四分钟内 解决掉马天虎 就走刘未然 然后毁尸灭迹 最后再逃之夭夭 时间太紧迫了 傻蛋 你能不能控制关闭马天虎的腕表 或者让他的定位错乱 主人 我只能做到一部分 大概可以为您延误 十至十五分钟的时间 不过 我没法主动关闭他的腕表 好 我知道了 你现在就做 陆陵吩咐一声 心中推演着可行性方案 主人 好了 好的 多谢你了 傻蛋 回头给你换个好听的名字 陆陵小声说一句 他将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 手中藏起来一颗铁钉 陆陵 你要干什么 马天虎第一时间 就发现了陆陵的动作 急忙问道 没啥 刚才水喝多了 我去尿尿 陆陵随意地说道 他向着马天虎的方向 走了几步 找到一棵大树 做出解裤子的准备 突然 他的眼睛看向空中 大叫一声 120 马天虎 死 卧槽 那是什么 陆陵指着空中 人不开口 大叫一声 马天虎的心神 一下就被陆陵的话语引走 下意识回头 向着远处的天空看去 可是 天空中哪里有人 也更没有什么马天龙了 不对 马天虎猛然意识到 这是陆陵的计策 他赶忙回头 手中的刀眼看就要 抵在刘魏然的脖子上 可就在这时 马天虎感觉手腕一疼 再也拿不住手中的合金战刀 战刀哐一声掉在地上 马天虎目自欲裂 他知道 他完了 陆陵 不守诺言 马天虎完全不顾手腕上地疼痛 弯腰去捡地上的战刀 同时影响陆陵的情绪 可陆陵乃会跟他废话 又是一枚铁钉飞出去 钉在马天虎的左手上 啊 马天虎大叫一声 刚刚碰到刀柄的手下意识地缩回 他失去了最后一个机会 陆陵不会再给马天虎半点机会 刘魏然的危机解除后 陆陵的手中 出现了最后一颗铁钉 刷 铁钉以极快的速度飞过十米的距离 刺入到马天虎眼眶 穿过他的大脑 颅骨射到后面的一棵大树上 陆陵 你 马天虎发出生命最后的声音 身体向后颓然倒下 陆陵感到 他蹲下身 仔细查看着刘魏然的情况 确认他没有问题后 才站起身 他要收拾一下现场 经过石山基地的实践 陆陵深刻感受到 在战斗后打扫战场的重要性 刚才跟林云生夫妇面对面的接触 说话 对方都没有怀疑到他身上来 陆陵先把马天虎 已经没有生命栖息的尸体 装入储物戒指 随后去寻找刚才那根铁钉 这可是重要的凶器 绝对不能遗漏在外面 等一切收拾好后 陆陵背着刘魏然 回到自己刚才等待的地方 他给刘魏然来个公主抱 背上自己的背包 转身离开 除了那一棵 被铁钉定了一个小孔的大树 没有人知道 这里发生了什么 傻蛋 我刚才用时多久 主人 您刚才用时四分钟 哦 那还是蛮快的 还好有你 不然我刚才打扫战场的时候 马天龙就赶到了 陆陵没有去其他地方 现在刘魏然就回来了 那赶紧去看看 刚才杀的那些灰脸猿猴 别让其他的舞者 或者妖兽捡了便宜 那可是 他一头一头杀死的 一直在沉眠的刘魏然清醒过来 他感受着身体的状态 看着陆陵近在迟迟的脸旁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突然脸色一红 醒了 感觉怎么样 陆陵 我这是怎么了 我们刚刚不是在山崖下 捡红色小花吗 这是哪里 刘魏然看着四周的景色 发现 这是哪里 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说大小姐 你能不能长点心 这在山脚下 就让你捡个花的功夫 就能睡着 也不怕有白头狼 过来给你叼走了 陆陵轻松地说道 因为 他们现在就在刚才的 那一处山崖下坐着 对了 大小姐 你该不会是因为 第一次来荒野 昨天没睡好 所以趁着我去采摘的时候 你就在底下 好好眯了一觉吧 我哪有 听到陆陵调笑的话 刘魏然也迷糊了 难不成他刚才 真的因为太困 睡着了 昨晚上 他也确实没睡好 可这好端端的 就睡在荒野 应该不太可能吧 好了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既然醒了 就赶紧跟我一起干活 这些灰脸猿猴 可都是我的战利品 你帮我一起 把他们脑袋里的 吆喝掏出来 脑袋里 掏出来 刘魏然睁大了眼睛 心中暗道 陆陵 你不听听 你说的这什么话 怎么 动起来啊 你要不帮忙 下次睡着了 我就不保护你了 睡觉还打呼噜 真是没见过这样的淑女 要死了 陆陵 你才睡觉打呼噜呢 刘魏然反驳一句 也学着陆陵的样子 用战刀撬开 灰脸猿猴的颅骨 然后伸手进去 在一片红白之间 掏出一颗腰盒 再看到腰盒 以及自己的手的沙纳 刘魏然终于忍不住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陆陵看他这样 也没有多说什么 走过来帮他拍拍后背 从包里掏出一瓶清水 给刘魏然束束口 陆陵 这也太恶心了 我干不了这个火 干不了 听到这话 陆陵直接站起来 严肃地看着刘魏然 那你说说 你能干什么火 修炼 你的天赋不够 权力到900公斤 就无法提升了 斩杀妖兽 你的实力不够 算了 你还不是舞者 这个事 就有些为难你了 剪几朵红色小花 也能自己困得睡着了 现在 让你帮忙掏妖盒 一点危险没有 只是有点脏而已 你就受不了 受不了 大小姐 你难不成 真要一辈子 做你的大小姐不成 算了 既然你不愿意 我就自己搞吧 之前看你那么努力地修炼 我还以为你 也是一个希望 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呢 算了 就当我看错人了吧 陆陵说着 将手中的水瓶 放在地上 起身 自顾自地去掏腰河了 这个话他说的 虽然重了一点 但并未无地放逝 刚才被迷婚劫持的是 陆陵之所以不告诉刘魏然 就是怕他有心理障碍 毕竟这种事 别说对女孩子了 就是对男人来说 都有点匪夷所思 可是 刘魏然可能真的是 给家里人惯坏了 他老爹就是舞者 那也是跟妖兽战斗过 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 可他到后 只是掏个腰河 还要闲着贤纳的 既然如此 陆陵心中也决定了 等待刘魏然回到东山市后 就让他自己修炼吧 红色小花也会给他击躲 至于以后 那就以后再说吧 刘魏然看着陆陵决绝的背影 一时间委屈得差点哭出来 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人会这么对他 只有陆陵 这个坏人 刘魏然心中既委屈又愤怒 他获得一下站起来 跟在陆陵身后 找到一头死去的灰脸猿猴 一刀砍在颅骨上 啪 血花四剑 刘魏然强忍着心中的恶心 伸手一掏 一颗白色的金盒出现在手中 121 强词夺里马福星 预言家陆陵 人呢 马天龙在附近找了两个小时 都没有找到马天虎的身影 这个是 他又不好 再询问祖父马福星 不然到时候 难免被安上一个 不会做事的帽子 他马天龙 丢不起那个人 只是 马天虎这臭小子人 到底去哪里了 刚才在来地路上 他就发现 马天虎把万表关机 根本联系不上 不过马天龙 只当那是马天虎耍小孩子脾气 并不放在心上 果然 在他乘飞机赶到江左市的时候 马天虎就打开了定位 还跟他发起位置共享 虽然这家伙嘴上没说 但马天龙知道 这就代表马天虎认输了 但来到这白银山 已经两个小时了 他还没有发现马天虎的踪迹 让他有些急躁 难不成马天虎这臭小子 还在跟他闹脾气 天色渐暗 马天龙打了一头铁剑豪猪 直接就在丛林中 找了个空地烧烤起来 他不是那种 靠单要提升上来的舞者 一路走来 虽然修为提升速度 比起一般人快了不少 但精力的战斗 比起同龄人要更多 肉刚考好 马福星就给马天龙打来了电话 天龙啊 天虎那小子还算老实吧 爷爷 马天龙刚要说话 就给马福星给打断了 行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次假期比较紧 我知道 但你也要抽时间出来 跟家人在一起 培养培养感情 一个好汉三个帮 这一次 温家帝那位小公主 能勉强同意 跟天虎见一面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样吧 晚上你陪着天虎好好聊聊 让他心里放轻松 咱们马家不会靠他一个人 也不会牺牲他的幸福 如果跟温家的小公主触不来 也没有关系 倒是你 之前一直苦修 这次就跟你师父请个假 在家里好好放松放松 修炼也要劳逸结合才对 你说是不是啊 马福星几句话 就给马天龙 未来一段时间的日程规划好了 同样还有马天虎 未来一生的幸福 爷爷 我想 想我了 哈哈 都快三十岁了 还跟小时候一样 爷爷想你 不过别急 明天你带天虎回来的时候 咱爷俩好好坐下来聊一聊 好嘞 你和天虎好好相处 我先挂断了 马福星说着 就挂断了通讯 只剩下马天龙 一脸猛逼地捧着烤肉 陷入了沉思 刚刚这一通电话 他好像说了什么 好像什么都没说 算了 没有找到马天虎的事 就先不说了 他就不幸这一晚上 马天虎还能耐住性格不找他 哦 哦 刘魏然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吐得上气不接下气 其实他肚子里的东西 都早已经吐完了 现在就是纯粹干藕而已 好了 大小姐 你都搁这吐了半小时了 休息一会 喝点水 陆林递过来一瓶纯净水 给到刘魏然 只是刘魏然吐得 已经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连瓶盖都打不开 陆林拿过来 帮他扭开瓶盖 说道 等会你想吃点什么 我刚才查了一下 灰脸猿猴身上能吃的部分不多 不过猴脑是美味 哦 哦 哦 本来刘魏然都平复一些 听到陆林再次提起猴脑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提猴脑的事了 现在你这一听 猴脑就受不了 哎 看来想要吃一顿猴脑大餐 可能要等到下次了 大小姐 你怎么了 别晕倒啊 陆林赶忙将刘魏然扶起来 此时刘魏然浑身虚脱 本来恶狠狠的目光 也变成了可怜弱小又无助 陆林 我不饿 我也不想吃任何东西 好吧 那我就自己解决了 陆林拿出一桶泡面 倒入矿泉水 在火灶上煮开 香喷喷的泡面 喂混着周边的血腥味 刘魏然感觉自己的胃幼 开始抽搐了 大小姐 咱们晚上没法在这睡 这遍地的血腥味 会引来很多捕猎者 你怕不怕高 要是不怕的话 我带你去上面睡觉吧 今天晚上 你可要好好睡一觉 这样明天才有精神 陆 陆林 我们 晚上 不回前进基地吗 刘魏然强称着说完一句话 回基地干啥 我带你出来历练的 又不是出来旅游的 你放心 荒野中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危险 嗷呜 陆林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一阵阵狼叫声 出现在四周 借着月色 陆林能看到一头恶极了的白头狼 在月光的照射下 他的眼珠反射出蓝绿色的光芒 陆 陆林 这就是你说的 荒野不危险 嗯 这个 其实还好啦 白头狼虽然凶狠 但一般数量不会很多 嗷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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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络绎不绝的狼叫声 打断了陆林的话语 刘魏然满头问号 陆林当大一笑 没事 没事 数量多也不怕 我可以保护你 只要别遇到实力达到五六阶的就行了 嗷呜 一声悠长的吼声传来 陆林和刘魏然 就看到一头行走时 足有两米的巨大白头狼 从密林中走出 六阶 这一头白头狼 至少也是六阶的水平 刘魏然看着陆林 一脸古怪 他觉得 最适合陆林的职业 不是舞者 而是预言家 啪 陆林轻轻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 痛骂道 特么的 你们这些白头狼 天生跟老子八字犯冲事吧 我说啥不可能 你们给我来啥 来啊 有本事 你们中间倒是给我来 一头王级白头狼啊 陆林发狠说道 旁边的刘魏然 连忙冲上来 堵住他的嘴 大哥啊 你自己啥能力 自己没点十三数嘛 还王级白头狼 可是 刘魏然的动作慢了一步 在那一头六阶白头狼出现后 紧跟着 连续出现了十二头身高两米的六阶白头狼 这些在一个族群中 足以成为狼王的存在 此刻恭恭敬敬地站成一排 整整齐齐 他们微微低下头颅 口中发出低沉的叫声 呜 呜 叫声此起彼伏 一波一波 没有半颗停歇 陆林拉着刘魏然的手 一步步地后退 当他们的后背 贴在十字山崖的崖壁上的时候 在月色下一头庞大的巨兽出现了 12 王级妖兽白头狼 我陪你一起 白头狼是在荒野中很大的一种妖兽分支 他们性情暴虐 团队作战 因为头顶上有一片白色的毛发而得名 正常情况下 白头狼的等级都不会太高 一阶到三阶 这个等级段是数量最多的 网上的话 四阶 五阶 六阶 没高出一个段位 白头狼的数量就越少 根据一些专门研究白头狼的学者分析 白头狼本质上是一种基因普通的妖兽 它们的成长极限一般就是在三阶 之后每一次提升等阶 对于白头狼来说都是一次蜕变 一次涅槃 一次重生 不过即便如此 白头狼的生命等级 限制了它们无限成长的可能 这一点 白头狼远远比不上人类 人类是一个下限低 上限高的种族 普通人类 身上的力量不会超过1200公斤 可是现如今世界最强者 图战 它的力量极限没有人知道 但有人看到过图战一圈 轰爆一座高山的场景 也见过图战一圈 打出一个方圆三公里的小型湖泊 只是 凡事都有例外 虽然生命等级限制了白头狼 这个种族的上限 但也有天赋异禀的白头狼 可以突破这个限制 以前 陆林只是在书籍上 一些小说 漫画 动漫之中 看到有突破极限 成为兽黄的白头狼 现在 他看到了 眼前的这头白头狼 高度足有10米 浑身的毛发乌黑发亮 只有头顶眉心的地方 有一小撮白色的毛发 可仅是这一小撮毛发 就让他如同佩戴了皇冠的帝王 威严 霸宝 他身上的肌肉 在月光的照耀下 如同一块块白色的黄钢岩 坚硬 结实 如果不是上面遍布的血管和毛孔 恐怕人们看到了 都会认为这是 一头实质的巨型狼王 狼王 这是真正的白头狼中的王者 他的一举一动 就是对狼群的号令 他的眼神 如同漆黑的利剑 嗷呜 王极白头狼 轻轻地嗷呜一声 他昂起头颅 露林看到 在他脖梗下 还有一块白色的毛发 周边的白头狼 无论等街 也都跟着他 一起对月长丝 露林下意识地 抬头看向天空 糟了 出门的时候没有看日子 今天正是农历的十五 天空中的月儿 如同玉盘一般 散发着皎洁的光芒 狼族 自古以来就有笑乐的传统 越是在月色下 他们的战斗力 就会越强 露林知道 今天真的是要拼命了 他将自己和刘伟然的背包 都装在储物戒指里 面容严肃地 看着这一头威严 不可方物的白头狼王 大 白头狼王一步踏出 向着露林的方向走来 大 大大 他走得不急不躁 就仿佛国王在自己的领地 想去哪里都自在随心 没有什么会挡在他面前 也没有什么敢挡在他面前 大小剑 露林 安心 不要紧张 我会杀死他们 放心 露林抓住刘伟然 柔弱无骨的小手 轻轻捏了捏 他能感觉到 刘伟然此刻 已经紧张到极致了 毕竟 一个连血液和尸体 都害怕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在面对 如此生死危机的时候 无动于衷呢 好 加油 似乎是感受到 露林的信念 刘伟然也反念了 捏露林的大手 你把他们杀了 我帮你掏腰盒 你被他们杀了 我陪你一起 露林心中一暖 心中涌起了 无尽的战役 哄 露林一步踏出 身上的战役 如同利剑一般 直刺白头狼王 引血刀 出鞘 破天十三斩 准备 蛇步 酝酿 面对这样恐怖的对手 露林无法用半点取巧的办法 只有正面硬刚 白头狼王 今日 必死 五 白头狼王 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小不点人类 眼神中露出一丝诧异 这人 活着不好吗 非要找死 听到白头狼王的呼唤 一头六阶的白头狼低喝一声 快步冲向露林 他要在王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吼 六阶白头狼 几乎是瞬间就来到露林面前 可等待他的 只是一片绚烂的刀光 红 血一般的红 血一般的刀 刷 六阶白头狼一头栽倒在地上 气息全无 杀 不怕死的 尽管给我上来 露林大喝一声 月光的照耀下 他仿佛身披银色的战甲 向着恐怖的强悍的白头狼王宣战 五 白头狼王低吼一声 他的权威 不容挑战 哪怕是一只渺小的虫子 刷刷刷 三头六阶的白头狼跳出来 从三个方向围攻露林 他们的毛发在月色下飘荡 他们的身形皎洁 几道烟尘缓缓飘起 三头白头狼仿如闪电一般 瞬间来到露林面前 咬头 咬手 咬腿 几乎是同时发动攻击 三头白头狼瞬间抵达露林面前 身后的刘卫然紧张地用手捂住嘴巴 他不敢发出半点声音来 他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却坚韧地没有流出来 呵呵 就这么点水平了吗 露林轻轻一笑 蛇不 他的身影竟然诡异地穿过三头白头狼 站在高处的白头狼网眼中 闪过一道寒光 噗 一头六阶白头狼失手分离 温热的狼血喷溅 喷洒在刘卫然的身上 衣服上 可他 没有半分害怕 两头白头狼落地 惊骇地发现他们的同伴竟然死了 愤怒地咆哮 噗 吼 露林恍若未闻 他的心在跳 他的血在燃 他的手在抖 兴奋 激动 终于 又能感受到 这样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了 杀 扑刺 露林话音刚落 第二头六阶白头狼被他拦腰劈断 杀 扑 第三头白头狼也步入后尘 他死时 没心处最坚硬的骨头 都被露林一刀劈开 头颅中保护的脑水 都被露林恐怖的力量震成了鸡粉 随后被一分为二 露林收刀 他回过身 看着仍然站在那里 冷漠地观看下属死亡的白头狼王 还要派手下来吗 还是 你亲自上呢 露林的表情带着一丝玩味 在他连续斩杀四头六阶白头狼后 白头狼王反而成了作骂的一方 就看他如何选择了 123 直面八头六阶 龙银 5 5 连续战死了四头六阶白头狼 其他的白头狼都感同身受 发出了悲伤的叫声 刘卫然在后面看得一阵紧张 露林第十例 是他首次见到 前天 在武馆的力量测试室中 露林一圈打出一万公斤的力量 让刘卫然就惊讶不已 因为那已经是舞者巅峰的水平了 可没想到 露林真实的实力竟然远远不止如此 六阶妖兽 在露林眼中只是随手可杀的家伙 一刀 只需要一刀 四头六阶白头狼 露林竟然只用了四刀就全部斩杀 这样的实力 即便是武士高阶的强者 也不可能做到 现在 露林又站在那里挑衅白头狼王 难道 他的实力已经强大到 可以跟王级妖兽抗衡了吗 白头狼王审视着面前的露林 他的智慧不比人类的成年人差 只是不会说话罢了 露林的气血 在刚才战斗时爆发出来 在白头狼王的感应中 只有武士触及 在妖兽的认知范畴 应该是属于四阶妖兽的水平而已 可他竟然能轻松地斩杀 四头六阶的白头狼手下 亲自上 白头狼王不会这么干 身为王级妖兽 他也有着自己的骄傲 欺负一个小小的人类 算不得什么本事 白头狼王轻声呼唤 站在身边的其他八头六阶白头狼 骑骑向前一步 八头六阶白头狼 低声回应着狼王 随即 他们的目光转向露林 八头白头狼都是身安为杀 配合知道的 他们从出生起 就知道与同伴配合的重要性 现在换成了与他们本身 水平相似的同伴 一起围攻露林 那更是有一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他们彼此之间 只需要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就可以东西彼此的意图 小布 轻轻颠动的身体 冷漠的眼神 犀利的爪牙 八头六阶白头狼 将露林围在中间 嗷嗷 嗷嗷 身后的白头狼族群中 数百头白头狼一起嘶吼着 似乎是在给他们加油鼓劲一样 八头白头狼 还都是六阶的 即便是轻松如露林 也必须要重视起来 他自己有着金钟罩 可以防御住这些妖兽的攻击 可身后的刘魏然 却只是一个普通武徒 如果让这些白头狼攻击刘魏然的话 那就危险了 大小剑 你可以爬山吗 往上爬一点 尽可能地避开他们的攻击 哦 好 刘魏然以前也接触过攀岩 可那都是在室内环境 有保护的状态下做的 在野外 无保护 还是夜间 这样的攀岩 刘魏然还是第一次尝试 只不过他心里也知道 自己留在这里 只会成为白头狼的目标 让露林分心 爬 刘魏然动作很慢 但很坚决 五 白头狼王看到 刘魏然的动作 焦急地催促着手下 八头六阶白头狼 彼此对视一眼 瞬间做出决定 四头白头狼 从空中攻击露林 还有四头 则是分成两个部分 三头白头狼 遮挡露林的视线 一头白头狼张开嘴巴 尖锐的牙齿 暴露在月光下 这并不是重点 他的口中 竟然凝聚出一团白色的光芒 不好 这也是一头拥有元素之力的白头狼 露林现在闪躲着 根本看不到 那一头白头狼的举动 同时 四头白头狼的攻击 就让他有些捉襟见肘 躲 躲 被咬中 机会 杀 露林躲开三头白头狼的攻击 却被一头白头狼咬中 不过 这并不是危险 而是 机会 露林手起刀落 一刀劈下 十手分离 心臭 温热地血喷了 露林一身 可他这个时候 已经顾不上了 他的腿上 带着一颗硕大的狼头 一跃 引血刀横扫而出 呜 呜 刀锋划过两头白头狼的脖梗 两头白头狼 乌叶一声重重倒下 他们眼神中的光彩 逐渐消失 世界 真的变成了一片黑暗 呜 第四头白头狼 心中 升起一股悲意 三头同伴的死亡 并没有让他退缩 他飞身而起 双前找扑向露林 露林退后 白头狼眼中 闪过一丝脚狭 他已经听到 身后有其他的同伴 赶来支援 那就让自己的死位同伴们 创造机会吧 空中的白头狼 尽可能地飞高一些 遮挡住露林的视线 就在这时 两道黑色的身影 突然从两侧飞扑露林 尖锐的牙齿 在月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死 露林低吼一声 破天十三斩 第二层 二 二十五倍增幅 一刀劈出 遮挡视线的那头白头狼 被露林从头到尾分成两段 滚热的狼血 泼洒了露林一身 可这个时候 两侧的白头狼也到了 他们分别咬中了露林的左右手臂 露林想要挣脱 却没有挣脱 只能带着两头白头狼庞大的身体 影响又一头白头狼 龙银金钟罩 十 二十一W100W 龙银金钟罩 十 二十二W100W 龙银金钟罩 十 二十三W100W 两头白头狼对露林的撕咬 让露林每秒都能提升一百点的熟练度 假 突然 就在这时 露林的体内传来一道沉闷刺耳的声音 露林只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壮 他的手臂更有力量 他的双腿更加结实 他的肌肉更加发达 他的骨骼更加的密实 这 难道就是龙银金钟罩附带的龙银效果吗 果然好强 古语称 人类生存极北之地 有神龙盘踞其中 此地时有龙银之声传出 如甲铜盘 千里之外 清晰可闻 甲者 瓜也 意思是在极北之地 神龙的叫声 如同在瓜铜制的盘子一般 尖锐刺耳 又沉闷厚重 即便隔着千里之遥 也可以清晰地听到龙银的声音 正在飞扑露林的那一头白头狼 被这一道龙银之声震慑 在空中的时候 竟然出现了一瞬间的尸神 露林哪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他双臂带着两头六阶白头狼 猛地一刀刺出 这一刀 如同从山脉缝隙中 蹦射而出的灵光一般 又好像仙神御史的飞剑 等到这一头白头狼落地 他的身体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 从头到脚的血洞 124 窥探的马天龙 重伤 寂静 无声 落真 可闻 无论是正在攀岩的刘未然 还是白头狼群 甚至是周边几公里的虫 鸟 兽 都安静了下来 龙银之声 只是听到 就让所有的生物 从心中生起了一股 我不如他的感觉 心甘情愿 心悦臣服地表示臣服 龙 万兽之王 所过之处 莫敢不从 即便是已经达到 王级妖兽的白头狼王 都差一点前腿弯曲 给陆灵跪下来 好在他毕竟已经达到王级 硬是抵挡住这恐怖的威压 他虽然挡住了 可他身边的无数白头狼 却没有一头可以挡住 所有的白头狼 都向着陆灵的方向 前腿弯曲 双膝跪地 咬在陆灵双臂上的两头白头狼 也情不自禁地松开了狼吻 落在地上 身体不断地颤抖着 那头在最后面 一直没有攻击的白头狼 他的口中 凝聚出一个圆球 里面蕴含着月光的能量 可陆灵的龙银之声响起 竟然让他无法控制这一股能量 洁白的光球表面 出现了一丝丝 一道道的裂痕 哼 陆灵对于狼群这样的反应 有些异 喂 可他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碰 碰 两拳砸出 直接砸碎了身边两头白头狼的脑袋 随后 他才从容地走过去 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饮血刀 来到最后一头遛街白头狼面前 他的严重露出惊恐的声色 他想要祈求 可陆灵不会给他机会 一刀下去 将这头白头狼头颅斩下 哼 白头狼死了 自然无法控制那洁白的光球 光球在他口中 发出了恐怖的爆炸 血 肉 骨 四下飞剑 咻 一颗小珠子 向着陆灵的方向飞来 陆灵眼明手快 一把抓住 脸上露出笑容 又到手一颗掌握了元素之力的六阶腰和 血腥之气蔓延开来 这才勉强驱散了 刚才因为龙音声带来的震撼 一头头白头狼 从地上站起来 他们看着陆灵的身影 有一丝畏惧 还有一丝崇拜 嗷 白头狼王仰天长笑 人嘞 该死 他最强的六阶手下 已经全部被陆灵杀死 那么只有他上场了 主人 附近有人在窥探 是马天龙 就在这时 傻蛋突然提示说道 陆灵下意识地向四周看去 却没有看到马天龙的身影 他心中着急 马上要跟白头狼王战斗了 肯定会暴露出自己强悍的力量 到时候 马天龙随意说一句 消息就可能流传到林云生的耳中 面对林云生 陆灵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胜算 不能让马天虎知道他的真实实力 傻蛋 帮我想个办法 让马天龙离开这里 主人 需要你把马天虎的腕表拿出来 我可以虚拟一个马天虎的位置信号 然后吸引他过去 不过 主人 武王抢者的速度非常快 我即便引开他 等他发现没有马天虎的踪迹后 也会立即返回 一来一回 以武王的速度 不会超过两分钟 到时候 您还是有可能会被马天龙发现 这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搞 陆灵想了一下 眼睛看着一步步向他走来的白头狼王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争取两分钟时间也够用了 若是实在不行 你就调整一下马天龙腕表的设置功能 让他不要拍到我的面容就好 杀 陆灵在说话的时候 就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块腕表 放在口袋里 傻蛋知道事态紧急 第一时间入侵 智能生命也有自己的规则 他轻易不能入侵别人的智能设备 可那人如果死了 他的智能设备 就是无主之物 智能生命 入侵无主之物 这是符合规则的 三层破天十三斩 增幅三 三十八倍 一百六十九万公斤的力量 直接打在白头狼王身上 嗷呜 白头狼王痛呼一声 他真的 小看了陆灵 只是一招 陆灵就能让他受伤 左前爪 被陆灵几乎斩断 只有最后一层皮肉连在上面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问题是 这个人类 明明只有四阶妖兽的气血水平 怎么可以发挥八阶妖兽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 比起白头狼王都不差多少 一招建功 陆灵却没有力气 发出下一次攻击 他的身体素质 太弱了 根本承受不了 这么强大的力量 他的皮肤出现了一个个小的血点 密密麻麻 他用刀的右手皮肤军裂 胳膊粗胀了两拳 血液流转速度 都受到了影响 也就是 这次只用了第三层的阵服 若是跟之前一样 用第四层的话 陆灵恐怕连战力都费劲 上一次在石山基地 他用出五倍增服 轻松斩杀了许坤 可代价也非常巨大 足足跟灵文聊了好半天 才勉强拥有了行动的能力 可这一次 白头狼王 不可能给陆灵回复的时间 吼 白头狼王大吼一声 另一边的爪子 向着陆灵拍过来 百万公斤之上 绝对在百万公斤以上 这一头白头狼王 竟然是一头 跨入了八阶的强大妖兽 完了 陆灵心中悲哀 他只能勉强移动半步 碰 陆灵的身体 被白头狼王一掌抽飞 人还在空中 一口口的鲜血 就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 陆灵 爬了不到五米的刘魏然 看到这一幕 感觉自己的心都碎了 碰 陆灵的身体 在砸断了三棵大树后 重重地落在地上 龙吟金钟罩 十一 五W100W 龙吟金钟罩 十三W100W 龙吟金钟罩 十四 五W100W 这样恐怖的重击 竟然让陆灵的金钟罩熟练度 都暴涨三万多点 可陆灵受到的伤害 不止来自于身体上的 还有 内脏 他感觉自己 都要呼吸不上来了 胸腔 腹腔之中 就好像有一团团的火焰 在燃烧一般 他想要翻身爬起来 可身上的肌肉 就仿佛被撕裂断了 根本无法完整地 做出一个动作 唯一的好消息 可能就是陆灵的骨骼 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刚刚经过龙吟声的加持 陆灵的骨骼密度大增 竟然可以抗住 这百万公斤以上的攻击 125 龙吟再起 误入的马天龙 气血之力 在陆灵的体内快速运转 循环着 修复他身上的伤势 白头狼王 好像一点都不着急 杀死陆灵 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里 在他看来 陆灵虽然有一些神奇的地方 但在他这一次的重击下 即便没死 也是重伤 可这是 白头狼王的眼皮一跳 他看到 陆灵竟然站起来了 这不可能 白头狼王对自己的攻击十分了解 这一击 别说打在只相当于 四阶妖兽的舞者身上 就是普通的人类初阶舞王 都不可能如此轻易地 抗下他的攻击 然后还能跟没事人一样站起来 陆灵 刘卫然看到陆灵站起来 一副没有受伤的样子 眼泪忍不住地流下 嘿嘿 陆灵口中满是鲜血 他裂开嘴 一笑 露出了里面混着血迹的牙齿 看起来就好像从地狱中归来的不死战士一般 哦 白头狼王怒不可遏 他后腿蹬在地上 身形如同瞬移一般来到陆灵面前 受伤的左前爪 让他身形有些不稳 不过 他还是一爪再次拍向陆灵 这一次 他要将陆灵这个臭虫 彻底拍死在地上 主人 马天龙收到马天虎的位置信息后 并未离开 嗯 陆灵双目一鸣 单手举起 硬汉狼王 哄 巨大的震动 烟尘四散 狼王的右前爪狠狠拍下 直接贴在地面上 陆灵 这个人类臭虫 应该已经死了吧 假 一道悠长而沉闷 刺耳而尖锐的龙银声响起 白头狼王放在地上的右前爪 竟然被推开了一条缝隙 他使劲地想要压下 只是 底下的反抗力量 却在一点点增加 狼爪与地面的缝隙 越来越大 一个满是血迹的身影 艰难地从缝隙中挪移出来 傻蛋 马天龙在什么地方 就在主人身后不到三百米的位置 好 我知道了 陆灵轻声说着 心里感叹一句 这猛将十一代 不愧是号称武者死了 都不会碎裂的超级合金万表 遭到狼王愤怒的一拍 陆灵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要散架了 可这万表 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过 他真正在意的 却是马天龙的踪迹 这人 这么狗吗 找不到马天虎 都一点都不着急 还在这里看些 傻蛋 你把马天龙的摄像功能调整过了吧 主人放心 马天龙暂时还没有使用过相机拍照或者视频 那就好 陆灵低声说一句 还好刚才在危险的时候 再次触发了龙银 让陆灵的身体素质提升的同时 也影响到了白头狼王的心神 这一个特殊效果 虽然没有攻击性 但是在战斗中的作用一点都不低 尤其是遇到妖兽的时候 更是堪称一大重要辅助手段 陆灵从狼爪下一出身体 已经不易 这个时候 只能在地上躺着 他心中盘算着 该如何把马天龙也拖进来 最好是让他跟狼王同归于尽才好 傻蛋 给王胜利发一条消息 告诉他 我在野外捡到了一头巴结的白头狼王尸体 让他找个车帮忙托运一下 对了 把定位也发给他 好的 主人 身体快速恢复 狼王也逐渐清醒过来 他眼神迷茫 看着眼前的一切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对了 那个臭虫人类呢 白头狼王抬起前肘 这才看到 在地上躺着的陆灵 这个时候 陆灵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他看到白头狼王恢复神智 二话不说 从地上爬起来 转身就跑 哦 白头狼王咆哮一声 快速追上陆灵 一爪拍出 碰 陆灵的身形 不受控制地向前飞出 不过 经过连续两次的龙鹰加持 他的身体速度大幅度提升 这一次 飞在空中 竟然没有吐一口血 飞行的过程 陆灵看到了 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 如同幽灵一样 隐藏在树上的马天龙 他赶紧转移目光 马天龙似有所觉地 向陆灵看看 转过脸 继续观察白头狼王的动作 这可是难得的 修炼学习的机会 近距离观察一头八街的 妖兽战斗 对马天龙有着巨大的增益 毕竟 以后他也有可能会遇到 这么强悍的妖兽 五 白头狼王的嗅觉何等敏锐 他经过马天虎身边的时候 故意装作没有看到 可是心里却警惕起来 怪不得陆灵这个人类臭虫 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没想到 他竟然只是一个诱饵 还好本王聪明 敏锐地发现了你们的埋伏 想埋伏本王 呵呵 下辈子吧 白头狼王视若无睹地 从马天龙身边经过 让紧张的马天龙放松下来 看来这从老师那里 借来的血灵战衣 不仅防护效果强 连隐秘效果都非常不错 啪 刚刚想到这里 马天龙的身体 如同炮弹一般 被白头狼王一爪拍飞 随即 白头狼王放弃了眼前的力量 纵身一跃 蹬在马天龙的身边 张口 咬下 对于妖兽来说 他们最强大的地方 就是在利爪和尖牙 但这一切的基础 都是妖兽那 强悍至极的肉身 白头狼王的咬合力 别说普通人类了 就是咬碎一台重型装甲车 都轻松无比 只是 这一个人类竟然有点 个牙 不 马天龙大叫一声 他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被白头狼王发现的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何脱身 储物戒指 马天龙电光火石下 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一柄S级战刀 对着白头狼王的牙齿砍下 S级战刀 VS8接 夭兽牙齿 结果是 S级战刀获胜 一颗足有成年人身高长度的利齿 被马天虎砍下 接着 他动作不停 瞬间砍断了三颗利齿 给自己打开了容身的空间 嗷 白头狼王痛呼一声 不甘地张开了嘴巴 马天龙借机从狼嘴中飞出 他的身影凌空而立 冷漠地看着这一头白头狼 心中暗叫侥幸 这一次 若不是血灵战衣 恐怕他已经死了 白头狼王 该死 马天龙看着白头狼王 狠狠地瞪了一眼 口中大吼一声 杀 白头狼王凝神戒备 谁知 就在这瞬间 马天龙调转方向 直接飞走了 飞走了 白头狼王一脸猛逼 正在庆幸和看戏的力量也懵了 126 狼王死 妖精 跑了 马天龙 这位刚刚晋升武王的年轻俊杰 竟然面对狼王的时候跑掉了 他的身影划过一条弧线 快速消失在陆灵和白头狼王的眼中 哦 白头狼王愤怒地长笑一声 他 伟大的白头狼王 竟然被一个渺小的人类给戏耍了 该死 若不是此刻左前找兽创严重 白头狼王绝对要追上去 好好质问马天龙一番 特么的你跑什么 陆灵的计划 还没有开始就失败了 虽然中间马天龙确实吸引了一下 白头狼王的注意力 可这孙子太胆小了 竟然逃跑了 接下来 看来还要陆灵独自对付这一头白头狼王了 底牌 陆灵已经没有底牌了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跟狼王 血拼 杀 陆灵快速冲向狼王 可狼王的眼中 却闪过一丝蔑视 弱小的人类啊 竟然还敢冲撞伟大的狼王 那么 伟大的狼王 就赐予你 死亡 白头狼王的右爪上 聚集起一道道银色的光芒 即便隔着很远 陆灵都能感受到 那银色光芒 如同刀锋一般锋利 刷 白头狼王右爪狠狠拍下 陆灵的速度猛然加快 蛇步 陆灵显之又显地 避过了白头狼王这一招杀招 回身 一刀 破天十三斩 第三层 三 三十八倍增幅 杀 一百六十九万公斤的力量 带着锋利无匹的银血刀 切在白头狼王的右爪上 白头狼王眼中露出惊骇的神色 他没有想到陆灵竟然在这里等着他 此刻 他的动作根本没办法调整 撕啦 如同一道破步 被撕裂的声音响起 陆灵这一刀 割破了白头狼王右前爪的皮肤 血肉 血管 肌腱 因为距离的关系 这一次没能斩断白头狼王的骨头 哦 白头狼王痛得惨叫连连 声音都在颤抖 本来就是左前爪受伤 他的行动就已经很不方便了 这一次又前爪再次受伤 白头狼王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无法支撑住 轰然向下倒去 机会 这一次用处三倍增幅后 陆灵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异常 在他的角度 正好能看到白头狼王在下落时 搏梗上的那一块白色的皮毛 弱点 即便不是弱点 陆灵一刀过去 也足以穿透白头狼王的下额 拼了 陆灵心中暗叫一声 大步前冲 手中的银血刀高高举起 破天十三斩 第四层 五 零六倍 爆发 燃烧 陆灵双腿猛地踏在地上 整个人如同升空的火箭一般上升 目标 白头狼王下恶处 噗刺 一道轻微的声音响起 陆灵感觉到了一丝阻碍 可这阻碍 旋即就被陆灵攻破 皮毛 血肉 骨骼 颅骨内的基液 脑水 噗 陆灵的力量竟然丝毫不减 直接从白头狼王的头顶心上出现 白头狼王本来只是摔倒而已 没想到 这一次的失误 竟然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的眼睛微微闭上 巨大的头颅重重砸下 前方的树木 无法阻碍白头狼的下坠 纷纷折断 陆灵站在白头狼王的头上 身体在这巨大的震动中 前后晃了一下 随即站稳 屁腻四方 远处 在山崖上的刘未然 已经看不清陆灵这里的情况 他只能隐约看到 一头巨大的妖兽 轰然倒地 在他的身体上方 有一个穿着白色短袖T恤 手里拿着一把血红色长刀的少年 那身影 让人目最神秘 呜 呜 白头狼群能够看到 刘未然看不到的画面 他们看到 那个人类少年 站在白头狼王的头顶上 在他脚下 狼王双目微闭 血流不止 白头狼一族的王 陨落了 有一头四街的白头狼 悄然转身 他知道 自己要去寻找新的王了 或者有朝一日 他能够成为狼王 围拢在他身边 十几头三街二街的白头狼 跟随离去 这一举动 就仿佛一个信号一样 逐渐扩散到整个狼群 一头又一头的白头狼 转身离去 在山崖前的空地上 除了一地的尸体 血迹 只有空气中 散发出浓郁的血腥味 只是 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妖兽 敢于踏入到这片区域 连王级妖兽都会死亡的地方 他们自然不敢冲动 也许三五天 或者半个月后 才会有妖兽 进入这一片范围 站在白头狼王的头上的陆灵 看到所有的白头狼 都已经离去 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口气一松 陆灵整个人都向后倒去 砰 砸在白头狼王那 厚实柔软的头顶毛发中 陆灵仰望天空 主人 有通讯 是三阳开位贸易公司的王老板 在这寂静的夜里 傻蛋的声音响起 接通 陆灵类的一句话 都不想多说 喂 陆兄弟啊 啥情况 你说 你遇到了一头白头狼王的尸铁 还是八街 嗯 听到陆灵这有些虚弱的回答 王胜利顿时来了精神 真的假的 八街的白头狼王 你也能 王老板 我说得很轻 楚 是我遇到的 只是运气好而已 这头白头狼王不知道是哪位高手斩杀的 可能匆匆离去 也没有顾及这一头狼王的尸体 哦 对了 他好像拿走了妖盒 妖盒无所谓 重要的是尸体啊 陆兄弟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你等着 我马上就过来 王胜利挂断电话 起身披了一件薄外套 旁边的人立马问道 老王 你这干嘛去啊 出去一趟 有点事 你们先玩 我等会回来 好吧 那你可快点啊 三饼 王胜利从满是烟雾的房间内走出 腾空而起 向着陆林的定位飞来 挂断电话后 陆林起身 从白头狼王头颅里取出一颗妖盒 不 严格地说 这已经不是妖盒了 妖盒会随着妖兽的等级提升而变大 一颗六阶妖盒也就乒乓球大小 内部似乎有液体流转 看起来非常迷人 可白头狼王的妖盒 却仿佛一颗坚硬的金石 在妖盒表面有数值不净的切面 质地也极为坚硬 内部并没有液体流动 但整体散发着蓬勃的浓郁的气血之力 好东西 陆林拿着妖盒在身上的衣服上擦擦 装入了储物戒指 他可没忘记 在山崖那边 还有八颗六阶的妖盒等着他收取呢 127 马天虎做慈善 陆林的后手安排 带着一身的血迹 陆林回到了山崖空地下 看到他回来 刘卫然露出一丝笑容 他的脸蛋上有两块驼红 好像喝了一点红酒似的 陆林 你没事吧 怎么可能没事 刘卫然看到陆林满身血迹 心中担忧 可现在好不容易斩杀了白头狼王 他可不想在陆林面前说什么丧气话 没事 胳膊腿都在 倒是你 吓坏了吧 陆林问道 这一次的场面真的超出了陆林计划 虽然一开始挺顺利的找到了不少红色小花 可紧接着就是灰脸猿猴攻击抢夺 然后又有马天虎和方浩偷袭 卢走刘卫然 好不容易消停下来 又遇到了白头狼王带着无数白头狼来攻击他们 我 我还好 刘卫然看着陆林满是血迹的面容 有些害怕 有些紧张 赶忙找话说道 陆林 这些六阶妖兽敌妖盒 我帮你取出来吧 嗯 好 那就麻烦你了 陆林看着自己一身的血污 我去简单清洗一下 换一件衣服 好 刘卫然去掏妖盒了 经过之前在灰脸猿猴身上的操作 现在 他已经是一个熟练的工具人了 陆林从储物戒指中取出清水 简单地清洗了一下脸上 手臂上的血污 脏的衣服他暂时先收在储物戒指中 王胜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 他暂时也不想处理这些事了 陆林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一下 他靠在山崖崖陛下 拿起马天虎的那一只智能腕表 傻蛋 这个腕表已经破解了吗 不会再向外发送位置信号了吧 主人放心 已经全部搞定了 嗯 看一下马天龙现在在哪里 主人 马天龙已经返回到江左市了 我去 这么快 陆林心中升起对五王境界的无限向往 五王 简直就是一台高速飞机 随停随走 速度快 定位准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 才能达到五王境界 傻蛋 马天虎账户中有钱吗 陆林突然问到 他之前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因为没有手段 斩杀敌人后 只能获得敌人随身携带的物品 虽然收获也不少 但总归是差点意思 在荒野中探险 无者可不会 轻易将一些珍贵的物品 带在身上 有钱 主人 马天虎一共有三个账户 其中两个是公开的 一个是不记名的 两个公开账户中 一个是马天虎的私人账户 有存款1200万 另一个是跟他名下公司挂钩的账户 里面没有资金 但可以从公司的账户中提取资金出来 体现额度为16亿 1200万 16亿 陆林惊了 他现在唯一的想法 就是把这些钱提出来 转移到自己的账户中 这样他就可以一下报复了 主人 另外一个不记名账户 有现金8000万 根据交易记录可以查询到 这个账户的资金 一直都是只有流入 没有转出 8000万 这四舍五入一下 三个账户总计资金达到了17亿 不过 陆林很快反应过来 马天虎账户中的钱 除了那个不记名账户的 其他的都不能转到自己卡里 不然到时候 马天虎迟迟不出现 账户里的钱却莫名消失 然后出现在陆林的账户中 那时候 恐怕就是傻子也知道 马天虎的死跟陆林脱不开关系了 但这些钱白白地放在他账户里 陆林也不愿意 对了 可以这样 傻蛋 帮我查询华国慈善基金总会 华国退伍军人基金会 华国儿童福利院 这些社会福利机构的账号 然后将马天虎公开账户中的资金平均分配 转入到这些账户中 收到 主人 目前检索出一共21个符合要求的正规基金会 通过资金网来记录查看 这些机构都是真正做慈善的 是否将16 两亿资金平均转入这些账户 陆林看了一眼傻蛋列出来的名单 点点头同意 对 全部转入 至于那不记名账户中8000万 你在银行再次新建50个不记名账户 然后将8000万分别打入到这50个账户之中 并且 陆林沉吟了一下 他现在虽然实力快速增加 但瓦冠难免锦上破 将军难免镇上亡 身为武者 每一次走入荒野 都有可能再也无法归来 这8000万对他来说 并非绝对必要 但如果有一天 他战死在荒野中 那也要给父母和陆琪留下一笔资金 并且 傻蛋 如果有一天我死亡 将这50个账户的钱 分阶段地转入到我父母和陆琪的账户中 就当是我这个当儿子的 给他们最后的关照了吧 遵命 我亲爱的主人 傻蛋虽然是智能生命 但毕竟才刚刚被陆林刷新出来 他对于人类的感情并不是很理解 死亡 对于他这样的生命 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陆琳 陆琳 你人在哪里啊 这黑灯瞎火的 给个定位也不准 真是让人找死了 远处传来王胜利的声音 不过让陆琳有些意外的是 这个声音的来源似乎不是地面 而是高空 王老板 我在这里 陆琳将马天虎的腕表装入储物戒指 冲着王胜利大声喊道 有了目标 王胜利要找陆琳就容易多了 三秒后 他就落到了陆琳的面前 乖乖 好浓的血腥味 陆琳 这都是你杀的 王胜利穿着短袖短裤的睡衣 圆圆的肚子 把睡衣的扣子都快撑开 看着就好像孕妇一样 王老板 你开什么玩笑 我只是陆国而已 你该不会以为我能杀死这么多六阶妖兽吧 陆琳惊讶地说着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反正对他来说 有些是宁教人知 莫要人见 陆琳 给 这些白头狼的妖盒都取出来了 刘伟然走来 将十二枚妖盒送上 其中还有一枚散发着白色光芒的 正是那头会使用元素之力的白头狼所有 这是 刘 青龙家的闺女 你们两个 大晚上的不睡觉 跑出来干嘛的 王胜利见陆琳不说实话 也干脆地转移话题 刘伟然的脸上露出一丝红韵 他悄悄地看了一眼陆琳 没有说话 128 再赚十个亿 服下红色小花 王老板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几天马上就要到15了 城市里看月亮不方便 所以我就想着 带他出来转转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顺便赏个月 没想到刚找到一处不错的地方 就听到这边狼叫声不断 等声音没了 我们过来一看 哇塞 好大的白头狼 再往前走几步 又看到了一头 更大的白头狼王的尸体 我估计 那家伙 起码有八件 这不 有好东西 我哪能忘忘王老板您呢 赶忙给您打电话 没想到 您还是一位武王 真是失敬了 陆琳满口胡话 说到最后 还似模式样地 给王胜利鞠了一躬 滚蛋 你小子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 我先去看看狼王 王胜利不满陆琳这样的态度 骂了一句 就像白头狼王的尸体掠去 刘伟然凑过来 小声地问道 陆琳 你怎么不说 那白头狼王是你 什么是我 大小剑 你可不要胡说啊 我陆琳能有这天大的好运气 捡到这么多妖和 就已经不错了 哪敢想其他的呀 大声说一句给王胜利听 也不知道对方能不能听到 陆琳才一把扳住刘伟然的肩膀 嘴巴凑在他耳边小声说道 别乱说话 回去再跟你解释 嗯 刘伟然听着陆琳的话 感受着他的呼吸 只觉得耳边痒痒的 那就行 还有 红色小花的事 暂时也别说 别人问起来 就说 咱俩在谈恋爱 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正好走到这里赏个月 明白吗 嗯 我知道了 刘伟然的耳边热热的 痒痒的 他想要躲开 可心里却舍不得 尤其是听到陆琳说什么 他俩在谈恋爱的话 更是让他心脏扑扑扑地跳个不停 知道了就好 给 拿去洗洗手吧 陆琳从储物戒指 拿出一瓶水 递给刘伟然 刘伟然乖巧地接过去 自顾自地洗手了 陆琳却没有注意到 刘伟然此时 脸上已经红了一片 哈哈 果然是八戒狼王 陆兄弟 你发财了 你真的发财了 王胜利飞在空中 一手拎着巨大的狼王尸体 来到陆琳面前 他大笑着 陆兄弟 这一次你的运气真的没得说 狼王身上的皮毛非常完整 体内也没有太大的伤势 只是损失了两只前肘 头上被穿了的洞而已 一点都不影响售价 这一头狼王的尸体 多了不敢说 我帮你买十亿 没有问题 十亿 陆琳和刘伟然 齐齐惊呼 虽然他们都预感到 狼王的尸体会很值钱 但没想到 既然这么值钱 十亿还是说少了 要是带到江左 或者中海的话 售价说不定还能再涨五成 再涨五成 这不就是十五亿了吗 刚才还有些惋惜 马天虎账户中的十六亿 就从眼前溜走 没想到 转眼就找不回来了 果然是好心人 天不负啊 行 王老板 这一头狼王尸体 就拜托你来处理了 另外 这里还有十二头六阶白头狼 你也一并帮忙一下吧 哈哈 你倒是会找机会 这十二头六阶白头狼 差不多也能买到两亿左右 我是现在给你转款 还是回去卖了再说 过几天再说吧 我这边暂时也不急着用钱 陆琳说着 突然想起来什么事的 王老板 这两头六阶妖兽 就不要算进去了 毕竟请您这样的五王高手 出动一趟也不容易 就当是请您喝茶吧 哦 你确定 王胜利好奇地 看着陆琳的眼睛 见力望异的他见多了 兄弟戏强的事 也从不少见 可面对这么庞大的利益 还能分享出去一部分的 真是少之又少了 这又啥不确定了 只是之前不知道 王老板的实力 要是早就知道了 说不定我都要请求 拜托你门下了 现在也不晚啊 开玩笑 开玩笑 那我就先走了 回头有事招呼我 王胜利一挥手 将十二头六阶白头狼 和白头狼王的尸体 都装入了储物戒指 说一句话 就飞身离开 陆琳猜测着 王胜利的储物戒指有多大 竟然能装下 那么大的妖兽尸体 陆琳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看到王胜利飞走 刘伟然问道 这地方刚刚进行过 恐怖的杀戮 一般的妖兽也不会过来 如果他们晚上 就在这里露营的话 应该是非常安全的 只是 刘伟然心里 有些不愿意停留在此处 接下来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嘿嘿 陆琳冲着刘伟然笑笑 刘伟然下意识地双手抱胸 一脸谨慎地看着陆琳 不会吧 难道这才是陆琳的本来面目 大小姐 你还记得 我们出来是做什么的吗 做 做什么 刘伟然小心地问道 啥 陆琳给了刘伟然一个脑瓜崩 当然是给你解决资质的问题啊 说到这里 陆琳猛然停住 她抬头看看高处 那里曾经生长着一层 从茂密的红色小花 再看看 刚才狼王带着属下 面对的方向 她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该不会 白头狼王的出现 根本跟她陆琳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人家就是为了山上的那些红色小花才来的 当然 如果白头狼王真是为了那些红色小花来的话 知道陆琳提前采摘了那么多 恐怕也要跟陆琳火拼一场 怎么了 陆琳 没 没事 大小姐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然后你服用红色小花试试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 两人绕过山崖 找了一块靠近水源的地方 夜色中 在水源附近饮水的妖兽数量不少 不过大多是一些石草类的妖兽 只要陆琳不主动攻击 他们也不会没事干招惹陆琳两人 向远离水源的地方走了一公里 两人才搭起来帐篷 陆琳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刘伟然的背包 这里只有五朵红色小花 你先吃一片花瓣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将整个花朵吃下去 有什么异常 一定要及时跟我说 嗯 刘伟然顺从地点点头 下一片花瓣放入口中 129 武王三接九品 他怎么敢 爷爷 马天龙站在宴会厅外 给马福星传音 在成为武王后 武者本身已经脱离普通人的范畴 拥有许多不可思议的能力 飞行是一种 传音当然也是 正在跟人交流的马福星 跟朋友告罪一声 起身来到了门外 看着身形挺拔的马天龙 马福星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 天龙 回来了 不错 各高了 整个人精神头也不一样了 果然 成为武王对你的改变很大 走 跟爷爷来宴会厅 给你介绍一些 同样是武王的前辈 马福星大笑着 拉起马天龙的手 就要往宴会厅内走去 爷爷 等一下 嗯 马福星的不解地 看着自己的大孙子 爷爷 我没有找到天虎 这小子关闭了卫星定位 不知道在做什么 哦 马福星想了一下 随即说道 没关系 天虎不是不懂事的人 恐怕这时候是有事 你既然回来了 就别想他了 先见见这些当年的老前辈吧 至于天虎 回头让你老子 给他打个电话就行 马天龙还想说一下自己 在白银山的经历 可马福星可等不及了 手上微微用力 就拉着马天龙 走进宴会厅 马老哥 这位是 一位武王问道 老长啊 这是我大孙子 马天龙 马福星乐呵呵地介绍道 武王看着两人的面容 果然在眉宇间有一些相似 便笑着点头 原来是马天龙啊 当今华国最年轻的武王 果然一表人才 哪里哪里 马福星赶忙谦虚道 天龙这孩子 天姿马马乎乎 但还算是努力 华国成就武王年龄最小的 还是那位 天龙比起来还差远了 对于这样炫耀孙子的谈话 马天龙完全插不上话 只能在旁边陪着笑脸 偶尔喊一声叔叔伯伯 或者爷爷前辈什么的 宴会厅中 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林云生夫妇 高阶九品武王 光是这实力 就要被人高看一眼 更何况 人家还是夫妇两个 武王的划分 有初中高三个等阶 但因为每个等阶跨度太大 武王们便自发地区分 彼此的等级 初阶武王 从十万公斤权力 到最高的九十万公斤权力 分别为一品到九品 一品最低 九品最高 武王之间彼此得的实力 就是从各自的等级 可以得出对比数据 比如初等三品的武王 面对初等五品的武王 必须要态度恭敬一些 不然人家随便 找个由头揍你一顿 你都没出说理去 像林云生 就是高等九品 代表着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 武王境界的巅峰 权力至少在 九千万公斤以上 等到他的权力 突破一亿公斤 那就是武神级别的强者了 宴会厅内 此刻聚集的 都是江左侍的 一些初等中等的武王 高等武王 则围在林云生夫妇身边 口中宽慰着两人 毕竟林云是二人 唯一的孩子 以他们夫妻双双为武王的情况 以后诞生一个 新的子嗣的几率 比起蓝星灵气消失的 可能还要低 黑世王 三十年前的事 就不要再提了 那时我也算是年少轻狂 不过这些年来 我林云生和夫人 一直致力于 修复跟华国这边的关系 这一次你放心 我真的没有其他想法 只想找到杀害我儿子的凶手 林云生平淡地说道 云淡风轻的模样 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实的 他心里自然知道 在这样的场合 不可能让所有参与的武王 都帮他寻找仇人 但至少 能让他们见到 新的武王出现的时候 会帮忙多加留意一番 这就足够了 至于这些人 会不会隐瞒不报 这一点 林云生完全不担心 他正直壮年 以后还有不小的机会 晋级武神觐见 跟一个初入武王觐见的 小家伙相比 孰轻孰重 这些老油条 自然能分辨清楚 白虎王 这事我们会尽量帮你看着 不过 既然对方选择 在这个时候出手 那肯定短时间不会现身 你也要做好 长期等待的计划 此外 黑狮王相军沉映了一下 刚才在回来的时候 他就接到 华国武王殿的消息 帮忙寻找 杀害林云的凶手 这个事可以做 但找到人后 先不要着急 交给林云生 先带到武王殿询问一番 至于到时候 是否交给林云生 怎么交 这个事就是武王殿的事了 不过 在这个期间 武王殿也给了一些要求 林云生的实力太强了 没有武神的话 这家伙一旦发疯 没有人能治得住 白虎王 武王殿总部 让我给你带个话 哦 请讲 因为三十年前的事 华国武王殿 对于白虎王 还是怀有必备的警惕之心 这段时间 希望白虎王 能够不要轻易离开江左市 林云生淡淡一笑 眼中隐晦地闪过一丝不屑 随即他笑着道 没问题 这个我肯定遵从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先告退了 军务繁忙 无法抽身太久 白虎王以后在江左市 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跟我联系 那就多谢黑狮王了 两人互相道别 相军瞥了一眼各怀心思 却又热闹非凡的宴会厅 叹了一口气离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刚刚打开门的时候 相军却跟一个人 撞了个满怀 那人赶忙鞠躬道歉 这宴会厅内 可都是武王 万一得罪一个 他可担待不起 没事 你先进去吧 多谢 那人进入宴会厅 四下打量一番后 快步来到马福星身边 家主 出事了 嗯 马福星面色不变 他感受到相军的目光 冲他笑笑 随即带着那人离开 何征 发生了什么事 马福星面色严肃 马何征是马氏家族二代中 专门负责情报的 这个时候突然来这里找他 肯定有大事发生 家主 刚才一场转账 出现了二十二笔 马天虎从东山市对公账户中 提取出十六亿资金 汇入到自己的账户中 什么 马福星气得一拍桌子 眉毛倒数 他怎么敢 年纪轻轻不学好 还真当马家没了 他就不行了吗 马福星气愤之下 声音不由加高几度 相军在门口等候了一下 听到了是马家内部的事物 便没有再关心了 马家三代的马天虎 乃是马福星的嫡亲孙子 只不过这小子修炼资质一般 搞企业和经济 却还算不错 另外 私生活上也差点意思 不是啊 家主 马何正脸上露出一丝交集之色 家主 马天虎将这钱转到自己的账户后 很快哟 130 马家投身慈善事业 山人自有妙计 马何正刚要说话 马福星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看了一眼来电号码 抬手示意马何正先不要说话 喂 新武王 怎么这么晚了 想起我来了 什么 感谢我为华国慈善做出的贡献 哈哈 您这真是太客气了 我们马家一直都是爱国武道家族 做慈善自然是应有之意 是 什么 给您这边21亿个慈善基金会 赚了总计16 2亿地资金 马福星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猛逼了 开什么玩笑 别看马家是武王家族 资产超过百亿 可那大部分都是固定资产 能够拿出地资金真没有多少 这次马天虎在东山市跟吉山武馆谈好了合作项目 第一批的款项他们还是跟银行贷款 等等 马福星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捐款16 2亿 马天虎提现16 2亿 同事16 2亿 这两个数字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关联 马福星看着马合征 希望能看到答案 否定的答案 可马合征却是点点头 曹 马福星想到自己小时候听过的一种吐槽 他感觉在这一刻 自己的心中真的是有数千万头羊驼狂奔而过 这特么的叫什么事啊 马天虎这小子 啥时候脑子里注水了 竟然关注起华国慈善的事情来了 不过现在 正打着电话呢 马福星赶忙道 新武王 你也太客气了 一点点小小的心意而已 你还专门给我们打电话过来 好好 我知道了 您放心 今年年末的华国慈善人物颁奖会议 我肯定会去 好好好 那您先忙 啪 挂断电话 马福星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 他此刻就好像吃了一坨狗屎一样 恶心到极致 马和征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我找到马天虎那个王八蛋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马和征赶忙答应一声 快步走出宴会厅 这个时候 马福星也没法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 他连站在一旁的马天龙都忘记了 背着手快步离开 有人看到 还想跟他打招呼 可马福星这时候 却根本没有打招呼的心情 黑着一张脸 感觉谁欠了他十六 两亿一样 爷爷 等等我 马天龙在后面呼唤一声 赶忙跟上 鲁成手 阿正 相哥 别打牌了 赶紧来城外 我弄到好东西了 从陆琳娜离开后 王胜利就飞向东山市 可手中难得弄到一头王级中阶妖兽 王胜利哪能忍住 不跟自己的好朋友炫耀一番呢 武王的朋友 自然都是武王 很快 三位武王出现在城外 老王 你搞什么 大晚上不打牌喊我们出来 该不会是赏月吧 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 笑着问道 他身上有一股子书生气 正是东山市的成熟鲁达 鲁哥别急 马上就你看到好东西 王胜利神秘地笑一下 当这三人的面 将那一头白头狼王放了出来 卧槽 星号三 三个人齐声惊呼 王级妖兽他们见过 可还没有见过这样的 老王 这是啥东西 黎正问道 在他问话的时候 旁边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彪形大汉 直接拎起了白头狼王的脑袋 飞到空中 这是 白眉笑月狼 普通白头狼的变种 不得了 不得了 老王你这下要发财啊 彪形大汉惊叹道 他就是东山市城卫队的统领 相楚 不错 相哥果然不愧是从大城市出来的 一眼就认出了这东西 白头狼王 妖兽研究所认定 这是无法超越王级的妖兽 可就在这个理论刚刚确立的时候 就在北方仙秦基地市外 发现了一头王级白头狼 被命名为白眉笑月狼 不过 在那之后的上百年时间 再没有误者发现白眉笑月狼的踪迹 今天 却让老王我给弄到了 王胜利一脸得意地说道 可以啊 老王 你这运气 绝了 黎正忍不住称赞一声 回头处理一下 给我店里弄点内脏和血肉啥的 我也能多个招牌菜 去去去 一天天地 就惦记点吃的东西 没出现 王胜利嫌弃地将黎正推到一边 这可是 世界上第二头白眉笑月狼 你说 如果我送到江左氏的妖兽研究所 能换多少钱 50亿 黎正猜测 50亿肯定不止 少说80亿 这帮搞妖兽研究的 一个个财大气粗 连特么撒的水都是金黄色的 相处将白头狼王的尸体丢下 撇撇嘴说道 神情看起来有些不屑 可眼神中的羡慕 已经深深出卖了他 能卖这么多 听到两人的话 王胜利也惊了 从陆林那收来白头狼王的尸体 他肯定是要 赚个手续费辛苦费啥的 可原本在他计划中 这一回能翻倍赚个十亿就差不多了 没想到 这俩人一个比一个敢说 50亿 80亿 这个价格对于一头王级妖兽来说 实在是有些偏高了 老王 这头白眉笑月狼的品项确实不错 不如给我吧 正好我这次要调动到江左市去 把这稀罕玩意给人送过去 还能捞个人情 这样吧 我也不占你便宜 一口加一百亿 你给我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鲁达说着 忍不住心中感叹 老王 也不是哥哥说你 灵溪那么好的女人 你就舍得把他一个人丢在江左 带着王月 哎 鲁成手 这话可不心说啊 男灵溪的娘们 根本看不上我 人家都高阶五王了 我还在中阶晃悠着 我去一次 他就嫌弃我一次 与其在那边受气 不如待在这东山市 逍遥快活 算了 不说那家伙了 既然这东西你用得上 就先拿去 咱们兄弟还谈钱 就没有意思了 而且 这玩意我弄过来 也没花什么力气 哦 那你是怎么弄到的 黎正忍不住问道 旁边的鲁达和相处 也一脸好奇 这个吗 嘿嘿 山人自有妙计 王胜利得意地笑着 却不肯 说出陆灵的名字 在他看来 现在知道陆灵真实实力的人 只有他王胜利一个 这可是天大的秘密 岂能随随便便地就分享出去 起码 你们这几个家伙 也要一丝一丝吧 131 陆灵我还要 晋升五王的三条路 在陆灵的目光注视下 刘卫然撕下一片 红色小花的花瓣 放入口中 陆灵仔细感知着他的情况 这红色小花 之前只有他和安仔吃过 对了 那头白头狼王 应该也在机缘巧合下服用过 基本可以确认 这东西地无毒的 可陆灵还是有些紧张 他希望这红色小花 可以帮助刘卫然提升身体强度 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正常的舞者修炼 是先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突破1200公斤的权力极限后 就可以学习气血呼吸法 将身体内的精血 跟灵气能量结合起来 形成独特的气血之力 之后的修炼 舞者要同时走两条路 强大肉身 让身体内拥有并容纳更多的精气 同时 也不能放松呼吸法的修炼 将灵气吸入体内 与精气结合 这个过程不断升级 强化就可以推动舞者境界的提升 增强舞者的实力 也就是说 正常的操作 是先提升身体 再融合气血 但刘卫然受限于资质 陆灵便为他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 先提升气血 然后让气血反过来 带动他的身体素质提升 至于资质 说实话 别说是陆灵了 就是让全球第一武神图站过来 恐怕也束手无策 不然 他也不会提出 培养精英舞者的计划了 只是 这么操作行不行 陆灵不知道 刘卫然现在没有气血之力 服用红色小花后 会产生什么异常的变化 他也不知道 所以 这个时候 陆灵必须更加谨慎 一旦刘卫然出现问题 他就必须尽快解决 一分钟过去了 刘卫然没有任何变化 五分钟过去了 就在陆灵认为 刘卫然不会出现危险的时候 他竟然睁开了眼睛 陆灵 我感觉 好极了 我感觉我的身上充满了力量 我感觉 我可以一拳打死一头牛 刘卫然激动地说道 他前段时间 因为权力 在突破九百公斤后 就一直没有什么提升 在查询了许多资料后 他知道 自己这是遇到了传说中的瓶颈 或者换个说法也可以 就是他的潜力耗尽 到此为止 憧憬了十多年的舞者之路 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戛然而止 他绝望过 痛苦过 怨恨过 可最终 他却不得不自己咽下苦涩的泪水 天赋的事 没有人可以解决 直到 陆灵从荒野中返回 陆灵说 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对此 刘卫然自然是不幸的 这世界上 恐怕除了所谓的神灵 没有人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不过在陆灵拉着他 在力量测试的时候 打出一万公斤的权力后 刘卫然 动摇了 三年的陪练时间 陆灵了解刘卫然 同样的 刘卫然也熟悉陆灵 本以为陆灵 能够晋升舞者 就已经是侥幸中的侥幸了 没想到 这才短短几天 他竟然就能达到这个境界 初阶舞者 中阶舞者 高阶舞者 可以说 陆灵在几天的时间 就走完了 这大多数舞者 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 后来 陆灵邀请他 一起去荒野解决他的问题 刘卫然心中 怀有一丝期望 直到 现在 短短的两天时间 不 应该说短短的五分钟时间 他就发现 自己变了 陆灵 我还要 啊 陆灵愣了一下 红色小花 我还要吃 我感觉 如果能吃一朵的话 我就可以突破现有的瓶颈 好 吃 赶紧吃 不过 你自己小心点 这东西 其实并不是给五图 陆灵话还没有说完 刘卫然就将一朵红色小花 放入口中 闭上眼睛 静静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当然 以他现在的境界 除了感觉自己 在不断地变墙外 没有其他更细致的感受了 原来东山市的刘青龙 绝对想不到 在这样的环境下 刘卫然竟然完成了 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蛻变 一片花瓣 刘卫然吸收了五分钟左右 如果按照数学理论的话 一片有着五片花瓣的红色小花 他应该花费25分钟 完成吸收的过程 可一直等到天色渐渐亮起来 刘卫然都一直保持着吸收的状态 似乎 一整朵红色小花 蕴含更为神奇的力量 需要他花费这么久的时间来吸收 陆灵在旁边守着 也不敢休息 更不敢离开 闲得没事的他 就从储物戒指中 找到了一本书看了起来 武王晋升方略研究 如今已经达到了武师初阶 在陆灵看来 武王距离他并不算多么遥远 是时候也要未与筹谋一番 之前他听凌文提过什么 普通人和武者世家的事 两者在认知层面上 有着天然的不同 并且 凌文和许坤都认为 陆灵是一个野鹿子武王 这让陆灵也有些摸不到头脑 野鹿子武王 难不成还有正规军武王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 陆灵在阅读这一本书的时候 有了发现 果然 武王是讲究传承的 没有传承 只靠自己误打误撞成为武王 那就是野鹿子武王 许坤就是这样 从武师 进阶到武王 这个过程 与武者武师层次的晋升不同 并不是全力达到了 气血达到了 就自动完成晋升 武王虽然只是武师之上的一个境界 但跟武师完全是天差地别 这本书中 将晋升武王的方法 总结出来三条道路 第一种 依靠妖兽体内的妖和 将其炼化到体内 在体内形成一颗虚丹 这一颗虚丹看不见 摸不着 即便是一些科学仪器 都无法检测出来 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武王境界的提升 肉身的力量 气血的提升 都只是虚丹提升后 带来的附加效果而已 武王 真正修炼的是虚丹 第二种 武者将自己的气血 力量 达到武士境界能够达到的极限后 在某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瞬间 就可以瞬间突破到武王 当然 这种突破方法是有概率的 一万个武士巅峰 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够这样晋升的 第三种 就更加的邪乎了 那就是在婴儿出生的时候 体内自带虚丹 随着年龄的增长 力量的增加 气血的增多 体内的虚丹会一点点地改造武者的身体 让他变成一个天才 这特么不就是扯犊子吗 如果我能出生就有虚丹 哪还用这么辛苦的修炼 陆林一把僵书扔在地上 嘴里嘟弄着 132 大小姐的手又伤了 幸福的早上 在陆林看来 这所谓的三种晋升武王的办法 除了第一种还靠谱一点 后面的两种简直就是扯淡 达到武师巅峰后 凭运气提升到武王境界 这不是开玩笑吗 一万个武师 也不一定有一个能靠这个办法晋升武王 但一旦晋升 那就是幸运女神的蠢儿 以后干什么都顺风顺水 不会遇到一丝挫折 以这样的方法 晋升的武王 是可以称为气韵之子弟 还有什么天生就拥有虚丹 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与身体融合 这完全就是作弊 比陆林地简化系统还要离谱 简直离谱到家了 陆林的简化系统 也需要陆林付出努力 获取妖合 简化功法后 也要不断地提升熟练度 这才能提升陆林的实力 可人家这一种武者 就每天吃饭睡觉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然后全力就滑滑滑地往上增加 气血之力 也是修炼起来毫不费力 呼吸法 呃 也许对这样的人来说 呼吸法才是真的呼吸法 修炼就如同呼吸一样 简单自然 这样的人 比起气韵之子 还要高一级 在陆林看来这种人 应该算得上天地之子 或者世界之子了 陆林觉得 写着本书的人 完全就是瞎扯淡 以她的能力 还是第一种方法最靠谱 就在陆林准备向后翻页的时候 刘伟然睁开了眼睛 在她睁眼的一瞬间 陆林似乎感觉有一道光闪过似的 那一双美丽迷人的大眼睛 仿佛会说话一样 接招 刘伟然没有说话 但陆林却从她的眼中 感受到了她的想法 陆林连忙抬起手臂抵挡 碰 刘伟然倒飞出去 啊 飞出去的刘伟然 还大叫一声 陆林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将书籍放到储物戒指 赶到刘伟然面前 大小姐 你这是什么情况 打我还打得自己受伤了 陆林扶起刘伟然 就看到她右手手腕 已经肿成一个大馒头了 五根手指无力地搭拉下来 一点力气都用不上 陆 林 刘伟然的声音中带着哭腔 经过一晚上的吸收炼化 她的身体已经达到饱和 她感觉自己拥有了至少两三千公斤的力量 想到之前 陆林老是喜欢欺负她 刘伟然就决定 好好感谢一下陆林 让她见识见识 自己现在的变化 刘伟然心中知道 陆林的防御强悍 连六阶的白头狼 都无法伤害到她 那她两三千公斤的力量 更是不会伤害陆林了 可是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她 一拳打出 陆林下意识地格挡 然后 刘伟然触发了龙龄精中 照的反正特效 这一拳 不仅没有给陆林一个教训 反而又让她的右手受伤了 咦 为什么会说 哟 刘伟然猛然想起 前段时间陆林无考结束 跟她对练的时候 她的手就伤过一次 对不起 对不起 陆林连忙从背包里面 拿出救治的绷带 以及治疗外伤的伤药 刘伟然这个情况 只是骨头轻微受损而已 不需要服用什么疗伤的丹药 看着陆林 一脸不好意思地道歉 还给她敷药 刘伟然的心里 总算好过一点 这叫什么事啊 明明是想给陆林一个教训 结果给了自己一个教训 算了 你也不要自责了 都怪我 想要让你看看我的变化 结果却变成了这样 刘伟然一脸委屈 陆林看到 她那模样 差点笑出来 不过 还好忍住了 给刘伟然上药 打绷带 陆林忙了好一会才搞定 咕噜噜 没想到 这时刘伟然的肚子 突然叫了起来 她的脸上泛起一丝红韵 不敢抬头看陆林 毕竟一个女孩子 在男生面前发出这样的声音 总是会有点不好意思的 饿了吧 修炼的时候确实会消耗很大 我这里还有一些素食品 你先垫垫 我去给你裂一头妖兽过来 你这身体素质猛地提升起来 若是没有妖兽的血肉补充 说不定会影响到五道根基 嗯 红着脸的刘伟然 轻轻答应一声 那你等我 我马上回来 陆林说着 猛然站起身 她已经看到 前面有一家好几口的铁剑豪猪 正在丛林中觅食 这大清早的 他们会寻找一些叶子上的露珠 补充水分 当然 陆林左手拿着一盒铁钉 小心地跟在这群铁剑豪猪后面 两头大点的 看气血波动 应该是三阶左右 四头小点的 体型只有家猫大小 走路都颤颤巍巍的 显然是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猪仔 这下有口福了 等会给刘伟然来个烤乳猪 想必一定会给她吃得满嘴流油 刷刷刷 陆林快若闪电地投掷出六枚铁钉 铁钉精准呜呜地 射入六头铁剑豪猪的眼中 陆林走过去轻松地捡起六头铁剑豪猪 带到河边清理洗刷 大小姐 稍等一会 马上就好 今天的早餐 咱们吃烤乳猪 陆林说一句 表示自己回来了 然后便开始挖土造 烤制猪肉 刘伟然看着陆林风尘仆仆的样子 蹲在地上就开始挖坑 在阳光的照射下 不知道为什么 刘伟然感觉自己好幸福 如果以后 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了 她的嘴角 忍不住微微上翘 露出了一个甜甜的微笑 正在挖坑的陆林 感受到她的目光 也转头看向刘伟然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 明明火还没有升起来 为什么感觉周围有些暖暖的呢 来 尝尝我的手艺 陆林片下一块猪肉递给刘伟然 担心她不方便吃 陆林还贴心地 给她吹去肉片上的热气 嗯 不错 刘伟然夸赞着 这个时候 陆林又切好了一片猪肉 递到了她的嘴边 你慢一点 我还没吃完呢 刘伟然正说着 陆林突然感觉到 前方的地面振战不已 你先吃 别担心 陆林快速骗了十几片猪肉 放在刘伟然面前 她手中的割肉刀 也换成了银血 来者气血波动强烈 恐怕等阶不会太低 而且 这还是一头力量型妖兽 133 右肩安仔 安仔受伤 从这头妖兽奔跑时的动静 陆林就能感受到 这是一头体型庞大 力量狂暴的家伙 一般妖兽 即便是金金虎这种妖兽中的 顶级猎杀者 在奔跑时 象族妖兽 犀牛族妖兽 还是河马族妖兽 陆林不知道 不过 既然赶来 就要有死亡的觉悟 陆林手中紧握着银血 凝神戒备 猫 一声沉闷的叫声传来 牛 竟然是牛族妖兽 陆林瞪大眼睛 看向丛林深处 一头肩膏足有两米以上的恐怖巨兽 正飞快地向他狂奔而来 该不会是安仔吧 陆林心中生起一丝期待 他大叫一声 安仔 猫 那头牛族妖兽 听到陆林的声音后 脚步频率变幻 陡然又加快了几分 他的叫声中 带着一丝兴奋和欣喜 猫 猫猫 当他出现在陆林面前的时候 额头上那一块奇怪的皮肤褶皱 竟然隐约形成了一个汉字 安 安仔 竟然真的是你 陆林狂喜 他想过自己再进入白银山会遇到安仔 可他也知道这个概率太低了 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 竟然真的能遇到他 猫猫 安仔来到陆林面前 也兴奋地大叫起来 他的四提不断地踢来踢去 他开心地在地上跳来跳去 就好像看到主人回家的小狗一样 他是安仔 刘卫然眼中露出了一丝惊讶 他知道一些陆林和安仔的故事 自然知道 这一人一牛之间的情感 嘿嘿 你这馋鬼 肯定是闻到我烤肉的味道了吧 来来来 快 趁热吃 我本来还担心 这六头铁剑豪猪 我们俩人吃不掉呢 陆林跳起来 搂着安仔的脖子 引着他来到火灶旁 安仔看到坐在那里的刘卫然 脸上闪过一丝颈 他停下来脚步 猫 安仔示威性地 对着刘卫然叫了一声 仿佛在说 滚远点 你这个女人 陆林拍了拍安仔的脖子 笑着道 安仔 别这样 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可以像信任我一样信任他 对了 他的舞蹈资质 还是因为你的红色小花改变了的 听到陆林这么说 安仔眼中的警惕才慢慢减守 不过他还是没有 趴在刘卫然身边 而是在他对面 安仔 你好 我是刘卫然 很高兴见到你 初次前面 我就借花献佛 请你吃肉 刘卫然喜欢陆林这样介绍自己 尤其是听到陆林说 可以像信任他一样 信任刘卫然的时候 刘卫然感觉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 被触动了 安仔看着近在迟迟的烤肉 却没有张嘴 直到陆林拍着他 告诉他没问题的时候 安仔才张开了一条缝 羞的一下 将肉片吸到口中 烤肉独特的香味 顿时充斥在安仔的口腔之中 这可是陆林精心烤的 味道和火候 都是上上之选 让这段时间 一直吃青草和野果的安仔 顿时对面前 这个人类女性 有了一丝好感 嗯 就只有一丝而已 刘卫然看到安仔吃了他喂的肉 脸上也露出笑容 他还准备继续给安仔喂肉片的时候 陆林却说 行了呀 大小剑 这肉片给专门给你骗的 安仔直接整个吃就行了 好吧 刘卫然从善如流 既然已经跟安仔建立了初步的友善关系 那以后的时间 他就可以让安仔更喜欢他 如果 陆林也跟安仔一样 这么好混该多好 刘卫然心里想着 拿起一片烤肉放入口中 等一下 陆林 刘卫然突然指着安仔惊呼一声 怎么了 正在给安仔拆肉的陆林赶紧站起来 你看 刘卫然站起来 带着陆林来到安仔的身后 安仔似乎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竭力地想要隐藏起来 可他那么庞大的身躯 岂是随便可以藏起来的 死 陆林倒吸一口冷气 他刚才太高兴了 竟然没有注意到 安仔身上竟然扎着好几根箭矢 仔细看的话 在皮肤上 还有点点血迹 以及子弹造成的窗口 安仔 是谁干的 陆林大怒 只是安仔只是摸得叫了一声 就低下头吃着烤肉 他不会说话 自然没法 告诉陆林是谁伤害了他 而且 在他看来 那一群追杀他的家伙 太强大了 那些人不只有强大的实力 还拥有可怕的武器 即便隔着很远的距离 也能攻击到他 而且 那些人虽然有着杀死他的能力 但却好像猫戏老鼠一样 一直没有真正动手 玩着安仔逃跑 他们追捕的游戏 安仔快速地 将陆林拆好的肉吃入口中 这应该是他牛生中 最后一次品尝如此美味了 能遇到陆林这样一个人类伙伴 他觉得自己 这一生也算值了 No 安仔站起来 冲着陆林叫了一声 就准备离去 安仔 你干什么 别怕 如果有人伤害你的话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陆林能够感受到安仔的情绪 心中生起了对安仔无限的同情 这是一个从小就失去父母的普通铁骨牛 他听着陆林在练习风牛大力拳的声音找过来 将陆林当作最亲的亲人 虽然他很聪明 能理会陆林的意思 虽然他很调皮 经常背着陆林去撞大树 或者正好能够把陆林扯住的藤蔓 虽然他很傻 会在陆林陷入困境的时候出现 虽然他只是一头铁骨牛 但在陆林眼中 他就是自己最可靠的伙伴 陆林不容许 有人伤害他 安仔 别走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陆林摸着安仔的脑袋 现在安仔长大了 也是一头四肩妖兽了 他脑袋上原本柔软的绒毛 也变得坚硬 扎手 摸摸摸 安仔似乎感到了什么 他急促地低声叫着 好像在哀求陆林 快让我离开吧 可陆林就挡在他面前 安仔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告诉你 我现在 真的很强 陆林冲安仔绣了绣自己的肌肉 旁边的刘未然想笑 却笑不出来 他转过头 看向安仔来时的方向 陆林也察觉到了什么 抬眼望去 134 温子与温子友 和平相处 小姐 小心 一个穿着灰袍 头发灰白的枯瘦老者 小心地用战刀 劈开了前面挡路的藤腕 嗯 少女冷淡地回应一声 可在前面开路的老者脸上 却露出了欣喜之色 小姐 不用担心 那头铁骨牛 不会跑出太远地 你看这边就是他走过的踪迹 温中轻声解释着 忠叔 还要多久啊 昨天晚上天黑的时候 你就说快了快了 害得我和外界跑了一夜 多要累死了 这是一个少年的声音 温中赶忙笑笑 少爷放心 就在前面了 又是这句话 一晚上的时间 我都听烦了 少年不耐烦地嘟囔一句 忠叔 要不你干脆帮我们猎杀一头铁骨牛吧 反正阿拉爷也不晓得 温中刚要说话 就见少女给了少年一巴掌 温子友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 你以为我们身上带着的智能腕表 就是给你看时间的吗 老实点 保存好你的体力 少年突然遭到暴击 大叫一声 啊 温子玉 你少给我摆一副大姐的样子 咱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而且母妈说了 我才是先出生的那个 你应该喊我哥哥 啪 温子友救子爵闭上了嘴巴 前面开路的老者温中 赶忙转移开视线 这一幕 在侍奉这两位的十多年时间里 他已经见到过太多次了 温子友挨了一巴掌 下意识地离温子玉远了一些 一个人不满地在那嘟囔着 也不晓得阿拉爷发什么神经 竟然在东山市亭下 让我们自己穿过这白鹰山 还要一人猎杀一头四街妖兽 我们还只是个孩子 哪能跟那些每天跟妖兽 混在一起的粗鄙舞者一样对待呢 我看阿拉爷也是年纪大了 脑袋糊涂了 忠书 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江左市啊 我宁愿考核失败 也不想在这见鬼的白鹰山里面待着了 我的脚都磨出水泡了 少爷 就在前面 等你们猎杀了那一头铁骨牛 我就可以带着你们赶到江左市了 温中笑着说道 好吧 好吧 前面带路就是了 温子友百无聊赖地说了一句 突然停下来脚步 他不断地抽动着鼻子 脸上浮现出惊喜的表情 忠书 忠书 你有没有闻到烤肉的味道 啪 温子友一巴掌 打在温子友的后脑勺上 不用闻 你看也能看到了 啊 温子友抬头一看 果然 在他们三人面前 正有一个穿着白T恤的少年 一个手上绑着绷带的少女 还有一头满是伤痕的铁骨牛 哇 太棒了 温子友兴奋地大叫一声 快步冲向陆林 嘿 兄弟 你的烤肉怎么卖 我要一百斤烤肉 温子友 你快来 这里有烤肉啊 啊 美味的烤肉 温子友沉醉在烤肉的香味中 温子友一动不动 温中全身戒备 他感觉 眼前这一幕 有些古怪 两个人类少年 竟然跟一头铁骨牛 相安无事地站在一起 并且 那铁骨牛在见到他们后 竟然还有些惧怕地颤抖着 温中知道 这应该就是他们 一直追猎的那一头铁骨牛了 见过两位少年才俊 在下温中 与家人一起在这白银山中历练 不知道两位可否割让一些烤肉给我们 我们愿意以十倍价格付款 温中拱拱手说道 对啊对啊 帅哥 美女 拜托了 请给我们一点烤肉吧 我都要饿死了 温子友也做出一副可怜的动作 陆林没想到 让他严阵以待的敌人 竟然是这么一个组合 疯疯癫癫的少年 冷静沉默的少女 看似何绪 但已经抽出战刀的老者 嗨嗨 你就是追猎安仔的人吗 想要烤肉没有问题 不过你们必须给我医药费 安仔是我的伙伴 他被你们打伤了 当然 如果你们不想给 也没有关系 陆林笑着说道 既然对方没有立即动手 那陆林也给他们来一出 仙礼后兵的戏码 伙伴 人类竟然还可以跟妖兽做伙伴 温子友尖叫一声 不过他现在眼中只有烤肉 其他的都完全不在意 行 也不管这些了 打伤安仔是我们的不对 我赔你一百万可以吧 这个价格 已经足够买一头活的四节铁骨牛了 帅哥 你怎么称呼 这烤肉到底怎么卖的 你倒是报个价 陆林看到那位温忠 将手中的战刀放入刀鞘 他也笑笑 行 烤肉你们 就按照一万块钱一串算吧 这么便宜 良心伤家呀 温子友尖叫一声 走到陆林身边迫不及待地说 来 我给你转账 我先要五十串 不过再说 我现在感觉 我饿得能吃下一头牛 安仔听到这话后 忍不住又抖了一下 陆林连忙安抚 他亮出自己的首款三维码 温子友这才看到他手上的腕表 哇靠 猛将十一代 帅哥 你也太土豪了吧 温子友抬起自己的手腕 给陆林扫码付款 陆林看到他的腕表 无语的撇撇嘴 你一个用猛将 十代豪华版的 有什么权利 说我是土豪 到账一百五十万 陆林也就将场地让给他们 那四头烤乳猪 陆林自然不可能给他们吃 正好安仔再吃一头 陆林和刘未然一人一头 这样也能吃个差不多半饱 等这三人吃完离开后 他再去猎点妖兽吃 大小姐你先吃吧 我给安仔治疗一下 嗯 刘未然自始至终没有出声 不过看到 现在两方和平相处的状态 他也是心里一松 他就怕这些人态度恶劣 陆林又是个倔脾气 到时候下狠手 把他们给弄死就不好了 这三人 虽然说话的 一直是温忠和那个温子友 但刘未然知道 一直没有说话的温子欲 才是三人的核心 关键是从三人的衣着装束上 他就看到了几个 并不在东山市售卖的品牌 甚至在江左市可能都没有 能穿得起这样的服饰 那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 和平相处 是最好的结果了 135 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疯狂采摘小花 哇 好吃 这块肉好多 这 这可是我在家里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太棒了 陆林 你要不要考虑 以后去我家里做厨师啊 我感觉吃了你的烤肉后 以后其他的食物都无法下咽了 温子友夸张地说道 他吃起东西来 也是双手并用 搞得满脸流油 反观温子友和温忠 两人就好多了 虽然也都饿了 但温子友秉承了他一直以来的性格 吃东西 也是慢条丝里的 明明在荒野之中吃着烤肉 却好像 是在装修豪华的宫殿中 享受美味甜品下午茶的公主一样 呵呵 毕竟一万一串 口味肯定得好点 对吧 你们家的厨师 一个月工资多少 如果合适的话 我也可以考虑 陆林笑着回答 这一次他倒是没有告诉两人一个假名字 公子啊 温子友不说话了 他家里虽然资产不少 但也不可能每天吃的饭 都要花几十万上百万的 那样家底在后 也要被他给吃穷了 算了算了 我还是好好吃肉吧 温子友嘟囔一句 继续大快朵頤 陆林笑笑 他给刘魏然 把烤乳猪片好 让他自己吃 又给安仔拆下来肉块 安仔也吃得很香 一顿饭结束 温忠隐晦的提醒 他们要继续踏上征城了 这里距离江左市还有几百公里的路程了 按照温子友这么走 怕是明年也不一定能到 好了 陆林我们要走了 谢谢你的款待 等去了江左市 我请你吃饭 对了 你不会骗我的吧 你真的也是这一届天才训练班的学员 在温子友不断的骚扰下 陆林也知道了他们的一些基本信息 他们三人都是来自中海市 中海跟江左市一样都是主基地市 不过比起江左 中海的商业 舞蹈更加的繁荣 发达 温子友三人 正是从中海市出发 一路来到东山市后 他们的父亲要求让两人独自步行赶往江左市 以此来当作两人的试炼 为了预防出现意外 他还派遣武师极限的温中 一路跟随保护 只不过 这个计划在他们刚出发的第一天 就被打破了 温子友主动攻击了一头六阶的妖兽 在生死存亡之际 温中不得不现身解决问题 之后的旅程就成了温中开路 两个少爷小姐的 在后面完成历练任务 可这已经快半个月的时间了 他们才从东山市走到白鹰山外围 想要在剩下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 走到江左市 完全就是天方夜谭 两人去江左市参加天才训练营 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用温子友的话说 那就是中海那边竞争太激烈了 江左市天才训练班的准入要求是 年满18周岁 同时 舞者等级需要达到舞者中阶以上 可是在中海 那边的天才训练营 年龄要求没变 但舞者的要求等级 确实在舞者高阶以上 但实际进入中海天才训练营的舞者少年 一个低于舞师出街的都没有 温子渝和温子友两人 虽然也是舞者出街 可他们进入其中 就只能泯然众人 沦为小透明 也正是因此 他们的父亲才脱关系 将两人送到江左这边的天才训练班 嗯 放心放心 我到时候肯定会去的 不过你们也要加快速度了 不然怕是得明年再见了 哈哈 明年就明年 陆林 你这人会烧烤 说话又很有趣 你这个朋友 我温子友认定了 好了 中书 我们走吧 温子友说完 冲陆林拱拱手便转身离去 此人来得干脆 走得痛快 说话也毫无遮掩 虽然是一个顶级的五二代 但人还不错 是个值得交往的人 谢谢 温子渝也说一声 随即便跟在温子友身后离开了 多谢两位小友 既然你们是跟少爷小姐以后是同学 那老夫也有个不情之情 希望二位以后能多多照顾少爷小姐一番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 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 还望谅解 温中谦和地说道 陆林摆摆手 示意不必 两拨人就此分道扬镳 他们三人虽说饿了很久 但食量可没有陆林和安仔两个人大 两头大号的烤肉 还剩下一大半 陆林本来就没有吃饱 走过去切下肉片继续吃 安仔也凑过来 此时 她的腰背臀部都被陆林吐没了一些治疗外伤的药物 里面的残留物也全部取出 只是看起来有点滑稽而已 一头浑身黑色魁梧壮硕的铁骨牛 身上有一条条的绷带 每走一步都好像穿着白裙跳舞一样 陆林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还继续采摘红色小花吗 我感觉我的身体已经饱和了 至少 在成为舞者之前 是无法炼化这里面的药力了 嗯 继续采摘 陆林点点头 现在距离去江左市还有一段时间 她又感觉自己掌握了寻找红色小花的方法 岂能不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收刮一番 万一以后遇不到了 可怎么办 摸摸摸 安仔也欢快地跳着 红色小花 她最爱吃了 可是没有陆林的帮助 她根本采摘不到 经过这几天的了解 陆林也发现了 红色小花的作用 并不是所有的妖兽都知道的 之前白头狼王 应该是曾经吃过红色小花的 后来成为了狼王 现在安仔也知道 说不定以后也能成为 统领无数铁骨牛的牛王 走 继续出发 采摘小花 有了傻蛋的帮助 陆林选择了一条用时最短的路线 可以让她在一周内 走遍白银山东侧的每一处实至山崖 第一天 收获小花500朵 第二天 收获小花1700朵 第三天 收获消化104朵 第六天的晚上 陆林寻找了一天 也没有看到红色小花的踪迹 这一天 她竟然一株红色小花都没有遇到 虽然前面五 下来 他们收获的红色小花 数量超过3000朵 但今天这是有点邪门 怎么可能一朵都没有看到呢 安仔 你干什么去 陆林正在烤肉 可趴在她旁边的安仔 却突然站起来 鼻子在地上不断地嗅着 好像有什么发现 136 撞击巨石 二傻子拳 安仔的脾气性格 陆林是只知道的 自从第一次尝过陆林制作的烤肉后 就对这食物着了迷 以后但凡陆林在烤肉 她都会凑在旁边闻着 嗅着 虽然不能立即吃到 但她也要看着烤肉一点点地变化 可现在 安仔竟然违反常态地站起来 陆林心中肯定有怀疑 陆林的喊声 并没有得到安仔的回应 她不断地走着 嗅着 直到来到一块巨石前才停下 陆林让刘伟然帮着转动烤肉 她则是跟在安仔后面 安仔看着巨石 突然后退几步 然后猛地冲锋 安仔 你干什么 陆林惊叫一声 安仔这是傻了吗 自己找死不成 陆林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妖兽的纪录片 里面就讲过一种叫做中甲林的妖兽 他们会在求偶的时候 两头雄性会彼此争斗 以坚硬 厚重 强壮的羊角彼此撞击 撞击的力量之大 比起武士的权力一击还要猛 而中甲林的羊角 跟所有普通的羊一样 也是长在头顶上的 每一次撞击 巨大的力量都会对他们的头骨产生无法逆转的伤势 并且会造成脑部的剧烈震荡 严重的情况下 甚至会在争斗中直接撞碎对方的头骨 让对手一命呜呼 眼下 安仔的举动就好像突然着魔了一样 撞上巨石 陆怎么能不惊慌 安仔的力量比起普通的中甲林可要强太多了 哼 陆林来不及阻止 安仔已经一头撞上去 一时间 巨石上碎屑纷飞 安仔的额头上也流出了一道血迹 安仔 别撞了 别撞了 陆林连忙大叫着 他一把抱住了安仔的脖子 陆林的力量可比安仔大多了 可是安仔这时候就好像没有意识一般 眼睛死死地盯着巨石 虽然被陆林禁锢得不能动弹 但他目标依然明确 安仔 冷静 冷静 这只是一块巨石而已 再撞下去 你会死掉的 陆林大叫着 可安仔完全不为所动 他不断地挣扎着 对陆林的话语充耳不闻 一时间 陆林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能这样抱着安仔 挣扎了许久 安仔突然停了下来 身子放松下来 眼睛也闭上 陆林吓了一跳 连忙查看安仔的心脏和呼吸 发现他还活着 陆林才放心下来 要是他为了阻止安仔撞死 而把安仔勒死的话 那他可能会难受一辈子 将安仔放在地上 陆林绕着这一块 足有五六米宽 高度有三四层楼那么高的巨石走了一圈 可他却没有任何发现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巨石 安仔怎么会突然去撞击呢 陆林看着安仔刚在撞击的那个地方 用力一拳打过去 碰 陆林的手指受到反振力 疼得他嘶哑咧嘴的 龙鹰金钟罩 熟练度加一百 嗯 陆林愣了一下 这竟然也可以 他攻击石头 然后自己受到反伤 金钟罩也会增加熟练度 对了 陆林想起来 以前看电视剧的时候 那些舞者修炼外功 就是这样 修炼铁砂掌的 就要在炒热的铁砂中不断地拍打 也许 这才是龙鹰金钟罩的正确修炼方法 毕竟修炼这一门舞技 并不是为了挨打 而是增强舞者的防御力 不可能所有人都跟陆林一样 有着简化系统的 想到这里 陆林脸上露出笑容 也许 这就是一个 他刷熟练度的好地方 不仅能提升龙鹰金钟罩的等级 说不定还能触发一两次的龙鹰特效 让他的身体素质快速提升起来 龙鹰的效果 陆林之前已经亲身感受过了 哈 嘿 陆林吐气开声 一拳拳地打在巨石上 石屑飞溅 远处正在烤肉的刘卫然 都惊呆了 陆林这是什么骚操作 抱着鞍仔 不让他撞巨石 然后自己跑过去 一拳拳地打在上面 该不会是 中邪了吧 刘卫然也顾不得手中的烤肉了 快步跑到陆林身边 陆林 你干嘛 没干嘛 修炼而已 陆林说话的时候 手上的动作也不停歇 修炼 你这是修炼的什么功夫 二傻子拳 什么二傻子拳 陆林不满地瞪了刘卫然一眼 你也知道 我的防御很强 还修炼了龙鹰金钟罩 我刚才看到鞍仔的动作 突然想到 我这样攻击巨石 说不定就能起到修炼的效果 没想到还真的可以 大小剑 这个方法真的很不错 你要不要一起也来试试 我 刘卫然看看陆林 我就不用了 不然二傻子拳练到大城 到时候回家了 怕是连我老爹都不认识了 陆林 既然你左右也是要攻击巨石 不如用你会的几门拳法攻击呢 这样说不准 还能在修炼金钟罩的时候 修炼拳法呢 刘卫然吃笑道 哎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大小剑果然冰雪聪明 陆林夸赞一声 赶忙用出了风牛大力拳 口中发出牛叫声 猫 风牛大力拳 熟练度加100 果然可以 这才一拳而已 就能给陆林增加100点熟练度 用不了多久 风牛大力拳 说不定也能晋级了 虽说 陆林现在不怎么在意 风牛大力拳提升的那么点力量 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他在金钟罩的修炼过程中 已经获得了 反振和龙吟 这两个特殊效果了 可其他的武技功法 却一次特效都没有出过 说不定在这里修炼一会 风牛大力拳 也能有点什么意外收获呢 我靠 我真是服了你了 算了 你就在这修炼吧 我先去吃烤肉了 刘魏然无语地看着陆林 那一副欣喜若狂 仿佛发现新大陆的模样 不住地摇头离开了 看来 陆林这修炼的 真是二傻子拳 砰 砰砰 砰砰砰 一道道击打巨石的轰鸣声响起 远处的刘魏然 恨不得在耳朵里塞团棉花 挡住这可恶的噪音 可陆林却乐此不疲 还有什么比起你努力 就立马有进步来的 让人舒服畅快呢 从下午打到晚上 从晚上打到天亮 这个过程 陆林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就仿佛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一般 137 熟练度暴涨 突然出现的坑洞 一开始的时候 刘魏然是存心看陆林的笑话 他想看看 陆林所谓的修炼 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可是看着 等着 刘魏然的脸色变了 心态也变了 不论陆林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拳打巨石 能够提升自己地龙银金钟照 光是他这一副 切而不舍的精神 刘魏然看了 就颇为惭愧 在这样的情绪下 刘魏然将睡袋 往脖子上拉了拉 闭上眼睛 他准备来个眼不见为敬 可当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看到陆林 还在那里不断地 拳打巨石的时候 刘魏然终于动容了 他老爹之前就说过 陆林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情况 在午考后 因为巨大的心理打击 他开窍了 成了五道天才 从此修为一路千里 之前陆林表现出的实力 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他确实实力突飞猛进 在九死一生的局面下 能够斩杀王级妖兽 现在 刘魏然却不这么认为了 陆林变强 固然有他天赋转变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他的勤奋和努力 大小剑 你起来了 想吃点什么 我等会给你弄 陆林感知到刘魏然的动作 头也没回地说道 他这时候 正在看自己的属性面板呢 主人 陆林 等级 初阶武师 功法 千虫呼吸法第六层 MAXMAX 龙银金钟罩第六层 15W1000W 破天十三斩第四层 999990W 猛虎大地拳第七层 零石 风牛大地拳第六层 1W1000W 凌云部第三层 MAXMAX 舌部第三层 MAXMAX 飞刀第五层 11000W 点数 78955 7 陆林现在的功法5技 有三门已经达到了满级 武法再次提升 分别是千重呼吸法 凌云部 舌部 千重呼吸法 是因为本身就是残缺的 现在陆林明白 千重呼吸法 是缺少了成为武王 以及之后继续修炼的内容 舌部和凌云部 就完全是因为功法等级的原因 这两门步法 一个擅长长途奔袭 一个专攻小距离辗转腾挪 但因为都是皇级功法的缘故 修炼到第三层 也就到顶了 在这段时间的修炼和战斗中 破天十三斩达到了第四层的极限 短时间无法突破 飞刀也因为陆林的频繁使用 达到了第五层 只是 陆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达到第六层 这一夜的修炼之后 变化最大的 还是他的风牛大力拳 和龙吟金钟罩 风牛大力拳 晋升到了第六层 想要继续升级 需要的熟练度太多了 风牛大力拳 则是连续提升两层 也是达到了第六层 为陆林增加了 可有可无的2000公斤的力量 嗯 虽然有增长 但这个增长 完全没有太大的意义 即便陆林 现在还是一个普通的舞者 这2000公斤的增幅 还算是有点用 可放到50万公斤 全力的庞大基数下来看的话 这一点增长 就没有意义了 陆林 你不会修炼了一整夜吧 对啊 虽然枯燥一点 但就当给你守夜了 陆林轻松地说道 对了 我这么修炼 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 没 没有 刘维然呢喃一句 才反应过来 安仔呢 哦 他呀 你抬头看 刘维然抬头一看 只见安仔正安静地 侧卧在巨石顶部 闭着眼睛呼呼大睡呢 陆林 这是你干的 嗯 安仔晚上醒来两次 每次一睁眼 就要撞巨石 索性我就给他扔到上面去 刘维然无语 陆林还是那个陆林 虽然很努力 但还是捏坏捏坏的 安仔是一头铁骨牛 又不是灰脸云猴 等醒来了 发现自己这么高的地方待着 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啊 你稍等一会 我打完这一套就给你弄点吃的东西 嗯 刘维然答应一声 就在陆林身后 看着他这奇怪的修炼方法 猫 猫 陆林打拳的时候 还要学一声牛叫 也不知道跟谁学的 他该不会以为 修炼蜂牛大力拳就要这样吧 好像陆林以前也没这样 蜂牛过疆 猫 蜂牛斗饿 猫 蜂牛腾月 猫 就在陆林这一套拳打到末尾 准备结束训练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自己 拳头过去的触感 有点不对 蜂牛随先 猫 哄 就在这一招打在巨石上的时候 陆林感觉自己 就好像打在了一团棉花 不对 就好像打在沙堆上的感觉 紧接着 眼前高大的巨石 轰然崩塌 被陆林扔到巨石顶上的鞍仔 也随着巨石的崩塌 猛然坠落 后退 陆林大叫一声 示意刘未然向后 巨石不止他们看到的这般大小 在地面之下 还有更大的体积 可这个时候 巨石竟然由那儿外 变成了一堆处之急迫的空中楼阁沙上文明一般 快速地崩碎 瓦解 地面上露出了一个二十米直径的大黑洞 陆林在坑边向下看去 洞中一片黑暗 让陆林也看不到洞穴的深浅 安崽 陆林大叫一声 心中无比悔恨 早知道会这样的话 他就不把安崽扔在巨石上了 大小剑 我下去看看 想办法把安崽救上来 你一个人在这里 没问题吧 陆林有些怀疑的问道 刘未然现在也只不过是 炼化了一朵红色小花而已 他又没有修炼气血功法 万一陆林下去用的时间久了的话 恐怕刘未然也会遇到危险 我 我应该没问题吧 刘未然想要说一句让陆林放心的话 可说出口 却变成了这样 好吧好吧 那你跟我一起下来吧 这坑洞这么深 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史前文明的遗迹呢 陆林随口说道 他去把刘未然的帐篷和背包 收到储物戒指里 然后拉着刘未然的手 直接跳下了坑洞 这坑洞的深度有多少 陆林真不知道 他在心里都数了二十个数了 竟然还没有见到底 看着旁边刘未然的脸 都被下落的风给吹变形了 陆林搂住他的肩膀 让他的脑袋可以靠在自己的胸口上 碰 终于 在数的第五十五个数的时候 陆林感觉双脚一通 终于接触到了地面 138 发财了 进阶 武士终结 根据之前学习到的知识 陆林可以大概推算出 当他以蓝星的重力加速度 持续自由下落55秒的话 下降距离至少也要超过15000米 15000米 这等于从地面到平流层的距离了 世界最高峰才8848米 陆林在刚才55秒的时间 就是从两个世界最高峰掉落下来的 只是 陆林也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他在双脚踏在地上的时候 只有一丝轻微的痛感 这就有点违反常理了 难不成还真让他给说对了 这下面真的有一个史前文明的遗迹 陆林和刘伟然抬头看看 这时候 他们已经看不到顶上的天空了 四周一片黑暗 陆林拿出了储物戒指中的应急照明电筒 随后 陆林傻了 看到这一幕的刘伟然也傻了 他张大嘴巴 眼神呆滞 眼前 竟然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田野 田野上 开着满满的红色小花 一朵朵红色的小花就如同笑脸 欢迎着陆林和刘伟然两人的到来 发 发财了 陆林大叫一声 当即就开始采摘 刘伟然动作也不慢 他们俩甚至忽略了 在远处不断吃着红色小花的安仔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安仔那么疯狂 不惜撞死在巨石上 也要进入这里 原来 这里才是真正的宝藏啊 本来在几天时间 采集了三千多以上红色小花的陆林 觉得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了 可现在 他只想说自己是个土包子 这满地的红色小花 就如同不要钱的垃圾一样 随意地生长在附近 陆林两人拿出自己的背包 大肆采摘 不一会 刘伟然的背包就被装满 叶子和枝干就不要了 只要花 这样能放更多 这时候 浪费一点也没关系了 大小姐 这可是咱们俩的机缘啊 千万不要放过 嗯 我知道 刘伟然点点头 她的双目发红 整个人也有些磨整了 她之前只是服用炼化了一朵红色小花而已 竟然就突破了天赋的制约 全力大大提升 虽然不知道具体提升了多少 但刘伟然知道 肯定是超过了1200公斤 这次回去后 她就可以着手修炼气血功法 为晋升舞者做准备了 从一个天赋 只有高级舞图的水平 瞬间提升超过人类极限 这红色小花的效果 有多么强悍 刘伟然不会不清楚 也正是因为这个 让刘伟然在看到 这一片郁郁葱葱生长茂盛的红色小花 无法淡定了 采 斋 窃 哥 两个人就好像进入 大梁仓中的两只小老鼠 恨不得把所有的小红花都 装进自己的背包 储物戒指 不知道忙了多久 两人终于停下来 累 这样的劳作 比起陆林修炼一晚上的拳法 还要辛苦 不过 两人虽然累 脸上却是带着笑容 陆林 我们这一次 真的要发财了 对 回去后 我就给我老爹吃红色小花 吃到他晋升舞王才行 好 陆林 你现在就可以服用红色小花 要不直接开吃 行 陆林 嗯 没事 你赶紧吸收炼花药力吧 刘薇然一双美目 定在陆林身上 再也移不开 可陆林却没心思关注这个 一朵一朵的小花送入口中 瞬间就被炼花 她的身上不断地涌起气血波动 原本 陆林的计划 是继续斩杀一些 比她高阶的虎类妖兽 尽可能在武士阶段 就把肉身力量 突破到中阶舞王的层次 在看过武王晋升方略研究这一本书后 陆林也知道了一点 在武王之前 武士的力量越强 那么以后修炼虚丹的时候 虚丹提升对肉身的力量就越多 林云生和爱琳娜这俩 如同两座大山一样 压在陆林的心头 这种事 她又没法给任何人分享 只能独自承受 这巨大的压力 所以她不敢放松一丝一毫 提升自己的机会 不过 眼前这样的机会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遇到的 天雨不娶 陆林会良心难安的 咔嚓 体内响起一声轻微的破裂声 陆林身上气血翻涌不停 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突破了 武士中阶 已经达到满级的千重呼吸法 带动其体内的气血 没有一丝质色 顺滑无比 仿佛陆林已经进阶中阶武士一两年似的 这就是呼吸法等级高的好处 只要突破 立马就能获得同等级的最强战斗力 陆林熟悉了一下自己身体的情况 她盘膝坐下 继续服用红色小花提升气血 如果可以的话 她希望自己今天可以提升到武士高阶 甚至武士极限 不知道是因为等级提升红色小花的效果变弱了 还是体内的气血总量倍增的关系 在继续服用炼化红色小花的时候 陆林虽然还能感觉到自身气血的提升 可提升的幅度却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身边的红色小花不断地减少着 刘伟然看到这一幕 赶忙起身给陆林采摘红色小花 一捧又一捧 刘伟然仿佛一个不知道疲倦的花浓 陆林只顾着不断地从身边拿红色小花吸收 完全没有注意到刘伟然的动作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林终于感觉到 自己的气血不会再增长 已经达到了现阶段的极限 她停下了自己的动作 感悟着气血的情况 在陆林体内 磅礴的气血就如同火山中的岩浆一样 流动运转 散发着炽热的气息 武士终阶巅峰 再下一步就是武士高阶了 只不过因为短时间内 陆林服用了太多的红色小花 身体对红色小花的药效产生了一丝抗性 同时 她的身体暂时还无法适应这样快速地提升 需要静静地休息一段时间 积累潜力 陆林才有继续提升的机会 不过 这一次陆林绝对算得上是大丰收了 修炼好了吗 我能感觉到你身上的气血之力 你现在什么等级了 刘伟然看到陆林停下 忍不住开口问道 武士中间 武士中间 刘伟然惊呼 她无数次猜测过陆林的实力 可一直都猜不透 她之前见到陆林 一拳打出一万公斤的权力 也见过陆林硬汉白头狼王的场景 武士中间 这四个字说出来 让刘伟然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心中的想法 139 刘伟然连续进阶 安仔又有新发现 既觉得理所当然 又有些匪夷所思 陆林能够战胜斩杀白头狼王 说他有武王的实力都可信 只是 他毕竟还是一个 才成为舞者半个多月时间的新人舞者而已 半个月从初阶舞者晋升到中阶舞师 陆林 你这个晋升速度说出去 怕是要改写世界舞蹈修炼的格局啊 刘伟然夸张地说道 但陆林却摇摇头 没那么夸张 我这才哪到哪啊 可是有人生下来 就注定成为舞王的呢 大小剑 我跟你说个事 嗯 你说 我刚刚突然想到 你不是已经超过1200公斤的权力 可以修炼气血呼吸法了吗 对啊 怎么了 你该不会忘记了 我就修炼有千重呼吸法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将内容讲给你听 有这些红色小花帮助 说不定过两天回去后 你就是一位高阶舞师了 这 刘伟然显然没想到 陆林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说起来也是 他们俩之前一直说 等到回了东山市后 就可以让刘伟然学习气血功法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盲点 陆林本身就掌握一门呼吸法 这些天下来 真有一点齐驴找驴的感觉 可以 不过 千重呼吸法 不是说很难学的吗 以我的资质 你怕什么 陆林打断了刘伟然不自信的话语 给你郑重介绍一下 站在你面前的 就是一位将千重呼吸法 修炼到满级的少年天才 遇到任何问题 他都可以帮你解决 放心吧 好吧 那我试试 陆林给刘伟然 讲解起呼吸法的内容 并让他不断地感应空气中 无处不在的灵气 将他们吸收招纳到自己体内 若是在外面 这一步就不知道 要浪费刘伟然多久时间 可现在 他们可是在红色小花的花园中 灵气还是问题吗 不到十分钟 刘伟然就感应到了灵气的存在 他用陆林教授的方法 将灵气引领 进入到自己的体内 陆林在旁边看着 不断地提点着 告诉刘伟然一些注意事项 虽然在修炼的时候 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但千重呼吸法本身难度就颇高 修炼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点也有不少 陆林自己修炼没事 不代表刘伟然也不会有事 一个小时后 刘伟然的身上 涌起一股气血波动 这是他向整个世界宣告 他 刘伟然 真正成为舞者了 恭喜恭喜 赶紧吃 陆林抓起两朵红色小花 送到刘伟然嘴边 刘伟然愣了一下 张开嘴让陆林 给他喂下两朵红色小花 注意一点 调整自己的气血 对 就是这样 很棒 对于气血修炼的是 陆林压根帮不上什么忙 他只能在旁边解决 刘伟然遇到的问题 以及在他出现 特殊状况的时候 保护住他的生命安全 又是一阵气血波动 刘伟然竞技到舞者中阶了 恭喜恭喜 要不要继续 陆林兴奋地问道 见到刘伟然提升 陆林比自己提升 还要开心 刘伟然却是摇摇头 不行了 我现在已经达到了身体的极限 即便吃再多的红色小花 也不可能吸收了 刘伟然有些可惜 但更多的还是兴奋 谁能想到 在几天前 他还是一个自怨自艺 权力刚刚超过900公斤 未来无望的高阶舞图呢 现在 因为陆林的缘故 不仅天赋增长 连修为都达到了舞者中阶 好吧 那剩下的我们就都收起来吧 陆林有些可惜地说了一句 他把储物戒指中一些没用的东西 全都扔出来 随意地丢在地上 尽可能地多腾出一些 空间装红色小花 此外 他的背包也单独背着 里面装着满满的红色小花 装不下了 真的装不下了 没想到 有一天 竟然会因为这个是苦恼 陆林感慨一句 这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安仔呢 他和刘伟然下来 就是为了寻找安仔的 哪知道下来 就遇到这么多的红色小花 一时间竟然把安仔都给忘了 这边 陆林 这里是安仔一路走 一路吃留下的痕迹 哦 陆林一愣 赶忙来到刘伟然身边 眼前是一条直直的小镜 两边的红色小花都市完好无损 只有安仔走过的地方 形成了一条小路 这下好了 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安仔了 陆林说着 紧了紧背上的背包 拉过刘伟然的手 就往前走去 刘伟然脸色一红 不知道为什么 却没有挣脱 红色小花 满满的都是红色小花 一望无际 漫无边际的红色小花 一开始 陆林还看得激动不已 可时间久了 他就觉得无所谓了 宝物太多 也就稀松平常了 他们走出没多远 就看到一头体型庞大的大家伙 在前面走着 安仔 陆林轻叫一声 快步追上安仔 兴许是吃多了红色小花 安仔的情绪也平稳下来 他听到陆林的声音 默默地叫着 轻腻地 用硕大的脑袋 在陆林身上拱来拱去 不对 这家伙 好像也升级了 陆林仔细感应了一番 终于确认了 安仔竟然达到了五阶 前两天跟温子友他们遇到的时候 安仔还只是刚刚迈入四阶而已 这才几天 就提升到五阶 如果按照他现在这样继续吃下去的话 恐怕用不了几天 安仔就会提升到六阶 然后成为王级妖兽 既然找到了安仔 那陆林和刘未然也就放心了 他们俩跟在安仔身后 看着他不断地吞吃红色小花 妖兽的体型庞大 比起人类来说 安仔可以吸收更多红色小花的药力 而且因为消耗更快 安仔几乎无时无刻 身上都在涌动着气血波动 又往前吃了五百米左右 安仔突然停下来 他不再吃身边的红色小花 而是低下硕大的头颅 在地上来回地 仔细地嗅着 牛的嗅觉 是人类的五千倍以上 进化成为妖兽后 他们的嗅觉 又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先前 发现巨石 安仔就是靠着他那灵敏的鼻子 现在 他的动作代表着 又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即将发生 一百四十 紫色小花 安仔六阶 在地上来回群寻了许久 安仔终于在一个地方停下来 他的嗜体 不断地踩踏着地面 并且尝试用坚硬的牛角 挖掘地上的岩石 没错 他们现在所处的地面 就是由岩石组成地 安仔 这下面有东西 陆林问道 猫 这一次 安仔没有在地面上那么疯狂 他叫了一声 认可陆林帝问话 好 让我来吧 郑重地向你介绍一下 站在你面前的 就是号称人形挖掘机 超级黄金矿工的陆林 不过 黄金矿工陆林 现在手上没有衬手的工具 他储物戒指中的大部分东西 都扔在前面采摘红色小花的地方了 等我一会 反正这里 也没有别人 陆林无需担忧 刘未然和安仔的安全问题 他施展 林云不快去快回 他的手里拿着一柄 合金工兵铲 这是他花费十万现金购买的工具 可以轻松地挖断岩石 在地上试了一下 陆林开始了 他的挖矿生涯 一米 两米 三米 当陆林满头大汗地 挖到地下五米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下面已经没有岩石了 但是 他却仿佛站在空中 脚下是一片开着紫色花朵的花园 这些紫色花朵 外形与红色小花类似 也是五六片花瓣 摸摸摸 安仔在上方急促地叫唤着 他也看到了下面的那些紫色小花 他感觉到 那是对他非常重要的东西 陆林感受到安仔的情绪 他从坑洞底部 一跃来到地面上 安仔 你是要下去吗 摸摸摸 安仔忙不迭地点头 好 不过 请稍等一下 我马上把洞口扩大 陆林又忙活了一会 通道已经足够安仔通过 安仔迫不及待地 一头再下去 阻隔着紫色花园的那一层透明的物质 自然也阻挡了安仔的去路 摸摸摸 安仔的叫声越发急促 第一 一声拖长的电子音 突然在陆林耳边响起 他转头看看旁边的刘卫然 显然刘卫然也听到了这一道声音 自启动成功 自查完毕 检测到符合条件者 准许进入 电子音自顾自地说道 随即 就在陆林和刘卫然的注视下 安仔脚下的那一块透明的物质 竟然泛起了类似水波纹一样变化 安仔的四体逐渐向下 他的身形慢慢变矮 安仔 安仔 陆林叫道 安仔回过头冲他叫了一声 示意陆林无需担心 陆林只能站在旁边 看着安仔一点点地 没入那透明的物质中 随后 透明物质上面出现的水波纹 渐渐变得平缓 直至消失 这时 安仔已经进入到 那紫色的花园之中 看着身边遍地都是紫色的小花 安仔开心地大叫一声 张开大嘴 啊呜啊呜地吃了起来 才吃了两口 安仔的身上涌起一股气血波动 他 进急了 陆林和刘卫然 隔着那透明的物质 自然无法感知到安仔的气血波动 不过他们看着安仔 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 随后 他的身形暴涨 原本安仔的肩高 就已经达到了两米 在近身五阶的时候 肩高提升到二 五米 可这一次 他的肩高竟然达到了三 五米 他不是纸片 而是一头雄壮魁梧的铁骨牛 如果有人站在现在的安仔面前 恐怕都无法看清 安仔头部的全貌 他整体如同一台 争鸣咆哮的坦克一般 即便站在那里不动 都给人心灵以无尽的压迫感 梦 安仔痛快地大叫一声 继续低下头 服用那些紫色小花 陆铃在外面看得 眼睛都红了 安仔才吃了两朵紫色小花 竟然就晋级了 一跃达到六阶 如果他也能进去的话 陆铃至少也能达到五十巅峰 大小剑 我再试试 陆铃说着 就再次他在那一小块 透明的物质上 我也要 一起吧 刘伟然心中兴奋不已 一步跨出来到陆铃身边 第一 同样是一道脱长的电子音响起 陆铃和刘伟然的脸上 都露出兴奋的神色 权限不足 无法进入 权限不足 无法进入 陆铃和刘伟然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权限不足 为什么权限不足 为什么安仔可以进去 他们俩身为人类 竟然无法入内 难道 这紫色花园 只对妖兽开放 正在开心地吃紫色小花的安仔 似乎感应到陆铃的情况 他抬起头 透过透明物质叫了一声 No 他在催促陆铃赶紧下来 隔着透明物质 陆铃虽然听不到安仔的声音 但他跟安仔在一起这么久 只是推测一番 就知道安仔的意思 他冲着安仔摆摆手 安仔 我们进不去啊 No 安仔不知道 是听到了陆铃的声音 还是只凭手势表情 就明白了他的动作 这下 他连地上的紫色小花 也顾不得吃了 在紫色花园里 安仔四处寻找 可以出去的通道 他想要找办法 带陆铃进来 只是 这一个紫色花园 虽然并不大 但完全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四周没有门 没有道路 安仔疯了一般的四处寻找着 奔跑着 花园里 被他糟蹋的一塌糊涂 可他却不在乎 他只想要找办法 让陆铃进来 或者 他同时 也在寻找出去的办法 第一 检测到您还不符合外出条件 请在此安心近身 拖长的电子音 好像看不下去了 它的声音同时出现在 紫色花园中和外界 陆铃知道了 这紫色花园 应该就是针对 妖兽布置的一个场所 目的就是为了 让进入的妖兽 提升实力等级 安仔现在 都已经六阶妖兽了 还不满足外出条件 难不成 要安仔达到 王级妖兽才可以吗 主人 这个问题 我来帮你想办法解决吧 这时 陆铃的腕表 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傻蛋 对 我怎么忘记你了呢 这一座花园 是由电子控制 那对你来说 肯定不是什么问题 快快快 你看看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主人 请稍候 我正在寻找对方的位置 傻蛋说完 陆铃的腕表 开始闪烁起各色光芒 一会绿一会红的 映照在陆铃脸上 更是让他焦急不已 很快 腕表竟然开始发烫 而且 温度上升得越来越快 陆铃不得不将腕表 摘下来 放在旁边的岩石上 141 安仔疯狂 蜂牛真意 功法进阶 即便放在地面上 腕表的温度 还是在不断地提升着 陆铃和刘伟然 都能感觉到 在这深坑中 有一丝炙热 不知道腕表的材质 能不能经受的 助傻蛋这样全力运转 陆铃有些担心 万一腕表的芯片 材质不够地化 傻蛋可能短时间内 都无法给他提供帮助了 好在猛将11代腕表 完全可以对得起 他那昂贵的价格 主人 我没有成功 但也没有失败 傻蛋的声音响起 却让陆铃有些摸不到头脑 这话什么意思 主人 这艘宇宙飞船的智能系统 没有我强 但因为硬件的原因 我无法突破它的防御 现在僵持住了 这样吗 陆铃嘀咕一句 他有些意外 他们此时 竟然是站在一艘宇宙飞船上面 这艘宇宙飞船 是从哪里来的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蓝星 而且 听刚才那个电子音的话语 陆铃知道这艘飞船的智能系统 是刚刚才启动 这说明 之前这艘飞船 一直处于静默状态 该不会是安仔的到来 才激活了这智能系统吧 虽然这只是陆铃的推测 但他觉得可能性很大 白银山中的妖兽不计其数 那块巨石的存在时间也不 太短 可却只有安仔知道 要撞击巨石 来到这神秘的空间之中 陆铃和刘未然两个人类 都疯狂地采集 漫山遍野的红色小花 可安仔却好像不为所动的样子 一路向前行走 直到来到此处 刚才在接触透明物质的时候 也是陆铃先发现的 可是透明物质 对它的到来 这么一分析 你说这艘宇宙飞船 跟安仔没有关系 恐怕没有人会信啊 只是 安仔只是一头普通的铁骨牛 最多就是看起来聪明一些 它怎么会跟这样一艘宇宙飞船 扯上关系呢 碰 安仔硕大的脑袋 突然靠近透明物质 随后又快速落回到地面上去 随着安仔的撞击 透明物质上出现了一圈圈的涟漪 有吗 安仔 你能撞开这透明物质吗 陆铃期待地问道 下面花园中的这些紫色小花 一看就比红色小花要高级很多 如果陆铃和刘伟然也能进去的话 那说不定很快就能晋升到五王境界了 安仔叫了一声 不过陆铃只能看到他张嘴 却听不到丝毫声音 不过他对陆铃点点头 一双巨大的牛眼中满是笃定 仿佛在说 放心吧 看我的 安仔后退两步 眼睛瞄准 那透明的物质 用力撞上去 陆铃估摸着 紫色花园的地面 跟着透明物质之间的距离 至少有八米 可安仔竟然能这么轻松地跳到上面来 看来 那些紫色小花 对他的作用 比想象中的还要大不少啊 安仔 加油啊 刘伟然也在旁边大喊道 安仔听到鼓励 越发地充满斗志 他一次次地跃起 落下 眼中满是不屈 他就好像一个 跟透明物质战斗的勇士 他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 一定要攻破这透明物质的阻碍 让陆铃和刘伟然 也能进入到紫色花园内 安仔 休息一下 你在吃几朵紫色小花 安仔冲击了十几次 陆铃看到他 明显有些历劫 No 安仔叫一声 低下头吃着地上 被他践踏的紫色小花 一朵 两朵 一连吃了二十几朵 安仔才感觉身体达到了极限 之后 他没有做任何的等待和休息 继续跳起来 用坚硬的脚 撞击那透明物质 陆铃和刘伟然都在期待着 只是 透明物质虽然在安仔的撞击下 泛起一道道波纹 却没有半点减弱的趋势 因为连续的跳跃和消耗 安仔此刻虽然身体增强了不少 但他的情绪越发暴躁 陆铃隐看到 他的眼睛竟然有一层红色的光芒 萌在上面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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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仔大叫着 一次次不断地冲击着高空的透明物质 低 轻度违反规则 提升通过关卡的难度 又是一道电子音响起 陆铃透过透明物质查看 发现他和安仔之间的距离变大了 不 不只是这样 是他和紫色花园地面的距离增加了 原先只有八米左右的高度 可现在陡然提升了不少 陆铃就好像站在高楼上 向下看安仔一样 安仔也察觉到了紫色花园的变化 紫色花园变得更大 出现了更多的紫色小花 他努力向上跳跃着 可这一次 却根本无法触碰到顶上的透明物质 猫猫猫 安仔的口中 发出一道道愤怒的叫声 他不断地尝试着 可确实再也无法碰到 那高空中的透明物质 他愤怒地在紫色花园中肆虐着 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咬住一株紫色小花 安仔将它连根拔起 如此还不解气 安仔用自己的牛角 不断地挑翻地面的土壤 安仔的眼睛变得越来越红 他不断地大吼着 整个身体都躺在紫色小花的花丛中 将一朵朵紫色小花压扁 压到泥土之中 整个紫色花园被他肆虐 就好像正在经历局部台风的洗礼 安仔 别生气了 既然我们进不去就算了 那些紫色小花肯定对你有巨大的帮助 不要再浪费了 陆灵看得心中不忍 他既心疼那些紫色小花 更心疼的是安仔 安仔现在的状态明显不对 陆灵担心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安仔可能会疯掉 恭喜主人 领悟风牛真意 风牛真意融合入风牛大力拳 风牛大力拳品阶提升 风牛大力拳品阶提升为黄阶 风牛大力拳品阶提升为玄阶 风牛大力拳品阶提升为地阶 自从获得简化系统 陆灵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密集的系统提示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领悟了什么风牛真意 然后 风牛真意竟然融入风牛大力拳中 带动了拳法的升级 一路竟然提升到了地阶 要知道 这可是地阶啊 陆灵现在一身五级功法中 只有一门猛虎大力拳 是经过系统用简化点提升到了地阶 其他的禁术都是玄阶 黄阶的 没想到 现在因为安仔的疯狂 竟然意外地帮助陆灵的风牛大力拳 提升到地阶 142 灵田 田冲号 紫灵草 交易 这一次 风牛大力拳真的算得上是脱胎换骨了 陆灵脑海中也接收到了信息 地阶的风牛大力拳 每提升一层 对舞者肉身力量的增加也提升了百倍 只要达到第一层 就能为陆灵增加十万公斤的力量 现在 陆灵还没有开始修炼 自然没法入门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提升品阶后的风牛大力拳 拳法套路 跟陆灵之前学习的基础武学 完全一样 陆灵得到的消息是 这一门地阶的风牛大力拳 只对他起效果 因为他领悟了风牛真意 虽然现在陆灵 就恨不得立马打一套风牛大力拳 可他却更担心安仔 主人 我已经与填充号宇宙飞船的智能系统沟通过了 就在这时 放在地上的腕表 突然亮了起来 傻蛋的形象 通过3D投影技术 出现在陆灵面前 哦 真的吗 那能让对方释放安仔出来吗 那紫色小花 我们不要了 只要安仔 能出来就行 主人 这一点恐怕不行 傻蛋摇动身体说道 主人 这一艘飞船 是一位叫做灵田的女性修炼者所有 她喜欢收集各类宇宙中特有的妖兽 培养 训练她们 让她们成为她的战斗和生活中的帮手 不过因为未知原因 灵田消失不见 她的专属飞船也坠落在蓝星 安仔进入的正是一处专门培养妖兽的地方 那些紫色的小花名叫紫灵草 乃是灵田自己研发改良出来的 一种对妖兽帮助很大的植物 根据灵田消失前留下的要求 所有进入到这个空间中的妖兽 必须突破到虚空级 才可以接受下一个阶段的试炼 等等 虚空级是什么意思 陆灵没有在意什么灵田 也不关心她这一艘填充号有什么用处 甚至紫灵草也无法引起陆灵的重视 虚空级 这是陆灵从未听过的一个名词 难道是指武王 武王能够飞行在空中 难道就是虚空级 主人 这个虚空级我也不是很了解 之前我这里储存的信息已经全部清零 对于宇宙外的情况 我也是一无所知 陆灵尴尬地点点头 这是赖塔 为了避免被那个雨落算计 陆灵连续恢复出场 设置了一百次 才有了现在的傻蛋 不过有得必有失 陆灵在病除了所有的风险的同时 也失去了雨落之前存储的一些 关于茫茫宇宙的信息了 好吧 你继续说 主人 情况就是如此 因为智能系统的权限 第一序列是灵田 所以 智能无法违抗主人的命令 必须要等安仔突破到虚空级才可以 不过 我也跟他争取了一些 对我们有利的条件 一 安仔的情况 我们可以随时查看 类似视频电话 我们只要有需要 就可以跟填充号进行联络 二 填充号的智能系统赠予我们12株子灵草 这是他权限内最大的额度了 这一点也有灵田设置过 三 他请求我们 帮助他寻找一些用来修补填充号破损位置的金属矿物 不过我刚才在蓝芯的网络中查询过 他提供的130万种金属矿藏 以蓝芯目前的条件只能搜寻 制备出大约100万种 剩下的30万种 我们短期根本不可能找到 四 他还说在填充号内 现在有两个外界的人类进入 他需要我们帮忙清除掉 如果可以成功的话 他会在主人满足最低认主条件后 他也将会认您为主 只不过 是位于灵田之下的第二主人 哦 陆芯听了 傻蛋跟对方谈的四个条款 有些意外 时常能看到安仔 检测到安仔的健康情况 这一点 陆芯还是比较满意的 同时 12株子灵草 也让陆芯颇为掩热 但是第三个条件 需要陆芯为他提供130万种金属矿物 这有点超出陆芯的能力了 至于说 这飞船内有两个人类进入 让陆芯帮忙清除掉 陆芯不由得有些谨慎 对方什么身份 什么实力 他都一无所知 这么救人由对方驱策 难免有些不妥 傻蛋 你再去跟这个智能谈一下 在他权限范围内 最大程度保证安仔的安全和健康 子灵草的数量 给我增加到每个月100株 提供的金属矿物 只负责蓝芯上 可以找到的100万种 剩余的30万种 让他自己想办法 至于那两个闯入飞船的舞者 我需要他们的准确信息 包括样貌 身份 实力等 好的主人 我马上去办 傻蛋说完 空中的三地投影消失 一分钟后 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那弹形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主人 信不辱命 对方答应了您的全部条件 不错 没想到你 都会用成语了 陆琳夸赞一句 但是 主人 他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办法 在他的检测下 太阳系内的 其他行星 以及散落 分布在星系内的流星 彗星 宇宙尘埃 宇宙天体 可以搜寻到 他需要的所有金属 他希望调整一下交易的方式 由他出技术 我们负责执行勘探 所有采集到的金属矿物 优先归他用来修理填充号 剩下的 我们可以自行处置 可以 按照他说的办法来吧 陆琳知道 这样操作下来 他就等同于填充号飞船 在蓝星的代言人了 不过这填充号 现在只是一艘 坠落在蓝星的飞船 陆琳也不担心 他会玩什么 谋划全人类的事 好的主人 因为你 即将前往江左市工作 我以您的名字 在江左市 申办一家矿业公司 可以吗 可以 好了 这些事以后 你帮忙看着点就行 傻蛋 那两个舞者的是这么说 主人 填充号智能系统提出 他正在想办法 恢复那两个人 所在区域的外部探测摄像头 请您稍等一下 好 陆琳回想了一遍 傻蛋和对方的交易 总体感觉 没有太大的问题 首先安仔的事情解决了 虽然暂时无法出来 但只要 他达到虚空级 就可以离开了 其次 陆琳每个月 能多一百朵子灵草出来 这东西 虽然是给妖兽吃的 但人类舞者使用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143 圆桌骑士 圆桌牧师 第三 填充号智能说 是让陆琳为他提供材料 这一点 一开始的时候 陆琳确实是要投入一些资金 可等到 他能满足 填充号的所有需求后 开采冶炼出来的矿物 就能自己销售售卖了 以填充号的眼界 他能看上的合金 肯定会超出蓝星的科技水平 先期的投入 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回报 这么算下来 陆琳也不会亏损 至于最后一点 帮他清除飞船内的两个人类 陆琳觉得自己多少要考量一下 若是一些臭名昭著的舞者 那他做了 就当替天行道了 可若是普通的舞者 让陆琳就这么将人斩杀了 他心里也过意不去 所以陆琳会想其他办法 反正填充号智能说的是清除 又不是斩杀 只要陆琳把他们两个闯入者打昏了 离开填充号飞船 也算完成约定 这么一想 陆琳心中就安定下来 他和刘卫然静静地等待 填充号智能传送回来的画面 托尼 不用这么紧张了 我都跟你说过 这个秘境 我的祖父在七十年前曾经来过一次 绝对没有半点危险 你还这么小心干什么 一个棕红色头发 穿着制式轻假的男子 跟旁边的同伴说道 在他旁边 一位穿着白色牧师袍 一头耀眼金发 面容帅气的男子 则是表情严肃 小心翼翼地看着路上经过的每一处 生怕有危险突然冒出来 安德鲁 世界是在变化的 科尔是高位骑士 他没有遇到过危险 不代表我们不会遇到 要以变化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一成不变 可不是一个年轻骑士该有的品质 金发的突尼 面色严肃地说道 他的手上 不时地散发出一道道肉眼可见的波纹 探测着周围的环境 这是光系牧师常用的探测危险的手段 名叫光波术 光波术可以探查到十米左右的距离 所以 突尼需要不断地释放这一道法术 哎 你就是太紧张了 算了 随便你吧 棕红色头发的安德鲁 则有些满不在乎 他和突尼两人都是欧罗巴大陆的舞者 因为地区不同 他们对舞者各个等级的称呼也不一样 骑士 等同于武王 牧师 也等同于武王 只不过 他们是一群专注修炼元素之力的人 突尼和安德鲁 都是圆州公司在华国分部的职员 这一次 因为林云生的事 两人奉命从华国的帝都赶来江左市 配合林云生的行动 给他站台 当然 以林云生的实力 根本用不到这两个 只是刚刚进阶到初阶舞王的家伙 但这代表了圆州公司的态度 再来的路上 安德鲁拿出了一份手工绘制的地图 告诉突尼 他有一份藏宝图 问他是否要一起来探索 然后 两人便一起进入了填充号的内部空间 其实 所谓的内部空间 只是填充号智能系统自己的称呼而已 实际上 两人只是刚刚进入到地下通道而已 他们对周围遍布的红色小花视而不见 因为 他们这一次的目的是寻找到真正的宝藏 这些对武王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的红色小花 他们自然不会多看一眼 安德鲁 这里一片黑暗 而且没有东南西北之分 话说你祖父 高位骑士 科尔大人是怎么从这里离开的 我们真的可以像他一样安全离开吗 突尼的脸上露出一丝担忧的神色 我心中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恐怕会有危机出现 安德鲁站住 头也不回地说道 突尼 你这个乌鸦嘴 你说的危险 该不是这个华国人吧 突尼听到安德鲁的话 猛然转过身来 他一眼就看到 前面这个一头精神短发 面带笑意 穿着一件白色T恤黑色运动裤的华国少年 你是什么人 突尼惊呼一声 快步撤到安德鲁身后 他是一个牧师 在战斗的时候 站在骑士身后 才是最保险的选择 陆林则是冲他们笑笑 这田冲号智能竟然还有这么一手 着实让他大开眼界 不过 现在却不是说话交流的时候 在灵气复苏时代 各个国家之间有着更加明显的竞争 位于欧罗巴的圆珠公司 乃是华国武王殿的老对手了 在多次事件中 他们都扮演着搅局者的角色 30年前 林云生也是中了圆珠公司安排的美人计 在一次事件中 明显地倒向圆珠公司 当然 这些信息以陆林的权限都无法查询到 他只需要知道 这两个老外 并非是抱着善意来到这里的就行 他在笑 安德鲁杀掉他 突尼大叫一声 安德鲁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一枚银色的大剑 大叫一声 身上散发出金黄色的气息 看着就好像变身时的超级赛亚人一样 狂暴地冲向陆林 陆林不敢拖大 他这还是第一次跟骑士战斗 自然要小心一些 运转舌部 避开了安德鲁的攻击 陆林反身一刀砍去 引血刀在空中划过一道血红色的刀影 斩在安德鲁的肩膀部分 碰 一道巨响传来 气血之力与金黄色的气息之间 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如同爆炸一般 一道道猛烈的气 浪响着四周波动而出 肆虐了不知道多少红色小花 甚至连地面的岩石都被崩碎了不少 陆林没想到 这一下竟然有这么大的反应 整个人愣了一下 可安德鲁却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 嘿嘿 华国人 我们的斗气 和你们的气血之力相撞后 会产生什么变化 这可是欧罗巴大陆 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 无知 就是原罪 我代表主 赐予你 死亡 安德鲁的脸上 露出一丝争鸣 陆林甚至都没有想明白 他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 说出这么多内容的 就迎来了一道金黄色的剑气 刚才的爆炸就在眼前 陆林可不敢用气血之力应接 万一在他体内 产生类似的爆炸就不好了 陆林快步后撤 可是安德鲁竟然能做到 无间隔的转变方向 他如影随形地跟在陆林身前 势在必得 144 骑士死 牧师死 伟大的主啊 请赐予我力量 我代表光明 为世人驱散黑暗 那些腐朽的 必将消亡 那些肮脏的 必将净化 大净化术 在陆林暴退的时候 突尼也低声快速地念动着咒语 陆林在暴退之中 无暇踏骨 但他能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能量正在酝酿 这下棘手了 气血之力 与对方的斗气相遇 就会爆炸 为了避免爆炸在他的体内发生 陆林现在只能后退 可对方还有同伴 那人明显是一个光系武王 正在酝酿的光系元素之力 说不定也会跟他的气血之力 产生波动 到时候 他即便躲得过安德鲁 也避不开大净化术 必死无疑 这 该不会是填充号智能的阴谋吧 先把拥有智能生命的陆林弄死 还是借刀杀人 他就可以减少一个危险 不过 现在陆林顾不上想这些东西了 他必须想到一个好办法 先度过眼前的危险再说 气血之力和斗气相遇 就会爆炸 这个问题天然存在 那么 华国那么多的武王 不可能每一次见到欧罗巴的武者 都跟陆林这样不断地后退吧 总是有办法的 等一下 既然气血之力 跟对方的斗气 会产生爆炸 那么 要是不用气血之力 不就行了吗 陆林当即将所有的气血之力 封闭起来 挥刀迎向安德鲁 哈哈 诺夫 你终于不后退了 死吧 安德鲁大叫一声 手中的银色大剑 当头披下 陆林确实一矮身 从大剑之下 显之又显地钻了过去 混蛋 你 安德鲁本以为 这次能够将陆林直接斩杀 乃能想到 陆林这家伙 竟然又躲开了 啊 可是 就在陆林跟他错身而过的时候 他用起全身的力量 一刀砍向安德鲁的腰部 银血刀 带着65万公斤的力量 直接穿过了安德鲁的护体斗气 斩在他的腰部 一个人类的身体 如何能抵挡得 铸S级战刀的攻击 安德鲁痛叫一声 发现自己整个人摔倒在地上 为什么 你使用了什么招数 剑鬼 你做了什么 安德鲁身为骑士 生命力强大 虽然被陆林拦腰斩断 但他竟然还能说出话来 没做什么 只是给了你一刀而已 陆林轻松一笑 脚步快速一动 来到安德鲁面前 下去给你的主子颤回去吧 红光华国 安德鲁的头颅 在地上滚了好远 不 扑尼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 刚刚还是安德鲁 一直在追击陆林 明明是安德鲁占据上风 那个华国人 只能跟小丑一样 不断地躲避 可是 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然如此轻松地斩杀了安德鲁 扑尼大叫一声 然后转身就跑 今天真是见鬼的一天 明明老老实实地去江左世 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非要来寻找什么宝藏呢 结果遇到了陆林这个怪物 他只是一个牧师 遇到舞者 除了跑还能做什么 站在陆林面前念诵咒语吗 没看到大净化术 对陆林都没有什么影响吗 牧师确实是一个 不擅长修炼身体的种类 陆林用起灵云布 都没热身呢 就轻松追到了扑尼 光之圣剑 谁承想 一直专注逃跑的托尼 竟然转身就释放出一道法术 光之圣剑 是牧师体系少有的攻击法术 施法的耗时时间长 即便完成施法 圣剑在空中攻击敌人时的速度很慢 如果距离超远的话 很容易就被对手躲开了 即便是近到三至五米 光之圣剑 从出现到攻击到对手身上 也需要零 一秒的时间 而零 一秒 在五王看来已经足够漫长 挥出十几箭都没有问题 陆灵虽然是初次见到 也没想到 托尼竟然还藏着这么一手 不过零 一秒的时间 也足够他将手臂挡在面前 哼 爆炸出现 糟了 陆灵在追击时 必须调动气血之力 却忘记了 气血跟斗气相撞 会出现爆炸 爆炸声响起的瞬间 陆灵和托尼两人 同时倒飞而出 不过陆灵在落地后 快速起身 向托尼落地的方向冲去 可托尼 情况就差很多了 刚才跑得太匆忙 他也跟陆灵一样 忘记了 两种不同的能量相撞 会发生爆炸的问题了 同样的爆炸强度 陆灵是舞者 龙鹰金钟罩达到了第六层 在爆炸下 一点事都没有 可托尼就惨了 他浑身上下满是血污 整个人掩掩一息 洁白的牧师袍破破烂烂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拾荒者一样 你 你 托尼看着陆灵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重伤锤死了 刚才爆炸发生的时候 托尼还想着 自己这也算跟敌人同归于尽了 只是当他看到 将破烂白T恤从身上扯下来 露出没有一丝伤痕血迹的 筋状肌肉的时候 他绝望了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在这里 堵截我们两人 我叫凌文 陆灵存心斗他完 他对这两个外国舞者的身份 也很好奇 什么 不可能 哦 主啊 凌文不是已经死了吗 为什么会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听着托尼的话 陆灵也是已经 没想到 他只是说一个凌文的名字 对方竟然就知道了 接下来 陆灵不断地询问一些问题 等托尼回答完 陆灵才一刀 将他杀死 没想到 这两人竟然是收到 圆桌公司上层的命令 专门来江佐市 帮助林云生处理一些事情 主要是当地舞者的关系 只是 两人出师为截身先死 这才刚刚离开圆桌公司 在华国的帝都总部 还没有到江佐市呢 就被陆灵给斩杀了 接下来 又到了熟悉摸宝环节了 刚才陆灵分明看到 安德鲁的那一柄银色大剑 突然出现 显然对方 是有储物戒指的 这一场战斗 虽然是为了完成 跟填充号智能的承诺 但如果还能有点意外收获 陆灵怎么可能不高兴呢 他先是在 突尼的身上搜刮一番 一根吊坠碎掉的项链 这吊坠 是用玉石制作而成 里面还残存着 一丝元素之力 显然 刚才那一次 反攻陆灵的光之圣剑 就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 145 储物戒指大丰收 安仔要加油哦 除了这一根破损的项链外 陆灵还在突尼身上 摸到了好几本秘籍 只不过上面的文字字体 陆灵不认识 看起来是阳文 但又不是陆灵学习过的 组成单词的方式 简化系统 倒是提醒陆灵 发现了新的功法是否学习 不过陆灵现在暂时不着急 学习新功法 以后有地式时间 储物戒指 突尼的手上 竟然有一枚储物戒指 可是 他为什么不把秘籍 放在储物戒指中 而是单独待在身上呢 陆灵也想不明白 将储物戒指戴在手上 看了看突尼的尸体 决定就让他留在这里好了 来到安德鲁身边 陆灵收起他的那一柄银色大剑 看材质 这柄大剑也达到了S级的水平 而且剑身这么大 如果融了 说不定能造出两柄刀剑来 还有轻甲 刚才陆灵一道斩断安德鲁的腰部 轻甲有可能达到了S级的合金战甲 陆灵万一一刀劈不断 反而不美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 让陆灵的收获中 又多出了一套S级的欧罗巴式样的战甲 价值50亿以上 战甲用的材料 花费的人力 需要的技术水平更高 一般战甲的价格 都会超过同等级武器的5倍 甚至更高 安德鲁的身上也有一枚项链 感受着项链内隐隐流动的斗气能量 陆灵知道这也是一个还没有激发 但可以用来保命的底牌 可怜的安德鲁 连保命底牌都没有用到 就被陆灵斩杀 也是死的冤枉 最后的一件收获 就是安德鲁的储物戒指了 陆灵也是顺手套在自己手上 我已经完成了承诺 将我传送回去吧 陆灵对着空中说道 一阵诡异的波动 覆盖在陆灵身上 她的身影消失 除了两具没有任何价值的尸体 以及爆炸产生的一地狼藉 这里什么也没有留下 陆灵 解决了吗 刚一出现 刚才监控画面修复完好后 刘卫然自然也看到了 画面中的那两个外国人 两人都长得一副不好对付的样子 也不知道陆灵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放心吧 陆灵安抚了刘卫然两句 让傻蛋跟对方交涉 主人 填充号的智能 认可了您刚才的行动 由于您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 他主动为您送上 未来一年的紫灵草 一共1200株 傻蛋说着 陆灵脚下的透明物质 出现了一丝连衣 一个亮银色的储物戒指出现在那里 又是储物戒指 陆灵弯腰捡起 将戒指戴在手上 心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之前得到许坤的这一枚储物戒指 陆灵差点死在对方受伤 现在 短短时间内 他竟然得到了三枚 主人 我们现在是否要离开 填充号的智能说 这些红色小花 只是紫灵草的气息外泄的产物而已 对他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您有需要 他随时欢迎您来这里采摘 嗯 那就算了 陆灵现在服用红色小花 已经达到身体的上限 而且他之前跟刘伟然两个 已经采摘了很多 现在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在填充号的空间待了这么久 陆灵心中也有些紧张 他要尽快返回东山市 此时距离月底 真的没有几天了 傻蛋 让对方送我们离开吧 对了 跟安仔定期视频的事 你们商议好 怎么执行了吧 主人放心 一切都搞好了 只有您有需要 我随时可以帮您连接填充号这里 那就好 陆灵说一句 看着在紫色花园中 趴在那里安静地吃着紫灵草的安仔 他蹲在地上 安仔 我要走了 摸 安仔抬起头 经过刚才的一阵疯狂的撞击 以及不停地跳跃后 他的体力消耗巨大 必须要服用一些紫色小花 补充力量 这一下 听到陆灵要离开 他眼中流露出浓浓的不舍 刚才陆灵在跟填充号那边 谈好条件后 就已经给安仔 说过接下来的安排 安仔虽然不舍 但他也知道 进入到这里后 努力突破到虚空级 我相信 这对于聪明的安仔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对吧 摸 听到陆灵的夸赞 安仔骄傲的昂起脑袋 当然 如果他的体型再小一些的话 可爱程度会倍增 好了 那我们要离开了 我以后肯定会经常跟你视频的 再见了安仔 摸 安仔悠长地叫了一声 眼神中满是不舍 一阵波动 覆盖在陆灵和刘魏然身上 两人的身影消失 外界的白鹰衫 此刻正是阳光明媚 陆灵刚要打开万表 查询一下日期 傻蛋的声音就响起来 主人 现在是6月24日 距离您定下的返回日期 已经超过一天时间 并且 在信号屏蔽的两天时间里 您有288个未接电话 其中265个 来自于刘魏然的父亲刘青龙 好 先给馆主回播一个吧 陆灵眉头一皱 没想到这才多久 就两天过去了 主人 刘青龙的来电 安仔还没有来得及 万表就接收到了外界的信号 正是刘青龙 接通 陆灵啊 你人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回来 你想放我鸽子直说啊 别够玩消失好不好 你现在在哪里 赶紧回来 还有 我闺女呢 怎么这么多天电话 也不打一个 陆灵你说说 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电话刚一接通 刘青龙的声音 就如同炮胀一样 连续不停地响起 嗨嗨 馆主 我现在在白银山外围 陆灵让安仔 调出了附近的地图 发现距离301基地并不远 大概三个小时就能过去 这时间不是还早呢吗 您别急啊 我今天日落之前 肯定能赶回去 陆灵说着 又一把拉过来刘伟然 让他跟刘青龙说话 老店 我们都很好 你放心 我们很快就回去 嗯嗯 你别急 我心里都有数 好了好了 到家再跟你聊吧 刘伟然说着 赶忙让陆灵挂断电话 陆灵也是时诚 刘伟然一挥手 他就立马挂断了电话 让电话那一头的刘青龙 跳脚不已 146 整理收获 天下虽大 何处不可去 一路急匆匆地赶回赶 陆灵就是顺路 打了几头妖兽 扔到虎市的后车厢 就开着车 返回东山市 在经过城外地 妖兽贸易市场的时候 陆灵接受过检查后 却没有把妖兽卖掉 这是他专门打了给家人吃的 确认了刘青龙的位置后 陆灵将刘伟然 送到了刘市 武馆的总部 把背包交给刘伟然 便让他进去了 他倒不是害怕见到刘青龙 而是手上还有不少事情 要处理 喂 王老板 在忙吗 陆灵找了个地方 把车子停下 给王胜利打电话 他手中的这些东西 根本见不得光 必须要尽快处理掉 杀人夺宝 这样的事干多了 陆灵也就习惯了 但他也不能做得太明目张胆 马上就要去江左市了 他总不能还每天 戴着许坤的戒指 拿着许坤的银血刀用吧 至于安德鲁和突尼的一些装备 风格跟华国这边完全不同 只要陆灵敢穿 那就要做好 面对圆珠公司报复的打算 在回来的路上 陆灵让傻蛋查了一下 圆珠公司是什么情况 这一查 把陆灵给吓住了 圆珠公司 世界顶级武者实力之一 与华国的武王殿 白头鹰的53所 并称世界三大势力 圆珠公司 有六位武神级强者 四位圣骑士 两位主教 这样的势力 陆灵别说主动招惹了 遇到对方公司的人 陆灵都得主动避让 当然 一般情况下 陆灵也不可能遇到 圆珠公司的人 喂 陆灵 我现在人在江左 等晚上才能回去 你放心 那头白眉笑月郎 我已经卖出去了 价格很高 等会就给你打钱啊 王胜利还以为陆灵 是催着要钱 赶忙开口说道 不是这个是王老板 我手里有一批东西 你尽快回来帮忙长张眼 这次去白银山运气不错 又捡到不少好东西 你要是晚了 我就卖给别人了 别啊 王胜利焦急地说道 他听陆灵话里的意思 就知道 这次又弄了不少好东西 当然了 这些东西怎么弄来的 陆灵说是运气好减的 王胜利是一个字也不信 只是不知道 这一次是谁又倒霉 落在陆灵手里了 陆兄弟 你是我亲兄弟 我这边暂时有点事 等我忙好了 一定尽快返回 嗯嗯 行吧 那我正好也整理一番 看看等会怎么跟你要得高价 那就先这样 陆灵和王胜利俩人约好了 晚上还在顺心早茶见面 便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 陆灵觉得自己 也要找个地方 整理一下这一次的收获了 因为刘青龙电话催得着急 陆灵都没有时间 好好地看看自己这一次 到底弄到了什么好东西 将车子停在 自由舞者协会的门口 陆灵看着旁边 人来人往的景象 一点都不担心 他在车里的举动 会被人发现 首先是储物戒指 许坤 安德鲁 兔尼这三人的储物戒指 肯定不能留在身上 也不方便送人 那就全部卖掉嘛 只留下那一枚 制式的储物戒指 而这一枚制式戒指 也是四个中空间最大的 足够装得下石头白眉笑月狼 其次便是武器 从许坤那里得到了银血 安德鲁的大剑 轻甲 这些肯定都没法留 此外 在石山基地内 搜罗到的一些A级合金兵器 陆灵也全部不要 这些东西 都是有来源可查的 这个时候 林云生一直待在江左市 他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妙 哪怕拿了钱到时候再去买呢 然后是书籍 这些也都是顶重要的物品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陆灵设不得丢掉 从灵文处得来的 从安德鲁处得来的 从突尼处得来的二十本书 不论是五道讲解的 还是功法秘籍 陆灵全都整理好 放到新的储物戒指中 除去这些 就是突尼安德鲁两人戒指内的一些丹药 生活用品 以及一枚宝石 这些丹药生活用品什么的 陆灵也不可能要 不过他 还是挨个检查了一遍 有些人藏东西的时候 会认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越平常的空间越隐蔽 奉行这样的策略的人有不少 陆灵曾经听过一个通缉犯胆大到跑进五安局 投诉某位督察的办案态度 当时把一众五安局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 给唬得一愣一愣的 然后这胆大的哥们 就被路过的一位督察给顺手抓住 送进牢房了 陆灵还听说过 某些人拥有了什么绝世秘籍 一般都喜欢用来垫桌脚 或者放在厕纸旁边 这样的放置隐藏方法 就是利用了人们的心理 认为这种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这一招 还真让陆灵发现了好东西了 在突尼的储物戒指中 有一面化妆镜 很女性化的那种 用粉色的包装盒装着 上面还用阳文写着送给亲爱的玛丽 乍一看 这就是突尼准备送给一位名叫玛丽的女孩的礼物而已 可陆灵暴力拆开包装盒后 却在镜子的背面发现了秘密 在镜子背面 竟然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里面装着三颗腰盒 哦不 应该说是妖精 妖精 这可是王级妖兽体内才会有的东西 陆灵手里有一颗白头狼王脑中的妖盒 就已经兴奋的不行了 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突尼 竟然有三枚 三枚妖精都是光细属性的 陆灵也不管它是做什么用的 索性全都装在自己专用的妖盒收纳盒中 跟白眉笑月狼的妖精摆在一起 现在 陆灵手上妖精有四枚 全是光细 有元素之力的六阶妖盒 足有十五枚 其中大部分都是白头狼王带着属下贡献的 普通的六阶妖盒 三百枚 五阶 四阶 以及更低的妖盒 不计其数 一枚普通的六阶妖盒 就能为陆灵提供十万简化点 三百枚 那至少是三千万点 陆灵不打算用这些普通妖盒 当做什么自己的备用丹药 准备全部换成简化点 坐拥三千万简化点 陆灵感觉天下之大 自己何处不可去 一股豪情 油然而生 主人 您收到了新的转账信息 傻蛋的声音适时地响起 一百四十七 价值百亿 送礼 转账 陆灵打开万表看了一眼 竟然是自由舞者协会打给他的 之前龙刀小队接了探索白鹰山 寻找红月弟兄的任务 当时队伍内不少成员都被大风小队重伤 不得不暂时放弃任务 没想到 这才几天时间过去 竟然结算了任务奖励 也不知道 自由舞者协会 是如何判定的 看着账户内到账地五百万 陆灵美滋滋地给周深明打了个电话 周深明跟他解释了一番 他才明白 原来自由舞者协会经过探查 发现这个任务的发布人 很可能是为了让诸多舞者小队去送死 他们发现情况的第一时间 就冻结了对方 在自由舞者协会账户中的保证金 后来诸多去白鹰山的舞者小队 都纷纷反映 自己在石山基地的遭遇 更是让协会对此事颇为重视 只是这事最终 似乎牵扯到某个大人物 自由舞者协会最终的决定 就是跟所有精英舞者小队完成结算 至于他们怎么跟那位大人物交涉 就不是他们这些普通舞者舞师 能够知道的了 陆灵 其实还不错了 这一次 我们去白鹰山前后 就花了三四天的功夫 就赚到这么多钱 你先收着吧 杨小伟虽然现在恢复过来了 但短期内 咱们也没法再出去执行任务了 陆灵心说正好 队长 我接到馆主刘青龙给的人物 要去江左市一段时间 可能也确实无法跟小队一起了 没事没事 你先忙 过段时间 说不定我们也要去江左市呢 听到周深明这么说 陆灵心中有些猜测 可不管他怎么问 对方也不肯说具体的内容 陆灵只能作罢 结束了跟周深明的通话后 陆灵安排傻蛋 把这些钱给父母转过去 刘青龙说 陆灵此去江左市的工作 至少也要两个月的时间 到时候他回来也不方便 多给父母点钱 让他们照顾好自己 培养好陆琪就行 天色渐渐暗下来 陆灵也接到了王胜利的电话 他说已经出发 半小时内肯定能到东山市 让陆灵去黎政的早茶店里等他 陆灵启动车子 静止来到早茶店等待 没一会 王胜利就赶到 他顾不上跟黎政寒暄 直接带着陆灵进了包厢 还是上次那一间房间 陆灵略微探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任何监控设备 才安心地坐下来 给王胜利一件件地展示他的收获 饶事已经有了准备 王胜利看到这一件件宝物 还是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卧槽 陆灵 你这几天到底干啥了 王胜利看着银色双手剑 三枚储物戒指 轻甲 整个人感觉都不好了 从这些物品来看 就知道 陆灵肯定是遇到了西方的舞者 只是 大多数舞者在遇到西方人的时候 都会因为没有经验吃个小亏 也就只有陆灵 能够遇到了两位舞王 还能轻松斩杀 王胜利猜测 陆灵遇到的应该是一位骑士 一位牧师 这是西方舞者最合理的小队搭配方法 骑士负责冲锋 保护 攻击 牧师负责骚扰 救治 可就这样 配合合理的小队 竟然在陆灵手里消失了 虽然陆灵一再强调说 这些物品 是他看到两个西洋舞者彼此争斗 最后两败俱伤 才让他捡了个便宜的 但王胜利是一个字都不信 陆灵之前就见到了不少B级C级的武器装备 还捡到了一柄大杀器 90 还恰好是成卫队丢失的那一柄 这是怎么看都有问题 前几天更是大晚上的 给他打电话说 这一头白眉笑月狼 他今天去江左市 除了办一些私事外 就是给鲁达送货了 这一头白眉笑月狼的尸体 被鲁达以100亿的价格拿下 虽然王胜利说了不要钱 但鲁达还是按照市场价格 给了不少溢价 没想到 这才刚回来 陆灵又搞到这么多好东西 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王胜利都感觉自己别的业务做不做 问题都不大 光是在陆灵身上 他就能赚得拨满盘营 王老板 这些东西 你给过个价呗 这个比较难啊 王胜利的脸上露出一丝仇绪 如果是华国舞者的东西 他稍微改头换面一番 就可以拿出去销售了 可这都是西洋武器 再怎么改头换面 也没法改变其本质啊 他总不能真的跑一趟欧罗巴 去那边销售吧 如果他真这么干了 估计就回不来了 这三个储物戒指 倒还好说 这件十亿 这两件都是二十亿 只是这武器 轻甲 我这边也不太好出手啊 这样吧 武器我按五亿 轻甲算你三十五亿 其他的这些零零碎碎的 他给你凑个整 一共一百亿 你看行不行 行 当然行 陆琳哗啦一下 将东西全都推到王胜利面前 王胜利没想到陆琳这么痛快 都不跟他讲价的 看到王胜利将东西都收起来 陆琳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拿出几个胡桃木做成的盒子 这是他刚才在路边随手买的 一个木盒也就不到两百块钱 陆琳出手 自然是不留余地 他买空了老板的所有 纯手工加工的木盒 总数差不多两百个左右 王老板 这每次都麻烦你 真是不好意思 这是我从白银山捡到的一些小东西 对五王级的强者 没有什么用 但如果 是普通人 或者舞者 作用还是蛮大的 哦 王胜利没想到 陆琳还有这种好东西 他拿过一个木盒打开就看到 里面放着三朵红烟烟的小花 王胜利仔细探查一番 也没有发现 这红色小花 有什么特殊之处 王老板 这花名为红菱草 舞者或者普通人 可以直接服下 舞者使用后 会少幅度地增加气血之力 普通人服下后 可以酌情改善资质 什么 王胜利猛地站起 不可思议地叫道 增加气血也就算了 市面上很多丹药 都是可以帮助舞者 恢复气血的 可改变普通人的资质 这个事可就大了 148 红菱草 聚会 实验 陆琳 陆兄弟 这 这个事 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呀 王胜利的声音 都颤抖起来 这盒子里的红色小花 普普通通 看起来没有任何地特殊之处 竟然能够改善普通人的资质 这是何等的逆天 从灵气复苏到现在 300多年的时间 人类已经逐渐适应了 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 虽然还无法彻底灭绝妖兽 可也算有了栖身之地 在这平稳发展的时段 全球所有的高端舞者都认为 想要让蓝星重回人类的掌握 需要数以亿计的舞者 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点 数以亿计的舞者 换句话说就是 全民习舞 可这只能是一个愿景 想要做到何其艰难 最简单的一点 就是普通人的权利 受到资质影响 无法突破1200公斤 这一个关卡 锁死了九成人类的舞者梦 可陆林既然说 这红色小花 可以增加普通人的习舞资质 如果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将彻底改变世界局势 只要百年 不 甚至只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 人类就能斩杀掉 绝大多数的妖兽 让蓝星重回人类的掌控之中 王老板 这话我说了并不算 你自己实验一番就知道了 另外 这几盒也一并送给王老板 如果有亲朋固友有需要的话 也请不要推辞 这红林草虽然培养困难 是我历经九死一生才发现的 但只要王老板有需要 再多我也能给你想办法弄到 这才是陆林真正的目的 他销售宝物 虽然一次能收获十亿 百亿 看起来这个数值庞大 但毕竟只是一次性的收入 陆林想要帮助填充号 收集那130万种金属 矿物 以及合金 只是靠这些资金 是远远不够的 他必须要有一条新的资金来源渠道 然后 他就将目光放在了红色小花上 所谓红林草 本来根本没有这么个说法 填充号上的智能说 林田培育的是紫林草 外面的这些红色小花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出现的 一开始 填充号上能源充裕的时候 智能还经常清理一番 可这红色小花生长速度不算快 但一年也能长成 后来索性他也就懒得管这些事 只能任由发展 最终让整个填充号飞船停留的区域 都扑面了这红色小花 甚至就连白银山中都有不少 只不过 相比于填充号空间的红色小花的生长速度 在白银山的红色小花 长起来就慢了很多 少的需要两三年 长的甚至需要五年以上 才能达到可以服用的标准 这也就给陆林操作售卖红色小花 提供了机会 白银山内的红色小花 被他霍霍的差不多了 其他人即便找到 也是几十朵几百朵这样 不可能长期稳定的供应 最多是自己使用 可陆林完全可以将这当成一门生意 源源不断地收拢资金 发展矿业公司 本身都是为了填充号 而且赚到更多钱的话 陆林发展速度越快 寻找金属的速度也越快 填充号的智能对此自然没有意义 一切全凭陆林做主 甚至 他还会动用手段 帮陆林采摘这些红色小花 因此 这被陆林命名为红林草的宝物 才能出现在王胜利面前 陆林自身的人脉和实力差了很多 但是 说不定最后还会被人抢走这一份生意 可王胜利就不同了 只要陆林把握住货源 随便他怎么销售 都不可能撇开陆林单杆 最重要的是 以陆林的实力 对上王胜利并不一定会败 合作 弱者和强者根本没办法对等 只有同是强者 才能平静地坐下来交谈 王胜利接过木合 他相信陆林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骗他 只是 陆林的这气韵也太逆天了吧 实力强大不说 还能遇到这么神奇的植物 好 陆兄弟 你的礼物我就笑纳了 多谢 王胜利说道 陆林摆摆手 拒绝了王胜利 要留他一起吃饭的邀请 下楼开车返回家里 即将去往江左市两个月的时间 这还是他第一次跟父母和陆七分开这么久 陆林心中也十分不舍 正好需要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享受一下温馨的家庭时光 当晚 王胜利邀请了黎正 相处 以及东山市的四位出街五王 他们七人共聚一堂 老王 啥事啊 弄得这么神秘 相军还没进门 声音就已经传进来 王胜利也不说话 等人聚齐了 他才关上房门 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陆林给他的那一个墓盒 诸位 今天我遇到了好东西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除了我们七位五王外 我还邀请了黎正的女儿 黎小薇 她等一下会过来 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实验 实验 众人都是不解 他们都是五王 平日里忙着 要处理各种事情 还要自己修炼 如果是其他人 邀请他们过来 就给做个实验 他们肯定二话不说 直接甩袖子走人了 可面对王胜利 他们不敢 老王到底是什么实验 还要用到小薇 黎正也是不解 晚上王胜利 突然给已经回家的 他打电话说 让他带着女儿 一起来这里参加会议 让他来也就算了 黎小薇 还是一个正在上高二的学生而已 参加这样的会议 有什么目的 阿正你放心 对小薇只有好处 没有害处 王胜利不肯透露半点信息 一脸的神秘 他打开幕盒 将里面的红色小花 现在叫红灵草了 给大家展示一番 接着 他又拿起一片花瓣 送入口中 阿正 这花是我在白银山 偶然发现的 效果绝佳 最重要的是 完全没有半点毒素 现在 你可以请小薇进来了 黎正大概猜出来 王胜利要做什么 他心中也无法拒绝 王胜利都已经说了 这红色小花 完全没有毒素 那让小薇试试 也没有关系 以他和王胜利的关系 也无需担忧 王胜利会害他女儿 李小薇小心地走进来 冲着在场众人 打了一圈招呼 虽然这些武王他都认识 可这么严肃的会议 他之前可不会被允许 参与进来的 小薇 你现在的权力 是多少公斤 149 红灵草的效果 组建公司 李小薇看了一眼黎正 黎正点点头 他才放松下来 他的权力现在是1040公斤 今天才刚刚测试过 1040公斤 在场不少人惊呼一声 如果没记错的话 李小薇现在才高二 按照这个进度 说不定再有个半年 他的权力就能超过1200公斤了 到时候 东山市说不定又能多出一位武考前 就成为武者的天才人物了 1040公斤 不错 现在 你服下这一朵红灵草 看看有什么反应 你放心 这红灵草 绝对没有任何危险 而且在场 还有这么多武王叔叔保护你呢 李小薇听到这话 转头又看了一眼黎正 黎正点点头 李小薇拿过红灵草 当着众人的面 干脆地送入口中 正如王胜利说的 这里有这么多武王在呢 他真要遇到了危险 这些人还能袖手旁观不成 红灵草刚刚入口 李小薇就面色一 一股奇怪的力量 出现在他的体内 李小薇面色一变 赶忙盘膝坐下 静静感悟 体内热轰轰的 就仿佛有一股岩浆在流淌 每经过一个地方 岩浆就为李小薇增强身体强度 而这一股岩浆 正是因为刚才那一朵 红灵草引起的 啊 呀 过了一会 李小薇突然大叫一声 一拳打向他老爸李正 哎 李正措手不及 再加上心中没有防备 被自家闺女 一拳打在滚圆的大肚子上 哎哟 小薇 你做什么 不对 你的力量 李正惊疑不定地说道 其他几位武王也好奇不已 难道李小薇的力量 突然增加了吗 王胜利也是好奇不已 陆林说了 红色小花可以增加普通人的资质 可没说会增加武徒的力量 对 老爸 还有各位武王叔叔 我在服下这一朵红灵草后 力量竟然变强了不少 李小薇的脸上满是自信 我感觉 我现在的力量 已经超过了1200公斤 可以着手学习气血呼吸法了 什么 众人都不敢相信 只是一朵看起来 平平无奇的小花 就能为它提供160公斤的权力 这种事 他们从没听说过 主委别急 我这楼下就有力量测试一切 让小薇去试试就知道了 李正说着 便带领众人下楼 在这早茶餐厅的地下二楼 众人一起进入了一处宽阔的空间 修炼室 力量测试 擂台 武器架 热武器 食物 饮水 等等物品 都有条有理的存储在里面 嘿嘿 见笑了 这是我的一个小型基地 李正解释一句 不过众人并不在意 这样的场所 他们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都会建造 甚至有比李正这里功能更全的 小薇 来测试一下你的权力 是 李小薇答应一声 一拳打出 作为武王的后代 他从小就专业学习各种武道知识 随手一拳 都用上了腰背的力量 一拳击出 屏幕上显示出李小薇的权力 1340公斤 死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王胜利也不例外 一朵红灵草 就为李小薇增加了300公斤的权力 如果是一个权力 只有900公斤的高阶武徒 服用一朵红灵草的话 那岂不是瞬间就可以突破极限 可以修炼气血呼吸法 其他人也是如他一样的想法 远的不说 在东山市内 每年武考淘汰下的学生 就有数万甚至十数万人 如果他们没人都能服用一朵红灵草的话 岂不是个个都可以成为武者 就算不为普通人考虑 这些武王也非常重视红灵草 灵气复苏300年 无数武王诞生 但他们的后代子嗣 却好像并不能享受到先辈的努力成果 在华国 有不少武王的子嗣 就跟之前的刘未然一样 无论用什么丹药 秘法 资源 都无法帮助自家的孩子 修炼武道 要知道 武道代表的 不仅仅是战斗力这么简单 武道越高 寿命越长 武者级 一生平安无事的话 活到百岁不成问题 武师级 只要注意养生 有人能活到160岁 至于武王级 从灵气复苏到现在 除了战斗中死亡 没有武王因为寿命的问题死亡 科学研究分析 武王的寿命 至少在200年以上 甚至300年都有可能 谁也不希望自己还活着 却要白发人 送走黑发人 武王还活着 他们的子女 孙子孙女 甚至重孙一辈的都死去 这带给武王的痛苦 远远超过战斗时的伤病 可是现在 只要拥有者红灵草 几乎可以说 所有人都能成为武者 以各位武王的身价 其他不说 把自己的后代 培养到武师级 拥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寿命 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 六位武王都忍不住呼吸急促 可在这时 他们又听到了 砰的一声传来 李小薇又挥拳 打在力量测试机上 这一次 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是 1360公斤 李小薇的动作不停 屏幕上的权力数值 也在不断地上涨着 1400公斤 1420公斤 1450公斤 当李小薇的权力 达到1500公斤的时候 这个数据 才逐渐稳定下来 整个过程 七位武王 一直目不转睛地 盯着李小薇 和力量测试机的屏幕看着 一朵红灵草 让李小薇 增加了差不多500公斤的权力 这个消息 如果传出去的话 就太惊人了 嗨嗨 王胜利咳嗽一声 对着李小薇柔声说道 小薇 你先去那边再修炼一会 适应一下快速增长的权力 我们先上去谈点事情 李小薇恩了一声 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自己力量狂增的事 哪里还会去关心 王胜利他们的谈话 三个小时后 王胜利 跟六位武王的事情谈妥了 他们会共同成立一家公司 其中 王胜利持股70% 其他六人 每人平均持有5%的股份 一起推广 红灵草 所有获得的利润 也完全按照股份比例 进行分配 至于货源 王胜利表示 他们不用担心 每个月 他可以提供至少30多 这是他保守得出的一个数字 毕竟红灵草的产量到底如何 他也不知道 还要再跟陆灵进行确认 150 陆灵没把你怎么样吧 刘青龙突破 王胜利猜测 陆灵之所以拿出来这红灵草 又专门说 让他可以给自己的亲朋固有使用 显然是存了 让王胜利帮忙推广的心思 既然要推广 那数量肯定不可能少 所以他斟酌之下 才定下了这一个数量 商讨完毕后 四位出街五王 一人带着一朵红灵草 各自归去 只留下相处 黎正两人 老王 你这是从哪弄来的这好东西 难道是 黎正有所猜测 老王今天去了江左市 本来要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毕竟这家伙的老婆孩子都在那边 可没想到 却突然返回来到了他的早茶店 黎正只是随意一问 就知道跟王胜利在这里会面的人是陆灵 是谁 怎么你们认识 我却不知道 相处有些急了 王胜利呵呵一笑 也没有跟他隐瞒 以他们胜利小队这么多年地交情 除了老婆 其他地没有什么秘密 闺女 哎呀妈呀 你这好玄师回来了 陆灵的小子 没把你怎么样吧 刚一见到刘卫然 刘青龙就忍不住迎上来问道 刘卫然愣了一下 老爹 你说啥呢 我怎么听不懂 嗯 听不懂好 听不懂好 刘青龙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竟然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对了 闺女 这几天在外面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遇到危险 陆灵那小子 没有带你 进山什么的吧 你看看你看看 这几天肯定没吃好 脸上的肉都掉没了 刘青龙的话 让刘卫然 忍不住直翻白眼 老爹 你不要操心了 这几天我吃的好睡的香 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而且 我这次去还有奇遇哦 刘卫然说着 一拳打向面前的刘青龙 哎呀 刘青龙自然不怕刘卫然的攻击 就刘卫然那点力量 那也拿他怎么样 可是 刘青龙猝不及防 竟然直接被刘卫然给打到在地 老爹 你没事吧 刘卫然吓了一跳 赶忙蹲下来 扶起刘青龙 他甚至都怀疑 吃了那么多红色小花 他的等级是提升到了 中阶舞者的水平 可又不是中阶舞王 老爹至于表现得这么夸张吗 没事 没事 不过你这是怎么回事 刘青龙满头雾水 如果他刚才没有感受错的话 刘卫然那一拳 好像蕴含着气血之力 气血之力 刘卫然不是才出去一个多星期而已吗 怎么就能用气血之力了 还有 他之前连九百公斤的权力 都是勉强达到 连普通人的极限都没有突破呢 拿什么修炼呼吸法 等等 刘青龙突然想到 那天陆林跟他说的话 我有办法 刘青龙以为陆林 只是有办法去安慰安抚刘卫然而已 没想到 陆林竟然是有办法解决 刘卫然天赋的问题 这真是离了大谱了 古往今来 多少五王五神都没有办成的事 就让陆林给办成了 嘿嘿 老爹 我这次可是找到了自己的机缘了 当然 这中间少不了陆林 刘卫然给刘青龙讲了一下 自己这几天在白鹰山的遭遇 不过 他之前已经跟陆林商量好 一些危险的 特殊的事 是绝对不能跟别人说的 哪怕最亲近的人也不行 所以 刘卫然就说他和陆林 在抵达三百零一基地后 就在附近逛逛 然后陆林带他在一座山崖上 采摘了一朵红色小花 给他服用 闺女 不行啊 这森林中的东西 哪能随便吃呢 万一有毒咋办 行了行了 老爹 你这样子 要是被人看到了 不知道怎么说你呢 刘卫然一把拉住刘青龙的胳膊 走到会客厅 唯一的沙发上坐下 老爹 你别说话了 我继续往下讲了 好 你继续说 在服用了红色小花后 刘卫然就感觉自己 体内有了变化 全力很快突破一千二百公斤 但具体是多少 他当时也没有办法测算 因为这个红色小花效果太好了 陆林便带着刘卫然 一起去寻找红色小花 后来在白银山中找了七天 终于找到了 老爹 就都在这里了 刘卫然打开脚边的 120升的超大登山包 刘青龙一看 里面都是一些红色的花朵 因为受到挤压的原因 已经都变成了一大图 闺女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怎么也不妥善保存呢 刘青龙的看着 心疼不已 他直接坐在地上 从背包里 拿出一片花瓣 放入口中 好像也没啥味道啊 当然没味道了 而且 老爹你都已经是武士高阶了 一朵红色小花 对你的帮助不是很大 你如果需要的 话 可以 刘卫然正说着话 突然感受到 刘青龙身上 涌起了一股磅礴的气血之力 这 这 这这 刘卫然虽然知道 老爹是武士高阶舞者 但一直以来 刘青龙并没有在他面前 展现过自己的实力 最多是在刘卫然修炼的时候 只点一下拳脚动作而已 可没想到 这时候 老爹竟然因为一片红色小花的花瓣 被动地运转起体内的气血能量 强悍 汹涌 磅礴 气血之力 一阵阵地向外扩散着 推在刘卫然身上 也就是 他现在已经进阶舞者 抵挡这些余波 问题不大 不过 刘青龙身上的气血波动越来越强 频次也越来越高 如果有董行的人在这里的话 就知道 刘青龙即将突破到武王了 他这属于万中无一的 靠运气突破的情况 虽然借助了一丝红色小花的力量 但本身能够获得红色小花 就足以证明 刘青龙的气韵不差 气血之力越发膨胀 在刘青龙的体内 也越发凝聚 很快 形成了一颗四针四幻的丹壳 丹壳在刘青龙的丹田内 不断地转动着 一丝丝微能散发出来 本来盘腿坐在地上的刘青龙 竟然缓缓升空 十厘米 二十厘米 一米 两米 很快 刘青龙的脑袋 已经顶在了房间天花板上 似乎是感受到天花板 带给刘青龙的阻力 他体内的丹壳 竟然猛地爆发出 更加强大的气血之力 带着刘青龙 突破了天花板的限制 刘青龙的办公室 本身就在刘市武馆 总部大楼的顶层 这一下突破出去 刘青龙直接飞在了半空中 151 刘青龙武王 入期权力1500公斤 看 那是什么 正好有一个刘市武馆的学员 抬头看天空 发现了刘青龙的身影 从办公室内发散出的灯光 打在刘青龙的身上 让他整个人如同佛陀一般 满身金光 威严不可方物 我靠 那好像是馆主啊 馆主这是怎么回事 有其他的学院见过刘青龙的 一脸震撼地说道 这馆主怎么回事 好端端地飞在半空中干什么 等等 飞在半空中 几个学员都想到了一个问题 刘青龙一直对外自称 是武士高阶 难不成 他本身是一个隐藏的武王高手 这边的动静 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武馆学院 赶到武馆前的平台上 看着刘青龙在空中漂浮着 很快 有武馆的陪练 教练也听到了消息 他们跑出武馆 看着天上的刘青龙 心中更加震惊 他们都是知道刘青龙实力的 在只有七位武王的东山市中 刘青龙这位高阶武师 可不是什么路边的大白菜 能够掌握一个武馆数百员工和陪练 以及武者 武师级的教练 刘青龙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么大大咧咧 只是 现在他们心中也忍不住怀疑了 难道刘青龙一直都是武王 只不过因为某些问题 所以隐瞒了自己的实力 越来越多的人 围拢在刘市武馆附近 有反应快的 已经掏出手机拍摄视频了 也有人互捧唤友 准备带着朋友一起看武王 整个东山市 才只有七位武王 除了镇守鲁达 其他武王的身份 都不被外人知晓 没想到 今天竟然能见到一位 刘青龙漂浮在空中 勿我两望 他静静地感受着 体内丹合的出现 变化 作用 过了许久 刘青龙睁开眼睛 他发现自己身在空中 并未惊慌失措 而是淡定地站起身子 冲着下面的人群白白手 管主威武 管主牛逼 管主你是武王啊 瞒得我们好苦啊 咱们刘市武馆何该大兴啊 骑山武馆的那位 可不是什么武王 管主威武 管主牛逼 人群一开始 都是杂乱的欢呼和评论 等到最后 竟然自动汇聚成了两句话 刘青龙心中爽呆了 他寻求突破武王的方法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没想到 竟然在这个时候 因为闺女带回来的一片红色花瓣 完成了突破晋级 就在这时 刚刚谈好 事情的王胜利 相处 黎政三人 也来到了刘市武馆总部的高空 恭喜刘管主 踏入武王之境 恭喜恭喜 你可是咱们东山市的第八位武王啊 恭喜恭喜 三人第一时间前来祝贺 很快 那四位出街武王也都赶到 此刻 东山市的八位武王齐聚 俨然成了武王聚会 诸位 贸然突破 准备不周 还请下来一续 刘青龙开心的邀请 不过几人都是白白手 刘管主 你才晋升武王 正需要好好地修炼体悟 从现在开始 大约有四至十二小时时间 是你的高速成长期 等明天早上 我们七人一定来此叨扰 哦 多谢诸位告知 那我便先去修炼了 期待明天与诸位的相会 刘青龙拱拱手 感谢了七人的恭贺 便镜子从天花板的破洞中 回到了办公室 通过那足有一米直径的破洞 刘青龙却感触颇多 不提东山市未来的发展 也不说对刘市武馆的帮助 光是他实力提升后 可以拥有更强的实力 更长的寿命 来保护刘伟然 这一次突破就值得了 刘伟然年幼时 他母亲就因为意外去世 这些年 对于这个闺女刘青龙 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心怕摔着 前段时间 刘伟然因为天赋的原因 无法继续提升权力 刘青龙比他还要苦恼 现在好了 刘伟然的天赋问题 因为陆林带他采摘红色小花解决了 他刘青龙的实力 也因为一片花瓣 从而突破到五王 未来 可期 已经晚上十二点了 但陆林还在清风雅院的操场上 指点陆七的修炼 这一次荒野之旅 他在指点刘伟然修炼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武学经验 完全可以掰开了 揉碎了讲给别人听 这样不仅让学习的人更容易理解 还能加深陆林对这一门功法的感悟 出拳 这个时候不出拳 你想啥呢 疯牛摆尾这一招 看起来是摆尾这一道攻击 但实际上 确实跟头部的牛角连接起来的 陆七 你看 假如我是一头铁骨牛 陆林在旁边滋滋不倦地指点着 陆七不断地点头 他之前只是按照学校老师教的动作 不断地演练 却从未想过 这一招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和缺点 在什么时候使用这一招比较合适 经过跟陆林这一晚上的学习 他感觉自己毛色顿开 这不只是针对蜂牛大力拳 这一门拳法的领悟 陆七是感觉 似乎所有的武学都可以拆开了分析 从一个招式创造者的角度 去修炼 去思考 这对于他掌握一门新的武技 有着巨大的帮助 哥 我懂了 你看看我这样做的还对 等陆林说完 陆七提出自己想要试试 陆林退后两步 看着陆七 刷 刷 刷 陆七熟练无比地 打起了蜂牛大力拳 这每一招 每一式都打得颇有韵味 打完一趟三十六式的蜂牛大力拳 陆七头顶冒出阵阵热气 仿佛冬天刚从澡堂出来一样的 他身上的肌肉不断地颤抖 血管爆起 本就高大的身材 仿佛变得更壮了一拳 哥 我好像晋级了 什么晋级了 我的蜂牛大力拳 好像已经达到了第三层 我的力量增加到了一千五百公斤 这 看着陆七那一副不好意思的模样 陆琳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这就是特么的该死的天赋嘛 陆琳在没有系统的时候 拼了命的修炼 也没有让他的力量突破到一千公斤 可陆七这小子 竟然只听他认真讲解了 几遍风牛大力拳的要诀 竟然就自动领悟 然后拳法 还晋级了 第三层风牛大力拳 增力五百公斤 也就是说 这小子之前就有一千公斤的力量了 陆琳突然眼睛一瞪 不善地看着陆琳 152 陆琳晋升中阶舞者 五王见面会 你小子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晋级到风牛大力拳第二层呢 就前几天 哥 你出门的时候 不是说让我好好修炼地吗 这几天 我一点都没有懈怠 天天努力修炼 终于晋级到第二层 没想到 今天竟然突破到第三层了 对了哥 我现在力量肯定超过一千二百公斤了 我是不是也可以修炼气血呼吸法了 陆琳说到这里 突然有些兴奋 这个 可以 不过我要跟刘馆主申请一下 才能交给你学习 咱们华国对于五道修炼秘籍地板权非常看重 你若是未经允许就修炼 到时候 可能会遭到舞者协会的追杀 你等一下 我给刘馆主打个电话 好 陆琳答应一声 脸上满是激动 舞者呀 这两个字 对于以前家里四个人来说 都是渴望不可及的目标 父母都是普通人 陆琳修炼天赋不高 五考时 全力都没有突破到一千二百公斤 陆琳虽然有点天赋 可他性格懒散 虽然表面上一副我要努力的样子 只是到了学校 却是随便学学 甚至上课上一半就睡着了 如今 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 先是陆琳晋级舞者 没想到这才多久 陆琳竟然也突破了一千五百公斤的权力 要知道 自从晚上回到家里 陆琳跟家人一起吃了的饭说了会话 就一直带着陆琳在这里修炼 指正他修炼中的一些问题 陆琳根本没有给陆琳吃红灵草的 这样提升到一千五百公斤权力 可比李小薇服用红灵草提升 可要强多了 陆琳还在幻想着 成为舞者后的美好生活 就听到 那边陆琳惊呼一声 什么 刘馆主突破到五王了 嗯 陆琳 我老爹就吃了一片红色小花的花瓣也 谁知道就突然突破了 要不是他告诉我 我都以为他之前就是五王呢 这 这也太离谱了吧 陆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今晚 他真的又被打击到 陆琳只是听了他讲解了一会 风牛大力拳 突破到第三层 全力增加五百公斤 突破人体极限 这是天赋好 陆琳没的话说 可刘青龙 只是吃了一片红灵草 竟然突破到了五王 这是气韵之子的进阶方式啊 怎么这种好事就没轮到他呢 好的 我知道了 让刘馆主先好好修炼吧 等会修炼好了 你记得 跟他说一下 我弟修炼气血功法的事 好 知道了 你放心吧 刘卫然答应一声 心中也对陆琳有些好奇了 他是陆琳的弟弟 竟然也有这么高的天赋 难不成陆家人 都是适合修炼五刀的不成 陆琪 我先教你吧 反正我已经跟管主说了 明天补个手续就行 谢谢哥 谢啥 赶紧听好了 漆黑的夜空下 兄弟俩面对面地坐着 一个认真的教 一个认真的学 陆琪的天赋 不愧是让陆琳羡慕的 等到天亮的时候 他的气血之力 就已经稳固下来 陆琳这个时候 才给了陆琪一朵红灵草 之前 他就是想看看 陆琪的极限 到底在什么地方 经过一晚上的修炼 陆琪的气血值 应该已经超过一点 彻底稳固下来 按照正常的流程 接下来就是不断锻炼身体 增强力量 扩充气血的过程了 不过 陆琳手上有无穷无尽的红灵草 就是在这个时候用的 哥 这是啥 吃 陆琳懒得跟他解释 陆琪也不生气 结果红灵草就放入口中 气血涌动 一朵红灵草 竟然让陆琪 晋级到了舞者中间 哥 我还要 要个屁 吃一朵就够了 还有 别光是想着吃这红灵草 过段时间 等你进入五十级的时候 这玩意就没太大用处了 关键还在于自己的修炼 以及战斗的能力 到了荒野 你总不能说你境界比妖兽高 就能吓死妖兽吧 走吧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吃点东西 直接去刘氏武馆 好 陆琪自然会听从陆琳的吩咐 正巧这时候 刘卫然也打过电话 说刘青龙修炼完毕 已经允许了陆琪 修炼千重呼吸法的事 行 我知道了 大小姐 我等会带陆琪去总部办一下手续 好 那你们过来吧 我昨晚都没回家 半小时后 吃饱了的陆琳陆琪 带着顺心早茶店的十几样小吃 开车来到了刘氏武馆总部 一路来到刘青龙办公室 陆琳第一眼就看到了 那屋顶上的破洞 大小姐 昨晚刘馆主 就是从这里飞出去的 嗯 谢谢你的早餐 刘卫然接过来早茶打开一看 忍不住惊呼一声 哇 是顺心早茶的水晶蒸饺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谢谢你陆琳 没事 这是给你和刘馆主带的 不够的话 我等会再带你去吃 嗯 刘卫然答应一声 就坐在旁边吃了起来 刘馆主呢 再跟几个武王在那边聊天呢 已经进去好半天了 哦 那我等等吧 陆琳说着 便自然的盘腿坐在地上 陆琪也学着他的动作 好好 这是我会考虑的 没问题 咱们八个随时联系 尤其是王老板 李老板 还要向统领 以后还请多多照顾我这小武馆的生意啊 刘青龙的大笑声从外面传来 陆琳打开门一看 哟 全是熟人 哎 陆琳 你来了 你滴滴的是我知道了 你先在房间里坐一会 我马上过来 经过一晚上的修炼 刘青龙心中平缓了不守 毕竟他能晋升 还是靠着陆琳找到的红灵草呢 好的 管主 陆琳答应一声 又跟王胜利黎政打个招呼 至于其他人 虽然都是武王 但他并不认识 哎 陆琳 倒是王胜利看到陆琳后比较开心 他还捉摸着 怎么跟陆琳提昨天晚上的事呢 他当时太激动了 就想邀请所有武王来做个见证 其实应该先自己实验一番 然后再探探陆琳的口风 现在他们七个人的公司 都快弄好了 结果陆琳还一点都不知道 有点先掌后奏的意思 153 定价10万 梦想改变世界 王老板 有事吗 陆琳问道 嗯 关于那个事的 王胜利转头看向旁边的刘青龙 刘武王 能帮我找个房间吗 我跟陆琳聊两句 行啊 没问题 就在这边等待室可以吗 刘青龙知道 王胜利跟陆琳的关系 也不意外 好 王胜利答应一声 带着陆琳走进等待室 这一幕 让其他几位不熟悉陆琳的武王位置一论 看到二人进去 纷纷跟刘青龙打听陆琳的情况 进了等待室后 王胜利把昨天晚上 跟其他武王谈好的事 跟陆琳说了一遍 这正中陆琳下怀 王老板 这是 你这边尽管做 需要多少 红菱草跟我说就行 那就好 我还担心 这么操作会让你难做呢 红菱草地供应没有问题就好 此外就是收益地问题 王胜利说道 这个公司内我 占股70% 如今刘青龙正好成就武王 肯定也要给他分润5% 要不这样吧 我拿5% 剩下的60% 全都归你 陆琳点点头 对这个分成比例 还是比较认可的 公司里面有8个武王 每人只拿5% 这个比例看起来不少 但要看看人家是什么身份 就算是普通的销售员 给5%的提成都不算高 何况这几位都是武王 有着自己的人脉圈子 对于红菱草初期打开市场 有着巨大的帮助 那售价呢 我们虽然对这红菱草的效果 十分认可 但售价多少 还是你给个数字比较好 陆琳听了王胜利的话后 沉吟了一下 试探地说道 十万亿朵怎么样 红菱草在填充号空间附近 堪称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 又能很快长出来 即便生长缓慢 就看那庞大的空间 恐怕也足够王胜利 他们销售许久了 十万 王胜利满脸不可思议 怎么 这个价格是高了吗 王胜利连连摇头 他都搞不懂 陆琳是什么想法了 这红菱草 可是蓝芯唯一的 能够提升普通人资质的药草 只卖十万亿朵 陆琳你该不会 当这玩意是废品吧 太少了 这个价格太少了 依我看 一千万一朵 都有的是人买 完全不用担心销量 一千万太贵了吧 陆琳对此不太认可 红菱草虽然功效不错 但主要针对的 还是普通人 以及舞者级 这样的人群 你让他们掏出一千万来购买 那跟薅羊毛割韭菜 有什么区别 陆琳虽然打算用这个赚钱 但也不能赚黑心钱啊 他想到自己之前 因为天赋不足 只能无奈地进入武馆 追寻那遥不可及的一丝希望 整个人是多么的痛苦无助 陆琳希望 在自己能够通过 红菱草赚钱的时候 尽可能地给普通人一个机会 让那些跟他一样 天赋不足的少年 能够有个成为舞者的希望 将自己内心的想法 说给王胜利 王胜利忍不住感叹不已 也对 看来是我这相了 只顾着赚钱 却忘记了这个 我当年成为舞者 也是有一个拯救世界的心 可后来却也被现实打败 变成了一个满身铜锈味的商人 陆琳 那就按照你的价格吧 不过 如此低的价格 恐怕对于产量的需求是很大的 你这边可以保证 红菱草的供给吗 别到时候 因为产能不足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囤积居齐 然后再从中间赚取利润 如此反而不美 王胜利果然不愧是在商业上 经营了多年的老油条 很快就分析出了 这个事情的弊端 这个简单 王老板 咱们实行当场购买 当场服用的策略 不论一个人购买多少 必须当场服用 几位舞王 应该都有各自的产业 刘市舞馆 李老板的顺心餐厅 其他的舞王 也应该各自有产业 我们以红菱草作为主打产品 说不定还能帮助各位的产业 实现一次飞跃呢 这个倒也不错 不只是各位舞王的产业 我跟东山市镇首府的鲁达大哥 也认识 虽然他即将调人到江左市 但这样的事 还是可以获得官方的支持 到时候 我们全方位推广红菱草 助力东山市的普通人 和舞者快速提升 这年头 虽说人类舞者的力量不断提升 但在荒野 还是妖兽占据主流 也许 因为你这个红菱草 就让我们东山市 甚至整个江左地区的荒野环境 为之改变啊 王胜利颇为感叹地说道 他一开始只想做生意 没想到陆林竟然提出这么低的售价 这显然就是一个普惠的项目 每一个舞者 舞师 舞王 在年少时都做过改变世界的梦想 有人在做 有人却忘了 如今 因为陆林和红菱草 他也感觉到 重新找回了年少时的梦想和激情 好 那此事就由王老板安排吧 货员的事 我会安排的 陆林想到 龙刀小队暂时没有什么事 团队内的成员 都是闲散状态 不如让他们帮忙运输这红菱草 也是给众人一个出路 之前周深明说过 龙刀小队 可能要去江左市发展 但并不是所有成员都愿意去的 陆林跟大家电话沟通了一下才知道 因为周深明有个老同学 在江左市开了公司 想请一些人手来帮忙 愿意跟他去的 就是杨大伟 杨小伟 还有任天 黄黎和李莫都有家事在东山市 并不愿意过去 王岩也是因为身体原因 不愿意继续出去闯荡了 陆林跟大家都是队友 如果有可以帮忙的地方 那自然要伸把手 谈妥了此事 陆林和王胜利走出等待室 他还要给陆琪办理一下手续 陆琪现在已经成为舞者 还是中阶舞者 接下来需要巩固气血之力 同时也要加强战斗能力 陆林准备回去跟父母说一下 他对陆琪的安排 让陆琪暂时休学一年 等到明年直接参加舞考 这一年的时间 就先在刘氏舞馆担任个陪练 好好锻炼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 再把他扔到龙刀小队去 让他也体验一下荒野的生活 手续办得很快 当陆琪拿到舞者级陪练合同的时候 还像模像样地跟陆林握了握手 哥 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呀 请多多关照 154 龙刀运输队 陆平重病 行了 你个臭小子就别嘚瑟了 接下来给我好好训练 等我从江左市回来的时候 再检查你的进度 要是敢偷懒 我就把你一个人扔到荒野去 放心吧老哥 我肯定努力修炼 陆琪拍着胸脯答应一声 刚才陆林把储物戒指内 大部分地红灵草都交给了王胜利 他手里剩下地 暂时也够陆琪和家里人使用 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 红灵草短缺的问题 但他还是要跟龙刀小队的人 安排一下这个事 如何接货 如何运输 这些事情都得安排好 不然到时候 恐怕会出问题 打个电话 邀请周深明等人出来 陆琪在顺心餐厅 请大家吃饭 一众队友再次见面 都忍不住惊讶 陆琪递大手笔 陆琪这是发了大财了 既然带他们来这里吃 顺心餐馆这里面东西的价格 怕是一般的舞者都吃不起 陆琪这次是要说什么事 主位大哥 感谢之前队友的照顾 接下来 我要去江祖师工作一段时间 在这之前 我有个事想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办成了 以后黄黎哥和李默哥的生活 就不用愁了 陆琪啥商议啊 江祖师了 杨大伟期待地问道 运说 陆琪给几人简单地说 饿了一下他的安排 让龙刀小队的人去 特定的地点取货 然后送到王胜利手里 很简单 只要保证准时送达就行 至于如何取货 陆琪让傻蛋跟田冲号那边 再沟通一下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办法 行 这个是我们干了 李默听完直接答应下来 黄黎也点点头 他们俩都是有家有口的 能安安全全地挣钱 那自然没必要 过有危险的生活 而且陆琪这个活 一个月就运输一次两次的 他们如果有想法 完全可以冒险和运输兼顾起来 杨大伟兄弟对视一眼 都有些异动 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东山市人 能不离家自然最好 陆琪安排的这个工作轻松舒适 还没有太大的危险性 关键还不占有时间 两人看了一眼周深明 周深明笑了笑 没关系 你们自己安排就行 我那个同学的公司也是刚开 以后发展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陆琪这边既然有好的路子 那大家就先坐着 说不定以后我也要回来 跟你们一起混饭吃呢 周深明对两人的去留 倒不是很在意 行 队长 那就不好意思了 陆琳 我和小伟也加入你的公司 欢迎大伟哥小伟哥 一顿饭吃的兵主近欢 陆琳也抽空给大家 介绍了一下身边的陆琪 让他们以后 有空了帮忙带带他 听到陆琪也达到了五者中阶 众人都惊讶不已 这老陆家的基因 也太好了吧 有个能在五者阶段 斩杀六阶妖兽的陆琳不说 竟然又冒出来了一个 刚刚十七岁的五者中阶 不过对陆琪这个 长得人高马大的小兄弟 他们也都十分喜欢 彼此之间加了好友 以后就可以尝出来聚聚 众人正聊着天 陆琳的腕表 突然响了起来 陆琳一看是老妈的电话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看来老妈 又要催着陆琪 回去复习功课了 五者修炼 可不是光有实力就行的 一些基础的文化知识 不认识的植物死了 或者遇到不认识的妖兽 还冲上去搏杀 那不是找死吗 当然 除了这些基础的知识 还要学习更多 社会生活方面相关的知识 毕竟 不是所有学生在毕业后 都可以成为舞者的 喂 老妈 我带陆琪在外面玩呢 陆 琳 你爸 你爸他 陈小燕的声音带着哭腔 陆琳顿时意识到不妙 她赶忙问道 妈 我爸怎么了 她 刚才说胸口有点不舒服 我正做饭呢 我吐鲜血 我也 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了 什么 陆琳大惊 老爸的身体一直不错 怎么会突然倒地吐血呢 妈 你等等 我跟陆琪马上回来 嗯 我也打了120了 他们马上派车来接你爸 好 我五分钟肯定的 陆琳说着挂断了电话 诸位大哥 我爸突然吐血昏迷 我要先走了 你们先吃着 陆琪 赶紧走 陆琪答应一声 也是满脸焦急的 跟在陆琳身后 陆琳 你等一下 李莫他媳妇 就是五者二院的护士 李莫 你跟陆琳一起去看看吧 好嘞队长 李莫二话不说站起来 陆琳这时候没时间感谢 带着两人坐车开往家里 五分钟后 陆琳回到清运花园 这时候 120急救车还没有到 陆琳带着陆琪连忙上楼 他们俩连电梯都来不及等待 快步冲上楼去 只见老妈一个人无助地坐在地上 手上拿着一块毛巾 给老爸擦拭着嘴角的血迹 听到门响声 陈小燕转头看去 一看到陆琳兄弟 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嚎啕大哭 陆琪 你先看着点老妈 陆琳蹲下来 仔细检查着老爸的身体情况 脸色身体什么的都十分正常 除了吐血 没有其他的症状 陆琳 让我来吧 李莫自告奋勇 因为他媳妇是护士的缘故 李莫对于医疗上的一些事 也了解不少 只是 他看了一会后 也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这时候 120急救的车子来到楼下 急诊的医生护士赶来 查看了一下陆琳的情况 医生也无法确认 陆琳是什么问题 几位 跟我们上车吧 患者的问题 需要去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好的 陆琳痛快地回答 老妈这个时候 已经泣不成声了 她不知道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明明一家人都欣欣向荣的 怎么陆琳竟然得了这么一个医生 都没有见过的病症 一行人赶到舞者第二医员 李莫给他媳妇打电话 邀请了几个血液方面的专家 过来一起会诊 抽血 化验 拍片子 病理分析 3D立体建模碳伤 一系列的检查 送到会诊的房间 半个小时后 一位头发花白的医生才走出来 他对着陆琳摇摇头 长叹了一口气 155 柳氏败血症 必须前往江左室 陆琳的心中顿时就是咯噔一下 他不敢相信 自己的父亲 会患上什么不治之症 患者现在已经清醒了 你们家属可以去看看 不过他这个问题 哎 比较困难 陆琳先让老妈和弟弟 去病房中照顾老爸 他向前走了两步 医生 我父亲这是什么问题 柳氏乌尘血液灰败症 简称柳氏败血症 是目前医学上无法攻克的难关 医生给陆琳解释道 这种柳氏败血症 是在200年前 一位中海第一学人员发现的 因此被命名为柳氏败血症 这种病症初期 只会让患者凶闷 轻度咳血 昏迷 抑制混乱 每天不定时的 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会陷入这种状态 但随着病情的加重 这个时间也会逐渐延长 清醒的时间会越来越短 清醒时间短并不是大问题 而是因为血液中 出现灰败的性吸塑 它会不断在体内扩散 造成器官衰竭 肌肉萎缩 如果进入脑部的话 后果不是植物人 就是脑死亡 现在有效缓解柳氏败血症的 只有一种维生仓 但因为售价太过昂贵 针对性太强 东山市第二武者医院 并没有采购这样的设备 如果陆琳要给陆平 使用维生仓的话 需要到江左市办理住院 但江左市的血液研究所 血液病综合医院等 拥有这种维生仓的地方 那里也是人满为患 一个患者 每天能排到一个小时就不错了 只能依靠这机器 勉强吊着命 想要根治 没有一点办法 医生 那维生仓可以对个人出售吗 价格多少 陆琳自然舍不得自己老爸 跟别人抢着用那维生仓 反正他现在也不差钱 干脆自家买一台 至于以后治疗的是 陆琳觉得 等他修为强大了 总能找到救治老爸的办法的 出售 医生诧异地看了陆琳一眼 这人只是一个 十八十九岁的少年而已 竟然还想买维生仓 他有多少家底 维生仓出售倒是可以 不过价格可不是 一般家庭可以承受得起的 起步价就是十八亿 这是基础款的价格 进阶款三十八亿 完美款六十八亿 这还只是维生仓的价格 维生仓需要的各种药物 药液 每个月至少花费 就在千万以上 那些大医院 也是有国家给的补贴 不然光靠病人自己出钱 那在有钱的家庭 也要被拖垮 医生说完 就转身离开了 他摇头叹气 显然不认为陆琳有能力 可以买到这维生仓 并且放在家里长期使用 可这个价格 对别人来说 可能算是一笔负担 可对于陆琳来说 却还能够支撑 他刚刚卖掉的东西 王胜利估值百亿 还有之前的白头狼王 两者的收入加起来 有110亿 扣掉维生仓的价格 足够老爸使用三四十年 不成问题 医生 等一下 你能帮我联系到 销售维生仓的人吗 医生没有回答 只是摇摇头 既然医生不知道 那陆琳觉得自己总有办法的 将此事放在心里 陆琳走进病房 他看到躺在床上的老爸 精神很好 身体也没有任何问题 就跟正常的时候差不多 哎 儿子 你过来劝劝你妈 她就是小题大做 我这吐血 说不定是把体内的淤血 给吐出来了 是好事 怎么就大惊小怪的 还送我来医院来了 赶紧给我办理出院手续 我要回家 我现在身体健康 每天都要下楼走路溜弯 怎么可能有病 儿子 你看我这样像是生病吗 陆琳听到陆平说话时 都是中气十足 顺着他的意思摇了摇头 看 看 陈小燕 我就说了 你别大惊小怪的 你看 儿子都说我没有生病了 你好好的哭啥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死了呢 行了 赶紧收拾收拾回家 儿子赚点钱 那可是要出城的 我可不能这么躺在这里 陆琳知道 陆平说来说去 还是因为钱的事担心 不过父母的性格就是这样 他们一辈子过来 都过得紧紧巴巴的日子 即便陆琳给他们几百万花销 他们除了给陆七买点腰瘦肉外 基本上都不敢乱花 开车带着父母回家 他们坐在车上赞不绝口 陆平还说去荒野 就应该开一台这样的车 动力足 回到家里 给父母安抚好了 陆琳给王胜利打电话 王老板 我有事想要拜托你 陆琳知道 王胜利交友广阔 在江左市那边也能混得开 找他打听购买维生仓的事 准没错 哦 陆兄弟你说 王胜利那边的声音有些杂乱 不过他很快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接听电话 陆琳简单地说了一下父亲的病症 王胜利也是忍不住叹一口气 哎 这柳氏败血症 确实是近些年高发的一种病症 生病的不只有普通人 不少舞者 舞师 甚至舞王都患上了这种病症 只能在家待着 依靠维生仓保持生命 王胜利有个朋友就是血液研究所的 你父亲的这个病托不得 必须要尽快赶到江左市治疗 你别着急 我帮你安排一下 先去血液研究所 王胜利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过了一会 他又给陆琳打过来 陆兄弟 已经好了 你直接去江左市的血液研究所 办理住院手续 到时候包唐峰的名字就行了 好 多谢王老板了 谢啥 你现在收拾一下 赶紧带着家人出发 设备的事 我帮你联系一下 好嘞 挂断电话 陆琳来不及感慨 走到父母的卧室 爸妈 我们赶紧出发 去江左市 去什么江左市 我不去 陆平大吼一声 他坚决地认为自己没有生病 只不过是咳了两口血而已 这又是去医院 又是去江左的 这来来回回的 要折腾多少钱 爸 你听不听话 陆琳示意旁边的陈小燕 不要拉扯 他目光坚定地看着陆平 爸 这不是小事 你的身体你的健康 不只是属于你 更属于爱你的妈妈 我 以及陆琪 156 江左血液研究所 购买维生仓 爸 现在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 相信我 我可以治好你的身体 到时候 我们一家 还是可以平平淡淡地生活在一起 爸 我18岁了 我是成年人了 你听我一回 可以吗 陆琳说着 陆平地眼眶 忍不住有些红了 他知道自己的身体 早在之前 还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 就经常吐血 那时候他 以为自己是太累了 瞒着 躲着 没有让家里人发现 可没想到 这好日子过上了 他的这个毛病又出现了 这一刻 他真地是恨死自己的身体了 恨死那可怕的病症了 在全家人的目光下 陆平还是点了点头 同意了陆琳的建议 老妈开始整理一些必备的衣服 日用品 床单被罩等等 陆琳回到房间 悄悄默默地让陆琳进来 他房间里还放着之前陆琳 从八点他们手上得到的四柄F级战刀 陆琳一挥手 就将所有的东西收入储物戒指中 让没有见过储物戒指的陆平和陈小燕愣了一下 心中羡慕不已 谁少年时没有看过几本网络小说 没有幻想自己也能跟主角一样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呢 江左市距离东山市并不算远 陆琳开了六个小时的车后就已经到达 在路上 他还给刘青龙打电话 说了自己家里的事 刘青龙刚刚晋级武王 对这事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让陆琳好好给父亲治疗 需要钱的话尽管开口 他还不知道陆琳卖了几手东西后 手里的可支配资金足足达到了百亿 这笔钱 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王胜利也通过一些手段 给陆琳赚了150亿过来 陆琳还说这个钱太多了 王胜利却告诉他 本来要赚200亿的 可是银行那边有限额 剩下的50亿明天就能到账 让他不用担心钱的事 还有周深明也打来电话 他那个在江左市的同学 正好就是在一家医疗公司 担任分部总经理的职务 听说了陆琳的事后 表示会尽快给他联系售卖维生仓的机构 这一路上 陆琳的电话不断 不仅让他感受到了朋友的关心 也让家里人都放心了不少 陈小燕看到陆琳不断地感谢 心里也是舒缓下来 儿子终于长大了 根据导航来到江左市的血液研究所 陆琳刚刚报上唐峰的名字 就有一位专业的医生 过来带着陆琳离开 他要对陆琳进行一些初步的检查 等专家过来后再进行诊断方案 陆琳则让陆琳陪着老妈 他去办理住院手续 一切都井然有序 陆琳的检查还没有做完 陆琳已经给他弄好了特护病房 老妈在身边陪护 能找到机会休息 陆琳还没回来 那位王胜利拜托的医生倒是来了 唐峰一米八多的身高 身材轻瘦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看着温文尔雅 让人很是舒服 陆琳是吧 你好 老王给我说过 你是他的好兄弟 你放心 你父亲的事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会诊医治 如果后期有使用维生仓的必要 我也会尽量跟医院里面争取 但你提前做个心理准备 唐峰顿了一下说道 我们医院中的病人主要是各种血液怪症的患者 维生仓不仅对柳氏败血症的患者有用 其他的类型的病患也有需要 所以在使用时间上 我只能是尽量协调 唐医生我明白的 多谢您这大晚上的跑来一趟 我已经托人联系了维生仓的生产厂家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后期会在家中自己维持 不会过多的占用公共资源 嗯 这样最好 对了 你们远道而来 还没有地方休息吧 我帮你申请两间医生休息室 先对付一下吧 您太客气了 我等会跟我弟弟去对面的酒店对付一碗就行 唐医生您先忙 嗯 唐峰本来以为陆林这样的小年轻 虽然是王胜利介绍的 但看穿着也挺普通 应该没什么钱 没想到还是个小土豪 竟然要自己购买维生仓 简单的寒暄了几句 唐峰就告辞离开了 陆林进病房 给老妈和陆七说了一下 便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你好 请问是陆林吗 你好 我是 我们是诺森维尔公司 驻中海分公司的销售代表 你可以叫我皮特 听说您需要一台血液卫视治疗维生仓是吗 对 陆林这时候 也没有去纠结对方 一个华国人 却要取个洋人名字 好的 是这样的 血液卫视治疗维生仓 目前底端的 A350 A360 这两个型号的都已经售庆 如果要从欧罗巴调货的话 可能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 现在 我们还有两台A390的库存 如果您需要的话 我这边半个月之内给您送到江左 可以 陆林暗自算了一下 半个月的时间 就暂时让老爸在血液研究所这边治疗一下吧 麻烦问一下 A390这一款的价格是多少 128亿 什么 陆林惊呼一声 看到老妈和陆琪看他 他赶忙走出病房 找到楼道里 皮特先生 我了解过贵公司的维生仓售价 分别是18亿 38亿 68亿 陆林先生 我当然知道 18亿的是我们A350 38亿的是A360 68亿的是A360 1 也是A360的改进款 目前整个华国已经没有库存了 如果您要订购这三个规格的话 我会帮您申请 尽快从欧罗巴帮您调货过来 不过 您也知道 我们的客户 一般是华国的各大医疗机构 订单提交 都是至少十台起步 您只需要一台的话 半年内能运送过来 就已经算不错了 如果路上出点问题 恐怕半年都不止 这样吧 我听说您的父亲 是刚刚确诊了柳氏败血症 不如您再观察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等待一下价格比较优惠的款式 也是可以的 皮特口中每一句话 都好像在为路灵考虑 但那高高在上的语气 实在是让路灵有些难受 不用了 我就要A390 麻烦你尽快帮我安排发货吧 路灵不想跟对方多说了 157 江左买房 训练营将开 确认了路灵的需求后 那位皮特很愉快地 为路灵办理手续 毕竟是上百亿地大订单 诺森维尔公司 为购买者送上了 价值2亿地维生仓营养液 以及配套的医疗设备 不过 这只购路平一年的使用 如果一年后用完了 那自然要路灵继续掏腰包购买了 帮路灵办好所有的手续后 皮特还善意地提醒一句 血液未使医疗维生仓 需要一间至少40平米以上的房间 并且 水电温度湿度 都有严格的要求 希望路灵在自己的房子中 提前准备好这样的场地 在他看来 能够买得起128亿的维生仓的人 家里的房间肯定不会少 结束了皮特的通讯 路灵看着自己干瘪的钱包 接下来 他还要在江左买一套房子 东山市因为地处偏僻 时不时地会停水停电 路灵可不希望老爸在治疗的时候 突然家里停电了 不过 这事还是等明天再说吧 晚上 路灵在血液研究所对面的酒店 开了两间房 他本来说是自己守夜的 可路平坚决地让所有人都离开 他现在的状态还算不错 除了每天固定的发病时间 其他时候就跟正常人一样 路灵给他办的特护病房 每十分钟就有护士过来查房 随时有需要 都可以快速地联系到值班护士 根本不需要在这里守夜 不过 老妈陈小燕心疼钱 让路灵退掉一间房 反正病房这边是两室一厅 有他休息的地方 正好他还说 可以给路平顿点粥呵呵 路灵和路琪都劝不动这俩人 只能去酒店睡了 第二天一早 路灵买了一些清淡的早餐 带到病房来 跟老爸老妈说了 要在江左买房的事 买什么房 买什么房 路灵你不要浪费那个钱 路灵当即就表示拒绝 不过路灵也没跟他解释 直接把昨天购买 维生仓的转账记录给他看 一二三四 这是128 一 路灵的声音都颤抖了 他没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 还能看到这么大的一串数字 躺在账户上 虽然前面写着支出俩字 嗯 老爸 反正设备我已经买了 人家说江左地区 只有江左市市 唯一适合安装这设备的地方 你要是拦着不让我买房的话 那一套设备 就只能捐住给医院了 那不行 路灵当即大叫一声 路灵 你也真是败家子 挣点钱容易吗 就要捐给医院 房子的事你看着办吧 反正我是不管了 路灵到这时候了 也不愿主动说出 让路灵买房的话来 不过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 不对 路灵 你小子从哪来了这么多钱 你前天不是说 任务结算了五百万吗 这是哪来的钱 路灵都不怀疑 路灵是不是干什么 是弄来的钱了 在他的印象中 就是钻法律的空子 都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 爸 这你就别管了 反正我的钱来得干干净净 全是自己劳动所得 行吧 行吧 你也长大了 而且舞者的事 我跟你妈又不懂 你自己看着办就行 好 路灵答应一声 便带着路奇出去看房子了 他现在手里剩下的钱 就二十亿多点 看起来不少 可维生仓的营养液 一年就要两个亿 以后路灵的病情恶化的话 肯定需要更多的钱 到时候 他这么点钱真不够干啥的 先买房吧 路灵长叹一口气 启动了车子 一路上 路奇的心情也有些不好 他才刚刚晋升舞者 还没有来得及 跟爸妈分享心中的喜悦 路平就出了这样的事 现在 所有的压力都在路灵身上 路奇却想着 尽早成长起来 好好地努力提升修为 为老哥分担一定的压力 在外面跑了一天 路灵选中了一个 靠血液研究所 十几分钟车程的小区 那里正好有一套 四百多瓶的二手富士在卖 路灵看了一下里面的装修 还有周边的环境 便果断地订了下来 这一套房子 又花了路灵三个亿 他让中介的销售 帮忙联系一些家政 把房间整理一下 然后便带着路奇 去超市采购各种物资 大到家用电器 小到柴米油盐 路灵和路奇 从超市出来的时候 已经晚上九点了 吃过饭 他们才去医院看望路平 在病床前 路奇说着 今天的买房 以及购买物资的经历 让路平和陈小燕 都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了 一套房子 花了三个亿 这个数字 是他们无论如何 也不敢想的 没事 爸 这些都是小钱 你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钱才都是身外之物 花了还可以再赚的 路灵安慰一句 他们晚上还没法去新房子住 那边还要等人打扫一遍才行 晚上睡在酒店的床上 路灵看了一下日期 都已经6月28号了 从6月1日午考 到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实力提升了一些 钱也赚了一些 可路灵还要更努力地 提升自己的实力 近处有老爸的怪病 远处还有马家 林云生等人的威胁 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接下来 他的重点要放在天才训练营中 刘青龙说过 在天才训练营中 有数不清的功法秘籍 即便是突破到五王的功法 都有 路灵现在身上的所有无用的腰盒 都已经转化为简化点了 他就不信 这么多腰盒 还不够他提升到五王的 正想着 路灵的电话响起 是刘青龙 路灵啊 你家里安排的怎么样 你父亲的身体 谢谢管主挂念 我父亲暂时没事 我也买了设备 以后 再江左给他治疗 这样方便一些 嗯嗯 那很好 江左的医疗条件 比起咱们东山 确实要好不少 寒暄了几句 刘青龙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 对了 路灵 明天天才训练营的新生就要报到了 你可别忘记 报到的信息 我等会转发给你 好的 谢谢管主 让您费心了 没事 你以后出现了 成就武王了 可别忘记我对你的好啊 刘青龙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次的天才训练营 路灵能去 并不是他说的那样 为一些天才舞者做陪练的 而是 158 完成报到 武馆练拳 第二天一早 路灵安排好陆奇 找了个武馆训练 给了他一些钱后 就自己驾车 来到了天才训练营的报道处 入学通知上写得清楚 训练营是全封闭式的学校 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可以自行安排 剩下的六天都要在训练中 接受训练 这好像跟刘青龙说的 有些不一样啊 来这里报名的 学员数量不少 路灵不一会 就看到了好些少年舞者 在家人的陪同下 气宇轩昂舍我其谁地走过来 他们从路灵身边经过的时候 鼻孔里都是发出一声冷哼 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 路灵也不愿意 跟这些少年发生争执 他都重生过一次的人了 哪里还在乎这些义气之争 他来这里 就是为了学习功法的 报名的过程总体还算顺利 给路灵安排了宿舍 并且给了他一份 新学员入营守则 就让路灵离开了 从现在到6月30日晚上 路灵都是自由的 但在6月30日晚上6点之前 他必须到训练营中报道 训练营的地点 并不在江左室内 而是在一处废弃的 园前进基地中 路灵将信息录入到导航中 便开始认真地阅读 新学员入营须知 在训练营中 最重要的就是积分 学员获取的积分越多 可以消费的项目就越多 积分达到1万 10万点的时候 还会解锁更高的权限 甚至还有传说 钟蓝星第一武神 亲自培养的机会 路灵憧憬了一下 便继续看 积分虽然有用 但绝对不接受用金钱兑换 同时 一旦发现有学员 有这样的违规行为 将会开除训练营 永不录用 积分的获取方式 也有几种 第一部分是跟学习有关的 完成训练营的基础教学 掌握一些基本技能 在学习和联系中 能够名列前茅的学员 都会给予积分奖励 少则1-2积分 多的甚至可以达到 几十几百积分 第二部分是跟任务有关的 训练营会定期发布一些任务 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 进行揭取 只要完成任务 就会获得相应的任务奖励 当然 任务奖励的积分 也是根据难度来的 基础的每天巡逻训练营 一晚上只会给一个积分 第三部分是跟荣誉有关的 凡是训练营的学生 只要在训练营期间 为学校争取到各种荣誉 都会有至少1000 并且不设上限的积分奖励 不过这一点 陆林觉得自己 还是不要奢望了 光是看这个奖励额度 就知道 这些荣誉想要获取的话 并不轻松 第四部分 是学员之间的互动 比如说切磋 比如说 售卖自己制作的物品 比如说 实力高的人 带队完成任务 这个是学员之间 彼此交流的结果 训练营对此不做干涉 但是严禁作弊倒卖积分 入学区之中 除了关于积分的事 其他在陆林看来都不是事 什么尊敬师长 爱护同学 互帮互助 努力修炼 这些不用训练营说 陆林都会做到 仔细地阅读了一遍 陆林确认没有什么遗漏了 便开车离开了报道的地方 来到血液研究所后 陆林说了一下 关于家庭今后的安排 父亲生病 照顾他的主力 肯定是母亲陈晓燕 进场后就直接可以住了 到时候老爸想吃点什么 老妈也能方便给他烹饪 陆林要进入天才训练营中学习 当然 在说这事的时候 他是跟父母说自己要工作 这个没啥好说的 一周休息一天 陆林才能有时间回来探望他们 现在 最大的难题反而是陆琪 把他一个人扔到东山市 那肯定不方便 这半大小子连饭都不会做 让他天天吃食堂 自己照顾自己 陆林也有点不放心 老哥 这有啥好担心的 回头我去办个休学 这一年 我就在江左的武馆中修炼 到明年了 再回去考试就行 陆林觉得这样也行 陆琪在这边待着 家里还能热闹点 不然就只有陆平夫妻俩人在的话 俩人不知道的 沉闷成什么样子 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妥当 陆林便拉着陆琪 去了不远处的武馆修炼了 这武馆 就是江左官方的武馆 是江左市最大最强的武馆之一 另外一个 则是斩妖武馆 不过斩妖武馆 从不对外接受培训学员的业务 江左武馆 陆琪一个人去修炼新学道的 锦门气血功法和武技去了 陆琳则是在那里 一遍又一遍地 打着风牛大力拳 口中发出一道道牛叫的声音 远处有其他的学员 对他指指点点 陆琳也魂不在意 对他来说 现在修炼 这风牛大力拳 简直就是开挂 之前在填充号的时候 为什么能够一拳 打出65万公斤的力量 就是因为风牛大力拳的缘故 在陆琳意外领悟到风牛真意后 他的风牛大力拳 成长为低阶武技 修炼成功一层 就会增加原本100倍的力量 更关键的是 修炼需要的熟练度 竟然还是跟基础武学的时候一样 第一层需要10点熟练度 第二层需要100点熟练度 以此类推 当时在去清除安德鲁和突尼这俩人的时候 他先是打了几十变风牛大力拳 将拳力提升了整整15万公斤 才去战斗的 现在 好不容易空闲下来 陆琳当然是一头一脑地进去修炼了 他的实力修炼得越强 以后进了训练营中就能获得更多的积分 那些在旁边观看陆琳的学员 一开始还取笑他 可看着看着 就有人发现不对了 陆琳这每一招每一式 看起来平平无奇 可是在脑海中回忆一下 竟然觉得很有韵味 明明是很简单很基础的 人人都会得疯牛大力拳 可陆琳使出来 就好像真的有一头疯狂的铁骨牛 在那里跟妖兽战斗的感觉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在江左武馆中 最不缺的就是内行了 等陆琳又打完一遍 有一位身材修长的年轻人走过来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请问 你这修炼的是疯牛大力拳吗 陆琳看看对方 点头应道 是啊 竟然真的是疯牛大力拳 能请教一下 您是怎么练到这个程度的吗 年轻人继续问道 159 发现陆琳坚持练拳 怎么练的 陆琳愣了一下 总不能告诉别人说 自己有系统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每天这么练 在网上找一些铁骨牛的视频 看得多了 心中有一些感悟就好了 其实很简单 只是需要坚持而已 听了陆琳的话 年轻人明显有些不幸 疯牛大力拳是一门基础拳法 修炼的人众多 但他从未见过 有人能修炼到陆琳这个水平的 不过 当他感谢陆琳一生 站在远处看着地势后 发现陆琳又开始练拳了 也许 陆琳说地势是真的吧 谁知道呢 家主 进 马合征推门进去 看到马复兴正在看报纸 他是老一辈的舞者 那会舞者获取消息的渠道 主要就是通过报纸 后来才有的电视网络等媒体 不过马复兴 还是不是应使用新的渠道 最喜欢的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坐在书桌前 看着一天的报纸新闻 了解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小事 合征 怎么样了 距离天虎消失 已经快十天了 你查出什么来了吗 马复兴平静地说道 自从上次 在迎接林云生的宴会上 马复兴接到华国慈善总会的感谢电话后 就恨不得找到马天虎 把他吊起来抽打 可随后的消息 却让马复兴意识到 这可能并不是马天虎主动做的 很有可能 他收到了别人的胁迫 最关键的证据 就是在东山市 马家人根本找不到马天虎的踪迹 也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有一些消息 家主 我在东山市 找到了一个名叫赵勋的人 他的话有一些可信不 马合征显然是做过准备的 将赵勋 陆林 马天虎之间的事 说给马复兴听 哦 也就是说 这位赵勋认为 天虎比较在意一个小年轻的机遇 想要去抢夺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失踪 跟那个年轻人 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赵勋是什么人 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家主 赵勋就是一个小人物 在东山市 刘市武馆工作了三年 全力突破1200公斤 正在修炼气血呼吸法 他故意在天虎面前卖好 就是为了得到天虎的一些丹药支持 嗯 马复兴没有说话 手指不断地敲击着桌面 何正 你去查过这个赵勋了吗 他是不是跟那个年轻人有矛盾 想要借刀杀人 有 马何正肯定地答道 不过这人给出的情报 也确实没有丝毫隐瞒 天虎之前为了获得 东山市刘市武馆的支持 建立新的药材生产基地 一直在追求刘青龙的女儿 结果那个叫陆林的年轻人 几次捣乱 才让天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找到了吉山武馆 不过 昨日最新情报传来 刘青龙晋级武王 接下来 恐怕东山市那边 会形成刘市武馆一家独大的局面 到时候 我们投资的药材基地 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听 这个你跟何生说 让他看情况 调整一下策略 马复兴抬手打断了他的话 对了 那个叫陆林的年轻人 你有没有他的资料 马复兴突然想起 当时在白银山接林云生的时候 相军带着林云生夫妻率先离开 他则是跟南灵溪带着林云生夫妇猎的王级妖兽去处理 当时 他看到了一对年轻的男女 而马天虎跟一个武师就隐藏在那一对年轻男女身后 资料不是很全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 天虎得到的消息没错 他关注的 那位叫陆林的 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武考的时候 权力都没有超过一千公斤 可前段时间 竟然加入了一个武者小队 并且随队一起进入白银山执行任务 白银山 马复兴眉头一皱 陆林竟然在被他遇到之前就已经去过白银山一次 那么 如果他是一个有心人的话 时刻留意白银山地形 说不定能够阴跟在后面的马天虎一把 等等 不对 马复兴猛然想到 当时马天龙并不是一个人跟踪陆林 他身边还有一位家族中的中阶武师在 那个陆林 就算提升再快 再有什么特殊的秘密 也不可能能够斩杀得了一位中阶武师 何真 这样 你下去继续查这个陆林的资料 尽可能地找到他们小队的一些人了解情况 探寻陆林的战斗力 此外 你把注意力主要还是 放在那个刘氏武馆的馆主身上 以及家族中的武师身上 毕竟这年头 养不熟的白眼狼还是不少的 家主放心 我这就下去查看情况 马合征的脸上 闪过一丝阴狠神色 自从他成为家族的情报负责人后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棘手的问题 马天虎是家族嫡系的二少爷 将来肯定是要成为家主的 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 在这之前 还把账户中的十六 两亿资金全部转到慈善机构 在马合征看来 这是对他地位的极大挑战 即便马福星没有安排 他也会尽力去寻找到背后的凶手 夜深了 江佐氏的武馆是24小时营业的 不过虽然晚上还有人在修炼 比起下午的时候 还是要少很多 偌大的练武场上 此时显得有些空旷 不少人离开的时候 看到陆林还在那里演练风牛大利拳 心中也是佩服不已 刚才陆林说 他修炼拳法 就是靠两个字 坚持 那个时候不少人还对此嗤之以鼻 一门基础拳法而已 坚持修炼有什么用 最后还不是要转修气血 功法武技 在这种基础拳法上浪费时间的 不是脑残 就是没有未来的普通人 可是 当他们在离开武馆的时候 还看到陆林如此坚持 虽然不屑 但心中也有些钦佩 在任何地方 能够坚持的人 都会获得别人的尊重的 不过 到了后面 陆林修炼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风牛大利拳 在经过风牛争议的提升后 虽然熟练度没有任何变化 但对于气血 却开始有了消耗 他的气血总量 能够支撑他 连续打十遍 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番 为了尽可能延长时间 陆林都是放慢了速度 让气血的消耗 能够跟千重呼吸法 运转吸收的气血 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程度 160突然的信息 抵达训练营 哥 我们晚上就在拳馆修炼 不回去睡觉了 陆琪问道 虽然已经是舞者中阶了 但他普通人的习惯 还是没有改过来 嗯 当然要练 你的实力一次性提升了这么多 不好好适应 一下自己的实力 以后出门 小心被比你弱的人给欺负了 不可能 我从来没被人欺负过 陆琪立马反驳道 是吗 陆林走过去 一把推在他的肩头 脚下一半 陆琪应声倒地 哥 你干嘛 陆琪爬起来 拍拍屁股不爽地问道 干嘛 陆琪 你就这么点实力 随便一个舞者欺负你 就更完似的 刚才我也没有使出太大的力气来 但你还不是一下就倒了 那不算 你这个是偷袭 陆琪不服气 偷袭也很正常 我如果要打你的话 难不成还会说 让你小心便 陆琳绕着陆琪走了一圈 嗯 这个身材看起来壮 但其实就是一个花架子 这样吧 我告诉你 我准备攻击了 你做好防御 陆琪立马严震以待 嗯 不错 动作还是很快的 可就是不顶用 陆琳一边说着 突然伸出手指 直插陆琪的双目 陆琪下意识地向后躲去 并挥动左拳来攻击陆琳 可陆琳脚下一动 勾住陆琪的脚后跟 轻轻一待 陆琪身形不稳 再一次倒在地上 怎么样 小天才 这次我没有偷袭 也没有用超过舞者的力量吧 陆琪虽然还不是很服气 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陆琳了 好了 去练习吧 让你修炼 无论是气血还是技巧 经验 都是自己学习掌握了 还跟我闹脾气 陆琳这休息了一会 自己的气血也再次回复满 便不再搭理陆琪 一个人走到旁边去修炼了 他今晚的目标 是将风牛大力拳 修炼到第五层 再增加二十万公斤的力量 天才训练营中 肯定天才无数 他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行 一晚上的时间 陆琳和陆琪兄弟俩 就在不停地修炼中度过 看到还在修炼的两人都不经一愣 平时 他们都是最早抵达武馆的人 怎么今天还有人比自己早 等看到陆琳的身影 这些人都忍不住倒吸一口气 不是吧 这是哪来的五疯子 竟然一修炼就是一夜 这也太疯狂了吧 受到陆琳二人的影响 每一个来到武馆的舞者 武徒都拼了命地修炼 修炼气氛 一下就被陆琳给带动起来了 陆琳看着时间差不多 便让陆琪停下来 准备去外面吃点早饭 这时候 他竟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通知所有今日入训练营的学员请注意 请各位处理好各自私人事宜 尽快从江佐世出发 徒步前往训练营 八点前未在西城门迁到的学员 视为放弃此次入营资格 望周知 嗯 陆琳看着这信息陷入了沉思 现在才是早上五点五十分 因为是夏季天亮的早 看起来就跟七八点似的 怎么训练营 选择在这个时候发送短信 提前发不行吗 而且 昨天分明说的是在六月三十日晚上六点前入营就可以的 陆琳一时间也摸不透 训练营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时间对他来说还是非常充裕的 他带着陆琪在附近专门为舞者准备的早点点吃饱了 还去医院探望了一下父母 交代了一些事情后 陆琪才准备开车离开 不对 等等 刚才短信上写的是要学院徒步去训练营 那陆琳开车也没用啊 他反身上楼 将车要是交给父母 又给父母的账户上打了十亿资金 昨天王胜利还要再给陆琳五十亿的 被陆琳收到后直接退回了 对他来说 那一头白头狼王能卖五十亿就已经超出想象了 如果真的一分钱都不让王胜利赚的话 以后谁还会跟陆琳做生意合作 这次陆平生病 王胜利忙前忙后还找了关系 陆琳心中只有感激 一路上盘算着 等到了西城门的时候 陆琳看到了一个小桌子 后面坐着一个穿着长袖卫衣的女孩在打瞌睡 女孩趴在桌子上 双目无神 这就是天才训练营在城门处的千道台 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嘿 你好 我是爱千道的 千道 哦 你好 名字千这里就行了 另外 你站好 我给你录一段视频 发给上头 女孩忙活了五分钟 才说道 好了 陆琳学员 你可以出发了 好的 谢谢 陆琳看着千道表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不禁叹了口气 这年头 舞者都这么懒惰了吗 打开万表的导航功能 陆琳出发 从江左市西城门到天才训练营的营地 大概有140公里的路程 只要陆琳保证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 就可以轻松地到达 根本不用太敢 训练营所在的那一处前进基地 虽然被废弃了 但这条路 还是经常有人走的 陆琳走在上面 也没有遇到什么妖兽袭击 中午的时候 陆琳想要找点吃的都专门绕了十几公里 才猎到一头长得又肥又大的三眼兔 白色的 不过考了以后 陆琳发现 这所谓的极品三眼兔 口感也就那样 并没有当时王胜利说的那么好吃 让人把舌头都吞下去的程度 吃过东西后 陆琳处理了一下火灶 以及三眼兔的内脏 就继续上路了 这一路虽然没有怎么加速度 但陆琳看了一下地图 距离训练营就五十多公里了 慢悠悠地走着 陆琳就听到 身后传来一阵阵跑步声音 一大群足有二三十人的学员 匆匆从陆琳身边跑过 带起了一地的烟尘 他们诧异地看着陆琳 不知道陆琳是什么身份 不过 陆琳却可以确认 他们就是训练营的学员 继续走着 一波又一波的学员超过陆琳 冲向训练营的方向 陆琳大概看了一下 从他身边经过的 差不多有一百多人 这一次训练营 竟然招募这么多人 江左市果然是大城市 年龄刚满十八 就达到五者级的 竟然有这么多人 记得在东山市 好像只有各位数吧 终于 陆琳看到了一片灰色的建筑 对比地图 这里应该就是天才训练营了 161 珍入门考核 武王当生活教师 陆琳往前走去 只见训练营的大门前 一众少年天才正站在那里 他们彼此交头接耳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陆琳的到来 让众人都不由好奇地 转头看向他 有人记得 陆琳就是他们 在路上遇到的那一位 便转过头去 说起来 这也是一位竞争者 新到的学员 你需要完成入门考核 才可以进入训练营 这时 一个戴着墨镜的女子 从门内探头出来说道 女子染着一头红色的头发 隔着墨镜 也看不清具体的长相 只是知道 她的皮肤白皙 哦 请问是什么考核 推开这扇门 并且不能有任何人帮忙 女子伸手指着 旁边的两扇大门说道 陆琳转头看去 只见在灰色的围墙中 果然有两扇灰扑扑的大门 看材质 就是普通的 对开式的木门而已 这算什么入门考核 好 我去试试吧 陆琳说着 便走向那扇大门 旁边看到这一幕的 其他学员们 都忍不住窃窃私语 又是一个 被视觉欺骗的傻蛋 她该不会真以为 自己能推开 这两扇大门吧 噓 众人的声音传入陆琳耳中 不过陆琳却没有回应 在她看来 既然是入门考核 那应该不会太难 木门的话 最多也就是稍微重一些 不会超过舞者的极限 不然 那就不是考核 而是为难了 陆琳站在门前 双手放在兽手铜环上 轻轻用力 果然 陆琳的猜测是对的 这两扇大门非常重 怕不是有三万公斤以上 这一下 陆琳是知道 刘青龙之前说 让她过来的目的了 就是给那些 眼高于鼎的天才们 一个打击 让他们看看 他们自己做不成的事 却有人能够在同等级可以做到 以此让他们能够放平心态 踏踏实实地修炼 这也是训练营教官的良苦用心啊 陆琳微微用力 推开了大门走进去 新人 你很不错 报上你的姓名 院内传来一道声音 陆琳一看 正是刚才那位戴着墨镜的红发女子 你好 我叫陆琳 陆琳目光扫去 果然 在院里还有不少舞者 或者说是舞师 能够随手用力推开三万公斤大门的人 至少也要拥有舞师以上的水平 陆琳之前在白银山见过的 温子与温子友也在其中 看到陆琳进来 温子友还冲她几眉弄眼了一阵 陆琳啊 你很不错 红发女子说着 翻动手上的一个文件夹 小声说道 奇怪了 这一次东山市那个小地方 竟然选上了一个舞师 陆琳没听清她说什么 请问 我现在需要做什么 哦 你不需要做什么 就在这里 和能够进门的人彼此熟悉一下吧 我叫柳妍 炎热的炎 是你们这一批学员的生活老师 舞王出街 以后请多多关照 红发 柳妍笑了笑说道 不过她并没有伸手的意思 不过这简单的一句话 却让陆琳惊骇不已 柳妍 生活老师 舞王出街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 让陆琳瞬间就感受到了 斩妖舞馆的强大 只是一个生活老师 配的 就是出街舞王 还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 斩妖舞馆内 有多少舞王存在啊 柳妍说一句 也没有跟陆琳解释的意思 便继续站在围墙边 身子缓缓生气 冲着门外的学员说道 你们都快一点啊 连入门考核都过不了 以后别说自己是什么天才了 叫废物吧 柳妍这么说 外面也没有人敢于反驳 没办法 他们刚才已经领教到柳妍的厉害了 陆琳 你终于过来了 温紫游走过来 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陆琳笑笑当作回应 他的目光转向其他人 这院里站的少年有九位 加上陆琳正好识人 温紫游知道陆琳的意思 陆琳 这些都是我们这一批学员中的舞师 其中温紫游 马天成 顾笑 张亚南 王岳 都是舞师中阶 咱们剩下的五个人都是舞师出阶 这位是陶天 这位是李浩然 这位是金也 我你肯定认识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咱们十个人 就是这一批学员中仅有的舞师级了 温紫游一个个介绍过去 不过这么快的介绍 陆琳也只能大概记住每个人的名字 至于个人的性格特长 肯定要以后再来了解了 九人中 温紫游温紫游 陆琳是认识的 其他人对于他的到来 有的欢迎 有的冷漠 不过却没有表现出敌意的 不过让陆琳意外的是 竟然还有一个马家的人 马天成 只要听着名字就知道 是跟马天虎马天龙有关系 看来 接下来的训练营中 也不能太过高调 好了 看样子 你们都无法推开门进来了 那就从旁边的小门进来吧 马上就要六点 入营一试就要开始了 在此之前 我要先给你们说一下 咱们训练营的一些基础的信息 柳妍对外面的学员说道 她打开了旁边的小门 让学员们依次进来 大家都安静一下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柳妍 是以后你们的生活老师 大家可以叫我刘老师 在入营前 我们会做一件事 分宿舍 现在 我交到名字的站出来 彼此认识一下 罗真 李强 张磊 你们八个人是一个宿舍 赵华 陈龙 宋亚 你们八人是一个宿舍 柳妍不断地念着学员的名字 这些人走出来 都忍不住暗自嘀咕 他们都是舞蹈天才 在舞考时 就晋级成为舞者 有这样能力的人 一般情况 都是家中有钱 有实力的 他们什么时候 住过这样八人一间的宿舍 彼此对视一眼 他们做好准备 等会就跟柳妍申请更换宿舍 就算不是单人间 至少也要弄得双人间吧 柳妍将所有的人都分好宿舍 他也看到了 这些人都有意见 好了 大家不要着急 这个宿舍的分配 是因为咱们营区内的房间不够 只能这么安排 同时呢 这个分配方案 也不是固定的 以后也有换宿舍的方案 供大家选择 下面 是刚才没有念到名字的十位学员 162 条件简陋的宿舍 柳妍的真面目 柳妍的目光 放在陆林等人身上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你们这十人 应该都已经是五十级了 在这个年龄 就能达到五十级 即便家里有条件 也能看出你们各自的天赋了 所以 你们的宿舍都是单间 宿舍内有网络 洗浴设施 干净的床铺 书桌 椅子 被褥 以及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 陆林听柳妍这么一说 心里就忍不住犯嘀咕 您可是一位初阶舞王啊 不至于事无巨细到这种程度吧 嗯 这些条件都可以保证 大家在入住后 生活上有一个基本的保障 当然了 柳妍看向那些普通的学员 脸上带着一丝遗憾 你们住在普通宿舍的学员 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 什么 不会连张床都没有吧 我靠 我就说 为什么还要专门交代 这些桌椅被褥之类的东西 原来我们都没有啊 刘老师 该怎么才能换宿舍呢 有知道规则的学员 立马问道 斩妖舞馆 可不是什么小舞馆 实力雄厚 财大气粗 这两个词最适合不过了 这么大的一个舞馆 新办的天才训练营 怎么可能一点基础的生活用品 都不给提供 这肯定是有其深意的 这位同学问得好 我来给大家回答一下 在天才训练营中 一切都是以积分说话 单人间宿舍 除了他们占据的时间之外 还有另外时间 大家可以花积分入住 一天只要一个积分 是不是很便宜 当然 肯定也有学员 没有那么多积分 但还想住得好一点 那就只能对这些 免费住宿舍的学员 发起挑战 挑战成功 你就可以享受 跟他一样的待遇了 在天才训练营中 积分是一切的硬通货 大家一定要关注积分的事 好了 现在 各位按照我分配的宿舍去休息吧 大家也能彼此认识一下交流一下 等会5点50分的时候 准时在营区操场集合 都是成年人了 可别说自己找不到 柳言安排完 便静子离开 那些普通学员都炸开了锅 他们有心 想要挑战陆林等诗人 可现在 他们的实力 都是高阶舞者 根本不可能战胜这诗人中的任何一个 只能掩齐息鼓 好好修炼 等待他们也晋升到武师境界再说 陆林 走吧 咱们也回宿舍吧 既然是单人宿舍 咱们可以住得近一些 好 陆林等人 走向自己宿舍的时候 经过了这些普通学院的宿舍 他们的宿舍 果然是惨不忍睹 大通铺 没厕所 被子虽然是干净的 但背面的颜色都洗掉了 至于洗澡沐浴 更是别想了 一人一个脸盆 大家不争不抢多好 时不时的有人气得咒骂 但很快 又被同宿舍的同伴给劝住 出来乍到 还是老实低调一些比较好 来到二楼 陆林他们大概看了一眼 各自宿舍的情况 都差不多 大家也就没有争抢 每个人随便选了一键入住 相比起一楼那样的情况 二楼的宿舍 简直如同在天堂一样 干净明亮的房间 铺着大理石瓷砖 天花板上有明亮的灯光 房间内 还有一个不算多大的卫生间 里面有淋浴设备 整体感觉还行 陆林连荒野都闯荡过了 对于宿舍的要求 真不是太高 尤其是对比一楼的环境 他更是满意极了 教师楼 柳妍走进一间办公室 啪的一下 将手中的花明册扔到桌上 小妍 这一批有没有什么好苗子 有事肯定有的 不过到时候 还是你们看着来吧 柳妍坐在椅子上 撑了一个懒腰 美好的曲线暴露无遗 不过办公室内的其他几位 都没有多说什么 这场景 他们都见多了 如果谁真的对柳妍这家伙心动的话 那就是悲惨的开始 我都说了 我这次就做一个纯粹的生活教师 其他的别来烦我 哈哈 你这也太偷懒了 脏活累活给我们 你自己一个人负责生活 真是的 当年定下这天才训练营的时候 就没有生活老师这么一说 行了 行了 你们几个有着时间闲聊 不如想想 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吧 马天龙 我在 师姐 在角落 一个年轻的男人站起来 他正是马家的大孙子马天龙 这次喊你过来担任教练 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师姐能喊我来 是我的荣幸 真的吗 真的 比真金还真 行 那周末 你陪我去逛逛江左怎么样 长得大 我还是第一次爱江左呢 师姐 这是我的荣幸 呵呵 去吧 柳妍不在意的挥挥手 让马天龙出去了 他看着旁边呵呵笑着的几个人 行了 你们几个笑什么 要不照合 你给我去买点零食 不不不 我还要备课 明天第一节就是我的课 时间紧迫 你让董栋或者孙哲他们去啊 赵和赶忙贴清关系 并且把火引到其他人身上 卧槽 赵和你压欠走 不好意思柳妍 我肚子疼 要回去吃药了 对对对 柳妍 我大姨父来了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三位舞者的身影 接连跑出去 哼 就这海武王呢 明明比我实力强 我有那么可怕吗 柳妍不满地说道 旁边的钱宝丽走过来 坐在他旁边 你这话说的 还不是当年你在训练营的时候 可拙劲地欺负他们几个 搞得几个人动力十足 都晋升中阶舞王了 还是这么怕你 你看看无锡 人家就一点不怕 哼 他那只知道炼丹的死木头 我欺负他都没有成就感 宝丽 韩教官还没有来吗 他多会道 不知道 韩教官刚刚说 他在江左市 找林云生的麻烦呢 这回不知道在哪里打架呢 林云生 林云生怎么来江左了 他当年不是说 今生永不入华国的吗 柳妍连忙好奇地问道 唉 他儿子死了 说是在白银山中 搞什么恶心人的玩意 被一个路过的野生武王给弄死了 呸 活该 宝丽 你这话可小点声说 别让人听去了 给你告状 163 全武王阵容 恐怖的无声王 时间来到5点50分 所有的训练营学员都不敢怠慢 对于操场的位置 他们早已经打听清楚 学员们以宿舍为单位 八人站成一队 在操场上 列成了整齐的方阵 柳妍率先从教学楼中走出来 看着一排一列的学员们 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站在一边 今晚 他可不是主角 第一位教师走出办公楼 凌空飞起 学员们都有些激动 他们都已经知道 柳妍是武王了 没想到 这又出现一位武王 诸位学员好 我叫赵和 是你们的游泳教练 赵和是一位身材修长 肩部很宽的年轻男子 长得还有点帅气 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练功服 看起来很精神 只是 学员们都有些愣住 啥叫游泳教练啊 他们是来参加天才训练营 提高武技气血的 学什么见鬼的游泳啊 赵和也没有解释 站在空中 平静地看着下方的学员们 很快 第二位舞者也从办公室走出来 她是一位女性 身材略显风雨 脸上还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诸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跳绳教练 钱宝丽 钱宝丽说完 也是一步踏出 飞在空中 凌空站在赵和身边 又一位舞王 学员们都惊了 展妖舞馆实力很强 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可很少人跟展妖舞馆打过交道 没想到 这才出来三位老师 一个个的都是舞王 只是 这位看起来有些丰满的女老师 竟然是交跳绳的 人群中 有些学员已经忍不住开始幻想 钱宝丽给他们上课时候的场景了 这时 又从办公室走出来一位舞者 他穿着短袖短裤 头上还戴着一条霉红色的纸旱带 看起来青春阳光 这位舞者也一步踏出 来到空中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跑步教练 董栋 舞王 这位董栋也是一位强大的舞王 只是 所有学员都梦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是来这里参加天才训练营 修炼武技和功法的吧 怎么又是游泳 又是跑步 还有跳绳 感觉像是进了体校一样 正想着 又有一位舞者走出来 他的打扮就正常多了 上身一件长袖蓝色T恤 下身穿着黑蓝色的西裤 黑色皮鞋 戴着一副眼镜 胳膊上海夹着一本厚厚的书 这位明显从形象上 更符合大家对于老师的印象 大家好 我叫吴熙 口天吴 西北的西 是大家的炼丹老师 说着 这位吴熙也一步踏出 来到了空中 站在三人旁边 什么 炼丹 学员们感觉 这一次的训练营 已经逐渐地走向离谱的方向 如果说体育运动跟舞蹈 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关系 可您这个炼丹是怎么回事 哄 所有人想着 却听到一声巨大的声响 众人收回视线 看向办公室的方向 顿时吓了一跳 一位身高 足有一米九 穿着一件红色运动背心的壮汉 站在门口 他的手里 抓着一个巨大的棒球棍 浑身上下肌肉球结 看上去就好像是电影里的 超级怪兽一般 刚才那一声巨响 正是这位把手中的棒球棍杵在地上 发出的巨大声响 哈哈 大家好 看你们一个个弱不禁风的样子 以后是我的课 可要小心些了 我是你们的力量训练老师 孙哲 说完 这位孙哲老师 也一步踏在空中 舞王 又是舞王 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只是刚才这位孙老师说 他们一个个弱不禁风的 学员们不用多想 心中就是一顿哀吼 尤其是一些身材窈窕的女生 他们才不想变成孙哲老师这一副模样呢 这时 又有一位年轻人 从办公室走出 看到那人的第一时间 马天成心中激动 就差大喊一声大哥了 来人正是马天龙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 戴着金边眼镜 手中拿着一柄造型凶恶的大刀 颇有一种西装暴徒的法 他也是一步踏出 飞到空中 温和地笑着说道 大家好 我不是老师 但我负责大家日常的任务发放和揭取 以及看守图书室的工作 我叫马天龙 大家可以叫我马老师 马天龙温柔的话语 帅气的面容 以及图书管理员的身份 让学员们对他都是好感倍增 谁不知道 在华国 最神秘的职业 就是图书管理员了 马天龙能够在 全世武王的天才训练营中 成为图书管理员 实力肯定非常强大 当然 也有人认识马天龙 是如今华国最年轻的武王强者 两个多月前 整个华国上下 都为他晋升武王 而庆祝了好久 看到人都到齐了 柳妍也飞到空中 朗生说道 学员们 这六位就是我们这次 训练营的主要老师 大家以后有任何学习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询问他们 生活上的问题找我就好了 接下来 有请我们这一届 天才训练营的负责人 韩申武王 柳妍话音刚落 学员的群体中 就一阵骚乱 我靠 韩申武王 是我知道的那位大佬吗 应该是了 韩申武王的名声 在国内并不响亮 但在国外 可是被称作是 吴申王的超级存在 他老人家 可是武王高阶九级的超级强者 卧槽 吴申王是我偶像啊 他之前一战 弄死了樱花那边 七位高阶武王 以及十四头王级巅峰妖兽 韩申一出 寸草不生 就是这位大佬的真实写照啊 绝对是 我拿人头担保 在国内 除了吴申王 还有谁敢叫这个名字 我同学他姐姐生孩子 本来就打算起名叫声的 结果想到韩申大佬 硬生生给孩子的名字 改成了小生 就是因为静养无生王的缘故 不过韩申武王为什么突然回国了 他之前不是在阿三那边镇守吗 兄弟 你的消息太老了 阿三那边去年新闻都报道过了 有三位武王 因为修炼出了问题转生了 你品 你细品 不是吧 难道那三位武王是因为 嘘 他来了 164 升哥好 积分榜 玩游戏选班长 天空中 正在缓缓下落的夕阳 突然被一片云层遮住 荒野上 不知道从哪里吹来了一阵风 明明是燥热无比的夏天 却让在场地学员们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一个小黑点 从数千米的高空快速下落 逐渐放大 有视力好的学员 已经看到了 那黑点有着人类的轮廓 刚才还熙熙攘攘 有些吵闹的操场上 顿时鸦雀无声 就连站在空中的七位武王 都不动声色地 降低了悬空的高度 高空中的身影 越来越清晰 已经有人辨认出 这位就是柳岩口中的无声王了 有人心中激动不已 无声王 这位可是在百年内 为华国 以斩妖武馆武者身份 在狱外扬威 让一切敢于 基于华国的肖小文之色 变得超级强者 笔之仇寇 我之英雄 无声王 韩生 就是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豪杰 无声王的身影 在距离操场白米左右时减速 随后准确地悬停在众人面前 黑色头发 根根竖起 刀锋一样的眼神 透出寒光 两米网上的身高 从地面 看他就仿佛一位巨人 标准地到三角身材 最显然的 就是他脸上的 一道斜着的疤痕 从左眼的眉骨 一直斜斜地滑到下巴上 伤口虽然已经痊愈 但在伤口边缘 还是紫着紫红色的阴影 霸气 高冷 凶狠 这是陆林对于无声王的第一印象 在此之前 他也听说过无声王的名号 但这样高端的武王强者 一般不会有影像资料流露在外面的 所谓见过他的敌人 都是死了 这对于无声王来说 并不是一句玩笑话 大家好 我是韩生 你们可以叫我无声王 或者韩老师 不过 我更喜欢声哥这个称呼 最近正好忙完了国外的一些事情 回来休假一段时间 正好带带 你们这些小家伙 希望以后 大家多多关照呀 无声王虽然凶名在外 但说话的时候 却是慢条私理 如果不看他的外貌的话 肯定会幻想他是一位 穿着白色格子毛衣 为你端上一杯热水的绝世暖男 声哥好 有个学员大胆地喊了一声 韩生看了他一眼 那位学员紧张坏了 无声王人家只是客气一下 你竟然真的敢喊出来 这是不要命了吧 所有的学员们都按 为那家伙捏一把汗 哈哈 好 就这么喊我 我喜欢听 这声哥的称呼 让我一下 回到了百年前 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 喊得好 以后就这么喊 知道了吗 是 声哥 那个学员激动得脸色涨红 这个牛 他觉得可以吹一辈子 吹给他的儿子女儿 孙子外孙 他曾经见到过无声王 还喊他声歌了 声歌好 声歌好 其他的学员见韩生没有发怒 也都带着胆子 喊起了声歌 陆琳也不例外 他知道很多关于韩生的事迹 甚至在一些小学初中的课外读物中 都有不少关于无声王的传记 好好好 大家好 以后都是一个战壕里面杀敌斩妖的好兄弟 韩生笑着安抚了一阵 学员们才安静下来 他转头看了柳妍一眼 小妍 你带他们选一下班长吧 规矩什么的也都说清楚 明天早上第一节是谁的课 是赵和的游泳课 哦 不错 小赵 明天早上好好教 就看你的了 教官放心 我肯定会好好教学的 赵和在教学两个字上加中英说道 让听到他们对话的学员们 都是心中意紧 难不成 这游泳课还能被赵和玩出什么花花来 跟几位教师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工作后 韩生看着下方的学员 诸位 接下来一段时间 大家要好好学习 你们的所有学习计划 都是我亲自制定的 同时 为了激励大家好好学习 我们做了一个积分榜 每个月最后一天 是积分榜结算的时间 我会挑选三位积分最高的学员 进行一对一的5G指导 好了 今天就这样 期待7月末与大家的相见 韩生说完 再次腾空而起 他可是华国顶级的五王强者 怎么可能真的浪费时间 在一个普通的天才训练营中 这样的大佬 虽说是休假 但每天要忙的事 肯定也无穷无尽 啪啪啪 韩生离开后 其他的几位老师 也都各自返回办公室 空中只有柳妍一人 他拍了拍手 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同学们 大家刚才也听到了 无声王让我选一个班长出来 其实我跟大家也是第一次见面 对于如何选班长 也没有什么想法 不如这样吧 柳妍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她手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遥控器 她按下按钮 只见操场周边 升起了道道巨大的透明光照 大家不用紧张 这个光照只是起防御的作用 没有任何危险 我觉得我随便指定一个班长 哪怕是修为最高的 大家也不会满意 那么 干脆我们就玩一个游戏 增加一下彼此之间的了解 这个游戏 就叫最后一个战利者 学员们心中冒出一丝丝不妙的预感 这个游戏 好像并不如柳妍说的 是个游戏 好 现在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 所有人在操场中互相攻击 但是 不得使用武器 不得使用轻甲 也不能对要害部位下手 咱们这一次 毕竟是个游戏 万一打出事了就不好了 所以大家 还是要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规则就是 一旦躺下 那就代表安全 任何人不得攻击 谁若是违反规则 我等会可以带你们了解一下 惩罚的措施 好了 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 获胜者只有一个人 怕死的 胆小的 弱小的 都可以躺在地上 直到决出最后一个战利者 还有 不要作逼哦 不然我抓一头王级妖兽 关到你们宿舍里 都听明白了吗 柳妍问道 听 听明白了 学员们三三两两地答着 他们一遍说话 眼神不断地在身旁的同伴身上看着 有聪明的人 已经向后边退去 避免成为第一个遭到攻击的人 陆琳听到这个游戏的时候 顿时心中一喜 这不是正瞌睡的时候 来了的大枕头吗 165 来打我呀 你们太弱了 对了 就在透明光照即将合拢的时候 柳妍又说道 为了避免有的学院偷奸耍滑 我有情提示一下 天才训练营 现在有160余学员 这么多地数量 对于各位老师弟教学 不是很方便 所以 每个星期 我们都会淘汰一批学员 至于如何评判淘汰的标准 就看大家日常的表现了 此次游戏中 没有战斗 就故意躺下的学员 直接勒令退出训练营 没有努力战斗的学员 列入观察名单 好了 大家准备 柳妍正说着 就看到下方有一个学员举手 你有什么问题吗 柳老师 请问被击倒后 是否还可以站起来继续战斗 柳妍好奇地看着这个学员 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这个问题很不错 正常情况下 被击倒就代表你 已经失去大部分的战斗力 如果这个时候 还能站起来战斗的话 我想 我会很期待看到这一幕 谢谢柳老师 学员答应一句 随后他的后背 就被人踹了一脚 这个学员 往前一个踉枪 立马就有前面的学员 抓住机会 一拳打在他脸上 脸不算致命弱点 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 那个学员 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被打得昏头转向 紧接着 七八个学员直接冲上来 对着他一顿猛攻 他们彼此之间 并未有过任何的交流 纯粹就是因为 看这个家伙不爽 靠 欺负弱小 算什么本事 来打我呀 陆林大吼一声 加入战团 这被众人围殴 又不会致命的机会 乃是陆林一直期待的 他的龙鹰金钟罩 现在提升速度太慢了 刚才他还想 这群战的时候来得正好 一群高阶中阶的学员 来打他 既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还能给他提升熟练度 他还在想着美事呢 就看到有人抢走了他的机会 是那个武士天才 对 他昨天最后一个来的 却推开了大门 退 暂时不移 跟他发生冲突 正在打那个学员的几个人 顿时向后撤退 露出中间 被打成猪头脸的学员 陆林一愣 这什么情况 为什么不打我 他直接冲到一位 刚才打人的学员面前 来啊 打我呀 欺负弱小算什么英雄 陆林前进一步 那个学员后退一步 陆林在前进 那人继续后退 陆林看着他心中不爽 直接一拳打过去 懦夫 勇者愤怒 抽刃向更强者 窃者愤怒 却抽刃向更弱者 你这样的人 只敢聚集起来欺负弱者 算什么武者 陆林一边说着 手中的拳头 不断地砸向对方 那人被陆林说得面红耳赤 再加上 陆林虽然没有用权力 但一拳打下来 也让他无法抵挡 心灵和身体 受到了双重伤害 他终于忍不住了 啊 我打死你 这人大吼一声 冲上来挥卷 打在陆林的胸口 龙吟金中 照熟练度加一 太弱了 陆林不再攻击他 而是转头看向 刚才那几个 一起参与围攻的学员 你们 也是懦夫弱者吗 几人被他看得一怒 都冲上来围攻陆林 龙吟金中 照熟练度加一 龙吟金中 照熟练度加十 龙吟金中 照熟练度加五 金中照的熟练度 不断地提升 陆林满意地享受着他们的帮助 这样才对吗 他却没有看到 那个刚才被围攻的少年 此刻蹲在地上 双目出神 正正地盯着陆林 和那几个学院看 勇者愤怒 仇人向更强者 勇者愤怒 仇人向更强者 他也大叫一声 冲到人群中 抓到一个刚才攻击他的学员 拼了命地打起来 受到这边的影响 其他的学员 也都彼此战斗起来 只不过相比这边的惨状 其他人的情况 看起来更像切磋 一个个嘴里哇哇乱叫 可打了半天 两人却没有一个受伤的 这也太敷衍了事了 陆林感受到 这几个围攻他的学员 有点不行了 便硬顶着两三个人 闯入到其他人的战团 他也不管对面的是谁 他冲过去 就对着人一顿老拳 本来正在进行 有意切磋的学员 顿时不爽了 被陆林攻击后 两人竟然一起冲过来 攻击陆林 龙鹰金钟罩的熟练度 不断地增加着 陆林心中大爽 只是 更多的工具人 帮忙提升龙鹰金钟罩的熟练度 啊 就在这时 龙鹰金钟罩的反正特效发挥作用 一个学员捂着右手的手腕 满脸痛苦地退出了战团 这一幕 更是让陆林坚定了继续找人的心思 疯牛百尾 mo 陆林大叫一声 冲入一个十几个人的战团 进来后 就用出了疯牛大力拳 那十几人完全没想到 他们打得好好的 竟然有人进来捣乱 关键陆林还用的是 最基础的武学风牛大力拳 这是瞧不起谁呢 打他 武师级又怎么样 我打 打死这个家伙 不要怕 我们这么多人 即便他是武师也不行 众人大叫着 加入围攻陆林的战团 陆林看到这一幕 开心不已 不过他的嘴上却叫着 你太弱了 是中午 没有吃饭吗 你这是什么拳法 用来绣画 应该不错吧 哎呦 你这腿法不错 跳钢管舞最适合了 哇 好吧 再大力一点 你就差一点 就能打疼我了 一边挨着打 陆林还骚话不断 这更是激起了 其他学员的怒火 就连一些他没有 主动攻击的学员 都听不下去了 纷纷加入到 围殴陆林的行列中 第一批的七八个人打累了 离开靠近陆林的位置 去休息一下 他们的位置 很快就有人补上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人都打得没有兴趣了 无论他们怎么攻击 陆林都好像铜头铁壁一样 没有受到半点损伤 反而时不时的 有学员因为攻击陆林 受到金钟罩的反正受伤 一时间 众人都有了退意 陆林一看 这那能行啊 好好的工具人 可不能离开 他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166 武师级学员清场 对上马天成 陆林的风牛大力拳 经过一晚上的修炼 现在的进度 也才刚刚第五层而已 第五层 需要足足十万点熟练度 他现在才看看 达到两万多点 正好趁着这个时候 攻击别人的同时 还能顺便修炼一下 风牛大力拳 是基础武学 用这样的基础武学打人 那就是瞧不起人 在场地 都是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年人 最容易被陆林激起怒火 来围攻他了 做出决定后 陆林也不管身边的这些舞者了 他看到哪里人多 就冲过去演练风牛大力拳 这边来一招风牛摆尾 那边打一招风牛过河 一时间 整个操场上 都被陆林搅动得一团混乱 他走到哪 就有血缘追上他疯狂的攻击 在空中看着这一幕的柳颜笑了笑 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个平板 站在空中刷起了锯 下方 九位武士级学员聚在一起 他们还没有出手 只是看着这一幕 马天成突然开口说道 诸位 我们不能让陆林继续下去了 不然这一场战斗 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呢 那你是什么意思 身材高大的顾笑问道 他是江左氏顾家的天才 咱们出手 将所有的武者级学员先打倒 然后我们再彼此争斗 马天成说出了心中计划 几位武士彼此看了一眼 都默默点头 他们都是武士级的高手 让他们跟陆林那样 混在普通武者之中 他们还丢不起这个人 不如先把这些弱者清理掉 他们再彼此战斗 众人各自分散开来 攻击武者级的学员 他们都是抱着击倒对方的目的 出手自然不可能跟陆林一样 留有余力 正在快乐地享受 金钟照提升的时候 就感觉到速度变慢了 而且身边打他的人也少了很多 怎么回事 陆林透过人群向外看去 只见偌大的操场上 还能站着的人寥寥无几 仔细一看 竟然还都是那几个武士级的强者 发生了什么 卧槽 该不会你们这些王八蛋 把人都打倒了吧 陆林心中怒骂一句 他金钟照提升到第六层 足足需要一千万的熟练度 刚才这么点时间 他就提升了七八万 如果时间再拖长一点 他说不定 今晚就能搞到一百万熟练度 谁承想 这几个家伙 竟然破坏了陆林的计划 是可忍 熟不可忍 就在陆林看向他们几个人的时候 他们都冲过来 将陆林身边的武者 全给打倒在地 只留下陆林一个光感司令 你们 不讲武德呀 竟然仗着自己是武师 就欺负武者级的学员 我要为大家报仇 陆林大吼一声 冲到马天成面前 一拳打出 风牛斗虎 木 陆林大叫一声 一拳打在马天成的眼睛上 马天成看到了陆林的动作 想要躲 可他却躲不开 陆林的这一拳明明不快 可他却根本躲不过去 碰 一拳打在眼睛上 马天成顿时多了一个黑眼圈 靠 你敢打我 马天成怒吼一声 跟陆林打了起来 刚才柳言说了 不允许攻击彼此的致命要害 那他们自然也不能太过放肆 马天成用出了一门黄街舞技 通天拳 这是一门气血功法 在他看来 以陆林只是一个初街舞师的水平 估计跟那些普通的舞者学员一样 根本受不住他几拳 我打 马天成一拳打在陆林胸口 龙音精中照熟练度 加一百 咦 竟然可以增加这么多 陆林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他是陷入一个思维误区了 刚才人那么多 他能受到的攻击却有限 一个人只能给他提供各位数的熟练度 看起来打得热火朝天 实际上 收益并不是很大 而马天龙这样的中街舞师 一拳过来 等于是几十人同时打陆林的效果 如果再招惹两个 那就等于同时有上百普通舞者来攻击陆林 这个效率 翻了好几倍啊 就这 你是叫马天成是吧 看样子跟马天龙老师 还有点关系 只是 你这也叫拳头 你该不会在家里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 给人做按摩的吧 按摩 马天成听到陆林这话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他是怕一拳打死陆林 所以才收着点力的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这么嚣张 好 那就让我给你好好的按摩一下吧 马天成说着 他换上了另一门拳法 玄机中阶 开山拳 开山拳 别看这一门拳法的名字简单 正所谓反扑归真 一般越是简单名字的拳法 反而越是一些武道高人研发创造的 反而是一些叫什么九天十地 八荒路河 横扫天下这样的拳法 基本都是小朋友创作的 开山拳 是一门类似于破天十三斩那种 可以累积舞者力量的拳法 第一层 就是两倍距离 第二层 十二 五倍 以此类推 每提升一层 就可以以增加零 五倍的力量 最高可以达到六倍增幅 马天成苦修一年多 开山拳已经晋级达到第三层的水平 一拳可以发挥出三倍的力量 十八万公斤 这样恐怖的增幅让他在武师中阶 也是一尊不容小觑的强者 既然这个叫陆林的家伙 如此不识好歹的话 那就让他感受一下吧 哄 马天成一拳轰出 拳头在空中竟然发出一阵阵阴暴 可怕 其他同为武师中阶的学员都忍不住惊骇地看着他 今天这事 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一个小游戏而已 用得着这么狠吗 来得好 陆林大叫一声 也是一拳挥出 碰 两人的拳头相撞 一道人影飞了出去 是马天成 陆林只是微微向后仰了一下 随即就稳住身体 龙鹰精中照熟练度加一千 进度条猛的一跳 陆林差点嘴都笑歪了 好人哪 大好人啊 他不等马天成落地 身形闪动 正好站在落点上 一把拎住马天成的脖梗 再来 马天成整个人都有些发晕 听到陆林说再来 他二话不说 就是一拳打出 龙鹰精中照熟练度 加150 167 薅羊毛 当班长 看着半透明光幕上的字迹 陆林忍不住眉头一皱 太弱了 刚才一拳增加一千 现在就只加了这么点 打发叫花子呢 你能不能用点力啊 就刚才那种力度 马天成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只是他也难受啊 开山拳 他现在只修炼到第三层 能给自己增幅三倍的力量 可他只能用一次 用过之后 体内的经脉和气血 都无法支撑他 再一次发出这样的攻击了 来啊 再打我一次啊 陆林无论怎么叫喊 马天成都是只摇头 陆林看着他这模样 就知道他不行了 随手一丢 给他扔到地上 他的目光放在了顾啸身上 身材高大的顾啸 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 救你了 来打我一拳 持久一点 陆林一个闪身 来到顾啸面前 顾啸心中发狠 也用出了自己吃奶的力气 一拳轰在陆林胸口 碰 龙鹰精中照熟练度 加1250 陆林眼睛一亮 不错哦 没想到这哥们实力这么强 再来 顾啸没有办法 只能连续轰击陆林 只是 他也就打了十来拳 给陆林增加了不到两万的熟练度后 整个人就没有力气了 任凭陆林如何嘲讽 催促 顾啸就是一动不动 仿佛是一块臭肉 其他的武师 温子友和温子玉陆林暂时先避过去 毕竟是有过一面之缘的 而且 温子玉还是武师中唯一的女性 那就张亚男 陆林冲到张亚男身边 让他打自己 张亚男咬着牙打了陆林两拳 不过这两拳 却让陆林增加了2000点熟练度 不错 是个可造之才 休息好了继续 随后是王月 陶天 李浩然 今夜 挨个走了一遍后 陆林的熟练度增长 却有些不尽人意 陆林无奈 把目光投向在一旁偷笑的温子友 温子友 你来打我 啊 温子友愣了一下 随后下意识地后退半步 他脸上带着善笑 陆林 咱们这么熟 就不用这样了吧 没啥熟不熟的 战场上是战友 切磋的时候 必须当敌人 来 打我 哦 温子友嘀咕一声 一拳打在陆林身上 龙鹰精中照熟练度 加1800 嗯 温子友只是一个武师出阶 竟然能打出这么厉害的拳法 陆林暗自感受着 这一拳中 还有一股子暗静 不断地想要向内突破 进入陆林的身体内 只是精中照的防御 实在太强了 龙鹰精中照熟练度 加200 龙鹰精中照熟练度 加100 一拳打出 还不断地有提示传来 陆林眼睛得越来越亮 这温子友 不愧是大家族出来的 竟然还掌握有这么一门神奇的拳法 以后就让他跟着陆林一起修炼好了 继续啊 愣着干啥 陆林催促道 哦 好的 一连打了七八拳 温子友也没力气了 不过 光是他一个人 就给陆林增加了两万的熟练度 陆林把目光转向了最后一个人 温子玉 温子玉自然知道该做什么 他虽然不爱说话 但又不是不明白陆林的意思 碰 他一拳打在陆林的胸口 陆林差点顶不住这强大的力量 龙鹰精中照熟练度 加3500 龙鹰精中照熟练度 加800 这一拳 刚打上来 就能增加3500点熟练度 接着一次余震 还能给陆林带来800点的熟练度 比起马天成这种废物 那强到天上去了 不错 就这么来 再用点力 陆林兴奋地叫着 温子玉无奈 只能一拳拳地打在陆林身上 两久 温子玉身子一晃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都怀疑陆林是不是用石腰办法 卸去了他的权力 或者是身上穿了轻甲 温子玉之前跟家里的一位初阶武王对练过 以他的权力 攻打出去 即便是初阶武王都不愿意应接 即便接到了 也是尽可能地避开要害的地方 可为什么 陆林竟然这么猛 难道说 他的防御力 比起武王级别的强者都要强 场上的所有人都躺在地上 陆林看到 偶尔有人在动 在挣扎 连忙跑过去 一脸期待地看着对方 对方一看陆林这样 顿时就停下了挣扎 他们挣扎 只是想要让别人 看到他们顽强的意志 可谁愿意跟陆林这个变态的家伙 继续战斗啊 虽然是单方面的攻击陆林 可打半天 陆林屁事没有 他们却会累得浑身无力 所以 还不如干脆在地上躺着呢 马天成缓过来了 陆林冲过去 不过马天成却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我就是不打了 看他那一副样子 陆林怒从心头起 直接一拳打在马天成脸上 旁边的顾笑看到了 本来还想学习马天成呢 结果当陆林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顾笑还是忍不住给了陆林两拳 然后继续躺下来装温机 来回几次 所有的武师级 都被陆林好过三次以上的羊毛了 看他们一副倾囊相受的样子 陆林叹了一口气 太难了 为什么他想要修炼的金钟赵 就这么难呢 总不能让他主动去武王面前挨打吧 嗯 这个主意不错 可以试试 陆林跃跃欲试地想到 反正在天才训练营 其他不多 就是武王强者多 他到时候随便惹的人发怒 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挨一顿揍了吗 都好了 大家的效率 还是很不错的嘛 柳妍的声音响起 他在看完一集后 发现后面竟然没有内容了 出品方明明说好 这一次更新两集的 差评 等他收起手机扫了一眼操场 就看到陆林一个人站在那里 黑黑地笑着 也不知道想到什么好事了 陆林 恭喜你成为我们班级的班长 以后每个星期都会给你奖励三十积分 如果你被挑战下去的话 那积分就没有了 好了 你现在给大家整队 我们马上去吃饭了 好的 刘老师 陆林本来推辞的话都到嘴边了 他对于担任班长这样的职务 并没有什么兴趣 操心费力 还落不到好处 可一听到每个星期有三十积分 陆林一下就来劲了 嗨嗨 所有人都站起来吧 按身高从小到大排练 168 陆林立威 铁鱼血的晚餐时间 知道了 班长大人稍等一下 哎呦 我的腰疼 一个个学员哀嚎着 彼此搀扶站起来 不过他们的动作都慢悠悠的 刚才那九个五十攻击他们的时候 可是一点都没有留守 只求快速准确地将人打倒 陆林这时候肚子有些饿了 看着这些学员 一个个老太隆重的样子 就忍不住催促 都快点 都快点 可没有人听他的 一个个地还是那么慢 陆林冷哼一声 看来刚才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 那就再来一遍吧 陆林身形闪动 来到所有人的大后方 揪住一个学员 就挥拳打去 mo 学员硬杀倒 陆林不解气 这一次 他既然成为班长了 那以后肯定少不了组织同学的事 干脆这一次力威力个够 想到这里 他也不管前面的学员是男生女生 手中不断地挥舞 口中也大声学着牛叫 猫猫猫 砰砰砰 哎呀 哎呀 一个个学员好不容易才站起来 就又被陆林一拳打倒在地上 这一幕 看得空中柳妍一阵愣神 陆林这学员是怎么回事 不是跟他说 已经选出班长来了吗 怎么还要打 不过柳妍也不着急 正好看戏 刚刚他只顾着刷剧了 没有看到 陆林到底是怎么打倒别人的 可现在 柳妍看着陆林 一拳打倒一个 然后快速来到另一个人身前 一开始 柳妍还有些漫不经心 他甚至玩味地想 陆林这个状态 能够坚持多久 可很快 他的眼神就开始变色了 不对劲 非常不对劲 陆林只是一个武士出阶而已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这么长时间的耐力 以及这么快的身法 更关键的是 陆林在攻击的时候 一点气血都没有泄露出来 这样的情况 只有两个可能 陆林没有使用气血之力 或者就是他对自己的气血掌控 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 一丝都不会泄露 思考了一会 柳妍还是认为 陆林没有使用气血之力 比较靠谱一点 不过 也因为这一次的展示 陆林受到了柳妍的关注 将所有的舞者都打倒在地 陆林看着前面站得 整整齐齐的九位武师 温子与温子友这两位 虽然跟陆林关系熟悉一些 但他们也没有丝毫例外 不过 这一百多舞者都打过来了 也不差他们几个武师 陆林冲上去 抓住温子友 就是一顿胖揍 其他人一看 他们都规规矩矩地听话 竟然还要被打 这但凡是个人都忍不住啊 他们气急败坏 也跟陆林打在一起 不过 很快 他们就感受到了 什么叫空虚无力 体内的气血之力 还没有恢复 体力也不足 怎么可能打得动陆林 尤其是李浩然 他一拳打在陆林身上的时候 竟然触发了反正效果 砰的一下 李浩然的手骨头 竟然给折断了 将所有人都打倒在地后 陆林才长出一口气 这一下 以后应该没有学员 不听他的话了吧 好了 所有人 站起来 排好队 速度快点 不要让刘老师久等 这一下 陆林只是平淡地说一句 所有人都快速站起来 即便是几个受伤的学员 也挣扎着爬起来 受伤很疼 但被陆林这个大魔王 殴打更疼 嗯 这次就快了很多 陆林点点头 对大家表示赞赏 然后他转头 看向空中的柳妍 刘老师 所有同学都已经 集合列队完毕 现在可以开饭了吧 柳妍冲陆林笑笑 当然可以 大家跟我来吧 陆林带队向前走去 可是走着走着 他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这怎么是向外面 大门的方向去的 难不成 训练营食堂 为了方便采购 就放在了门口 可他今天进来的时候 也没有看到 陆林暗自嘀咕 结果 柳妍竟然带着他们 一起走出训练营的营地 来到了一片荒野之中 陆林和很多同学一样 心中生起了不好的预感 学员们 晚餐时间到 尽情地开始享用吧 友情提示 每个人抓到的猎物 只能自己吃 不允许分给其他人 如果有人愿意 做好人的话 那干脆做到底 凡是给别人分享食物 帮助别人猎杀妖兽的 统统和接受赠语的人 一起被淘汰 这样还能给更多的学员 腾出位置来 好了 晚餐时间开始 时间两小时 吃饱了的 大家自己返回宿舍休息 柳妍说着 从储物戒指中 掏出来一个红色的盒子 她将盒子内的一些粉末 倒在地上 学员们还不知道 柳妍这是要做什么 可陆琳却猛然惊醒 诱饵 这绝对是吸引妖兽的诱饵 天知道柳妍弄出来 这么多诱饵 是想要让大家捕猎 还是给这荒野中的 妖兽送口粮的 陆琳说了一句 大家自由活动 两小时后晚餐结束 各自返回宿舍 说完 她就先一步溜之大吉 其他人看着陆琳这样 心中都有些不屑 这个所谓的班长 也就是切磋的时候厉害一些 听到要猎杀妖兽就怂了 竟然自己一个人先跑了 温子有想起陆琳之前 在白银山给他们制作的美食 心中一动 拉着温子玉跟上了陆琳 马天成顾笑张亚男几个人 也都察觉到了什么 他们虽然没有跟着陆琳离开 但也各自分开 远离刚才柳妍洒幼儿粉末的地方 十几分钟后 训练营附近的草地上 出现了一头头妖兽 有金金虎 白头狼 血影豹 黑眼狼 青尾蛇 跳跳鹿 三眼兔 铁剑豪猪 学员们还很兴奋 他们一拥而上 兴高采烈地开始 第一次跟真正野生妖兽的战斗 可很快 当妖兽不停地 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学员们害怕了 他们一步步地后退着 只是 他们后退一步 妖兽群便前进两步 空中的柳妍 就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他不会让学员死亡 但肯定也不会轻易地下去救人 在来到天才训练营的时候 这些曾经的天才 就应该意识到 他们要转变意识 要尽快成为一名舞者了 舞者 从来不是靠修炼和切磋变强的 而是 铁与血 169 天色暗 势力差 那就接受惩罚吧 陆哥 陆哥 那边是怎么回事 温紫友在陆林后面跟了好久 他眼睁睁地看着陆林 打下三头大兔子 然后熟练地处理一番后 放在火上烧口 馋的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只是 他却不敢说 让陆林分给他一点 这里虽然远离了训练营地大门 以及他们的生活老师柳妍 但温紫友 可不敢去试探柳妍的目光 能不能注意到他们这里 没怎么回事 可能是同学们 给妖兽战斗得太开心了吧 陆林随口说道 他在储物戒指中 翻找调味料 发现自然不多了 这次周末休息 看来要尽快补一点了 开心 温紫友听着那鬼哭狼嚎 大喊大叫的声音 实在没法将这个声音 跟开心联系起来 好了 你们也去打猎吧 这忙活了一天 一口东西都没吃呢 我就不客气了 陆林看到烤肉已经熟了 便拿起来用小刀切开 放入口中 看到他吃东西的样子 温紫友更是馋得不行了 他咽了一口兔沫 问道 陆哥 你能教我怎么抓兔子吗 回头再教你吧 刚才刘老师说过了 不许互相帮助 我现在还不想离开训练营呢 哦 好吧 温紫友只能在旁边看着 咽了半天口水 终于下定决心 温紫友 我们也去捕猎吧 捕猎 你 温紫友看着温紫友 显然不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不一会 陆灵吃完了三只烤兔肉 摸摸肚子感受了一下 嗯 不错 八成宝 将地面的血迹 和一些内脏处理过后 陆灵收起战刀 往训练营大门走去 走到空地处 陆灵一看 我递个乖乖 刘老师这是真心舍的啊 撒了多少诱饵 这才把这十里八乡的妖兽 都给聚集过来了 不过陆灵大概看了看 这些妖兽 基本都是三接四接的 若是一对一 那些舞者级的学员 肯定不是对手 可现在这么多人呢 大家互相打气加油 倒也不至于怕了这些妖兽 你听学员们的喊声 多么开心和激动啊 求求你 不要过来 我不好吃 我马说了 我的肉是酸的 不要啊不要啊 疼死我了 刘老师救命啊 我都腿断了 兄弟上 我在后面给大家掠阵 大家勇敢地冲 我要退营 我要退营 这特么 是什么混蛋训练营啊 生活老师就是这样 管理我们的生活的吗 上学需要徒步荒野 宿舍条件差 选班长要挨打 这些 我都可以忍了 可你们为什么要让我面对 这些恐怖的妖兽啊 学员们一个个开心地欢呼着 陆林为他们感到骄傲 都是一群很棒的学员 当然 其中也有一些胆子大的 他们瞅准机会补刀 斩杀了一头妖兽后 就立马拉着战利品 返回到训练营中 其他人咒骂不已 可他们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甚至还有人嘲讽 那些普通的学员太傻了 不知道利用柳言发布的规则 钻漏洞 总之千好万好 填饱自己的肚子最好 来 这头金金虎 麻烦你让我过去一下 不好意思 血引爆 你别跳那么高 都挡住我视线了 还有我去 这三眼兔你不好好地躲后面 还他们伴我是吧 陆林从妖兽群的后面一路穿梭 也不知道 他是故意的 还是怎么回事 在妖兽群中不断地穿梭着 明明都已经快走出去了 他又调转方向继续深入 在来来回回的这个过程中 陆林对于一些碍事的妖兽 也是绝不姑息 一拳一脚 将他们打得晕头转向 昏昏沉沉 然后这些妖兽 就会被后面捡便宜的学员 趁机补刀 直接砍死 短短一两百米的路程 陆林在里面来来回回地 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 才终于看到了 飞在训练营大门上空 脸上露出一副 玩味表情的柳言 哎呀 刘老师 我可终于回来了 咱们训练营门口的妖兽也太多了 再加上天色太黑 我视力又不好 没想到竟然走了这么久 哦 从陆林一开始离开 到他在远处抓兔子烤肉 再到来到门前 这前后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他的一举一动 柳言都看在眼中 陆林善善地笑了笑 嗯 是有一点 不过没关系的 我可以克服 克服 柳言指着训练营大院里面 一个个如毛银血的学员说道 你就是这么克服的 不错呀 陆林 才来训练营第一天 就学会团结同学 尊敬老师 你很不错 我对你的表现非常满意 你不是夜里势力差吗 也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训练营往东三十公里 那里有一辆运输车出问题了 你把它弄回来 不然明天早上没饭吃 好嘞 谢谢刘老师 陆林乐呵呵地答应一句 便转身投入荒野之中 他刚才和柳言的对话 所有的学员都听在耳中 陆林刚才来回在妖兽群中转悠 他的目的学员们 也都心里清楚 如果没有陆林 那他们现在别说如毛银血了 恐怕能活着就算不错了 貌似 这个看起来有点虎的班长 也不是那么坏吗 这些刚刚被陆林教训了一通的学员们 即便心中感激 但还是无法忘记 刚才陆林打在他们身上的拳头 只是 陆林就这样被柳言给惩罚离开 要去三十公里外的地方 带一辆货车回来 这让大家的心里 都有些不适滋味 看向夜色中 陆林消失的方向 这群才刚刚年满十八的少年 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看看 看什么看 一个个都是垃圾废物 陆林连想要帮你们一把 都要采取迂回战术 这还只是一顿晚餐而已 如果让你们真的外出战斗 跟妖兽拼命 你们也怕成这样的话 那咱们人类早就灭亡了 一个个的就知道吃 就知道看 有本事的都给我好好修炼啊 光平瞪眼 你们能把妖兽给瞪死吗 柳言的话 让学员们心里更难受了 有一个学员受不了了 他站起来就要往外走去 却被柳言一把抓了回来 你是要去送死吗 然后到时候 让训练营给陆林安一个 间接害死同学的名号 把他开除啊 一百七十 心里导师柳言 惩罚变任务 我不是 被拉住的学员 脸色涨得通红 他只是不想 陆林一个人去荒野而已 并不是真的为了 让陆林受罚 好了 你们都消停一点吧 柳言看着 有不少学员都蠢蠢欲动 他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生活老师 偶尔也可以兼认一下 心里导师吗 学员们 你们想要帮陆林 现在这样闯入荒野 并不是勇敢 而是鲁莽 如果陆林知道了 你们为了帮他 最后去葬身 妖兽口中递话 他会怎么想 他会不会内疚 惭愧 从此身陷痛苦之中 无法自拔 从此成为一个废人 所以 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和陆林 站在一起 不是鲁莽地冲出去 而是努力地修炼 提升自己的修为等级 陆林现在只是出街武师而已 比你们没有高出多少 等你们 也踏入这个境界后 就可以跟陆林一起战斗了 帮助他的前提 是让自己先不要 总处于弱者的地位 让别人来帮你 好了 赶紧吃吧 如果吃不惯生食的同学 可以花费积分 让厨房的工作人员 帮你们烹饪煮熟 说到后 柳妍也忍不住心软了 说动别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先说动自己 无疑 柳妍已经被一个 他塑造出来的 名叫陆林的英雄人物 给感动了 学员们听了他的话 一个个都沉默下来 他们用力地 吃着手中的生肉 有些女孩子 刚才还有些害怕 可此刻也是被感动的 要大口吃肉 提升自己的能力 不过这一次 意料之中的惩罚 对陆林来说 却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刚才吃饱了 正好出去跑跑消消食 跑了十来分钟 他看到了一辆 灰色的大型箱式卡车 停在马路边 车里的司机不敢下车 坐在驾驶室内 一个劲地打电话 在这荒野之中 普通的舞者都不敢乱跑 何况一个 开大货车的司机呢 这应该就是柳妍说的 那辆运输车了 陆林一脚踩在 大货车的脚架上 脑袋正好能透过玻璃 看到里面的面容 焦急的年轻大货司机 当当当 陆林敲了敲车窗 啊啊 司机正在打电话 听到窗户响 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正好看到陆林的一个脑袋 顿时吓得 把手里的手机都给扔了 鬼啊 救命啊 大货司机随手拿起什么东西 就向着陆林砸过来 好在有玻璃挡着 不然他还说不定 真要被对方砸中了 只是 陆林心中有些无语 为啥这大晚上的跑荒野开货车呢 砰砰砰 你别怕 我不是鬼 我是人 陆林赶忙叫道 安抚了足足五分钟左右 货车司机才惊魂未定地 给陆林打开了车门 兄弟 你是天才训练营的工作人员 嗯 那你怎么一个人就过来了 我这车刚才出城的时候 就被一头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撞了一下 把油箱给撞坏了 这一路上 把油给漏没了 我才不得已打电话求助的 你一个人过来 咱们这个车也拖不走啊 货车司机有些无奈的贪手 他本来是让公司派车过来牵引 可公司那边说 夜里不方便派车 他只能打电话 给天才训练营接受的工作人员 可现在 就只来了一个人 能顶什么用 师傅你先别急 你这车我看着不小 再重多少吨啊 再重多少吨也没用啊 哎 司机叹了 一口气才说道 我这车自重八 四吨 再重十六吨 合在一起要二十五吨 二十五吨 也不多呀 陆林算了一下 二十五吨的总重 也就两万五千公斤的质量而已 这个重量 随便一个出街武师 都可以打出来 等一下 柳妍该不会是让陆林拉车 作为惩罚吧 师傅 你车上有牵引绳吗 有 这都是 我们平时跑车必备的东西 小兄弟 你该不会是想 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陆林点点头 在司机的帮助下 将牵引绳 挂在车头前的挂钩上 好嘞 师傅 你上车去吧 等会打开大灯 拉开手刹 对了 你车里电瓶应该有电的吧 嗯 有电 不过 兄弟 你真要人力拖车 是的 先试试吧 反正你这边 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司机半信半疑地回到车上 关紧车门拉开手刹 打开大灯 陆林冲司机 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司机把脚刹松开 陆林试着用力 他没赶一次 就用全力 这牵引绳 只能承受二百吨的力量 陆林怕自己用力太猛 把牵引绳拉断了 就不好玩了 缓缓用力 陆林的双脚 用力地踏在地上 他全身的肌肉 微微膨胀 动了 真的动了 司机坐在驾驶位上 兴奋地大叫 可随即 他就有些愁苦 这里距离训练营基地 还有差不多三十公里 这么长的路段 总不能一直让这个年轻的武士 来拉车吧 谁知道 前面负责拉车的陆林 越跑越快 货车在有些颠簸的道路上 摇摇晃晃 司机感受着 从未设想过的经历 一个高高在上的武士 帮他拉着大货车 在前面奔跑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车速 司机惊讶地发现 速度都已经达到 七十公里每小时了 这也太快了吧 前面奔跑的陆林 却是越跑越轻松 等车子的速度起来后 他甚至只用一只手 拉着牵引绳就可以了 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陆林就拉着大货车 回到训练营 此时 还有不少学员 正在烹饪食物呢 他们看到陆林一个人 就拖着一辆大货车跑回来 都有些惊讶 陆林那一米八五的身高 在巨大的乡市卡车面前 渺小的就如同一只蚂蚁 可这一只蚂蚁 竟然可以拖动大货车 返回训练营 刘老师 我回来了 陆林走到柳妍面前说道 柳妍看看他 点点头 轻声说道 不错 这个任务奖励五积分 回头记得去找马天龙领取 陆林 以后好好地遵守 训练营的规矩 不然 我能给你发放学分 也能惩罚你 我知道了 谢谢刘老师 陆林没想到 这一次惩罚 竟然也是一个小任务 还能白斗五积分 真不错 171 第一节游泳课 大巴车不够做了 第二天早上 天才刚刚亮 陆林就被一阵阵 响亮的哨声给惊醒 他快速地下床 就听到宿舍楼下 响起了赵和的声音 起床啦 起床啦 陆林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万表 才刚刚五点十分 天才训练营 都要这么早起的吗 他赶忙跑到楼下 这时候 已经有几个学员 赵和看了陆林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他手上低大喇叭 还在不断地重复起床啦 起床啦的声音 过了足足十几分钟 所有的学员 才从宿舍中赶出来 好在都是舞者 大家都已经习惯 用修炼呼吸法 来代替睡觉 赵和关闭了喇叭 看了一下时间 脸色有些阴沉 你看看 你们配得上 天才训练营这五个字吗 连几个床 都要花费二十分钟 如果这是在荒野 遇到妖兽的话 估计你们此时 已经成为妖兽肚子里的食物了 学员们不敢反抗 一个个闭口不言 骂了好久 赵和才说道 行了 也不想跟你们这些废物废话了 班长是谁 陆林上前一步 赵老师 我是班长 我叫 你叫什么我不关心 反正看你这样 也当不了一个星期 就得被人挑战下去 现在 你组织大家到操场来 我们先进行游泳课的理论课程 是 赵和吩咐后 就一句话没有多说 转身离去 陆林让大家排好队 来到操场上 同学们 我叫赵和 很荣幸能够成为大家 未来一年的游泳课教练 闲话少说 对于游泳这个项目 我想 大家都不算陌生 游泳让我们人类的活动区域 从地面扩展到河流 湖泊 甚至是海洋 游泳根据动作 可以分为自由泳 洋泳 蛙泳 蝶泳四个种类 现在我来提问 会游泳的同学 举手示意一下 话音落下 几乎所有的学员都举起来手 陆林对于游泳 虽然不算擅长 但在学校也学习过一段时间 除了蝶泳不会 其他的三种姿势 陆林都会 嗯 不错 看来大家都会游泳 说明在之前的学习中 都还算不错 现在 班长 你到前面来 陆林一眼 走到赵和身边 班长 你会什么游泳的姿势 赵老师 我会挖泳 洋泳 蝶泳 嗯 不错 你下去吧 赵和叫陆林上去 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其他的啥也没说 陆林虽然莫名其妙 但还是走下去 认真地听课 这堂课上了一个小时左右 赵和就讲解一些 简单游泳知识 动作的分解练习 换气的时机等等 在快结束的时候 他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两个大箱子 班长 你来给大家分一下 艺人一套泳衣 泳帽 游泳眼镜 如果有不会游泳的学生 你等一下也都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好的 赵老师 陆林说了一句 赵和就静子离开 接下来分配泳衣等物品的时候 所有的同学都还算配合 陆林在给每个人发放泳具的时候 都会问一句 会不会游泳 结果整个班级里 一百七十人 只有一个人不会游泳 班长 我不会游泳 我比较怕水 上学的时候 都没敢参与游泳课 哦 陆林对说话的这个同学有点印象 正是昨天问那句 被击倒后 是否可以站起来的男生 他矮矮撞撞的 还戴着一副眼镜 看上去就是一副兽气包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 班长 我叫龙奥 小胖子低着头说道 龙奥 你咋不叫龙奥天呢 陆林心里吐槽一句 不过他 还是把龙奥的名字记下来 龙奥 你等一下抓紧时间 熟悉一下游泳的动作吧 我知道了 谢谢班长 龙奥领了永巨离开 他是最后一个人 给他发完 陆林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可接下来做什么 是继续在这操场上等待赵和 还是自由活动 不少同学起床起得匆忙 脸没洗牙没刷 尤其是女生 都是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 这时 柳妍飞了过来 所有人准备一下 十分钟后去食堂吃早餐 说完 柳妍就以更快的速度飞走了 吃早餐 同学们都是下意识的一个哆嗦 他们永远忘不了 昨天晚上吃晚餐的场景 今天的早餐该不会也是如此吧 陆林催促一声 让大家赶紧处理一些个人的事情 然后快点去吃早餐 在这天才训练营 虽然才待了短短一天不到的时间 陆林却已经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 一定要听几位老师的话 不然指不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等着你呢 同学们一哄而散 陆林也快步跑回宿舍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将永巨装在一个小包里背在身上 有备无患 赶到食堂的时候 这里竟然没有几个同学 陆林也没时间管其他人如何了 快速拿起包子馒头油条卷饼的 往嘴里塞 此外还有不少妖兽肉 陆林吃了15分钟 把肚子里撑满 这个时候 食堂里面的学生数量不少 赵和走出来 拿着大喇叭喊道 所有人 十分钟后到大门外集合 我们进行游泳课的实地训练 听到这话 同学们没有时间感慨 都学着陆林的动作 快速地吃东西 这天才训练营 经常想一出是一出 他们这顿不吃饱 下一顿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陆林不紧不慢地走到大门口 看到外面停了一辆大巴车 赵和站在大巴车车门处 看到陆林到了后笑了一下 班长 你来了正好 因为某些问题 本来有四辆大巴车的 现在只来了一辆 卧槽 陆林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 这训练营中的老师 没一个正常的 生活老师 让学员们自己猎杀妖兽当晚餐 现在去实地训练游泳了 又整出一副大巴车不够的事来 这个大巴车 只有四十五个座位 你要给我和刘老师留下座位 剩下的你自由分配 人满开车 赵老师 那其他的同学呢 是让他们跟在大巴车后面跑吗 陆林问道 172 训练营的选拔方式 摘尔 赵和露出一丝意外的神色 给了陆林一个赞许的大拇指 不错 你连这个办法都想到了 大巴车坐满了开车 那剩下地人不跑 难不成你开车回来接吗 好了 已经有同学来了 你开始工作吧 赵和说完就转身上了车 来地正是陆林熟悉的几个五世级的学员 温子友温子玉马天成 顾校张亚男王岳几个人 陆林 咱们是要坐车去泳池吗 温子友问道 对 来了 就赶紧上车 等会人满开车 哦 温子友从陆林的表情中 看出了一些东西 这些训练营地老师 肯定又要借着这一辆大巴车来整活了 其他人也没有说话 听从陆林的吩咐 上车坐好 其他的学员们 也吃过饭后 陆陆续续地来到大门前 陆林给他们解释了一下 所有人都二话不说地上了车 23人 35人 41人 柳妍也飞过来了 陆林连忙请他上车 很快 又有两个同学赶来 陆林让他们上车后 数了一下人数 正好44人 加他就是45了 等等 看到陆林要上车 赵和连忙阻止 怎么了赵老师 还有事吗 没有 不过现在车上已经满了 满了 陆林不信 他数得清楚 上来的学生 加上赵和柳妍 一共44人 加他正好45人 怎么会出错呢 对 我忘记了个事 还有司机呢 所以 现在车已经要启动了 请你带着剩下的同学们 一起尽快赶到泳池 当然 这一次是因为训练营的原因 没法让大家都坐上大巴车 所有自行赶去的学员 每人奖励五积分 哦 那没问题 陆林不怕跑步 只要能赚到积分就行 昨天柳妍说过了 积分兑换的时间在每个周末 只要陆林抓紧时间攒积分 到时候 就能大量地兑换5G和功法了 赵和看陆林这么好说话 继续开口道 不过 等会上课时间 是早上8点 我把定位发给你 你等会带着其他人 要在8点之前赶到 如果来不了的话 我会惩罚 每人扣出10点积分 陆林看了一下时间 现在才6点33分 8点上课 时间应该足够了 好 定位发给你了 不要耽误时间 赵和说完 就让司机启动车子 陆林看那个司机有些面熟 好像就是昨天开大货车的司机 没想到这小伙子工作不少啊 陆林下了车 车门关闭 此时已经有十几个学员吃过饭 走出训练营 他们看到陆林从车上下来 纷纷上前询问 大家安静一下 等于会进行时训的地方有些距离 所以大家需要跟我一起跑过去 就当饭好消食了 距离不是很远 大概60公里左右 大家都加把劲 赵老师说了 凡是跑步过去的学员 每人都奖励五积分 陆林这么一解释 同学们的情绪都平复下来不少 60公里的路程而已 如果速度快的同学 说不定40分钟就能跑到了 跑过去还有五积分奖励 大家一时间都十分兴奋 尤其是在听说了那些已经上车的人 不会奖励积分 更是有一种优越感 看着人差不多了 陆林让两个同学 结伴去宿舍和食堂再去看看 别把谁落下来就不好了 人全齐了 陆林让大家跟在他后面 向目的地跑去 一开始 学员们还挺有精神 一个个说说笑笑打打闹闹 毕竟都是年轻人 经过一天时间的熟悉 有些同宿舍的学员 都已经彼此熟悉了 大家彼此交流着 是从什么渠道来到这天才训练营的 陆林侧耳倾听 也了解了一些信息 江左展幼舞馆 每年都会举办为期一年的天才训练营 训练营的学员来源有几种 学校推荐 军队推荐 舞馆推荐 社会招募 社会招募 其实也并非公开招募 而是从江左 以及周边12座卫星城的家族中 让他们推荐年龄合适 满足需要的舞者过来 其他三个推荐 学校推荐 是从江左市的各个大学校园中选拔 军队推荐 则是从各地城卫队推荐上来 最重要的是舞馆推荐 12个基地市 每个基地市的舞馆 都有一个推荐名额 陆林就是被刘氏舞馆推荐上来的 看来 刘青龙这是要给陆林一个好的训练机会 却故意说成是让他来参加工作的 等一下 陆林突然感觉前面有点不对劲 他连忙挥手 让身后的众人停下来 怎么了班长 牛哥发生什么了 学员们叫什么的都有 有叫陆林的 有叫班长的 还有叫牛哥的 昨天晚上选班长的时候 陆林只用风牛大力拳 就将大家打倒在地 便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风牛哥 简称牛哥 前面有东西 陆林说着 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了自己的战刀 这刀是 他在江左舞馆 随便选的一把二手B级战刀 价格300万 最重要的是 没有经历过实际战斗 只是平时放在舞馆前台那里 作为展示而已 5 一道悠长的叫声传来 陆林瞬间变色 是妖兽 只是 妖兽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江左市的前进基地 经推到百公里之外 按理说 在训练营周边 能够遇到妖兽的机会 比遇到人还要少 同学们 同学们 就在这时 一台无人机突然升空而起 它下面带着一个大喇叭 里面传出赵和的声音 在游泳前 所有人都需要热身 这样才能保证 下水的时候 不会出现抽筋 抽搐等问题 现在 我为大家准备了100头三阶白头狼 请每人稍作活动 准备热身战斗 记得 斩杀白头狼后 请将狼头上打了铁环的耳朵割下来 带到我面前来 班长 你不得帮助其他同学 如果违规 我将会扣出你100积分 啊 听了赵和的声音 陆林没办法了 如果是给他其他的惩罚也就算了 扣积分 这是陆林万万无法接受的 大家不要怕 都拿出战刀 站进来 只是一群三阶的白头狼而已 所有人 分散开 保持战斗距离 陆林连忙安排着 他虽然不能直接动手帮助 但可以在后面指挥 173 争分夺秒 终于赶到 说话间 已经有白头狼放弃隐藏 向着众人冲来 靠前的学员 一个个向后躲避 这些都是 没有经历过荒野战斗的舞者 不过 也有少数一些人 他们神情冷静 彼此配合着 已经在开始斩杀白头狼了 陆林眼神一鸣 知道这些人 就是那些游军队 选送推荐上来的舞者了 虽然年纪也是18岁 但他们明显 比普通的少年经历的要多 昨天 陆林在帮助大家 斩杀妖兽做晚餐的时候 就看到有不少人 在他帮忙之前 就已经斩杀好妖兽了 所有人 不要乱 同宿舍的彼此配合 掩护 陆林的声音传来 让那些一触即溃的普通学员 心神镇定了不少了 这些都只是三阶的白头狼而已 跟他们的实力相差不多 完全有斩杀的可能 随着第一个学员挥动战刀 笨拙地跟白头狼战斗 越来越多的学员 也都镇定下来 拿出自己的武器冲了上去 女生学员也有胆子大的 他们彼此联合 先将两三头白头狼围住 不给他们偷袭的机会 然后再群起而攻之 那边的小心 你们小队 后面还有七只白头狼埋伏 女生小队 快快快 向男生这边靠近 已经斩杀够妖兽的 不要愣着 赶紧去帮助其他人 陆林站在高处 不断地指挥着 在他有条不紊的安排下 这些学员们 就如同多长了一双眼睛一样 随时都可以了解到 附近妖兽的动态 很快 战斗结束 陆林看了一下 一百多学员中 只有少数几个受了伤 不过都不是太严重 最可怜的就是隆傲了 他的速度有点慢 在躲避一头狼的攻击时 因为动作太急 没有留一脚下 踩在一个深坑里 把脚给崴了 不错 大家都很棒 现在 抓紧时间 割下带着铁环的狼耳 我们尽快出发 陆林看了一下时间 虽说他们战斗速度不慢 但也被耽误了 差不多半小时的时间 现在已经7点17分了 班长 我杀的这头狼耳朵上 没有铁环 牛哥 我的这头狼 也没有伤环 刚才战斗的时候 没有在意 现在竟然有好多学员 说出他们面对的问题 什么 陆林凑近说话的几人一看 地上的白头狼耳朵上 果然没有铁环 这下糟了 所有人 动作加快 我们统计一下 还缺多少带铁环的狼耳 很快统计结果出来 还有40个同学 没有获得符合要求的狼耳 同学们 现在 我们必须要兵分两路了 获得狼耳的 尽快向目的地赶去 其他人跟我一起 去找刚才逃跑的狼群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知道 陆林的办法 是最好的选择了 不过 仍然有人说 班长 我们一起吧 陆林赶忙拒绝 有狼耳的赶紧去 然后在目的地等 我们就行 不要浪费时间了 那些人没有办法 只能在陆林的催促声中 尽快离去 陆林带着剩下的学员 一路跟随逃跑的狼群 来到了一处密林 呜 哦呜 距离还远 他们就听到了 一阵阵此起彼伏的狼叫声 不好 这里才是狼群的大本营 陆林面色微微变化 同学们 大家别怕 我虽然不能帮忙斩杀妖兽 但可以帮大家查看情况 陆林说着 快速进入密林 这里的狼群数量果然不少 陆林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 发现至少有八百头左右 怎么办 时间眼看着就不够了 陆林心生一计 他在狼群中 找到那些耳朵上带着铁环的 直接往外扔去 外面的同学 自然是大喜过望 每来一头白头狼 他们就一起冲上去 将其砍死 割下耳朵 获得铁环狼耳的同学数量 越来越多 可陆林的举动 也让整个狼群 躁动不安起来 越来越多的白头狼 冲上来围攻陆林 但他们的撕咬和抓 都只是增加了 陆林龙银精中 照的熟练度而已 顺带将陆林的衣服 给撕扯得乱七八糟 31 32 很快 陆林已经扔出去了 40头白头狼 该撤了 陆林感受到一股冷意 竟然是一头 达到了六阶的白头狼王 只不过 他和陆林之间的距离 还很远 陆林也不理会他 直接跑出密林 大家都拿到狼耳了吧 身后群狼撕咬 但陆林却视若无误 拿到了 大家齐声响应 好 那赶紧出发 我们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 陆林看表 这时候已经7点35分了 可剩下的距离 还有30公里 可千万不能迟到 跑步过去 奖励5积分 可迟到要扣10分 若是迟到了 岂不是连昨天 拖大货车得到的那5分 都要送出去 陆林可不想这样 其他的同学更不想 虽然他们连续战斗了两场 可在迟到两个字的威慑下 还是加快了脚步 当然 能跑这么快 身后一直追赶的白头狼群 功不可没 啪 啪 哗啦 哗啦 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 但时间已经 只剩下3分钟了 还有5公里 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 最后怕是真的要迟到了 大家再加把劲 我们已经很接近了 好 所有的学员都面红耳赤 身后没有狼群追赶后 他们都感觉身体十分疲惫 但此刻在陆林的话语下 还是爆发出最后一次潜力 8点0分 陆林看着面前的一条 足有上百米宽的大河 差点流下激动的泪水 这辈子 他都没有如此拼命过 还是为了那5个积分 人群中 陆林扫了一眼 只有跟他一起跑步的80多个同学赶来 此外 柳妍老师也到了 但奇怪的是 大巴车和大巴车里的那些同学 竟然还没有来 陆林 你们很不错 现在 排队上浇狼儿 我看看 你们任务的完成情况吧 柳妍说道 好的 陆林组织大家 上来一个个浇狼儿 然后凑到柳妍面前询问道 刘老师 赵老师 他们还没有到吗 嗯 他们在路上单个一会 等一下到了 我会给他们做迟到的惩罚的 柳妍淡定地说道 相比起陆林这一路奔跑来的同学 那些坐大巴车的 可就没有这么轻松了 174 互相帮助 更换泳装 准备下水 耽搁了 嗯 柳妍轻松地说道 你们的热身任务 是斋狼儿 可他们那一路的热身运动 却是割虎鞭 割 割虎鞭 不仅是陆林大受惊讶 周边但凡听到柳妍这话的男生 都不禁双腿一紧 赵和老师是怎么想出来这个任务的 这也太狠了吧 江左市周边最有名的虎类妖兽 就是金金虎了 可以想象 这一个任务下去 不知道多少雌性 金金虎会沦为寡妇 割虎鞭啊 有什么大不了地 好了 你们都还不错 既然连个伤亡都没有 也是不错了 对了 陆林 你的狼儿呢 啊 陆林一愣 柳妍这是啥意思 刚才那无人机可没有说 要他也摘一个狼儿啊 啊什么啊 有就拿出来 没有就赶紧回去搁 在这发什么狼呢 你该不会以为 不让你帮忙同学们 你自己也可以不用摘狼儿了吧 啊 我也要摘 陆林真是被整猛了 他仔细回忆了一下 好像确实没说 不让他摘狼儿啊 可现在已经8点11分 他这时候跑回去再回来的话 岂不是铁定迟到吗 柳妍白了他一眼 不想跟陆林说话了 他还以为陆林能成为班长 除了五折等级高 身材壮硕外 头脑应该也不错的 没想到 哎 好好一个人 竟然是个傻子 班长 班长 怎么回事 龙奥跑过来问道 没 没事 陆林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做了 他怀疑 赵和和柳妍这俩人 就是故意的 故意再整人完 他们不止 折腾人的身体 还要折腾大家的精神 这是天才训练营 该不会是神经病训练营吧 就在他犹豫着 要不要返回在弄死一头白头狼的时候 突然感觉手里多了一个毛毛的东西 陆林诧异地看了一眼龙奥 龙奥却是冲他一笑 谢了 兄弟 陆林感谢一声 转身来到柳妍面前 柳老师 不好意思 我刚才差点忘记 我也是收集了狼耳的 哦 柳妍一看 果然是一个带了铁环的狼耳 他诧异地看了陆林一眼 没有说什么 将所有的狼耳都收起来后 他才跟大家说 同学们 恭喜你们 所有人都完成了任务 还能及时赶到目的地 我宣布 为大家每人发放五点积分 耶 太棒了 谢谢刘老师 班长谢谢你 牛哥牛 逼 一时间 整个营地上百位学员欢呼不断 陆林正笑着 就看到一辆大巴车 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 这些人也到了 不过 当大巴车停稳 车上的同学走下来的时候 陆林却看到 他们一个个身上带着血迹 有人一蹶一拐的 还有人更是需要搭在别人的肩膀上 才能下来 倒是那几个武师 一个个的都跟没事人一样 轻松无比 温子友看到陆林一身衣服都破烂不堪 还想要嘲笑他呢 站好 赵和大喝一声 你看看你们的样子 身上还有半点天才的影子吗 缺胳膊断腿 站都站不稳 不就是经过了一场小小的战斗吗 竟然变成了这样 我再一次对天才训练营的这个名头 产生了一些怀疑 你们 到底能配得上这两个字吗 随着他的训斥 大巴车上下来的学员都低头沉默不语 反倒是几个武师都一个个颇为淡定 马天成甚至还高高地昂起自己的脑袋 天才 自然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要跟普通人对比的 这些学员虽然都不错 18岁就是中阶舞者 可比起他马天成来说 也只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赵和看到他那一副样子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还有 你们这些所谓的武师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受伤 却无动于衷 你们心里还知不知道 你们都是人类舞者 在荒野之中要互相帮助啊 赵老师 可刚才不是你说 不许我们帮助其他人的吗 马天成作为赵和的主要目标 此刻一脸不爽地反驳道 刚才山林的时候 赵和明确地说不允许他们帮助同学 此刻又说什么 他们不帮助别人 岂不是自相矛盾了 哦 我说不许帮助你 就不帮助了 可是 你看看他们 赵和指向陆林他们一群人 虽然其中也有不少伤员 众人更是神情疲惫 但好像除了陆林 其他人的衣服 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陆林 我问你 你刚才是否有帮助其他同学 没 没有 绝对没有 陆林否认三连 刚才赵和说得清楚 他要是帮助其他人 就给他扣一百积分 陆林哪里敢说他帮忙了 很好 赵和又转过头 听到了吗 陆林 这个班级的最强者 在没有帮助同学的前提下 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可你们 哎 算了 我不想说了 所有人 男生快速换好泳衣 女生去车上拉好帘子 换衣服 我们马上要开始今天的游泳训练了 马天成等人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看到陆林那样子 就知道 陆林肯定也在路上帮助同学了 只不过他帮助的方法 应该跟昨天那种一样 并没有直接出手 马天成恨恨地看了陆林一眼 就因为他 自己成了 被赵和骂得最惨的一个 同学们都在换泳衣 期间自然少不了一番猜测 班长 你说 咱们游泳的地方 该不会就是在前面这条河里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们难道真以为 我们会在游泳池游吗 训练营的老师们 果然不按套路出牌 只是 这样操作 就不怕咱们死在这河里吗 同学们一个个有些紧张 他们都祈祷着 赵和带他们来这里 就是为了吓吓他们而已 或者最多 就是在靠近岸边的下个水 应该 也许 可能不会让他们 直接去河中间游泳的吧 十分钟后 男生都换好了泳装 一个个目光不定 虽然恐惧下河的事 但相比起泳装美女 这一点害怕 也就不算什么了 175 妖黄的传说 下河历练 大巴车的车门缓缓打开 温紫玉排在第一位下来 不过 男生们并没有看到 让他们感到惊艳的泳装美女 温紫玉穿着一身黑色的 连体潜水服 虽然勾勒出 一丝曼妙的曲线 但除了脸蛋上的皮肤 竟然一点不露 不过 男生们也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满怀期待地 等待下一位女生出现 啪 这是希望的泡沫破裂的声音 所有的女生 都是穿的一身 连体黑色泳衣 没有半分走光的可能 好了 所有人都看到前面这条河了吗 看到了 很好 这条河叫做左离河 是长江的一条支流 因为跟右离河一起 形成了江左区域 于是便有这样的名字 诸位都知道 我们江左地区的舞者 想要外出 除了乘坐飞机外 便只能通过这两条河 走到外界去 这两条河 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们 同时 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制约 所以 我们游泳课的主旨 就是让大家能够正确地认识到 这两条河流 认识它们 征服它们 大家有没有信心 下面鸦雀无声 学生们都低下头 不敢说话 他们已经猜出来 赵和接下来要让他们干什么了 游泳课 真是疯了 谁上过这样的游泳课 陆林也知道 左离河与右离河 在地图上勾勒出一个类似离型的陆地 这一片陆地 就是整个江左区域 江左市 东山市 江下市等一组成十二位城 都在这个区域中 在以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 江左地区的舞者 都是需要乘坐小船外出 后来 灵气复苏 这两条曾经养育两岸百姓的河流 却变成了天谦 凡是进入河中的生物 无论是人类还是妖兽 通通都会面对 河中妖兽的攻击 不只是人类舞者 就连一些钢铁战船 只要一下水 面对的就是恐怖妖兽的攻击 左离河右离河 在深度和广度上 并不比长江要差 其中生存着 兽皇级的妖兽 曾经有人类的武神强者 来到这里 想要帮江左地区 拔出这一隐患 可最终 虽然战胜了河中的那妖皇 却被对方跑掉 此事后来 也有不少武神查看 搜寻 却没有找到那妖皇的踪迹 若不是对方 时不时地出来兴风作浪 都会被人们认为他死了 因此 左离河和右离河 也成了江左地区 人人谈之色变的危险区 进入地 现在 赵和是疯了吧 让他们一群学生 在这河里上游泳课 不少人怀疑 赵和就是河中妖兽变化而成 这么做 就是为了给河中的其他妖兽 加一顿午餐 还说什么认识他们 征服他们 有本事你自己下去游一圈试试啊 怎么 一个个的都怕了吗 赵和面色不善 赵老师 这一次 陆林知道 必须要他站出来了 赵老师 河中有兽皇级妖兽 这是我们江左地区每一个舞 甚至普通人都知道的是 我和同学们都可以理解赵老师 为我们创造条件 磨练我们的战斗能力 和意志的想法 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老师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但是 陆林向前一步 但是 我认为 磨练我们是一回事 让我们没有任何条件和理由的去送死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这河中游泳 一旦出现兽王级 或者兽皇级妖兽 恐怕将是一次灾难 请恕我大胆 对于您这个建议 不敢苟同 陆林不卑不亢地说着 身后的同学对于他的举动 是既担心又佩服 同时还有些担心 赵和万一恼羞成怒 将陆林给丢到河里怎么办 哦 赵和的目光 在陆林身上审视着 他似乎想要看出 陆林这么说 到底是因为自己胆小 而选择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还是他真的是这样考虑的 可是看了许久 赵和也没有从陆林的严重 看出一丝半点的心虚 哈哈 你说得不错 这的确是我应该考虑的 昨晚 就在你们还在宿舍里 呼噜呼噜睡觉的时候 我和几位老师一起在这附近的水域中 深入探索过了 绝对没有王级妖兽 更不可能有兽皇级妖兽 如果你们还是不放心的话 我可以一直待在河水中陪着你们一起 我也可以陪着你们 赵和话音落下 一旁的柳妍也是如此说道 陆林看着两位老师都是如此的坚定 也放心不少 他回过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同学们 大家都冲着他微微点头 连身为武王强者的两位老师都不担心 他们还怕什么 而且陆林这么一说 也间接的等于是让两位老师 能够进入河中保护他们 好 那就多谢两位老师了 陆林拱了拱手 退回到人群中 同学们 我们今天只是进行适应性的练习 大家需要在我昨晚规划出的区域 进行游泳练习 当然 在这里我提前说一句 在这片区域中是有妖兽的 不过 他们最多只有一阶的水平 不会给大家造成太大的风险 经过陆林这么一说 赵和在处理此事时也收敛了很多 会提前告诉大家河水中是有妖兽存在的 这样明确地说出信息 虽然让同学们少了一些遭遇意外时 快速反应的磨练 但毕竟是第一次嘛 但是 赵和说着 突然一个转折 差点让人闪断了妖 这片区域中的妖兽都是一阶 适用于普通的舞者 对于一些强者 却没有什么历练意义 他的眼神玩味地扫在陆林等十位武师级学员的身上 你们十个都是武师级 有另外的区域 啊 这一下 其他的九位学员都反应过来 他们应该是被陆林给连累了 果然 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 尤其是马天成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怨毒 在赵和的指挥下 所有的学员全部下到河水之中 刚一下去 就有钢甲蟹 弹簧虾迎着他们冲了过去 以前都是人类钓鱼钓虾钓螃蟹 现在 这些鱼虾蟹类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赵和让柳妍帮忙看着这些武者级的学员 他则是带着陆林等人 走向另外一个地方 176 王级金文归 水下杀鸡 你们几位都是武师级 自然不会太过轻松 这一点 相信大家也有了相应的思想准备了 那么 班长 由你打头 向河对岸游过去 并且 要抓到一头四阶以上的妖兽 我会在空中 时刻关注你的安全 下去吧 赵和这时候 露出了本来地面目 原本 他就是打算 让所有学生 都尝试一次 横穿河流的举动 以此来打击学生们的天才傲气 可陆林刚刚反过来将了他一军 赵和只能让陆林感受一次这样的经历了 好 陆林穿着游泳短裤 露出精壮的上半身 他戴好泳帽泳镜 二话不说 跃进河水之中 他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就学习过游泳 现在实力变强 自然更不怕 左离合的河水 很是浑浊 陆林即便带着泳镜 也只能看清前方一两米的距离 其他九位武师就在岸边看着陆林的举动 赵和则是飞在空中 时刻关注陆林 不过 他虽然想要让陆林小小地吃个亏 却也不是真的想让陆林死在河里 赵和激发着自己武王的威势 让河流中的王级妖兽远远避开 可他还是低估了河中妖兽的脾气 若是在陆地 说不定真有王级妖兽 在感应到赵和的王级威压 主动退避 可是这是在河流 天生就是属于水中妖兽的地盘 一头金文龟在水底潜伏着修炼 突然感应到赵和的气势 他愣了一下 竟然还有生命赶在这里挑战他的威严 真是找死不成 金文龟缓缓地上浮 他还没有看到那释放王者威压的家伙 却看见了一头人类 毫无防备地从他头顶上游过去 真当龟爷爷年纪大了 提不动刀了 金文龟眼中闪过一丝凶力 那就先拿这小子开刀 他从水底向前潜伏了十多米 转过身对着陆林的方向 吐出一道水流 河流打着旋转向陆林 在空中的赵和看到了这一幕 可他却没有提醒陆林 河流中出现暗流 漩涡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正好让陆林这小子受个教训 暗流在靠近陆林身边的时候 直径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 外围的旋转力量 让陆林的动作变形 他赶忙调整动作 只是人类在水中的灵活性 哪能比得上一些水中生物 陆林被带得直接偏了过去 甚至还倒退了十多米的距离 靠 他的力量强悍 退出一段距离 就止住了身形 避过了那一道打着旋的暗流 陆林踩着水 将脑袋探出水面 便认了一下方向 继续向着对岸游去 金文归见到陆林这么执着 都被冲走了 还要从他头顶经过 那就是 地狱无门闯进来 给你一个痛快 金文归在水下耐心地等待着 那如同拳头大小的双目 一眨不眨地 盯着陆林的动作 当陆林来到他头顶的时候 金文归奋力一排旁边的泥沙 如同利剑出鞘 近了 近了 金文归庞大的身影 在水下逐渐显现 赵和这时候 却漫不经心 根本没有看到他 好机会 金文归张开大嘴 他的口腔内 有79根尖锐的獠牙 他的嘴巴 可以张到125度的角度 他的上颚和下颚之间的距离 足足有二 三米 这样的恐怖的嘴巴 将陆林吞入腹中 简直是轻而易举 此时 感受到下方水流急剧变化 陆林顿时意识到不妙 他想要躲避 可是 他的舌部和凌云部 都不适合在水中施展 该死 陆林心中暗骂一声 从储物戒指中 抽出了B级战刀 金文归嘴巴张开的瞬间 陆林看到了口中不满的獠牙 金文归 陆林一刀劈出 破天十三斩 第三层增幅 近二百万公斤的距离打在水面上 如同一颗深水鱼 雷爆炸 刚刚张开嘴的金文归 完全没有想到 他眼中弱鸡一样的陆林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大量的空气带着水流 狂暴地冲向他的口中 只是瞬间 金文归的口腔内部 就受到了恐怖的打击 一道道伤口突兀出现 鲜血流出 染红了河水 怎么回事 在空中的罩合 这才反应过来 他看到河水中 一头足有三十米宽的巨型乌龟 正在跟陆林战斗 战斗 不可能 三十米的身影 即便在身形庞大的水中妖兽中 也绝对属于六阶极限 哦不 该死 这竟然是一头王级妖兽 聂绰 找死 赵和爆喝一声 从储物戒指中抽出了他的武器 三尖枪 他的身影如同炮弹一样 直刺水中 这时候 什么整蛊陆林的想法荡然无存 赵和只想杀死他 金文归跟陆林战斗了两招 就看到赵和入水 他的心中依然无惧 刚才只是被那个小家伙 打来的措手不及而已 如今 他也许不一定能赢 但绝对不会输 金文归向下前去 赵和的速度更猛一些 很快就追上了金文归 杀 一道恐怖的声音 透过水流传入到金文归的耳中 金文归嘶吼一声 同样 不甘示弱 这时候 反倒是陆林没有事做了 他这时候也有些后怕 刚才来攻击他的 竟然不是什么五阶六阶的妖兽 而是一头王级 这才刚游了没多远 就遇到一头王级妖兽 这水中 有多少王级妖兽啊 算了 既然金文归已经被赵和接管了 陆林就不信 这路线上 还有其他的王级 继续游 赵和本身就是 谁属性的元素舞者 在水中战斗 也是他的主场 而且他是出入中阶五王的层次 跟这一头出阶巅峰的 金文归打起来 那是旗鼓相当 完全不落下风 若是算上装备的差距 那赵和还要略胜一筹 可水面上 这时就好像深水炸弹开会一样 砰砰砰 不断地响着 岸边观战的几个武师 也都脸上露出惊骇的神色 能跟赵和打成这样的妖兽 至少也是王级了 还好先过去的人是陆林 如果是他们的话 几个武师都是一脸的后怕 即便是马天成 也收敛起脸上的怨毒 大和 需要帮忙吗 在赵古舞者学员的柳妍 给赵和传音问道 不用 今天晚上 咱们和清顿金文归汤 赵和咬牙切齿地说道 可谁都没有注意到 又有一道灵活的身影 逼近了陆林 177 八虚年王 入腹 一条背部长着黑色斑点 体长足有16米长的黑影 他小心地潜伏在水底的位置 谁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他就好像一块黑色的石头一样 静静地潜伏着 观看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大战 在他的嘴部 长着16条白色的根须 在河底暗流的带动下 不断地飘动着 远远看去 仿如水草 突然 他冻了 每一条须都有4至5米长度 这让他能够更加清晰地捕捉到水中发生的一切 一头王级触及的金文归 与一位人类武王战斗 战况激烈 同时 还有一个只有武士境界的人类 正在河面上无忧无虑地游着 八虚年王不在乎有人或者其他的妖兽 闯入到他的底盘 这对他来说 都是食物 八虚年王没有浪费食物的习惯 他的眼睛眨动 尾七有力地拍打在水中 他的身影如同一道黑色的水中闪电 速度奇快 冲向陆林 水中暗流涌动 陆林的身体被推到两米外的地方 他当然不会想到 这里还有一头王级妖兽在等着他 只是 陆林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脚腕 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没等他反应过来 陆林眼前一黑 整个人已经进入到了八虚年王的腹中 年鱼王的牙齿锋利 在陆林进入口中的第一时间 就大力碾压向陆林 龙银精中照熟练度加两千 龙银精中照熟练度加六千 龙银精中照熟练度加八千 龙银精中照的熟练度不断增加 陆林虽然暂时还没有被锋利的牙齿咬破皮肤 但他也感受到剧烈的痛苦 这是什么 陆林想要看清周围是什么地方 但八虚年王的牙齿再一次地向他咬来 短短不到十秒的时间 陆林龙银精中照的熟练度暴增十万 该死 这是在一头王级妖兽的口中 陆林暗道一声 这也就是他 若是其他人进入八虚年王口中 恐怕用不了几秒钟 就可能连骨头渣都被嚼碎了 在龙银精中照的护持下 陆林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危险 可也不代表他会一直安全下去 眼见着无法咬碎陆林 从八虚年王的腹中 倒流出一股黑漆漆的液体 这是带着极强腐蚀性的酸性物质 龙银精中照的熟练度疯狂暴涨 几乎一秒都会上升三万五万的熟练度 不行 再这样下去 我会死的 陆林心中焦急地大叫 可是这八虚年王口腔 就好像铜墙铁壁一样 他手中的B级战刀都已经砍得卷刃了 对方也没有丝毫痛楚 更没有放陆林出去的想法 这时候 外界 柳妍照看着五者级的学员 赵和在跟金文归大战 他们俩都没有注意到陆林消失不见 但是 温子有看到了 陆林 陆林 他大声叫道 怎么了 陆林又遇到危险了吗 其他的学员都好奇地问道 他们刚才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赵和那边去了 根本没有时间关注陆林的动态 陆林不见了 该不会是河中还有一头王级妖兽吧 温子有不确定地问道 怎么可能 马天成当场反驳 陆林可是咱们的班长 实力强大 一般的妖兽根本不可能奈何的了他 而且 你该不会以为 王级妖兽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吧 有一头金文归的王级妖兽还不够 难不成还有另一头 马天成吃笑不已 对啊 温子有 说不定班长只是在水中浮钱而已 现在王级金文归被赵和老师牵扯住 他说不定潜入到河底 在里面寻宝呢 一边的顾笑说道 他说的倒也不无道理 在灵气复苏的三百年中 无论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拥有冒险精神 投机精神的人 他们祈祷着自己不会那么倒霉 正好就碰到王级或者黄级妖兽的攻击 只要将货物通过左离河送出去 那利润将是空运出去的五六倍 甚至更多 不过这左离河河底无数的沉船 以及尸骨 告诉人们 还是不要高看运气这个东西 因此 无数的沉船带着船上的财富 一起沉入河底 时不时有一些幸运 偶然逃到了一些宝物 大肆炫耀 引起了无数人的好奇与羡慕 可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发财的 毕竟是少数人 也对 现在王级妖兽被引开 以班长的实力 下去顺手寻个宝 倒也正常 温紫友你也不用担心了 说不定等一下陆林就上来了呢 其他人也忍不住开口劝道 温紫友想了一下 便也耐心地等待 他不是江左地区本土人士 自然不知道在左离河右离河寻宝 是当地不少青少年 都做梦想要做的事 不过 看顾孝这样的大家族少爷 以及其他武师 都跃跃欲试的样子 他也只能如此 碰 B级战刀在一次劈砍的时候 竟然不小心砍在了 八虚年王纳比合金 还要坚硬锋利牙齿上 一下崩断 碎成了一块块的散落在口腔之中 此时 陆林的泳裤 沾染到了一些黑色的腐蚀性胃液 上面出现了一个个破洞 但他的皮肤 却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 金钟罩晋级了 龙银金钟罩 10W1E 再次晋级的金钟罩 为陆林提供了更加强大的防御力 他一开始还担心自己的皮肤 可能会被拿卫叶腐蚀 没想到升级后 这卫叶对陆林一点威胁都没有 他就是躺在这八虚年王的腹中半个月 也不会有半点损伤 当然 陆林的泳裤和泳帽 可能经受不住这样的腐蚀 因为之前跟王胜利交易的时候 陆林把身上所有的兵器 包括银血刀都交易出去 此刻 他的手中 竟然一把衬手的武器都没有 危机 困局 总不能让他一拳拳地打出去吧 对了 陆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他之前修炼的金钟罩 和龙宁金钟罩 有过一次功法合并的情况 那么 现在他手上有大量的腰盒 是不是可以从这里想到办法呢 想到就做 陆林一枚一枚地掏出身上的腰盒 只要系统提示 他都选择吸收 现在 陆林身上可没有普通的1-5阶腰盒 全都是清一色的6阶腰盒 连续吸收了20多颗6阶腰盒 陆林的属性面板变成了 178 天极功法九牛二虎拳 恐怖加成 主人 陆林 等级 中阶武师 功法 千虫呼吸法第6层 MAXMAX 龙宁金钟罩第6层 49W6E 破天十三斩第4层 999990W 猛虎大力拳地阶第7层 零石 可合并 风牛大力拳地阶第5层 20009 1000 可合并 凌云部第3层 MAXMAX 可合并 蛇部第3层 MAXMAX 可合并 飞刀第5层 11000W 点数 207 8955 7 简化点数 达到了惊人的207万 这才只是20多颗腰盒而已 若是把手中上摆 没腰盒全部吸收的话 陆林至少可以获得 3000万以上的简化点 不过 这次出现可合并选项地 竟然足足有4个5技 两门拳法 两门步法 陆林之前就怀疑同类型的5技 只要简化点足够 就可以将它们合并成一门更加强大的攻法 现在这个想法得到了证实 合并 陆林先把两门拳法合并 合并成功 猛虎大力拳与风牛大力拳合并后 新地功法等级提升为天级下品 恭喜主人力量增加10万公斤 请主人为新功法命名 一连串的提示声响起 陆林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不过 命名这身陆林不是很擅长 不过一个牛 一个虎 还都是跟力量有关的 那不如叫 九牛二虎拳 新功法命名成功 请主人自行查看功法详情 陆林的脑海中 涌入了一股庞大的信息 足足消化 理解了十几分钟 陆林才勉强知道这一门新的功法 是有多么腻甜了 陆林现在身上拥有的 75万公斤距离保持不变 九牛二虎拳 提升到第一层 就可以增加10万公斤的力量 受到风牛真意的影响增幅 在10万公斤的基础上 再度提升50% 也就是炼成一层 陆林就能提升15万公斤的力量 炼成第二层 陆林增加100万公斤力量 增幅之后 力量达到150万公斤 第三层 500万公斤 增幅后750万公斤 第四层 1000万公斤 增幅后1500万公斤 第五层 3000万公斤 增幅后4500万公斤 第六层 8000万公斤 增幅后1 2亿公斤 这才只是第六层 增幅后的实力 就已经超过了五王巅峰 后面还有第七第八第九层 只是因为陆林现在的实力太弱小了 无法查看后续三层的效果 不过 仅仅是这样 陆林已经很满意 非常满意了 这一门全新的天际功法 融合了两门功法的特点 通过斩杀妖兽来提升熟练度 想要晋级第一层 需要斩杀一头王级妖兽 同时 还可以享受到蜂牛意志的加持 拳法内容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只有两招 蜂牛 猛虎 猛虎是点对点的攻击招数 一招打出 可以捶爆一头恐怖妖兽 而蜂牛 则是一招擅长群攻群战的招数 陆林这时候 正好需要这样威力强大的招数 吃下他的这一头八虚年王不知道具体是七阶还是八阶 不过这并不重要 无论他是什么等级 以陆林的实力 一拳下去 他也得爬窝 就在陆林暗自庆幸的时候 此刻柳妍和赵和都要疯了 刚才温子友 有些担心陆林的情况 结果被马天成和顾笑说 陆林下河去寻宝了 他也耐心地等待着 可是这都等了快十分钟了 还没有看到陆林从水下冒头 情况有些不对了 温子友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也就马天成嘟弄了几句 连顾笑都不敢应和他了 快去找柳妍老师 温子友看了马天成和顾笑一眼 催促温子友赶紧行动 温子友跑到柳妍身边 跟他汇报陆林消失 柳妍一开始还不信 赵和在不远处 跟金文归打得正热闹呢 这个时候 怎么可能还有王吉妖兽会偷袭陆林 你姐等着 我去看看 柳妍毕竟是女性 心中更加谨慎一些 只是 当她在河面上游走飞行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陆林的身影 柳妍心里有些慌了 陆林 该不会真的被某个王吉妖兽 给叼走了吧 赵和 赵和 别打了 陆林不见了 啥 赵和跟金文归打了半天 越大越憋火 他不管如何攻击 这金文归 就是一点都没有受伤 反而是他 一不小心受到一个水炮 就要狼狈半天 此刻听到柳妍这么说 赵和当即就是疑论 金文归一发水炮 精准地打在他身上 将赵和轰到河里 一时间竟然无法游上来 聂处 你敢 柳妍在空中怒吓一声 手中的一柄 战刀直直 冲向金文归 他的战刀在飞行的空中 就变化成了一头火焰组成的箭矢 直刺金文归 金文归意识到危险 连忙舍了赵和 将脑袋缩到龟壳里面 抵御柳妍的攻击 赵和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赶忙拿着自己的三尖枪上前来助阵 两人不讲武德的一顿暴打 让以防御著称的金文归直呼受不了 他头一缩 直接消失在茫茫河水之中 因为担忧陆琳的情况 柳妍和赵和两人 也没有顾得上追他 柳妍 你说什么 陆琳不见了 嗯 我刚才找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兴许这附近 刚才还潜伏着一头王级妖兽 我靠 赵和抱了粗口 他没想到 今天竟然这么不顺利 先是被陆琳 质疑在左离河进行游泳课的可行性 后来又被陆琳 这个乌鸦嘴说中了 真的遇到了一头王级金文归 害得他吃了不少苦头 可现在 陆琳的乌鸦嘴 竟然连自己也不放过 别看赵和是中阶五王 但他年纪也不是很大 还是第一次带队训练 经验欠缺 此时竟然慌了神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补救和寻找陆琳了 赵和 别愣着了 赶紧通知训练营的其他老师过来 一起帮忙寻找 我给总教官打电话 让他也来寻找 总之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哦 好的 听你的 这个时候 赵和完全没有判断力了 听从柳妍的话 立马就给训练营打电话 179 一起看上帝 如山生龙吧 喂 赵和 什么事 急 董栋 你快喊宝丽 孙哲 无锡 马天龙他们一起来左离合 来左离合 怎么了 难道你们发现兽黄了 电话对面的董栋 表现出压抑不住的兴奋 不是 赵和大急 现在陆林因为他的原因消失不见 而且有极大可能葬身于某个王级妖兽的口中 他哪有时间跟董栋开玩笑呢 那是什么 难不成是柳妍这丫头 进击到中阶了 不是 不是 你他妈先别说话 赵和大吼一声 出情况了 赶紧带人来一起 一起 一起什么 你倒是说话 那边的董栋 还在不断地追问着 可赵和已经顾不上说话了 他看到 在大约三百米远的河面上 一道身影 带着血气冲出河面 石破天惊 开天辟地 哄 随即才是一道猛烈的炸响声 一道足有十几米高的水柱 冲天而起 这 这是 赵和口中无意识地呢喃着 这是什么 你快说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 没事 我只是想请你们一起来左离河 看特么的上帝啊 哇哈哈 老子捡到宝了 啪 赵和二话不说挂断了电话 如同顺移一般地 来到那一道几乎是光着身子的身影旁 陆林 飞在空中的陆林被赵和突然抱住吓了一跳 谁 是赵老师啊 您怎么这么激动 陆林一脸不解 可赵和这时候哪能顾得上这些 若不是陆林现在的状态实在太过不雅 他都准备抱着他一顿亲 快快快 你先穿上裤子再说 赵和看到陆林这出来以后 竟然身无寸缕 赶忙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一条裤子递给陆林 陆林低头一看 赶忙把长裤套上 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得挂空挡不挂空挡的事了 柳妍也来了 他指着下方漂浮翻滚的巴虚年王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陆林 这是你干的 陆林借着赵和的力量在空中向下看去 虽然在巴虚年王的体内待了十多分钟的时间 但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家伙的真面目 哦 应该是吧 应该 柳妍不可置信地看着陆林 这巴虚年王可是一头出阶极限的王级妖兽 若是在陆地上 他不会惧怕 可是在水中 即便是出入中阶的赵和 也不一定是这家伙的对手 众所周知 鲶鱼本性残暴 有他在的地方 那池塘鱼塘中 就别想养其他的鱼了 这家伙性情凶猛 吃得多 长得快 几乎是一些小型鱼虾系列的天敌 灵气复苏后 鲶鱼在诸多淡水水域中 那也都是霸主级的存在 属于下线低上线高的成长类妖兽 这一头已经达到王级的鲶鱼 竟然在吞下陆林后 被陆林反杀 结果陆林就给他来一句应该是吧 这真是 柳妍无语了 他也懒得理会陆林 手中出现一道场所 准确地勾住巴虚年王的口部 将他向着岸边拖去 不管如何 这一头妖兽死了 那就应该归他们训练营所有 柳妍一边拖 还不断地攻击水中那些不怕死 想要上前啃视鲶鱼王尸体的妖兽 花了一分钟的时间 他才带着巴虚年王回到岸边 手中用力 庞大的巴虚年王 直接脱离水中 被他抛到岸上 我去 这是王级妖兽吗 怎么这么大 没看到当才陆林 从他腹中脱身而出吗 一般的妖兽 值得咱们班长这么做 不可能吧 班长虽然是风牛哥 可在水中 即便是王级铁骨牛 也不一定能战胜这头鲶鱼王吧 纠正你一下 不是鲶鱼王八 是王级鲶鱼 我草 我特么说的是这么回事吗 镜瞎扯淡 一众在水中练习游泳的舞者及学生 都忍不住一轮纷纷 肃静 柳妍落下来 看着巴虚年王背上那足 有一米多直径的巨型伤口 也是忍不住暗暗扎舌 他知道 陆林这家伙防御强 力量大 可也没有想到 防御竟然这么强 力量竟然这么大 他掰开鲶鱼王的大嘴 看着里面一排排锋利的密密麻麻的历齿 都感觉到头皮发麻 陆林 到底是怎么在这样的恐怖环境中生存下来的 还有 刚才那石破天惊的一拳 陆林是怎么打出来的 大家都别上来吧 今天的游泳课暂时结束 赵和带着陆林飞回岸边 对着下面的学员们宣布道 学员们欢呼一声 都激动不已地从水中出来 刚才眼看着赵和和金文贵在那边战斗 他们还要在水中游泳 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了 真的是有一种如蒙大赦的感觉 这一上岸 他们才感受到 这一头巴虚年王有多么强大 光是那十几米长 三四米粗的体型 就让人望而生畏 更不用说那坚硬的皮肤 尖锐的牙齿了 任何一个学员 设想若是自己在这恐怖的口中 恐怕连三秒都坚持不到 赵老师 腰和 腰和是我的 陆林一落地 就忍不住着急地宣誓着主权 杀死这一头巴虚年王 他可是暴露了自己的底牌 那肯定不能把好处拱手让出去 放心 这腰和肯定留给你 赵和说一句 忽然问道 陆林 你刚才说那一招叫什么来着 刚才柳言拖动巴虚年王回来的时候 他就好奇地问过陆林 刚才他是靠着什么 突破了巴虚年王的防御 还造成了那么大的动静 陆林给他回了一个词 不过赵和没有听清 这时候才忍不住再次问出口 庐山生龙霸 庐山生龙霸 赵和这次确定自己是听清了 但他搜索自己脑海之中关于武道的记忆 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这是哪位超级强者创作出来的拳法 这时 柳言听到两人的谈话 也忍不住好奇地转过头来 陆林 你说的是庐山 对 柳言老师也听过这一招 柳言摇头 陆林健壮 只好搜刮脑海中的记忆 给两人解释道 庐山生龙霸 是一位名叫童虎的绝世强者创造 因为他在庐山的大瀑布下前修时悟出了这一招 所以以此命名 180 年鱼大餐 老师会议 嗯 柳言和赵和听到陆林的话 脑子更梦了 他们是专门学过华国武道史和世界武道史的 可从未听过有名叫童虎的绝世强者 既然是绝世强者 那即便不是武神级 至少也是武王高阶了吧 可为什么他们脑海中 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嗨嗨 庐山生龙霸 其实是因为 这一招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让庐山大瀑布的水流阶段 甚至逆流而上命名 需要武者燃烧自己的小雨 哦不是 是需要燃烧气血 甚至气血逆行才可以做到 这一门武技 乃是一种在绝对危机时候 用来拼命的招数 而且 它还有一定的成功率 一旦使用失败的话 轻则气血逆流全身瘫痪失去意识 重则身体爆炸 瞬间死亡 两位老师 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才得到这样的招数 还好 我这次成功了 陆琳说着 露出一副劫后余生的表情 实则是心虚不已 他必须要尽快终结这个话题了 不然再编下去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总之 他绝对不能说自己的九牛二虎拳 是天际功法 蓝星每一部功法 至少每一部高品阶功法 都是有记录的 谁创造的 谁学习过 都有着明确的记录 如果是普通的皇级功法 你偷学个一招办事 还有可能不被人发现 可天际地级功法 绝对不会有这个机会 让人偷学 陆琳更不能说 这一门功法 是自己创造的 因为他学武才多久 这九牛二虎拳的两招拳法 他都只能勉强使用 根本不了解其原理 所以 与其说真话 不如随便编个名字糊弄过去 此时 柳妍和赵和 看陆琳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也忍不住胡疑 难不成是自己的层次不够 所以不知道这位叫同虎的强者 也不知道 什么庐山生龙霸的爆发性武技 甚至 两人都打算 在结束了这一年的教学任务后 也抽空去一趟庐山 看能不能找到 那位绝世高人前辈 搜搜搜 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是天才训练营的 其他几位武王老师到了 哟 赵和 这就是你说的上帝 体型还不小 够咱们几个吃一顿了哈 董栋的声音传来 赵和赶忙迎上去 董栋 别乱说 这不是上帝 那位才是 赵和指了指陆琳 可董栋却眼神不善 狗屁 那明明是一个学员而已 跟上帝有什么关系 总之 不管到底谁是上帝 这一趟赵和精心准备的游泳课 必须要提前结束了 所有学员换好衣服 女生乘坐大巴车 男生们则是抬着那一头 十几吨重八虚年王 这是因为生活老师柳言说了 因为陆琳的关系 大家今天都可以吃一顿的大补的鲜鱼 至于这么做 交给训练营的厨师就足够了 回到训练营 已经是中午了 大厨们也都一个个有膀子力气 不一会就把这头八虚年王给收拾得明明白白 红烧鲜鱼 清蒸鲜鱼 剁椒鱼头 干锅鲜鱼 鲜鱼豆腐汤 鲜鱼酸菜 一道道美食端上来 让同学们吃得畅快无比 下午 赵和则是给同学们上理论了 他也没有如同上午一样 敷衍地讲一些众所周知的基础知识 而是详细地介绍 水中妖兽的常见种类 当然 大部分还是放在淡水系的水族妖兽上 不然以学生们如今的实力 去海边纯粹就是送菜了 别说远海深海了 可能在海边 就可能被某个恐怖的贝类给干掉 这一下午的学习 虽然说没有半点危险 但却让所有人都头昏脑胀 即便是鹿鲜 一次性接收这么多知识 也让他直呼受不了 并且在心中做出决定 以后如非必要 他绝对不要进入水域之中 太恐怖 水中的妖兽种类多 实力强 这些鹿鲜还可以忍受 关键是 他们隐藏水平太高 下午上课的时候 赵和找出一张图片 问同学们 图中有多少种妖兽 有人说十种 有人说二十种 有人说三十种 当然 一些猜一百万种的 那就纯属捣乱了 最后赵和公布答案 在图中 一共有134种妖兽 隐藏着等待捕猎的机会 这也让陆林记住了 水中妖兽的另一个特点 大部分的水中妖兽 都不会去主动捕食 而是潜伏起来 等待着猎物上门 当然 这根淡水系中 大部分的河流 湖泊地方 都不是很大有关系 如果是在海中的话 那就更恐怖 隐藏的有无数种 主动猎食的数量也不少 没有一定的实力之前 海洋是人类绝对的禁区 蓝星上 75%的面积 有海洋占据 严格地来说 海洋生物才是蓝星的主人 这一天 过得既惊险 又刺激 陆林和同学们 都有如此感受 晚上 宿舍里所有的学员 都拿着脸盆打水洗漱 这一幕在陆林看来 还挺有年代感的 风牛哥 你在进入那头 年鱼王口中 到底经历了什么 给我们讲讲呗 洗漱后 不少同学兴致勃勃地 拉着陆林 让他给讲讲 在年鱼王腹中的经历 陆林左右闲着没事 便开始给大家说到几句 可另一边 赵和却跟其他几位老师 一起商量着 诸位 咱们都是舞王训练营的同学 这一次 因为年度考评 没有过关 只能下来带这帮孩子 不过离开之前 图先生可是给了我们承诺的 如果能发现一个舞王苗子 并且推荐上去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缩减 相应的工作时间 陆林今天的表现 大家也都看到了 你们说 把他抱上去 让训练营考核一番怎么样 以他的水平 晋升舞王 应该是妥妥的吧 太早了 赵和刚说完 旁边的柳妍就说道 他才来一天时间 虽然意外斩杀了一头王级妖兽 但这并不代表他的真实实力 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这个是 你别在学员面前说漏了嘴 免得给他们太大的希望 我知道 赵和答应一声 却忍不住 已经开始幻想 推荐陆林成功后的收获了 要一套血灵战甲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马天龙那家伙 只不过是站着 有个好老师的缘故 竟然还想跟他们这些人相比 还不是靠那一套血灵战甲吗 181 鬼青 马家采药人 先用后腹 在天才训练营 老师们聚在一起开小会的时候 江左侍 马和针又一次敲开了 马复兴的房门 家主 我查出来了 就是他 马和针尽可能地压低自己的声音 而他语气中 还带着一丝兴奋 是谁 马复兴淡定地问道 家主 我查出来了 谋害二少爷的 就是那个陆林无疑了 什么 马复兴站起 眉目一束 显得有些争鸣 胡死不倒危 马复兴虽然老了 但毕竟是杀伐一生的武王 这一副样子 让马和针看了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是陆林 我查到了准确消息 有一个龙刀小队的成员 在某次喝酒的时候 跟朋友吹牛 说陆林是他见过的少有的 真的可以算作是天才的人 他修炼一天 就成为武者 刚进入白银山 吃了一块鹿肉 就达到了武者中阶 后面更是一路晋升到 武士初阶的水平 关键是 关键是 陆林并不是只有修炼天赋而已 他的战斗水平同样不差 龙刀小队在荒野中 曾经遭遇过一次白头狼群的袭击 最终 那一头六阶的白头狼王 就是陆林在爆发后斩杀的 消息属实 马复兴问道 绝对属实 马合征肯定地说道 家主 陆林在第一次离开白银山的时候 就可以爆发斩杀六阶妖兽 那么在第二次进山 杀掉方号也绝对有这个实力 嗯 马复兴的手指在桌面上不断地敲击着 他心中思索着 这一次 马合征不仅带来了准确的情报 还弄了一张陆林的照片过来 他只是看一眼 就知道 陆林正是当时马天虎追踪的那个年轻人 除掉一个陆林自然很简单 只是 当时在白银山中的时候 陆林还跟林云生有过几句交谈 如果他跟林云生有关系的话 那还真不好处理 这样 合征 你先带三位采药人去找到陆林 尽可能在不惊动外人的情况下 将他绑起来问问情况 重点是要问问 他跟林云生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呢 马合征问道 他可是知道 林云生可顶尖的武王 获得封号白虎 乃是一位杀法果断的超级强者 马家不能轻易跟这样的一位爵士强者产生矛盾 换言之 林云生 只凭马家还得罪不起 马福星听了这话 也忍不住加快了敲击桌面的速度 这也是他所担心的 不过 当他想到马天虎的英龙笑貌 那可是他的亲孙子 虽然平时对他的关注 不如给马天龙的那么多 但也是亲生骨肉啊 马福星心中发痕 一咬牙说道 何征 算了 这是你别管了 老夫亲自处理 你回去后 尽快将调查陆林的所有痕迹抹去 避免被人发现 他凌云生是强龙不假 可想要在江左压制我们马家 那也是痴心妄想 是 马合征答应一声 便告辞退去 等他离去后 马福星思考了许久 终于拨通了一个电话 鬼亲 带二十位采药人 去东山市找到一个叫陆林的 然后 杀掉他 遵命 晚上 终于给其他学院 讲述了一个陆林大战 巴虚年王的曲折离奇的古时候 陆林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这一天忙得没停 他都没有时间去合并那两门步伐 合并了九牛二虎拳的效果 让陆林十分满意 尤其是在斩杀了巴虚年王之后 陆林的九牛二虎拳 进阶到第一层 力量再次增加15万公斤 现在 陆林一身力量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0万公斤 这样的水平 即便放在初阶五王中 也算是顶尖的水准了 如果加上他的其他增幅手段的话 怕是不会比天才训练赢的 这几位老师差 当然了 这只是纸面上的实力对比而已 陆林有破天十三斩 那些五王级的老师 修炼的至少也是地级功法 真要打起来 那陆林肯定是被虐的分 除非大家规定好 你一拳我一拳 看谁先扛不住 这样陆林才有可能赢 不过 哪个五王会跟陆林这样玩呢 先不想太多 尽可能在五十级将自己提升起来 然后尽快进入五王 这就是陆林对自己的规划 只是 当他打开系统界面的时候 却倒吸一口冷气 忍不住一句国骂就出口了 卧槽 只见在简化点数一栏后面 赤果果地写着一个零 陆林前前后后 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 那个零还是那个零 未曾变过 陆林记得 自己之前在吸收了二十颗六阶腰盒后 明明有二百零七万之多 可现在 怎么竟然没有了 我的简化点呢 我那么大一堆的简化点呢 系统 这一次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陆林都要疯了 之前基础级的金钟罩 和玄级的龙宁金钟罩合并的时候 也只不过花了一万简化点而已 他心里做好准备 这一次合并的花费肯定不少 但怎么可能一滴都不剩了 系统没有给他半点回应 陆林无奈 只能继续拿出妖盒来吸收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反正现在妖盒数量多 系统给合并的两门拳法 带给陆林的提升 堪称巨大 他大人有大量 也就不跟系统计较了 又吸收了20颗妖盒 陆林信心满满地 打开系统界面一看 顿时打人的心都有了 点数 零 为什么 难道是系统出问题了 陆林苦思明想了许久 也想不出问题的原因 过了好半天 陆林才做出决定 继续吸收 如果系统真的出问题了 他要这么多妖盒 也没有任何用处 发现可吸收能量 是否吸收 吸收 发现可吸收能量 是否吸收 吸收 陆林一颗一颗的吸收 系统虽然出问题了 但吸收起能量来 却一点是没有 当陆林给到第五颗妖盒的时候 点数那一栏 终于出现了变化 点数 21,044 3 嘿 这玩意 还有零有整吧 前后吞了他300万简化点 结果就给显示出来这么点 系统你到底干不干人事 主人 合并两门拳法 需要的简化点是500万点 因为当时 主人处于紧急情况 所以我帮主人开通了 先用后复功能 182 碧波蛇游 跳神克 潜保力 神特么先用后复 你当你是电商平台 刺激消费呢 你咋不给整一个24期 免息分期付款呢 陆林心中吐槽一句 不过能花几十颗妖盒 就能得到一部天际功法 陆林也勉强认了 关键当时他在 巴虚年王的口中 确实是危及万分 如果不合并两门拳法 岂不是要在年鱼王口中 待一辈子 好吧 好吧 陆林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肚里能撑传 不就是先用后复吗 陆林收射心神 继续吸收手里的腰盒 当简化点达到102万地时候 陆林看到两门步伐的后缀 都出现了可合并的字眼 系统 这一次 别跟我玩什么 先用后复地了 主人放心 系统已经进行了自检 今后会百分百尊重主人的想法 贯彻主人的意志 绝对不会轻易做出决定 听到系统这样的承诺 陆林放心下来 说道 合并吧 灵云步与蛇步合成中 合成成功 请主人为新步伐命名 新步伐合并成功后 等级达到悬接上品 嗯 怎么才悬接上品 陆林质疑一声 很快就收到了一股庞大的信息 等他了解到新步伐的内容后 忍不住大喜过望 这100万简化点 真没有白话 不仅融合了两门步伐各自的优点 还增加了新的功能 游泳 之后 陆林只要下水稍微适应一番 就可以完美地掌握所有游泳姿势 而且 就如同一个拥有几十年游泳经验的老手一样 不仅能自己游得好 还可以在关键时刻救人 并且对江河中的一些暗流 以及水文环境进行初步的判断 至少 以后不会出现 把妖兽的攻击 错认为是暗流的情况 不错 而且合并后的新步伐 提升境界的方式 也更加的简单 游泳 走步 跑步 无论以任何方式移动一米 就增加一点熟练度 当然 乘坐飞机汽车的路程 是无法计算的 新的步伐增加了游泳的动作 陆琳想了半天 才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碧波蛇游 有了新的步伐 陆琳有些兴奋地离开宿舍 准备到楼下试试步伐的效果 碧波蛇游熟练度加1 恭喜主人达到第一层 爆发力增加 才走出宿舍 陆琳就看到了系统的提示 这就一百步了 陆琳没有声张 一路小跑来到操场上 他倒是想看看 爆发力是怎么增加的 这一路上 自然是熟练度不断增加 两门功法虽然合并了 但陆琳却没有遗忘 之前会的舌部和凌云部 他在操场上 找了一片四处都是障碍物的地方 先试试感觉 试了几分钟 陆琳忍不住地开心地大笑起来 玄阶的步伐 果然比黄阶的要高级 他的速度 比起之前提升了差不多一成的感觉 别看只有一成 现在陆琳的碧波蛇游 才第一层而已 若是继续提升下去的话 速度说不定可以翻倍了 接下来 他又测试了一番爆发力 这个结果 更燃陆琳星系 在近距离的战斗中 舞者的速度就是生命 你比别人快 你就可以掌握先机 可以更快地攻击到别人 更快地躲避别人的攻击 速度更快 还能让舞者 拥有更高的容错机会 总体来说 陆琳对这一次的合并步伐 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让他心中 更加期待明天的课程 只有上课才能获得积分 今天陆琳得到35积分 如果这一周努努力的话 说不定能够实现 积分破百的愿望 到时候 就可以兑换一门地阶的5技 陆琳现在发现了 修炼5技不是越多越好 他以前是见识不足 以为5技越多越高 但现在经过一系列的战斗 陆琳明白了一个道理 5技再进步再多 斩杀妖兽跟对手战斗 只要你有一个地方 比别人强就足够 陆琳现在的特点 就是力量强 防御强 速度一般般 接下来 他要继续发挥自己的长处 多修炼几门地级攻法 如果积分够的话 天际攻法也不是不行 在操场上跑了几分钟 让碧波蛇游打到第二层后 陆琳看看时间不早了 便准备回去休息了 碧波蛇游提升到第二层 爆发力增加 第二层给陆琳带来的好处 还是爆发力增加 陆琳也懒地测试了 回到宿舍里 倒头就睡 因为千重呼吸法 已经达到满级 他行走 坐卧之间都是修炼 睡眠的同时 也可以运转呼吸法 碰 碰 哗啦 光荡 第二天天还没亮 陆琳在床上正睡的香甜 就听到一阵噪音 他宿舍的玻璃被人砸碎了 不只是他 旁边其他人的宿舍玻璃 也被人打碎了 各种各样的声音响成一片 陆琳揉揉眼睛 这训练营的老师 又要搞什么幺蛾子了 陆琳这次也不急了 他在宿舍自带的洗手间内 简单地刷了个牙洗了个脸 才湿湿然地走到楼下 这时 在宿舍楼前 已经聚集了不少学生了 他们站在钱宝莉面前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站的也是姿势标准 嗯 今天这些孩子们 已经做好 被打击的准备了吗 陆琳暗自嘀咕一句 走到钱宝莉面前问候 钱老师走 钱宝莉看看陆琳 冲她点点头 归对吧 今天是我给大家上跳神课 好的 陆琳答应一声 开始给同学们整队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还心里紧张不已的学生们 在看到陆琳过来后 都一个个放松下来 有好几个人还长出了一口气 钱宝莉当即就是柳梅倒树 她刚才只不过 让这几个学生学会守规矩而已 怎么竟然这么怕她 搞得她跟洪水猛兽一样 钱宝莉瞪了那几个叹气的家伙一眼 给他们一个我记住 你们了的眼神 几个家伙 吓得又是一个哆嗦 陆琳疑惑地 看了几人一眼 也没有说什么 整理好队伍后 她还跑到宿舍楼 催促里面的学生 紧快一点 好了 同学们 现在是早上三点十七分 你们已经浪费了早晨 宝贵的十七分钟的时间 下面 所有人跟我来 取教具 同学们答应你 排好队伍 整整齐齐地跟在后面 不知道为什么 钱宝莉明明有些胖 有些可爱 学生们却这么怕她 183 变态跳绳课 我上我更行 教具就是很常见的跳绳 不少人都心中疑惑 昨天的游泳课 被兆合玩出了花 还让他们吃了一顿鲜鱼大餐 难道今天地 跳绳课 就是真地是一门普通的跳绳课 很明显 同学们都想错了 领取好跳绳后 钱宝莉带着大家来到操场 同学们 大家都知道 跳绳是一项非常棒的运动 可以锻炼我们的敏捷 长期跳绳递化 还可以提升我们的体力 不过 今天这一门跳绳课 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现在 班长陆琳 你先上来 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跳绳课需要练习的是什么 陆琳上去 钱宝莉给她面授积疑 陆琳听完钱宝莉的安排 顿时一脸古怪 她就知道 训练营的这些老师们 一个个都不正常 游泳课 是去遍布妖兽的左离合中修炼 跳绳课 却是考验学生们的防御力和身法 钱宝莉的安排 简单说 就是让陆琳在跳绳的时候 躲避或者防御她发出的攻击 在一分钟内 不仅要掉到900个绳 还要在100件暗器的偷袭下 躲过至少80件 这太难了 如果没有干扰的话 陆琳一分钟跳1000个绳 都没有问题 可还要在这个过程中 躲避100件暗器的偷袭 平均一秒要接受1 67次的攻击 这两个条件叠加在一起 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完成的 好了 我们开始吧 钱宝莉按下了即时的按键后 手中如同天女散花一般 哗啦啦扔出了一大片暗器 卧槽 陆琳才刚刚跳了10个绳 直接就被暗器笼罩了 不过好在 她修炼过飞刀秘笈 对于这些暗器的飞行速度 有自己的判断 可以多开大部分的暗器攻击 看到这一幕 钱宝莉的眼中 不由出现一丝金色 陆琳才刚刚18岁 这个时候 正是舞到快速精进的时候 一般人绝不会在这个时期 去花费精力 修炼什么暗器手法 没想到 陆琳竟然这么全能 如果没记错的话 她的防御力强大 攻击力也能洞穿 巴虚年王的防御 虽然这强大的攻击力 是由那所谓的 庐山生龙霸带来的 但依然不可小觑 这一刻 她对于昨天赵和的建议 有些认同了 陆琳也许真的应该推荐她 进入舞王训练营试试 陆琳看到钱宝莉发呆 她没有浪费时间 身形快速起伏 很快就跳到了100个 150 钱宝莉听到旁边 嗖嗖嗖的声音 有心想要看看 陆琳的极限在哪里 她的手中 又出现了一把 形状各异的暗器 嗖 修 刷 一道道暗器 或者是打着旋 或者是直直飞出 来到陆琳面前 陆琳不断地躲避 甚至用上了 刚合并成功的碧波蛇游 才勉强躲过大部分的攻击 不过 在陆琳的估算中 她躲过的还不到八成 也就是说 这样的水平 是不符合钱宝莉的要求的 一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 陆琳停下动作 微微地喘着气 一分钟1000个跳绳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她一分钟 竟然跳了1500个 听到钱宝莉爆出的数字 陆琳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 一秒钟跳25个绳 这个速度 感觉可以起飞了 最重要的是 钱宝莉说 她一共打出了600多枚 各式各样的暗器 结果 陆琳竟然躲过去一半 虽然达不到她要求的标准 但这个水平 依旧很厉害了 钱宝莉当着所有人的 面对陆琳的实力 表示的赞扬 钱老师 我觉得这个考核 也不是很难啊 您刚才说 在跳绳的一分钟内 要撒出100个暗器 我觉得这个太简单 对舞者出街的来说 都不算难 而且 一分钟只跳1000个绳的话 对于武士来说太少了 应该2000起步 讲解了一下规则后 马天成忍不住开口说道 同学们都以仇恨的目光看着她 你他妈是疯了还是想死 陆琳那么强的实力 都只能一分钟跳1500个绳 600件暗器 勉强躲过一半 你马天成上嘴皮 碰碰下嘴皮 就把标准提升了这么多 钱宝莉也是饶有兴趣的 看着马天成 这年头 她见过不少喜欢说大话的人 要么是实力牛逼 要么是脑子进水 她看着马天成的样子 也不像是脑子进水 难不成 这位的身法躲避技巧 比陆琳还强 钱宝莉心中大喜 来 这位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钱老师 我叫马天成 是江左氏马家 这一辈最杰出的子弟 我们马家的领袖人物 是已经武王强者 停停停 钱宝莉一脸无语地 打断了马天成的话 她只是问了一句 对方叫什么名字 结果这个马天成 竟然啰啰嗦嗦一大堆 真够烦人的 行 马天成对吧 你上来试试 我看看 你一分钟能够跳多少次声 马天成完全没想到 钱宝莉竟然要她上来试试 当即有些猛逼 怎么 你不愿意 没没没 我愿意 看着钱宝莉圆乎乎的脸上 露出一丝阴沉 马天成连忙说道 虽然没想到 钱宝莉会喊她上去 但马天成完全不虚 她刚才在下面看了 陆琳在跳绳的时候 根本没有尽全力 速度不是很快 同时 在躲避暗器攻击的时候 也没有做出多绚丽的动作 转头 侧腰 扭屁股 仅此而已 这么简单的是 马天成坚信 她上去的话 只会比陆琳做得更好 好 那你做好准备 钱宝莉不想跟马天成废话了 她倒要看看这个学员有什么本事 马天成站好 钱宝莉按下了即时按键 她非也是地跳起来 在学生们眼中 马天成跳绳的速度一点不慢 不过在钱宝莉看来 以这个速度跳一分钟 即便她没有打扰的话 马天成一分钟 也就跳1200左右 不会更多了 或者 她是在故意隐藏实力 钱宝莉见过太多喜欢隐藏实力的少年了 当即也不敢下结论 她拿出上百枚暗器 扬手打出三枚 追魂钉 成品自行 弓向马天成 只不过 马天成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 还在专注地跳着绳 184 装逼不成反备 马天成 你也不想吧 钱宝莉看着马天成的动作 竟然不躲 难道是为了适应一下她的打法 她选择相信 然后随手又打出18枚金色的圆球 18罗汉阵 这是暗器手法中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暗器手法 不仅分布广 能够尽可能地压缩对手的躲闪空间 而且还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爆炸 不过在跟学员们使用这一招递时候 钱宝莉自然不会真的引爆 扑扑扑 哎呀 什么东西 18罗汉刚刚出手 钱宝莉就听到了三声沉闷低弱的声音 这是暗器打入人体 穿透皮肤的声音 该不会是马天成躲过了三枚追魂钉后 暗器打到其他学生身上了吧 只是这一抬眼 钱宝莉整个人就傻了 马天成胸口处插着三枚追魂钉 三道鲜血也成品自行出现在马天成胸口 紧接着 18罗汉也都纷纷打在马天成身上 受伤的他根本来不及躲避 砰砰砰 一连串的声音响起 马天成直接倒在地上 钱老师 停 停啊 倒在地上 马天成大声叫道 钱宝莉按停了计时器 余光瞟了一眼 二 十四秒 马天成 你没事吧 你为什么不躲啊 钱老师 我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你发出暗器啊 还有 刚才这些爆炸开的珠子 是什么东西 我感觉身上好痒啊 马天成翻滚着 不断地伸手抓到身上的皮肤 没看到 钱宝莉不可置信地说道 这马天成 刚才说得煞有其事的 没想到上台来 竟然连他打出暗器的动作都看不到 他该不会看错人了吧 这马天成 不仅不是一个天才 还是一个废柴中的废物 洛林 你给他查看一下伤口 简单包扎一下 钱宝莉随手甩出一个药箱 便再也不看马天成一眼了 刚才这家伙说话的时候 态度多么嚣张 不可一世 可上来了 竟然就这么点水平 这不是浪费人感情了吗 好了 接下来 所有人都挨个准备 我们的课程将分为三个部分 跳绳 躲避 跳绳加躲避 今天大家先来跳绳 我也要看看诸位的真正实力 在说真正两个字的时候 钱宝莉忍不住又看了马天成一眼 此时 陆琳刚好撕开了他的短袖 准备给他治疗 钱宝莉心中加了一句 实力差不可怕 可怕的是 明明实力差 还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马天成胸口的追魂钉都是特制的 钱宝莉也考虑到学生受伤的问题 所以选择的 都是没有什么杀伤力的暗器 她天生就喜欢琢磨暗器有关的东西 制作暗器 对她来说 一件很享受的事 陆琳 钱老师是不是作弊了 为什么 你可以轻松地扭扭屁股 转转腰就能躲过去 可我却连他的动作都没有发现 马天成装作无辜地问道 是的 钱老师之前跟我认识 所以对我手下留情了 陆琳一本正经地忽悠着马天成 他早就看这家伙不爽 几次三番地跟他作对 在老师面前给陆琳上演要 昨天上游泳课的时候 也就是他说 陆琳可能是下到河底寻宝了 因此 没有让温子友 去报告老师陆琳失踪的事 这也就是陆琳实力强能够自己出来 不然换个普通学生的话 说不准被这么一耽误时间 连尸骨都被消化腐蚀了呢 哼 我就知道 他给你射出暗器的时候 动作都那么慢 我们站在后面的人都能看清楚 结果等我上去的时候 却故意把动作隐藏起来 真是够卑鄙的 马天成咬牙切齿的小声说道 确实 马天成 刚才你说的内容 我已经让万秒录音了 等一下就给钱老师听听 什么 马天成大惊 陆琳这是要他的命啊 他费尽艰辛 才拿到这一个进入训练营的名额 就是想要效仿当年马天龙的道路 马天龙五考后 就是江左第一天才 被家族推荐进入天才训练营后 他的表现很快惊动了一众武王级老师 然后入营仅仅三个月 就被选入武王训练营的备选人才库中 之后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打磨和修炼后 马天龙被一位斩妖武馆的高阶武王 看中收为弟子 通过师徒推荐 直接进入武王训练营 然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了 进入武王训练营 只用了五年时间 马天龙就成就武王 回归江左 甚至还成了这一届天才训练营的老师 陆琳若是将他刚才说的话 告诉钱宝丽的话 那马天成的一切打算都完蛋了 陆琳 班长 陆哥 你别开玩笑了 我刚才就随口抱怨几句 您不会真的汇报给钱老师吧 为什么不会 陆琳反问 陆哥 班长 我错了 我刚刚不该说钱老师的坏话 求求你 放我一码吧 马天成哀求着 可以 毕竟是同学嘛 我也不想关系太疆 不过 我听说有个东西叫封口费的 哦 我懂 我懂 马天成一赶紧的点头 他抬起左手手腕 问道 陆哥 你的账号是多少 我打给你 6214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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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七 华国五者银行东山市分行 户名就是陆琳 好的陆哥 稍等 马天成赶紧给陆琳转账 很快 陆琳就收到了短信提醒 他的账户到账了20万元 20万 陆琳眉头一皱 他看着马天成 这就是你的诚意 算了 我还是跟钱老师坦白吧 别别别 陆哥 我错了 这个账户就只有20万 你等一下 我要给你转的是200万 马天成赶忙拉住了陆琳 很快 他又给陆琳赚了200万 这一次 真的是破财消灾了 行吧 那就算没有这回事 不过 以后你说话可要小心点 其他人可不一定会像我这么好脾气 伤口也处理好了 你就在这坐着吧 我去上课了 陆琳拍拍马天成受伤的胸口 一副兄弟情深的模样 但马天成感觉 陆琳刚刚给他包扎好的伤口 好像又崩裂开了 等到陆琳离开 马天成的严重闪过一丝阴霾 他马天成 虽然是马家树出 但这么多年 啥时候 受过这样的憋屈 就因为一句话 185 精神力 控物 元素 幻术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让马天成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200万 不 是220万 就买陆琳一个 不会告密 他之前一直在家中苦修气血功法 努力提升修为 根本没怎么外出狩猎过 身上自然也没有多少钱 这220万 还是他家里人省吃点 用给他存下来的 现在却什么都没有做 全部损失掉了 陆琳 这个梁子 结下来了 马天成暗暗想着 陆琳来到正在练习跳绳的学员中 随便地看着 不得不说 因为身体素质的差异 普通舞者一分钟跳绳数量超过600滴都不多 不过 却有一个意外 陆琳看着人群中 有一个舞者级的学员 跳得就比其他人快很多 走近一看 陆琳笑了 是龙傲 龙傲这人不错 性格直 但也懂得变通 昨天 陆琳没有搁带铁环的狼儿 还是他偷偷给了陆琳一个 没想到 这哥们跳绳的水平还真不错 明明只是一个舞者中阶 跳绳速度比起温子有都不慢 陆琳看了一下 龙傲一分钟跳绳超过900个 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不知道他的身法怎么样 连续跳了两分钟 龙傲停下来 就看到了陆琳 班长 他穿着粗气跟陆琳打招呼 嗯 不错呀 你怎么跳绳这么快 有什么诀窍吗 陆琳从来不小看 这些基础的体育运动 因为他知道 舞者强 强的是综合素质 但把所谓的综合素质拆分下来 也就是力量 速度 敏捷 以及气血 舞技 功法 如果一个舞者能够把身体的每一个方面 都做到最后 未来的成就 肯定不会太差 没啥诀窍 龙傲憨厚的一笑 就是练 我小时候就自己一个人生活 其他同学有各种训练器械 我没有钱买 就捡了一个别人不要的跳绳 天天练习 慢慢地就跳得好了 龙傲说得轻松 但陆琳知道 说得越轻松 这里面 龙傲越是 吃了不少苦 只有乐观的人 才会有他 这样的心态吧 嗯 不错 继续练吧 陆琳跟他说了两句话 便看到钱宝丽冲他招手 钱老师 有事吗 嗯 陆琳 你之前学过暗器的使用手法 钱宝丽问道 嗯 算是学过吧 陆琳考虑着措辞 不能说真话 但也不能说得太假 因为我对电视上的一些 使用暗器的大侠比较羡慕 就自己一个人在楼下练习 扔石子 扔飞镖什么的 慢慢练习了这么多年 现在打固定的靶子 也能做到实重实 哦 那是非常不错的水平哦 看来你就是那种 天生适合修炼暗器的天才 有没有兴趣 以后继续修炼下去 当然有 陆琳开心地说了一句 随即 他又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钱老师 我虽然喜欢练习暗器 但我不知道 在这修炼气血的时代 暗器还有什么发挥的作用 毕竟攻击妖兽 用暗器的话 似乎杀伤效果并不怎么样 即便在暗器上脆毒 以妖兽 那庞大的体型来说 也不会瞬间致死 这是陆琳心中 一直存在的问题 之前获得飞刀秘籍的时候 他花费了十万点减化点 才减化成功 虽然可以将气血之力 注入暗器中增加攻击力 但这一招 对于普通的王级以下的妖兽 还没有问题 遇到王级妖兽 就没法发挥作用了 哈哈 看来你还真是谦虚 你应该用暗器 杀过不少普通的妖兽吧 没想到你年纪不大 精力倒是不少 也不知道是怎么成长到 现在这一步的 陆琳 我跟你说 暗器一到 其实靠的不是气血之力 而是精神力 精神力 陆琳不明所以 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吧 精神力 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意识 意志 灵魂等一些虚无力量的统称 精神力强的人 学习速度效率比普通人要快 如果再继续增长下去的话 那精神力 就可以作为对敌的重要手段了 是用暗器 陆琳似有所悟 没错 就是暗器 因为用精神力操控物体 对精神力损耗很大 越是大而重的物品 消耗越大 这时候 就要用到我们看来 并不起眼的暗器 这其中 还涉及到精神力的 三种不同的应用方式 控物 元素 幻术 控物 元素 幻术 陆琳呢喃一句 控物的话 应该就是钱宝丽说的 控制暗器攻击敌人 元素 她也在填充号飞船空间 遇到了一位牧师 那人就是纯粹使用元素之力 攻击对手的 肉身力量反而不强 至于幻术 陆琳就不是很懂了 至今她也没有见过 使用幻术的人活着妖兽 对 这三种是精神力的 主要应用方式 其他的还有一些 就是歪门邪道了 你暂时也不需要知道 我这个流派 就是使用精神力控物的流派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晚上我回去给你找一些 相关的书籍介绍 都是关于控物的一些方法 至于精神力如何增强 我们华国有医 套完整的理论 跟西方的冥想类似 我们叫开悟 只不过 开悟这种事 说起来有些玄妙 经历过开悟的精神力强者 会在一夜之间精神力暴涨 若是没有等到机缘 那可能一生都无法开悟成功 我这里有几本 关于如何开悟的书籍 你拿回去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 So 钱宝丽说着 手中突然射出一道寒光 一位正在偷懒的同学 顿时脑袋上多出一个大包 不要偷懒 赶紧起来练习 好的 钱老师 看到这一幕 陆琳知道 为什么刚才走出宿舍的时候 那些学生对钱宝丽这么害怕了 陆琳对钱宝丽说的精神力这个 还是很感兴趣的 就跟在钱宝丽身边了解了一些知识 在蓝星 主要有四种主流的修炼精神力的方法 华国这边是开悟 西方是冥想 阿三是观想 亚马逊是祷告 总之 都是放空心灵 让人类本身的意识 与自然中的某种神秘元素产生联系 这是说起来玄乎 但陆琳感觉不是很难 只要有功法 他那么多六阶妖和呢 随便花 简化后就可以轻松修炼了 186 幻术师温子玉 九皇解恶登仪 中午休息的时候 温子玉还询问陆琳 上午跟钱宝丽聊了些什么 陆琳也没有隐藏 就说精神力 温子玉顿时大为震惊 他指着陆琳 眼中满是不可思议 难道 你也跟温子玉一样 是修炼精神力的天才 嗯 温子玉的精神力很强大 对 对啊 温子玉知道自己说漏嘴了 不过既然陆琳对他没有隐瞒 他便也没有藏着掖着 温子玉很小的时候 脑袋就很大 那时候我们都叫他大头鬼 谁知道 这竟然是精神力高度发达的原因 现在 他已经开悟过两次 如果全力爆发地话 恐怕一般的武王和王级妖兽 都不是他的对手 哦 对了 陆琳 你知道精神力的三大操控流拍吧 陆琳点点头 温子玉 他就是幻术流的 幻术流 就那种看别人一眼 别人就会陷入幻术中的那种 陆琳惊害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坐在远处 跟几个女生一起吃饭的温子玉一眼 没想到 他的注视 立马就被温子玉感受到 他看过来 冲陆琳点点头 对 不过 陆琳 你以后别随便看他了 他开悟了两次后 比之前敏感很多 被人看他一眼 都会被发觉 甚至 他还能本能地感受到 你对他有没有恶意 至于你说的 看别人一眼 就让别人沉浸在幻术中 他现在还不能施展 那是要开悟三次以后 才能做到的事 温子有说着 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陆琳看到 这是温子玉在瞪他 隔着这么远 食堂这么嘈杂 他竟然还能听到 或者感受到 温子有说话的内容 对他不利 精神力修炼者 都是这么强的吗 一时间 陆琳对于精神力 有了一些好奇和向往 下午继续上跳绳课 经过一上午的训练 学员们对于跳绳掌握得很快 即便之前只是粗浅练习过的 也很快能够在一分钟 跳到900个以上了 龙奥更是夸张 他一分钟 竟然跳了1400个绳 比一些武师级强者都厉害 这也让钱宝丽 对他刮目相看 陆琳也测试了一下 自己极限的跳绳速度 在没有任何影响的前提下 陆琳一分钟 跳了1800个 他感觉 这已经是他现在的极限了 想要继续提升 就需要更长时间的锻炼了 一天的课程结束 钱宝丽叫着陆琳 跟他一起去教师宿舍 后面看到的学员 都忍不住露出了羡慕的神色 训练营才开始两天 陆琳就成了几位老师 眼中的香波波 不过因为 陆琳对大家都比较友善 大多数学员也没有什么气氛 只是恨不得 自己也能争气一些 获得更多老师的青睐 只有马天成 他甚至怀疑 陆琳在收了他220万后 还是把他说钱宝丽坏话的事 告诉了钱宝丽 哼 如果有一天 陆琳死在训练或者任务中才好 嗯 等等 马天成突然想到 他堂兄马天龙 不就是正好负责任务的发放 奖励的结算 以及图书管理 积分榜制作的工作吗 这个是跟马天龙说说 说不定能够获得马天龙的支持 对 就这么办 马天成脸上带着阴险的笑容 转身离开了 陆琳 这本是导引术大拳 可以让你的心神宁静 其中记录了18种导引方法 可以帮助你放空心灵 清静自然 这本是我使用的开悟方法 其实 咱们华国的开悟法 跟阿三那边的观想术有一定关系 只不过 我们在观想的过程中 增加了一个步骤 点画 具体的 你自己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这些就是一些 简单的介绍精神力三大流派的书籍 你拿回去可以看看 嗯 多谢钱老师 我回去会认真看的 陆琳抱着七八本书籍说道 说起来是七八本 但除了那些关于人物传记 流派介绍的几本书比较厚之外 那本导引术大拳 就薄薄的十几页纸 说是书 其实更像几张纸装定起来 至于钱宝丽自己使用的开悟功法 名叫九皇解厄登一支开悟法门术 名字听起来比较拗口 但这是根据华国道教的一门 有消灾气负延年益寿的法门 延伸拓展而来 九皇 指的勾成天皇大帝 北极紫卫大帝 以及北斗七星君 陆琳简单的翻看一翻 便知道这是一门已观想入门的术法 修炼者在放空心灵后 在脑海中构建一处光明景象 以灯为家 构建的越细致越好 构建的越庞大越好 构建完成后 接下来就要用精神每日观想运养 让这盏精神之灯越发的凝实 真实 之后 等到某一天 修炼者心血来潮 就可以点亮这灯一次 这个过程就叫做开悟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开悟都需要点灯 钱宝丽还给陆琳打了一些比方 有的开悟方法是 需要在脑海中构建一种动物 等到开悟的时候 那动物的眼睛就会睁开 睁开的时间越久 修炼者获得的益处就越大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开悟方法 但都是要在不断的积累中 寻找那一丝机会 机缘 陆琳苦笑一下 自己的运气 好像并不是特别好 希望学会这门开悟法后 能简化到一个容易修炼的地步吧 不然让他等那有可能十几年 都等不到一次的开悟机会的话 陆琳估计自己要抓狂 再三谢过钱宝丽后 陆琳抱着一落书 回到自己的宿舍 发现可学习功法 是否学习 是 发现可学习功法 是否学习 是 一回到宿舍 陆琳就迫不及待地 将导引术和开悟法门学会 导引术倒还好说 陆琳只花费了200点简化点 就简化成功 简化后 陆琳只要盘膝而坐闭上眼睛 就可以自然而然地 进入到心灵放空的境界中 这个对陆琳来说非常简单 不过 在简化开悟法门的时候 陆琳却发现 系统的提示有些不对 九皇解恶登一支开悟法门术 当前仅有第一层 无法补全 无法获取后续内容 第一层竖法 这个情况陆琳还是第一次遇到 187 简化开悟法 入定修神 陆琳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他之前也学习过一些残缺的功法 不过系统都可以在简化前先给他补足 破天十三斩是如此 猛虎大力拳也是如此 在陆琳看来 系统的能力堪称逆天 只是 没想到这一次 面对九皇解恶登一时 却显示无法补全后续内容 简化吧 陆琳想了想 既然系统都没办法 那他更没有办法了 总不能将这好东西放在这里 等他实力强了 找到一套在修炼吧 主人 简化点不足 简化第一层需要500万简化点 什么 仅是简化第一层 就要足足500万简化点 要知道 陆琳昨天合并出一门天极下品第九牛二虎拳的时候 而已不过花费了500万而已 难不成这开悟法门的第一层 就能比得上一步完整的天阶功法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陆琳也不能再退缩了 等一下 我再吸收一些腰盒 陆琳从储物戒指 一枚一枚的往外掏腰盒 让系统吸收 之前他还觉得自己能转化3000万 简化点算是极多 多到 有可能都用不完 没想到 这才来了训练营两天的时间 就花费掉了1000万 剩下这2000万 谁知道够用多久啊 精纯的能量 不断被系统吸收 面板上的简化点不断增加 很快 25颗六阶腰盒全部消失后 简化点达到了500万 简化 庞大的简化点 如同流水一般 瞬间消失不见 简化成功 构建灯形精神力图形简化为 在纸上画灯 点亮灯光简化为 默念一万遍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嗯 陆琳看着面前透明光幕上的提示 总感觉有些摸不到头脑 这个简化 也太离谱了吧 复杂的在脑海中构建精神力模型 竟然变成了在纸上画灯 画得越多 对于构建模型就越发熟练 等陆琳画个一万次灯后 说不准 可以直接在脑海中凝聚出一个逼真的灯 此外 点亮灯光竟然变成了默念一万遍咒语 这 这也太简单了吧 陆琳想过简化后 这一门功法会变得非常简单 可没想到竟然这么简单 默念一万遍咒语 听起来挺困难的 但比起虚无缥缈 等待一个开悟机会 已经是非常轻松就可以实现的事了 陆琳从书桌上拿出一张纸 开始画画 不过 他要画什么灯呢 油灯 烛台 这种老式的照明灯具 还是画白赤灯 LED灯 这种现代化的灯具 想了想 陆琳还是觉得画一个烛台 一根蜡烛 一盏烛台 这样结构简单一些 以后在脑海中构建模型的时候 也更方便 那就开始画 一边画 陆琳还默念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一张烛台没有画完 陆琳已经默念了十多遍咒语了 这么算下来 岂不是他第一层还没有修炼成 就可以获得一次开悟机会了 脑海中还没有构建好观想模型 就开悟了 这是说出去 怕是没有任何一个精神力修炼者感性吧 不过 管他呢 这一晚上的时间 陆琳啥也没干 就在不停地画画 画到后面 他绘制烛台的手法 已经非常熟练了 几乎只要十多秒的时间 就可以画出一盏烛台 而且因为手法熟练了 陆琳甚至真的可以在脑海中 尝试构建出一个烛台的模型出来 在天色将亮的时候 陆琳盘息而坐 轻轻闭上眼睛 几乎是瞬间 他就达到了心灵放空的境界 这一刻 他感受不到自己 也感受不到外界 黑暗 一片永无止境的黑暗 不知从何处来 不知道何处去的黑暗 这一片黑暗 似乎从天地出生时 就仿佛在那里 亘古 未变 这里就是一个人的灵魂之海 陆琳不由地在这一片黑暗之中 刻画出一道道线条 线条一开始 还是繁杂纷乱的状态 可在陆琳的控制下 很快这些线条变得粗细不同 长短不一 它们慢慢地变化着 组合着 很快 就形成了一盏烛台 在烛台上 一根蜡烛凭空出现 蜡烛顶端的棉心 有些焦黑色 似乎是刚燃烧过一般 这一刻 就代表陆琳观想的模型 已经成功了 以后它可以通过不断地观想 将烛台上的纹路 蜡烛燃烧后的痕迹 一点点记录下来 让观想的烛台变得越发真实 它的精神力 就可以不断地提升 当然 这样的提升 是一种水魔功夫 长期修炼下来 对于精神力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效果只能说是有 但并不算强大 放在人群中 那就是学霸级的存在 无论学什么东西 都能瞬间学会 物理化学数学生物 没有什么能够难得住陆琳的 或者是下围棋 国际象棋这样消耗脑力的 齐类运动 陆琳也能轻易地成为 华国内的佼佼者 但 这不是陆琳的目的 他需要开悟 他需要让精神力 成为自己以后 可以对敌的手段 开悟机会 一次 陆琳脑海中 闪过一丝念头 那是 他在无意识地念诵咒语的时候 突然生出的一股感悟 只要他需要 就随时可以进行开悟 同时 这开悟机会 还是可以累计的 最多累计到三次 之后 陆琳念诵再多的咒语 也没有用了 不过 陆琳可不是会浪费的人 甚至他都不会给自己 浪费的机会 使用开悟机会 脑海中 跳起这样的一个念头后 陆琳就感觉到 一股灼热的气息 突然出现在黑暗的世界里 一颗如同芝麻般大小的 红色光芒 出现在蜡烛的顶端 随即 绵心燃烧 蜡烛变得明亮 陆琳心中 生起一股感悟 当绵心灭掉后 他这一次的开悟就会结束 那么 现在就是开悟时间 陆琳的心神 全部放在 那闪烁不定的烛台上 欢呼 跳跃 兴奋 快乐 陆琳从这闪动的烛光中 感到了世间一切美好的情绪 这一刻 他不再关注 是否要让精神力增长 他也没有再想过 精神力增长后 他要走哪一条路线 来发挥自己的实力 他只是安静地 快乐地 在这里感受着烛台上的情绪 陆琳不知道 就在他入定的时候 钱宝丽来到了他的窗前 二楼而已 对武王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188 钱宝丽的武神师父 感官增强 今天是学员入营的第三天 本来应该是董栋教授 跑步课程的日子 只不过 钱宝丽和赵和 已经玩过两次早上袭击地势了 董栋就想着 按照正常的时间 集合所有的学员 走寻常路 再不走寻常路的天才训练营 也是一种另类的 不走寻常路 果然 早上三点多地时候 就有学员订好了闹钟 从修炼之中清醒过来 昨天 钱宝丽就是点叫大家起床的 董栋总不可能比这个时间还早吧 那干脆就不要让大家休息了 可是 时间缓缓过去 四点 五点 六点 夏天天亮的早 太阳都已经出来 好久了 学员们 还是没有等到董栋的催促 有的学员等得不耐烦了 干脆去食堂吃个早饭 然后去操场上自己修炼了 也有的干脆往床上一躺 也不修炼 蒙着被子呼呼大睡 这时 有几个外出归来的学员 正好看到了悬浮在二楼的钱宝丽 仔细辨认一下 钱宝丽所在的位置 不正好是班长陆林的宿舍房间吗 钱老师这是在做什么 并没有在意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钱宝丽一脸复杂地看着 在宿舍中盘息而坐 身上散发出一道道精神力波动的陆林 她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大早上的 她本来想来提醒陆林一下 观想开悟法的时候 最好不要在夜间进行 因为夜间阴气重 想要在脑海中观想构建灯形模型的话 难度是成几何倍上升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早上起个大早 跟太阳出生的时间开始修炼 这样的话 观想效果最好 只是 当她来到宿舍楼的时候 就感受到一股若隐若现的精神力波动 这一股波动 该不会是陆林这家伙弄出来的吧 钱宝丽有些不幸 只是当她看到宿舍中的陆林的时候 整个大脑一片空白 仅仅是一晚上的时间 陆林就观想构建出灯形模型不说 还直接开悟了 这 这就是传说的精神力天才吗 钱宝丽忍不住心里发酸 能够修炼精神力的舞者 哪一个不是天纵奇才 她平时就是众多童年舞者 需要仰望的高手 年纪轻轻 不仅达到了武王中阶的境界 还是空物流 失从华国最顶尖的精神力武神 而她也是 在成为武王后 才被发现出 是有修炼精神力天赋的 可是 她从接触到导引术和开悟法 足足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才能做到随时随地入定 放空心灵 并且初次尝试 在脑海中构建精神力模型 从开始构建 到构建成功 又是三个月的时间 这六个月 钱宝丽唯一的成就 就是在脑海中 初步构建了一个不稳定的 随时有可能崩碎的灯形模型 并且在之后的三年中 钱宝丽开悟了五次 被师父发现 收入门下 当时在拜师的时候 不少人强者来庆贺 恭喜师父 收到了一个天才弟子 但师父却说 钱宝丽的这个天赋 只能算是中人之姿 勉强算是运气不错 开悟的次数比较多而已 听到这话时 钱宝丽心中愤愤不平 她打听过 国内大部分精神力修炼者的 修炼情况 比她厉害的确实有 但差距并不是多么明显 她花费三个月 对方花费了两个月而已 一直以来 钱宝丽对师父这一句 中人之姿的评价 愤愤不平 放在心里就是一个疙瘩 可今天 再见到陆灵 花了一晚上时间 就凝聚构建模型成功 还开悟成功 钱宝丽真正地感受到了 天才也是分等级的 她能得到师父 一句中人之姿的评价 师父并没有冤枉她 既然打不过 那就让她成为自己的师弟 钱宝丽眼角上翘 露出一丝笑意 陆灵这样的天赋 恐怕是师父见了 也要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吧 想到这里 钱宝丽退后一段距离 拨通了师父的电话 宁波达的号码 不在服务区 听到这个提示 钱宝丽才反应过来 之前来江左的时候 他师父就说 有事要外出 至于是去外太空送卫星 还是去某个秘境探索 师父也没有细说 只说这一次事关重大 如果幸运的话 以后人类世界 就可以向外发展 迈出走向宇宙的第一步了 若是不成 师父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既然师父没法接通电话 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反正陆灵这个师弟 他钱宝利预定了 呼闪 呼闪 在陆灵脑海中的那一朵小火苗 行踪越发地飘渺 看起来就好像随时要灭掉一般 陆灵从火苗中 也感受到了一丝 难舍难分的眷恋 不过 天理不可违 陆灵面对这样的情况 只能静静地等待着 看着 他的心中还有一丝笑意 但却没有之前那么欢乐 呼闪 呼闪 扑 就仿佛有一个调皮的孩子 吹灭了自己的生日蜡烛一样 陆灵的世界里 又变成了一片黑暗 陆灵的心中 凭空生起了一股沮丧 不过很快 他又放掉了这一丝负面情绪 对于其他人来说 下一次开悟的机会 遥不可及 可对于陆灵来说 不就是念诵一万遍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吗 说不定今天晚上 陆灵就可以再次开悟了呢 呵呵 想到这里 陆灵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眼前的黑暗快速退去 消失 脑海中的那一盏烛台 也消散不见 睁开双目 陆灵正好跟窗外的 钱宝丽对视 钱宝丽只感觉一道金光 向自己刺来 下意识地就要反击 好在 他很快意识到陆灵 还只是一个学员 五十级的学员 根本经受不住 他的自动反击 陆灵 早上好 钱宝丽甜甜地笑着 陆灵冲他点点头 站起身问候 钱老师 早上好 突然 陆灵身形摇晃了一下 害怕 是不是还无法适应 你现在超强的感官系统 钱宝丽开怀大笑 陆灵脸上露出一个 窘迫的神色 不好意思钱老师 我刚才感觉地面震了一下 还以为是地震了 陆灵不好意思地说着 听到钱宝丽的笑声 他也反应过来 这哪是什么地震 分明是楼下某个宿舍的学员 把脸盆掉落在地上 发出的声音 咦 等等 陆灵猛然一惊 189 钱宝丽的脑补 平平无奇地跑步课 怎么会突然感觉到 楼下宿舍脸盆掉地的震动 并且以为是震动 陆灵脸上露出一丝疑惑 陆灵 这是你初次修炼 开悟术的后遗症 感知获得了巨大的加强 钱宝丽给陆解释道 陆灵这才知道 开悟 尤其是地第一次开悟后 她的无感会飙升到 一个恐怖的等级 一点小小的震动 都会感应到 钱宝丽还说 有人第一次开悟过后 能感受到坡度的细微改变 还以为是世界倾斜了 然后直接摔倒 对了 陆灵 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第一次修炼 就能成功开悟 钱宝丽眼中 闪过兴奋期待的光芒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可能 等等 陆灵刚要找个理由 说给钱宝丽的时候 就被她打断 钱宝丽胖乎乎的身子 从窗户中 进入陆灵的宿舍 她看到了书桌上 那一幅浮灯的画作 她没有询问 手中的画作 一张张地快速翻越过去 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转而又变得震惊 当她看完陆灵 所有的画作后 长出了一口气 陆灵 我想我知道 你能第一次开悟 就成功的秘诀了 钱宝丽看着陆灵 眼中闪着灵动的光芒 她摇动着手中的一达画作 肯定地说道 就是因为这些 没想到啊陆灵 你竟然能够另辟蹊径 降低初次观想模型的难度 画画 画画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还可以这样 陆灵 你一定是因为 连续画了无数次灯的模型 所以在观想的时候 特别顺利对吧 陆灵点头 娜娜道 是 我就知道 钱宝丽仿佛发现了 什么大秘密似的 若不是现在联系不到师傅 她一定会把这个秘密 分享出去 陆灵 你正是因为画了 这么多灯的模型 所以脑海中 对于如何构建观想 已经有了思维惯性 在心灵放空后 就可以瞬间观想出来 然后 因为你能快速 观想出灯的模型 天地规则 对你更加的亲近 于是就顺理成章地 完成了开悟 陆灵 你可真是个天才 说起来并不能 为什么这么多年 就没有人能想到呢 陆灵 这个办法 我可以推广出去吗 当然我是非常期待你 能够同意的 咱们华国的精神力强者 数量虽然不少 但通过我们正宗 开悟法修炼的人并不多 大多数修炼者 都是用西方的冥想法 来提升精神力的 你这个办法 一旦推广出去的话 恐怕我们华国精神力修炼界 很快就能爆发出 一个小的高峰 开悟的高峰 钱宝丽激动不已 她似乎已经看到了 未来华国精神力强者 杨威蓝星的画面 当然 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陆灵从善如流 她刚才还在想 怎么给钱宝丽一个借口呢 没想到 钱宝丽竟然自己就找好了 而且还要把她绘制 观想图案的方法 推广出去 这个办法 是陆灵在修炼观想法后 简化得到的而已 又不可能人人试用 推广就推广出去吧 说不定能给华国的 精神力修炼者一些启发 好 陆灵 我代表华国 所有修炼精神力的同道 对你表示感谢 我先走了 这样大的消息 我一定要尽快推广出去 钱宝丽说完 就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她离开时 同样不走寻常路 直接一步踏出 就飞走了 陆灵看着她的身影笑笑 这时 一道尖锐的哨声响起 所有学员 集合 楼下响起了董栋的喊声 陆灵知道 今天要上跑步课 心中猜测着 这位董老师 会把跑步课玩出什么花来 陆灵跟同学们 一起来到了楼下 整队 集合 今天大家集合的速度 明显比前两天要快了不少 当然 这也跟时间有关系 这眼看着都已经八点了 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的跑步课 将由我来上 前两天的游泳课和跳绳课 大家上下来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酸爽 董栋大声问道 是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能不酸爽吗 游泳课是进入左离合跟妖兽搏斗 跳绳课要练习躲避暗器 两天的训练下来 让学生们对于训练营的老师的教课方式 都有阴影了 好 今天的课程会让大家感觉到更加酸爽 班长 你带几个同学过来一起领教具 是 陆琳答应一声 跟着董栋身后去领教具 跑步课用到的教具并不高级 就是一根腰带 只是腰带上多了一个金属小盒子 这小盒子上 还有很多的空洞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途的 拿了一百多条腰带 放在同学们面前 大家也都惊奇 今天董栋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折腾他们 大家安静一下 对于跑步 我们都不陌生 从小我们都会学习跑步 基本上所有的同学都会跑步 对了 有不会跑步的同学吗 不会跑步的同学 举手让我看看 开个眼界 董栋轻松地说道 下方自然没有同学举手 如果说跳绳 还有可能有人不会的话 那跑步真的是人类的基础技能 凡是四肢健全的人 都可以跑步 很好 看来大家都很优秀 都会跑步 董栋开了个并不好笑的玩笑 随机政策说道 跑步对于我们舞者来说 更加的重要 在野外突然遇到恐怖的妖兽 你要跑步逃离 遇到一些重大事情的发生 你要跑步前往 虽然人人都会跑步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对步 跑好步的 今天 我们就先来做一个小测试 从我们训练营 到江左市西城门 距离差不多140公里左右 这一点在大家赶来 训练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 今天我们做的小测试 就是让大家系上这个腰带 跑到江左市西城门 然后在那里取一个东西 放在这个腰带的小盒子里面 再跑回来 这个任务是不是非常简单 这一个小测试 只为考察大家的速度 第一个跑回来的 奖励30积分 第二个跑回来的 奖励20积分 第三个10积分 想要积分的同学们 要加快速度了 好 现在大家绑好腰带 到训练营外 准备出发 190 急速狂飙 速度突破200公里 当所有人都聚集在训练营外的时候 懂动大喝一声 出发 所有的同学 都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 疯狂地冲出去 这一门跑步课 虽然有点折腾人 但相比起之前两天的课程 这个折腾程度 算是轻敌了 只是跑步而已 对学员们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哪怕是实力最弱的中阶舞者 都可以轻松地跑完 280公里的路程 关键是 这一路上都是平坦的大路 不需要翻山越岭 也不用对付妖兽 只要全力开跑就行 懂动也跟随众人一起奔跑 他本来就是一个跑步爱好者 虽然是舞王 但每天有空的话 都会出去跑个几十公里 对他来说 跑步是难得的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在跑步时 人的大脑中 将会跑出所有的杂念 只有一个念头 跑向终点 达成目标 陆琳也很喜欢跑步 尤其是现在 碧波蛇游熟练度加1 碧波蛇游熟练度加1 系统的提示 不断地在面前出现 陆琳跑得更加起劲了 碧波蛇游晋级第三层 需要一万点熟练度 这个熟练度 陆琳只是跑了十公里后 就已经达成 达成第三层后 陆琳再次受到了 爆发力提升的效果 眼前 一片坦途 陆琳正好可以实验一下 他经过三次提升的爆发力 有什么效果 哥几个 我先走一步了 陆琳对着旁边 同样处在第一集团的 其他武士学员说了一声 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脚下陡然加厉 陆琳的身影 如同离弦的剑的一样 瞬间飞窜出去一大截 拉开他们50米的距离 我靠 陆哥 你不厚道啊 瘟子友大叫一声 也加厉向陆琳追去 陆琳冲 瘟子友冲 带着其他人 也不甘示弱地冲了出去 在后面跟着的董洞 忍不住眉头一皱 跑步的时候 尤其是常跑 一定要保持匀速状态 让心脏和体内的攻血系统 处于一个相对的强度 千万不能突然提升 也不能突然减速 那样会对身体 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 就算是加速 一般也是在最后一两公里的距离加速 冲刺名刺 可陆琳竟然带头 在刚跑了十多公里的时候 就加速了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陆琳可不管身后的学员和董洞怎么想 他感受到风从耳边呼啸而过 这种畅快的感觉 是他之前从未体会过的 此刻 在爆发后 陆琳的时速已经达到一百公里 这样的速度狂奔 别说五十级了 就是五王级来了 都要甘拜下风 五王的速度快 是因为他们在空中 遇到的阻力更小 可跑步就跑到这个速度 至少初级五王是做不到的 陆琳 你 我 卧槽 瘟子有眼看着陆琳一溜烟消失 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心中大骂陆琳是牲口 他用气血了 马天成这时阴着脸说道 什么 用气血跑 其他人都不敢相信 刚才董东说的明白 这一次只是为了测试而已 虽然没说必须不能使用气血奔跑 但大家都默认 这是一次完全靠身体素质的比赛 没想到 陆琳为了得第一名 竟然用气血 这特么的也太那啥了吧 谁说他用气血跑了 这时 一直不爱说话的温紫玉反驳一句 他的精神力敏锐 可没有从空气中感应到半点气血之力的残留气息 马天成这家伙 纯粹就是红眼病 找到机会就要贬低一下陆琳 是啊 这好像没有气血之力的残留啊 顾笑忍不住开口质疑 我也没有感觉到 张亚男也是如此说的 其他人也都点头 他们都有些窘 这马天成随口一句话 他们竟然都信了 一点都没有怀疑过 若不是温紫玉提醒 他们也要认为 陆琳是使用气血之力了 怎么可能没有 我刚才明明感觉到 陆琳身上散发出气血波动了 说不定是他跑得太快 气血之力已经散去了呢 而且 你们说 如果没有使用气血之力 他能一下飙升那么快的速度吗 同为五十级 你们能做到吗 众人听了这话都摇头 确实没人能做到 走 我就不信了 既然陆琳不遵守规矩 那我也就不遵守了 我要去追他了 马天成咬牙说一句 当下身上气血之力蔓延 整个人飞也式地冲了出去 我也去看看 说不定陆琳真的没用气血之力呢 顾笑说着 也激活气血之力冲了出去 很快 还在坚持不用气血之力的 就是 只剩下温紫玉温紫有两人了 温紫玉 咱们上去看看吗 要去你去 我反正不去 温紫玉淡定地说一句 他也是精神力修炼者 感悟何等敏锐 陆琳刚才在奔跑的时候 真的没有用半点气血之力 这些人嘴上说着相信陆琳 但心里都是不相信的 不然 他们为什么要使用气血之力 冲到前面去 好吧 那我也不冲了 温紫玉答应一声 慢慢地跑着 在几人身后跑步的董洞 又是眉头一皱 陆琳一个人加速奔跑 他就觉得很不好了 没想到 竟然引得其他人也争相效仿 跑个步而已 还要用上气血之力 话说 刚才陆琳在突然加速的时候 董洞好像真的没有感受到 他身上有什么气血波动 难道是气血波动比较微弱 他没有感应到 想到这里 董洞也有些疑惑 他飞到空中 快速来到陆琳头顶 缓缓地降低着高度 不过 看到陆琳此时的跑步速度 他惊讶异常 陆琳的爆发速度 竟然已经快要达到200公里每小时了 这不可能 50级的修炼者 根本不可能把速度提升到这么快 而且 这还是陆琳没有使用气血之力的情况下做到的 如果使用气血之力的话 那速度 董洞都估算不出陆琳真正的极限速度 是什么水平了 不过 爆发速度并不持久 陆琳在极限状态下 跑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不得不降低速度 哈哈 好爽 好爽 陆琳大叫着 这才跑了一会 他看到自己的碧波蛇油 竟然又要晋级了 碧波蛇油 99998-1000-000 迈出两步后 碧波蛇油顺利晋级到第四层 191 诱饵 破坏 碧波蛇油晋升第四层 主人耐久力获得增加 耐久力 陆琳惊呼一声 这个耐久力 对于舞者来说 那可是非常重要 谁也不想战斗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没有体力了 耐久力增加 不仅是对跑步有用 对其他的运动或者修炼 都十分有用 等级提升到四级的碧波蛇油 需要足足100万点的熟练度 陆琳估计 除非是天天像今天这样跑步 不然短时间内 根本无法提升到第五层了 不过对他来说 第四层的步伐 已经足够用了 远远地 看到了城市的轮廓 陆琳加快步伐 不一会就来到西城门的位置 熟练地找到训练营专用的一个小方桌 陆琳拿到了一个像香囊一样的小挂件 这个应该就是要挂在腰带上的东西 同学 记住 在跑步的时候 不允许拿出武器攻击妖兽 你只能以速度 摆脱妖兽的追杀 那位工作人员善心地提醒了一句 陆琳顿时就知道 这小香囊里面装的是什么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引诱妖兽攻击的诱饵了 陆琳早就知道 看起来简单的跑步课 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要给大家生死的压力啊 跑步过程中不许攻击 只能以速度或者身法 摆脱追击的妖兽 恐怕这么一顿操作下来 那些舞者级的学员 都要吃不少的苦啊 不过 陆琳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在他说话的档口 看到远处已经出现了几道身影 后面的学员速度竟然这么快 陆琳道了一声谢 将诱饵装入到腰带上的小盒子里面 快步跑出 等他跟马天成几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突然想到 马天成这小子 几次三番地找他的麻烦 他一直都老老实实地忍气吞声 实在不爽 正好 这一次可以找个机会 好好给他一个小小的报复 想着 陆琳降低了自己的速度 等了三四分钟后 马天成他们也拿到了诱饵 感到陆琳身后 嘿 陆琳 你该不会是不行了吧 马天成轻松地调侃着 嗯 我不行了 要不你们先跑 陆琳故意气喘吁吁地说道 马天成没有说话 得意地笑了笑 刚才一路追赶陆琳而来 他也消耗了不少的气血之力 现在陆琳的速度慢下来 正好也让他有时间恢复一下 等会在接近训练营的时候 再用气血 加速就是了 没事 一起跑吧 这后半程 才是真正考验的地方 咱们一起跑 也能有个照应 马天成难得说了句好话 但陆琳才不相信他的话呢 这家伙 指不定心里憋着什么话 不过看样子 好像后面的这些同学 并不知道那香囊的作用 难不成 那位接待员 并不会给每一个人 都说出诱饵的作用 陆琳也懒得猜测 一步步地向前跑着 不过这一次 马天成知道 陆琳体力不支了 故意跑在陆琳前面一个身位 时不时地 还故意阻挡陆陆前进的空间 让陆琳一直处在他身后 陆琳就知道 不过这点小伎俩 对陆琳根本没有作用 他要想超过去的话 刚才就不会给马天成他们 追上自己的机会 看着马天成在前面 一副运动健将的样子 陆琳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刚刚开悟过的精神力 还没有使用过呢 不如就在马天成身上实验一下 想到这里 陆琳降低了速度 马天成感应到陆琳速度放缓 他的脚步也慢了下来 他要在陆琳的面前 争到第一的名次 让他感受一下 马天成前几天的痛苦 秀 陆琳的精神力 刚刚探出一丝 就被一阵风给吹散了 重来 陆琳这一次 凝聚了更多的精神力探出去 小心翼翼的 精神力出现在陆琳体外 精神力落在陆琳的衣服上 皮肤上 陆琳能更加清晰地 感应到自己的情况 随后 陆琳将精神力一点点地向外探去 前面的马天成跑步时 身形不断地变化 陆琳试了好几次 都没有把精神力 从小孔中探进去 不行 陆琳感觉 脑子有些晕沉沉的 看来这是精 神力损耗的有点多了 陆琳只能休息一会 等了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 陆琳的脑袋好了一些 他再次探出精神力 这一次竟然出奇地顺利 竟然瞬间 就将精神力送到马天成腰带上的小盒子里面 哈哈 陆琳忍不住开心地笑出声 结果 这一激动 竟然让精神力涣散 直接消失在小方盒之中 我靠 这下是乐极生悲了 陆琳对马天成笑笑 没事 有个石子进鞋里了 哦 那你要不要停下 不用了 跑你的吧 陆琳没想到 这马天成 还跟他玩假惺惺的这一套 当即就懒得理会他 马天成被陆琳说了一句 心中更加气愤 等会 等会一定要好好地羞辱陆琳一番 等他回过头去 陆琳再次顺利地将精神力 送入到马天成的小盒里面 然后拉开香囊的绑带 只是 这样简单的动作 对于第一次使用精神力的陆琳来说 却十分困难 无奈之下 他只能用力地将香囊戳破 顿时 一股奇异的味道散发出来 这一股味道 以陆琳的嗅觉 是无法发现的 甚至 任何一个人类舞者 都无法敏锐察觉到 可他的精神力 在感知方面太强了 竟然能感受到 这气味中带着一丝丝诱惑 引诱 妖兽的鼻子 可比人类灵敏多了 不要说狼 爆 就是铁骨牛的嗅觉 都是人类的五千倍以上 相信很快就有妖兽过来了 陆琳心中笑笑 更是放慢了脚步 他准备让马天成先跑一会 拉开点距离 等会也能洗脱点陆琳的嫌疑 陆琳故意加快了自己的喘气声 脚步的频率 却慢慢地减缓 马天成感受到了陆琳减速 脸上也是一笑 哼 终于不行了吗 本来他还想在陆琳面前装个笔 好好地羞辱他一番呢 结果 陆琳啊陆琳 你太不争气了 既然如此 就让我以无可置疑的实力 获得这一次跑步测试的第一名 顺便拿走他三十几分吧 陆琳的速度降低 马天成反而加了速 一下就跟陆琳 拉开了上百米的距离 旁边跟着一起跑的顾笑等人 还想冲上去追马天成 不过这时 董栋从天上飞过来 所有人 都不允许使用气血之力奔跑 威者即便第一个到达 也无法获得积分奖励 这话一说 其他人顿时不敢加速了 而且 他们的气血 刚才追陆琳的时候 就消耗了不少 现在还没有恢复一半呢 算了 算了 就让马天成 拿到这个低好了 192 妖兽疯狂捕杀 踏雪无痕 很快 陆琳的身影 就落到了所有武师级学员的后面 傻蛋傻蛋 主人 我在 给我找另外一条 去往训练营地道路 好的 另一条道路规划完成 比当前路线多出45公里 预计多花费27分钟 好嘞 走你 陆琳记忆了一下新的路线 随即关闭了万表的功能 以他现在的精神力 那路线只要看一眼就能记住 这时 隐藏在空中观看 第一集团选手的董栋 愣了一下 陆琳怎么转弯了 那不是回训练营的路啊 心中好奇之下 董栋直接跟上了陆琳 至于其他人 也玩不出什么花来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董栋满怀信心地想着 这一次在香囊中放置的诱饵 经过层层密封 最多吸引过来一些三阶四阶的妖兽 学员们跑过这些妖兽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他倒是要看看 陆琳这小子搞什么妖蛾子 第二条路线 相比之下难走很多 不仅都是野路 没有平坦的道路 还有很多的障碍物 甚至还会经过一段乱石堆 以及一处小型的沼泽 飞在空中的董栋 似乎明白了陆琳的想法 只是 有必要吗 你陆琳是有多闲 才在这一次 挑战中这么考验自己 这条路线 不仅道路崎岖不平 还更加地接近原始的荒野 这些区域 那妖兽的等级可都不低 陆琳跑了几公里后 突然感觉有些无趣 确实有一些妖兽 闻到了诱饵的香味 想要来追他 只是 他们的速度都太慢了 即便是一头三阶顶尖的蟹影豹 不得不放弃 血影豹 这种爆发力强的妖兽 一般持续时间都不会太长 毕竟疯狂的爆发速度 那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 血影豹 或者说一些速度敏捷的妖兽 都会有这样的缺点 要不 把自己身上的那个诱饵也弄碎 这个念头一出来 陆琳就控制不住了 陆琳再次探出精神力 将背在腰上的香囊弄破 顿时一股更加强烈的诱惑气味传播开来 森林中 一头六阶血影豹睁开了眼睛 她的鼻子不断地吸动着 沼泽中 一头体长接近15米 即将进阶王级的巨齿鳄 从满是污泥的水潭中睁开了眼睛 天空上 一头一盏超过20米的金罐笋 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 向着陆琳所在的方向盘旋而来 飞在空中的董洞 明显感觉到 这突然之间的变化 好像在陆琳附近区域的妖兽 都有些躁动起来了 难道是诱饵的效果太强了 还好这一次 有她在空中保护 不然 陆琳的运气可不会每一次都跟在左离合中那么好 只是一招庐山生龙霸就能解决的 踏 踏 六阶血影暴出现在陆琳前方 她的眸子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近了 更近了 在陆琳从百米外经过的时候 六阶血影暴如同一辆叙事待发的跑车 猛然轰下了油门 速度在不到一秒的时间 就飙升到120公里每小时的水平 终于忍不住了吗 精神力提升后 陆琳的武感也敏锐了很多 她在一公里外就发现这头六阶血影暴了 仗着自己速度快 陆琳选择无视 现在正好跟这头血影暴拼一下速度 爆发 陆琳的双腿就好像装了烽火轮一般 远远看去根本看不清她的脚步 只能看到一道道烟尘随着陆琳的离去 缓缓升起 五 六阶血影暴惊讶地发现 她和陆琳之间的距离竟然慢慢拉开 不 是快速拉开 怎么回事 难道自己没有全速奔跑吗 血影暴动用气血之力 速度陡然飙升 就仿佛一台加了氮气喷射系统的跑车 她的速度瞬间飙到了180公里每小时 在这个速度下 没有任何生物可以脱离出她的视野 好快 陆琳也是惊呼一声 随即再次爆发 冲冲冲 二段爆发力加持下 陆琳的速度也达到了跟血影暴一般的速度 两者之间的距离维持在100米左右 并且持续了10秒之9 10秒后 六阶血影暴无奈地放弃了追逐 她缓缓地降低速度 看着陆琳远去的身影 她的严重露出一丝疑惑 到底谁才是地表最快生物 血影暴 开玩笑 那是一个人类啊 速度快不说 还能持续超过15秒以上的时间 简直恐怖 这样的高手 难道是人类中的武王斗他玩的吗 空中 董栋也是惊骇异常 在后面加速的时候 血影暴都动用了气血之力了 结果 陆琳就好像没有极限一样 竟然再次爆发速度 董栋仔细地感应了一下 陆琳真的没有使用气血之力 这是人类武师能够达到的速度 前方 是一片黑乌乌的沼泽地 陆琳眼中露出了一丝兴奋 她小时候 就喜欢看一些武侠片 最喜欢那些江湖人士 能够踏雪无痕 意味渡江的潇洒和飘逸 陆琳不知道 自己现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但在沼泽上线实验一下 应该没有问题吧 咦 沼泽中竟然还有一个大家伙在啊 陆琳严重露出一丝期待 那就试试 是她的速度快 还是巨齿鳄的扑咬速度更快吧 据说一阶的巨齿鳄 扑咬速度就能达到1秒12次的频率 确保只要进入她攻击范围的妖兽 无法逃脱 随着实力的增强 这个频率只会更快 眼下 沼泽中的这一头巨齿鳄 实力达到了6阶 应该会更快一些吧 刷 陆琳的身影掠过沼泽上空 她只是在重力的作用下 偶尔在自己提前选好的落脚点上踩一脚 轻松 踏雪无痕 陆琳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在这个世界生活了18年 她终于可以实现自己曾经儿时的梦想了 就在这时 陆琳刚刚放松警惕的时候 一个庞然大物猛然张开了嘴巴 她那短小粗壮的后肢 用力蹬在地上 庞大的身体 顿时以极快的速度 向前一窜 那能张开超过100度角的大嘴巴 迅速拢罩向陆琳的身影 咬 巨齿鳄一咬空了 不过这也在她的预料之中 她的极限是可以在一秒内连续咬42次 她就不信了 这么短的时间 陆琳还能逃过她的捕杀 193 无敌金冠笋 如山生龙霸再现 啪 啪啪啪 在第一次扑咬失败后 巨齿鳄大嘴的闭合速度 猛然上升 陆琳真的感受到 这妖兽的恐怖之处 巨齿鳄族群中的个体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他们一般不会觉醒 掌握元素的能力 但 他们一直就修炼一样东西 当这一个特长修炼到极致的时候 效果也是极为恐怖的 蓝星妖兽记载 曾经有一头南美的巨齿鳄 在达到王吉时 面对围攻她的众多舞者 一秒钟的时间 咬死了142个人 这是一秒的记录 之后 那头巨齿鳄 在将当地的舞者 以及人类全部杀死后 潜伏进入雨林不知所踪 据说已经成为了 兽皇级的存在 一秒钟142下 那是多么恐怖的速度 恐怕一位武王 都无法从她的扑咬中 安全逃离吧 陆琳高速飞驰着 她感觉自己的裤脚 都被脚下的巨齿鳄咬到了 刷 一秒后 陆琳再次寻找到踏脚点 可那头巨齿鳄 已经追不上她了 精神力在身上游走一圈 陆琳庆幸不已 这一次 她还是有些鲁莽了 没想到 一头可以轻松杀死的 六阶妖兽 竟然这么难缠 烈 就在这时 陆琳就感觉 头顶传来一阵飓风 什么东西 陆琳大惊 她偏过头 用余光飘向空中 竟然是一头巨大的金罐笋 在她头顶上 有一颗如同黄金头饰一样的宝石 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 她向下俯冲的速度 远远高于陆琳的极限速度 金冠笋 陆琳懵了 她不就是 将庄右耳的香囊弄破了而已吗 怎么连这家伙都引过来了 金冠笋 天空中的无敌霸主 见到任何生物 无论是人类还是妖兽 都自动提升一级 三级的金冠笋 你就当它是四级 六级的金冠笋 完全可以看作是 王级妖兽了 金冠笋不仅有着超强的势力 嗅觉 超高的飞行速度 他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就连武王强者 都不敢阴气锋芒 他的力爪 天生带有破甲的功效 即便是S级战甲 也可以轻易地抓碎 他的力齿 更是可以啄断S级的武器 金冠笋一族 就是上天的宠儿 他们速度快 攻击力强 力量强大 天生就拥有掌控金属性的能力 面对如此强敌 陆琳当然大惊失色 一个小小的诱儿 值得这位大佬出动吗 闪 陆琳身影瞬间消失 向着旁边一闪 就好像瞬移一般瞬间消失 不过 陆琳惊骇得回头 那一股威压竟然没有消失 再闪 我闪 我狂闪 陆琳不断地变化着方位 只是 在这短短的距离内 他就如同一只无助的田鼠 无论怎么躲避 闪躲 都无法躲开金冠笋的锁定 当金冠笋距离陆琳越来越近的时候 陆琳放弃了 他保持缓慢的速度 继续向前跑步 同时 陆琳刚想从储物戒指中 拿自己的战刀出来 突然反应过来 他的战刀在之前面对巴虚年王的时候 就已经崩碎了 这两天 根本没时间去找一把新的战刀装备起来 那咋办 总不能等死吧 陆琳虽然相信自己身体的防御力不差 连巴虚年王的牙齿都可以无惧 可这是金冠笋啊 在蓝星的这18年时间 金冠笋是陆琳所知最恐怖的生物 只要他盯上的目标 就没有能够逃脱的 曾经有一位武王盗取了金冠笋的蛋 被一头王级金冠笋追杀了40年的时间 他无论去哪里 都有一头金冠笋 在天上看着 追踪着 最后 这位武王终于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 他买来最顶级的战甲 最顶级的刀 最顶级的丹药 设置好陷阱 并且还邀请了六位高阶武王 他们一起埋伏 那头王级金冠笋 可最终的结果是 这位武王当场被金冠笋抓碎了脑袋 前来帮忙的六位高阶武王 也死去了三位 虽然这一头金冠笋 最后被另外三位武王斩杀 但这个事迹也让人们知道 金冠笋是一种多么恐怖的妖兽 陆琳 小心 跟在空中的董栋 只来得及大吼一声 他在刚刚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金冠笋就已经在俯冲向下了 董栋的速度虽然不满 但比起空中的王者来说 就差太多了 这一头金冠笋 虽然只有六阶巅峰 但他只是斜斜地看了一眼董栋 董栋顿时如遭雷劈 动作都出现了一瞬间的凝制 可怕 凶残 无情 猙獰 很难想象 一头妖兽的眼神中 竟然能流露出 这么复杂可怕的情绪 当董栋回过神的时候 就看到陆琳转过身 面向从天而降的金冠笋 他右腿后撤一步 形成弓布 左手向前 右手握拳藏在腰间 眼中流露出一股必杀的气息 陆琳 董栋急忙大吼 这个时候逃跑还能有一条生路 可若是反击 那跟宋菜有什么区别 别说陆琳只是一个初阶舞师了 就是初阶舞王 在地面面对如此恐怖的金冠笋 都不敢说一定能活下来 陆琳就仿佛没有听到董栋的提示一般 他的脸上露出一丝自信的笑容 他张开嘴 一字一字地说道 庐 山 圣 龙 霸 最后一个霸子说完 金冠笋带着无尽恐怖的威势 正好来到陆琳头顶上方 他探出粗壮有力的两只鹰爪 向着陆琳抓去 杀 陆琳的右拳 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打出 正对上了金冠笋的那一对鹰爪 哄 一股恐怖的气浪向着周围散发开来 飞沙走时 阎晨四起 画面在这一刻定格 陆琳 董东大叫一声 身形快速落下 等他来到陆琳身边的时候 刺客 阎晨渐渐散去 他才看清发生了什么 金冠笋双爪尽碎 他的腹部出现了一个恐怖的血洞 鲜血透过血洞鼓鼓地向外流出 经过了金冠笋不惧风雨的阴雨 滴落在地面上 这一刻金冠笋头上的金冠 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变得有些发白 董东只觉得有些冷 明明是七月份的天气 他为什么感觉此刻 好像是在寒冬腊月一般 陆琳 你小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妖念和变态啊 194 震惊的柳妍 惊慌失措的马天成 陆琳 憋了半天 董东就以一句疑问开始了对话 嗯 董老师 有事吗 陆琳一脸轻松地说道 刚才那就是你的超级绝招 庐山生龙罢吗 对 果然 浩强绝对配得起这一招式的名字 强 强得离谱 陆琳低头 想要谦虚一句 董东却继续说道 看到这么强的威力 说实话 我都想要去庐山走一圈了 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遇到那位创造出这一招秘迹的童虎前辈 陆琳想笑 可自己找的理由 跪着也要给袁上 不一定 童虎前辈乃是真正的高人 一生都在四处漂泊 董老师即便去了庐山 也最多发现童虎前辈的故居而已 董老师 时间不早了 我还要争第一名吗 说完 陆琳转身就跑 好在 刚才路上虽然饶了一圈 还浪 费了不少时间 但此刻距离训练营已经不到15公里了 加快速度的话 估计十来分钟就能回去了 你 看着陆琳远去的身影 董东想说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他将金冠笋的尸首装入储物戒指 这一头金冠笋虽然不是王级妖兽 但若是拿出来 恐怕比巴虚年王带给大家的惊讶 还要更大一些了 董东摇摇头 再次飞到空中 他可不敢怠慢 若是在地面跟随陆琳的话 恐怕他也抓不到陆琳的背影 一路跑回到训练营大门 陆琳就看到 柳妍正在门口等着 他看到陆琳是第一个回来的 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神色 如果第一个不是陆琳 才值得惊讶呢 刘老师 这是我的腰带 需要打开小盒子 验证一下里面的香囊吗 柳妍点点头 陆琳打开小盒 突然发出一声轻疑 怎么回事 怎么了 柳妍连忙凑过来观看 小盒内的香囊 竟然破了一个大洞 里面的诱饵 竟然散落在外面 陆琳 没事 可能是香囊包装的不够严密吧 对了 你在路上遇到妖兽了吗 嗯 陆琳点点头 刘老师 我遇到了好恐怖的妖兽 六阶巅峰的血影暴 即将成为王级的巨齿鳄 以及一头六阶的金关笋 好在我运气不错 都从他们手下逃了出来 陆琳做出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可柳妍却惊骇了 以速度著称的血影暴 还是六阶 一秒能够扑咬三十次以上的巨齿鳄 还是即将成为王级的 金关笋 也是六阶的 如果陆琳只说 前面两头妖兽的话 那柳妍说不定半信半疑的 也就算了 可是陆琳啊 男孩子开玩笑要适度 真遇到六阶巅峰的金关笋 你此时没被金关笋 抓到山顶上去吃骨髓 都算好的了 还运气不错 从他们手下逃出来了 就因为金关笋 柳妍对陆琳前面说的两头妖兽 也不相信了 不过她也知道 少年爱面子 也就懒得当场拆穿她了 敷衍地说了一句不错 你去休息吧 就准备结束谈话了 陆琳也没做她想 她这半天的时间 用了好几次精神力 正好心中有些感悟 可以跟钱宝莉好好请教一番 陆琳的身影刚消失 董栋就从空中落下 柳妍看着她 开玩笑地说 老董 你是跟陆琳回来的 董栋 嗯 柳妍呵呵笑了一下 刚才那小子还跟我说 路上遇到了好几头六阶的妖兽 什么锯齿 呃 薛影爆 甚至还说 遇到了一头金冠笋 你说好笑不好笑 老董 你这是咋了 董栋看着柳妍 一言难尽 柳妍也是面色一变 不会吧 难不成陆琳珍遇到妖兽了 六阶的 嗯 董栋这才缓过神来说道 她确实遇到了一头锯齿 从她口中逃生离开 也遇到了一头六阶的薛影爆 在速度比拼的时候 让薛影爆不得不停止追击 那金冠笋呢 柳妍这回信了 不过金冠笋总不可能了吧 谁不知道 金冠笋号称空中的五解杀手 你追她追不上 她追你 一追一个准 而且每一头金冠笋 都是天生的金元素操控者 这让他们的速度更加狂暴 攻击更加锋利 几乎没有什么妖兽 与同等级的人类舞者 是他们的对手 所幸 现在整个蓝星 都没有一头兽黄级的金冠笋 不然 整个世界都将笼罩在 金冠笋的淫威之下 整个世界都会成为 金冠笋的餐厅 董栋点点头 他也遇到了 什么 真的 老董 你没骗我 柳妍连猪炮的问道 没骗你 哎 算了 我等会再说这个吧 我先去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董栋不愿意多说 不过 林飞到空中的时候 董栋还是把那一头 金冠笋的尸体 放到了柳妍身边 哄 金冠笋落在地上 发出了恐怖的声响 他那庞大的威压 即便此刻已经是尸体 仍旧向外释放着 刚才还一来那轻松的柳妍 瞬间向后一跳 手中出现战刀 熊熊火焰 燃烧起来 他都准备动手攻击 才发现 这一头金冠笋 竟然是一头尸体 尸体 柳妍呢喃一声 他走过去 仔细查看着尸体上的伤口 一道巨大的血洞 出现在面前 这个伤口 瞬间跟前天在巴虚年王身上 见到的那个恐怖的伤口 渐渐重合 这 这是 柳妍知道 这就是陆林曾经意外得到的 那一招必杀计 如山生龙霸造成的 陆林 一个初阶武士而已 竟然能做到这一步 瞿巧斩杀了一头 巴虚年王就不说了 还能在正面战斗中 一拳打死强大的空中霸主 蓝星最顶尖的烈士者之一 金冠笋 柳妍在看到尸体的这一刻 不禁陷入了沉思 与此同时 正在大路上狂奔的马天成 正击里哗啦地大叫着 救命啊 救命啊 董老师 刘老师 快来人救救我吧 你们再不来我就要死了 畜生 你要咬我了 嗯 马天成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明明是好端端地在跑着 路上虽然也遇到了不少妖兽 可这些妖兽 哪里能跑得过他 只要用气血之力稍微一加速 那些妖兽 就只能在他屁股后面吃灰了 195 老师 我马天成绝不放弃 可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马天成身后 突然出现了一头白尾赤狐 白尾赤狐并不是多强的妖兽 他的体型不大 日常捕猎的 也都是一些体型不大的妖兽 如果对手是人类的话 他们会谨慎地审视目标的实力 绝对不会做 超出自己能力的事 因此 白尾赤狐在舞者间 也有一个绰号叫百分百稳胜狐 意思就是说 只要白尾赤狐盯上的目标 就一定会捕猎成功 只是 这一头已经达到六阶的白尾赤狐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呢 白尾赤狐的极限速度 比不上血影暴 但他的身形敏捷 即便在空中 也可以连续转向 用来躲避或者攻击 这一头跟着马天成的白尾赤狐 是一头实力达到六阶的恐怖妖兽 当马天成感受到他的追赶时 心中是崩溃的 只是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摆脱白尾赤狐 甚至 他都专门绕了一个圈子 跑到了张亚男王岳顾笑等人身后 白尾赤狐虽然对那几个武师也有一些兴趣 但不如对马天成的大 在纠结了一会 让马天成拉开距离后 白尾赤狐果断地舍弃了其他人 专门追他一个 可这个时候 马天成身后竟然出现了一片蜂群 蜂群 蜥尾蜂 它们的尾部长着一条长长的蜥尾 这是灵气复苏后 一只蜥尾蜂偶然出现的变异效果 没想到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 竟然遍布世界各地 蜥尾蜂毒性强烈 而且与普通的风味不同 它们尾部的蜥尾 是可以不断生长的 尾部越长 它们的毒性就越猛烈 即便用蜥尾攻击了敌人 它们也不会死去 只要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重新长出一条新的蜥尾 此时在后面追着马天成的蜂群 正是蜥尾蜂群 因为身后有着长长的蜥尾 让这些蜥尾蜂的飞行速度 下降了很多 一时间 竟然没有追到马天成 在后面看着这恐怖一幕的 其他几位武士学员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所有出现的妖兽 都疯了一样地追着马天成 难道这人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吗 只是 对着白尾赤虎也就算了 他总不会学阿三 对着蜥尾蜂窝 也拿啥过吧 顾笑几人 都不约而同地放缓了脚步 积分虽然重要 但性命更重要 别说三十积分 就是三百积分 也没有自己的小命重要 好在 这时候董栋及时赶到 武王的威压散开 白尾赤虎第一个掉头跑掉了 生性谨慎的他们 绝对不会让自己 置身于任何一点危险之中 不过 白尾赤虎跑了 蜥尾蜂群可不会 马天成 你这怎么回事 董栋在空中问道 看着下方那一片密密麻麻的蜂群 他也有点退缩 蜥尾蜂最高也就达到三阶 你就是杀死一千一万头 都没有什么益处 反之 你若是被折一下 即便是武王 也要酸满好几天 骨骼拳头大小的包都算轻的 甚至可能会昏迷几天 董老师 救命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些妖兽就一直追着我 不肯放手啊 在看到董栋的瞬间 马天成跪下来 叫爸爸的心都有了 他一路挣扎不愿放弃 不就是为了希望董老师 能够过来救他一次吗 哪知道 这董栋来了 在空中 竟然半点下来救他的意思都没有 马天成心中闪过了一丝怨毒 等到有朝一日 他若是可以的话 绝对要让董栋 为今天所做的事付出代价 在空中想办法的董栋还不知道 自己的未来 已经被马天成安排明白了 眼下这样的情况 要解决最适合的 其实是柳妍 一道火焰喷出去 别管是几街的歇尾风 都得跪 想到这里 他马上给柳妍打电话 让他赶紧过来 片刻后 柳妍赶到 他一招手 一道火云出现在面前 马天成 从这里穿过去 啊 马天成心说 柳妍你就不能直接灭杀那些风群吗 还要他钻着可怕的火云 万一给他马天成烧到点煤吗 你们配得起吗 不过眼下 马天成除了这一条路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一咬牙 身影直接穿过火云 后面的歇尾风可就倒霉了 一点点火星 如同有智慧一样 自动找上了歇尾风 刺了 刺了 歇尾风仿佛被放在烧烤架上一样 扑拉扑拉的从空中落下 这样的昆虫妖兽 面对火系元素掌控者来说 来多少都是菜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刺鼻的气味 这时 歇尾风体内的毒囊 被火烧的破裂后 散发出的气味 马天成 赶紧离开 这些毒烟效果十分恐怖 你吃不住 柳妍催促着 刚才在进入火云的时候 马天成还一脸的视死如归 可现在 他待在里面却不愿意出来 显然是对歇尾风怕到了极致 一听柳妍说有毒物 马天成二话不说 从火云中跑了出来 不过 从火云中出来的马天成 可并不是那么清爽 他的短袖短裤 都被火云烧的 只有寸铝残存 勉强覆盖在身体的重点部位上 他那一头黑亮的头发 也被烧得这里秃一块 那里焦一片的 眉毛也是一边烧了一半 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小丑 空中的董洞 看到马天成这一副样子 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好在 他还知道在学员面前 不能太放肆 马天成 歇尾风群已经解决 你继续跑步吧 啊 马天成看着自己的脚 他脚上的两双运动鞋 都被烧得鞋底 都化了 董洞竟然还要让他跑 跑啊 难不成你想放弃 董洞问道 马天成当然不想放弃 只是这个样子回去的话 恐怕会被人取笑啊 不对 他是比陆林速度快的 即便因为遇到妖兽 耽误了不少时间 可也没有看到陆林的身影 回去了 他还是第一 到时候 只要快一点回去换身衣服 就行了 绝对不会有任何人 发现他的囧状 好的 老师 我马天成无论遇到什么 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马天成冲着空中的董洞 和柳妍表了一下 自己坚定的意志 便继续向前奔跑 196 永夺第二 告状 算计录林 才跑出去没多久 马天成突然面色一变 又来 只见他身后突然冒出来十几头白头狼 白头狼这妖兽 一般在夜间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或者干脆说 白头狼就是夜间妖兽 也没有问题 可现在正是下午 这些家伙不应该都躲在窝里睡觉的吗 怎么也跑出来了 董老师 救命啊 马天成大叫一声 拔腿狂飙 好在这些白头狼的等级都不是很高 马天成一顿狂飙 终于甩脱了他们 眼看着训练营在望 马天成差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不容易啊 天知道他这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 等会回去赶紧换身衣服 守在门口等候其他学员 也能好好地炫耀一下 马天成想着 就过去将自己的腰带放在柳妍面前 刘老师 我回来了 扑痴 柳妍看着马天成那奇怪的面容 一下没忍住 笑出了声 怎么了 刘老师 我有什么不对吗 马天成还不知道 自己的头发和眉毛 都被烧得秃一块缺一片的了 没有 没有 我就是想到了一件好笑的事而已 嗯 不错 马天成学员 恭喜你是第二个返回训练营的 二十几分的奖励 已经帮你记录了 第二个 马天成拖长声音 不可思议地问道 刘老师 您是不是搞错了 我明明是第一个到的 马天成忍不住开口质疑 没错 第一名已经回去休息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刘老师 如果有人在我前面回来 那就肯定是作弊了 我一路跑过来 从没有见到哪个人在我前面 我怎么可能是第二 看着马天成那有些疯狂的样子 柳妍也没有跟他开玩笑的想法了 随便你信不信 反正已经有人 柳妍正说着 就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 他回头一看 正是陆林和钱宝丽 宝丽 你怎么过来了 哦 我这没事出来转转 刚才陆林说 在路上遇到了几头六阶妖兽 我就想去看看 对了 那头六阶的金关笋呢 钱宝丽笑着问道 刚才陆林找到他 询问一些精神力空物的方法 钱宝丽说 这样没有一个目标的话 不太能看出威力 陆林当即就想起了路上遇到的那两头妖兽 血引爆 锯齿呃 正好可以用来当靶子 就劝说钱宝丽 找这两头妖兽实验一番 让他见识见识武王的强大 钱宝丽一想也对 现在在陆林面前多展示一点实力出来 说不定以后就可以更好地劝说陆林成为自己的师弟了 金关笋送后除了 陆林 给 你的腰盒 柳岩说着 从储物戒指掏出了一枚腰盒丢给陆林 陆林连忙接住 金光闪闪的腰盒上遍布着金属性的气息 谢谢刘老师 陆林谢过柳岩后 才看到站在他后面的马天成 顿时就是一惊 哎 卧槽 你是什么妖怪 陆林一下窜到柳岩身前 将他护在后面 他这突然的举动搞得在场几人都愣了一下 柳岩和钱宝丽心中感叹 陆林这不假思索的举动 将女性保护在身后 说明他品质优秀 可在马天成看来 那就是对他的侮辱了 不就是一副破烂一点吗 还妖怪 陆林 你不要血口喷人 你才是妖怪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我是马天成 马天成 陆林愣了一下 好像今天马天成确实穿着这一身衣服的 只是 怎么搞成这样了 该不会 陆林心中顿时有了猜测 废话 不就是身上脏了一点吗 你还装都认不出我来 有意思吗 幼稚的举动 马天成抓紧机会 给陆林在两位老师面前上演药 钱宝丽这时转过头 看着马天成那怪异的样子 也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学院的模样太奇怪了吧 玩啥行为艺术呢 马天成 拜托你找个镜子 照照自己吧 到时候 你就知道谁幼稚了 陆林说着 也不理会马天成那急于喷火的眼神 跟钱宝丽说道 钱老师我们走吧 不然去晚了 那两头妖兽可能就换地方了 好 钱宝丽点点头 一把拉住陆林飞到空中 马天成回到宿舍 准备换衣服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陆林刚才在门口说 让他照镜子的话 难道他的脸上也被火云给熏 冷吗 不然为什么柳妍前宝丽和陆林 都这样看着自己 这一看 马天成差点哭出来 他的眉毛不见了一半 头发也秃了好几块 再配上那一身破衣烂衫的 简直就是一个小丑 拾荒者 陆林 我要杀你 还有 钱宝丽 柳妍 你们等着吧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也付出代价的 马天成大吼一声 飞快地回到房间 换了一身衣服 又找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 转身 马天成来到了马天龙的教室宿舍 堂哥 你现在方便吗 嗯 竟然说话 马天龙刚刚修炼结束 不过他可懒得给马天成开门 这位家族中的堂弟 虽然说天赋和修为都还不错 如果拉拢一番 以后也有个帮手 可马天成知道 不成武王 终为蝼蚁 如果马天成晋级到武王境界后 那他还有点价值 现在 他还不配马天龙亲自给他开门 堂哥 你可得帮我教训那个叫陆林的一顿 嗯 又怎么了 马天龙眉头一皱 心中有些不喜 这个堂弟修为还不错 但这心态就太差了 自从马天龙允许他 有空来自己这里学习一些知识的时候 马天成的心思 一点都没有放在修炼上 反而每天就捉摸着 让马天龙帮他对付陆林 而且 其因就是 因为陆林 抢了他志在必得的班长职位 这种事 你不会自己解决吗 竟然三天两头的 来这里诉苦 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堂哥 陆林他 马天成把陆林鞭排了一顿 还说陆林耍手段 越过他获得了这一次跑步测试的第一名 马天龙都已经是五王了 听到这些话 只觉得是小孩子在吵吵闹闹 当下也懒得理会他 行行行 明天正好是我的课 到时候 我给你安排机会 不过一切都看你 我作为老师 肯定不会出手的 197 柳岩的建议 马天龙计划成功 学员们陆陆续续地归来 没有例外 得到前三名的清一色 都是五师级学员 这让那些五者级的学生 有些不满 他们明明也很努力地在奔跑了 可因为等级的差异 竟然无法得到奖励 这一天 有不少学生 嘴里都有抱怨的情绪 训练营地老师都是年轻人 大家都很在意学员们的想法 直到他们有情绪后 也都坐在一起彼此商讨 我觉得干脆把人分成两波 像我们现在准备的这些基础课程 对那些五师级来说 真的太简单了 柳岩建议道 分两波 说得简单 可一个月的淘汰期还没有过去 我们还没到传授进阶内容的时候 总不能让五师级的学员 都各自回家带着吧 赵和对这个建议不是很认可 那你说怎么办 这些简单的课程 对舞者来说还有一些难度 对于五师级 想要完成简直太简单了 柳岩也知道 一个月的淘汰期 就是给他们观察学员的情况准备的 他们要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不断发现自己认可的好苗子 然后重点培养 斩妖舞馆一直以来奉行的 都是精英化的培养策略 根本不愿意在普通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因此 这天才训练营第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要让他们不断观察 然后淘汰掉90%甚至95%都有可能 师兄 师姐 我这里有个想法 你们听听看合不合适 就在几人各执一次争吵不休的时候 马天龙突然说话了 众人转头看向他 问道 你有什么办法 师兄师姐 我认为将现在的学员分成两波 进行独立教学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 但是那些五世级的学员 也不能就此放任不管 我的建议是 舞者级学员继续在训练营内 学习基础课程 然后看哪位师兄愿意带队的 可以带着五世级的学员们 在这附近多多历练一番 咦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哦 柳言当即表示赞同 我也觉得很好 不过 这一次 我是带任务来的 要给师父挑选一个合适的弟子 所以 外出带队的事 我就爱莫能助了 钱宝丽也是第二个响应 这下 其他几个人 也都纷纷表示赞同 不过 孙哲 董栋 赵和 他们的理由跟钱宝丽类似 虽然不是要给师父找个弟子 但他们担任主客老师 也都是有任务的 每个人都 必须发掘出一个好苗子上报 无锡 你呢 柳言问道 我 沉浸在阅读中 戴着眼镜的无锡说道 我要做什么吗 柳言无语 无锡这家伙 就是一个书呆子 他们刚才争吵了半天了 他都仿若未闻 一个人看书看得入迷 柳言给他说了一下 马天龙的建议 问他的意见 无锡 你要去带队吗 不了 我有这个时间 还要加紧看书 我的新论文 马上要做出来了 你们安排就行 无锡说完 又低下头 认真地看书去了 柳言叹一口气 所有的主客老师都有事 无锡也不愿意 那剩下的人 就只有他跟马天龙了 看到柳言的目光 马天龙连忙摇头 师姐 我才刚刚晋升武王 实力不足 你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忙搭把手 但让我独自带队 还是算了 好吧 你们这一个个的 都是扶不起的阿斗 好不容易能休假一年的时间 还要我亲自出马带队 不过提前说好 我带队可以 但我每周只工作五天 而不 我只工作四天 别想把所有的事 都丢在我一个人身上 这一次 柳言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谁让他的这个建议的发起人呢 转头就看到马天龙一脸 劫后余生的表情 柳言顿时说道 小师弟 你也别想偷懒 我带队出去的时候 你要担任副队长 啊 马天龙心中窃喜 脸上却是一副意外的表情 师姐 我这边也有自己的工作 而且 五十级的学员 就只有十个人而已 少废话 我让你去你就去 你的工作 无可替代是吗 柳言说着 眉头竖起 怒视马天龙 大有一副 他不去就揍他一顿的冲动 好吧好吧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马天龙一脸的委屈 心中却暗自偷笑 这可是柳言主动邀请 他一定要去的 他只是一个刚晋升的武王师弟而已 哪能违抗师姐的命令呢 这还差不多 柳言得意地拍拍手 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晚上 在食堂吃完饭的学员们 得到了这个消息 一个个议论纷纷 我去 不容易啊 咱们训练营 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嘛 竟然这么给面子 五十级学员都走了 接下来就要看我王大锤的了 滚 这训练营什么时候 轮到你一个舞者终极发话了 给爷爬 正在吃饭的陆林 吴敢敏锐 自然也听到了这些学员的议论 不过对他来说 怎么安排课程都无所谓 只要有积分就够了 哎 陆林 你就不好奇 咱们舞室明天要做什么吗 温子友凑在陆林身边问道 其他几个舞室学员 听到温子友的问话 也忍不住竖起耳朵 他们也想看看陆林的想法 好奇 有什么好奇的 陆林随意地说道 你只要做好自己就行 无论刘老师和马天龙怎么安排 咱们听着做就是 难不成你 还敢违抗刘老师 不敢不敢 万万不敢 温子友的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他哪里敢质疑柳妍啊 万一柳妍再来一个 让他们自行解决伙食 那就凄惨了 温子友可不想总是吃 半生不熟的妖兽肉了 所以啊 你想那么多干啥 明天的事 明天再说 与其有那个时间 担心这担心那的 不如现在好好地干反 陆林说着 大口大口地 巴拉起餐盒中的妖兽肉 这可是他辛辛苦苦 一拳打死的金关笋啊 必须要多吃一点才行 就在这时 陆林的腕表响了起来 刘卫然 他给自己打电话做什么 陆林按下了接通 刘卫然的声音传来 陆林 我昨天被绑架了 啥 198 刘卫然被绑架 采药人 啥 陆林大惊失色 手中的筷子掉在桌上 他竟然都没有感觉到 大小剑 你现在在哪里 我来救你 你注意保证好安全 别被劫匪发现 你再跟我联系 傻蛋 给我定位刘卫然的位置 快 陆林不假思索地说道 哎呀 别紧张嘛 刘卫然见到陆林这样的反应 心中不由十分开心 可他也知道 自己是说错话了 玩笑开得有点大 陆林 我都说了 是昨天被绑架了 可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什么 解决了 陆林无语了 也就是刘卫然现在不在面前 不然陆林绝对让他感受一下 什么叫怒火中烧 竟然敢用这种事开玩笑 对啊 解决了 好吧好吧 对不起 我就是看你好久都不联系我 是不是把我忘了呀 你先别说这个 昨天的绑架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好好解释清楚 陆林地火器可没有这么快救下去 好吧 昨天我从武馆回到家 在小区里面散步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伙黑衣人 他们二话不说 就把我给迷晕了 其实刘卫然知道的东西并不多 他只记得 自己在小区里面的场景 被迷晕后发生的事情 他都已经记不得了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正躺在荒野的一个山洞之中 他的突然失踪 让刘青龙紧张不已 他赶忙跟王胜利 黎政 相处等几个武王联系 请他们帮忙寻找女儿的踪迹 很快 就有消息说 一辆无牌照的面包车 在一个多小时之前 快速离开东山市 赶往江左市的方向 这台车比较可以 刘青龙知道消息后 二话不说 就飞了出去 一个小时 以汽车的速度 最多前进一百多公里 刘青龙很快追到他们 发现车厢内 真的有刘未然的气息 顿时火冒三丈 不过 女儿在对方手里 他不敢轻举妄动 先是想办法 弄爆了一侧的车胎 从车上下来了 几个蒙着脸的舞者 他们十分谨慎 即便此时没有外人存在 他们也没有取下自己的面罩 刘青龙感受到 车厢内只有两个 五世纪的高手在 顿时发动了突袭 一众蒙面人 还没有发现刘青龙的身影 就被他一个个打昏丢在地上 这时 从副驾驶 跑出来一个黑影 那人下车后 一溜烟就跑到没有影子 刘青龙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危 便也没有去追击 可后来在想寻找的时候 那人却已经消失不见 把这些人带回到东山市的时候 刘青龙才发现 所有还活着的人 都自己用毒药结束了生命 死士 这些舞者和舞师 定然是某个大家族中 培养出来的死士 连舞师级 都能眉头不皱一下的服毒自尽 这个家族 一定很可怕 在刘青龙带着刘未然 去往东山市医院后 刘未然才清醒过来 他对发生了什么 一无所知 因为是第一次遭遇这样的问题 在刘未然睡了一觉后 刘青龙带他 专门去找心理医生 帮忙安抚刘未然的内心 其实我一点都不怕 当时在车上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醒了 而且 我还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哦 是什么身份 洛林也来了兴趣 他们打头带队的那个人 是巅峰舞师 距离舞王只有一步之遥 名字叫鬼青 他们这个组织 据说是叫什么才要人 因为在交流的过程中 他们都是彼此喊号码作为称呼 我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才要人 这个回头 我去调查一下吧 大小姐 你要不早点休息吧 陆林心说 大小姐 你可真是一招式体制啊 其实 你已经是第二次被人迷婚了 第一次是在白银山脚下 他就被方浩给弄婚了 然后交给马天虎手里的 不要休息 我昨天睡了十二个小时 今天在心理医生那里 也是一直半蒙半醒的 对了 陆林 那位心理医生 真的会使用催眠术碗 好神奇的 你知道吗 明明他还在跟你说话 讲起这事来 刘卫然顿时变得滔滔不绝 陆林索性把盘子端起来 找了个地方坐下 一边吃东西 听着刘卫然给他说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好了 这两天你在训练营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对了 替我谢谢一下刘管主 我本来以为他 让我来这真的是要工作呢 没想到既然是推荐 我参加训练 你还是自己谢他吧 对了 我现在再就在江左市 啊 陆林愣了一下 这丫头 怎么跑这边来了 啊什么呀 那个心理医生 就是江左市的 正好你这周末 不是有一天休假吗 到时候 咱们还能一起吃个饭 哦 行 没问题 陆林挂断电话 他还真没有想到 刘卫然竟然跑到这边来了 而且 才要人 这是一个什么组织 为什么要绑架他 陆林 走了 回去打会牌 刚才董老师说 我们晚上就没事了 温子友在旁边呼唤道 哦 我就不去了 我吃完饭还有点事 有事 温子友脸上 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嘿嘿 你该不会是回宿舍 跟你女朋友视频的啥吧 视频你妹啊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么龌龊呢 陆林一把把他推开 回到宿舍后 陆林就抓紧时间 找出纸笔 开始画画 没错 他又要修炼 九皇解恶登义的开悟法了 今天下午 跟钱宝莉出去了一趟 看到他那么轻松 随意地吊打六阶妖兽 陆林心中 对于修炼精神力 有了一些迫切 他的气血 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 暂时不适合 大量服用红灵草 来提升气血 那么想要变强 就必须要另辟蹊径 精神力 就是一个不错的路线 一边画着画 陆林嘴里不断地默念着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这一次 竟然比昨天少用了一个小时 就完成了一万次的念诵 开悟机会 再次加一 199 慈善和挨马复兴 狮子薄兔 意用全力 开悟的机会 对别人来说 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可对陆林来说 只要努力 一切皆有可能 看着时间还早 陆林想到 今天虽然柳言说了 他要带五世纪的学员外出历练 可现在才凌晨四点 他应该不会搞得这么早吧 不过 为了避免被打扰 陆林还是在门上贴了一个标语 修炼中 请勿打扰 之后 他盘膝而坐 心神瞬间放空 再一次进入到黑暗的意识世界里 明灯 线 在连续绘画两万遍后 那一盏竹台的模样 已经深刻地记忆在陆林地脑海中 想要忘都忘不掉 在黑暗的世界里 顿时出现了一盏灯台 陆林使用开悟机会 此时 在江左市的马家 马福星正对着一个黑影 劈头盖脸地骂着 你是傻子吗 找不到陆林不会将消息传上来 找马合征询问一下吗 自作主张 自作主张 马福星越说越气 一巴掌狠狠打在桌案上 木制的桌案在他的大力下 瞬间变成一地的碎片 桌上的茶壶茶碗 更是摔得四分五裂 真是废物 这一下 损失了十位采药人 还把你们的身份 暴露在外人面前 鬼青 你说 你是不是觉得翅膀硬了 想要脱离我马家了 鬼青文言 连忙单膝跪在地上 家主 鬼青的这一条命 就是您给的 鬼青一生一世 绝不敢背叛家主 不敢背叛 但你就给我使绊子是吧 真是 真是气死我了 鬼青 老夫告诉你 也就是这些年 老夫修身养性 不然你他妈根本不可能 现在还活着 鬼青知道 多谢家主饶命之恩 鬼青赶忙再次败 打 其他人不知道 都以为马福星 跟外表看上去一样 和蔼可亲 可他能不知道吗 马家 每年从华国各地 搜寻父母死亡的孤儿 明面上是为了 给那些孤儿一个家 但实际上 马福星 却是命远将那些孤儿 训练成没有感情的 杀戮机器而已 每年 马市福利院 获得江左市镇首府的 各类表彰 赞扬 俨然一副慈善家族的形象 可实际上 每年光是在训练中 因为各种原因 而死亡的孤儿 至少在500人以上 而鬼青 也正是这样一个 被训练出来的冷血杀手 哼 马福星冷哼一声 一脸不满地说道 鬼青 这次行事不密 还自作主张 老夫这里 暂且给你记下来 这是马和征 新传过来的情报 陆林那个小子 因为他父亲得了重病 不得不送到 江左市这边治疗 属下明白 这就先去斩杀了 陆林的父亲 让他也感受到 失去至亲的痛苦 感受你妈了 隔壁啊 马福星听到鬼青 竟然还敢自作主张 甚至还打断自己说话 二话不说 一脚踹在鬼青的胸口 鬼青一口鲜血吐出 整个人向后飞去 就在他即将撞到房门的时候 马福星一个闪身 却是接住了他 下次再敢插嘴 小心老夫真的让你死 听到这冰冷的话语 鬼青身体微微颤抖着 赶忙答应 好了 接下来听我说 陆林的父母都是普通人而已 杀或者不杀 根本没有关系 关键是陆林 他竟然不知道 走通了什么渠道 竟然混进了 这一届的天才训练营 训练营内 我们没法出手 一旦行踪泄露 后果不是我们马家 可以承担得起的 而且 天龙还在那边 临时担任老师 咱们帮不上他 也不能给他拖后腿 不过 我打听过了 这训练营中 每个星期 有一天休假的时间 你从现在开始 给我守在训练营门口 只要陆林独自一人离开 不管是什么原因 找一个偏僻的地方 杀了他 是 鬼青遵命 好 鬼青 这一次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鬼青听到这一句话 身子颤抖得更加厉害 家主放心 属下定然带回那陆林的手机 去吧 等鬼青离开后 马福星想想 还是觉得不稳妥 常言道 狮子驳兔 也要用上全身的力气 陆林那小子 短短时间内 成长到这个地步 说他没有一点杀手锏 那肯定不可能 马福星也是了解 这些天才的 越是危险 越是关键的时候 他们越是 可以暴肿 暴发 完成反杀 马福星年纪大了 对于陆林所谓的秘密 没有什么兴趣 他只希望 这一次 要一次性弄死陆林 免得打蛇不死 反受其害 鬼青的实力 虽然是武士巅峰 但对上陆林 还真不一定能够拿得下来 干脆 到时候他也过去看看 免得鬼青失手 还被陆林发现端倪 想到这里 马福星又给鬼青发了消息 让他在准备动手前 给他发个消息 鬼青自然不敢违抗 顺从地回了一声 是 马福星这时 才忍不住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天才 他见得太多太多了 同样 死在他手上的天才 数量也不少 不管如何 最终他还活着 马甲还在就足够了 天色微微亮起的时候 陆林从开悟的状态脱离出来 第二次开悟 他的精神力又增加了不少 不过 他这一次 可不会如昨天一般 无法适应了 陆林先是控制 精神力在深周游走一圈 才缓缓地收回 训练营晚上 为了节约能源 是不会开任何照明设备的 可此刻在陆林的严重 训练营跟白天没有任何分别 他甚至可以看到 沙土地面上 那不知道是哪位学员 踩下的脚印 我又变强了 陆林心中感慨一声 昨天跟钱宝利外出的时候 陆林也了解了 一些关于精神力修炼者的 等级区分 精神力打出的力量 在一千公斤以下 统统成为精神念师学徒 精神力打出的力量 在一千至一万公斤之间 则是初接精神念师 以此类推一万到十万 是中阶精神念师 十万至一百万 是高阶精神念师 一百万公斤以上 则统成为灵神 这个水平与权力 超过一亿公斤的五神 是同样的阶层 一百万公斤就是灵神 陆林觉得也不是很难 他现在的权力 就有九十万公斤了 相信精神力达到这个水平 也不会太困难 二百 悟性增加 精神力的正确使用方式 陆林想看看 自己现在的精神力 达到了什么水平 在宿舍 里面有些不太方便 还是去操场比较好 一路来到操场 陆林看到操场上 已经摆了不少的哑铃 杠铃 甚至还有一些 大行地训练力量的器械 看来 明天舞者及学员 是要跟随孙哲老师 修炼力量啊 陆林其实也是想来听听的 他现在的力量 即便放在初阶舞王中 也可以算得上是顶尖了 但攻击的手段 除了猛虎和风牛之外 乏善可陈 孙哲老师教力量训练 肯定对于陆林这样的学生 会很期待吧 只是 可能短时间内 无法上孙老师的课了 同时 陆林还隐约听到消息说 炼丹课也要在一段时间后 才可以上 即便是开设炼丹课 也不会是针对所有学员的 而是一定要有天赋的 这个天赋 难不成就是什么炼丹天赋 陆林觉得自己 除了努力外 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靠的根本不是什么天赋 到时候 恐怕也不会被无锡选中 算了 想这些干啥 陆林长出一口气 不要忘记自己的本心 他来这里 是为了测试精神力的强度的 陆林找到了一个 最小的高密度合金哑铃 这种高密度合金 除了密度高 重量大外 没有什么其他的优点 用来做武器 或者做铠甲 都不合适 最小的高密度合金哑铃 重量100公斤 但看起来 就跟陆林前世见过的 1公斤的哑铃 差不多大小 陆林用手掂量了一下 确实很轻 那么 现在就看精神力 能不能举起这一个哑铃了 陆林后退半步 释放精神力 缠绕在哑铃的手柄处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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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林不断地用力 可这个只有100公斤的哑铃 竟然纹丝不动 就好像焊在了地上一样 不可能吧 100公斤而已 有这么重吗 陆林憋得脸色通红 走过去拎了一下 确实很轻啊 他的精神力 不可能这么弱吧 连100公斤的哑铃都抬不起来 这还玩得屁啊 以后 陆林的精神力 该不会只能做点小偷小摸的事 这还怎么用来战斗 不对 陆林再次想起 昨天下午 钱宝丽带她去收拾那一头锯齿恶的时候 锯齿恶根本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 她要攻击 钱宝丽就飞高 她要躲避 钱宝丽就骚扰 锯齿恶无论做什么都不对 最后钱宝丽看差不多了 才停止给陆林演示精神力的妙用 控制着一柄小刀 刺入锯齿恶的眼睛 结束了她的生命 也就是说 精神力控物并不要求力量多大 而是要控制轻巧尖锐的东西 给妖兽或者对手的弱点来个致命一击 陆林隐隐感觉 自己的猜测应该是正确的 怪不得 精神力能打出一百万公斤的力量 就可以成为灵神了 这一百多万公斤的力量 打在五王的护甲上或者不算什么 可若是打在眼睛 鼻孔 或者一些脆弱的地方 那威力就大了 精神力 最终比拼的是技巧 也就是控制力 而不是单纯的力量 陆林觉得 自己开悟了两次后 在学习和思考的时候 悟性都增加了不少 她思索出来的结果 也许不一定完美 但大方向绝对没有问题 那就先从轻的东西开始练起来 现在要先练习一下技巧 同时 精神力总量的积累 也不能有丝毫放松 两条腿走路 才能又快又稳 陆林在操场边 找了一粒小石子 这一下 用精神力控制起来 就轻松很多了 只不过 陆林只能控制着 小石子前进 后退 向上 向下 做这些简单的动作 陆林都感觉无比困难 想要达到钱宝丽那样 天女散花 漫天飞舞的感觉 陆林需要练习的时间可不短 陆林知道 一切技巧的基础 都是简单的动作 她现在刚开始修炼 还是要先把基础打牢 不就是苦练吗 陆林最不怕的 就是这个了 天色渐渐亮起 陆林感知到 操场这附近 也偶尔有学员出现 她便小心地返回了自己的宿舍 从房门上 摘下那一张修炼中的告示 陆林盘膝坐下 这一次 她就没有进入黑暗的世界了 而是闭上眼睛 一遍遍地默念着咒语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 陆林的声音压得很低 外面时不时地有学员 从门口经过 也没有人听到陆林的声音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 陆林的房门被敲响 陆林 陆林 起床了 马上就要出去历练了 你在宿舍搞什么呢 门外 响起温子友的声音 陆林缓缓睁开双目 悠悠地吐出一口气 陆林 怎么不理我 你不会 还在睡着的吧 快开门 快开门 别等会迟到了 哗 陆林打开房门 冲着温子友说道 我知道了 马上来 哦 哦 那 那你快点 温子友被陆林脸上淡定的表情 给震了一下 随即兴兴地离开 陆林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便静止向楼下走去 一百多位舞者级学员 已经开始了 他们今天的力量训练课程 在楼前的空地上 只有几个五世级的学员 站在那里等候 哟 这不是我们的大班长吗 果然架子不小 竟然让我们这么多人等待 马天成阴阳怪气地说道 哦 陆林看了马天成一眼 说道 你画眉毛了 左边的有点粗了 说完 陆林便不再理会马天成 来到温子友身边站着 你 马天成当然画眉毛了 对于舞者来说 头发可能长得很快 但眉毛 想要完整地长起来 恐怕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什么 老马 你画眉毛了 跟马天成比较熟悉的顾校 顿时惊叉到 他一步跨到马天成面前 看着他的脸 卧槽 你这家伙 好端端地画眉毛干啥 整得跟着女人似的 娘了巴基的 我 你以为我想啊 马天成抢白一句 狠狠地瞪了陆林一眼 都是这个家伙 如果他不说的话 恐怕没有人知道 马天成的眉毛少了 还要靠画眉毛维持形象 站在靠后位置的温子余 也看到了马天成的样子 嘴里冷冷地说道 变态 马天成如遭雷击 打工资格的农心 是否则 农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